神木城辖区 边垂荒域 一处原始之地 苏小 你年已十八 仍未凝聚神格 现在扁你为普通弟子外出历练 三个月之后考核 若还是未能凝聚神格 建立神潮 你将被逐出学院 苏小坐在一块石头上 嘴里叼着一根草盯着天空 脑海之中不停地 回荡着学院长老的话 他是穿越者 穿越到了神奇时代 八岁就点燃神火 震惊众人 成为天书学院最年轻学员 他以为自己要起飞了 但事实刚好相反 他十年间一直未能凝聚神格 无法凝聚神格 就无法开辟神域空间 无法招揽信徒 并建立自己的神潮 获取信仰之力 提升实力 简而言之 无神格 不成神 天才便透明人 备受嘲讽 三年前 家族不要他了 现在连学院 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叮 恭喜宿主凝聚神格成功 突然间 一个机械的声音 在苏小的脑海之中响起 苏醒一惊 随即大喜 这是系统 一个金黄色的光环 在苏小的后脑勺呈现 光芒闪烁 映照四周 威延肃目 宛如如来佛脑后的佛光 凝聚神格 在其中开辟神域空间后 会出神域光环 神域光环颜色数量越多 代表神格品质越高 以后能够开辟的光环数量上限越高 光环的数量 则代表了神域空间的大小 空间越大 能招揽的信徒就越多 获取的信仰原力越多 只有一种颜色的神域光环 太过于普通 在天书学院 凝聚神格后 开辟两色神域光环的人也不少 三色的天才也有 老子都觉醒了系统 才一种颜色 这不科学 苏小忍不住撇嘴 刷 这时 金黄色的光环之中 又多了另外一种颜色 红色 再接着 是紫色 青色 黄色 橙色 加起来足足九个颜色 而这个光环的大小 也随之变大变高 宛若一天天门 横跟在虚空之中 一瞬间 天地都似乎为之变色 数公里的范围内 被九色神光所照耀 极其玄妙 九 九色 苏小望着这一幕 眼中震撼无比 据他所知 在神木城 神域光环的颜色数量 记录最多的 也就是五个而已 而他 居然是九个 这才是超级天才 该有的资本 哈哈 不愧是主角母版 我苏小才是永远低神 苏小说了神域光环 欣喜之情难以言喻 宿主 苏小 神明 五 神职 五 神域 一星 神格品阶 九色至尊 一星神徒 信徒品阶 第四天灾 SS2级 信仰原力 零 丁 检测到边陲荒域 存在其他野生神徒 到时候势必会发生冲突 请宿主尽快招揽 至少十个信徒 避免被其他神徒吞噬 另外 宿主的第一次神节 也即将降临 请宿主做好准备 任务 成功招揽 至少十个信徒 任务奖励 未知 突然间 苏小听见系统传来了声音 我丢 这就危险降临了 这也太倒霉了吧 不是说边陲荒域这种渣渣地方 危险最小吗 神朝建立的地方选择 也是相当重要的 好的地方 生灵众多 等级也比较高 若是将这些高等生灵 招揽为信徒 对以后实力的提升 有非常大的避意 故而是首选之地 只不过 苏小沦为普通弟子 没有靠前的挑选资格 所以只能选择这个穷乡僻壤之地 苏小看了看四周 空荡荡荒无人烟 这你马让我去哪招揽信徒 系统 你看想想办法 苏小向系统求助 兵 检测到宿主来自蓝星 可通过系统 招揽蓝星玩家 前来此地 当作宿主信徒 招揽玩家信徒成功后 玩家击杀敌人 可额外获得信仰原力 宿主可抽取相应比例 供自己温养神格 提升等级 诶 真不愧是系统 苏小眼眸一亮 这就很灵性了 通常而言 主神获取信仰原力 是通过信徒 每日的供奉朝拜 但 现在他的除了玩家 供奉朝拜 能获取信仰原力之外 杀怪还能额外获得 这等于自己当地主 让玩家替自己打怪升级 简直爽的一批 很快 苏小就通过了系统 制作了一个 网游招募网站 开始在蓝星 招募玩家信徒 网游定名为 神迹世界 苏小还特地在 网站的首页上 打下了一行大字 人在异解 已成神 招募玩家 等你来站 来吧 打工人 苏小心中默念了一句 蓝星 期末考试结束 寒假归来 曾宇将叔叔包一扔 一个纵月翻身躺在床上 哦爷爷 终于放假了 好急而嗨 我可以通宵玩游戏了 今日 闭上白银 曾宇熟练地 从柜子里拿出了 A2虚拟游戏头盔 戴在了脑袋上 开始了自己愉快的暑假生涯 突然间 曾宇的脑海中 画面弹出了一个方框 神迹事件 手册 特发放手册账号 是兄弟就来砍我 新游戏 曾宇对于每一款新游戏 都抱有很强的好奇心 看看 哇 这官网建设的好垃圾啊 曾宇点进游戏官网 发现官网上 就只有一个游戏景物的视频 还有几句宣传词 这和其他花里胡哨的官网比较起来 真是差远了 顺为神 逆为魔 神魔 就你一念之间 曾宇 他妈 这么中二的广告词 不过也喜欢 曾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注册了一个账号 取名 全身都是雕 很快 曾宇就进入了游戏画面之中 这里景色宜人 如梦似幻 七彩斑斓的天空中 充斥着时空裂痕 宛如一面镜子军裂 但却没有破碎 时空深处 体积能够占据小半天空的淡蓝色大鱼 缓缓从东边游向西边 时影时现 仿佛从亘古岁月之中投射而来 天空之下 成片的原始森林 卧槽 这景色有点逼真啊 全身都是雕 抬头捏了捏自己的脸 疼 卧槽 居然还有疼痛感 好逼真的感觉 市面上竟然有如此逼真的游戏 全身都是雕 震惊了 现在市面上的游戏 都进入了A2虚拟头盔的领域 能够通过将人带入虚拟游戏之中 体验最真实的游戏环境 可是 曾宇玩了这么多的游戏 没有哪款游戏像这款游戏一样 能够呈现疼痛感 这游戏做得太细致了 一阵阴风吹来 哇塞 我居然感觉到了 我的裤装有点凉 刘逼啊 全身都是雕 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裤装 远处 苏小看着这个 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蓝星玩家 一脸的无语 真是没见过市面的家伙啊 只有一个玩家 我苏小主角母版 这么没有排面的吗 苏小想要上前和他打个招呼 但是想起 现在自己可是他们的神 相当于NPC 不能没有逼格 脑子一转 学着游戏里的开局弄了个剧情开篇 远古神魔大战 天崩地裂 时间和空间苟延残喘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延续 消失的神明终将归来 万年浩劫即将降临 曾经的神魔大战再一次地掀起了开端 神秘的种族开始复苏 加入这个广阔的战场 我苏小 乃是神明之子 将带领你们重铸北境神王族的辉煌 你愿意与我一战吗 全身都是雕 脑海之中突然想起了这样一段话 随即 他就看见不远处的山头上 九色神光浮现虚空 一尊人影站在顶端 宛如神话电影之中的神明一样 窝草 这就是传说中的什么 这尼玛 感觉和真的一样 全身都是雕 顿时感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 愿意 我他妈愿意啊 发老婆吗 我全身都是雕啊 佩佩 发装备吗 怎么玩的 来劲了 苏小收了九色神域光环 来到了全身都是雕的面前 这里是全开放的沙盒式游戏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们去创造 所有玩家将会和我一起 征战神迹世界 从小到大 一步步建立自己的神潮 玩家将和我签订契约 进行绑定 随着苏小的条件说明 全身都是雕 也渐渐明白了 歪日 还有这种网游 团队型网游 跟着NPC混事件 我特么还没玩过呢 玩家打怪可以升级 但是获得的东西 必须全部上交神潮 上交之物 换取神潮的贡献值 可以在神潮商城之中 兑换所需物品 玩家参与神潮的所有建设 包括建筑 种田 打造 彼此之间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地升级神潮 对抗危险 他们将要面临的敌人 不仅仅只有怪物 还有游戏里强大的一批的土著 到时候 我们可以去抢土著的女人 和她生孩子吗 全身都是雕 上蹿下跳 凑到苏小面前凝视着她 可以 哦耶 赶紧的吧 我的大雕 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全身都是雕兴奋的手舞足蹈 签订了契约 玩游戏最喜欢干NPC了 游戏的NPC女角色 各个富白貌美 身材火爆 想想就特么的刺激 丁 恭喜宿主 获得第一个SSR级玩家信徒 SR2级 苏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可是最高品级的信徒 不过 现在肯定不行 因为建立神潮 需要十个玩家 目前只有你一个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吧 苏小眼光闪烁 他希望这家伙 能去外面拉点人进来 懂懂 小意思 我有个小联盟 里面全都是一群爱玩游戏的沙雕 我下线了 帮你宣传 那么 怪呢 怪在哪儿 我特么要打怪圣洁 全身都是雕 看着苏小问道 或许是上天有灵 这时候 一阵冷风吹来 一个半透明的影子 出现在了不远处 看着苏小 苏小瞳孔不由一缩 那个野生神徒的鬼灵信徒 这就来了探查消息了 卧槽 来怪物了 新手村的怪物不难吧 我要去砍它 全身都是雕 兴奋地朝着这只幽灵怪 冲了过去 可是 没想到不远处 有一块突出的石头 他一脚踢在上面 脑门直接撞在了石头肩上 鲜血直冒 挣扎了几下 直接就隔屁了 苏小 就这 SSR 能打赢其他信徒吗 心凉了半截啊 苏小一脸的无语 还好这家伙就是个玩家而已 拥有无限复活的能力 这就是第四天灾的恐怖之处了 倒是这个幽灵信徒受到了惊吓 化作一阵冷风 直接逃离 苏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回去通风报信 毕竟 他刚刚凝聚神格 还未修炼 一点实力都没有 希望 这家伙能帮我 招揽起十个人吧 我掉 老子竟然被一块石头给撞死了 我曾宇 凭生尚未受过如此屈辱 哎呀 曾宇摘下了虚拟头盔 在床上发疯一样大叫 对了 我去招人 忽然想到 要十个玩家才能开启剧情 曾宇赶紧拿过了手机 找到寇明魔灵军团这个组织 呼风唤雨 巨星排面 84消毒 阿西吧 我的子民们都出来吧 at全体人员 全身都是雕 在群里at的全体人员 at一时爽 全家火葬场 儿子 叫你爸爸干嘛 at我的人 都是沙雕 一瞬间 群里潜水的人 冒出来一大片 全身都是雕 各位 不要慌 听我慢慢道来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游戏 叫做 神迹世界 里面的东西 巨特么逼真 逼真吗 真的逼真吗 你看过 又想忽悠我充值垃圾游戏 王者荣耀他不香吗 全身都是雕 我说的是真的 我在游戏里 被一块石头给撞死了 你敢信 而且这游戏 和其他游戏不太一样 是全开放式的沙盒网游 我雕 还有这种游戏 戏说 貌似一点意思 去试试 网站发来 全身都是雕 将神迹世界的网址 发了过去 当即有不少人 打开了网页 注册账号 进入游戏 苏小正坐在 曾经的圣地废墟上发呆 丁 有新玩家登陆 神迹事件 丁 一阵阵的提示声响起 刷刷 一道道的人影 出现在了废墟的不远处 光影闪烁 我丢 原来是传说中的 歪嘴战神 幸会幸会 一个玩家 望着旁边的 另外一人头顶的名称 伸出了手 这些ID名称 只有这些通过系统 进来的玩家 能够看见 在这个世界的其他人 或者生物 是看不见的 竟然是 荒天地亚捏地 刘碧刘碧 各位 大家好 在下永远敌神 苏小望着这一群人的昵称 脑门上 一头黑线 这尼玛 来了一群中 二病的沙雕玩家 这些ID太奇葩 比如 你爱惜我奶妈 扛着火锅闯一剑 无奈 得马西亚 这群中二玩家 相互介绍了一番之后 才开始打量 眼前这个新手村 歪日 这好像是土地的香气 卧槽 这土竟然还有味道 刘碧啊 这游戏里的土是咸呢 一个长得 稍微有点胖的玩家 ID 大卫王的家伙 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 放在了嘴巴里巴结了两口 这游戏做得太掉了 我竟然能够感觉到 我臀部臊痒 我也是 我竟然想要拉屎 歪日 有那位了 碰 一个玩家捡起了一块石头 砸在自己的脑门上 顿时鲜血长流 但是他却反而 兴奋地叫出了声 卧槽卧槽卧槽 太逼真了 我竟然还能流血 还是热乎的 你们快看啊 我流血了 众人 这时候 苏小又展现出了 他背后的酒色 哇塞 这NPC好帅啊 碍了碍了 我要钢塔 一些个玩家 冲到苏小面前 伸手去摸他背后的酒色 神域光环 甚至还有想要 戳苏小局部的家伙 你说这家伙逼真吗 不知道 这应该是个男的吧 没有那玩意 把他裤子拉开看一看 哄 苏小飞着脸 酒色神域光环轻轻 一阵将这些家伙给震开 在他的信徒面前 他是无敌的存在 诸位 大家好 欢迎光临 神迹事件 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 神迹世界的规则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签订契约 苏小装模作样 大手一挥 直接在这些信徒的脑海之中 演化主神和信徒之间的契约 以为什么玩意 早知道了 别嗶嗶了 赶紧开启剧情 开始游戏吧 我已经等不及了 新手装备有木有 十个玩家嗶嗶半天 很快地就签订了契约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了信仰 原力加十加十加十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九个SSR玩家信徒 奖励SSR神级炼体功法 不死神魔之躯 外加三次复活机会 系统的声音 自脑海之中传来 好家伙 竟然是神级炼体功法 主神通过信仰提升实力 最弱的点就是肉身强度 越到后期 对肉身的强度要求最高 一部顶级的炼体功法 对于主神而言 而是非常重要的 SSR神级功法 不用说绝对是顶级的 系统果然是不一般 丁 请宿主在这片废墟上 找到残留的主神殿遗址的符文基石 为建立主神殿做准备 任务奖励 未知 紧接着 系统又发布了第二个任务 主神殿乃是神朝的核心 类似于佛教中的大雄宝殿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威严 主神殿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代表神朝的开启 有了主神殿 才能够收集信徒的信仰之力 主神殿也相当于一个 单向传送法阵 在一定范围内 主神信念一动 就可以穿越时空 回到主神殿 若是被摧毁的话 不但信仰之力会消散 建立该主神殿的神 也会遭受反噬 轻则神朝毁灭 信徒死绝 神殿跌落 重则神毁欲灭 苏小正打算发布任务 让这十个玩家 帮着寻找主神殿遗址 这时候远处 一阵奔跑声传来 一群稻草人 从远处跳了过来 浑身燃烧着暗红色的火焰 苏小暗叫糟糕 神结竟然 在这个时候 不声不响地来了 他现在肯定无法应付神结 正想招呼这些玩家跑 但一群玩家信徒 见到这一对怪物 顿时兴奋了 卧槽 我特么看见了什么 怪物 开局就是怪物工程 秀啊 我的神 贼刺激急了 都别拦着我 新手寸的垃圾罐 我要一个砍十个 每一个神 在最初凝聚神格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次神结 神结的大小 根据主神凝聚的神格而定 简单地讲 神格的品质越高 那么面临的神结 也就越厉害 苏小现在可是九色神格 面临的可是九色神结 在神木城 基本上是创造历史了 这神结将会多么可怕 他也不知道 故而对于这神结 他完全没有应对之策 苏小忽然也想明白了 为何系统会奖励自己 三次复活机会 系统应该是在可怜他 怕他直接隔屁了 别看这些只是稻草人 这可是传说中的亡灵稻草人 他身上的火焰最为恐怖 沾一点就能被烧成灰烬 即便是主神 也经不住焚烧 苏小此刻就注意到了 那些稻草人周围的虚空 隐隐呈现黑色的锯齿状 变得有些扭曲 但这几个玩家 似乎并没有发现 我跟你说 这种新手村的稻草人 我在游戏中见得最多了 一般杀几只怪就能够升级 运气好还会爆木剑 全身都是雕冲得最快 生怕别人抢了他的怪似的 看我大日如来拳 全身都是雕 一拳轰在一个稻草人的身上 还未靠近 一股剧烈的灼烧感 就传遍他全身 让全身都是雕 一蹦三尺高 歪日 这什么鬼 全身都是雕 在空中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还没有落下 只见那个稻草人 抬起了干枯的手掌 一掌朝着他的脑门心拍下 碰 全身都是雕 直接被暗红色的火焰 化作了虚无 消失在众人眼前 众人 这一幕 让不少玩家目瞪口呆 秀啊 牛子 你还会隐身呢 荒天地呀 捏地 拍手称号 等等 这画风好像不对啊 怎么可能一来就学会隐身 连职业都没选择呢 秀你妹啊 不对劲 大大的不对劲 啪 一个稻草人 直接一巴掌抽了过来 再一次将 永远低神融化 这下 剩余的人反应过来了 我赵 这尼玛什么鬼 这不是新手村的稻草人吗 一刀砍死三大种 这战斗力 也太恐怖了吧 开局就是地狱难度 这还玩个卵 我跑 你爱惜我奶妈 拔腿就跑 可是背后一团暗红色的火焰 落在他身上 直接让他一秒消失 草爷 别杀我 我只是个新手 哎呀 好烫 我菊花 要盛开了 不 我还不想死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七八个玩家 直接消失的一干二净 剩下的几个 瑟瑟发抖的站在原地 腿都软了 不过 其中一个 ID 无奶 德马西亚的家伙 还显得非常的淡定 呵呵呵 一群沙雕 什么都不懂 就瞎几把上 玩游戏是要讲究策略和脑子的 懂吗 哥可是青铜断位的恐怖存在 你们两个 先去死 我来找他们的弱点 记住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无奶 德马西亚对旁边的两人指挥着 同时 打开了视频录制 开局就是地狱及难度的怪物工程 这种游戏 简直太有挑战性了 怎么能不留点纪念 可是 在稻草人的进攻下 三下五除二 几人就去见了阎王 这些稻草人的目光 再一次投向苏小 苏小身吸了一口气 转身就跑 打不过 特么的 我还跑不赢吗 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 我赵 我特么竟然被一个稻草人给秒杀了 全身都是雕 回到了现实世界 整个人都差点炸了 什么狗策划 太让人无语了吧 第一次 摔了一跤 撞到了一块石头 给撞死了 第二次 让一个新手村的稻草人给秒杀了 要不要这么惨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不服 全身都是雕 目吼一声 再次进入了神迹世界之中 丁 由于您在游戏之中死亡 需要在三个小时后 才能够重新进入游戏之中 全身都是雕 傻眼了 这游戏这么雕 死亡了 还得等三个小时 这尼玛狗策划 要不要赚钱了 全身都是雕 心态崩了 随即打开了扣扣 进入了魔灵军团 问自己的小伙伴 得知大家情况都差不多 他心里顿时平衡了许多 招人 招人 招人报仇 我们用人海战术 一人提议道 很快 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 嘿嘿 看来我拍的视频 能派上用场了 无奈 德马西亚得意一笑 他登陆某余直播网站 找到了ID 张大仙的著名主播 这名主播 热度非常高 依靠自身操作 获取了不少粉丝 直接刷了一个火箭 大仙 发现了新游戏 我第一关都过不了 被稻草人给灭了 球带 嗯 火箭 玩农要玩的有些腻味的张大仙 看见这发火箭 手指在键盘上啪啪敲击 什么游戏 说 叫做神迹事件 开局就是地狱难度 需要操作和头脑 无奈 德马西亚敲下了回复 张大仙 哇 假的吧 还能被稻草人给灭了 哈哈 操作和头脑 你是在说我吗 放心 带你飞 毕竟是个金主爸爸 得客气点 农要暂停 玩新游戏 神迹事件 试水 带小弟起飞 随后 张大仙改了直播名称 什么游戏 网页这么垃圾 张大仙看见 神迹事件的网页 顿时满口芬芳 有点后悔了 不过 听了无奈 德马西亚 关于游戏的介绍 觉得还有点意思 算了 满足他一个愿望吧 很快 张大仙就注册了账号 进入了游戏中 一道光芒闪过 张大仙进入了 神迹事件 看着四周的景色 以及真实的触感 他震惊了 这这 这游戏如此逼真的吗 感觉和真实世界一样 这和那个垃圾的一批的官网 完全不符合呀 大仙 别愣着了 赶紧打瓜呀 我想看你如何过第一关 直播间 无奈 德马西亚 刷屏道 好了好了 区区一个稻草人而已 小意思啊 张大仙从地上捡了一个木棍 开始搜索稻草人的身影 果然 在东南废墟的方向 找到了一个 正在搜索苏小身形的稻草人 与此同时 这些搜寻苏小的稻草人 也发现了他 顿时扑了过来 兄弟们 来把大宝剑 可我首次稻草人 张大仙通过语音系统 在直播画面上 留下一行字 然后冲向了稻草人 嘴上这么说 可他心里却还是挺谨慎的 因为隔了大老远 他就感受到了炙热的温度 这个稻草人 挥手朝他攻击而来 被张大仙巧妙躲过 还好 这稻草人速度不算太快 哈哈 看我蛇皮走位 风不风骚 张大仙公平上留言道 哈哈 风骚 再来一个 打他菊花 大仙留病 这个稻草人 见自己攻击被躲过 顿时恼羞成怒 再次扑向张大仙 而张大仙 也硬是凭着自己的反应和速度 又一次躲开了他的攻击 就这 就这 小兄弟 这么简单的第一关 你竟然过不了 这好意思称之为地狱难度 张大仙调侃道 但忽然 他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稻草人 怎么不动啊 此刻 这个稻草人竟然张开了嘴巴 随即 一股恐怖的火焰 从嘴里吐了出来 直接将张大仙当场融化 我尼玛 这家伙会魔法攻击 我特么大意了 这是张大仙死亡前 心中的唯一一个念头 与此同时 直播间 也跟着炸了 张大仙直播间 哈哈 大仙倒了 阿连 你这么厉害 你家里人知道不 哈哈 笑死我了 张大仙连个稻草人都打不赢 留便 张大仙 永远低神 直播间 竟是观众对张大仙的调侃 从游戏之中退出的张大仙 到现在还有点懵 他就这么被秒杀了 一下都扛不住 这特么什么策划想出来的 不过 这倒是激发了张大仙原始的挑战欲望 他特别想要在观众粉丝面前证明一下 不慌 再来就是了 火箭走起 大仙一刀一个稻草人 张大仙打下了两句话 又开始登陆神迹世界 却发现有三个小时的冷却时间 这让他非常无语 实际上 这三个小时冷却时间 是对玩家的一种保护 系统招募玩家来到异界 是通过时空隧道 灵魂穿梭的 若是频繁的穿梭 那么他们灵魂受损 伤害会很大 三个小时 才可以让轻微震荡的灵魂恢复原状 再次进行穿梭 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主神殿 玩家游戏中死亡后 可以在主神殿再次复活 不用退出游戏 可目前 连苏小都被神节稻草人 搞得毛娇火辣的 哪里有时间去建主神殿 与此同时 一道光芒闪过 苏小悠悠醒来 心有余悸地 坐在废墟之中的一块石头上 他在十几个稻草人的追杀下 狂奔了几个小时 这些稻草人 看着速度挺慢的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居然还有加速的能力 苏小一个不小心 直接被暗红色的火焰给融化掉 三次复活机会 现在就剩下了两次 真是草蛋 苏小看了看远处一个没少的稻草人 有点蛋疼 这尼玛 神节也太难了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 我得赶紧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有了点实力 苏小应对起来也方便许多 神奇世界 信徒的等级实力越高 那么提供的信仰原力越多 信徒的品阶越高 提供的信仰原力也越高 苏小的玩家信徒乃是SS2品阶 每人每天可以提供十点信仰原力初始值 相当于其他主神信徒的五至十倍 额外获得信仰原力加成的属性 就更掉了 可以说 苏小十个玩家信徒 当别人一百个信徒 一点也不为过 思思信仰原力注入苏小脑海之中的神格 神格光芒摇曳 神光乍现 神灰阵阵 丁 恭喜宿主神格 由一星神徒提升至二星神徒 宿主 苏小 神明 无 神直 无 神域 一星 神格品阶 九色至尊 二星神徒 信徒品阶 第四天灾 SS2级 信仰原力 零 随后 苏小开始修炼不死神魔之躯 三个小时后 熬了许久的张大仙再次登陆神迹世界 因为张大仙被血虐的缘故 吸引了大量的人气 所以 这次登陆 有不少新玩家 还包括了之前的 无奈 德马西亚等玩家 这些原本只是 想要来看看情况 尝尝新鲜的新玩家 在感受到了美轮美奂 极其逼真的场景后 顿时都惊呆 卧槽 模拟的这么逼真吗 四 这是哪个游戏公司出的游戏 这制造太掉了吧 丁 检测到 全身都是雕 进入游戏 丁 检测到 荒天地呀 捏地 进入游戏 丁 检测到新玩家 好吉尔帅 登陆游戏 丁 检测到新玩家 一刀999 登陆游戏 一道道的光芒 在苏小眼前浮现 让他愣了一下 怎么突然之间 多了这么多人登陆 苏小大概数了一下 足足有99个 从10个玩家信徒 一下子提升到 99个玩家信徒 这巨大的差距 让苏小有点猛 不过 听见这群 沙雕中二病的叫嚣 他大概明白了 大概是那几个家伙 被神戒道草人给虐了 所以找人来帮忙报仇 苏小顿时眯起眼睛 看来这群家伙 得虐才行啊 得狠狠地虐他们 才能引发他们的反抗心理 全身心地投入到 努力修炼的心境中去 这样 自己受益也会越大 把他们虐爽了 他们自己就主动去招人 都不用苏小苦苦等候 苏小决定 以后神域等级提升 需要增加信徒的时候 就发布一个任务 狠狠地虐他们一次 这样自己 就不用考虑 没有新增的信徒 真是妙啊 稻草人呢 我要去杀稻草人 你们说的那个神在哪 让他出来一看看 新入住的玩家 或者四周搜索稻草人 又或者搜索苏小的踪迹 在众人呼唤的时候 远处虚空之中 九色神光乍现 一股浩瀚的气息扑面而来 令这些玩家震惊无比 苏小背后九色神域光环 微微旋转着 一脸的威严肃目 令人不由生出敬畏之心 在稻草人发现之前 他要赶紧收割一波 让自己实力 再次提升一个档次才行 我丢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 卧槽 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 这特效 这逼格 比电影中的还要真实 帅 好帅 是本姑娘的菜 逼真啊 贼特么逼真 我要去摸他东西 一群后来的玩家 兴奋了 还真有人跑上前 要摸苏小东西 苏小当然是不会让他们摸的 因为怕吓到他们 欢迎各位玩家入住 神迹世界 无奈你们的主神苏小 相信你们 也知道了大概的玩法 这是契约 苏小将契约传送到 这些新玩家的脑海之中 这些家伙二话不说 就直接签了 叮 恭喜宿主 获取信仰原力加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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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 苏小就获得了九百信仰原力 苏小心念一动 直接耗费了六百信仰原力 提升神格 叮 恭喜宿主 神格由二星神图 晋升三星神图 叮 恭喜宿主 神格由三星神图 晋升四星神图 叮 恭喜宿主 神格由四星神图 晋升五星神图 神格直接晋升五星神图 苏小神力大涨 宿主 苏小 神明 五 神职 五 神域 一星 神格品阶 九色至尊 五星神图 信徒品阶 第四天灾 SS2级 信仰原力 零 神域空间提升 需要神格达到一定的品阶 还需要消费大量信仰原力 所以苏小只有暂时放弃 而且 九十九个玩家 也达到了一星神域的容纳上限 苏小虽是九色神格 同星级神域范围比别人宽阔 可因为玩家信徒的品质是SS2 需要占据的空间也会随之提升 信徒最重要的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有厉害的主神 所觉醒的高品质信徒 甚至可以对抗一些 较弱的主神 苏小催动 不死神魔之躯 将源源不断的神力 灌注进自己的肉身 他的肉身 也开始了深层次的蜕变 比之前更硬 更有冲击力 连着速度 力量都有了一个 巨大的提升 他自信这会儿 再遇到那些稻草人 打不过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死了一次 苏小也不是没有收获 至少 他知道了如何去应对 这些亡灵稻草人 这些家伙身上的火焰 肯定也是砸不死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火焰会越来越弱 火焰相当于 亡灵稻草人的能量 只要将它们的能量 消耗得差不多了 那它们也就隔屁了 以现在苏小的能力 托死一个稻草人还行 十几个稻草人 那是万万不行的 现在就只能依靠 这些不死玩家 故而 现在当物之 即是先找到建立 主神殿的符文基石 把主神殿给建设起来 有了主神殿 玩家被虐死之后 就不用退出游戏 冷却三个小时 而是直接在神殿中复活 无限循环之下 这个神节就算过了 丁 发布任务 找到曾经主神殿遗址的 符文基石 建立全新的主神殿 奖励 信仰币 速度越快 奖励越高 苏小直接通过系统 给这些玩家发布了任务 叮咚的声音 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响起 所谓的信仰币实际上 就是苏小说割的信仰原理 只不过 他改了一个称呼 他奖励玩家的是 虚拟的数字 玩家前来兑换东西的时候 他就根据每个人的信仰币 给予其相应之物 这些东西 可以是玩家 猎杀怪物之后 上交上来的 也可以是他回去 学院兑换来的 建立主神殿 剧情任务开启了 卧槽 剧情任务 终于开启了 爽啊 不过 符文基石是什么鬼 一群玩家 开始兴奋起来 切 做任务有什么爽的 还不如打怪 我就是来杀火焰稻草人的 兄弟们 随我一起 守护新手村 为了死去的兄弟报仇 全身都是雕 大吼了一声 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把腿就往外面冲去 开始搜索稻草人 他要报仇 来来来 开组了 大仙带你装逼带你飞 带你一起 张大仙扫了一眼任务 嗤之以鼻 的确 做任务哪有打怪爽 关键是 特么的被稻草人给虐了 有点丢脸 所以 一定要找回厂子来 任务放一边 先守护新手村再说 一群玩家 直接将苏小发布的任务 视若无误 兴致高昂地 去寻找亡灵稻草人 带队的张大仙 更是自信满满 打算狠狠地虐一下 亡灵稻草人 找回自己的颜面 毕竟 死过一次 他已经掌握了 这亡灵稻草人的技能 坚信自己能够完美地应对 我已经完美地掌握了 这些稻草人的弱点 我告诉你们 这些稻草人的速度是弱点 只要我们跑得快 他们是绝对无法追上我们的 但是你们要小心 这些家伙会喷火 稍不注意 就可能被融化 大仙 快看 快看 那里有一只火焰稻草人 突然间 一个玩家指向不远处 兴奋地叫道 张大仙立刻来了精神 兄弟们 不要和我抢 这只怪我的 你们看我如何虐他 到时候你们注意看 注意学我的操作技巧 你们也可以自个单杀稻草人了 张大仙说着 快马加鞭地 朝着这只稻草人追了过去 而这只稻草人 也发现了这些玩家 立刻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蛇皮走位 面对稻草人的第一次攻击 张大仙眼疾手快地躲开 大仙留病 大仙 给你个木棍 捅他菊花 呼 稻草人的攻击 被张大仙给躲过 似乎有些懊恼 身子微微停顿 张大仙健壮 知道这家伙要喷火了 顿时向后跑去 果不其然 一串长长的火焰 从稻草人嘴里吐出 足足达到了三米之长 差点将张大仙给烧到 兄弟们 看见这个距离没有 他喷火只能喷三米 只要在他喷火的时候 超过这个范围 就能够躲开致命一击 现在 是我张大仙反击的时候了 你看我如何利用 自己的速度玩死他 张大仙一边给其他玩家解释 拿着手中的木棍 开始寻找攻击的地方 刷 可是下一秒 这个稻草人 突然速度加快了几倍 冲到了张大仙的面前 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身上 临死之前 张大仙的嘴角 还残留着得意的笑容 一群玩家顿时傻眼了 卧槽 大仙又没了 不对劲 大大的不对劲 这稻草人拥有提升速度的技能 大家赶紧跑啊 刷 在他们怒吼的时候 这稻草人直接化作加速冲了上来 一巴掌一个小朋友 他为什么会加速啊 哎呀 我跑不赢他 于是乎 四周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幕 不少玩家被稻草人追着到处跑 狼狈不堪 寻找了一圈符文基石矛都没发现的苏小 这时候 也终于是发现了 这群逃得正欢的玩家 不 这群杀雕 苏小无语了 这群家伙完全没有将自己发布的任务 放在心上 提示 建立全新主神殿后 可以在主神殿中复活 不用退出游戏 冷却三个小时 众玩家 你那么早说啊 赶紧寻找符文基石 一群玩家一边逃跑 一边按照苏小给的图案 寻找符文基石 另外一边 全身都是雕 一边跑 一边哭 哇哇哇 谁来救救我呀 我快跑不动了 我再也不想杀到草人了 哇哇哇 碰 突然间 他又踢到了一块石头 重重地朝前摔去 一头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全身都是雕 只觉得头昏眼花 我擦 这次没撞死 抬头一看 全身都是雕 突然发现 眼前这块石头有些特殊 等等 这好像是符文基石 一想到这可能是符文基石 全身都是雕 顿时觉得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痛了 头也不昏了 他兴奋地从地上爬起来 顾不得抹去额头上的鲜血 将眼前的石头灰尘擦干净 上面 一个模糊却复杂的图案 呈现在眼前 和苏小任务 发布的符文基石图案 一模一样啊 我擦 我发现了符文基石 我特么 发现了符文基石 我走运了 我走运了呀 我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 全身都是雕 兴奋地大叫起来 眼见后面的亡灵稻草人追来 他拔腿就跑 速度竟然比之前快了好多 小神 小神 我发现符文基石了 我完成任务了 见到不远处的苏小 全身都是雕 扬着手冲了过去 苏小此刻也注意到了他 一听这话 顿时兴奋起来 找到了 那真是太好了 我擦 雕哥竟然就找到了 太流鼻了 雕哥行啊 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大佬 旁边的其他玩家 纷纷流露出震惊的表情 你们几个 全身都是雕 身后的稻草人引开 我和他去建立主神殿 苏小看着旁边几个玩家 开口吩咐了一句 几个玩家顿时脸色一黑 笑不出来了 不过 他们也知道 现在建立主神殿是大事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 稻草人 你爷爷我在这里 你来杀我啊 爷爷 让你一根手指 你也杀不了我 不得不说 这些玩家真正战斗力不怎么样 但是嘴上的战斗力 是极其强悍的 这稻草人竟然是直接被激怒了 朝着他们冲了过去 那速度比刚才又要快了许多 你赶紧带我去 苏小来到 全身都是雕 在旁边冲他吩咐道 能不能歇歇 我好累啊 全身都是雕 感觉浑身都快散架了 下一刻 他就发现自己 被苏小给提了起来 我提着你 你给我指方向就行了 卧槽 小神流鼻 小神好man啊 小神 我爱你 你跟我结婚吧 阿西吧 一个大汉在空中 张牙舞爪地嘶吼着 在全身都是雕的指引下 苏小很快来到了 符文基石所在的地方 真的是符文基石 苏小将全身都是雕 扔在了一旁 一缕神力从他的手掌之中 散发而出 将符文基石的四周杂物吹开 一块圆盘 上面刻画着诡异的符文 散发着古老沧桑的气息 有点像是动漫之中的封印阵 这就是符文基石吗 里面会不会封印一个恐怖的恶魔 邪王真眼 启动 封王封阵伦 爆裂吧 现实 绽放吧 神经剑 放逐这个世界 以小鹰之名为你 解除封印 一旁 全身都是雕 大呼小叫 苏小 尼玛 这就是传说中的 二次元中二病患者 极其严重的那种 他完全不理会 这个中二病家伙 而是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一缕带着淡金色的血液 从他的手指上滴落 滴在了符文基石上 符文基石 算是主神殿的能量核心 可以通过滴血的方式 和主神心神相连 启动之后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 汲取天地能量 为主神殿提供力量和防护 所以 符文基石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受到 外来敌人入侵的时候 能够守护主神殿的安全 苏小眼前这块符文基石 只是最低级的那种 能够给神殿提供的能量和防护 也不怎么样的 但苏小没有办法 只能将就着用 毕竟符文基石可是超级贵的 等后面 找到了更好的符文基石 再将之替换吧 一股微弱的光芒 从符文基石上散发出来 和苏小的心神联系到了一起 SSR主神殿 概述 来自远古时期的神秘古殿 拥有神秘的力量环绕 等级 一星 基础 可容纳200个SSR品质信徒灵魂绑定 特性 一再其中修炼功法 战技 速度增加一倍 二耗费足够的信仰原力 可对其进行迁移 苏小震惊了 竟然是SSR级别的主神殿 主神殿的品质越高 那么以后等级提升 属性提升也就越多 貌似 神不成没有谁的主神殿 达到了SSR级别吧 就连S级别的都没听过 关键是 还能够增加修炼速度 甚至迁移 苏小到现在为止 就没听过 有谁的主神殿 能够进行迁移 能够迁移的好处是什么 那就是 万一遇到了极其恐怖的存在 进攻自己 那么就可以带着主神殿逃离 而不用被人一直围攻 暴力缅压 以无神之名 建立主神殿 苏小嘴中念念有词 瞬间 一阵狂风骤起 一座巨大而威严的神殿 以苏小为中心 拔地而起 宛如雨后春笋一般 这主神殿 神光夜夜 高大无比 光是大门 都有近十米高 看着令人震撼 丁 主神殿建立成功 任务 探索周边区域 将神潮范围 扩大至五十平方公里 奖励 未知 系统这个时候 又给苏小发布了一个任务 不过苏小暂时没有心思去管 他现在得先应付神检 提示 各大玩家注意 主神殿现在将对你们灵魂进行绑定 绑定灵魂之后 你们游戏中死亡 就可以在主神殿复活 主神殿是大家的根据地 切记要保护好主神殿 主神殿一旦被摧毁 那么你们的实力 将会永远消失 苏小通过系统 给每个信徒玩家 发布了一个消息 并对玩家信徒做了个提醒 玄机 他操控着主神殿 和这些玩家 进行灵魂绑定 卧槽 能复活了 我能复活了 我终于不用再等三个小时了 我可以单挑稻草人了吗 求虐 信徒玩家们 这会儿都兴奋起来 哈哈 这一切都是 我雕哥的功劳 我好有成就感啊 全身都是雕兴奋的手舞足蹈 又蹦又跳 可他没注意到脚下危险 直接一脚踩空 脑门重重撞在一块石头上 再次隔屁 主神殿 全身都是雕 复活过来 看了一眼自己身上 屁是没有 貌似就是有点身体虚弱 很想休息一会儿 实际上 这是复活后 灵魂虚弱的后遗症 虽然玩家可以无限次复活 但是复活次数多了 灵魂损耗就会变得很大 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才能够恢复原有的实力 刷刷刷 这时候 树道光芒闪烁 其余死去的玩家 也在这颗复活过来 秀啊 我低声 真的能够复活了 这次 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众玩家稍微休息了一下 又冲了出去 一片废墟上 某亡灵稻草人 看见冲过来的一个玩家 眼神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缕疑惑 似乎在说 这家伙不是刚刚被我杀死了 怎么又活了 碰 这时候 背后一个叫做 一刀999的玩家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块板砖 趁这个稻草人没有注意 直接朝着他脑门上砸去 巨大的力量压迫下 这个亡灵稻草人 直接被砸翻在了地上 脑袋都扁了 奥利给 我终于单杀火焰稻草人了 哈哈哈哈 我才是最强王者 一刀999兴奋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杀死了稻草人 也没有经验 可知 只见地上的亡灵稻草人 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脑袋上 随便地扭动几下过后 蹭一下就爬了起来 闪电般来到了 一刀999的面前 直接将它融化 你特么不讲武德 苏小此刻 也正在和一只亡灵稻草人缠斗着 没有神迹 光靠肉搏 对付这些家伙 真的太难了 不过 现在凝聚神阁 建立了神潮 他就可以在学院的藏书阁之中 挑属于自己的神迹 学院前期每隔一定时间 会有传送阵阶学员回去 等解决了这些稻草人 苏小就赶紧回一趟天书学院 把这事办了 否则 即便有不死神木之躯 也别想对付那个野生神徒 不知道玩家们如何了 他抽空看向了这些信徒玩家 发现他们被虐了之后 不少人都变聪明了 开始学会了 寻找工具和办法 对付这些亡灵稻草人 有的家伙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谁往稻草人身上浇 但是发现却无法浇灭 有的家伙 则是选择用泥土去灭火 可惜也无济于事 也有两三个聚在一起商量对策的 还有的家伙干脆放弃了 站在一旁看风景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想退油了 退你妹的油 第一关都通不过 你还好意思退油 这尼玛策划有毛病 开局就弄着地狱级的稻草人 是想实力劝退我们啊 这时候 苏小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小神 小神 这些稻草人太难杀了吧 怎么弄啊 你得给个办法吧 弱点什么的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这种玩家纷纷看着苏小求助 苏小脸色有些尴尬 他要是知道弱点就好了 但是作为主神 作为他们的NPC 自然不能表现得太弱 嗨嗨 注意看 每次那些稻草人 在进行追击 或者火焰攻击之后 他们身上的火焰就会变弱 只要他们身上的火焰消失 那么他们也就会消亡 苏小认真的说道 如今貌似就只有用这个办法了 但不知道得多久拖多久 因为折腾了这么大半天 也没见那些稻草人身上火焰若多少 这种玩家一愣 人海战术 意思是 只要我们死得够多 那么好 也能把他们给耗死 一个ID 语文老师的妹子玩家 突然开口道 神色平静地望着众人 卧槽 自爆是杀怪 切 这能算什么办法 我特么还没见过 这么悲催的杀怪之法 能换一个吗 许多玩家觉得这太捞了 苏小摇了摇头 或许还有其他弱点 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 这种玩家闻言 顿时泄气 兄弟们 不要怕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生命不止 战斗不息 随我一起送死去吧 无奈 德马西亚 无奈 德马西亚 举着双手大吼 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突然间 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 从远处冲了过来 众人一看 原来是 全身都是雕 卧槽 雕哥回来了 目前 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就是 全身都是雕 因为他战绩斐然 第一个进入游戏的人 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 死的次数最多的人 水 兄弟们有没有水 快丢我点 全身都是雕 急切地询问道 我这儿有 大卫王 从旁边递过了一个 有个缺口的瓢 里面装着半瓢水 不过这水的颜色 是淡黄色的 看着有些奇怪 全身都是雕 接过瓢看了一眼 端起了 就咕隆咕隆地喝了下去 大卫王整个人都看傻了 雕哥 你 马德 跑了这么久 居然感觉到了口渴 咦 这是什么水 怎么味道好像有点不对劲 有股骚味 全身都是雕 这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顿时疑惑地看向大卫王 雕哥 没事 那是全世界最纯净污染 没有任何细菌的水 说人话 就是我的尿 噗 全身都是雕 直接一口尿喷了出来 卧槽 你马德坑我 全身都是雕 愤怒地盯着大卫王 大卫王满脸都委屈 雕哥 你要水 又没说什么水 我以为你是拿来去 浇灭那些稻草人呢 毕竟尿也是水 要省着用不是 哈哈哈哈 旁边的人都笑抽了 连苏小也觉得 这群沙雕 太特么好玩了 全身都是雕 则是一个人冲到旁边 不远处去呕吐去了 各位 就这样吧 我们暂时 只能先用消耗的办法 将它们能量消耗完毕 如果中途再发现 什么更好的办法 大家一起分享 总之守护主神殿 重现北境神王族的荣光 是你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苏小打气道 小神说的对 我们要守护主神殿 重现北境神王族的荣光 冲啊 德马西亚 众玩家纷纷起身 玩家全身都是雕 斩杀 亡灵稻草人一只 按照宿主设定的抽成比例 玩家获得十 宿主获得九十 突然间 苏小脑海之中 响起了提示声 玄机 系统制造的虚拟游戏系统公屏上 也出现了另外的提示 叮 恭喜玩家全身都是雕 斩杀亡灵稻草人一只 我雕 雕哥手杀了 卧槽 雕哥怎么做到的 雕哥不愧是雕哥 留便 一群玩家都非常震惊 同时也非常好奇 雕哥是如何完成手杀的 众人准备去寻找 全身都是雕 这时候 雕哥已经风风火火地 从远处跑了回来 同时举着手中那个 有个巨大缺口的破瓢 冲大家伙挥舞着 兄弟们 我手杀了 我他妈手杀了 我还升级了 我终于升级了呀 雕哥兴奋地 眼泪都快掉了下来 众人抬头望去 就发现雕哥的头顶 果然等级由LV1变成了LV2 这是苏小通过系统给设定的虚拟等级制度和升级体系 玩家也可以利用信仰值提升实力 神奇世界 最初的时候 神和其他圣灵的力量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神可以凝聚神格 凝聚了神格 就可以招揽信徒 通过信仰之力快速提升实力 而其他圣灵就只能依靠自身净化 或者其他功法之类的吸纳天地灵气提升实力 简而言之 就力量等级方面而言 玩家的一级等于一星神徒等于一星信徒 但是神比其他圣灵更高级 按照玩家的等级制度 苏小现在的神阶是五星神徒 也就相当于五级 当然 玩家是看不见苏小等级的 这个世界的其他圣灵也看不见玩家的等级 只有玩家才能相互看见彼此之间的等级 羡慕雕哥 卧槽 雕哥流避啊 第一个升级的人 张大仙都不是你的对手 对 大仙比你还垃圾 此刻 正在游戏外面等候三个小时的张大仙 忽然打了个喷嚏 废话 谁让我是雕哥呢 别提多风光了 雕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有玩家好奇问道 全身都是雕 故作神秘兮兮的望着大家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我特么吐了口兔沫 就将他身上的火给灭了 兔沫 众玩家更加疑惑 这兔沫也能灭杀稻草人 真的假的 苏小也是半信半疑地盯着他 但发现这家伙 好像不是在说谎 没错 就是兔沫 我当时正站在悬崖边上吐 没想到 下面竟然有一只火焰稻草人路过 正好被我吐在了头顶 你们猜怎么着 他身上的火焰 竟然迅速地熄灭了 最后变成了一堆杂草 然后我就感觉我浑身力量暴涨 等级升到了二级 众玩家只感觉要吐血 早知道兔沫可以灭杀稻草人 那他们就不用被虐得那么惨了 哦耶 我特么要杀怪去了 我要去做第二个击杀稻草人的玩家 一刀999大吼了一声 闪电般地冲了出去 生怕别人和他抢 卧槽 我也去 众玩家争先恐后地跑了出去 后悔自己反应慢了 此时 一刀999冲到了一个亡灵稻草人的面前 一脸迷之微笑地盯着他 来啊 爷爷在这里 你来杀我啊 区区稻草人也敢在爷面前嚣张 爷一口唾沫就能够灭了你 你信不信 刷 这亡灵稻草人被挑衅 迅速地冲了过来 一刀999找准了时机 一口唾沫射了出去 射在了稻草人的身上 但是 想象中全身都是雕 描述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这只亡灵稻草人 直接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将他融合 一刀999复活后站在主神殿中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吐沫灭沙大法 怎么失灵了 雕哥 雕哥 你特么坑我 一刀999 有种想要砍人的冲动 直接朝着外面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不少玩家也都从主神殿中走出来 愤怒地要找 全身都是雕 报仇 全身都是雕 被众人围攻 知道这个消息 差点哭了 我特么没骗你们啊 小神 你要给我们做主 这玩意心术不正 封他号 众玩家愤愤不平地 向苏小告状 不对 不对 肯定不是吐沫 肯定是有其他的东西 之前那个妹子玩家 宇文老师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开始理智地分析道 这么一说 众玩家也觉得很有道理 苏小忽然看向 全身都是雕 手中的那个瓢 难不成 是尿 尿 对了 雕哥喝了尿 有可能就是尿 雕哥 你再喝口尿去试试 全身都是雕 你特么怎么不去喝口尿试试 兄弟们 我有个办法 将稻草人引到一个地方 然后趁他不注意 尿他一声就知道结果了 宇文老师建议道 老师 你来吧 众玩家看向宇文老师 宇文老师 我特么是个女的呀 还是你们来吧 我射程不够 宇文老师弱弱地道 刀哥 你来 你全身都是雕 四面八方一起射击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覆盖 就这样 全身都是雕 被众人推到了刀尖上 很快 众人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全身都是雕 站在上面准备 刀哥 你准备好没有 尿量够不够 不够的话 兄弟这还有 给你喝点 待会儿你多尿点 有玩家开玩笑的 少特么逼逼了 赶紧去引稻草人吧 我准备好了 喂喂 待会儿你们别偷看啊 我怕吓到你们 女的可以 男的就算了吧 全身都是雕 迎风二立 双手随时放在裤装上 很快 就有人引来了一个稻草人 只见他疯狂地在前面跑 后面稻草人紧追不舍 刀哥 你追点 别吊在我身上了 这玩家一边跑一边对 全身都是雕 大吼刀 全身都是雕 全身贯注地 盯着移动而来的稻草人 心里计算着风的阻力 以及重力加速度这些因素 某个时刻 一股骚尾从天而降 恰好落在了这个稻草人的身上 在众人目不转睛的下 这稻草人身上的火焰 迅速地熄灭 变成了一堆杂草 叮 恭喜玩家 全身都是雕 击杀稻草人一只 我擦 真的是尿哎 离谱 竟然用尿灭杀的 这策划什么狗脑子 竟然想出这种奇葩办法 绝对是个杀雕 刺激啊 这特么才是一只游戏 光靠操作还不行 必须得靠脑子 苏小有些猛逼地望着这一幕 半赏才回过神来 这也能行 离谱 简直太离谱了 阅读了许多书籍 知道神节的恐怖 以及各种应对方式 可是从未见过 这种奇葩的办法 也不知道是真的尿管用 还是因为这些家伙 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冥冥之中存在一些克制 总之 能够灭杀稻草人 就是好事 只是 这个方法有点不是那么好操作 首先 你得要有一泡尿存在 第二你得射得远 第三 你还得射得准 这对于男性玩家而言 问题不大 对于女性玩家而言 就有点不那么友好了 苏小当然是不可能 用这么low逼的方式去杀怪的 他打算利用自己的能力 去帮这些家伙 将稻草人吸引过来 哎呀 真特么爽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我二弟也能上战场 哈哈 迎风尿三丈 使我不得开心言 喂喂 你们不要 那么自私好不好 谁给我一点尿 让我也去杀个稻草人啊 有女性玩家求助道 好嘞 你过来接着吧 哈哈 这些玩家玩得还挺开心 一群人站成一排 等着下面路过的亡灵稻草人 叮 玩家一刀999 击杀了一只稻草人 叮 玩家无奈 德马西亚 击杀了一只稻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声声的提示音 响彻在众人的耳机 苏小的信仰值 哗啦啦的增长 神节稻草人提供的信仰 只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如果将15个稻草人 全部击杀 那苏小的神格 应该又能进阶了 这简直太爽了 我去 这家伙竟然引了三个稻草人 这时候 众玩家发现 ID无望星空的家伙 站在废墟之巅 远处两个同伴 直接引来了三个稻草人 这家伙疯了 一次性怎么射三个 作死啊 不作死就不会死 杀雕 可下一幕 直接让他们惊呆 哈哈 你们这叫out了吧 老子这可是花洒 扑 众人 这逼前列线 绝对有问题啊 路多了吧 15个亡灵稻草人 在一众玩家的努力下 尽数击杀 收获了信仰原力值 加起来一共是1500 其中他取90% 剩余的10%玩家 自己留着升级 叮 恭喜宿主神格 有五星神徒 晋升六星神徒 苏小抓住了时间缝隙 成功练化信仰原力 将自己神格境界再次提升 接下来 就是回一趟天书学院 领取神迹 诸位玩家 本次绞杀稻草人任务 大家都有一定的功劳 所以 本主神决定 对大家进行奖励 每个玩家实信仰臂 并且传授大家一门功法 苏小对众人宣布道 一信仰臂 等于一信仰原力 99个人 总共就是990信仰原力 扣除掉这些 苏小还剩下好几百呢 也够他再次将神接 提升一个层次了 信徒实力等级的提升 对主神的发展很重要 在这点上 苏小不能吝啬 否则影响他的长远发展 提示 系统商城开启 玩家可用信仰臂兑换 相应物品 目前可兑换物品 经验球 兑换价格实信仰臂 经验球 概述 拥有大量经验值 玩家可以用来升级 苏小又利用系统 弄出了一个经验球 让大家去兑换 主神 是可以利用信仰原力 帮助自己信徒 提升实力的 玩家兑换了经验球后 苏小就会根据 他们的兑换的经验值 帮助他们提升实力 妈爷 我终于也可以升级了 不枉我尿了这么多 卧槽 我他妈成了二级的大佬了 和雕哥一样的存在 一众玩家 纷纷将自己的信仰臂 兑换成了经验球 提升了自己的等级 神潮主线任务 探索周边区域 将神潮范围扩大至 50平方公里 奖励 每人实信仰臂 苏小又把系统任务 转发给了玩家们 卧槽 来新任务了 不是 小神说好的功法呢 搞快点 不然 怎么完成任务 不少玩家迫不及待 我先传给大家 不死神魔之躯 功法 功法是你们升级的根本 不过目前 你们能学习到的只是 初始阶段 后续阶段的需要大家 用信仰臂来兑换 所以你们信仰臂 赚得越多 实力将会越强 懂吧 苏小解释道 随后 他就通过系统将 不死神魔之躯的 第一层功法 送入了这些人的脑海之中 哇哇哇 这功法一听名字 就高大上 我感觉 我要无敌了 刘碧啊 不死 我以后 是不是要成神 或者成魔啊 一念神 一念魔 众玩家一个个 都兴奋不已 有的当场就按照苏小 教给的办法修炼起来 苏小感觉很是欣慰 小神 没有技能和装备 别的游戏 上限就是999大礼包 手冲六块送神剑 还有厉害技能呢 有玩家此刻 发出了疑问 苏小笑了笑 做一下说明 本游戏 前期怪物不爆装备 需要自己获取材料打造 运气好的也有可能 在某些遗迹之中获得 至于技能 我会很快 交给你们的 你们先好好修炼一番 等我把技能 交给你们之后 你们再去完成探索任务 否则你们会死得很惨 很惨 苏小提醒了一句 学院的街影红桥 应该快来了 这一趟 回去不仅仅是获取神迹 更是要告知众人 他苏小 成功凝聚了神阁 拥有了三个月之后的 考核资格 此时 一道人影匆忙 从远处冲了过来 小神 不好了不好了 发生了大事 天要他了 我发现了一个 了不得的东西 好可怕呀 你赶紧去看看吧 此人 正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偷溜出去的 全身都是雕 苏小骤然眉头一缩 立即起身 难不成 是那个野生神徒 发现了自己 开始入侵了 玩家们 也都一脸猛逼和疑惑 带着一丝 惊恐跟在了后面 在 全身都是雕 的带领之下 众人来到了 主神殿的另外一个方向 一道七彩的光芒 从远处虚空横根而来 落在了他不远处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看见没有 好大一只彩虹怪 我们遭遇了 史上最强boss 雕歌一脸惊恐地 对大家说道 卧槽 果然好大的彩虹怪 我们怎么打得赢 功法还没学会呢 技能和装备也没有 就被boss入侵了 稻草人都打不赢 这彩虹怪怎么打得赢 小神 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不然我真的要退游了 玩家们慌了 苏小满头黑线 做了一下说明 对于每一个出来历练的弟子 天书学院都会有所照应 每隔一定的时间 学院就会开启七彩虹桥 接他们回去 对建立神朝的一些事宜 进行讲解 主要是关于如何招揽信徒 如何培养信徒等等方面 七彩虹桥 什么鬼 玩家们一个个神色 尴尬无比 就是一种传颂法阵 现在 我要回学院 去帮你们获取神迹 你们好好修炼 等我回来传授 你们既能 苏小说完 走上了七彩虹桥 随着苏小走上 七彩虹桥 七彩虹桥也消失不见 玩家们看呆了 卧槽 这游戏流逼 一个传颂法阵 竟然搞得如此华丽 酷 太枯炫了 爱了爱了 兄弟们 修炼吧 等小神回来 我们就有技能了 到时候 便可以开始探索任务了 不少玩家很听话 修炼个锤子 打怪不香吗 老子可是身具 不死神魔之蛆地的男人 对付蛆蛆小怪 也需要技能 全身都是雕挥了挥拳头 一脸自信 雕哥说得对 打怪升级才是王道 修炼是个什么地儿 走 打怪去 到时候让小神大吃一惊 在少数玩家的带头下 一群人做死地 朝着神朝外面跑去 等苏小回来的时候 真就给了他一个 超级巨大的惊喜 当当当 巨大的广场上 云彩阴云 终生回荡 悠悠长鸣 这里就是天书学院的 接影广场 广场由巨大的青石板铺成 中心处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 雕像四周神光缭绕 看着神圣无比 这是创建 天书学院的第一代神 传说 这位老祖 也是天才变废柴 后来通过了自己的不懈努力 在一处一迹 找到了自己的机缘 从此一飞冲天 成为了神木城的一大传说 四周山巒起伏 直冲云霄 神光隐隐 无数街影彩虹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停在了广场的边缘 一个个的人影 从街影红桥上走下 有的红光满脸 有的却是垂头丧气 不多时 广场上 就汇聚了上百个人 苏小正是其中之一 默默无闻地站在人群中央 等候着学院长老前来 怎么样 你的东南海域还不错 招揽了什么级别的信徒 哈哈 莫呢 东南海域区域 可是愚人族 哪里那么好招揽 不过应该快了 这次回来 就是求教一些问题的 你呢 我 我就别提了 无忧灵那地方 信徒品种太少了 而且等级都不高 能有什么好货 就招了一些半兽人 半兽人你还要怎么 那可是 三品级别的信徒 羡慕啊 苏小四周 均是个学院学子的交流生 有的是在炫耀 有的是在抱怨 凝聚神格 建立神朝之后 就可以拥有信徒 拥有信徒 有两种方式 可以依靠神格点化一种 低级品质物种 进化成另外一类 高品质信徒物种 但这种比较困难 一般只有三色以上的神格 才有这个能力 第二种 就是凭借自身本领 招揽现实物种 为自己信徒 若是运气好的话 也能招揽到 品质不错的物种 快看 明哥来了 明哥可是觉醒了三色神格 这次挑选的地方 也是最好的八方诸国 哪里生灵众多 不知道明哥招揽的是 什么级别的信徒 议论声中 忽然有人惊呼道 苏小转头望去 就看见一个青年 在人群的簇拥之下 缓缓走来 此人名叫赵明 是这一届学子中 唯一一个凝聚了 三色神格的家伙 关键是 这个赵明和苏小 还有点小恩怨 苏小八岁点燃神火 震惊学院 对苏小就很看重 所谓女神 都是追求者众多 自然也是赵明的追逐对象 可言莫林 对赵明一点也不搭理 这让赵明对苏小 产生了浓浓的极度之心 什么级别 你不知道明哥有多猛 他直接点化了爬行族 让其进化为交人族 成为其信徒 什么 交人族 这可是四品级别的信徒 明哥也太厉害了 哇塞 四品级别的交人族 我羡慕得快要哭了 三个月后的考核 明哥肯定是我们这届第一名 四周的吹捧 让赵明觉得非常的舒服 呼 这时候 一阵微风吹过 天际一阵神光浮现 树道身影乘坐非洲 从空中漂浮而过 最前面的一人 笼罩在神光之中 依稀可见 其倾国倾城的容貌 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柳叶眉 樱桃唇 宛如漫画之中的女神 其身材高挑 前凸后翘 一袭白衣 显得圣洁而高贵 莫林师姐 女神 我的女神路过了 哇 莫林师姐好美啊 此女正是颜莫林 路过上空之时 颜莫林目光垂下 落在了苏小身上 清冷的眸子中 多了一缕色彩 神色微动 但最终还是 并未在此停留 莫林师姐 你赵明才是学院 最强的男人 赵明双拳紧握 忽然 他看见了不远处的苏小 嘴角微微翘起一抹弧度 赵明走到苏小旁边 副手里 用玩味的眼神 盯着苏小看了一会儿 随后昂着头颅 看向远处 你有没有觉得 命运真的很奇妙 若是十年前 莫林师姐肯定下来 询问你一番 现在直接过去了 你难受吗 就像十年前 你是我仰望的存在 现在 你却只能仰望我 你叫我一声明歌 我或许可以帮帮你 否则 我真不知道你三个月后 被逐出学院该怎么办 毕竟人是最垃圾的信徒 基本上没有主神会要的 混都混不好 没错 在这个世界 最垃圾的信徒 当属人类 因为比起焦人族 与人族这些自带天赋能力 和进化能力的生灵而言 真的不占什么优势 帮我 我需要你帮忙 我十年前能够碾压你 十年后 依然能够碾压你 苏小笑了笑 回应道 碾压 就凭你 忽然间 众人就看见苏小的背后 一道神光亮了起来 苏小 凝聚了神格 天哪 苏小竟然凝聚神格了 这 四周之人看来 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刷 这时 苏小背后光环 出现了第二种颜色 随即是第三种 第三种 足足到达了第四种 才停止了下来 漠然间 全场一片死寂 鸦雀无声 四 四色神格 天哪 这一刻 不少学子都是惊讶的合不拢嘴 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 四色神格什么概念 严莫灵就是四色神格 也是天书学院 目前唯一一个四色神格的存在 拥有四色神格的严莫灵 多次在神木城为天书学院 取得了第一名 现在在神木城天交榜 已然占有一席之地 整个神木城最高也是五色神格 乃是神木城的城主 震慑一方的存在 拥有四色神格的人在神木城 不过双手之术 数都数得过来 苏小竟然凝聚了四色神格 天哪 简直太恐怖了 曾经没落的天才 如今终于觉醒了吗 恐怖如斯 片刻后 哗然之声大起 整个广场被震惊声 崇拜声所掩盖 赵明整个人直接傻眼了 灯灯退后几步 脸色苍白 如遭雷击 宁 你为何能够凝聚四色神格 你是怎么做到的 赵明嘴角难难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你一辈子也是追不上我的 苏小但笑 他要是将九色神格展现出来 不仅仅是天书学院 神木城 甚至东神域都要震动 但苏小不会这么做 这个世界 大神吞并小神的事情太多了 九色神格 若是暴露出来 连天书学院都救不了他 甚至神木城 也会将他拱手送出 以求自保 刷 忽然间 急到神光从远处飞来 落在了广场之上 谁 是谁凝聚了四色神格 领头的一个白胡子老者四处张望 最终目光落在了苏小的身上 苏小 你竟然凝聚了四色神格 愣了片刻后 白胡子老者苍老的脸上 笑容绽放 无比灿烂 好好好 就知道 你绝对是人中龙凤 否则绝不可能八岁就点燃神火 看来我天书学院要崛起了 白胡子老者 是学院的副院长萧然 位高权重 副院长 老师 你们好 苏小见到几个老头走了过来 顿时恭敬地招呼着 快让说说 你是如何凝聚神格的 对了 你的信徒是什么 点话之后 应该品质不错吧 副院长萧然急迫地询问道 苏小笑着摇了摇头 副院长 你误会了 我的信徒是一种特殊的人类 至于品阶 我说是超越了九品的SSR品质 你信吗 超越九品的SSR品质 萧然愣了一下 其余学子也跟着愣了一下 超越九品的SSR品质的人类 你听过吗 我特么从未听过 不是人类都是最垃圾的一品品质吗 苏小这是在逗我们玩吧 萧然错愕了半天 伸手摸了摸苏小的脑袋 没发烧啊 苏小同学 你就别开玩笑了 据相关记载 人类的品质最高 也就能达到三品品质 是绝不可能拥有 SSR品质信徒的存在的 你是不是弄错了 萧然觉得 苏小可能是认错了物种 或许这种物种 只是和人长得有点相似而已 真不骗你们 苏小抬手一挥 一道光幕出现在众人眼前 里面正是一群玩家活动的画面 这 真是人类 我去 四色神格的信徒 竟然只是人类 哇 这件鬼了吧 众人再次震惊 萧然眉头紧锁 脸色有些难看 怎么会这样 我记得古籍上记载 万年前 也有一位天之骄子和苏小的情况差不多 而且 当时他凝聚的是六色神格 比苏小还要高一个等级 可是信徒也是人族 这时候 萧然旁边的一位老师开口道 你是说 天南狱那位陨落的传奇 说起天南狱这位陨落的天骄 在万年前 可是赫赫有名的 早早就点燃了神火 并且凝聚了六色神格 可惜信徒是人族 最后虽然也有点成就 可最终被埋没在了时间的洪流之中 终究成了反面教材 唉 可惜了 真是太可惜了 为什么会是人族啊 萧然面露惋惜之色 至于苏小所说的SSR品质 他们完全忽略了 照明发白的脸色 此刻又变得红润起来 真是山虫水负移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了 苏小的四色神格 可能还不如某些的一色神格呢 人族 这种垃圾信徒拿来干嘛 苏小 你不要绝望 说不定你可以进行二次点化 让人族 蜕变成为其他高级种族 萧然找了个借口安慰道 二次点化这种事情 几乎不可预见 不过 你既然凝聚四色神格 那按照规矩 可以享受相应的资源 我们将会安排专门的老师 对你进行辅导 并对你开放藏书格的第四层 你可以挑选一门功法 和五门神技 死 萧然话音落下 在场众人都忍不住倒吸凉气 第四层啊 那里面的功法神技 可是很稀少的高品质东西 是他们向往的所在 太羡慕了 谢谢副院长 苏小点了点头 也没多说什么 谁说人族就不能碾压其他种族了 那是这些家伙 忽略了他们的特长所在 天书学院藏书格 苏小被辅导过后 抓紧时间到了这里 利用自己的特权 直接进入了第四层 大日如来全 死 挑什么好呢 苏小看了半天 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该选什么 建议宿主前往最后一排架子 挑选上面的神迹 突然间 系统发出了声音 苏醒一惊 旋即跑到了系统所说的架子 寒冰真气 火焰术 拔刀斩 你甲竹 疾风布 系统 你没有搞错吧 都是些基础神技啊 苏小有点猛 不对 这些基础神技 怎么会放在四楼 这应该是放在一楼啊 我明白了 普通的神技 怎么可能放在四楼 这些神技 肯定存在特殊之处 功法苏小就不需要了 他现在只需要神技就行 而且 不要功法的话 他可以多兑换几门神技 简直美滋滋 苏小挑选了几门神技 做好了登记之后 便离开了藏书格 老师 能说说苏小在四楼 挑选了什么强大的神技吗 有好奇的学子 向登记的老师询问道 登记的老师 望着苏小离去的背影 满脸的疑惑 嘴角喃喃 基础神技 寒冰真气 火球树这些 啊 这些垃圾神技 苏小这是疯了吗 简直浪费机会啊 只是他们哪里知道苏小 哦不 第四天灾的恐怖之处 茂密的古老森林中 方圆树百里的范围 古树盘根 遮天蔽日 连绵不绝 巍峨险峻 妈哎 怎么走了这么大半天 连根毛都看不见 哎 老子饿得前胸贴后背 口水都吞了一惊 小神那个逼 也不知道去哪了 连吃的都不给我们 全身都是雕 走着走着 一屁股坐在了一块石头上 直接不走了 歇会儿吧 马德 这狗策划 什么玩意 游戏逼真也就罢了 你肯定弄个饥饿系统出来干嘛 其余玩家 也都是一脸无语 嘴里纷纷吐槽 本以为进入森林之中 会遇到一些小鸡 小兔子之类的 抓回去烤着吃 也美滋美味 可没想到 连织虫都没遇到 这些树也不知是什么树 连个果子都没有 卫哥 你在动啥呢 这时候 众玩家发现 大卫王正独自一人 蹲在地上研究着什么 我在寻找吃的 大卫王起身 一脸严肃地望着众人 兄弟们不要急 我虽然是学厨师的 可是我的爱好是旅游 所以对地理有些了解 据我的经验 一般有脚印的地方 就会有生物存在 有生物存在的地方 肯定会有果子之类的东西 你们看 这里有一个浅浅的小脚印 所以沿着这个方向走过去 应该能够找到食物 大卫王一本正经地分析着 众玩家一听 顿时拍手叫好 我擦 卫哥留弊啊 卫哥 你竟然懂这么多 你真的只是个厨师吗 不会地理的厨师 不是一个好学生 众玩家跑到了 大卫王所在的地方 看见果然有一个浅浅的脚印 这脚印的形状 有点像一个红猩猩 这是什么动物脚印 我好像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卫哥 你懂得多 这是什么动物 玩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大卫王 嘿嘿一笑 昂手挺凶 罢了 就让我给你们普及一下知识吧 没有什么动物的 脚印是红猩猩的 这脚印是受到了外力的改变 才变成这个样子 根据其大小判断 我可以九成肯定是一只兔子 兔子 卧槽 我喜欢啊 我最喜欢吃烤兔兔了 卫哥 赶紧带我们去抓兔子吧 一群玩家极不可耐 这时候 全身都是雕 伸手去扒开了脚印旁边的叶子 一个更大的脚印 显露在众人面前 卫哥 你特么脚印都没看完啊 这是个梯形好吗 你分析个毛线呢 全身都是雕 说道 大卫王 众玩家 这脚印好大 好像有我脸这么大了 什么生物脚印 能有这么大 感觉有点可怕 要不我们走吧 有些玩家开始心虚起来 大卫王大手一挥 阻止道 兄弟们 不要慌 让我来 随即 大卫王俯身趴在地上 将自己胖乎乎的脸 放在了那个脚印里 刚好合适 随即 他又伸出舌头舔了舔泥土 兄弟们 尝出来了 这是牛屎的味道 说明这是一头牛的脚印 我们有牛肉吃了 大卫王一脸严肃地说道 旁边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卫哥 你有点虎 牛屎味你也尝得出来 卫哥 带路 我们去杀牛 马德 刚刚学了不死神魔之躯 正愁没地方施展 在大卫王德带领下 一群玩家追随着巨大的牛脚印而去 半个小时后 卫哥 牛呢 再找不到牛 我们都饿死了 跑了差不多十里 愣是没见到一头牛 忽然间 你爱惜我奶妈指着地上 卫哥 你看 这是什么玩意 枯叶掩盖的地上 一个圆乎乎的东西 出现在众玩家眼前 大卫王伸手将这个拳头大小的东西 捡起来左看右看 又放到了鼻子边上闻了闻 圆圆的东西 很软 上面有一条细小的缝 轻轻一按就凹进去了 有一股草木清香味 看样子应该是一种果子 大卫王说完 伸出舌头舔了甜果子的表面 嗯 还有种奇奇怪怪的味道 有点像巧克力 接着 大卫王又一口咬了下去 黄色的汁水从果子里面冒了出来 大卫王只觉得舌尖的味蕾都舒坦了许多 甜美多汁 肥而柔软 真是舒服 好甜啊 好多水啊 大卫王吃得津津有味 众玩家健壮 顿时极了 我照 卫哥 你不讲武德 这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卫哥 给我也来点 饿得不行了 别他妈抢了 那里还有 这时候 扛着火锅闯一戒 指着前方不远处 果然 地上还有几个一样的果子 不对 应该是一堆 一堆果子 堆在一起 看着诱人无比 别抢别抢 一人一个 一群玩家很快人手一个 吃得津津有味 巧克力味的涂层 里面是肥美多汁的果肉和汁水 简直美滋滋 卧槽 好吃啊 这游戏真是人性化 哈哈 快招呼兄弟们到这边来 我们再找找 肯定还有的 一 二 三 十八 十九 哇塞 收获非常丰盛 足足有好几百个呢 茂密的树林之中 一群玩家怀中抱着一堆果子 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卫哥留弊 跟着卫哥混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走了 回去吧 给小神也吃点 小神肯定很喜欢 一群玩家高高兴兴的离去 殊不知 在他们离去不久之后 一个巨大的身影 看着空空如也的地上 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主神殿 苏小赶回来时 刚好遇到了 从树林之中 捡回来果子的众玩家 小神 你看我们捡到了什么 这果子贼好吃 这是给你留的 全身都是雕伸手将一个果子 递给了苏小 苏小结果看了一眼 感觉有点熟悉 他又翻看了一圈 直到看见果子上面的那条缝 果子 你们把这个当成果子吃了 你们特么的知道 你们在吃什么吗 苏小的话 让众玩家感到非常的疑惑 我特么 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们在吃果子 小神 你放心 这果子没有毒 我吃了至少十个 撑的一批 全身都是雕拍胸脯保证到 美食家卫哥亲自鉴定的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众玩家指着 大卫王道 苏小满头黑线 直接将手中的玩意 扔到了地上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可是半人牛 从肚子里拉出来的东西 这它们是半人 牛的种子 后代 半人牛 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生灵 智商不高 但是心眼极小 而且 一身铜皮铁骨 力气又贼大 一般生灵都不愿意招惹 它们的繁殖手段 有点奇葩 是受精之后 将受精卵拉出来孵化 有点哺乳动物 和卵生动物结合的味道 一般 半人牛受精一次 能够产出几千 甚至上万个受精卵 但是能够孵化出来的 就只有不到百分之一 这些家伙 把别人的子孙给吃了 这特么半人牛 不狂暴才管 半人牛来报仇也没什么 关键是 这特么 是从拉屎的地方拉出来的 你们怎么吃得下 这上面那层灰色东西 看见了吗 那是半人牛的屎 苏小解释道 种玩家 全场一片鸭雀无声 巧克力味 肥美多汁 哇哦 我要死了 魏哥 老子弄死你 哎呀呀 我不想活了呀 一瞬间 一群玩家都发疯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跑去 开始干呕 魏哥 我特么信了你的鞋 吃了十个呀 全身都是雕 咳得满脸通红 受精卵 托魏哥的福 我特么这是生平第二次试试 十分钟后 一群玩家都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 一个个神色伪念 生不如死的表情 胃酸都快吐出来了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脚步声传来 众玩家就看见 一头体型和大卡车 差不多的青色巨牛冲了过来 这些巨牛 下半身是牛 上半身则是人 但脑袋却是牛的脑袋 上面还有两个有黑巨大的脚 看着非常的锋利 我去 这什么怪物 牛和人的杂交品种 NTR 牛头人 一众玩家都震惊了 苏小望着这两头牛 知道麻烦来了 半人牛可以根据自己使的味道 找到自己后代所在的地方 大概这群家伙抱回来的东西 就是这头牛的后代 还好 这两头半人牛的境界 只是半阶四星 不然还真有点麻烦 苏小皱眉 妖兽和信徒 以等阶划分十例 半阶 一阶 二阶 每阶又分九星 数字越大越厉害 半阶四星 就相当于苏小神徒四星的境界 不过 苏小现在是六星神徒 收拾半人牛 虽然不在话下 但也得费一番功夫才行 毕竟 这家伙皮真的太硬了 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半人牛 你们抢了他们的后代将其吃了 他们肯定是要报仇的 我现在给你们说说 苏小正打算给众玩家讲解一下 这半人牛的弱点之处 教他们一些击杀技巧 这时候 全身都是雕 已经冲了出去 哎呀 别拦着我 我要去宰了他们 让老子吃屎 身躯大蒜的卵啊 老子可是拥有 不死神魔之躯的男人 碰 全身都是雕 重重的一拳 砸在了一头半人牛的身上 半人牛纹丝不动 低头俯视着他 嗯 感觉有点痒呢 全身都是雕 只感觉自己打在了一面铁墙之上 手骨都差点裂开了 这么硬 全身都是雕 眼睛瞪得圆圆的 啊戏巴 碰 这时候 半人牛的牛角已经降临 直接将 全身都是雕 捅了个对穿 众玩家 卧槽 这攻击力爆表啊 尼玛 我才刚刚从火焰盗草人的痛苦之中走出来 难道又要落在这杂交牛的阴影之中 还能愉快地玩耍吗 玩家抱怨的时候 那头宫的半人牛 已经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眼中喷出了熊熊的怒火 一个玩家想要阻挡 但是直接被顶飞了出去 一命呜呼 小神 救我 我不想死啊 赶紧跑 这家伙太凶猛了 人群混乱的时候 突然间众人发现 这头来势汹汹的半人牛庞大身形停止了下来 定睛一看 一个人站在这头牛的面前 一只手顶住了半人牛的脑袋 让他前进不得 小神 小神流鼻 卧槽 这就是小神吗 好屌的感觉 哄 苏小用力一推 半人牛向后退去 而他自己也是一个空翻向后落下 随后再次向前攻击 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半人牛最强悍的地方 是他们的力量 还有防护能力 而他们的弱点 在他们的两个鼻孔 只要击中他们的鼻孔 就能够对他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苏小一边攻击 一边给众玩家讲解攻击的技巧 刷 被激怒的半人牛 践踏着四脚冲向苏小 用自己的两个牛脚 去拱苏小的肚子 苏小眼急手快 双手抓住了他的两个脚 一个空翻 骑在了半人牛的身上 随后猛的一拳 砸在了半人牛的鼻子上 啊 半人牛吃痛之下 发出了一声惨叫 背后巨大的尾巴 甩向苏小 苏小只能用自己的拳头去阻挡 碰 拳头和尾巴碰撞到一起 巨大的力量碰撞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天哪 这牛怎么这么厉害 嘘 别吹牛 给小神一点面子 小神留别 一旁的玩家 看得津津有味 苏小此刻 借助力量再次腾空而起 稳稳地落在地上 他只是刚刚凝聚神格 格斗技巧什么的 都太不熟练了 所以看着有点艰难 哄 这时 半人牛高高跃起 抬起了双脚 朝着苏小踩来 苏小眼急手快 一个虚晃躲开了这次攻击 猛然向上跃起 再次一拳砸在了半人牛的鼻子上 烈火 他轻哼一声 施展自己刚刚学会的火焰术 凝聚成为一个火球 塞进了半人牛的鼻孔之中 噗哲 炙热的火焰 直接在半人牛鼻孔内焚烧 借着这个机会 苏小又是一拳轰在他鼻子上 半人牛终于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没有了反应 苏小将这头半人牛干翻在地 顿时四周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哇 小神单杀半人牛了 简直吊炸天 哇塞 小神不愧是小神 这战斗力突破了天际 苏小拍了拍手掌 整理了一下衣服 神色淡然地盯着众人 实际上 他赢得也不轻松 主要是格斗技巧和神技 都御用不太熟练 看见没有 单杀半人牛 就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们还需要多多努力地修炼才行 苏小趁机教育了一番 毕竟玩家努力打怪 他获得的信仰原力会更多 小神 你刚才手上那个红色的东西 是什么玩意 就是你塞到那NTR牛头人鼻子里的玩意 这时候 语文老师来到了苏小的身旁 好奇地询问道 苏小看着眼前这个妹子 知道他脑子是最灵活的艺人 我正想和你们说这件事 那玩意叫做火球术 是一门神技 除了火球术之外 还有寒冰真气 你甲术 拔刀斩等 苏小介绍着 众玩家顿时就沸腾起来 我照 我最爱的火球术 所以 这是开启了职业系统吗 我选火球术 我要当魔法师 我特么肯定是拔刀斩啊 战士无敌 一众信徒 七嘴八舌起来 苏小不由感叹 这群家伙真是脑洞大开 这就扯上职业了 不过一想 貌似还挺有道理的 大家若是想学的话 这次我可以免费教给大家 但是之后 若是想要继续学习 就需要花费信仰币才行 苏小先给这群家伙 打了个预防针 小神 别逼逼了 赶紧教我们吧 我的大雕 已经饥渴难难 苏小手掌一挥 顿时几个光团就飞了出来 悬浮在众人眼前 这是他用神力演变出来的技能书 你们用自己的手掌 触摸这些光团 就能够获取里面的信息 根据你们自己的天赋和爱好 选择其中一门学习吧 不要学多了 贪多脚不烂 苏小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丢 意思是不用限制职业 可以随便转职吗 秀啊 我低神 这特么才是游戏 其他游戏算个地儿 好烦 我是选法师呢 还是战士呢 有没有奶妈职业 我只会玩奶妈 一个ID友荣 大对女玩家弱弱地说道 我也喜欢玩奶妈 要不我们一起玩吧 你先天条件挺不错 一众信徒玩家 迫不及待地 上前用手掌触碰这些技能书 你们先自个领悟一个小时后 若是有不太明白的 可以来咨询我 苏小等 大家都挑选得差不多了 便转身离去 为什么要一个小时 因为 这些神技他 自个都没有学完 要是这些脑洞大开的家伙问起来 回答不上来的话 多尴尬 随着苏小离去 重信徒玩家 也开始了各自的领悟 十分钟后 哈哈 我学会了 我无敌了 兄弟们 看我你假术 全身都是雕兴奋地大叫起来 施展自己领悟的尼甲术 尼甲术 顾名思义 是一种防御之术 玩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 将之施展出来 形成了一个盾甲 阻挡来自敌人的伤害 只见 全身都是雕 摆好了pose 脸红脖子粗地憋了半天 手指尖上一抹黑色的光芒亮起 光芒宛如随风摇曳的烛火 随时都可能熄灭 扑 一个屁蹦出来 全身都是雕的有黑光芒 也消失不见 众人 就这 你领悟个蛋 众玩家期待半天 结果还不如一个屁想 失望至极 我看小神是斩火球术 以为很简单 眼睛倒锁会了 手 兄弟们 太难了吧 我们还是去请教小神吧 别的游戏都是一秒升级 这个游戏修炼技能半个小时 连一根毛都摸不到 我怀疑这游戏的狗策划 是专门来虐待玩家的 一群玩家 开始吐槽起来 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兄弟们 这牛头人身上的肉 貌似可以吃哎 我刚尝了一下 真特么美味 原来是 大卫王一个人默默地 蹲在那头扮人牛旁边 倒过了半晌后 得出的结论 那你 这肉可以吃 卫哥 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要再骗我吃屎 卫哥 细说 这肉可以生吃吗 卫哥 秀啊 赶紧给兄弟也来一块 哗哗哗 一群玩家信徒 瞬间跑到了 大卫王的身旁 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 那头扮人牛身上 甚至还有人开始学着 大卫王生吃牛肉片 至于修炼 呵呵 卧槽 兄弟们 这肉真特么美味 要是弄成烤串 就更来劲了 全身都是丢 美滋美味地嚼着 大卫王 递给他的一片生牛肉 卫哥 还等什么 赶紧的呀 之前不少人 连胃酸都吐出来了 现在一听说有吃的 自然啥事 也顾不上 对啊 赶紧弄 你们不修炼神迹了 修炼个盾儿啊 先填饱肚子再说 这就你不懂了吧 民以实为天 肚子都吃不饱 哪里来力气修炼 别说话 待会儿给你留点 众兴图玩家 你一句我一句 心思已经完全 不在修炼之上 兄弟们 别慌 我来解剖他 到时候 鲤脊肉可以用来报炒 剑子肉可以炖 大腿可以烧烤 腰子就更爽了 一说到吃的 大卫王就来劲了 一群玩家 开始帮助大卫王 处理这头半人牛 主神殿 一个小时后 鲤尖传来了一阵香味 打断了苏小的修炼 这特么 怎么这么香 苏小记得自己 应该是在主神殿之中 主神殿拥有 隔绝气味的功能 怎么会无缘无故 飘来一阵肉香呢 难不成 自己又穿越了 这时候 耳边传来了一阵 细微的交谈声 顿时让他有些哭笑不得 苏小微微睁眼 就看见两个家伙 正拿着烤肉 串在自己鼻间晃动 嘘 小声点 看看小声能够撑多久 嘿嘿 我就不信他不流口水 到时候 我们把他的口水接着 然后录制视频 我还没见过 NPC流口水什么样呢 他顿时无语 感情有两个家伙 拿了肉串 跑到主神殿 来诱惑自己 你们干什么 不知道打扰本神修炼 是大忌吗 苏小猛的睁眼 将两人吓了一跳 小神 你修炼个嘚啊 来吃肉啊 荒天地牙咩的 咧嘴一笑 哈哈说道 苏小抬手一挥 一道寒冰真气蔓延而出 将荒天地牙咩的 动在了里面一动不动 你说我是不是修炼个嘚 苏小淡淡道 作为神 还是要有神的尊严 不然这群豆逼 以后还指不定 怎么骚扰自己呢 哼哼哼 小神 我们没干什么 我们来给你送吃的 杨咩咩都快吓傻了 将一个烤串 送到了苏小的身前 我是主神 岂会吃你们这些东西 苏小一脸高冷 来嘛 小神 尝一口吗 很好吃的 吴小神 尝一口吗 爱你哦 么么的 三 杨咩咩一副撒娇的样子 苏小无语 她是神 怎会吃这种垃圾食品 算了 就尝一口吧 一块烤牛肉入口 香甜酥软 极大的刺激了苏小的味蕾 这 这特么真的是烤牛肉串 这特么比天书学院的神宴上的东西 还好吃啊 苏小忍不住 将剩下的牛肉串吃完 卧槽 真香 还想来一串 你们不是修炼吗 怎么回事 苏小面不改色地盯着 羊捏捏 小神 修炼太难了 我们得吃饱了 才有力气修炼 而且 我们天赋太差了 许多地方都修炼不明白 需要您手把手教导才会呢 鸣鸣鸣 苏小 走吧 去看看 几分钟后 苏小来到了玩家信徒所在地 铁板烧牛排 三十块 马上就好了呀 气氛熟 想要的赶紧掏心养毙咯 大卫王此刻卖力地在一块石头上刷着 石头下面是一堆柴火 那边的烤串 还有三分钟就足够了 烤久了就太老了 一边说着 他还一边指挥不远处的另外几个家伙 苏小震惊了 这特么弄得就跟小吃街一样 关键是这些家伙 哪里来的毛帅啊 不对 这特么是半人牛尾巴上的毛 油也是牛油 我去 这群家伙真是会就地取材 再看看那头半人牛 此刻已经被解剖得不成样子 而且一样东西都没有浪费 骨头被磨成了刀 一个家伙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练习 拔刀斩 胃清理干净了 吆喝着晚上要烫火锅毛肚 血液被凝固在了一起 也准备烫火锅 可能唯一没有用处的就是牛屎 哎 你们牛屎别扔了 吃不完可以用来种菜 光吃肉可不行啊 大卫王提醒道 苏小真是长见识了 这他妈是一群吃货啊 前景堪忧 也就只有第四天灾 才有这么欢乐放松了吧 要是其他信徒知道 这四周存在野生神徒 强大种族的威胁 哪里会有心思弄吃的 小神来了 小神 快来吃烤肉 给小神上一份七分熟的牛排 见到苏小 一群信徒玩家热情地凑了上来 我本来是不吃这些东西 但是为了给大家建立一个 和谐友爱团结上进的神潮 我破了一回 苏小接过牛排 尝了一口 真嫩 同时 他感觉到了一股 微弱的暖气 从胃里生腾起来 弥漫全身 妖兽的血肉 是具有滋补效果的 虽然比起神丹 神叶这些差远了 但胜再多 小神 尝尝我弄的毛血旺 保证味道很好 大卫王 这时候用一个石头凹槽 端着一碗毛血旺 走到苏小面前 苏小看了一眼 貌似还不错 吃了一口 的确不错 一碗毛血旺下肚之后 嗯 不对 怎么会有一股 很强的暖流 在他的胃里流动 呼 这股暖流流变了 苏小的四肢百骸 宛如神丹一般 滋润着他的血肉骨骼 强化着他的肉身 哄 某个时候 苏小体内的经脉 畅通无阻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冲出 叮 恭喜宿主修炼成了 不死神魔之躯 第一层 一道声音 响彻在苏小的耳朵边上 毛血旺 眼中浮现疑惑 怎么会 区区 一头半阶四星的 半人牛的血肉 怎么可能拥有 和一瓶铸体神丹 一样的效力 若是半人牛血肉 都能有这个效果 那一瓶铸体神丹 不是烂大街了 你这碗里还加了什么 苏小望着碗底的一些碎末 开口问道 大卫王看了一眼 想了想 哦 没什么 这是我在半人牛繁殖地 旁边采来的一种草 我感觉挺香的 就当做调料了 半人牛繁殖地 草 苏小瞳瞳一说 是不是一种淡蓝色叶子的草 果实是红色的小果子 小神 你怎么知道 大卫王震惊了 苏小当然知道 因为这天目叫做蓝星草 就是炼制铸体神丹的主要药材 没想到竟然被大卫王 当做了调料 关键是 这药草炼制丹药药效损失率 高达一半以上 但是 大卫王这碗血旺 却让苏小感受到了 至少三颗铸体神丹的效力 难不成 这当中还产生了化学反应不成 还有吗 苏小问道 若是能够大批量采摘 那就发了呀 没了 下次我遇到了 我又摘回来就是了 大卫王摇了摇头 苏小暗道惋惜 这药草本就罕见 哪里那么好采摘 大家伙都过来了吧 关于神迹有什么困难 都提出来 我给你们讲解 苏小招呼众人道 于是乎 众人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聆听苏小的讲解 有了苏小的传授之后 许多不通的地方 都明白了的大概 陷入了良好的领悟氛围当中 苏小见状 则是回到了主神殿 继续领悟这些神迹 毕竟他还不是那么的熟练 直到两个小时候 一个狼狈的家伙 从外面哭哭啼啼地逃了回来 惊醒了众人 这个家伙 若不是仔细看的话 还真看不出来他长什么样子 毕竟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头发也是凌乱无比 脸上还有湿答答的泥土 感觉被什么东西给蹂躏了一番 不是别人 而是张大仙 大仙 大仙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众人震惊地望着狼狈不堪的张大仙 张大仙欲哭无泪地望着大家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是众人出去寻找 吃的时候回来的 被稻草人虐杀之后 哭等了三个小时 终于进入游戏 准备报仇血恨 一血前耻 没想到稻草人被杀光了 还发布了扩展神潮领域的新任务 张大仙没有杀到稻草人 心里很不舒服 决定要在扩展神潮领域的 任务上好好的表现一番 可是 他并没有遇到大不对 而是独自一人 跑到了扮人牛的区域 结果可想而知 被扮人牛摁在地上揉捏了半天 要不是他装死的话 可能直接就复活大殿见了 兄弟们 我特么遇到了一种可怕的怪物 下半身是牛 上半身是人 却长着牛的脑袋 张大仙一脸惊恐地道 哦 你说的是这个吗 在哪 戏说 一头还不够我们吃呢 有玩家指着旁边不远处的扮人牛 淡淡道 张大仙 我特么 大仙不要紧张 来先吃个果子鸭鸭筋 巧克力味的 大卫王将一个扮人牛的瘦精卵 递给了张大仙 谢谢 张大仙接过 一口咬了下去 肥美多汁 还有吗 吃完了一个 张大仙觉得还有点不够 又问道 有有有 多得很 你随便吃 大卫王又拿出了好几个 其他玩家一句话也不说 默默看着张大仙享受美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吗 大仙 你说的扮人牛在哪 我们刚刚觉醒了职业 正好去宰了他们 今晚上 大家一起吃火锅 一刀999 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轰隆隆 就在这时 远处几十只半人牛 出现在了众玩家的眼前 正好奇地打量着众人 正式追随张大仙而来 卧槽 大仙 你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吗 你马 这么多 望着这一群半人牛 一众玩家信徒都震惊了 但是 隐隐带着一丝的兴奋之情 哈哈 今晚上老子要吃个饱 兄弟们 全牛燕走起 火锅涮起来 帖子们 不要跟我抢 让我来 全身都是雕 又是第一个冲了出去 不得不说这 这些玩家的悟性是非常高的 经过了苏小的讲解 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神迹的精髓 能够将之施展出来 虽然可能不太熟练 但也是有模有样的 好火球术 全身都是雕 对着一只半人牛 催动法掘 嘴里还标着一串日文 一个拳头大的火球术 在他的掌心之中凝聚出来 朝着一只半人牛发射而去 雕哥留便 还真的领悟了 但是 下一秒中玩家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 全身都是雕 这个火球落在半人牛的身上 一点屁事都没有 半人牛低头看了看 被火球术命中的那个部位 似乎在说 就这 就这 雕哥 你这也能叫好火球术 你特么在逗我 别侮辱好火球术了好吗 中玩家大笑 全身都是雕 有些不服气 怎么感觉自己 在给半人牛脑痒痒似的呢 再来 全身都是雕 又连续发动了几次进攻 但是 半人牛连动都不动一下 用王之灭视眼光盯着他 半人牛最强的地方 就是力量和防御 若是苏小前来 可能还会对他们造成一点威胁 至于这群玩家 呵呵 雕哥 你技巧没弄对 要打他的弱点 鼻子懂吗 全身都是雕 这时候明白过来 他再次凝聚火球术 对半人牛进行进攻 这次瞄准了半人牛的弱点鼻子 一个火球术打了过去 被半人牛躲开 咦 他怕了 全身都是雕 又是一个火球术打了过去 仍旧被躲开 我特么不信了 刷刷刷 全副都是雕 使出了吃奶的劲 接连发射 可每一次能打中的 他力量用完 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兄弟们 这笔走位有点风骚 我打不中 我必须要放大招了 全身都是雕 这次选择近身攻击 想要学苏小那样 将火球 塞到半人牛的鼻子中 可惜 还没有近身 直接被半人牛一尾巴 送上了西天 其余信徒玩家 此刻也开始选择 自己的目标攻击 见识了 全身都是雕的下场 他们有了一定的经验 至少死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悲惨 而是多扛了两下 寒冰掌 一个玩家高高跃起 凝聚寒冰 将半人牛拢罩其中 丝丝白雾般的争气 还有模有样的 但 落在半人牛身上 他却是一脸的享受 别说还有点凉快呢 碰 随即 牛角一掀 直接将此玩家来了的对穿 那样子 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玩家 拿着鼓刀施展出了 拔刀斩 刀还没有斩出去 直接被半人牛一蹄子脑袋 都给踩扁了 总之 死法千奇百怪 半人牛却是屁事没有 主神殿中 一个个狼狈 不堪的身影走了出来 我不服 我命由我不由天 片刻后 这道身影又出现了主神殿中 啊呀 我不信邪了 半个小时后 兄弟们 你们先上 我来给你们掠阵 加油 不玩了不玩了 狗游戏 太特么难了 我特么到心都崩溃了 还重振卵子的北境神王族神威 一群玩家 坐在主神殿门口抱怨 单人作战不行 连人海战术也不行 反正无论如何 也无法击中半人牛的弱点处 刚才吃东西的地方 已然变成了半人牛的天下 兄弟们 现在该怎么办 去找小神帮忙吧 荒天地牙咩的 望着众玩家 脸上还带着猛逼之色 嗯 被打猛逼了 此刻 一道盘膝而坐的身影 缓缓站起身来 帖子们 千万不要去找小神 我想起来了 我有办法了 我能对付他们了 语文老师 望着众人缓缓开口 眼光坚定 众玩家有些不解 老师 你细说 怎么弄 语文老师 嘴角挂着迷之微笑 娇艳的脸庞上 带着一丝的羞涩 记得小神吃牛排的时候 说过的话没有 要团结 所以 我们一个个的单打独斗 是不行的 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团结发展的游戏 只有团结才能够发展起来 若是存在私心 想要当个人英雄 肯定是不行的 我想 这也是 小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验 语文老师 侃侃而谈 众玩家眼睛一亮 卧槽 不愧是语文老师 阅读理解满分 老师 我爱你 猫猫大 星号三 星号 M 所以 要怎么操作呢 这扮人牛的防御力 简直太可怕了 若是我们不能击中他的弱点 肯定是杀不了他们的 可是 他们又比较灵活 这就很操弹 另外一个玩家抱怨道 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如何操作 却是一个问题 语文老师 嘴角再次露出迷之微笑 同学们 嗨嗨 兄弟们 经过我的观察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 或许能行 我们可以组一个 尼甲树的团队 专门用来防御半人牛的攻击 因为我发现 尼甲树可以比一般玩家 多抗好几下 我们若是形成一个团队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能够 和半人牛抗衡了呢 语文老师背负双手 在众玩家面前 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仿佛再教一群学生 若是你们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 那些半人牛 在发动了攻击之后 会有短暂的停顿时间 嗯 大概有0.5 ES的样子 这个时机 就是我们进攻的时机 然后 我们再组一个魔法师队 也就是火球术特攻队 躲在尼甲防御队的后面 只要抓住这个时机 用火球术 击中半人牛的鼻子 那么是不是就能搞定了 随着语文老师 娓娓道来 一众玩家的眼睛 都开始亮了起来 我擦 我明白了 我真是个天才 老师留病 难怪能当老师 老师华清的 还是大北的 说干就干 一群玩家又来劲了 来来来 开组开组 你甲队站到我这边来 黄天地牙咩的 挥手示意 顿时就有不少玩家 来到了他的身旁 这些都是选择了 你甲数的玩家 火球特攻队的 来我这边 好吉尔帅 站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兄弟们 我们狂战士也不能输 来和你甲队的兄弟们 合作一下 一刀999 坐不住了 开始招呼学习 拔刀斩的玩家 很快 一群玩家 就分成了好多个小队 在语文老师的指挥下 他们纷纷开始操练起来 不对不对 你们格挡的时候要一致 否则扛不住的 你甲队的同学们 请务必在第一时间 将空隙让出来 好让火球特攻队的同学攻击 半个小时后 在语文老师的带领下 一众玩家再次直面扮人牛 这次他们没那么傻了 找了一只落单的扮人牛操练 荒天地牙咩的站在最中间 他旁边则是四个小伙伴 总共五个人一组 这个人数 是经过了优化的 若是多了的话 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 少了的话 防御的力道又有点不够 在他们的后面 则是三个学习了火球术的玩家 组成的火球术特攻队 三个人 一人一个方向 争取命中 众玩家紧张地盯着他们一行 想要看见效果 好 这只扮人牛此刻也发现了 荒天地牙捏地等人 顿时野蛮地冲了过来 兄弟们 不要慌 准备防御 荒天地牙捏地大吼一声 实际上他内心却是慌的一批 上 随着扮人牛冲撞而来 这五个玩家每个人都施展出了自己的泥甲树 一道土黄色的光照 出现在他们的身前 叠加在了一起 仿佛一堵土墙一般 哄 巨大的力量碰撞在泥甲树上 五个玩家顿时被震得向后飞去 该我们了 也就在这时 后面的火球术特攻队 抓住了这个机会 三人高高跃起 趁着扮人牛短暂的停顿时间 对准了他的鼻子处 施展火球术 扮人牛脸上明显出现了一种焦急的表情 随着三个火球临近 他扭动身躯 想要躲开 可 还是被其中一个火球给击中 噗嘶 火球落在他的鼻子上 发出了一声噗嘶的声音 一股黑烟冒了起来 昂昂 扮人牛顿时高高跃起 发出了痛苦的吼叫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我去 真的有效果 兄弟们 好像有谢 扮人牛受伤了 语文老师永远低神 旁边的玩家们 这会儿都兴奋起来 语文老师嘴角露出迷之微笑 一副深藏功与名的样子 虽然这一次的效果 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比起之前单打独斗要好许多 只要有了办法 那么问题就大了 现在就是熟练度 和配合默契性的问题 刷刷刷 趁着扮人牛狂暴的时候 第二个作战团队已经冲了上去 故技重施 十分钟后 一只扮人牛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哈哈 兄弟们 我们胜利了 我能瞑目了 尼玛 我菊花虽然被那牛角顶了一下 但也值了 哈哈 走走走 灭杀半人牛 今晚涮火锅 一群人兴奋地跳了起来 走路都有点飘了 妈蛋 我后悔了 我该选法师的 日欧 寒冰蒸气 有什么懒用 感觉 就是给半人牛降温 不知道小神在干嘛 我要找他换职业 学习寒冰蒸气的玩家 此刻只能眼巴巴地望着 学习火球术的玩家杀怪 甚至 就连学习拔刀斩的玩家 都要比他们强一些 谁说寒冰蒸气没有用 那是你们天赋不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该是我们寒冰职业的玩家 展示的机会了 看我的 冰之力 三段 你爱惜我那儿 此时猛然起身 缓缓开口 随着话音落下 他的手掌之上 那些寒冰蒸气 缓缓的凝聚 成为了一支剑 淡蓝色的寒冰剑在 你爱惜我那儿 手中冒着阵阵寒气 闪亮逼人 旁边的其他玩家 都看得惊呆了 卧槽 寒冰剑 西哥 刘碧亚 这就是大佬吗 西哥 你怎么做到的 一些玩家 看着自己手掌之上 和雾气差不多的寒冰蒸气 再看着 你爱惜我那儿 凝聚的寒冰剑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关键是 苏小教给他们的是 寒冰蒸气 并不是寒冰剑啊 呵呵 这很简单 稍微动动脑子 就能凝聚了 我就知道 小神这是故意在考验 我们的天赋能力 不然怎么可能交给我们 寒冰蒸气这种垃圾 寒冰蒸气 怎么当射手 所以 作为一名合格的 神域玩家 天赋是必须的 我就是寒冰之王 想必小神 早已经看穿了 我天才的本质 小神刘碧 你爱惜我那儿 满脸的傲然之色 手掌上的寒冰剑 不停地跳动着 其余玩家都羡慕不已 西哥 赶紧教教我们 我求你了 西哥 你教我吧 我叫你爸爸 爸爸 爸爸 甚至有些玩家 已经失去了下线 毕竟他们只把这里 当做了游戏 放心 我绝对会交给你们的 我们射手天团 不能落了下方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你爱惜我那儿 喊出了这一句口号之后 便朝着最近的一头 半人牛走去 刷 一只寒冰剑 从他的手里射出 直接射向了 半人牛的鼻子 所在之处 半人牛感受到了危险降临 将头一甩 顿时躲了开去 随后愤怒地冲向了 你爱惜我那儿 没中 你爱惜我那儿 那么自然是要依靠风筝 将敌人给弄死的 刷 跳跃之间 你爱惜我那儿 手中又是一只寒冰剑发出 虽然没有射中半人牛的鼻子 但是却射中了他的膝盖 寒冰剑在半人牛的膝盖上碎裂开来 形成了一道兵器覆盖在上面 那急速冲击的半人牛身体 竟然在此刻速度减缓了许多 果然如此 寒冰之剑爆裂开了形成的兵之力 可以对半人牛的速度造成影响 如此说来 我就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风筝了 你爱惜我那儿 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 借着半人牛速度减缓的时间 他又继续先后跳跃 而去拉开了距离 说说 一支支的兵剑在 你爱惜我那儿 手中射出 落在半人牛的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爱惜我那儿 凝聚寒冰之剑的速度 越来越流畅 射得也越来越准 矛矛矛 半人牛疯狂地怒吼 但是却无济于事 只能干着急 他膝盖上僵硬的皮 也被 你爱惜我那儿 多次地射击锁磨破 开始流血 刷 又一支寒冰剑 落在膝盖那处伤口上 半人牛终于有些支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 就是这个时候 你爱惜我那儿 使用最后一丝的力量 凝聚了一发寒冰剑 对准了半人牛的鼻子 刷 这一剑 精准无误地射进了 半人牛的鼻子之中 之前强悍不已 不可战胜的半人牛此刻 终于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彻底地死亡 赢 赢了 卧槽 希哥太流逼了 这流畅度 这操作 这衔接 简直天衣无缝 这特么绝对是万年老射手 才能做到的事情 希哥是小神之后 第一个单杀半人牛的大佬 膜拜 一众玩家惊叹不已 纷纷称赞 兄弟们 看见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爱惜我那儿 虽然虚弱的一批 但是脸上却是带着兴奋之色 好不容易单杀了半人牛 肯定要装逼一波 希哥 坐这里 我给你垂背 教教我们吧 一群学习寒冰蒸气的家伙 顿时不要脸的凑了上去 可以 你们听好了 运用寒冰蒸气的时候 一定要将力量集中在一个点 半个小时后 刷刷 一道道的寒冰之剑 从不少玩家的手里射了出来 射向了半人牛 妈爷 我也会寒冰之剑了 我特么太流逼了 你流逼个卵子 你特么只有半支剑看不见吗 半支剑也是剑 怎么的 不服啊 并不是所有的玩家 都有 你爱惜我纳尔那样的天赋 所以 不少人凝聚的寒冰之剑 千奇百怪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也越发地掌握的数量起来 于是乎 场边上出现了不少风筝半人牛的射手玩家 一边战斗 还一边喊着口号 冰之力 三段 其余玩家健壮 都惊呆了 我擦 这特么也能行 寒冰之剑 他们不应该是寒冰真气吗 秀啊 铁子嘛 个个都是硝烟转世 还特么冰之力三段呢 此刻 就连火球特工队 和尼甲树队都羡慕了 尤其是尼甲树队 他们是靠硬碰硬杀半人牛的 但是压根不能支撑几个回合 必须要有大量的时间来休息 兄弟 你们这寒冰之剑怎么弄的 说说吧 张大仙有些后悔 自己选了疾风部 因为他擅长操作呀 想要依靠格斗 击杀半人牛 现在发现 最垃圾的 似乎就是疾风部 只能在逃跑的时候 还有点作用 是啊 讲讲呗 我们学习一下经验 一旁 一刀999 也一脸期待地望着这些 施展出寒冰之剑的家伙 其实很简单 先这样 然后那样 最后再这样 好了 不开玩笑了 西哥说了 要将力量集中再一点 要将力量集中再一点 不少学习了其他技能的玩家 此刻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纷纷感悟起来 半个小时后 一刀999 突然之间睁开了眼睛 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 哈哈 我好像误了 我误了呀 刀之力 五段 刷 他那种手中的骨刀 一刀斩出 顿时出现了一击刀芒 关键是 刀芒他们的 还能回旋 就有点刘弊了 望着一刀999 这回旋的刀芒 旁边的玩家 震惊得何不拢嘴 尼玛 这吉尔是怎么做到的 九哥 你这是怎么弄的 教教我吧 九哥刘弊 我们战事也崛起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战事穷 一刀999 再次挥动手中的骨刀 尝试了一下 自己的最新领悟的 回旋刀芒 兄弟们 暂且将之命名为 回旋之刃 以我凯之名 打爆这个事件 一句比较中二的话 从一刀999 嘴里蹦了出来 笑啊 九哥 连凯都出来了 别说 这他妈还真的 和凯的技能有点像 九哥 再弄个 吉愿风暴 出来呗 风之力 七段 就在众人恭维 一刀999的时候 不远处的张大仙 忽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 冲向了不远处的 一只半人牛 大仙这是疯了吗 徒手格斗半人牛 大仙 你你你你 见到这一幕 别的玩家都目瞪口呆 最傻叉的 就是徒手 去和半人牛打斗吧 但是 当张大仙冲到 半人牛身前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却让他们震惊了 那半人牛猛烈地冲撞过来 张大仙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若是不仔细看 还以为他瞬移了 其实就是脚下速度极快而已 妈爷 大仙速度怎么这么快 我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大仙所说的 风之力九段 是速度上的加成 半人牛被张大仙躲过 顿时恼羞成怒 尾巴出其不意地甩动 想要偷袭张大仙 但是 他尾巴的速度虽然快 但却不及张大仙 陡然之间爆发的速度 三米的范围之内 几乎就是瞬移 和英雄联盟之中的 展现技能太相似了 张大仙躲过之后 便一拳轰向了半人牛的鼻子 半人牛错步急防之下 被击中 顿时鼻子鲜血溢出 不过 疾风部这种神技 主要是体现在速度之上 力量稍微弱了很多 不能和火球术 寒冰剑之流的相比 但能够对半人牛 造成一定的伤害 已经让许多玩家感到震惊 因为这在之前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些选择疾风部的玩家 此刻都兴奋起来 角落里 杨眠眠 看着这一群突然之间爆发的大佬们 瑟瑟发抖 我 我好惨啊 我什么都不会 难道要我吼出那句羞涩的乃之力 九段吗 音音音 苏小此刻 正在主神殿的二层领悟神技 寒冰之气 只是一种最初级的凝聚手段 似乎可以将之凝聚成一种 类似火球术的攻击手段 寒冰剑 苏小手掌上 一只利剑的光芒浮现 但仅仅只是光芒而已 达不到实质 还有些地方 似乎力量运转经脉不太对劲 苏小摇了摇头 若是力量运转没有问题 那么寒冰之剑应该就能凝聚了 到时候 也能够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攻击手段 算了 我先看看这些家伙 修炼得如何了 苏小觉得有些累了 便起身 领悟神技 是一件费心费神的事情 稍微修整一下 他再将运转线路优化一些 肯定能够凝聚出寒冰之剑来 丁 恭喜玩家 你爱惜我那儿 击杀了半人牛 获取了信仰原力20 丁 恭喜玩家 一刀999 击杀了半人牛 获取了信仰原力20 丁 恭喜玩家 张大仙 击杀了半人牛 获取了信仰原力20 苏小看了一眼 他构建的游戏系统面板 顿时就震惊了 这特么是什么情况 这群家伙 之前还被虐得不要不要的 现在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牛叉 苏小看了一眼 自己积累的信仰原力 足足达到了600多 也就是说 这些家伙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干掉了至少四五十只半人牛 离谱 这几乎够他将神格提升一个层次了 怀着好奇和震惊的心情 苏小来到了外面 想要看看这些玩家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当他看见 你爱惜我那儿 此刻正在利用寒冰之剑 对付一只半人牛的时候 苏小彻底的惊呆了 这特么 寒冰之剑 这家伙竟然领悟了寒冰之剑 走在了他前面 刘逼啊 这小子 真不愧是他苏小的信徒 随即 他又看见一旁的 一刀九百九十九 手中的骨刀 不停地发出回旋锋刃 令半人牛防不胜防 这 刀器外放 拔刀斩 这神技 苏小已经领悟了 第一层就是刀器外放啊 这小子竟然和他想法一样 他还准备交给他们呢 实际上 除了一开始的火球术 是苏小来的图中领悟出来的 后面的神技 他都没来得及去推演领悟 现在这些家伙 将这些神技 推演出了新的玩法 倒是省去了他不少的心思 说不定 这些东西 在这群沙雕的手中 还能创造出更加恐怖的神技呢 苏小忽然就明白 为何系统 要让他挑选这些创造性神技 因为这些神技 充满了无限变化的可能 在这些玩家的手中 很有可能创造出历史 想到这里 苏小忽然兴奋起来 一加一等于二 不过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一加一 可能不止等于二哦 几个月之后的考核 估计能够将天书学院那群人给吓死吧 风之力 七段 哈哈 看老子的蛇皮走位 风不风骚 不远处的张大仙 硬生生凭借自己的速度和预判 躲开了半人牛的所有攻击 最终将一只半人牛杀死 在杀死了这只半人牛之后 张大仙头顶上的等级 也变成了LV3 不仅仅只是他 有至少十个以上的信徒玩家 达到了LV3 不再是之前普遍的LV1 乃 乃之力 九段 这时候 苏小听见了 旁边传来了一个略显羞涩的声音 转头一看 杨眠眠在角落里憋红了脸 摆出了一个Poss 在他的身旁 是一个受了伤的尼甲树玩家 一道柔弱的光芒 从杨眠眠的手掌上绽放出来 融入了此人的伤口 让他快速地修复着 苏小 特么的 最基本的疗伤之术也能这样 不愧是奶眠眠 呸呸呸 杨眠眠 这恐怕不止九段吧 两个九段 风之力 刀之力 火之力 奶之力 甲之力 还有什么是这群家伙弄不出来 这特么小说看多了吧 这群沙雕 这时候 也终于有人发现了苏小的存在 兄弟们 小神来了 小神在旁边偷窥我们好久了 一看就是LSP了 老LSP实锤了 哼哼 我没说错吧 这就是小神对我们的考验 小神其实很牛逼 但是他 就是不教我们 让我们自个儿去领悟 这是想要激发我们的天赋能力 小神 我们考验合格了吗 一群玩家兴奋地冲到了苏小的身旁 七嘴八舌的问道 苏小一脸的无语 这你嘛 老子怎么就变成LSP了 你才是LSP 你全家都是LSP 不过 在这群人的议论声中 苏小也大概听明白了一些事情 这群家伙是认为自己在考验他们 那这是千万不能说漏嘴了 不然 自己这个主神 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没了 不错 不错 你们的天赋能力很不错吗 看来没有枉费我对你们的一番苦心 谁来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领悟过程 让我也好高兴一下 苏小现在非常好奇 这些家伙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找了个借口询问 一刀999 跳了出来 这一切都是西哥的功劳 不对 准确地说应该是 语文老师让我们在思想上有了绝大的提升 然后是西哥的想象力 一刀999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苏小也算是听明白了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语文老师 此刻他正羞涩地盯着自己看 嗨嗨 不错 真是不错 我本来还打算来教你们这些东西 没想到 你们自个领悟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些神迹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这只是基础的地方 以后你们还得多多领悟才行 若是将其层次提升起来 一件射破苍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苏小一副语重心长的表情 看见没有 小神果然对我们有长远规划 看来我们任重而道远啊 小神放心 我们绝对不拖后腿 将会重铸北京神王族的辉煌 这时候 你爱惜我那儿走到苏小的身旁 小神 我感觉我这手腕 这有点痛 是什么原因 望着你爱惜我那儿伸出的手掌 苏小仔细看了一眼 发现他的手腕处的地方 神门穴所在处有些红肿 你把你运转力量的方法 给我说一下 苏小就没到 于是乎 你爱惜我那儿 将自己运转力量的办法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神门穴 苏小忽然明白 自己为何只能凝聚光影 而无法凝聚出寒冰之剑了 原来是学院教的东西 限制了他的思维 之前 他一直走错了穴 走了后面一个去了 若是换成神门穴的话 那么这兵剑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凝聚出来 但是 走神门穴就有个问题 经脉是逆转的 会产生隐患 这也是 你爱惜我那儿 为何手会痛的原因 这样逆转经脉的时间久了 肯定会出问题的 甚至会走火入魔 若是改变成为大灵穴呢 随着苏小改变自己力量运转的线路 一只巨大的兵剑 出现在他的身前 这只兵剑 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 上面丝丝白色雾气缠绕 比起 你爱惜我那儿 凝聚的寒冰之剑 真是大屋剑小屋 这只寒冰剑 足足有两米长 婴儿手臂那么大 看着就很吓人 哇塞 小沉的好大 好长 好吓人 杨眠眠站在旁边 小手捂着嘴巴 眼睛瞪得圆圆的 又不是射你 你怕什么 大不好吗 又大又长才好 战斗力强 不少玩家羡慕极了 你爱惜我那儿 见到苏小这只寒冰剑 之前心里的那些小妾洗顿时 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尼玛 差距太大了 真不愧是小神 就是这么流变 刷 这时候 苏小见到不远处 一头漏掉的半人牛 力量运转 直接将这只寒冰剑射了出去 又大又长的寒冰之剑 破空而去 带起了一股寒冷的进风 寒冰之剑气势如虹 速度飞快 眨眼之间 就到了半人牛的面前 半人牛只感觉眼前 一道蓝光闪过 想要躲开 但是已经晚了 寒冰之剑重重地撞击在了 半人牛的胸膛之上 也是半人牛最坚硬的地方 强悍的力量 撕开了半人牛的皮甲 贯穿进去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洞 一群玩家顿时就震惊了 用崇拜的目光盯着苏小 小神无敌了 小神太屌了 恐怖如斯 苏小本人也充满 而震惊 这改变了运转线路的寒冰之剑 竟然如此之强 要是换作以前 他绝对无法一击撕开 半人牛防御的 看来这群沙雕要好好利用起来才行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啊 刷 刷刷 眼见半人牛还没有死 苏小又凝聚了三发寒冰之剑射了过后 三连发接踵而至 直接射入了半人牛的身体之中 将它内部摧毁 令其陷入死亡 见到半人牛倒下的身躯 苏小暗自欣喜 这是真正意义上 凭借强悍的力量将之击杀 而不是靠技巧 很强 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察觉 你一开始就走错了学 走到后面去了 你要把神门学换成大灵学 那就不会产生痛楚了 苏小给 你爱惜我那儿解释道 你爱惜我那儿 按照苏车的办法运转了一下 发现手果然不痛了 而且他的寒冰之剑也变大变长了 于是乎 众玩家纷纷改变思路 哈哈 我好大 我好长啊 我感觉我要无敌了 不仅仅是寒冰之剑 苏小还询问了其他神迹的运转思路 帮助他们纠正了不对劲的地方 经过了纠正之后 这些信徒的实力又有了巨大的提升 而一群玩家信徒也开始疯狂的图牛旅程 到了傍晚时刻 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半人牛 被他们屠杀了得干干净净 丁 恭喜宿主神朝区域扩展达到了50平方公里 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 神朝规划图纸一份 苏小正在主神殿之中修炼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 任务终于是完成了 任务 请宿主根据神朝规划图纸 在三天时间里完成神朝其他建筑建设 住宅 食堂 练武场 抵御敌人的进攻 完成任务奖励 速度越快 奖励越高 脑海之中再次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让苏小愣了一下 这还是系统第一次限定了时间 还给出了奖励规则 什么敌人能让系统这么重视 不过 三天完成神朝的其他建筑 这似乎有些困难 但这也是必须的事情 主神殿是核心 其他建筑是配套 也是信徒玩家的归宿 不然 玩家总不可能睡冰凉的地板吧 关键是 信徒参与神朝的建设 可以提升其中心程度和狂热程度 简而言之 让玩家参与神朝的建设 能够收割更多的信仰原力 神朝规划图纸 苏小拿出了神朝规划图纸看了一眼 顿时震惊了 这份神朝规划图纸 简直太宏伟了 以主神殿为中心 涵盖了至少百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里面每一处的规划 都是那么的完美合理 这怕是诸天真神 才能够拥有如此宽广的神朝范围 苏小感叹了一句 神朝的范围越大 证明神奇的实力越强 达到了一定的范围后 就可以容纳第二种 第三种信徒 强悍的神奇拥有的信徒种类 可以达到几十上百种以上 神朝之类规划越好 信徒的提升也会更快 对主神提供的信仰原力也会越多 所以 一份好的神朝规划图 对于一个主神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苏小将神朝规划图放好了之后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信仰原力 归归 这群家伙 是不是把半人牛都杀绝了 至少屠杀了两百头半人牛 而苏小的信仰值 也达到了近五千之数 即便是将玩家的奖励发给他们 他的神格能提升好几个层次了 爽啊 丁 您花费了四千信仰原力 转化为神力 请尽快将神力吸收炼化 苏小没有丝毫犹豫 将信仰原力 尽数转化为神力 开始温养神格 很快 一道道提示声在他的脑海之中响起 丁 恭喜宿主神格 由六星神徒 晋升七星神徒 丁 恭喜宿主神格 由七星神徒 晋升八星神徒 宿主 苏小 神明 无 神职 无 神域 一星 神格品阶 九色至尊 八星神徒 信徒品阶 第四天灾 SS2集 信仰原力 999 片刻后 苏小站起身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神光 八星神徒了 还差一点就能够突破神徒的层次 成为神师 神徒和神师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一丁点 尤其是神力会发生质变 施展神迹什么的 威力也不能同日而语 他现在可以主动出击 去搜寻那个野生神徒 将之铲除 不然会影响他的神潮扩展 舒服 随后 苏小便朝着主神殿外面去 貌似 今晚上要涮火锅 想想就有点美滋滋 一处平坎之地 篝火燃起 香味阵阵 吵杂声不绝于耳 火球术的兄弟们 把火再烧大一点 不然待会怕煮不熟 来两个战士兄弟 帮忙切一下肉 记得切薄一点 寒冰树的兄弟们 记得把切好的牛肉 毛肚 舌头这些冰镇一下 大卫王 一边摆弄着自己的火锅调料 一边吆喝着众人帮忙 苏小满头黑线 拔刀斩 用来切菜 火球术 用来烧火 还要冰镇的 这你马 吃出逼格来了 成会晚啊 嘿嘿 小神 赶紧来 开始涮火锅了 见到苏小 众人开始招呼 苏小也不客气 来到了一个石锅旁边 找了个位置坐下 然后 一边吃着涮火锅 一边合众信徒 玩家交流着 别说 这大卫王 真不愧是个顶级厨子 竟然能够在一节 弄出来火锅这玩意 吃着还挺有味道的 诸位 你们这段时间的表现 都非常的好 神潮扩展也完毕了 我在这里 要着重表扬一下 几个同学 语文老师 一刀999 张大仙 荒天地呀 捏地 我决定 这次给他们双倍奖励 苏小打算提点几个家伙 当领头人 有了领头人 那么以后他有什么事 就可以直接让他们去做 而不用自己亲力亲为 卧槽 双倍奖励啊 羡慕得吉尔发酸 呜呜 我决定了 我也要好好表现 其余玩家都充满了羡慕 现在 我们神潮的范围 也扩大了许多 还需要更多的建筑 所以 需要大家参与建设 发布任务 在三天时间里 完成神潮其他建筑建设 住宅 食堂 练武场 抵御敌人的进攻 完成任务奖励 速度越快 奖励越高 苏小直接给众人 发布了建设任务 然后给出了几小部分规划图 回到了主神殿 他打算 明日学院的街影彩虹到来的时候 回一趟学院 弄一些工具 若是没有建筑工具的话 这特么怎么建啊 卧槽 又来新任务了 终于有我搬专攻的一席之地了 建筑啊 我数啊 我可是MC超级玩家 敌人进攻 难不成又有怪物工程了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展示 一下自己的能力 兄弟们 干脆今晚就开干吧 速度越快 奖励越高啊 不然 我怕我们又会被团灭啊 说干就干 这群玩家 吃饱喝足了之后 不等苏小吩咐 就开始规划起来 那么 怎么建设呢 我们连工具都没有 建筑图纸也没有 众玩家遭遇了难题 宇文老师再次站了出来 战士就负责砍树披木头就行 尼甲队负责夯石头 将石头弄成规矩的方块 疾风小队负责搬运好吧 这个安排 有理有据 至于图纸和卯钉这些 宇文老师皱了皱眉 陷入了沉思中 还真是个麻烦 图纸简单呢 请问是建个白宫 还是建个故宫 又或者建个秦始皇陵 一个IDMC王者的玩家 微笑着站了出来 对于MC玩家而言 这不是小意思吗 卯钉也好说 我可以冶炼 但是问题是 没有铁 化学老师站了出来 铁 我之前探索的时候 似乎发现了一个地方 存在铁矿 地理老师接着开口 好 那就这样 我负责指挥 铁子们 行动起来吧 宇文老师大手一拍 迅速安排起来 砰砰砰 一片森林当中 拔刀斩第一势 心中无缘 拔刀自然神 约莫三二十个玩家在这里 施展自己的拔刀斩砍树 几人或者十几人 和爆粗的大树 在玩家一刀刀的狂砍之下 很快地倒在了地上 随后 旁边等候运输的疾风小队两人 扛着一根木头 快速地朝着主神殿方向而去 一片沟壑之中 二十多个玩家 此刻正用半人扭骨头 和脚打造的锄头等工具挖矿 坚硬的铁矿石 在这些工具的作用下 被分离出来堆在了一起 卧槽 贼吉尔泪 我特么从小到大 还没有干过苦力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贼兴奋啊 你们发现没有 挖矿居然可以锻炼身体 一群玩家干劲十足 不行不行 这挖掘速度虽然快 但是还是不够快 要知道完成速度越快 我们的奖励可是越高 全身都是雕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眼珠子直溜溜地转悠着 脑海之中似乎在思考什么东西 片刻后 他猛地瞪眼 朝着身前不远处的一个地方跑去 砰砰砰 扬起锄头 使劲地挖了几下 他挖出了一个洞 如果我把我的火球术压缩之后 放在这里面 然后再引爆它 是不是就能当作 Z要使用了 全身都是雕 眼中闪烁着科学家般睿智的光芒 他从未觉得 自己想今天这么聪明过 说干就干 全身都是雕 尝试着施展自己的火球术 然后凝聚了一个小火球 送入了这个黑洞之中 哼 火球术轰击在铁矿石之上 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响声 然后一小块铁矿石 从石壁上脱落下来 有戏 不过 似乎威力太小了 还得改良一下才行 我必须要将火球术的能量 压缩到极致 才能够产生最大的反弹效果 这样爆炸之后的威力 才是最大的 全身都是雕 再次尝试自己的想法 半个小时后 哼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从沟壑之中传出 将旁边正在挖矿的其他人 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 彗星撞地球了 撞你没有 这里可是游戏事件 哪里来的地球和彗星 你特么个沙雕 众人一边议论着 一边跑向爆炸声传来的方向 发现一个人躺在地上 全身都是黑乎乎的 还在冒烟 我擦 这特么外星人来了 不对不对 这是雕哥 雕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雕哥 刷 众人震惊的时候 地上的全身都是雕 一下子站起身来 哈哈 兄弟们 我发现了 我找到快速采矿的办法了 我们可以挖一个洞 然后将火球树凝练到极致 放入洞里面 在洞口强大的压迫和摩擦的作用下 火球树会在舒爽之中爆发 就能当作自一要使用 全身都是雕 露出了唯一白色的牙齿 大笑地说明着自己的发现 众人忍不住感叹 卧槽 雕哥不愧是雕哥 真流鼻 这都能想到 雕哥 你偷偷找宇文老师补了课吧 鼻这么溜 雕哥 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呗 在众人的要求下 全身都是雕 再次按照刚才的办法尝试了一下 望着四周一大堆的铁矿十岁块 一群玩家兴奋地跳了起来 我特么终于不用干苦力了 主神殿前 快快 火球特工队的兄弟们 把火烧大一点 给我使劲烧 寒冰队的兄弟们准备好 随时听我吩咐 准备降温凝固 化学老师在一旁忙得热火朝天 化学老师 这能行吗 我怎么感觉不靠谱 一个玩家有些狐疑地问道 尼玛 铁矿的冶炼这么简单 化学老师瞪了他一眼 你懂个锤子 你是化学老师 还是我是化学老师 年轻人 一看你就知道 是那种不好好学习 整天只知道 玩王者荣耀的死肥宅 我说行 那就行 化学老师经过了研究 发现 这里的铁矿石 似乎熔点挺低的 很轻松就能将里面的金属提炼出来 相当于冶炼的要求降低了许多 在火球特工队的努力下 这些铁矿石 变成了一座通红的小山 一股暗红色的铁水 从里面流了出来 流进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模具当中 快快 寒冰队的 该你们了 化学老师招呼着一旁寒冰 对进行冷却降温 很快 一块门板大小的铁板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虽然看着不咋的 但是却是实打实的硬东西 卧槽 真的弄出来了 化学老师刘碧亚 老师给我打造一把达摩克斯之剑吧 老师 我想要一搜诺亚方舟可以吗 众玩家对化学老师 佩服的五体投地 好了 同学们 现在大家伙帮忙 把材料这些东西都弄回来 我们开始大规模的炼制过程 你假对的同学们 夯的土砖 也拿过来一起炼吧 化学老师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这特么才是超级好玩的游戏啊 既可以打怪 又可以创造 还能利用现实知识 在这些人面前装杯 看见那些妹子玩家 对自己崇拜的眼神 化学老师更来劲了 众玩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殊不知 一个火堆之中 一缕黑色的气体 从里面冒了出来 随着这缕黑色的气体扩散开 一些吸入了气体的玩家 都觉得有些头晕 哎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头晕 哎哎 我好像也是啊 碰 话说完不多久 这两个玩家就倒在了地上 碰碰碰 随后 一个个的玩家倒在了地上 不停地抽搐 我特么好像看见我十八大祖宗 在向我招手 别说了 我感觉我要成仙了 一日清晨 苏小从主神殿之中醒来 感觉自己体内的神力 又凝练了几分 深吸一口气 他打算施展接引神诀 引来接引红桥回学院 这时候 主神殿中一道光芒闪过 全身都是雕 站在大殿之中 一脸猛逼 见到苏小 他顿时哭诉 不好了 小神 我们遭遇了不明怪物工程 被集体团灭了 苏小额头上浮现了几个问号 不明怪物 集体团灭 这尼玛 有生灵入侵了 他竟然不知道 这还得了 苏小跟着 全身都是雕 来到了外面 就看见一群玩家信徒 躺在地上抽搐 所有人嘴里冒着白沫 脸色乌清 表情难受 小神 救我们 我好吉尔难受 我一定要报仇 啊 这个动作好羞涩 白泡泡弄得人家满嘴都是 一群玩家信徒 见到苏小到来 垂微的目光之中 爆发出了一阵欣喜的光芒 嗯 看样子有点像是回光返照 这好像是中毒了 苏小检查了其中一个 心中有了猜测 哪里是什么不明怪物 这特么就是吃了 不该吃的东西 被集体要翻了 你们吃了什么 苏小望着一旁的 全身都是雕 开口问道 全身都是雕 一脸猛逼 脑回路 还在二次元中 没有回过来 啥 吃牛肉啊 我们杀那么多半人牛 自然是吃牛肉啊 烤牛肉串 贼像 说着 一副流口水的模样 苏小无语了 你们特么的是中毒了 我不知道 你们中了什么毒 即便是知道了 我也没有能力帮你们解毒 所以 你们自裁吧 苏小满脸无语 他压根就不会解毒啊 众人一脸无辜地看着苏小 小神 我们要是有力气自裁 还要你 一个妹子 一脸忧怨地盯着苏小 小神 来吧 让我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体验一下极致的快乐 妹子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一旁 全身都是凋兴奋地跑了上去 这种事 就别麻烦小神了 让我来代劳吧 滚 十分钟后 苏小含泪将一群人送上了西天 心中却是在嘀咕 这群家伙怎么中的毒 而且 这毒好像还有点厉害 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一群人给毒倒在地 任人宰割 难不成是那个野生神徒 但 若是有其他神徒的信徒 闯进自己的神巢 范围 苏小肯定是会收到主神殿提示的 卧槽 那个狗日的 敢给老子偷袭老子 特么地不讲武德 老子弄死他 一群玩家气冲冲地从远处跑来 说吧 怎么回事 苏小开口询问事情经过 于是乎 众玩家便将自己炼铁的事情说了一遍 炼铁 苏小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这群家伙竟然还能炼铁 当他看见一群玩家信徒弄出来的玩意时 苏小震惊了 尼玛 这群沙雕玩家 还真的把地球上的炼铁术 带到了意见来 苏小拿起了一块黑不溜秋的铁 看了一眼 再一次震惊 竟然是三瓶的金铁 以苏小在天书学院的见闻 二瓶的金铁 就已经算很好的东西 至于三瓶的金铁 那是几瓶 没想到 这群家伙竟然给弄了出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真的是你们炼出来的 苏小一脸不敢相信地盯着这群玩家信徒 嗯嗯 对啊 怎么了小神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分工明确 合作愉快 在化学老师的专业指导下 完成了任务 这 苏小不由嘖嘖称奇 简直太神妙了 还有什么是这群家伙弄不出来的 可是 照你们所说 一直在炼铁的话 怎么可能会中毒 苏小就有点不明白了 卧槽 难不成是一氧化碳中毒 化学老师猛地拍了一下脑门 炼铁的主要反应是为 F12O3加3CO等于等于2FE加3CO2高温 F13O4加2CO等于等于3FE加2CO2高温 C加O2等于等于CO2高温 C加CO2等于等于2CO高温 如果燃烧不充分 又或者铁矿时质量不咋地 会产生剧毒的一氧化碳 那么 但是 我们这是露天的 不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 化学老师双手脱腮 来回地思考着 苏小不是学霸 对于这些自然不是很明白 他走向了炼铁所在的地方 就看见一些暗红色的物质 出现在灰里 这是什么 苏小问道 化学老师愣了一下 结果看了半天 没看出个所以然 你们有谁见过这东西吗 他看向众人询问道 没见过这东西啊 这特么怎么来的 绝对不是我们的 是不是有怪物偷偷放进来的 这玩家信徒 开始了思考的过程 这时候 化学老师 催动了自己的火球术 点燃了这个玩意 一股难以发现的黑气 从上面冒了出来 被他吸入鼻子 然后 然后 化学老师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口吐白沫 四肢抽筋而亡 苏小 这真特么直友 卧槽 这笔有毒 马德 谁干的 所有人都惊呆了 几分钟后 化学老师 从远处跑了过来 满脸的兴奋之色 我想我明白了 这应该是铁矿 和他们夯土砖 烧在一起之后 弄出来的东西 一种罕见的剧毒物质 众人一听 顿时恍然大悟 这特么野心 那么 这东西可以留着 要是遇到敌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东西对付敌人 绝对非常的好用 化学老师 望着苏小 一脸兴奋地说道 苏小也觉得很有道理 或者 到时候 可以用来对付 那个野生神徒 那么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另外 建设的事情 你们抓紧时间 争取两天完成任务 苏小嘱咐了一句 两天 小神 你太小瞧我们了 一天足矣 看见没有 图纸都准备好了 现在该我们建筑小队上场了 玩家脸上 都挂着自信的笑容 就在这时 地理老师 慌慌张张地 从主神殿那边跑了过来 一脸惊恐地盯着苏小 小神 小神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我们被不明生灵 偷袭了 直接团遍 啊 众人无语 这特么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明生灵呢 地理老师 你特么out了 已经验证了 是心形剧毒 心形剧毒 这特么什么鬼 地理老师一脸猛逼 我们在半人牛老巢 被不明生灵偷袭了 我先死了回来救援 什么心形剧毒 我擦 众人忽然意识到 似乎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走 去看看 苏小新头一紧 大概率是那个野生神兔的信徒来了 密林之中 几个玩家正躲在一条隐蔽的沟里 瑟瑟发抖地盯着四周 就在不久前 他们在地理老师的带领下 前来这里探查地形 看看 还有没有值得挖掘的东西 没想到 莫名地遭遇了未知东西的攻击 地理老师当场就被捅了一个窟窿 直接隔屁 甚至连敌人是谁 又是什么玩意都没有发现 妈呀 兄弟们 我们是不是遇到鬼了 这狗比东西神出鬼没的 我好害怕 怕什么 人故有一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一分钟后 又是一条好汉 嘘 别说话 一会儿把敌人给引来了 刷 就在这时 那个气势高扬 不畏生死的兄弟 直接被一样近乎透明的东西 穿透了胸膛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只苍白的手爪 而且只有手骨 没有血肉 尼玛 骷髅 剩余几人回头望去 就看见一只两米多高的骷髅 站在他们的身后 这骷髅空洞的眼眸中 还闪烁着碧绿色的火焰 刷刷刷 这时候 树林之中一阵稀疏声响起 又有好几个骷髅从里面走了出来 为首的一个 甚至高达三米 手中还拿着一把骨刀 披着一个披风 看着威风凛凛 曹曹 真的遇见鬼了 狗逼玩意 杀我兄弟 找死 剩下的几个玩家 勃然大怒 危险未知的时候 他们心理压力还蛮大的 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挑明了 反而没有那么害怕了 拔刀斩 一个玩家施展出了拔刀斩 朝着这个骷髅斩去 刀芒闪过 落在骷髅的身上 却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这只骷髅退后了几步 骨头上留下了一道印子 不好 这笔灰技能 另外一个玩家顿时大惊 因为他看见刀斩下去的刹那 骷髅的身上浮现了一层微弱的灰光 刷 这时候 这只骷髅 已经朝着刚才攻击他的玩家抓下 森白的手爪闪电般探出 落在了这个玩家的身上 仿佛快刀切豆腐一般 这个玩家瞬间被开膛破肚 成为了一具尸体 结结结 这么垃圾的信徒 这次我们星空主神必胜 这个骷髅 发出了难听嘶哑的声音 他急速加速 朝着剩下的两个玩家冲了过去 两个玩家自知无法逃跑 奋力抵抗 但最终还是惨遭毒手 解决掉了两名玩家 这个骷髅 回到了那个体型高大的骷髅旁边 队长 这个主神的信徒 简直太弱了 不堪一击 我感觉 我能直接杀掉这个主神 高大骷髅嘴角 露出了一抹人性化的笑容 呵呵 人族信徒 那是最垃圾的信徒 和我们骷髅种族比较起来 那真是差远了 不过 我们不能小觑任何一个主神 万一失败 被幽灵一族的嘲笑 那就不太好了 走 我们去他们的主神殿看看情况 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 在这个高大的骷髅队长带路下 几个骷髅顿时朝着苏小等人 所在的方向跑去 十分钟后 两方人马相遇了 丁 您的神朝遭遇了其他主神的信徒入侵 请谨慎 与此同时 苏小的脑海之中 也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果然是那个野生神徒的信徒来了吗 苏小看向这群骷髅 瞳孔不由一缩 这群骷髅的等级 竟然都是半阶七星以上 那个骷髅队长 甚至都达到了半阶九星 光世论境界的话 比他都还要高 难怪自己的信徒这么不堪一击 原来是等级差距太大了 足足差了一半的样子 他没想到 这个野生神徒竟然这么厉害 连信徒等级都这么高 这个野生神徒自身又是什么境界 若是神师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苏小皱眉 神徒和神师之间的差距 可是非常巨大的 何况他现在只是八星神徒 不过转念一想 应该不至于 若这个野生神徒 晋升神师境界的话 那么早就前来灭杀他 不可能拖这么久 我去 小神 这是什么怪物 全新种族的怪物 工程战又来了吗 刺激啊 这骷髅 我感觉我能一个打十个 有希 不知道和妞妞比较起来 他们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尼玛 全是骨头架子 都不能吃 打个蛋 小神 能换一波怪物吗 我想吃烤全羊 玩家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所面临的危险 心里还想着吃呢 兄弟们 不要慌 让我先去试一下 这几个家伙 有几斤几两在说 全身都是雕 此刻又站了出来 最近一段时间 他苦苦钻研火球术 已经将火球术掌握得非常之好 所以想要借此机会表现一下 苏小想要拉他一把 但是雕哥却已经冲了出去 他手掌之上凝聚火球术 朝着其中一个骷髅战士射了过去 拳头大小的火球术 落在了这个骷髅战士的身上 冒出了一阵黑烟 这个骷髅战士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摇摇晃晃地退后了两步 火对于幽冥种族而言 肯定是具有克制效果的 骷髅属于幽冥种族其中一种 自然也会被克制 哈哈 看见没有 雕哥我就是这么流鼻 全身都是雕 兴奋地冲众人吼叫着 结结结 可恶的小东西 你竟然伤了我 这只骷髅战士 顿时朝着全身都是雕 冲了过来 卧槽 他速度怎么这么快 雕哥似乎感觉到 一辆高速行驶的小车 朝着自己冲来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只爪子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你特么不讲武德 留下一句话 雕哥已经去见了阎王 卧日 雕哥被秒杀了 这比竟然这么厉害 我们又要被写灭了 本来还想上前的玩家 此刻一个个都傻眼了 结结结 垃圾的人类信徒 垃圾主神 我们星空 主神才是永远低神 臣服吧 弱小的主神 这个骷髅嘴里 发出了中二话语 朝着苏小冲了过来 一群玩家听见这话 顿时愤怒了 放尼玛的屁 我们小神才是永远低神 垃圾 你们才是垃圾 兄弟们 我忍不来了 干他 对 小神 我们忍不来了 你赶紧干他 玩家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但是他们不傻呀 因为不了解这些家伙的实力 所以想要再观望一下 不然又和上次一样 傻乎乎地冲上去送死 那就太傻逼了 苏小也没有理会这群沙雕 面对这个骷髅战士的进攻 他稍微思索了一下 施展出了你甲术 你甲术 就是一种单纯的防御性法术 施展之后 可以凝聚一层灰蒙蒙的铠甲 挡在身前 但是 此刻苏小施展出来的你甲术 却是和一堵墙那么厚 看着就特么离谱 其实 这是苏小利用 荒天地呀 捏地的你甲术运转线路 进行改良之后的增强版 若不是这群 充满了创造性的沙雕玩家 苏小也不可能 让你甲术威力大增 这尼玛是你甲术 怎么感觉 我修的是个假的 小神太强悍了 尼玛 NPC果然就是不一样 同样的技能 在他们的手中施展出来 效果天差地别 一众玩家都惊呆了 哄 此时 这个骷髅战士的爪子 落在苏小的铠甲之上 顿时发出了滋溜溜的难听声音 把玩家当豆腐似的利爪 却无法撕裂铠甲分毫 什么 这铠甲的防御力 怎么这么强 这是你甲术 这个骷髅 显然也震惊了 你甲术 火球术 寒冰珍奇这些神技 虽然有个神的字眼在里面 但是 众所周知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也是最垃圾的东西 也就是 因为他们和主神沾上了关系 才被称之为神技 在他们眼中 这就是普通的防御之术 几乎每个主神 在培养自己的信徒的时候 都会随手赐下 但是这种你甲术的防御能力太弱了 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这些高阶种族 压根都是看不上的 而且 通常高阶种族 都是自带种族天赋神通 威力都比这种你甲术要强 这群骷髅 眼色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小神太强了 看见没有 连小神的毛都碰不到 偶像 音音音 小神 爱你哦 么么哒 三 而此时 苏小右手抬起 化作了掌刀 施展出了改良后的拔刀斩 一道刀芒划破虚空 斩向这个骷髅战士 带着凛冽的威势 这骷髅战士 感受到刀芒上的威势 差点吓尿了 连忙施展自己的防御之术 但是 在苏小的刀芒之下 他的防御之术 简直和纸糊的一样 刺了 刀芒 直接将这只骷髅战士 撕裂成为两半 倒在了地上 成为了一堆无用的骨头 刺 拔刀斩 我的拔刀斩能够有小神 十分之一的威力吗 啊 小神太强了 太慢了 我好喜欢 一群玩家再次震惊了 感觉 他们学习的神迹 和苏小师 斩出的神迹 简直就是两种层次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哼 看来是我们小瞧了你 那个拿着刀的骷髅队长 神色一变 但却不是多么的害怕 因为苏小这一刀 他也能施展出来 而且他自信会比苏小师斩的 拔刀斩更加的厉害 区区拔刀斩 如何能够比得上 我的血色十字斩 at 警号百分号 百分号 来自地狱的奥义 血色十字斩 这个骷髅队长手中的 骨刀之上 闪烁着血红色的光芒 一刀斩出 刹那之间 血红色的刀芒 朝着苏小飞来 在途中的时候 化作了横竖两刀芒 扩大了范围 尼玛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技能有点帅 这狗笔策划 竟然给这些怪物 设计如此帅气拉风的技能 一群玩家看得非常羡慕 威力大不大不重要 重要的是帅就行 而且 感觉这血色十字斩的威力 也不小的样子 或许对于玩家而言 这很强 可是对于苏小而言 就是小儿科 若是连一个诸神的信徒都打不赢 那么他干脆去死算了 疾风布 苏小轻横一声 施展出了张大仙改良的疾风布 刹那之间 他变得飘忽不定起来 犹如大海上的一朵浪花 那无孔不入的血色十字斩 直接落到了空处 对他并没有造成一丁点的伤害 我吐了 疾风布还能这样玩 我特么学个道 我就是个废物 此刻 苏小再次施展了拔刀斩 但是这次的拔刀斩和上次 又有些不一样 拔刀斩锋刃 一刀斩出 瞬间化作了三道锋刃 朝着骷髅队长飞去 骷髅队长显然没有意料到 拔刀斩还可以这么玩 顿时大惊失色 什么 这是拔刀斩 他怒吼一声 身体朝着旁边偏移而去 躲开了这三道锋刃 呵呵 没想到拔刀斩 竟然你玩出花来了 可惜对我没什么作用 骷髅队长冷笑 回 苏小没有理会 暗暗吐出一个字 那被躲开的三道锋刃 修然回转 回转的时候 速度可比去是更快 这次是真正的杀招 首先 让敌人放松警惕 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 给予致命一击 防不胜防 当然 这些东西 都是苏小丽 用玩家创造出的东西 改良升级后的加强版 刷刷刷 三道锋刃 直接尽数落在了 骷髅队长的身上 直接破开了他的防御 将他击碎 成为几大劫 没有了动静 卧槽 尼玛 为什么小声可以发三道 玩家们 此刻再一次陷入了震撼之中 我的拔刀斩 为什么我只能发出一道锋刃 一刀999 真的要哭了 差距太大了 剩余的几个骷髅战士 见到自己的队长 都被秒杀了 哪里还有心思战斗 顿时四下逃窜 而苏小 站在原地 弹开了双掌 瞬间 八个巨大的火球 在他的手掌周围萦绕着 宛如八个太阳一般 光芒万丈 刷 下一秒 八个火球树 朝着八个骷髅追了过去 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直接将他们给融化掉 这些信徒 虽然境界和苏小差不了多少 但是终究只是信徒 和施展出神力的 主神比较起来 还是差了一大捡 所以 苏小能够将之轻轻松松地秒杀掉 苏小之所以展示这么多的东西 也是因为 想要给玩家们示范一下 他改良版的神迹 引起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刻苦地修炼 一群玩家 顿时激动地跑过来围着苏小 小神 你为什么会有八个日啊 小神 我想学把刀斩 三个回旋锋刃那个 小神 我要选你的你假朔 所有的玩家眼中 都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一脸的恳求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我们得要先解决掉眼前的麻烦才行 苏小看了一眼地上的碎骨 眼神凝重 他虽然可以轻易地解决掉信徒 但是一旦骷髅的主神前来 他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应付了 他去应付主神的话 那么这些骷髅战士 就必须得玩家来应付 以玩家现在的实力 肯定是不行的 还得鞭持他们一下 让他们赶紧提升等级才行 否则 一旦主神殿被摧毁 那大家都得跟着玩玩 苏小记得 这个野生神徒的信徒 貌似不止一种吧 上次前来探查的 可是一种近乎透明的幽灵 也就是说 这家伙至少拥有两种信徒 而且数量未知 丁 监测到有敌人靠近主神殿 请速速回转 这时候 苏小的脑海之中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苏小猛的一惊 果然 眼前的这个骷髅小队 只是其中一只 这个神徒还有其他的队伍 这次规模进攻的规模 可能真的不小啊 所有玩家注意 主神殿遭遇了地方袭击 速回主神殿守护其安全 苏小通过系统 发布了这样一则信息之后 身形一晃就消失不见 他这是直接利用 主神殿的传送功能 将自己瞬间送回主神殿当中 因为 万一回去迟了 主神殿遭了殃 那可就麻烦了 主神殿四周 一个光芒万丈 闪烁着灰蒙蒙光芒的青年人 正坐在一个轿子之上 这个轿子 有几个高大的骷髅战士抬着 充满了诡异霸道的气息 在轿子的旁边 还有不少的骷髅战士 算下来大概有七八个小队 每个小队大概十人的样子 加起来一共就是七八十个 在骷髅种族的旁边 还有另外的一个种族 浑身冒着黑烟 笼罩在黑色铠甲之中的骑士 这些骑士并没有肉身 盔甲似乎就是他们的肉身 每一个骑士的手中 都拿着一把大剑 严阵一带 加起来又有七八十个的样子 这就是这家伙的主神殿吗 为何比我的还要高档许多 轿子上的青年 神明星空神的家伙 盯着眼前 这座高大威猛的主神殿 眼中露出了狐疑之色 更多的却是羡慕和嫉妒 区区一个神徒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拉风的主神殿 这特么连一些神师都赶不上吧 酸了 好了 现在这座主神殿是我的了 星空神嘴里呢喃着 伟大的星空神 请下令吧 我的大刀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摧毁眼前这座主神殿 低头恭敬地说道 一旦摧毁了这座主神殿 那么就会获得主神殿里面的信仰之力 对于他们而言 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好吧 开始进攻 星空神挥了挥手 示意自己的信徒开始进攻 但就在这时 眼前的主神殿光芒万丈 神光摇曳 一道人影 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 不是苏小又是谁 苏小站在一块巨石上 副手盯着眼前的强大的敌军阵营 并没有丝毫的恐惧之色 想要入侵我神巢 当我不存在吗 苏小目光冷漠 扫尸一圈之后 心中有了大概姑娘 眼前 这个家伙带来的信徒数量 大概近两百的样子 而且还有骑士阵营 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 看起来 这个野生的神徒 应该是获得了不小的机缘 否则绝不可能拥有这样的阵容 要是换作一般的主神 可能这次真的就要完蛋了 最终 苏小的目光停留在了星空神的身上 眼神微眯 不是神师 但是比他的境界要高 只能是九星神徒了 而且这家伙的头顶 隐隐有光辉闪烁 看样子 只差一步之遥 就能够踏入神师的境界 尤呵 郑主来了 星空神也在打量着苏小 但打量着打量着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你已经八星神徒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星空神哑然失声 他记得不久前自己的探查幽灵 发现苏小的时候 苏小气息很弱 只是一个刚刚觉醒了不久的神徒 这特么的才多久 苏小竟然已经八星神徒了 这简直太逆天了吧 要知道 他在拥有机缘的情况下 能够到达九星神徒的境界 也是花了足足大半年的时间啊 说来惭愧 都快一个月了 才达到八星神徒的境界 是我太弱了 苏小摇头 星空神 他几乎要吐血 一个月 从一星神徒达到八星神徒 这太离谱了 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悍的压力 若是再给苏小一点时间的话 那么他或许只有死亡的下场 弹劾吞噬苏小的神格 不过 苏小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晋升速度如此快 神格品质肯定不低 到时候吞噬了苏小的神格 那他势必又会再次提升一个层次 我真是幸运啊 既然遇到了你这种优质神徒 看来是上天在眷顾我 你的信徒呢 叫出来吧 我让你说得心服口服 星空神脸去脸上的震惊之色 再次变得坦然自信起来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苏小的玩家信徒 已经从远处赶来了 99个玩家信徒 浩浩荡荡 气势汹汹 其中 无奈 德马西亚冲在了最前面 他的手中 还举着一面简易的旗帜 上面写着正义必胜四个大字 小神 我们来了 小神 别怕 来我怀里 我保护你 音音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一阵阵巨大的吼声 以及中二的台词 混杂在一起 响彻天地 星空神以及他的信徒 都被吓了一跳 这气势有点强悍啊 凝聚力有点可怕 但忽然见到这些信徒的等级 星空神顿时就笑了 尼玛 最高的也就五级 大多数都是三到四级 和他的信徒比较起来 差了一大截 这绝对是秒杀的节奏 哈哈 笑死我了 就这 就这 敢问你拿什么来赢我呀 星空神盯着苏小 眼中露出细血之色 刚才还被这股气势给吓到了 现在看来 简直不堪一击啊 笑尼玛个螺旋青马大爆炸 你看你逼长在脸上的样子 还好意思笑呢 来爷爷给你尝尝记性 有货 尼玛三百六十度灵车飘移 大半夜被人坟头蹦迪了 笑得这么开心 一个叫做 祖安战神队的玩家 此刻炮雨连珠 直接一秒十个字 抢在了苏小面前开口 看得中玩家一愣一愣的 不愧是祖安战神啊 这战斗力 简直流鼻 什么玩意儿 星空神以及他的信徒 都是一脸的猛逼 灵车飘移 坟头蹦迪 怎么就听不懂呢 虽然听不懂 但是他从 祖安战神队的表情和语气来看 知道这家伙 绝对是在骂他 哼 找死 星空神抬手一挥 一道灰色的光芒射出 直接射向了祖安战神 速度之快 眨眼极致 祖安战神压根就来不及躲闪 他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但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拦在了他的面前 抬手一挥 挡下了这道灰光 不是苏小 又是谁 我的人 是你想杀就能杀的 你的对手是我 苏小双手向两边撑开 一个巨大的火球 出现在他的眼前 散发着炽热的光芒 刷 下一刻 火球直接朝着星空神飞了过去 见到这个火球树 星空神顿时就震惊了 这尼玛是火球树 说是天上的太阳 他也信啊 哼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星空神的轿子 直接被炸飞 他整个人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了不远处 而抬轿子的四个骷髅战士 则是死的不能再死 在他刚才所在的地方 一个巨大的深坑 呈现众人眼前 冒着阵阵灰尘 苏小之机火球树的 是借鉴了全身都是雕 炸铁矿时候的思路 将里面的能量压缩到了极致 然后在临界点上爆发出来 突然爆炸的威力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星空神也是不知道 所以吃了这样一个大亏 你 你这是什么神剑 这绝不可能是火球树 星空神满脸震撼地盯着苏小 但是 此刻苏小并不给他答案 他双手成弓箭的形状 缓缓拉开 一根巨大的兵箭 悬浮在苏小的面前 朝着星空神急速射去 这特么是寒冰箭 这都是些什么鬼东西 见到这根又大又长又吓人的东西 星空神细血的心 终于消失得一干二净 明明只是最垃圾低劣的基础神迹 谁都瞧不上眼的 竟然在苏小手中 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威势 简直不可思议 所有子民 听我号令 随我星空神一起征战此地 务必要将之拿下 轰隆隆 随着星空神一声令下 他的两波信徒 开始了狂热的进攻之旅 而苏小这边 玩家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冲了上去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守卫之战 一时之间 尘土飞扬 苏小自然是和星空神大战到了一起 因为只有他能够牵制这个家伙 火球术 寒冰箭 拔刀斩 你假术 这些基础神迹 在苏小的手中 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威力十足 星空神作为九星神徒 比苏小还要高一个层次 竟然在这些神迹的手中 略微占据了下风 这让他简直一点都不能接受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但是玩家这边 就比较惨了 境界悬殊太大了 导致了他们被血虐 我草哥的 这狗逼玩意的防御力好高啊 一个地方 某位玩家施展拔刀 斩斩在一个骷髅的身上 但是却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而他自己 则是一个不小心 被骷髅给抓死 歪日 这骑士的冲击 比半人小牛牛猛多了 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骑士发动了冲击技能 直接把一个施展 你假术的玩家 撞得稀巴烂 末了 那匹幽灵马 还抬起了自己的脚 在他的尸体上 重重地踩了几下 干 特么的 居然还有隐身单位 另外一个玩家 直接被一个隐身的幽灵 直接给一刀捅死了 唯一有点作用的 就是火球术和寒冰剑了 火球术是属性克制 寒冰剑则是可以延缓 他们的速度 你假小队挡住 火球特攻队 随时抓住机会进攻 也有比较好的一面 比如 此刻 宇文老师 就在疯狂地指挥着几人 攻击一个骑士 和上次对付 半人牛一样的套路 效果还不错 几次攻击之下 竟然还杀掉了一个骑士 让众玩家士气大振 又比如 寒冰队的兄弟们 你们要保证距离 不要让他们近身 最好是无缝衔接 让他们没有反应的时间 你爱惜我那儿 也组成了一个寒冰射手小队 开始封诚一个骷髅战士 疾风小队的兄弟们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速度 对他们进行骚扰 争取给拔刀斩的兄弟们 创造进攻的机会 技巧 技巧 一定要预判他们的走位 提前预判 一个蛇皮走位 躲过他们的技能 兄弟们跟着我学啊 张大仙一边和一个骷髅战士 绕圈圈 一边冲步远处的 其他信徒玩家大好道 火球特攻队的兄弟们 记得将火球术的能量 压缩到极致 然后引爆 炸死他们狗日的 全身都是雕 疯狂大好道 大家伙虽然实力不咋样的 力量悬殊巨大 但是脑子却是好用 这就是人类信徒最大的优势 会动脑子 兄弟们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爆肝吧 用我们的血肉 守护最帅的小神 守护我们的主神殿 生命不止 战斗不息 我愿意用我的亡魂 助就新的辉煌 无奈 德马西亚站在最高点 扯着嗓子大吼 不停地给众人打气 一只爪子从他的身后抓来 穿透他的身躯 但是 他面不改色 手中惊奇紧握 尽最大的努力 让惊奇不倒在地上 兄弟们 我先走一步 三分钟后 又是一条好汉 无奈 德马西亚就是壮举 感染了一众玩家 虽然实力相差巨大 但是狠劲却是构足 德马哥说的对 大不了同归于尽 谁怕谁啊 就是 兄弟们 一定要受住 阿西给 一群玩家热血沸腾 面色猙獰地冲了上来 倒是把星空神的信徒 给吓了一大跳 这些家伙竟然不怕死 哼 既然你们如此不怕死 那我们就成全你们 一个幽灵骑士用手中的长枪 将一个信徒玩家贯穿 高高地举起示威 但是刚刚做好了这个动作 另外一个玩家 直接扑了上来 死死地抱住了这个骑士 他张开嘴 一个巨大的鲜红的火球 在嘴里酝酿着 见到这个火球 这个骑士差点吓尿了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这火球爆炸之后的威力 不可同日而语 不是一般的火球术 我擦 狠人大地简直太流鼻了 嘴巴藏火球 一旁的玩家见到这个 ID第一狠人大地的玩家 都惊呆了 还能有这种操作 不愧是第一狠人狠地啊 关键是 这个玩家还是一个萝莉妹子 外表水灵灵的 没想到内在这么狂野 哼 第一狠人大地 通过嘴巴藏火球的伎俩 直接和这个骑士同归于尽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骑士被冲飞了 浑身狼狈不堪 铠甲都被撕裂 但是他没有死 第一狠人大地 利用全身都是雕 炸铁矿石的空间压缩膨胀 爆炸原理 虽然让火球术的威力提高了不少 可是 终究双方之间差距还很大 守护我最好的小神哥哥 他死了 这个骑士只是重伤而已 呵呵呵 没想到 你们竟然如此不会生死 倒是让我们小看了 可惜 你们这样做 只会亡得更快而已 这个骑士 发出了猙獰的大笑 这样的同归于尽 能叫做同归于尽吗 于死网破 偏偏于死了 往去没有破 所以 这场神战 他们很快就会拿下 火球特攻队的兄弟们 咱们都跟着狠人几个学吧 粉身碎骨魂不怕 留取担心赵汉青 刷刷 火球特攻队的玩家们 命中率低 效果差 干脆一窝蜂的学习 第一狠人大地 反正能复活 怕个卵 一边的张大仙健壮 一个疾风部 躲开了骷髅战士的攻击 把心一横 疾风小队的兄弟们 别玩操作了 我们没输出 没什么卵用 直接锁他们的喉 给战士兄弟们 创造进攻的机会 张大仙怒吼一声 直接加速从背后 锁住了一个骷髅战士的喉咙 不远处 一刀999 剑撞 立即反应过来 直接施展拔刀斩 朝着这个骷髅战士 冲了过来 你假对的兄弟们 我们帮助射手兄弟们 挡住四周的攻击 让他们全力输出 我们要做世上最好的守护 荒天地牙咩的 眼眶一红 施展你假术 冲到了一个骑士面前 替身后的一个被偷袭的射手 挡下了这一击 99个玩家信徒 就用这样的方式 和星空神的信徒们 战斗在了一起 远处 哄 一只巨大的寒冰剑 落在了星空神的身上 减缓了他的速度 下一刻 又是一个巨大的火球 降临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被减速的星空神无法躲避 只能硬生生地 扛住了这暴烈的一击 这 这是什么寒冰剑和火球术 我为什么从未见过 星空神愤怒了 他现在是空有一番本领 却是施展不出来 每次将要近身苏小的时候 就会被寒冰剑减速 还得面临火球术的袭击 好不容易攻击到了苏小 可苏小 那厚厚的泥甲树 让他根本无法对苏小 造成太大的伤害 要知道他可是九星神徒啊 比苏小足足高了一心 但是却被弄得如此 得狼狈 太特么的气人了 苏小停下手来 缓了口气 他现在威力最大的 就是火球术 但是却也无法对星空神 造成太多的伤害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再看看旁边自己的玩家信徒 唉 太惨了 不过 索性还好的是 这些玩家临死之际 还是弄死了好一些星空神的信徒 对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呵呵 看见了吗 你虽然拖住了我 但是你的信徒太弱了 完全不堪一击 即便是利用这种同归于尽的办法 也无法对我的信徒 造成太大的损伤 而且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我还留了一半的信徒 守护我的主神殿 所以 今日你必亡 星空神此刻心中的郁闷 被眼前的喜悦所冲散 等到他的信徒 收拾完了苏小的信徒 然后配合他一起进攻苏小 那么 苏小如何能够抵抗得住 况且 他还有底牌没有动用吗 哦 是吗 苏小笑了笑 指着自己主神殿所在的方向 你看看那是什么 随着苏小的花音落下 星空神不由自主地望了过去 就看见 刚才明明已经死亡的玩家信徒 此刻竟然一个个又生龙活虎地跑了过来 这 星空神脸上的表情 瞬间变得僵硬 浮现出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 复活 这怎么可能 高阶神 那种掌握了轮回之力的高阶神 或许可以让自己的信徒复活 但是 几个几乎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自身的损耗还非常之大 苏小的神格品阶连他都不如 怎么可能复活如此多的信徒 还他们是全都复活了 这简直不敢相信 不仅仅是星空神 星空神的信徒们 此刻集体瞪大眼睛 仿佛见鬼一般 他们才是幽冥种族 都没有复活的天赋神通 这群人是如何做到的 尼玛 此刻 他们一个个的内心之中 都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小崽子们 你们爷爷 我又回来了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我们都是狠人大殿 来吧 小崽子们 同归于尽吧 一群中二玩家 吼着自己的口号 便再次冲向了 这些骷髅和骑士 守护最好的小神 我们都是狠人大殿 和之前差不多 这一次 仍旧是自杀式的袭击 因为过于震惊 这些骑士 幽灵被冲进来的玩家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再加上上一回合 不少的骑士 幽灵就已经受了伤 再次受到了冲击之后 他们就抵抗不住了 第二轮的冲击过后 星空神的信徒 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 死亡的玩家 却是再次从主神殿之中 冲了出来 虽然 一个个的脸色 都带着虚弱不堪的神色 但他们眼中的战役 却是高昂无比 仿佛发了疯一样 他们就只有一个信念 守护苏小 守护主神殿 他们已经完全带入了 这个世界当中 星空神直接傻眼了呀 这特么怎么打 无限复活 就是堆也得堆死自己的信徒 他的主神殿 星空神看向远处 处立在微光之中的主神殿 如今他要获胜 就只有两个办法 一 杀死苏小 那么主神殿自然崩溃 苏小的信徒也直接崩溃 二 摧毁主神殿 因为他猜想 玩家的复活 可能和那座主神殿有关 这主神殿不简单 星空神很快反应过来 玩家的无限复活 也阻止了他信徒的推进 根本无法抵达主神殿所在的位置 所以 当务之急 唯有想办法弄死苏小才行 星空神一咬牙 忽然发现 苏小身旁的神力波动有些不稳 他顿时反应过来 长时间的消耗 应该让苏小的神力有些不支 这是他的机会 哈哈 我不知道 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基础神迹 倒是让我挺惊讶的 但是 你的神力消耗也非常巨大吧 我想你应该不足以抵挡我这致命一击 现在是决战的时刻了 以无神之名 凝聚幽明之力 灰蒙蒙的光芒将他笼罩在其中 苏小见状 瞳孔不由一缩 哼 我神力是消耗得差不多了 但是你有底牌 难道我就没有吗 不死神魔之躯 给我吸 苏小心中暗道一声 他的身体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显化出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这道影子 半边是异异金光 另外半边却是有黑之色 黑烟笼罩 看着诡异至极 不死神魔之躯 顾名思义 乃是神魔之躯 半边神躯 半边魔躯 而且 可以随时转化为单一一种 神躯的作用 是吸纳天地之力 凝聚神力 加速修炼 增幅神技威力 魔躯的作用 是肉身之力 可以强化体格 化作万丈魔躯 爆发出了强悍的力量 随着苏小的转化 那半边魔躯 渐渐地转化为了神躯 一时之间 整个人金光大放 宛如一尊神佛 从天而降 光芒万丈 四周的天地之力 也形成了一道道狂风席卷而来 没入苏小的身体当中 苏小消耗的神力 快速地弥补着 你这又是什么功法 见到苏小师 展出了如此神奇的功法 对面自信满满的星空神 又一次地震惊了 从未见过好吗 但是从外面来看 这意向看来 苏小的功法的等级 肯定不低啊 那魔躯竟然和他另外一张 还不能动用的底牌 有点相似 这家伙的机缘 貌似比他还要强 我一定会杀死你 获得你身上的东西的 星空神打定了主意 明和 他大吼一声 笼罩在身上的灰光 顿时化作了一条长河 朝着苏小攻击过去 幽冥之力 眼化明和 所过之处 万物可腐蚀 猎羊 苏小见到冲过来的明和 大吼一声 双掌何时迅速拉开 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中间 炙热的红光之中 揉合了一阵阵金芒 看着无比的耀眼 这是经过了 神魔之躯神躯 加强版的火球术 几乎是目前苏小的最强一击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 那么苏小也是没辙了 去 苏小轻哼一声 手中的火球术 冲向了身前的明和 扑呲扑呲 两者相遇 水火不容 发出了扑呲扑呲的声音 什么 我的明和竟然扛不住 星空神见到自己的明和 竟然在苏小火球的冲击下 缓缓地消失 大吃一惊 虽然苏小的火球 也在变得暗淡 但是减缓的速度 明显要低于他的明和 这不是说明 苏小这一招的力量 比他还要强 不好 也就在这刹那之间 星空神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苏小的对手 他抽身离去 离去的瞬间 苏小的火球彻底的爆炸开来 将明和笼罩其中 直接蒸发的一干二净 余波的力量 落在了星空神的身上 将他屁股都给点燃了 幸好他逃得快 灭火也快 所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波及 但一番狼狈 是免不了的 撤 都给我撤 星空神拉开了距离 已经惊恐地盯着苏小 眼中震撼连连 他以为自己意外获得机缘 已经够强了 还特地做了准备 才来进攻苏小 本以为能够轻松拿下 可谁想到 苏小竟然如此凶猛 如今之际 唯有退回去 重整齐鼓 他只差一丁点 就能够晋升神师境界 只要晋升神师境界 那么对付苏小就手道擒来 我还会回来的 下一次 我回来 就是你的死期 或许 你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是神师的境界了 哈哈 星空神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威胁一句 他这话 自然是不是空口无凭的 曹你马 这就跑了 就这就这 来啊 再来啊 一群垃圾 还敢骂我们垃圾 老子给你逼两拳 打得你妈都不认识 哈哈 丧家之拳 我们北京神王族的后裔 是无敌的 玩家们自然不知道 威胁为何物 现在既然勉强打了圣仗 自然要好好地发泄一番才行 有的玩家甚至还想要追击 但是却被苏小拦下来 现在的实力 没有办法追击 他必须要想办法 应付下一次的进攻才行 若真的如同星空神所说 下一次他是神师境界的话 那麻烦可就大了 而且 他记得星空神说过 自己的信徒 只来了一半的样子 若是全力出击 是否能顶得住 还真不好说 稍微休整一下 苏小将所有玩家聚集到了一起 各位 这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击败了敌人 这是属于大家的荣耀 哦 苏小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群玩家顿时欢呼起来 我代表了正义 我感到了荣耀 属于我的荣耀 我特么好想哭啊 太刺激了 我感觉回到了中二时期热血沸腾 不少玩家眼中浮现出激动的神情 刚才一战的感受贼特么的真实 虽然死的不少 但是体验感真的爽爆了 那一刻 苏小真的成为了他们心中必须守护的神 为了守护自己的东西 亦不容辞 亦往无前 所以 小神 我们打赢了 没有奖励吗 尼玛 这狗策划 竟然还弄了别的NPC前来工程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兄弟们 今晚上吃什么 涮火锅 换个口味吧 要不烧烤一条龙 来个串串香吧 好久没吃串串香了 不行 谁煮牛肉 我觉得可以 一提到吃 瞬间画风就变了 热血中二也没有了 一个个不停地咽口水 苏小满头黑线地望着这群沙雕 尼玛 能不能严肃点 都快被灭门了 好了好了 先不要着急着吃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你们可能不知道 后面将会面临的危险 苏小打断了众玩家 众玩家见到苏小的表情 都忍不住皱眉 小神 你拍个灯 别怂就是刚 荒天地呀 捏地 大笑道 刷 一道寒冰真气 落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凝固 这个星空神还会回来的 下次回来他 很有可能就是神师 我们如果没有应对的话 到时候很有可能 只有死路一条 我若是死了 这个游戏也算是结束了 明白吗 苏小郑重地说道 众玩家终于收起了 玩笑的心思 开始正视这件事情 我丢 别啊 我他们才当当入戏呢 北京神王族的辉煌 将会由我铸造 我还没发威呢 小神 别避避 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照做就是 小神 神师是什么玩意 能烤了吃吗 玩家们七嘴八舌 问个不停 苏小沉吟了片刻 一些基本的东西 他现在还没有给玩家介绍 正好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 我先给你们说一下这个世界 嗯 也就是这个游戏的等级划分吧 卧槽 这是要介绍世界观了吗 新的剧情模式开启 玩家们显得很兴奋 这个世界种族繁多 包括了人 妖兽 幽灵 精灵 还有神 神就是我 相当于NPC 像我这样的NPC 还有很多 而且 他们很厉害 可以移山填海 飞越虚空 神的等级分为 神徒 神师 神史 小神 尊神 每个等级分了九星 妖兽等级分为 半阶 一阶 二阶 每一阶和神的等级对应 每一阶也分九星 玩家 也就是 你们和妖兽等级划分一样 你们也可以用1到99级来划分 比如 1到9级 就是半阶一星至九星 10到19级 就是一阶一星至九星这样子 至于物品等级 一开始分为九品 每一品也分九星 九品之后 是至尊 传说 永恒 不朽 还有最高的SSR竞技 随着苏小的介绍 一群玩家也对此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现在 他们终于意识到 自己是有多么的弱小 我感觉我好弱 我 什么时候 我也能够飞天遁地就好了 我以为只是个 打怪建设的游戏 没想到还是修宪啊 我要成为最强仙人 是时候该我荒天地 出来镇压万古了 狠人妹子 祭出你的吞天魔罐吧 我消火火 势必在火之一道上 成为炎帝 一群玩家 顿时又开始胡思乱想 中二起来 苏小没有理会他们 继续说到 每一个大的境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虽然现在我能打赢星空神 但是他一旦晋升神师 力量就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 他告诉我 他的信徒只来了一半 所以我们压力山大 嗯 玩家们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严重性 尼玛 才来了一半就打得这么艰难 要是全来了 那不得更惨 我们可以招人啊 大仙 你多给带点人进来呗 顿时 有玩家想到了 通过张大仙招人进来 没问题 这是包在我身上 小神 需要多少新玩家 你说 张大仙自信开口 作为一名知名主播 想要带点流量 还是问题不大的 101个吧 现在我们的神潮范围太小了 只能容纳这么多 以后会更多 苏小想了想 回答道 人多一点 的确也有好处 好好 包在我身上了 那么小神 我听说那个家伙叫做星空神 神潮叫星空神潮 我们神潮没有名字吗 这时候 杨眠眠看向苏小 又问出了一个问题 他这一问 苏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貌似自己还没有给神潮定名呢 有室友 不过我还没有定名字 名字 简单的 要不叫做天庭吧 你就是玉皇大帝 我就是王母娘娘 呸呸呸 天庭倒是不错 不过你矮穷琢 有什么资格当王母娘娘 炸天帮如何 我 炸天帮李白 我 炸天帮话无缺 我 炸天帮迪加奥图曼 苏小简直无语 这特么炸天帮都来了 你小说看多了吧 不过 天庭这个称呼 倒是不错 我之前听谁说过一个魔灵的名字 本想叫做魔灵的 现在看来 还是叫做天庭吧 苏小直接决定了 小神 不如这样吧 神潮就叫做天庭 然后我们各自成立分布 天庭炸天军团 太上长老 游戏 这个好 我就是天庭魔灵军团 不死者之王 我 天庭狠人军团 大帝 天庭 光之军团 迪加 看着玩家们玩得兴起 苏小也没有阻拦 最终 他拍板决定 自己的神潮名字 就叫做天庭了 至于神明 想到自己的不死神魔之躯 干脆就叫做 魔灵 不死之小吧 虽然挺中二的 但是符合这个世界的神明称为格式 各位玩家请注意 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是把未建设完的神潮给建设完毕 然后提升实力 准备对抗星空神潮 苏小忽然想起了 系统发布给自己的这个任务 还没有完成呢 完成越快 奖励越好 这次不知道系统会奖励什么 要是能够奖励一些可以对付星空神潮的东西 那就好了 随后 苏小又给玩家发布了第二任务 任务 对抗星空神潮的进攻 直至他们消灭 对象 所有天庭神潮的玩家 奖励 信仰币100 每个玩家 100信仰币 看见这个奖励 玩家们顿时兴奋地手舞足蹈 之前的任务 基本上都是10个信仰币就打发了 没想到这次竟然如此多 这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本来我还想下线休息一会儿 现在看来还是继续干吧 休息个卵子 反正现在都是假期 随便干 炸天军团的兄弟们 来我这里集合 狠人军团的兄弟们 来我这里集合 魔灵军团的兄弟 这里这里 某个山谷之中 星空神带领着自己的信徒 回到了自己的神潮所在地 刚刚抵达神潮 他就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脸色苍白无比 实际上 苏小给他造成的伤害 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 只是他一直在憋着 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所有信徒听我号令 立即休养生息 准备第二次的进攻 这次一定要将他们给灭掉 星空神看着自己的信徒 下了死命令 尊敬的无神 我们一定遵守您的吩咐 星空神潮 千秋万代 在众信徒的吼声之中 星空神走进了自己的主神殿之中 望着自己 这个只有三层的主神殿 星空神又想起了苏小那个九层的主神殿 简直差距太大了 算 真特么算 我一定要将那座主神殿拿到手 星空神握紧了拳头 他静止来到了最高的第三层 走到了大殿的中央 那里有一个半人多高的石台 石台的上方有一颗透明的宝珠 大概有人头那么大小 被放在一个凹槽之中 凹槽的四周 还有不少的符文 看着有些诡异 伟大的幽冥神潮 请聆听你子民的恳求吧 星空神的手掌之中 浮现了灰色的幽冥之力 笼罩在这个透明的宝珠之上 宝珠下面的符文 顿时发出了有黑色的光芒 那些诡异的符文 宛如蝌蚪一般跳动 最终没入了透明的光球之中 光球旋即变成了有黑之色 宛如漆黑深邃的星空一般 片刻后 宝珠之中出现了一幅画面 是一座残破古老的宫殿 看着有很多年头了 宫殿四周 漆黑一片 唯有最上方的王座之上 传来了一抹幽光 幽光照耀之下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 王座的前面 站着一个浑身拢 照在黑袍之中的骷髅 是你在召唤我 这个身穿黑袍的骷髅 忽然之间空洞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两道碧绿色的光辉 抬头看向星空神 他的目光 似乎穿越了时空 来到了现实 伟大的幽冥神朝使者 我刚刚遇到了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想要向您汇报 星空神前程无比地弯下了腰 语气恭敬地说道 这就是他的机缘所在 幽冥神朝 这是一个曾经无比强悍辉煌的神朝 建立他的主神 乃是震慑东神域的存在 可惜后来 因为过于残暴嗜血 被其他主神所围攻 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是 幽冥神朝的主神 却没有完全的消亡 而是陷入了一种沉睡的状态之中 幽冥神朝的信徒 为了复活他们的主神 四处寻找低级神 赐予他们力量 让他们臣服幽冥神朝 为幽冥神朝重新崛起做准备 星空神意外流落这里 触发了幽冥神朝使者留下的印记 成为了幽冥神朝下面的一员 所以 他才能够拥有幽灵 骷髅这些比较不错的种族 当作自己的信徒 否则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想要崛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 偏偏他有这样的机缘 竟然还是被苏小 给弄得狼狈不堪 这次 他想要恳求幽冥神朝的使者 再赐予他力量 让让他去灭了苏小 什么事 说吧 幽冥神朝的使者 冷冷开口道 我的神朝旁边不久前 来了一个比较厉害的主神 他们自称是 北境神王族的后裔 我听使者大人说过 北境神王族乃是幽冥神朝最大的敌人 所以今日带领信徒去剿灭他们 没想到这个主神比我还要厉害一些 所以我想请使者大人 再赐予我一些机缘 助我突破神师境界 我也好给幽冥神朝做出贡献 有的事情 星空神并没有说完整 因为他还藏着私心 想要占据苏小的主神殿 和他身上的机缘 幽冥神朝的使者一听这话 顿时双眸之色的 绿火光芒大作 什么 你遭遇了北境神王族的子民 没想到北境神王族 竟然也有子民残存 好好 我知道了 我会赐点你相应的机缘 但是你必须把它给灭杀掉 所有北境神王族的残留后裔 都必须全部灭杀掉 我幽冥神朝和北境神王族不共戴天 幽冥神朝的使者 与其有些激动 当年主导幽冥神朝灭亡的最大敌人 就是北境神王族 虽然 北境神王族也被幽冥神朝给拉下了水 可是远远不够 他们解恨 星空神暗自欣喜 成了 好的 使者大人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星空神攻身道 一道幽光从宝珠之中射了出来 射入了星空神的眉头之中 宝珠黑色退去 恢复原状 星空神浑身一震 眼中露出欣喜之色 五天 我再给你五天的时间 我必来灭你 等着吧 苏小并不知道 自己为了哄骗玩家 随口说出的北境神王族 还有着这么一段历史 毕竟 这段历史属于一个禁忌话题 现在的神木城 是新的神朝统治 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话题 要是知道 因为随便口嗨惹上了这么一个麻烦 苏小说什么也要改口 此刻 苏小亲自动手和玩家 修建自己的神朝组成 因为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奖励 看看奖励是否对其有用 至于天书学院 现在属于历练期间 天书学院是不会帮忙的 苏小不得不感慨 这群中二玩家的创造力和建设性 尤其是 MC王者那一份份精妙的图纸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玩家们还给苏小建立了一座神像 神像高十几米 背负双手眺望远方 看着威风凛凛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石块是烧出来的 看着有点黑 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重新打磨一下 终于完成了 操 爽快 我好有成就感啊 和之前比较起来 那片废墟完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平整宽阔的石板地面 主神殿的周围 建立了一圈又一圈的栏杆 形成了一阶又一阶的平台 和地球上的天坛 有点类似 在主神殿的周围 宽阔的宿舍 厨房 仓库等等建筑物 每个建筑物的周围 都准备了花园 食堂 还有走廊等设施 虽然目前没有种下花草 也没有水和鱼 但是后续肯定是要补充进来的 丁 恭喜宿主完成了神潮建设任务 任务完成时间一天 评价优秀 任务奖励 三品神迹 九幽天灾 浴火地火片 苏小的脑海之中 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它顿时大喜 只要系统判定成功就好了 九幽天灾 浴火地火片 概述 来自上古的残缺神迹 可以召唤来自九幽地火攻击敌人 使用限制 无境界限制 需要懂得一定的控火之道 并且领悟七精髓 三品神迹 要知道 天书学院藏书阁第三层 都没有一个三品神迹 必须要四层以上才会拥有 能够施展三品神迹的主神 至少都是五星神师境界以上 否则非常容易遭受到反噬 可是 这篇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片 竟然是无境界限制的 这特么上古神迹 果然是流鼻啊 而且 只是一个地火残片 都能够达到三品的水平 若是凑齐了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的水准 不过 苏小并不奢侈后面的篇章 有了这上古三品神迹地火片 苏小自信 即便是星空神那个家伙 踏入神师的境界 或许也拥有一战之力了 手掌触摸到这份古老的卷轴 顿时里面的东西 就引入了苏小的脑海之中 晦色的文字在他脑海之中演化 形成了一句句玄妙的语句 透着诡异莫测的力量 接下来我的任务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这个地火残片给领悟 希望到时候 能够应付星空神吧 苏小打定了主意 只要他用这个神迹 震慑住星空神 让星空神再次退去 那么拖延足够时间 等玩家们彻底地成长起来 就不用怕了 毕竟这些家伙打怪 可是会额外获得信仰原力的 他抬手一挥 直接将玩家供奉的信仰原力 奖励已经发布 希望你们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你们也不用太过于紧张 到时候 我会拖住星空神 绝对不会让神朝被灭了 苏小这次 也没有指望玩家们 能够做出太大的贡献 毕竟实力太低了 随后 他便前往主神殿开始参悟 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片 主神殿有加速参悟的效果 应该能让他快速领悟 卧槽 小神这是放弃我们了吗 呜 我们天庭的主神 至高无上的存在 既然瞧不起他的子民 气都冷 玩家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不行 我们一定要给小神一个惊喜 替小神分忧 但是玩家们却不这么想 老子堂堂第四天灾 虽然实力不够 但是花样多啊 只要脑子转得快 就能秀 兄弟们 我先下线休息一下 干了好久了 休息个卵子 你没发现玩这个游戏 竟然一点也不累吗 有玩家开口道 诶 对啊 尼玛 我以前要是玩这么久早 特么累成沙比了 为何我玩这个游戏 越玩越精神 难不成这个游戏 真的能够给我们 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一群玩家有些猛逼 似乎完了这个游戏之后 他们的身体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不管了不管了 帖子们 我们现在来计划一下 如何应对 星空神潮的下一次工程 语文老师拍了拍手掌 眼中露出了睿智的光芒 老师开始了 老师细说 玩家知道 语文老师 肯定是想到了什么办法 首先 我们不能混战 必须将战场分割开 蓝星 张大仙的直播间 张大仙从游戏之中退了出来 揉了揉眼睛 尼玛 都半夜了 一干就是六个小时 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不过 这游戏太特么好玩了 大仙 怎么回事 王者荣耀不播了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这时候 张大仙的电话 铃声响了起来 原来是斗鱼的主管打来的 大仙这种级别的主播 不播的话 那是斗鱼的损失啊 原主管 我摊牌了 我从今天起 打算正式退出王者界 What 卧槽 张大仙 你疯了吧 你不想赚钱了 原主管愣住了 原主管 你别紧张啊 你听我细说 我特么发现了一个 新的高度自由的热血游戏 贼好玩 我一干就是六个小时 关键事还不累 我都不敢相信 你信我 我现在转播这个游戏 绝对能火 我马上制造录制的视频给你看 现在二侧 我来拉人 你看了要是不想试 我特么给你享受 你若是觉得可以 你给我风推的权限 我直接在直播上拉人 张大仙吐没飞剑地介绍着 原主管已经35岁了 俗话说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抛狗起 言外之意 人到了30岁的话 精力就会锐减 做许多事情 都会提不起兴趣来 但是 当看见这个视频的时候 原主管感觉自己又行了 他仿佛置身于 自己十几年前 在网吧里通宵玩游戏的场景之中 感觉到了自己的血液在沸腾 关键是 这特么的 只是一个游戏视频而已 视频啊 原主管可以想象 若是这个游戏宣传开来之后 会有怎样的光景 激动之余 他赶紧拨通了张大仙的号码 喂 大仙 你的游戏视频我看了 我绝对没有问题 网站在哪 我也想试试 对了 我马上给你准备风推 到时候多拉点人 绝对没有问题 张大仙的直播间 大仙 大仙 你怎么不拨王者了 你膨胀了呀 大仙 卧槽 老子等了半天了 你火箭还要不要 你大爷的 大仙这个妖怪要翻天了 等候张大仙拨王者的网友们 在张大仙上线的第一时刻 就在他的弹幕上留言 但就在这时 张大仙却是放了一段视频出来 这段视频 不是关于王者荣耀的 而是张大仙专门修剪过后的玩家 大战星空神朝信徒的视频 卧槽 大仙 你这是弄什么玩意 卧槽 大仙 那个灰头土脸的人不是你吗 卧日 大仙竟然被虐了 一开始 这些网友还在调侃张大仙 但是当看见后面玩家们 为了守护主神殿 不顾生死一往无前的时候 都集体沉默了 顺为仙 逆为魔 神魔就在一面间 我狠人军团 愿意守护最好的小神哥哥 我诈天军团 愿意守护最好的小神 我魔灵军团 愿意为小神肝脑涂地 最视频的最后 是各个军分团的玩家 刻意录制的视频 一股冲销的气势 在上空盘旋 令人震撼 尼玛 我感觉我体内的洪荒之力要爆发了 不行了 这特么游戏 我也想玩 操 我为什么看一个视频 也能感动成这个样子 看哭了 好特么中二 好特么热血 简直太符合我的气质了 张大仙做一个 火了多年的主播 自然能够抓住 这些网友们的祭奠 兄弟们 从今天起 大仙我宣布 王哲 那什么垃圾游戏 来玩神迹世界吧 本游戏开始第二次内测 发放的账号 仅有101个 大家速度要快点咯 是兄弟 就来砍我 张大仙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 大仙 别避避了 发网站链接吧 沙比亚尼都说了游戏名字 神迹世界 自己去搜捕就得了 只是 当这些人找到了张大仙嘴里的 神迹世界时 都集体猛逼了 这官网跟他们的夜游官网差不多 一股浓浓的中二风 而且建设也极烂 连一半的夜游网站都比不上 不过 这并不碍于张大仙和原主管合力之下 所带来的宣传作用 101个账号 很快被玩家们抢住而空 没有注册到的玩家 都有些傲懋 哈哈 老子要去守城去了 兄弟们 等我去试一下 到时候来一个测评 刷刷刷 一道道光影 出现在了边陲荒域 七彩的天空 布满了蜘蛛网一般的空间裂缝 一条仿佛来自时空之外的巨大鱿鱼 若隐若现 在天穹之上游荡着 清风吹来 异常舒爽 卧槽 天上那游荡的是坤吗 老铁 没毛病啊 这和游戏视频里的介绍 几乎差不多 太逼真了 丁 初次进入游戏 请与天庭神巢 主神统治者 魔灵 不死之小 签订契约 一道声音 自这些新来的玩家脑海之中响起 对于这些 他们早就了解到了 所以二话不说直接签订 这时候 远处 全身都是雕 等人也冲了过来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雕哥吗 真够沙雕啊 哇 来新的沙雕了 兄弟们 来我们诈天军团吧 专业老带心 兄弟们 狠人军团招人 入团就送装备 我选诈天帮 我选狠人军团 新玩家就各有所属 最终 在一群老玩家的带领下 来到了专门活动的广场区域 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们暂定的指挥官 宇文老师 即将到来的工程站 就由他来指挥 全身都是雕介绍道 竟然是个妹子 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 刷 一道寒冰真气 落在了这个说话的新玩家身上 将之冻住 宇文老师露出迷之微笑 震慑全场 准备奖励自己的微信 醒来的 就要讲规矩点 马上就是存亡之战了 大家都严肃点 少想写乱七八糟的东西 宇文老师缓缓开口 气场十足 一时之间 全场都安静下来 你们的运气很好 一来就遇到了史诗级的存亡之战 每个人在这里都存在用武之地 此战若是赢了的话 那么你们将会获得无上的荣耀 宇文老师 嘴角挂着迷之微笑 开始给这些玩家洗脑 任务 他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要分配给这些家伙 所以必须先洗脑才行 老师 你放心 我们绝对拼死守护主神殿 对了 我们才刚来 连装备都没有 也没有学习技能 有新玩家开口询问道 宇文老师笑了笑 不着急 装备会有的 技能也会有的 但是 顿了顿 继续道 在获取资源之前 你们必须要 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行 没有贡献 凭什么给你们资源 M 这话似乎有些道理 所以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某新玩家直接咨询 宇文老师 见状 也觉得差不多了 新玩家的第一课 是当炮灰 当一个合格的炮灰 当炮灰 我擦 一群新玩家 顿时震惊了 半晌 这群新玩家 都没能反应过来 尼玛 刚来就要当炮灰 还得当一个合格的炮灰 劳子是来玩游戏的 不是来当炮灰的 为什么 啊 不是攻城战吗 我们一身健子肉 好歹也能抗两下 有新玩家不服气道 一旁 袁老二望着旁边的 张大仙 小声询问 兄弟 没搞错吧 一来就当炮灰 这不是在劝退吗 袁老二自然是原主管 袁老哥 你不懂 当你知道 能够在这里当一个炮灰 也是很刺激的事情之后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张大仙微笑着道 这些都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 上一次 星空神带来人偷袭 他们没有准备 这次可是有了万全的计划 大仙 别卖关子了 先告诉我吧 袁老哥 不能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面对众玩家的愤怒 宇文老师微微一笑 挥手示意旁边一个小弟 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随后 这个玩家很快弄来了一只半人牛 这头大家伙 大家应该认识 半人牛 也是最弱 最憨逼的存在 你们一起上 能够打赢他 我马上给你们发装备何技能 若是连他都打不过的话 你们凭什么打赢更厉害的 NPC种族 宇文老师 故意刺激这些新玩家 不就是头牛吗 我们难不成101个人 还搞不定 兄弟们 不要让他们看扁了我们 一群新玩家 嚷嚷着要崛起 不想当炮灰 几分钟后 一个个的新玩家 从主神殿里跑了出来 眼中带着震惊和恐惧之色 101一个玩家一起上 竟然连一只半人牛的身都进不了 有的家伙甚至屎 都给打出来了 别提有多惨 现在 知道你们有多弱了 让你们当炮灰 也是瞧得起你们 一般人还当不了这个炮灰 而且 炮灰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 若是当好了 功劳可以和我们旗鼓相当 简单点讲 就是要依靠你们去吸引敌人 将他们引入我们的陷阱 宇文老师将计划慢慢地说了出来 他们的实力 比起星空神潮的信徒实力要弱一些 所以必须智取才行 蓝星历史上这么多的战役 稍微思考一下 也能想出一些来 宇文老师等人 将敌人的特点都分析了一下 对方有幽灵骑士 喜欢玩冲击这一套 到时候 可以提前挖一个隐蔽的陷阱 利用这些炮灰玩家 将他们引入陷阱当中 来一个问中桌边 又比如 化学老师之前也练铁矿的时候 发现的毒物 可以好好地利用起来 会拥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卧槽 老师你早说啊 这个炮灰我当了 为吗 我感觉炮灰有点压力山大的意思 很快 这些新玩家也接受了他们的任务 很好 既然你们接受了 那么现在就由张大仙 帮助你们修炼一下逃亡 躲避追击的技巧 争取做一个合格的炮灰 宇文老师冲张大仙说了一句 于是乎 一幅幅热火朝天的训练画面 就出现在了神潮的广场之上 兄弟们 幽灵骑士冲击的时候 会有一个骑手动作 你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他们那个骑手动作 一旦发现 就往左边躲避 基本上都能够躲过 张大仙不停地给玩家 讲解动作要领和躲避技巧 要是遇到了骷髅战士呢 骷髅战士不适合走坑洼之地 所以遇到了骷髅战士 你们就挑不好走的地方跑 另外一处地方 老师 你这玩意能行吗 放不放得住 一个玩家拿着手中 黑乎乎的一个长方形东西 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这尼玛 和屎一样软腻腻的 也能叫做口罩 你放心 我可是化学老师 这个防毒口罩 是我经过了多次试验弄出来的 绝对没有问题 不信你试试 化学老师皱眉看着这个防毒口罩 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个玩家将口罩 粘在了自己的嘴上 然后点燃了练铁练出的毒物 一缕黑烟在他鼻子边飘荡 当时他没有任何事 真不愧是化学老师 竟然能够做出防毒口罩 有了这玩意 我们就不怕自己中毒了 对了 老师 我怎么觉得这口罩味道有个屎味 玩家不解问道 化学老师嘴角一抽 怎么可能 你好好闻闻 那分明是巧克力味 他能说 这特么口罩的主要成分 就是半人牛的屎吗 虽然不知道 大卫王魏哥是如何知道 半人牛的屎 为什么能够防毒 但是能用就行 管那么多 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 魏哥为此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藏书阁 全新的藏书阁之中 永远低神 盘西坐在地上 在他的面前 摆了两本神技 一本火球术 一本寒冰真气 这些技能小神 让我们放开学习 我特么 为什么只学一种吗 我难道不可以 左手寒冰剑 右手火球术吗 一冰一火 寒冰剑可以当作控制技能使用 火球术则可以当作攻击技能 那效率不是大大提高 另外 拔刀斩和疾风布 也可以组合起来 那就是相当于刺客 拔刀斩和你假术组合 那就是相当于狂战士 可是 如何才能够 让体内同时运转两种力量呢 永远低神陷入了沉思之中 冰与火 是两种属性的力量 而且互相克制 两种力量一起运转 很有可能暴体而亡 同样 风属性力量和金属性力量 也存在差异 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哄 就在这时 永远低神 听见旁边传来一阵暴鸣声 把他吓了一跳 他急忙跑过去一看 差点吓傻了 一个全身血淋淋的人 站在了他的面前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宛如一个厉鬼一般吓人 永远低神 刚刚要吼出鬼这个字 转身就跑 忽然又发现 这人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永远低神 盯着眼前这个恐怖的家伙 打量了好一会儿 才把他认出来 这特么不是狠人军团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吗 卧槽 狠人妹子 你怎么弄得全身都是血啊 永远低神 震惊地望着 第一狠人大帝 眼中带着疑惑之色 披头散发 浑身鲜血 衣服几乎都被浸湿了 你被不明生物给偷袭了 草他哥 谁干的 我去通知兄弟们 来弄死他 永远低神 发出了低沉的咆哮 经过了这些 十日的同生死共患难后 大家伙都完全成为了 兄弟姐妹 团结的一批 别 我在修炼功法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淡淡地看了 永远低神一眼 平静地开口道 似乎 这些鲜血 就不是他身上留下来的 修 修炼功法 永远低神 猛逼了 修炼功法 能弄成这个样子 嗯 我刚刚听你说 把寒冰之力和火球之力 融合到一起 所以我就尝试了一下 然后貌似体内的经脉 直接爆开 鲜血就飙射了出来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面无表情地 看了自己一眼 永远低神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刚刚也只是这样想 却没有勇气这样做 没想到第一狠人大的 竟然如此流鼻 是真的很啊 关键看他这表情 感觉这具身体 就完全不是他的 更像是别人的 这个妹子 千万不要惹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也只是猜想 别猜想了 直接尝试吧 小神哥哥压力很大 我们要帮他分忧 你把你的想法和我说一下 用我的身体来做实验 第一狠人大队 眼中露出了坚定之色 永远低神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妹子 恐怕是入戏太深了 哄 星空神潮 主神殿之中 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波动 一阵狂笑声 从里面传了出来 哈哈 我星空神 今日终于突破至了神师境界 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 所有信徒听令 集合队伍 全力出击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那个威胁我们的神潮给拿下 星空神从主神殿之中走了出来 给自己的信徒 发布了死命令 瞬间 数百幽民种族的信徒 就从地下钻了出来 齐聚在他的身上 缓缓跪下 恭喜无神 无神所向披靡 必定齐开得胜 天庭神潮这边 主神殿的二楼 苏小正在全力钻研着 九幽天灾欲火 地火篇的运转之道 神纪的等阶越高 领悟就越困难 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当然 神格的品阶 也会影响到领悟的速度 苏小的神格品阶 乃是九色至尊 相当于最顶级的天赋 还加上主神殿的修炼buff 可惜 也只是在两天的时间里 稍微地了解到了 九幽天灾欲火 地火篇的运转之法 并不能熟练地掌握 可想而知 三品神纪的领悟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刷 苏小抬手一挥 刹那之间 一道道火焰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的眼前 形成了一片火海 呃 若是修炼成了 肯定是火海 但是现在苏小这就是火堆 这一堆 那一堆的 根本无法连成片 而且 火焰也明灭不定 看样子不是太成功 再给我点时间 我应该能够成功 苏小深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系统响起了提示声 丁 宿主注意 有敌人入侵神潮 请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任务 请宿主带领信徒玩家 抵御敌人的进攻 任务奖励 未知 随后 系统给苏小 发布了奖励任务 苏小脸色顿时一将 来了 竟然这么快就来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星空神肯定是 晋升神师境界了 因为苏彻已经感受到了 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压力 只是 这家伙为什么会这么快 就突破神师境界 这简直匪夷所思 眼下 苏小也没时间 去思考这么多问题 看了一眼自己的信仰原理 貌似补充了新玩家之后 勉强能够将他的神格 再提升一件 丁 您花费了足够的 信仰原理温养神格 由八星神徒 晋升至了九星神徒 九星神徒 虽然很难 和神师相抗衡 但是却比八星神徒好很多 苏小这也是 无奈之下的办法 沉莺片刻 苏小直接通过系统 给玩家发布了消息 丁 所有玩家请注意 星空神潮再次来袭 请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收到了信息的玩家们 经历了短暂的震惊过后 立即沸腾起来 没错 沸腾 尤其是新玩家 眼中充满了期待之色 来了吗 来了吗 终于来了吗 老子这个炮灰 等了好久了 是该我出场的时候了 咚咚咚 主神殿的广场之上 两百个玩家迅速地集结 玩家们将扮人牛的皮缝制 成为了一面大鼓 一个身材高大的玩家 此刻正在疯狂地敲鼓 一声声震天响鼓声蔓延开去 充斥着一股 令人热血沸腾的气势 兄弟们 大风起西云飞扬 维加海内西归故乡 安德猛士 携手四方 今日 我以小神的名义宣示 守护天庭神潮 我们亦不容辞 宁愿做一秒钟的英雄 也不要当一辈子的懦夫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无奈 德马西亚站在制高点 挥舞着手中的棋子大吼道 此刻 另外一边 宇文老师已经整装待发 帖子们 今日乃是我天庭神潮生死存亡之计 按照计划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相应的作用 一定要将自己最大的作用发挥出来 为了小神 为了荣誉 宇文老师高吼道 为了小神 为了荣誉 下面跟着狂吼 宇文老师示意大家安静 听我命令 炮灰队先锋队先行 做好准备 后续 你甲队跟上 火球队和寒冰队压后 特殊小分队穿插在队伍当中 随时找好时间配合进攻 出发 随着宇文老师一声令下 无数个小队 开始朝着自己之前演练的位置而去 颇有一种壮士出征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感觉 咚咚咚 剧烈的奔跑声在广场的四周响起 炸天军团的兄弟们 跟我来 魔灵军团的兄弟们 我们走东边 狠人军团的兄弟们 不要怂 就是干 主神殿之中 苏小本来打算出来安排一下 让这些家伙尽量地顶住 没想到 却是见到了这么一副 令人热血沸腾的画面 作为一个主神 居然有些被自己的信徒给感动了 我擦 突然间 苏小又抱了一句粗口 因为他看见不远处 竟然有一座城墙 屹立在阳光之下 这城墙高 差不多十米 全部由砖块砌起起来 虽然范围不大 可刚好将主神殿 以及四周的建筑 包括在这里面 这他妈啥时候弄出来的 竟然搞了一座城墙出来 或许这就是第四天灾的强大之处吧 小神 小神 你放心 这次我们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计划和安排 绝对能够 让星空神朝的那群家伙 吃个大亏 但是 小神你得帮我们拖住星空神那个家伙 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宇文老师走到苏小的身旁 一脸羞涩的表情 拖住星空神 难不成这群家伙 还想将星空神的信徒给团灭掉 不太可能吧 不过 拖住星空神应该还行 虽然可能会有些狼狈 好 我知道了 你们的表现 我已经看见了 等此战过后 我一定尽快帮你们提升实力 苏小神吸了一口气 目光坚定无比 似乎是下了某种决心 我现在去将星空神拖住 苏小说完 朝着远处奔袭而去 密林之中 星空神朝的大军已经压境 这次他没有留太多的后手 直接将自己的近四百信徒 全部带来了 他的信徒 是幽冥种族 但是分为了三个小的种族 幽灵骑士 骷髅 幽灵 最后一个幽灵最恐怖之处 就是在于 他们会隐身偷袭 防不胜防 是最可怕的 刷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不远处之处 拦在了星空神朝的大军面前 不是苏小又是谁 星空神 你屡次进犯我天庭神朝 真当我苏小是吃素的吗 苏小盯着星空神 眼光闪烁 在谋划着什么 星空神大手一挥 示意自己的大军停止下来 怎么的 你还有什么底牌不成 难不成 我一个神师 还不足以 灭杀你一个小小的神徒 哼 一股气势 从星空神的身上蔓延开来 压向苏小 苏小瞳孔一缩 暗道果然 这家伙 竟然真的在短短的几天内 就突破到了神师境界 这要是换作一般的神奇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 星空神必定存在他的机缘 果然是神师吗 可惜 你终究是小瞧了我 刷 苏小的背后 突然之间光芒大放 一道道的神光 充斥在天地之间 无比的耀眼 四种颜色的神格 仿佛天上最炙热的阳光 几乎要亮瞎了星空神的眼 让他感到呼吸不畅 四 四色神格 你竟然是四色神格 星空神说话的声音 通常四色神格的神奇 都会被大势力给招收保护起来 而且会分配好的领地 建设自己的神潮 巩固根基 不到实力足够自保的时候 绝对不会放出来 这种边垂荒域之地 怎么可能会出现 四色神格的神奇 意外吗 所以 你即便是神师又如何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天书学院的弟子 只是到这里来历练而已 我手中有保命的手段 只要我逃走了 找到天书学院的人 到时候 就是你的死期 我这个神潮 被你毁了就毁了 大不了重新再见一个就行 苏小缓缓说道 每一句都宛如一柄 锤子锤在星空神的内心当中 当然 他故意将自己的这些东西暴露出来 是为了刺激星空神 彻底地将星空神给吸引开 好让玩家信徒们 发挥他们的作用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星空神感到害怕 你 天书学院 原来竟然是天书学院的弟子 难怪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更加不能让你逃了 吞噬了你的四色神格 我的实力将会暴涨 受死吧 星空神不再犹豫 身形一动 就朝着苏小掠去 苏小编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二话不说 就朝着远离自己主神殿的范围逃去 随着苏小和星空神的离去 这片土地 也变成了双方信徒的战场 一处杂草丛生之地 一个玩家信徒 正在小心翼翼地往前探索着 他们勾搂着背 猫着腰 手中握紧了粗质烂造的武器 脸上挂着惊恐的表情 还好 没人 太可怕了 领头的一个家伙 露出了释怀的表情 刷 就在这时 他的左边 一道透明的影子 突然钻了出来 直接伸手抓穿了他的肚子 望着这个从隐身之中 突然钻出来的幽灵 这名玩家脸上的惊恐之色 变成了兴奋 旋即 伸手抓住了这个幽灵 他是刚来的新玩家 也是此次炮灰队伍当中的一员 快 赶紧的 我抓住他了 弄死他 这名玩家 朝着身后某个地方大吼道 同时 他的左手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一坨黑乎乎的东西 正是之前 化学老师练铁的时候 练出来的毒物 因为吸入了之后 会浑身贪软无力 口吐白沫 甚至产生幻觉 所以 美其名曰 迷迭香 刷 就在这个玩家 举起了手中的迷迭香的时候 一个火球树 从远处袭来 轰在了迷迭香之上 瞬间 迷迭香被点燃 爆发出了一阵浓烈的黑雾 嗨嗨 三秒钟后 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这玩家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而这个幽灵 在吸入了迷迭香之后 也口吐白沫 开始翻白眼 虽然没有倒下去 但是很明显 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兄弟们 给我上 砍死他 捅他菊花 这时候 远处的草丛之中 两个玩家冲了出来 一个手捏火球树 朝着这个幽灵猛攻 另外一个 则是拿出了砍刀狂砍 这个幽灵 若是按照平时的实力 肯定是能收拾掉 这三个玩家的 但现在中毒之后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被砍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幽灵就倒在了地上 一命呜呼 哈哈 我们弄死他了 我们赢了 兄弟 刘碧 语文老师刘碧 对于这种 可以隐身的幽灵单位 玩家们是经过了 深思熟虑的 这个办法 最终还是 语文老师想出来的 利用炮灰队 去勾引他们出来 然后再使用杀手锏 将它迷晕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虽然效率不是太高 但是比起之前 玩家单方面被屠杀 却是好了太多 从上空看去 这片草丛之中 还隐藏着许多 诸如此类的小队伍 某处密林之中 哎呀呀 打不赢啊 完全打不赢 我好怕呀 怎么办 跑吧 兄弟们 不要挣扎了 几十个玩家 握着手中的武器 疯狂地向着某个方向 逃离而去 在他们的身后 还追了一群幽灵骑士 给我追 杀死他们 领头的幽灵骑士队长 恶狠狠地道 眼中酝酿着愤怒之色 就在不久前 他菊花被一个玩家 给偷袭了 这种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的动作 让他非常的愤怒 曹尼玛 追你爷爷干嘛呢 有本事 你别追啊 老子不就是 捅了你一下屁股吗 你屁股不就是 别人捅了吗 这就破防了 垃圾 有本事 你别追啊 等我成长起来后 和你们单挑 这些玩家一边跑 一边狂吼 嘴里说着一些 极为拉仇恨的话 身后的幽灵骑士们 跑得更快了 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玩家们可以复活 这些星空神朝的幽灵骑士 是知道的 而且 他们也发现了 玩家们每一次的复活 似乎都会对神魂 造成一定的影响 导致实力越来越弱 所以 只要他们杀的次数够多 那么就完全能够 让这些玩家 失去战斗力 逼退了玩家 占领天庭神朝的主神殿 他们的任务 也就算是完成了 在玩家的勾引之下 这群幽灵骑士 很快来到了一个山坡上 山坡的后方 是一块巨大的平地 在这块平地的后方 则是一个高数百米的悬崖 这是一条死路 此刻 玩家们被堵在了悬崖下边 瑟瑟发抖地 盯着眼前的幽灵骑士 卧槽 怎么回事 怎么跑到了一条死胡同 尼玛 这么倒霉的吗 玩家们疯狂地抱怨 这群幽灵骑士健壮 放缓了速度 哼 跑啊 继续跑啊 人族就是垃圾种族 在我们幽灵族面前 不堪一击 给我冲 杀死他们 让他们感受一下 我们幽灵种族的厉害之处 轰隆隆 这群数量足足三四十的幽灵骑士 催动着自己的铁骑 朝着玩家们冲了过去 但是 冲到一定的时候 他们似乎察觉到了一丝的不对劲 为何 这群家伙在笑 而且 刚才的惊恐之色 完全消失不见 甚至还带着一丝的细血之色 难道是 领头的队长 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不好 有诈 但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碰 他们的脚下的泥土 突然陷入进去 这个深坑周长足足达到了几百米 深度则是有十几米 里面还插着许多巨大锋利的木棍 玩家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 有的熟读兵书 这种埋陷阱的事情 在蓝星历史中屡见不鲜 所以运用非常的娴熟 而且 他们根据了幽冥骑士的能力 进行了精密的计算 这个世界的重力加速度 和蓝星差不多 七八米的距离 这些幽灵骑士绝对是上不来的 一旦落下去 就觉得只有等死的下场 轰隆隆 巨大的声音响起 这些幽灵骑士已经落入坑之中 噗哧噗哧 当场就有七八个幽灵骑士的身体 被这些尖锐的木桩给贯穿 死得惨不忍睹 兄弟们 成了 赶紧出来 痛打落水狗啊 全身都是雕 从不远处冲了出来 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 在他的身后 早就隐藏好的二十几个玩家 刷刷刷地冲了出来 寒冰剑 火球术等顿时不要命地 往这些幽灵骑士的身上招呼 之前在开阔之地 这些幽灵骑士 可以通过自己的速度躲避攻击 所以威胁比较小 但是现在被困住了 这些攻击手段 几乎就没有落下的 虽然造成的伤害没那么可观 可架不住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啊 这些幽灵骑士 挣扎着想要跑出来 但是却无能为力 只能挨打 哈哈 兄弟们 刺不刺激 激不激动 看雕哥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火球术 好火球术 卧槽 一声惊呼 原来是雕哥激动之余 一不小心脚下踩滑了 掉到了坑里面 啊 雕哥你 别看了 雕哥送温暖去了 哎 雕哥的菊花被这么骑士轮 真惨 某处地势不平的坑洼之地 一群玩家在上面疯狂地奔跑着 在他们的身后 或多或少都跟着一些骷髅战士 进行疯狂地追杀 刷 一个玩家被骷髅战士追杀 直接一刀砍死 废物 人类都是废物 垃圾 这个骷髅大吼了一句 朝着另外一个玩家追去 很快 这些玩家数量就锐减到了几个 而此时 这片区域也聚集了好几十个骷髅战士 兄弟们 辛苦了 现在轮到我们上场了 某个时候 山头之上 突然钻出了另外七八个玩家信徒 这些玩家全都是蒙着黑色的口罩 手中拿着黑乎乎的东西 骑风小队 也是宋独小队 兄弟们 利用我们的速度 将迷迭箱扩散在他们的周围 死亡如风 长半无身 只要我们翼得够快 连风都追不上我们 我们就是最快乐的仔 领头的一人高呼了一声 点燃了手中的迷迭箱 就朝着这群骷髅战士冲了过去 近身放毒 迷迭箱必须达到一定的浓度才有效果 所以 这是最好的办法 诸如此类的场景 在各地上演 玩家们通过自身的演技 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着 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 也有因为实力不足 导致吸引失败的团队 很快 星空神朝的信徒 就锐减了差不多一半的数量 星空神朝信徒的大统领 身材高大威猛 手中拿着巨剑 骑着骏马的家伙 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不好 我们被他们迷惑了 所有人 从现在起 统一在一起 不要被他们分散开来 这个大统领 立即下命令道 每个神朝 都拥有自己的特殊传讯之法 星空神朝的信徒们 收到了大统领的传讯之后 很快朝着一个地方聚集起来 兄弟们 只要我们翼得够快 我们就是最快乐的仔 此刻 张大仙带头冲锋 利用手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迷迭香 想要将眼前的几个骷髅战士给搞定 以往都是这些骷髅战士 追着玩家跑 现在是他们追着骷髅战士跑 那心情 别提多爽快了 故而 快乐的一批的张大仙等人 也没有注意到了 就在远处 上百幽灵信徒 正冷冷地盯着他们 兄弟们 看我蛇皮走 碰 某个拐角处 张大仙刚刚露了个头 直接被大统领 一只手给拎了起来 卧槽 我让你快乐 啪 张大仙扔到了地上 抬起了马蹄 重重地踩了下去 还快乐吗 大统领恶狠狠地道 玉峰 随后 他又对自己身后的下属下令 这些幽灵骑士排在了一起 做出了某个奇怪的动作 他们长大了嘴巴 吹出了一阵风 呼 一阵狂风 以他们为中心扩散开来 吹向了张大仙身后的人 不少人都被吹得东倒西歪 那一点可怜的迷迭香 更是被直接被稀释得没有了踪影 信徒 尤其是高阶信徒 都是自带天赋神通的 幽冥种族 在风系属性力量上比较擅长 在他们了解到 张大仙手中那玩意是毒物之后 很快做出了应对之策 卧槽他大爷的 这些傻逼玩意 竟然会妖术 后面那些快乐的仔们 此刻都一脸震惊地 盯着眼前的幽冥大军 听我命令 将他们拿下 让他们快乐一下 大统领开始下令 不好了 赶紧跑 他们冲过来了 尼玛 这些土著居然还有智商 我还是喜欢小牛牛 一群来的时候 快乐的一批的玩家 此刻吓得狼狈逃窜 屁滚尿流 剧情的发展出乎了意料 所以他们也没有应对之策 兄弟们 不要跑了 直接硬钢吧 跑不过的 这时候 这些玩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们被包围了 反包围 操 于是乎 一群玩家直接转头冲向了 这群幽冥军 抠眼睛的抠眼睛 抠鼻子的扣鼻子 甚至还有抓弹 扣菊花的 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咦 那些傻逼玩意跑哪去了 怎么没看见他们的动静了 这时候 其余的玩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原本很容易就能遇到的 星空神朝幽冥信徒 此刻却是消失不见 被我们打跑了吧 我真是太流鼻了 哈哈 先不管了 我他妈升级了 我五级了 我也四级了 爽啊 这些家伙比半人牛经验高多了 这些在此战之中受益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都兴奋无比 杀了大概一半的星空神朝信徒 他们赚取了不菲的信仰原力 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你们有没有发现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这时候 荒天地牙咪的盯着不远处 眼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宇文老师站在制高点 四周扫视 的确有些不太对劲 卧槽特哥 不好了 那些傻逼玩意开窍了 这时候 大量的玩家复活了之后 从主神殿之中走了出来 汇聚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 宇文老师赶紧询问 这些玩家将自己的遭遇说了之后 众人顿时恍然大悟 老师老师 不行了 那些狗逼玩意 竟然聚集到了一起 不受我们的诱惑了 你快想想办法 越来越多的玩家 从主神殿之中 复活赶来了此地 脸上的表情 那叫一个郁闷 宇文老师大手一挥 示意大家安静 同学们 不要慌 接下来 我们开始退手 第二道防线 轰隆隆 在宇文老师的话音 刚刚落下之际 远处那个大统领 也带着自己 仅剩的一百多信徒 愤怒地冲了过来 看见眼前 两百玩家聚集在一起 这位大统领 差点要吐血 你妈 虽然知道 这些家伙会复活 可是想到 打了这么大半天 自己还损失了 大半的手下 连主神殿都没见到 就有种 想要自尽的冲动 随我一起冲击 务必将他们赶尽杀绝 大统领没有废话 直接朝着玩家们冲去 只有碾压和虐待 才能够平息他心中的怒火 宇文老师 见状 直接大手一挥 韩冰队掩护 火球队辅助 其他人后撤 千万不要和他们硬碰 虽然 现在这些家伙 被灭了大半 但是玩家们 在正面 依旧不是他们的对手 韩冰大队的兄弟们 随我出击 第一轮射击队 准备开射 你爱惜我那儿 大手一挥 直接凝聚一只 巨大的韩冰剑 射向了大统领 刷刷刷 随后 早已经准备好的 其余玩家们 都开始凝聚韩冰剑 朝着远处的幽灵信徒射击 大量的冰剑 从远处袭来 铺天盖地 宛如冰雹一般 落在了幽冰军之中 虽然这些家伙 通过自己的速度 躲开了一些 可是 毕竟太过于密集 不少幽冰军 直接被遭终 火球队的兄弟们 再射的方面 我们不能比韩冰队差了 我们要射得更猛一些 全身都是雕 随后带领火球队的人 进行第二轮攻击 这第二轮的攻击 完全是为了弥补 韩冰队缓冲的间隙 力争达到 无间断输出 呼呼呼 一个个的火球 冲向了幽冰军 砸在了他们的身上 其实 关于幽冰军会 聚集在一起 防止被各个击破的情况 语文老师等人 早就考虑到了 现在 幽冰军的聚集 正中他们的下怀 哎呀 杀 给我杀 大统领快要疯了 他眼眸的碧绿火焰 因为愤怒 都快冒过了头顶 这些家伙 怎么可能实力 还提升了 他明明记得 那个 你爱惜我内尔 之前不过是半阶五星的实力 现在竟然拥有了 半阶六星的实力 这简直太离谱了 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他们为何打着打着 就实力提升了 越打越厉害 还能复活 这特么怎么打 兄弟们 查克拉要没了 我们先撤 几轮的火力覆盖之下 你爱惜我内尔 等人开始撤退 查克拉 什么 鬼 但很快 他们还是反应过来 应该是能量不足 幽冰军见状 终于舒服了一些 他们力量耗尽了 现在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大统领眼中 闪烁着激动之色 冲在了最前面 可是 当他冲过了一个山坡 看见远处一幕时 再一次的傻眼 他真的有种自杀的冲动 这尼玛啥玩意 啥时候多出来的 眼前 一座巨大的长城 拔地而起 宛如一条沉睡的巨龙 远远看去 整体呈现有黑之色 看着牢固扎实 给他们一种 坚不可摧的感觉 大统领眨了眨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可是 他记得几天前来的时候 明明没有这玩意的 这特么是怎么见起来的 哈哈 你看他们 杀笔了吧 猴子 来追你爷爷 追到你爷爷 你爷爷 让你嘿嘿嘿 刁哥 用你一身 刁给他们弹一曲 十面埋伏 见到这群幽冥军 猛逼的样子 玩家们脸上笑开了花 我说 哥哥们 先不要高兴 他们应该上不来吧 杨咩咩 有些担忧地说道 奶咩咩 不要怕 哥哥会保护你 就他们 他们能爬上来个底 大统领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一个幽冥军队长 盯着身旁的大统领 面色难看地问道 大统领看了看 七八米高的城墙 面有蓝色 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 试试看 能不能将城墙给冲回 最终 大统领想出了一个 不是办法的办法 没有工具的他们 肯定是爬不上去的 只能使用蛮力了 总不能就这么刚看着吧 轰隆隆 玩家们正在议论的时候 大统领已经带着 幽冥军开始冲击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想要利用自己的强度 将这城墙给撞坏 砰 砰 砰 一阵阵的撞击声响起 将城墙上面的玩家 都给吓了一跳 我擦 这城墙不会被他们 给撞坏吧 不少玩家都有些心慌了 MC王者 站在城墙上 冷笑地盯着 下面一群投铁的幽冥军 撞坏 我玩MC的时候 这些崽子 还不知道在哪玩一把 果然 城墙虽然在震动 但是仅仅只是震动而已 却一点损毁的迹象都没有 倒是 这些投铁的幽冥军 撞了个七荤八素 像是一圈乱窜的蚂蚁 不过 玩家们这会儿 也遇到了难题 一番战斗之下 他们体内的力量 消耗得差不多了 什么术法都施展不出来 即便能够勉强施展出来 也无法对幽冥军 造成什么伤害 兄弟们 来帮个忙 我特么一个人拿不完啊 先吃点东西 补充点能量 然后再继续战斗吧 这时候 一阵吆喝声响起 就见到 大卫王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烤串 爬上了城墙 闻见那诱人的香味 一群玩家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卧槽 卫哥 你真是太懂我们了 卫哥 有你 真是太幸福了 卫哥 我要吃铁板烧 七分熟的 一群玩家 顿时将幽冥军抛在了脑后 一窝蜂上去抢吃的 一个个吃得满口流油 那叫一个香 下面的幽冥军 大统领 这怎么就画风突变了 战斗场面变成了小吃街去了 一阵香味从上面飘下来 飘入了幽冥军的鼻子之中 不少幽冥军都咽了咽吐沫 我擦 真特么香 大统领 他们在吃什么 好香啊 难道是什么灵丹妙药吗 我怎么好像从未听过 这种灵丹妙药 喉咙滚动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不知道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被他们诱惑住 免得重计 大统领狠狠地咽了咽吐沫 下达了命令 大统领 我们可以这样 这时候 大统领的身旁 巧声说道 大统领听完 顿时眼中露出了喜色 好 就这样办 此刻 苏小还在和星空神火热地战斗着 苏小抽空看了一眼远方 想要看看玩家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但是没有发现一点动静 晋升了神师的星空神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若不是 他能够越击战斗 现在肯定已经战败 而玩家这边 似乎完全忘记了战斗 哥俩好 三星罩 四喜财 五魁首 六六顺 七个巧 八仙兽 九连环 全来到 哈哈 你说了 该你喝 有几个家伙 甚至还划拳助兴起来 兄弟们 不知道 小神现在什么情况了 我们要不要去帮助他 帮 怎么帮 那个级别的战斗 去了就是秒杀 嘿 我们可以给他送烧烤 在旁边给他加油助威啊 嘘 严肃点 现在可是工程战呢 对对对 现在工程战呢 来个两个再喝两杯 其实 玩家们也不是完全放松了警惕 半人牛的肉蕴含能量 可以帮助他们恢复法力 一段时间的修整之后 他们的法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 哗啦啦 下面的幽冥君忽然感觉到天上下雨了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下雨了 还有一股骚味 抬头一看 一个伟岸的男子站在墙边上 潇洒地挥洒着自己的二弟 哎呀呀 百分号 型号 型号 这群幽冥君顿时就火冒三丈跳了起来 全身都是雕得意洋洋的注视下面 围着的幽冥君 小垃圾们 别说我们没有爱心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给你们喝点水 迎风尿三丈 使我不得开新年 雕哥嘴里还吟诗两句 他想要试一下 上次击杀稻草人 见了奇功的尿 对这些玩意有没有用 但是失望了 雕哥好试好试 好屌好屌 一旁的玩家们 竖起了大拇指赞扬着 兄弟们 都跟雕哥好好学学 看雕哥如何拉仇恨 雕哥拉仇恨的功力 可是一流的 雕哥将东西塞进了裤裆 又转过了身 将屁股对准了下面的幽明君 既然送了水 那必须得给他们上点菜 然而 就在雕哥刚刚蹲下来的时候 远处 一根木棍突然标射而出 精准无误地插在了雕哥的后臀上 哭 雕哥死不瞑目 刷刷刷 与此同时 无数尖锐的木棍 从远处射来 射向玩家们 将玩家们吓了一大跳 草他妈 偷袭 不讲武德 玩家们愤怒了 乍看之下 就看见不远处 不知道啥时候 一些幽明军弄来了大堆的木棍 一端削得尖尖的 这些木棍 在他们强大的力量投掷之下 变成了弓箭一样的武器 弥补了他们的不足 轰轰轰 玩家们此刻吃饱喝足 恢复了体力和能量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但是 这次幽明军早有防备 寒冰箭和火球术的命中率 简直低得可怕 同学们 别白费力气了 语文老师 健壮 制止了玩家们的进攻 这样只能是白白的浪费能量 万一这些家伙 又想出了其他的办法 他们就无法应对了 老师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就白白挨打吗 老师 这样不是事啊 万一他们 把我们给困死 我们没吃的 到时候不得饿死 草 这狗策划 游戏设计得太逼真了 现在这个饥饿系统 就是一大累赘 玩家们骂骂咧咧 将责任推向了狗策划 语文老师 想了想 暂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 这些幽明军 竟然会如此聪明 玩家们并不知道 幽明军在信徒当中 属于高阶种族 无论是自身实力 还是智慧都不低 现在能够和玩家们 战斗的你来我往 完全是因为 星空神太弱了 没有将他们的潜力 彻底发挥出来 哎呀 我要报仇 兄弟们 我的第二次没了 这时候 全身都是雕 从远处 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 脸上带着愤怒之色 第二次 虽然不知道 为何是第二次 但是知道 雕哥很愤怒 后果很严重 扑刺 可是没想到 刚刚冲上了城墙 脚下踩到了一块东西 直接一个优美的姿势 划出了城墙落了下去 草 谁TM乱扔垃圾 雕哥狂吼 卧槽 雕哥真是太惨了 雕哥 默暗 全身都是雕 落下去之后 一群幽明军 顿时兴奋地看着他 宛如看一个绝世大美女 还是什么都没穿的那种 雕哥瑟瑟发抖 欲哭无赖 一个幽明骑士 朝着雕哥冲了过来 愤怒地想要将自己的长枪 刺入雕哥的身体当中 然而 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落在了雕哥的面前 伸手抓住了这柄长枪 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只剩下了这道身影 雕哥抬头看着这道身影 整个人都惊呆了 对面的幽明骑士 也惊呆了 竟然可以有人一把 抓住了他手中的长枪 令他纹丝不动 这怎么可能 卧槽 狠人妹子 狠人妹子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梦了 天哪 我眼花了吗 狠人妹子 竟然只用了一只手 就抓住了这个骑士的长枪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城墙上的玩家们 此刻都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这妹子 在雕哥将要被攻击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跳了下去 替雕哥挡住了这一击 这勇气和胆破 比小鲜肉强太多了 呜呜 我雕哥终于也有妹子主动喜欢了 呜呜 雕哥喜记而泣 碰 下一秒 第一狠人大帝 直接一脚踩在雕哥的身上 将雕哥的肋骨都踹断了好几根 我心中只有小神哥哥 第一狠人大帝 说完 目光冷冷地盯着眼前的幽名骑士 此刻 这个幽名骑士也反应过来 发动了攻击 他的骏马高高地抬起了双脚 想要将狠人妹子踩成肉酱 第一狠人大帝 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他的身体此刻 发出了微妙的变化 他那双白皙的手掌 此刻变得漆黑如墨 但诡异的是 黑色之中 隐隐泛着一丝的金光 脸上的表情也充满了一种魔性 肉眼可见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脖子和额头上 竟然出现了一黑一惊 两种不同颜色的纹路 宛如蜘蛛网一般 缓缓蔓延开 这 这是什么技能 狠人妹子 从哪里学来的技能 这技能看着好魔性 好霸气啊 上面的玩家们 此刻都惊呆了 哄 此时 这个幽名骑士的双脚 已经落了下来 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拳头之上 寒冰覆盖 形成了一个冰霜拳头 毫无花俏的一拳轰出 轰在了这铁蹄之上 强大的力量碰撞之下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连连退后了几步 那个幽名骑士也是 退后了好几步 但是更惨的是 他坐下的亡灵战马的腿 被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给轰断了 死 全场响起了一阵 到吸冷气的声音 此刻 无论是城墙上的玩家们 还是不远处的幽名军 此刻都嘴巴张得大大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才不过五级而已 但是这个幽名骑士 却是七级的存在 但是 很显然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力量 还要强悍一些 这特么怎么做到的 殊不知 这是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经过了 永远低神点拨之后 将不死神魔之躯 和寒冰真气 给结合了起来 才产生的巨大威力 刘弊 我狠人军团无敌 不愧是狠人大帝 太屌了 玩家们此刻 眼中露出了 极为崇拜之色 啊 去死 这个幽名骑士 因为自己 竟然不是 第一狠人大帝的对手 而恼羞成怒 再一次地发动了冲击 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也毫不犹豫 没有一丝的胆怯 挥舞着拳头 冲了上去 碰 碰 碰 每一次的硬碰 都是毫无花俏 仅仅一会儿的时间 这个幽名骑士 就直接被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给轰趴在了地上 而他只是 手被打骨折了而已 这都不是事 第一狠人大帝 直接用力一掰 将自己错位的骨头 又掰回了原位 咔嚓咔嚓 听得众玩家 一阵头皮发麻 对敌人狠 对自己更狠啊 杀 给我杀这个女人 大统领健壮 指挥着自己的属下围攻 第一狠人大帝 曹尼玛 有本事冲我来 欺负女人 算什么东西 狠人妹子 别怕 我来保护你 雕哥拍了拍胸脯 冲到了狠人妹子的面前 直接被一枪戳死 面对数个幽名骑士 以及骷髅战士的围攻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冲了上去 刷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 一只闪烁着火光的兵剑袭来 提前出现在了狠人妹子的面前 轰击在了一个幽名骑士的身上 没错 这是一只闪烁着火光的兵剑 但蓝色的兵剑上 弥漫着火红色的符号 看着非常的绚丽 碰 这只兵 坚落在了一个幽名骑士的身上 瞬间爆炸开来 首先是形成了一层火焰 将这个幽名骑士全身覆盖 随后又形成了一层冰层 将火焰覆盖在其中 冰层将火焰层覆盖之后 火焰并没有熄灭 反而似乎受到了某种压迫力量 变得更加的凶猛 扑呲 众人可以看见 这个幽名骑士 被冰层覆盖的身下散发出了 一阵阵的黑烟 分明是让火焰给烧的 而这个幽名骑士嘴里 也发出了嗷嗷的叫声 狠人妹子 你跑太快了 我都没追上 永远低神站在城墙之上 背负双手 一脸傲然之色 区区幽名小贼 也敢来 敬犯我天庭神潮 看我如何一直守灭你们 永远低神 整个体现出了一种高人风范 仿佛闭关迁到了上百年 突然出关 拯救众人的大佬一般 刷 这时候 一根尖锐的木棍 从远处朝着他击射而来 永远低神 眼神一凝 抬手一挥 直接凝聚出 刚才的冰火箭 射向了木棍 这次 众玩家算是看清楚了 这支冰火箭 无论是速度 还是威视上 都比之前的寒冰箭 要厉害得多 关键是 帅 哼 木棍 直接被轰成了碎渣 冰火箭去尸不止 射向那个投掷的骷髅身上 碰 火焰先行爆发开来 随后是冰层 直接将这个骷髅覆盖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就这 就这 在我冰火两重天下 都是渣渣 永远低神 呵呵一笑 此时不装逼何时装逼 玩家们兴奋的一批 冰火两重天 好家伙 我他妈直接好家伙 神哥不愧是 大宝剑之王 冰火两重天 都弄出来了 什么时候来一个 电光毒龙钻 神哥 快教教我们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拜你为师了 贼吉尔帅 不少玩家眼中 露出了羡慕极度之色 让永远低神 非常的享受 传授可以 但是要给钱的 永远低神 露出了乙母笑 下面的幽明君都傻了 这群玩意啥时候 又弄出了这种神迹来了 冰与火 还能融合在一起 老子不是在做梦吧 就连大统领这块脑子 也有点不够用了 这个天庭神潮的信徒 简直离谱的一批 还有什么 我要学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淡淡 抬头看了一眼 城墙上的永远低神 刚才她是动用了 不死神魔之躯 和寒冰真气 配合起来 才有这种力量 若是能够 将这种冰火属性 融合之法 覆盖在拳头上 形成了攻击 那么力量 肯定会更强 听见这个声音 见到那弹幕的眼神 永远低神 差点一个猎且 从城墙上摔了下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免费 包交包坏 你只需要把第24 和36号筋脉逆转 然后在56号筋脉融合 就能够维持在一个平衡 永远低神 一刻也不敢拖延 这个妹子 惹不起的 要不是狠人妹子 拿自己做实验 她也不能搞出 这些名堂 玩家们都一脸猛逼 这特末功法逆转 反向开挂 第一狠人大帝 听完之后 则是陷入了沉思 莫过片刻 她的手掌之上 就闪烁着红蓝两种光芒 一个冰火覆盖的拳头 散发着骇人的威势 死 远处的大统领 此刻终于是回过神来 暗呼糟糕 这些人类信徒 怎么这么变态 逆转 经脉不死也就罢了 关键是 领无力这么强悍的吗 简单的避避几句 这就弄出来了 这特么吓死个骑士 大统领没有丝毫的犹豫 准备下令攻击 然而 就在此时 又是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落在地上 溅起了阵阵烟尘 等到烟尘散去 就看见一个人 右手拿着一把大刀 扛在右肩之上 单膝跪地 他的左手撑在地上 低着头凝视着地上的泥土 仿佛一个和世界孤立的人 万劫斩破 初代月斩 我的呀 黑气一货 众玩家和幽名骑士 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 皱了皱眉 马德 这谁啊 这么掉的出场姿势 还他妈黑气一货呢 你怎么不活影名人 卧槽 这不是刀哥吗 在一刀999 抬起头来的时候 众玩家也终于是 将他认了出来 刀哥 你不是扮演的凯吗 怎么变成了黑气一货了 刀哥老渣男了 见一个爱一个 一刀999 看了玩家们一眼 微微一笑 将目光投向了 幽名军大统领 我一刀斩你 说完 冲着大统领勾了勾手指 一旁的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他是我的 你弄错了 我说的是一刀斩他旁边 那个歪瓜裂枣的玩意 一刀999 忌惮地看了狠人妹子一眼 怕是谁见到狠人妹子 那骨子很近 都不敢招惹他吧 在印的男人 遇到狠人妹子 也得软 幽名军大统领怒了 眼眸中的火焰 直接冒过了头顶 之前见了他就跑得小垃圾 现在竟然扬言要一刀斩他 是可杀不可辱 呼 一个幽名骑士 此刻不等大统领吩咐 已经冲向了一刀999 来得好 一刀999 健壮 眼中冷笑连连 不退反镜 回旋锋刃 他冷哼一声 大刀挥舞 一个回旋锋刃 击向了这个幽名骑士 幽名骑士早有防备 直接躲开 到了一定的时候 抬起手中的长枪 朝着一刀999 刺去 一刀999 没有丝毫地闪避 而是举起了手中的长刀 选择硬钢 我擦 刀哥留弊 竟然硬钢 刀哥 你能行吗 随着玩家的话音落下 一刀999身形突然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然后 陡然出现了在这个幽名骑士的另外一边 重重地斩下 一刀流 斩破 初代闪跃斩 随着长刀落下 刀锋之上浮现一缕半月状的刀芒 从空中落下 劈在了这个幽名骑士的身上 刷 巨大的力量 直接击中了幽名骑士的弱点 将其劈成了两半 一刀999落在地上 将刀扛在肩膀上 45度仰望天空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一刀999的身上 片刻之后 玩家们爆发出了一阵震耳欲容的欢呼声 刀割6666 惊得我都倒过来了 刀割9999 惊得我180度反转 刀割696 9696 惊得我七上八下 九潜一身 太帅了 完全没有想到 一刀999一开始只是阳弓 在最关键的时刻 突然闪现到了这个幽名骑士的头顶 一刀毙命 帅帅帅 唯一的不足 就是特么的 这个技能的名字有点长 不太好记 而且 有点中二 大统领再一次被震惊住 风属性和金属性融合一起了 这些都是些啥变态玩意啊 感觉一个比一个厉害 冰火两重天 寒冰火焰拳 一刀流 那个什么斩的 连名字都没听过 亚历山大 不对 是压力信号打 杀 都给我杀 让他们死 大统领这会儿 被震惊的脑子都有些混乱了 他已经想不出来要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打赢这群人 总之 这群人貌似越打越厉害 不仅打架厉害 还贼他们气人 你见过打仗打着打着途中跑去吃烧烤的吗 面对数百幽名军冲了过来 第一很人大的 妹子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一刀999则是有点猛逼了 刚才光顾着装逼了 现在怎么上去 他再厉害 也不可能打赢这么多啊 兄弟们 打我一把 一刀999看了一眼城墙上的玩家们 但是发现这些家伙 此刻竟然一个个盘膝而坐 闭着眼睛 似乎在参悟着什么 一刀999要哭了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狠人妹子 我来演 他大吼一声 一往无前地朝着敌军阵营冲去 几分钟后 第一很人大帝 妹子和一刀999 从主神殿再次赶来 和众人汇聚到了一起 之前是尝试自己的融合计 现在既然验证了 就不能冲动 必须要将这融合之法教授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 合力将敌军剿灭 我误了 十分钟后 一个玩家口鼻冒血地站了起来 走向城墙 这是逆转经脉不畅 走火入魔的征兆 哈哈 我也误了 这时候 荒天地牙咩地猛然站起身来 他抬起了右手 刹那之间 古铜色的盔甲片汇聚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钻头 没错 就是个钻头 在 荒天地牙咩地的操控下 这个钻头开始飞速地旋转起来 覆盖了他整条手臂 我擦 天地哥这是弄出了个啥玩意呢 天地哥 你这是哪两种技能融合 一群玩家震惊地盯着 荒天地牙咩地 荒天地牙咩地 黑黑一笑 你甲树和拔刀斩 两者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电光毒龙钻 老子捅烂他们的菊花 噗 玩家们差点吐血 尼玛 你搞了这么个玩意 就是为了统菊花用 能不能有点逼格 天地哥 能不能搓一个螺旋丸 天地哥 刘碧亚 我们你甲队也崛起了 在众人的欢呼之下 荒天地牙咩地 一个纵月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只是 落地的时候 手中的电光毒龙钻 不小心钻到了地面 直接打了个洞钻了进去 很快没了踪影 哈哈哈哈 天地哥这是专门为了打洞而生的 不愧是呀咩地 一酷一酷 阿塔西诺奥库尼 可其末 玩家们差点笑出了鼻涕 但是幽冥君却是笑不出来了 不久前 玩家们还是被他们压着打 现在一个个仿佛化身战神 往往三个才能应付一个 现在可以单挑了 而且 大多数还是压着幽冥君打 刷刷刷 冰火两重天 一支冰剑 落在了一个骷髅战士的身上 爆炸开来 将骷髅战士冰冻 速度降到了极致 这个玩家正准备收割的时候 一旁突然之间闪过来一道人影 一刀流 斩破 初代闪月斩 直接一刀击中了骷髅的弱点 要了他的命 不用谢 我叫雷锋 这个玩家 抢了骷髅的信仰原力后 再次冲向别处 我曹你大眼 抢老子怪 背后 传来了阵阵怒骂声 哄 此刻 战场当中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正在和大统领大战着 大统领可是九级的存在 但是 第一狠人大帝 只不过刚刚晋升六级 一击对轰之后 大统领微微退后了两步 第一狠人妹子 却是倒飞了出去 虽然有了寒冰火焰拳的加持 配合不死神魔之躯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甚至能够一拳打死一个幽灵 可是 面对大统领 还是有些不太行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 敢和我单挑 但我知道你的结果只有一个 死路一条 大统领恶狠狠地道 随即再次冲向了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面对大统领的冲击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并没有退去 反而是眼中战意蓬勃 我的不死神魔之躯 尚未突破第一层 若是突破第一层的话 应该能够打赢他 现在 唯有动用这个办法了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眼中浮现出一抹狠辣之色 他缓缓地抬起了双手 肉眼可见 他那漆黑的手掌 此刻竟然渐渐地变成了淡金之色 金色越来越多 越来越旺 最终将手臂完全染成了金色 而那些原本是金色的身躯 此刻 却是渐渐地变成了漆黑之色 简而言之 金色和黑色替换了位置 大统领有点不清楚 眼前的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想要做什么 但是他却感觉到了 一股子的危险降临 砰 也就在这时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手臂上 一根血管爆炸 形成了一层血物喷洒出来 这根血管 仿佛引发了连锁反应一般 砰砰砰 一连串的爆炸声 从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其他部位传来 很快 他就成为了一个血人 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气势也瞬间攀升了一倍不止 感受着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身上的气势 大统领此刻都惊呆了 这是干嘛 自杀式袭击 蓄力击 大统领感觉不妙 直接动用了全部力量 与此同时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也举起了右拳 那被冰霜和火焰覆盖的拳头 不再是之前静止的画面 而是缓缓地流动起来 没错 火焰和冰霜相互交融 相互流转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纹路 华丽中带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哄 某个瞬间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拳头 和大统领的长枪碰撞到了一起 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肉眼可见 大统领手中的长枪 直接碎裂成为几段 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去世不止 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统领的身上 碰 大统领直接被砸得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气息迅速萎靡下去 这 这一刻 旁边的玩家们和幽明军都惊呆了 甚至因为这震撼的一幕 停下了手中的战斗看了过来 幽明军大统领 这就被狠人妹子给干翻了 卧槽 狠人妹子太流鼻了 尼玛 难以想象啊 我们当中最凶猛 最狂野的一人竟然是一个妹子 气都冷 来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卧槽 这个技能好猛 就是有点费血 无数震惊的目光落在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身上 不过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也有些不太好受 因为 刚才这一击 是她强行将不死神魔之躯的运转功法 进行了兑换所带来的效果 但是后遗症也非常的大 简而言之 不死神魔之躯的神躯运转功法 是一条线路 魔躯的运转功法 又是一条线路 两者本来是互不相干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这时 强行将两条线路给兑换了 兑换了之后 可以获得爆炸性的提升 但 经脉却是承受不住 几乎是处于半废的状态 而且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仅仅只是 逆转了其中一条线路 就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也是不死神魔之躯的强悍之处 不死神魔之躯 乃是强悍的炼体之法 修炼之后 可以大幅度地提升自身的血肉 经脉 骨骼的强度 否则 一般人绝对承受不住 这种运转经脉兑换的做法 此刻 玩家们死后可以复活的特性 也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实验条件 换作一般的信徒 谁特么敢这样轻易尝试啊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稍微歇了一口气 再一次地冲向了大统领 大统领见状 想要撤离 因为 刚才这一击对轰 他受伤不清 刷 此时 远处一只寒冰火焰剑 急速飞来 落在了他的身上 直接将他冰冻 阻止了他想要跑的念头 哦不 大统领一声惨叫 第一狠人大帝的拳头已经落下 直接将其轰杀 死了 麻痹的 这狗玩意终于死了 哈哈 我们杀了大统领 无虎 起飞 笑啊 今晚 我们都是笑 玩家们此刻气势暴涨 乘胜追击 剩下的幽冥军 却是到心崩溃 溃不成军 成为了丧家之犬 给也死 钻他 持我一记电光独龙钻 十分钟后 玩家们已经将所有的 星空神朝幽冥军清理掉 一个个脸上 弥漫着兴奋的笑容 兄弟们 你们说 要是小神见到我们 杀死了星空神朝的信徒 会如何奖励我们 小神他 我丢 玩家们这才想起 苏小还在和星空神战斗 经历了这些天的战斗 他们也对境界 等级 有了一定的了解 七级打八级 仅仅只是 一个小境界都如此困难 苏小这种跨大境界 越阶战斗的 难度多大 可想而知 走 兄弟们 赶紧去支援小神 此刻 某处密林当中 苏小躲开了 星空神的一记猛烈攻击 嘴角忍不住 溢出了一抹鲜血 神徒和神尸之间的差距 还是大 苏小虽然手段进出 可是终究不能战胜星空神 星空神更加震惊 他一个堂堂的神尸 竟然打了这么久 也没能将苏小拿下 而且还好几次吃了苏小的亏 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明和 星空神乘胜追击 施展出了自己最强悍的一招 苏小见状 将心一横 施展不死神魔之躯的神躯 瞬间 他整个人被金光所覆盖 神力运转加速凝聚到了双手之上 九幽天灾欲火地火 一道道复杂的手印在苏小手中变幻 苏小表情肃目凝重 一股强悍的波动 从他的周身扩散开来 刷 某个时候 苏小张开了手臂 一声低吼 旋即单膝跪下 一拳重重地轰在了地上 一丝暗红色的气息没入地下 以苏小为中心 大地开始军裂 一朵朵的暗红色火焰 从地表之中钻了出来 朝着冲击而来的明和而去 很幸运 苏小这次施展 九幽天灾欲火地火 勉勉强抢成功了 比起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好 噗哧噗哧 一朵朵的暗红色火焰 和明和碰撞到了一起 发出了噗哧噗哧的声音 冲向苏小的明和 直接被拦了下来 两者陷入了僵持之中 星空神原本自信满满的脸上 此刻浮现一抹震惊 你 你这是什么神剑 堂堂神师的压箱底神迹 竟然和一个神徒的神迹 打了个平手 这就意味着 他输了 苏小此刻脸上表情争鸣 青筋暴涨 冷冷地注视着前方没有说话 随着他加大力量 越来越多的暗红色火焰冒了出来 哼 幽冥之力 此时 星空神直接催动自己体内 隐藏的那一缕幽冥之力 瞬间 他气息暴涨 僵持不下的明和 以压倒性的优势 吞噬苏小的九幽地狱火 哄 某个瞬间 爆炸开了 苏小到飞出去 星空神也随着后退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可惜他的九幽天灾欲火地火 不是很熟练 否则凭借他的不死神魔之躯 加上这个三品神技 倒是真的有可能将星空神给击败的 你 竟然拥有此等神技 可惜我拥有爆血丹 你终究敌不过我 哈哈 星空神狂笑不已 刷刷 忽然间 远处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玩家们在这一刻赶到了战场 玩家们的道场 让苏小和星空神都同时一愣 卧槽 小神竟然吐血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小神吐血 我就内心一痛 操 幸亏我们来得及时 要是来得晚了 可能小神就要隔屁了 哎呀 我似乎看见小神惨死的样子 小神要是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一群玩家顿时鬼哭狼嚎 甚至还有人抹眼泪 一脸死了爹妈的表情 嘘 别哭了 给小神一点面子 荒天地呀 咩地顿时制止了众人 苏小 我特么还我没死呢 你们就在咒我 不过 看见这群玩家到来 苏小也很高兴 但是一旁的星空神 直接猛逼了 玩家们都来了 那么自己的信徒呢 难不成跑回星空神巢去了 不可能啊 信徒怎么敢丢下主神 自得逃跑 除非他们是不想活了 你怎么怎么出现在了这里 我的信徒呢 星空神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 呵呵 抱歉 你的信徒全部被我们给灭了 浑身都是雕 站在人群的最前方 指着星空神的鼻子 一脸傲然地说道 什么 这小子 不仅仅是星空神惊呆了 连苏小本人都惊呆了 苏小是最了解这种家伙的 刚来不久 实力还没有提升上来 就遭遇了星空神潮的入侵 被虐了一个措手不及 这些玩家和星空神的信徒 等级差距最小 达到了三阵 最大达到了五级 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虽说 语文老师 他们做了精心的计划和安排 让苏小拖住星空神 可苏小却不认为 他们能够将星空神的信徒 给全灭掉 最多利用自己的智慧 布置一些陷阱 将星空神的信徒力量消耗殆尽 自己这边也和星空神 拼个两败俱伤 然后各自撤回 这就是苏小所能 设想到的最好的结果 可这些家伙 竟然跑了过来 说星空神的信徒 被他们给灭了 这真的假的 不可能 星空神从震惊之中 回过神来 立即催动自己的神格 感应了一下 然后 他整个人脸色 瞬间变得煞白 没了 真的没了 他的信徒 一个也没了 这怎么可能 这群沙雕 和他的等级相差那么多 数量还相差那么多 怎么可能能灭了他的信徒 他不信 啊 他不想相信啊 他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 培养了那么多的信徒 竟然一战全面 扑 星空神的心境受损 直接一大口鲜血 从嘴里喷了出来 苏小这时候 也反应过来了 看这群玩家的等级 他基本就明白了 竟然都集体提升了一到二级 你们 是如何做到的 苏小记震惊 有惊喜地问道 小绅 我们 那当然 一群玩家 争着炫耀自己 行了 都别避避了 让我来说吧 雕歌大手一挥 将头微微垂下 然后向上一甩 并用手捋了捋发型 星空神 那是什么垃圾玩意 他的信徒 不就是一坨屎吗 劳子一脚 就能踩扁 说着 全身都是雕 看向不远处的星空神 竖起中指 对他勾了勾 小鼻崽子 敢打我们的小神 活得不耐烦了呀 你过来 也一只手灭了你 这动作 这气势 这造型 霸气 威武 充满了不屑和张扬 怒急攻心的星空神 瞬间抱走了 劳子灭不了苏小 还灭不了 你一个小小的信徒 哄 他抬手一掌 朝着 全身都是雕 拍出 神力化作巨手鸭像 全身都是雕 雕哥这一瞬间 只感觉一座泰山 朝着自己压来 冰火凉 雕哥努力地 想要施展自己的 全新神迹对抗 但是还没有施展完成 那大手已经落在了 他的身上 直接将他拍成了肉饼 碰 雕哥没了 一旁的苏小 想要援救都来不及 后面的玩家们 纷纷后撤 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尼玛 有点恐怖 我擦 神师力量 竟然这么恐怖的吗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看来我不得不 施展自己的绝技了 此时 星空神冷冷地 环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最终目光落在了 苏小的身上 这是你逼我的 今日 我即便是拼了老命 也要让你陨落 让你和你的信徒 付出代价 星空神将心一横 手掌之中 出现了一颗 暗红色的丹药 见到这颗丹药 苏小的内心猛的一颤 暴血丹 竟然是可以激发 人体潜力的暴血丹 这种丹药是非常恶毒的丹药 一旦使用了之后 将会造成很大的后遗症 至少境界上 要跌落三分之一 但是 可以在短时间里 获得爆炸性的力量 苏小刚刚也只是能够 和星空神打一个平手而已 甚至还落了一点下风 现在 星空神服用了暴血丹之后 他肯定不是对手 你们赶紧走 他服用了强行 提升潜力的暴血丹 能够短时间里 提升自己的实力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回主神殿 拖延时间 苏小冲众人大吼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拖延星空神的时间 一旦拖延过后 星空神实力跌落 就完全不会是他的对手 玩家们一听 顿时震惊了 跑 跑得掉吗 拍死你们 呵呵呵 星空神再次凝聚大手 朝着玩家们落下 不杀几个玩家 他不解气 操 暴血丹 这就是修仙小书中那种强行激发潜力 会造成后遗症的丹药 特么的 狗策划竟然还设计了这种 不要必连的剧情 打你妹哦 官方开挂 最为致命 你特么是秀儿吗 居然还有暴血丹这种东西 老子不服 不少玩家听见苏小的话 都纷纷朝着后面退去 唯有一人 不退反镜 目光坚定地上前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此刻 他坚定不移地挡在苏小的面前 回头看了苏小一眼 眼中露出了一丝绝美的微笑 守护我最好的小神哥哥 砰砰 下一刻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身上 金色和黑色的光芒交织 身体不少地方 爆出了一团血舞 将他整个人笼罩 而他的实力 也是暴涨 冲 他猛然冲向星空神 手掌之上 红蓝 两色光芒闪烁 寒冰烈焰圈 凶猛出击 一旁准备拉住他的苏小 此刻彻底地惊呆了 一个闪烁着蓝红之色的拳头 和星空神巨大的手掌 碰撞到了一起 远远看去 就仿佛大象碾压蚂蚁一般 但是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那看着弱小的身躯 实在爆发出了恐怖的能量 星空神巨大的手掌 看似凶猛 却是未能寸进分毫 直接被第一狠人大的 妹子的拳头给挡了下来 当然 这只是片刻的时间而已 下一秒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直接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炮弹一般地飞了回去 犹如断线的风筝 苏小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了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身后 将她接着 稍微查探了一下 发现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体内的经脉 错乱成一团糟 肋骨都断完了 你怎么这么傻 你压根不是她的对手 苏小感叹一句 虽然玩家可以复活 但是复活次数多了 是会损伤灵魂的 现在可能还体现不出来 时间一长就知道了 这妹子 压根不是星空神的对手 冲上去不是找虐吗 小神哥哥 我不怕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惨然一笑 下一刻挣扎着爬起身来 对面的星空神都惊呆了 怎么回事 自己这一击 竟然连苏小的一个信徒 都收拾不了 这特么还是信徒吗 稍微感应一下 就能够察觉出 第一狠人大帝的等阶 不过是半阶六星而已 但是 一个半阶六星的信徒 将她一个一星神师 还是吃了暴血丹的一星神师 一击给挡了下来 虽说 星空神这一击 并没有动用自己的所有力量 但是 也绝不是一个半阶六星的神徒 能够挡下的 还有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施展出来的那个冰火烈焰拳 又是怎么一回事 冰与火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 融合到了一起 这不是违背五行相克 元素不容的规则吗 此刻 星空神的脑海之中 有着太多的问号 同样的 苏小的脑海之中 也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 她了解这些玩家 这些家伙充满了无穷的创造力 即便是弄出了诺亚方舟 她感觉也不是太稀奇 刚才她查探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体内伤势的时候 就发现了 她体内的经脉有些错乱 一开始以为是星空神的攻击造成的 现在一想 好像并不是 而是主动错乱的 而且 这冰火两种属性融合在一起 也是让苏小大吃一惊 砰砰砰 这时候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此刻俨然成为了一个血人 她脸上露出了一抹痛苦之色 嘴里飙射出了一大口鲜血 而她身上的金色和有黑之色 也融合得更深了 感觉就像是融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般 寒冰烈焰拳 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再次轰出了一拳 然后整个人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她强行将神区和魔区经脉错乱更多 激发了更加强悍的力量 但是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以生命为代价 轰出的这一拳 自然是威力极大的 星空神面对这一拳 也不敢大意 全力以对 兄弟们 不要怂 就是干 妹子都上了 咱们男人也要站起来 大不了就是一死 见到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为了苏小俯身而死 直接激发了这些家伙的血性 冰火两重天 尼艾希伯纳尔 此刻站了出来 双手凝聚出了一发冰火之剑 射向了星空神 他们的 敢打我们妹子 兄弟们 钢塔 大家合力 把这个boss给推了 冰火两重天 一瞬间 数十个玩家都凝聚出了冰火两重天之剑 朝着星空神射去 闪烁着红蓝光芒的冰火剑 铺天盖地的落下 让星空神都惊呆了 这些冰火两重天之剑虽然厉害 可惜终究境界差距太大 星空神抬手一挥 神力弥漫 直接将这些冰火之剑摧毁得一干二净 虽然没造成什么损伤 却是消耗了星空神的神力 拖延了时间 兄弟们 轮到我们了 一刀流 斩破 初代 闪月斩 一刀999 带领一众玩家 早就在一旁装备好了 等到这边 冰火两重天之剑被击落 他们直接闪身 冲了上去 你假对的兄弟们 给他尝试一下 我们的电光毒龙钻 尽量掩护一刀流兄弟队的进攻 荒天地啊 咩得大手一挥 凝聚了一个 超大号的电光毒龙钻冲了上去 是你马 星空神望着这些千奇百怪的神技 感觉自己的三观 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这特么都是些什么神技 别说见过了 连听都没有听过 永远低神 准备绕到一旁偷袭 打boss的时候 射手一般站远处 站桩输出是最爽的 但却被苏小给拉住了 你们这些神技似乎存在不妥之处 给我说说 苏小一脸 我为你们好的表情 实际上 他很好奇这些家伙 究竟怎么融合的不同属性之力 若是自己能够领悟的话 或许就能够对付星空神了 小神 是这样的 永远低神 老老实实地将如何逆转 不死神魔之躯之法 说了一遍 又说了冰火 两种属性融合的原理 苏小听得嘖嘖称奇 还能这样玩 神躯和魔躯的经脉 对幻运转攻法 强行激发不死神魔之躯的威能 真是做死啊 估计死了好多次 才实验出来的吧 不过 也好 这些家伙 总算是把自己的最大特点 给发挥出来了 嗯 我知道了 你去送死吧 嗯 不对 你去帮助他们吧 苏小拍了拍 永远低神的肩膀 永远低神抹了抹自己的脑袋 有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听错了 兄弟们 我来了 永远低神冲了上前 而苏小 则是抓紧时间 领悟这些技巧 这些技巧玩家们 已经试验过了 所以无需他过多推演 只需要熟练一番就行 明和 星空神捏了手印 一道明和从天而降 将近战的玩家们吞噬 他没想到 自己一个神师境界的主神 竟然被一群信徒 逼成这个样子 要知道 明和这个技能 可是很好费神力的 若是神力耗尽 他如何对付苏小 看了一眼闭目的苏小 星空神又看了看远处的 凝聚冰火两重天之剑 攻击他的人 抬手一挥 施展神技准备 将这些玩家灭杀 杀 就在此刻 一直闭目的苏小 却是睁开了眼睛 嘴角勾勒出了一抹微笑 成了 苏小能够觉醒九色神格 自然天赋不差 所以融会贯通 玩家们创造的这些东西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毕竟最难的是创造 而不是学习 哄 此刻 一阵阴风从远处袭来 直奔那些 施展冰火两重天的玩家们 强大的力量 吓得他们四处乱窜 跑得慢得很快就被这些阴风给追上 我草大哥 兄弟们 我跑不赢了 我要去见上帝了 耶稣 我来了 哄 然而就在此时 三只巨大无比的 冰火两重天之剑 射向了这阵阴风 火焰和寒冰爆发开来 直接将阴风给抵消得干干净净 众玩家一看 苏小傲然而立 站在山头 冷冷地注视着星空神 你们都退后吧 星空神交给我就行了 苏小大手一挥 示意玩家后撤 艾玛 小神终于觉醒了吗 觉醒吗 我的魔灵 不死之晓 在玩家们的欢呼声中 苏小走到了星空神的跟前 抬手一挥 便是三只冰火两重天之剑 飞向星空神 这冰火两重天之剑 在苏小的手中施展出来 和在玩家的手中 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星空神猛烈一击 也只是和苏小打了个平手而已 你 星空神已经处于了暴走的边缘 要不是这些玩家拖延 现在苏小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具死士 可现在 苏小施展出玩家手中的神迹后 竟然足以和服用了暴血丹的他 旗鼓相当 这简直太离谱了 我猜 小神好大 好长 好厉害 玩家们兴奋了 明河 星空神一颗星 几乎都要沉到了谷底 他自己的暴血丹时间要过了 一旦时间要到了 他就必须要离开 否则会被苏小留在这里 刘德青山再不愁眉柴烧 一条明河从天而降 朝着苏小倾泻而来 将苏小锁定 冰火两重天之剑 苏彻再次凝聚冰火两重天之剑 如此短的时间里 他也只能领悟这一种融合剂 不过 他对这冰火两重天之剑 有了一定的改善 三只巨大的冰火两重天之剑 以苏小为中心射出 形成了一个扇形的范围冲向 这条明河 明河和冰火两重天之剑 碰撞到了一起 彼此能量 黄暴的倾泻 形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 星空神剑状 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猛的一拍胸膛 一口鲜血涂了出来 给我破 强悍的力量加持之下 明河竟然对苏小 产生了压制之势 苏小不慌不忙 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背后 一道道的金光亮起 与此同时 还有有黑光芒 自下而上升起 两种颜色的光芒 竟然是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 苏小也学习了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将神蛆和魔蛆运转 攻伐某段经脉 进行了兑换 因为它一点细微的改良效果 让两股力量 运转平稳了许多 并没有造成鲜血 从浑身各处地方镖 射出来的效果 融合 一声轻喝 那光芒 变得暗淡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 此刻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形成了 一直又大又长又硬 又有力的巨大之物 哄 明河宛如一层 薄膜被捅穿 巨剑飞向星空神 轰击在他的身上 星空神直接被击中 涂血道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不死神魔之躯 逆转功法 爆发了潜力之后 苏彻的力量大幅度提升 加上创造出的融合神迹 直接碾压了星空神 完成了这个壮绝 赢了 卧槽 终于赢了 小神 刘碧 小神我爱你 小神 今晚上我来伺候你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拳 哎呀 玩家们此刻 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苏小见到气弱油丝的星空神 也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终于还是赢了 你说了 苏小来到星空神面前 淡淡开口 我说了 我不 我不甘心 星空神躺在地上 望着天空 内心暗淡 可是他不服啊 你没说 废物 你是个废物 一声咆哮 在星空神的脑海之中响起 旋即一股阴冷的力量 弥漫星空神的全身 苏小正当动手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感星空神的变化 急忙躲开 哄 弹射而起的星空神一掌 轰在了空处 怎么回事 不是死了吗 我擦 他还能复活 尼玛 这个游戏的boss 一个比一个变态 这特么怎么玩 玩家们纷纷用震惊的目光 盯着星空神 星空神嘴角挂着冷笑 表情有种说不出的阴冷 甚至还带着一丝的邪魅 呵呵 死 我继承了幽冥之力 怎么可能 那么容易死 该死的是你们这群家伙 星空神的声音 也发生了变化 苏小直觉告诉他 眼前的星空神 似乎不再是 之前那个星空神 似乎产生 了某种变化 苏小不敢大意 准备再次施展冰火 两重天之剑 击杀星空神的时候 却是瞳孔骤然猛缩 因为 他感受到了星空神的气息 竟然比之前 吞噬了暴雪丹的时候 还要猛一些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苏小有些发猛 但是 眼前的一幕告诉他 现在局势不能再拖了 只能动用终极一招了 苏小心意狠 决定爆肝 以我之名 传递幽冥 剧变的星空神 体内一丝恐怖的气息蔓延 宛如猛兽复苏 这是幽冥神朝的使者 藏在他体内的一丝幽冥神力 冥河 再次施展冥河的星空神 此刻直接将冥河演化成为了实质 宛如一条大江 从天上倾泻而下 看着威势吓人 碰 而此时 苏小的手臂上 一道道血雾炸开 他的力量也再次暴涨 不死神魔之躯 逆转经脉第二道 也就是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付出了生命的那道 九幽天灾欲火 刷 随着苏小的花音落下 大地军裂开来 一道道的火焰 宛如莲花一般 从地底冒出 将方圆百米的范围笼罩 莲花火焰迅速上升 在苏小的面前 汇聚到了一起 挡在了冥河前 而那威势可怕的冥河 在火焰莲花的旋转之下 竟然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消融着 眼前一幕 直接让星空神脸色大变 准确讲 现在的他 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星空神 而是幽冥神朝的一丝神念在操控 星空神 只是幽冥神朝的一个傀儡而已 幽冥神朝的复苏 需要通过他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 一旦星空神死了的话 之前的努力 就完全白费了 不然 他也不会浪费这么多精力 在苏小的身上 这究竟是一群什么信徒 这是一个什么主神 苏小不过只是一个神徒而已 竟然能够施展出三品神迹 这威力 唯有三品神迹能够达到 更让他不解的是 苏小的不死神魔之躯 已经逆转了功法之后 实力暴涨的办法 这个威胁对于他而言 简直太大了 苏小 我还会回来的 星空神已经承受不住 这种莫大的压力 他决定逃离 找机会再来击杀苏小 三品神迹的威力太大了 逃 苏小冷笑 九幽天灾欲火 若是就这么威力 那就不是三品神迹了 哼 下一秒 莲花彻底的爆炸开 化作了漫天的火焰花瓣 将星空神笼罩其中 哦 不 这不是普通的三品神迹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星空神直接被火焰所吞噬 最终化作了一抹灰烬 而在他死去的地方 一个疑色的神阁 静静地悬浮空中 叮 恭喜宿主完成了任务 奖励二品杜结神丹一颗 系统的提示声 也在苏小的脑海之中响起 这次 苏小是确定 星空神潮终于被他给吞噬掉了 没想到 既然是二品杜结神丹 有了这玩意 我晋升神师的时候 就不用引来神结 苏小满脸欣喜之色 主神的每一次进阶 都会引发一次神结 但是如果有杜结神丹的话 就能够避免神结的到来 但是 杜结神丹的制作材料 或许神木城城府会有 但是天书学院绝对没有 我擦 终于结束了吗 还是小神厉害 把这个大boss给推了 哦耶 我们胜利了 玩家们纷纷聚集在苏小的身旁 手舞足蹈地欢呼着 这一战真是磨难重重啊 有血有泪有笑 感觉比装逼打脸抛妹子爽多了 兄弟们 自从我玩了这个游戏 我感觉又能硬了 待会儿退游 就和那个娘们大战三百回合 哦 小神 你修炼的对儿 最终还是靠我们将boss推了 该如何奖励我们 荒天地牙咩的 大大咧咧走到苏小身旁 伸手拍了拍苏小肩膀 苏小 特么的又是你 收好 抬手一道寒冰真气 直接将荒天地牙咩地冻住 哈哈 小神 我特么早有预料 你封的叹 这次 荒天地牙咩地 直接给躲开了 哦 是吗 碰 这时候 一只寒冰剑从 荒天地牙咩地的身后袭来 化作寒冰将它冻成了一座冰山 我擦 反向输出 小神不愧是小神 连这种高难度动作都能做出来 秀儿 先有尾神后有天 反手一剑日神仙 来 给天地哥录一段视频 留个纪念 在玩家们的欢声笑语当中 苏小来到了那个三色神格的面前 伸手将其拿在了手中 主神的神格乃是信仰 原力精华凝聚 吞噬练花之后 相当于服用一颗大补丸 小神 这是什么星空神的淡地吗 给我也玩一下 全身都是雕 跑上来 满脸兴趣地说道 苏小 你特么淡地长这样 走 回去修整一下 到时候会给你们发放奖励 另外 星空神巢那边应该有不少的资源 我们修整几日 动身前往星空神巢 将所有有用的东西给拿过来 苏小向众玩家吩咐了一句 哦耶 终于到了收割装备的时候吗 我特么一直肉身输出 都快吐了 希望能够弄个好装备出来 玩家们兴奋地簇拥着苏小 回到了天庭神巢 小神 今天就别修炼了 我们今晚上吃烧口 涮火锅 来个篝火晚会 我们有请语文老师 给我们跳一支舞 支持 夜幕降临 天庭神巢的广场上 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 卫哥 给我来两串腰子 卫哥 铁板烧 三分熟的牛排 在不远处 大卫王正带领着一群 刚学习了烹饪技术的 玩家小队 卖力地干活 我擦 这就是神迹世界吗 我特么才来第一天 就横推了boss 吃烧口 涮火锅 没见过这么玩的 这游戏 简直太令人堕落了 还有美女现场直播跳舞 这游戏真特么爽 第二批入住的玩家信徒 都不由感慨 新来的兄弟们 来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果子 乃是神迹世界的特色水果 贼好吃 巧克力味的 为了欢迎你们的到来 大家一人一客 雕哥带着几个老玩家 给新人发扮人牛的瘦精卵 窝草 还是巧克力味的 泥梅的 肥美多汁 味道真是不错 谢谢雕哥 不谢不谢 这是我们天庭神潮的传统 新来的每个人都有 雕哥呵呵一笑 深藏功与名 下面 我雕哥将给大家带来一段 即兴创作舞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雕哥来到了 篝火晚会的正中间 手里拿着一个骷髅头 你看这个面它又长又宽 就像这个碗它又大又圆 你们 来这里 吃饭 觉得 饭好吃 我开心 我会rap 唱 跳 还会打 篮球 我说yes 你们说基尼太美 全身都是雕 一边唱着rap 一边利用自己体内的力量 拍打着手中的骷髅头 笑得大家伙前仰后翻 狠人妹子 你为何称呼小神小神哥哥 一个玩家来到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身旁 开口问道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看向不远处的苏小 眼眸发亮 因为 我曾经有个哥哥 和小神哥哥 长得几乎一样 可惜 他使用电脑的时候 不幸触电身亡 呃 抱歉 此刻 苏小自然是不知道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还有个哥哥 和他遭遇如此相似 因为他穿越的时候 就是电脑漏电了造成的 任务 找到并且摧毁 幽冥神朝建立的据点 规避掉即将到来的灾难 奖励 未知 苏小正在研究 星空神的神格的时候 脑海之中 突然传来了系统的任务提示 苏小愣了一下 幽冥神朝 据点 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都是些什么鬼 不过 似乎有些耳熟 似乎 他在和星空神战斗的时候 就听过星空神 提起过幽冥二字 对了 星空神的种族 是幽冥种族 三平品质的种族 凭一个一色神格的主神 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 是很难让他们臣服的 幽冥神朝 难道说 星空神是幽冥神朝的人 那么 这幽冥神朝 又是个什么家伙 自己好像没听说过 幽冥神朝在东神域 现在就是禁忌 苏小没听过 很正常 不过 苏小却是明白 系统既然都给他发布任务了 那么这个幽冥神朝 肯定很强大 否则就会让他准备战斗 应对灾难 而不是规避灾难 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 规避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可惜 系统没告诉苏小 那个据点在哪 需要他自己去搜查 哎呀 我怎么觉得头好晕啊 我脑袋好疼 天旋地转的 感觉好想吐 不行了 我感觉我要去见上帝了 此时 不久前还吃喝 玩得很开心的玩家们 都纷纷倒在了地上 抱着自己的脑袋 痛苦地打滚 苏小一看 顿时就明白了 后遗症来了 这是复活次数太多 灵魂受损 所产生的后遗症 我们是不是被不明圣灵偷袭了 全身都是雕 跑到苏小面前 痛苦地问道 苏小摇了摇头 不是 你们复活次数过多 导致灵魂受损 需要一定的修养 若是严重的 等级境界还会下跌 你的情况 肯定会等级下降了 苏小看着雕哥回答道 这家伙最喜欢做死 貌似是复活次数最多的 卧槽 听见这话 雕哥顿时晕了过去 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抽搐两下没了反应 都下线吧 好好睡一觉再上线就好了 苏小无奈摇了摇头 将手掌放在 全身都是雕的身上 输入神力 帮助他们滋养灵魂 帮雕哥弄完了之后 苏小又开始了下一个 没办法 若是不帮他们的话 只怕这一睡 就得睡好多天 星空的光辉之下 天庭神潮的广场上 篝火余温尚在 两百个玩家躺尸一般躺在地上 唯有苏小独自一人 耐心地帮他们修复灵魂 黑暗之中 一声悠悠叹息传来 仿佛来自地狱 又仿佛来自内心深处 北京神王 我失去的一切 一定会拿回来的 这东神域 将会被我幽名变成地狱 哈哈 声音渐渐远去 一阵碧绿的火光将黑暗点亮 这里是一座大殿 大殿四周都是残垣断壁 只有正中央的最前方 有一个破落的王座 似乎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此刻 王座之上 有黑的光芒渐渐退去 在王座下方 跪满了上百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人 不 这些都不是人 而是骷髅 幽灵 各位 幽名神朝的复苏大计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应对 此时 最前方的一个黑袍幽灵站起身来 转头望着后方的其余幽灵 大家完成的都很不错 但是据我所知 边陲荒域这个地方 刚刚有一缕火种熄灭 似乎是出了点问题 这个幽灵盯着下方某道身影 声音逐渐变冷 大人 是我的错 是我疏忽大意了 导致了这个结果 我愿意承受相应的惩罚 这个幽灵猛然跪下 恐惧地开口道 哼 一声冷哼 一道无形的手掌 拍在了这个幽灵的胸口之上 此幽灵当然倒飞出去 眼中鬼火明灭不定 取你五成十例 献你一月 将这事解决 重新点燃火种 若能点燃 十例归还于你 若是点不燃 否则你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说完 这个领头的黑袍幽灵 渐渐消失在眼前 苏霄 你竟然杀了星空神 那么就由你来替代它吧 我黑幕便亲自来会会你 这个名叫做黑幕的幽灵 下定了决心 若是弄不死苏小 他就只能一个死亡的下场 边垂荒域 天庭神潮 主神第二层 苏小盘膝坐地 身前悬浮着星空神的神格 随着苏小催动自身的功法 一缕气息从星空神的神格之中 没入他的体内 滋润着他的神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星空神的神格渐渐地变小 最终消失不见 苏小的神格 在吸收了足够的信仰精华之后 开始产生蜕变 一道道的神光 从他脑海之中的神格之中 绽放而出 天降一彩 地涌精联 异象分成 刷 某个时刻 苏小所在的主神殿猛然一颤 一股神光冲天气 直冲天穷 四周的天地之力 尽数汇聚而来 形成了一股风暴 盘旋在主神殿的四周 咔嚓 苏小的神格开始破裂重组 一个崭新更有质地的神格 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流光一彩 充斥着神秘的气息 在吸收了庞大的天地之力后 这个神格渐渐稳定下来 苏小睁开双眸 神光闪烁 宛如雷霆 一丝浩瀚之气 从他身上弥骂出 此时 天空之中 大量的乌云密布 四周狂风 如同蛟龙席卷而来 天庭神潮 仿佛被笼罩在末日之中 苏小知道 这是自己的神结即将降临 于是赶紧将那颗二品的 杜结神丹给吃了下去 杜结神丹化作暖流 没入苏小的腹中 最终形成一丝玄妙的气息 包裹在神格之上 刹那之间 天空之中的乌云消散 狂风也不见 一切归于平静 天地之间 阳光普照 汇风和煦 一片海燕和清的景象 丁 恭喜宿主 晋升神师觐见 系统的提示声 在脑海之中响起 苏小神吸了一口气 朝着外面走去 晋升神师 他就能够对天庭神潮 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造了 神潮捕育主神 所以需要将神潮建设得更好 补育效果才更好 以我魔灵不死之小之名 驱除杂志 典化万物 苏小站在主神殿的面前 缓缓闭眼 张开了双手 一缕浩瀚的神力 从他的身上蔓延开来 朝着神潮四面八方而去 这缕神力 仿佛一个合格的清洁工 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剔除 丝丝神韵 注入杂草花卉之中 瞬间 草木疯涨 百花齐放 只要建立了主神殿 在主神殿的气息笼罩范围内 就相当于是神潮的范围 主神对自己的神潮 拥有绝对的掌控权 每一次的晋升 主神都可以对神潮的 进行一次改变 神师的改变是非常小的 到了后期 神格的境界提升起来 掌控了元素之力后 就可以改变山川 地势 风雪等等 丁 你已经对神潮进行了改造点化 信徒每日提升的信仰原力 额外增加一点 每日每个人多增加一点 那两百个人每天就多两百点 这其实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这群沙雕 应该要上线了吧 苏小沉吟了一下 朝着广场走去 云破日出 柔和的光芒照耀大地 暖洋洋的 叮铃铃 闹钟响起 雕哥曾宇一咕噜从床上醒来 使劲地摇了摇脑袋 卧槽 睡得真特么爽 他记得 昨天晚上昏迷之后就下线了 然后倦意袭来 直接躺在床上蒙头大睡 本以为干了这么久的游戏 会非常的疲惫 没想到仅仅睡了几个小时而已 精神竟然倍儿好 打开电脑 登陆上线 兄弟们 火了 神纪世界火了呀 擦 一夜之间上了热搜 官网论坛都快挤爆了 雕哥曾宇有些疑惑 打开官网 然后就看见了令他吐血的一幕 终极大战 雕哥身先士卒 以尿拉仇恨 最终被捅菊花 光荣牺牲 堪称我被楷模 官网论坛的首页 挂着一个帖子 正是雕哥在城墙上 挑衅幽冥军时候的视频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一狠人大地妹子 血战幽冥军统领 和星空神惨烈收场的帖子 也有苏小施展 九幽天灾欲火的视频 总之 各种有趣的帖子 热度都非常之高 官网浏览量直接破亿 几乎挤爆了 卧槽 游戏还能这样玩 刺激 这才是 我想玩的游戏 我 我为什么没有早知道 收账号 十万块一个账号 有的命 下面无数人想要一个账号 但是却无功而返 甚至还有工作室专门研究 想要黑掉一些账号卖钱 但是无论怎么努力 也无法侵入 有些嗅觉敏感的大公司 甚至开始仿照 神迹世界 开发游戏 总之 神迹 世界 是彻底的火了 兄弟们 雕哥来眼 膜拜我吧 告诉你们 我就是这么掉 我以后还会更掉 不是跟你们吹 我特没一根手指 摁死一个boss 都不带泄气的 吹了半天 雕哥心满意足 才想到自己该上线了 我擦 差点忘了 还要上去收割装备呢 雕哥赶紧戴上了虚拟头盔 刷刷 地上的玩家信徒们 缓缓醒来 阳光猛烈 万物显形 睁开眼睛 就看见苏小 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在金色的阳光下 苏小的身躯 显得那么的伟暗 一股无形的气质散发出来 给人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 晋升神尸之后 苏小的神威 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卧槽 我们昨晚上是怎么了 难不成我们在这里 睡了一晚上吗 我去 我下线之后 我的尸体 没有被其他人怎么样吧 好几个LSP啊 有的妹子 惊恐地检查自己的身体 小深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玩家们纷纷 跑到苏小的身旁 咨询原因 苏小便将复活次数过多 会造成灵魂损伤的事情 给他们说了一遍 尼玛 还有这种策划 狗东西 算了 下次我争取少私点 那感觉太难受了 一群玩家 骂骂咧咧地抱怨着 丁 星空神朝大战任务奖励已到账 突然间 一道声音 在众玩家的脑海之中响起 打破了玩家们的胡思乱想 星空神的信仰原力 苏小拿九成 剩下的 则分给这些家伙 刚好够任务奖励 一百信仰币 真爽 我赚了 任务 前往星空神朝 搜割资源和物品 上交神朝 隐藏任务 发现神秘未知地方或者物品 经鉴定价值不菲 可获取额外奖励 随后 苏小又给这群玩家 发布了新任务 玩家们沉寂了片刻之后 爆发出了一阵阵的议论声 隐藏任务 居然还有隐藏任务 这个我喜欢 是不是隐藏的转职任务啊 苏小没有理会这些人 而是安排了一番之后 就前往星空神朝所在的地方 准备收割资源 最关键的是 找到幽冥神朝的据点 将据点给摧毁掉 星空神朝 离天庭神朝的距离 并不是太远 大概是一百多公里的样子 但对于现在 等级提升了许多的玩家们而言 也足足走了将近半天的路程 一个个类的气喘吁吁 这世界有没有战车 走路太特么累了 没有战车 那弄一头坐骑也好啊 没有坐骑 预见飞行总可以吧 面对玩家们提出的问题 苏小只能一一回应 这个战车的确没有 御兽是可行的 但目前 它没有御兽方面的神迹 至于预见飞行 还早得很 所以 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路吧 很快 一群人就抵达了星空神朝 说实话 星空神朝的建设 比现在的天庭神朝要好一些 毕竟建设的时间够长 好家伙 我特么好家伙 那个主神殿 以后就是我的寝宫了 竟然没有女人 老子 是专门来抢女人的 兄弟们 别抢 给我留点 很快 玩家们就四下散去 寻找宝物了 苏小则是前往主神殿所在方向 主神殿的符文基石 还是挺有用的 小神 我找到了一件神秘东西 你看是不是隐藏任务品 这上面似乎有地图 全身都是雕 拿着一张泛黄的草纸走了过来 地图 苏小愣了一下 看了过去 顿时一脸嫌弃 特么的 侧纸也找来了 你在毛坑里了吧 侧纸 侧纸 哇 全身都是雕 当场就吐了 然后疯狂地用衣袖擦自己的嘴巴 嗯 这家伙 为什么要擦自己的嘴巴 苏小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 全身都是雕 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向前而去 侧纸 这特么竟然是侧纸 我丢你老母 你压得竟然胆敢欺骗我 老子把你肥狗给你刨了 全身都是雕 在旁边干呕了几下 愤怒地朝着来路返回 很快 雕哥就回到了 发现这个侧纸的地方 这里 距离星空神朝的中心 已经有点距离了 是一个破落的山洞 全身都是雕 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的缘故 是因为他的目标 就是那个隐藏任务 想要获得隐藏任务物品 肯定要往鸡脚嘎拉里跑才行啊 其他游戏里 不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什么 山洞之中有具骸骨 河边钓鱼的老人 其实是个隐藏任务boss 又或者给路边的小乞丐一枚铜币 他会把隐藏任务的物品交给你 全身都是雕 按照自己的设想 首先排除掉了 星空神朝的中心区域 因为 这种地方人多是杂 肯定不会出现隐藏任务的物品 必须要剑走偏锋 他就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跑 果不其然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山洞 关键是 这个山洞之中 还真有一具骸骨 在骸骨四周的石壁之上 刻画着一些简单的文字 唉 爱一个人真的好难 忘记你我做不到 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 闭关三年 我终于悟了 唯有自攻能解决一切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可惜 我终于悟得太晚了 若有后人来此 请务必将我的心血传承下去 我有一纸 可镇压万物 没错 全身都是雕 看见了这些文字之后 兴奋的一批 兴高采烈前往这个骸骨的身前 又是磕头 又是跪白的 还说了很多好话 不为别的 就为了那张纸啊 镇压万物 多流鼻呢 最终 全身都是雕 在海骨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坑里 找到了这纸 没想到 竟然特么的是厕纸 那个坑 应该就是简易的毛坑吧 雕哥气冲冲地来到了这坑的面前 扫试了一圈 发现这个坑里 果然有些坨坨 和旁边的泥土颜色不太一样 随手捡了一坨 放在鼻子边上闻了闻 我擦 果然他们的是屎 雕哥气得 将手中的玩意 朝着那具海骨扔了过去 随后又冲了过去 抬起脚 狠狠地踹了他几脚 却没有想到 脚下一个踉枪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真特么倒霉 老子今天真是撞了鬼了 全身都是雕 气呼呼地从地上爬起来 往山洞外跑去 不行 我特么不把你骨头当武器 我咽不下这口气 雕哥都走远了 又突然跑了回来 捡起了一根腿骨 才潇洒离去 此刻 苏小已经来到了 星空神朝神殿所在之地 此刻 星空神殿上处于防护当中 一些玩家想要进入其中 但是却被神殿的防护拦在了外面 操 小神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进不去 见到苏小到来 几个玩家面色愤恨地问道 我没跟你说过吗 神殿是以符文基石为根基建造起来的 外人想要进入的话 要么有技巧将这些符文基石能量给撤销 要么就是靠外力强行破开 但是 苏小还没有说完 愤愤不平的玩家 熊二已经朝着主神殿冲了过去 螺旋火球术 一个巨大的火球 砸在了神殿的光照之上 哼 下一刻 狂暴的力量反弹回来 直接将熊二轰飞在地 浑身焦黑 散发着阵阵肉香 笑 小神 救我 我好 难受 熊二还没死 翻着白眼 用求助的眼神看向苏小 苏小 你他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一股神力输入雕哥的身体之中 雕哥感觉好受了许多 若是实力不够的话 就会产生这样的反弹效果 吃亏的会是进攻的人 雕哥给你们做了一个完美示范 以后记住了 苏小趁机教育众人 好的 小神 那我们联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明白 其余玩家此刻坚定地点头 准备联手攻击 苏小 那么的 脑子里装的什么玩意 就知道动粗 用巧劲不行吗 能和平解决的事情 非要动武 要是用蛮力打爆了防护罩 符文基石也就毁了 符文基石作用可大着呢 传送啊 练弹啊 练器这些都用得上 毁了多可惜啊 算了 我来吧 和众人科普了一下 苏小绕着神殿走了一圈 神殿的符文基石布置之法 其实就是阵法之道 苏小在天书学院 虽然十年 未能凝聚神格 但是所学的东西 却是广博 阵法 炼药 炼器 医术 占占博等他都有所设练 而且 在天书学院的文考当中 苏小这些科目 一直都是第一名 毕竟 他是来自地球的穿越者 这个世界所谓的阵法 不就是奇门八卦 天刚地煞吗 炼药 学过化学的都知道 原理就是有机物化合物分子链的合成 拆分开了 就是碳基 氧基 炼器 更简单了 无机化学的氧化还原反应 从单一化学物质 变成化合物 至于炼器成功后 附魔符文基石之类的操作 要稍微难一点 这个涉及到了伤值的平衡问题 医术 不会吧不会吧 中医博大精深 鬼门十三针 太乙神针没见过也听过 占卜稍微难一些 涉及到了天文观察 周天恒星运转之道 需要熟读 周易 懂八卦 和阵法之道有相通之处 哄 十分钟之后 苏小彻底地解开了 星空神的符文基石布置之道 在他看来 星空神的这阵法造诣方面的水平 简直不能再垃圾了 压根不废吹灰之力 冲啊 兄弟们 看看里面有没有女人 哎呀 别和我抢 苏小还没有把符文基石收好 早已经守候的玩家们 已经一股脑地冲了进去 主神殿之中 这群玩家如同蝗虫一般 只要有缝的地方 都要描一下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是 让他们失望的是 啥玩意都没有 空荡荡的 实际上 没有哪个主神的主神殿 会当成仓库使用 那样太没有逼格了 兄弟们 别和我抢 这是我的 浑身乌漆马黑的熊二 看见二楼的大殿正中央 一座石台上 放着透明的宝珠 他宛如一头蛮牛一般冲了过来 将东西抱在了怀里 他压根就没注意到 自己身上的伤口之中 一些鲜血沾染在了 透明的宝珠之上 而透明的宝珠 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身下的石台之中 疯狂地涌入一些 黑色的诡异符号 大家伙见到东西 被熊二霸主 顿时就不乐意了 熊二 什么就是你的 这明明是我们一起发现的 熊二 你不耿直 说话的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史同吃呢 好吧好吧 见到大家伙愤怒的眼神 熊二知道自己 无法独享这个宝珠 兄弟们 这个肯定就是 隐藏任务的物品 到时候得了奖励 我们一起分 现在我们看看 这到底是个啥吧 熊二一脸好奇地 将自己的双臂打开 想要看看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但是 却意外发现 原本透明的宝珠 此刻变成了漆黑之色 同时还有一股 阴冷的气息 从里面传出 咦 怎么回事 怎么变黑了 我记得 明明是个透明的东西 熊二有些猛逼地 盯着这个宝珠 尝试着想要拿起来看看 但是却发现 自己竟然拿不动 兄弟们 你们看 这个东西有点不简单 它里面的那些 黑色的气息会动 好像是一些符号 有细心的玩家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让我来看看 我组上三代都是粽子 呸 和粽子打交道的人 我感觉 这应该是个古董 不对不对 你们看石台的下方 这些黑色的符号 似乎是从石台之中 钻进去的 你们说 这会不会是一个机关啊 打开这个机关 里面就存在宝库 嘘 大家伙 别避避了 你们没感觉 温度似乎降低了好多吗 有点冷啊 这玩意有点诡异 还是让小神来看看吧 终于有玩家 发现了现场的诡异 而此时 苏小也将符纹基石收好 从外面赶了进来 因为苏小知道 一般主神殿最贵重的东西 就是符纹基石 所以也没有太过于限制玩家 但是 当他看见石台上的宝珠的时候 苏小的眼神 祭祀宝珠 糟了 苏小万万没想到 星空神的神殿之中 竟然存在着祭祀宝珠 关键是 祭祀宝珠竟然被这群沙雕给启动了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这个祭祀宝珠 就是幽冥神朝的据点 一旦启动的话 很有可能引来超级大的麻烦 祭祀宝珠 别看它是透明的 跟个玻璃球一样 实际上是用头骨祭链而成的 而且不是一般的头骨 而是未满七天的婴儿头骨 这个婴儿还得是英力英识出生 据说 这样的婴儿 天生可以洞穿幽冥 洞吸那来自九幽的神秘力量 祭祀之后 血迹就可以开启 开启之后 能够连接幽冥通道 苏小不知道 这玩意是否真的能够连接幽冥 但是 就目前现场冰冷的温度来判断 肯定是连接到了一个未知的空间之中 别碰它 苏小大喝一声 一股强大的吸力 将全身都是雕等玩家给吸了回来 此刻 全身都是雕等人都集体目光呆滞 如失去了神魂一样 六神无主的样子 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一个个猛逼地盯着苏小 神色愤怒 操 小神 我特么都快谢了 你把我弄醒了 歪啊 我正在和我的女神歪腻呢 打断我 死仇不共戴天 小神 我 好不容易上了女神 你给搅黄了 我这个舔狗容易骂我 苏小却是没有理会这群沙雕 而是走向了这个祭祀宝珠打量了一番 此刻 祭祀宝珠完全变成了漆黑之色 漆黑之中还带着一抹血光 一个有黑的通道从里面缓缓出现 还有机会 还没有完全打开 苏小神色凝重 却是松了一口气 这个通道是单向的 也就是说 祭祀宝珠那个通道里面的人可以出来 但是外面的人却进不去 卧槽 我刚才是怎么了 爽了 现在开启闲者模式 这个玻璃珠子 有点古怪 这时候 玩家们也注意到了苏小的凝重的表情 以及祭祀宝珠四周渐渐坍塌的空间 凤 苏小手掌之上 神光涌向 覆盖向祭祀宝珠 打算将这个扩散开的通道给封印住 一道阴冷的嘶哑的声音 从祭祀宝珠的通道之中传出 节节节 这时候才想要封印我的通道 已经晚了 杀了我幽冥神朝的人 那就要 接受我幽冥神朝的审判 我给你两个选择 加而我幽冥神朝 或者等我出来 将你抽魂炼破 强行祭炼成幽冥神朝的傀儡 阴冷的笑声 无孔不入 落入苏小 小神 这是什么鬼 又来了一个boss吗 幽冥神朝 听着挺霸气啊 小神 这是要开启全新的剧情了吗 刚灭了一个星空神朝 又来了一个幽冥神朝 小样 来啊 谁怕谁 老子可是北京神王族的后裔 你算个什么集结 玩家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甚至还有人拍着胸脯 挑衅这个声音的主人 毕竟刚刚团灭了星空神朝 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自信 但苏小却知道 能够祭练出祭祀宝珠这种东西 并且破碎空间 建立通道的神朝 那绝不是一般的神朝 简单讲 天书学院没这个能力 就连神木城 也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没想到星空神的背后 竟然还有这么庞大的势力 北境神王族 果然是北境神王族的余念 我幽冥神朝的勇士敌人 那我就更加留步的你们了 哈哈 杀了你们 我就是大功一剑 这个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 好家伙 果然是开启新剧情了 这是要掀起王朝之战了吗 玩家们反而是有些兴奋 对于他们而言 新剧情 新地图 才是最刺激的事情 苏小内心不由一沉 自己随便杜撰了一个 北境神王族的身份 竟然还拥有一个 这么可怕的敌人存在 我擦你大眼 什么 运气这么倒霉 真的要吐了 这个幽冥神朝 究竟是何方神圣 苏小实在想不起了 什么时候有个幽冥神朝 随着这个冰冷的声音落下 那祭祀保住四周的空间 坍塌速度越来越快 范围也越来越大 苏小感觉自己的神力 宛如被一个黑洞 疯狂地吸收进去 别傻了 这个幽冥神朝的强大 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这里面的人一旦出来 我们天庭神朝就彻底完蛋了 所有人听我命令 一起攻击这个祭祀宝珠 苏小此时 冲着不远处的玩家大吼道 他能够感受到 这个说话之人的强大之处 绝对拥有神师之上的实力 完全不是刚刚晋升神师的 他能够抵挡的 玩家们愣了一秒 眼中浮现震惊之色 什么 这幽冥神朝这么厉害 操 我才当当有代入感 千万别把游戏给整没了 兄弟们 听小神的号令 一起攻击 刷刷刷 在苏小的提醒之下 这些玩家纷纷施展出了 自己的手段 开始攻击这个祭祀宝珠 一支支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 一个个的寒冰烈焰拳 还有电光独龙钻 哄 一起轰在了这个祭祀宝珠之上 红蓝光芒乱颤 和黑色的幽光交织在一起 看着阵势非常之大 但是等到平静下来之后 发现压根没什么卵用 歪日 我就这么拉接 五不服 玩家们很生气 苏小此时已经退到了一旁 他直接催动不死神魔之躯的神区 一瞬间金光万丈 久悠天灾欲火 一朵火帘从苏小的手中飞出 朝着这个祭祀宝珠飞去 哄 下一刻 整个主神殿都在颤抖 光芒乱颤 气息狂卷 宛如洪流 将玩家们冲击得东倒西歪 甚至 星空神朝这个主神殿的窗户 都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可惜 那个祭祀宝珠仍旧完好无损 苏小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竟然连九悠天灾欲火都不行 那他即便是逆转神魔之躯 提升实力 也肯定是不行的 结结结 祭祀宝珠乃是灵魂陷阱一旦开启 无法撼动 就凭你们这群蝼蚁 岂能毁灭 一道虚无的身影 隐隐出现在了空间通道的四周 那股威势 让苏小确认无疑 的确是超越了神师的存在 灵魂陷阱 陷阱原来是灵魂陷阱 苏小恍然大悟 这空间通道 是利用灵魂和空间交织构造 除非用镇压灵魂的东西去攻击它 否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 想要找到镇压灵魂的东西 几乎是难于登天 苏小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真让这个家伙出来的话 到时候 自己要如何应对 没有镇压灵魂的东西 但是却有一个两败俱伤的办法 但是代价就太大了 苏小陷入了沉思之中 权衡利弊 刷 这空间裂缝越来越大 那道黑色的影子 也越发得的凝实 不仅仅是这个影子 还能够看见 这影子后面跟着无数的大军 这是此人的信徒 看数量足足有上千之多 身上还穿着盔甲 装备精良 气势汹汹 兄弟们 我先走一步 绝不能让这个崽子出来 霍霍我们 粉身碎骨魂不怕 等我回来吃烧口 熊二 直接冲向了祭祀宝珠旁 逐渐打开的空间通道 他准备鱼死网破 刷 下一刻 一股巨大的犀利 将熊二吸了过来 牢牢地贴在了 那颗祭祀宝珠之上 不仅如此 这祭祀宝珠 竟然还在疯狂地吸收 熊二的鲜血 熊二 等我来救你 干他娘的 蠢东西 你不该惹我 第四天灾 不是你惹得起的存在 一个个的玩家 此时朝着熊二冲了过去 不要去 苏小想要阻止 但是已经晚了 有的人想要拉熊二一把 有的人 则是想要趁机攻击 这个空间裂缝 一股心里传了过来 直接将一群人都给吸住了 歪日 这狗东西 再吸我险 不行了 我精华都要被它吸出来了 来吸啊 使劲吸啊 老子不能坚持十秒以上 我就不是男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玩家们自知自己 可是能够无限复活的 所以压力也不是太大 顶多就是嘴里抱怨几句 死又怕什么 又不是没有死过 最多复活的时候 灵魂有一点损伤罢了 这个操作 却是让空间通道 那头那个虚影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那个阴冷的声音 这一瞬间陷入了沉默中 这尼玛 是什么信徒 你都快死了 还能这么嚣张 你不怕死的吗 哼 一群蝼蚁 等本神出来 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这道影子开始凝聚 逐渐实化 兄弟们 你们在干嘛 打boss不叫我 突然之间 楼下传来了 全身都是吊的声音 只见他急切地 从楼下跑了上来 裤裆里 还插着那根捡来的骸骨 这是一节小腿的骨头 因为顺手 全身都是雕 就用来挠痒痒了 雕哥 你来了 遇到了一个大boss要出来了 但是不能让他出来 小声说 我们现在打不过 等我来输出 雕哥二话不说 从裤裆里 拿出了那根骨头 朝着玩家们冲了过去 你别过来 不然你也会跟着 我们一起遭殃的 玩家们见到 全身都是雕 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都纷纷劝解道 遭殃 我擦 听见这话 全身都是雕 内心宛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你特么的不早说 刹车 刹车啊 操 刹不住了 碰 雕哥直接被犀里给吸了过来 嘴巴都拍扁了 呵呵 曲曲蝼蚁 也敢来送死 成全你们 这身影终于实化成功 然而 谁也没料到 一道金色的光芒 突然爆发出来 落在了这个身影的身上 沉中木骨般的吟唱声中 刚刚从通道里 钻出来的影子 却是屁股着火一般尖叫起来 啊 不可能 你怎么有这东西 这道金色的光芒 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图案 隐约看见 这图案是一幅山河图 山之巅 一个老人盘歇而坐 手掌捏印 演化出了一幅内涵八卦的太极图 嘶嘶嘶 这金色的太极图 直接压得这道身影勾搂下去 越来越小 哄 最终 黑色的身影 划作了漫天的影子 缓缓地消失不见 啊呀 可恶 你们怎么会有这东西 边陲荒域 是我幽名神朝的统治区域 我很快会再次降临 等死吧 这声音渐渐变小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碰 这时候 那颗刚才众人无法击碎的祭祀宝珠 也轰然炸脸 化作了一堆碎片 阴冷的气息消失不见 空间裂缝也不在 大殿恢复平常 那些被祭祀宝珠吸过去的玩家们 此刻也都倒在地上 东倒西歪的 不过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了 不仅是玩家们愣住了 就连苏小本人也愣住了 刚才他已经决定 鱼死网破了 没想到竟然出现了这一幕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幅山河图 金色的太极八卦图是哪来的 最终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 全身都是雕的身上 我去 雕哥 刘碧亚 原来你才是那个隐藏的大佬 雕哥 要不是你 我们这次就完蛋了 雕哥 你就是我的偶像 每次都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面对众人的夸赞 雕哥挠了脑脑袋 我特么干了傻 金色太极八卦图 不可能的事情 连八卦都没看过 不过 雕哥怎么可能错过 这个装逼的机会 嗨嗨 那是自然 雕哥我何许人也 岂能让这种小垃圾 在这里猖狂 看见没有 我特么一根手指就能摁死他 比小神 那逼强悍多 忽然间 雕哥的声音戛然而止 转头看向一旁疑惑的苏小 对于玩家这种装逼的心态 和那自己开玩笑的心理 苏小现在已经有些免疫了 这特么一个比一个脸皮厚 你越是生气 他还越是意气风发 就比如 荒天地牙咩的 貌似挑衅自己 都快上瘾了 反正不虐他 他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呵呵 呵呵呵 小神 我的意思是 嗨嗨 小神我错了 雕哥冲到苏小面前 满脸委屈 眼中饱含泪光地 抱着苏小的大腿 苏小一脚将他踹开 走过去把那根腿骨给捡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从哪弄来的 全身都是雕 自然没有这个本事 刚才的金色太极八卦图 出自于这根骨头 全身都是雕 看见这根骨头 猛然反应过来 小神 这是我从一个山洞之中 隐藏任务物品 雕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当然隐去了他一些 不太好说的过往 隐藏任务物品 雕哥 你TMD 真是个小机灵鬼 我怎么没有想到 我居然随波逐流了 不愧是雕哥 脑回路总是让人感叹 其余玩家们 听得是又惊奇又羡慕 苏小拿起了这根小腿骨头 翻来覆去地打量着 似乎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倒是骨头上都布满了裂缝 有快要碎裂的征兆 小神 这是什么玩意 怎么那么厉害 玩家们围了上来 一脸好奇地询问道 苏小摇了摇头 他还真看不出来 这骨头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最多就是 这骨头的主人 是一个神师 小神 我能看一眼吗 熊二挠了脑脑袋 一脸憨厚地走了上来 浑身乌漆麻黑的他 只剩下牙齿和眼白是白色的 看着滑稽无比 苏小将骨头递给了熊二 你看吧 不过小心一些 不要损坏 碰 话还没有说完 熊二的手一划 东西瞬间掉落在地上 苏小 熊二 众人 这特么熊二 就是个扫把心啊 熊二 你特么的找屎吃是不是 老子的隐藏任务物品 你也敢弄坏 你故意的吧 雕哥气疯了 快看 这是什么 这时候 语文老师 弯腰从碎裂的骨头缝之中 拉出了一件东西 是一件土黄色的丝绢之类的东西 大概有一个手绢那么大 摸着顺滑无比 宛如女人的皮肤 苏小将东西接了过来 谭开打量了一番 只见上面有一幅图案 一幅山河图 在山之巅 一个老人盘膝而坐 眉目祥和 他双眸紧闭 似乎在感悟天地大道 正是刚才显化镇压 幽冥神朝来人的画面 咦 这好像是一幅地图啊 雕哥看着这幅画面 就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见过 猛然间想起来了 厕纸 草特么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地图 那张真是厕纸 这老东西没骗自己的 自己去把他的骸骨给毁了 真是罪过罪过 小深 别说话 给小神一点面子 苏小片刻之后 将东西收了起来 摇了摇头 他还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能够轻而易举 镇压这个幽冥神朝之人的东西 肯定不是凡物 他得收起来好好研究一下才行 我自然看出来了 但是这里面 涉及到了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我不能告诉你们 你们实力等级太弱了 告诉你们 就等于害了你们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你们说吧 你们也看见了 刚才那个家伙 只是幽冥神朝的一个蝼蚁而已 连一个蚁蚁 我们都对付不了 你还想知道 这种天大的秘密 你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 苏小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 要是说他也不知道 这得多丢脸啊 原来如此 还是小神考虑的周全 所以 我们必须认真地升级才行 小神可真是替我们着想 感动硬 玩家们感动不已 虽然苏小的话半真半假 但是有一件事 却是真的 幽冥神朝很强大 至少现在的苏小惹不起 北京神王族这个身份 也将他套了进去 自个给自个找了个强大的敌人 关键是 幽冥神朝这个主神 被镇压前说自己还会回来 让苏小有些担忧 实力弱了 肯定是被虐杀的份 即便玩家能复活 到时候复活速度 可能还没有别人杀得快呢 所以 苏小的想想办法 努力提升自己和玩家的等级才行 哎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想到这里 苏小很快有了决定 这里虽然是幽冥神朝的地界 可现在已经来了 也不可能轻易离去 若是真遇到了无法应对的麻烦 大不了搬家就是 他的主神殿 老子打不赢跑还不行吗 而且 短时间里幽冥神朝的人 应该不太可能会回来 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 就能成长起来 到时候谁对付谁还不一定呢 给你们实话实说吧 幽冥神朝乃是北境神王族最大的敌人 以后遇到了 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敌人还会回来 所以你们要好好修炼才行 现在我将制定一个修炼计划 完成的玩家拥有额外奖励 玩家任务 在一个月内 等级提升四级以上 奖励 根据提升的等级发布奖励 提升等级越高 奖励越多信仰币 苏小二话不说 直接通过系统 给玩家发放了修炼任务 神迹世界版本二册 大剧情终于开启了 北境神王族VS幽冥神朝 真特么刺激 新剧情红利 升级也有奖励 爽啊 小神 怎么升级 给一份攻略呗 开拓新地图吧 带我们去杀其他NPC 这样我们升级会快很多 玩家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打NPC 你在逗我 现在的天庭神朝 能打赢几个NPC 去找打还差不多 苏小想了想 开口道 边陲荒域 NPC不多 而且NPC大多都很厉害 你们现在这点威莫的实力 也对付不了 南边区域是蛮荒森林 拥有不少的妖兽 我们可以猎杀妖兽升级 等你们都十级以上了 我们就可以去打NPC了 好业 完美 烤牛子也吃腻了 现在该吃点 其他也喂了 丁 恭喜宿主完成了 摧毁幽冥神朝据点的任务 奖励二品神朝 扩展建设大礼包一个 系统任务 教会信徒锻造武器 炼制基础符文法阵 达到每个玩家 拥有一把一品灵器的水平 任务奖励 三品灵弓 猎炎 系统的提示声 突然在苏小的脑海之中响起 系统新任务来了 神朝建设大礼包 打开看看 叮 恭喜您打开了神朝建设大礼包 获得了灵田培育大礼包 锻造工具大礼包 炼药工具大礼包 阵法构建大礼包 符文法阵大礼包 打开之后 又是一堆大礼包 苏小再次将这些大礼包打开 灵田培育大礼包 其实就是关于灵田的培育 还有灵药的种植这些 锻造工具大礼包 则是包含了一些关于武器锻造的诀窍和法门 还有一些常用的重要锻造工具 总之 这些大礼包都是每个神朝扩建所必须的东西 若是到神木城市场上购买的话 至少要花费十万以上的信仰原力 有了这些东西 苏小再传授给玩家们相应的知识 玩家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副职业 打造武器或者炼药什么的 不过 想要学会一门都是很难的 需要消耗不少时间 故而苏小也只打算教会他们系统任务指名的两项 打造出武器之后 玩家们实力会更上一层楼 到时候升级也会快一些 苏小直接通过系统将此事告知玩家们 丁 为了辅助大家快速升级 现在天庭神朝特意开启副职业系统 包含了种植 炼药 炼器 符文法阵等等 所有职业相关技能书投放藏书阁 可以利用信仰币进入查阅学习 另外 资源搜刮完毕 回到天庭神朝 主神苏小将给大家讲解修炼之道 并传授锻造 符文法阵技能 为猎杀妖兽做好准备 丁 恭喜玩家全身都是雕 完成了隐藏任务 奖励信仰币200 一连串的信息发给了玩家们 玩家们当场就兴奋了 来了来了 副职业终于开启了 我擦 雕哥竟然独享200信仰币 土豪啊 副职业我选锻造 我要打造一把达摩克斯之剑 整个星空神朝的领域范围内 玩家们和蝗虫过境一样 只要是能搬走的东西就弄走 丝毫不留守 主神殿搬 搬不动 就先拆了再搬 建造主神殿的石砖 搬 丢弃在路边上的杂木 搬 我们的口号是 不搬空星空神朝 不是一个合格的蝗虫 我擦 你们看我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一块上古魔石 一个叫做科学家的玩家 从某处废墟里 挖出了一块残破的石头 上面刻画着一些诡异的符号 引起了他的兴趣 二话不说 当作宝贝给收入囊中 这草里好像有屎的味道 大卫王 卫哥则是站在一个大坑旁边 拔了一株草 放在嘴里尝了尝 片刻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晕 这里竟然是个粪坑 不过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咸 又有点甜 还有点香 幽冥种族的屎 和半人牛的屎味道差别真是大啊 不知道有没有特殊效果 先弄回去看看 似乎可以弄臭豆腐 大卫王疯狂地把草 放入自己的背包里 自从吃了半人牛的瘦精卵之后 他对这里的美食研究已经着迷了 所以只要是能吃的 都会尝一尝 毕竟是新东方出来的 拥有过人的专业精神 咦 这里的土地颜色有点带红色 感觉是个矿脉啊 地理老师走到了一个地方 捧起了一把图仔细地辨认了一番之后 眼中露出了欣喜的光芒 半日之后 苏小望着空空如也的星空神巢 苏小有些茫然 这里真的是星空神巢的建设地吗 连一点废渣都没剩下 再看看玩家们堆积如山 准备搬回去的东西 苏小顿时有些头大 你们特么的真是什么都不放过啊 地砖 花草什么的也就算了 连裤衩都有 你是打算拿回去洗了穿 还是放在床头祭拜 天庭神巢 苏小也没有去理会 这些家伙想要做什么 他给了这些家伙七天的时间 学习副职业 咨询修炼之道的问题 同时 他自己也要好好地稳固境界 熟练九幽天灾浴火 神迹 以及钻研一下 那张神秘的地图 对 你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将678号经脉 和45号经脉 兑换运转不死神魔之躯 或许能够打破避障 面对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疑惑 苏小将自己的见解说了出来 不死神魔之躯 神躯和魔躯的逆运转 能够让人短时间爆发出应有的实力 非常值得研究 目前为止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相当于逆转了两层 现在正在研究第三层 等他成功了 苏小就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当做底牌使用 谢谢小神哥哥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离开之后 苏小陷入了沉思之中 南边蛮荒森林 距离天庭神潮 有好一段距离 来回一趟 至少需要一天时间 那里面妖兽实力强悍 玩家们若是死了 光是复活跑路 都要跑好久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倒是个麻烦 思索的时候 一个人影慌慌张张地 跑到苏小面前 神秘兮兮地开口道 小神 我们研究出了虫洞 你要不要看呢 虫洞 苏小硬是愣了几秒钟 虫洞这玩意 不是科幻里面的概念吗 而且 虫洞涉及到了高维空间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 空间法则之力 你们特么地能研究出来 这不是在搞笑吗 即便是传送法阵 也不可能弄出来 因为 苏小现在 自己都弄不出来这玩意 这属于高端产品 需要大量的材料 和广播的知识 苏小虽然懂一些阵法之道 可惜还达不到那个水准 最直观地讲 神迹世界的境界划分为 神徒 神师 神史 小神 君神 王神 要想彻底地掌控 传送阵法之道 至少也得有小神的实力 还差得远呢 你确定你没开玩笑 苏小看着这个玩家 有些疑惑地说道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刚才还试验了 把东西放到里面去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这玩家开口道 苏小有些震惊地望着他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传送法阵 可是这些家伙 是如何弄出来的 老子都不会的玩意 你们竟然会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以为藏书阁里面 看了一点阵法相关的东西 就能弄出传送法阵吧 真要是弄出了传送法阵 苏小必须狠狠地奖励 因为这个传送法阵作用可大着呢 试想 神潮那么大 拥有传送法阵 那得多方便呢 外敌入侵 一个传送法阵 直接汇聚到一起 大大的节省了时间 最切实际的 前往南边猎杀妖兽升级 需要长途跋涉 要是能够在神潮和营地之间 构建一个传送法阵 那么玩家们复活之后 就不用长途跋涉的跑路 通过传送法阵传过去 那是不是大大提升了效率呢 所以 苏小必须去看看 天庭神潮的某个角落 科学家 你这玩意 确定能行吗 真的能够进行瞬间传送 不是吧 你在逗我们的对不对 我想去小神的闺房 你能把我传过去吗 兄弟 把我传到女澡堂 我到时候 给你十个信仰币 玩家 科学家的身前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石盘 嗯 就是一个石盘 最核心的区域 是一块残破的古老石头 石头略成黑色 上面刻画着一些 诡异的符号 科学家 原本也没发现 这玩意 就是一个传送符文基石 直到他跑到了藏书阁 翻阅了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后 偶然发现 他从星空神殿垃圾堆里 翻出来的东西 竟然还是一块完整的 传送符文基石 嗨嗨 虽然有些破裂 但总归是完整的不是 于是 科学家熟读阵法方面的技能书 将所有的东西 牢牢记在心中 他本来就是一个学霸 领悟能力强 通过反复的试验 最终还真弄出了一些门道 没错 一个小型的传送阵法 反复地推敲之后 他终于成功地催动了传送阵法 并且能够将上面的东西传送走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 他也不知道 这传送阵法通往哪 兄弟们不要着急 这阵法经过我的微调之后 马上就能够确定传送地点了 到时候 你们想要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完成 放心 我收费不高 一次十个信仰币就行 科学家一边拨弄着自己的传送阵法 一边和玩家们闲聊着 卧槽 不愧是科学家 真是流鼻 学霸就是学霸 我等学渣 就只会偷看学姐洗澡 你们说 我要是传送到小神的床上 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嘿嘿嘿 我想和他激见 刷 一论声之中 一道光芒亮起 科学家站起身来 拍了拍手掌 兄弟们 我已经弄好了 现在确定传送地点可以进行微调 但是距离却不是太远 现在这个传送坐标点 我将其定在了厨房 有没有谁要来试试 在科学家 饶有兴致的目光之下 众人都往后缩了缩脖子 你是科学家 你应该有身先士卒的精神 你先来 就是 你先来 我们就相信 众玩家也不傻 看过小说都知道 传送法阵涉及到了空间法则 里面可能存在空间风暴 但是想想就恐怖 科学家皱了皱眉 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但是对自己不是太自信 兄弟们 身先士卒的精神我肯定有的 但是传送法阵并没有完善 我要负责操控 如何传送 嗯 这话好像有点道理 你用这块石头先试试 我们再试 荒天地牙捏地扔过来一块石头 也行 科学家将石头放在了传送阵之上 然后催动了传送阵 刷 光芒亮起 石头消失不见 谁 谁他妈用石头砸我 草 给老子站出来 不然我砍死你 大卫王拿着菜刀 从厨房里气冲冲地冲了出来 手中拿着刚刚传送的那块石头 卧槽 真的行 科学家刘弼啊 被你研究成功了 谁来试试 科学家笑眯眯地望着众人 一直都是传送物品 还没有尝试过传送人 只要真正把人传送成功了 才能证明 他是真的成功了 我来我来 全身都是雕 迫不及待地 从人群之中挤了出来 兄弟 我要去小神的藏宝库 你把我传过去 雕哥兴奋地说道 玩家们一听 纷纷鼓掌 做死雕哥即将上线 听了雕哥的话 科学家皱了皱眉 不行不行 到时候 小神不得弄死你 你还得连累我 先试试宿舍再说 我们得慢慢来 不要着急 好吧好吧 我先试试 雕哥无奈 在科学家的指引下 雕哥站上了传送法阵 随后 科学家大概推测了一下宿舍区域的位置 将坐标系稍微改动了一下 刷 光芒亮起 全身都是雕 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但是等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雕哥从宿舍区域里面走出来 雕哥呢 雕哥怎么不出来 不会是失误了吧 卧槽 去看看 几分钟后 去的人将宿舍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见到雕哥 一群人傻眼了 我擦 雕哥没了 科学家 你闯了大祸了 你把雕哥弄哪去了 你确定 这玩意没有什么问题 科学家此刻也傻眼了 这特么剧本不对啊 仔细一看 卧槽 好像一个符文弄错了 我特么 符文弄错了 科学家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确认自己刚才一不小心 把一个符文的顺序给放错了 那么 雕哥被传送到哪去了 科学家内心拔凉拔凉的 这个符文放前面 他知道目的地是宿舍 放在后面 他就不清楚了 科学家 你不会把雕哥给弄没了吧 卧槽 你这传送阵有问题 你特么想坑我们 不少玩家这时候也反应过来 纷纷指着科学家鼻子大骂 科学家有些尴尬的挠了脑袋 抱歉抱歉 我一不小心 把一个符文的顺序给弄错了 这纯属意外 还有谁要试一下吗 我免费 免费你个大头鬼 你这是 把我们当做活体实验品吧 坑逼啊 中玩家吐槽的时候 苏小从旁边赶了过来 还没有开口 就听见了 全身都是丢 被传送法阵给弄没了的事 苏小有些震惊地 望着地上这个传送法阵 打量了一番 构造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有些破损 需要完善一下 这是你弄出来的 你怎么弄的 苏小望着科学家疑惑地问道 虽然有传送符文基石做核心 但是想要将这些东西融汇贯通 并且运用起来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简而言之 不是天才做不到 没想到这家伙 还有这个天赋 看来 自己这群沙雕信徒 应该得好好发掘 一下他们的潜能 见到苏小略显震惊的表情 科学家感觉很开心 小神 这就叫做树叶有专攻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虫洞知道吗 科学家炫耀性地询问着 苏小一个NPC要是知道虫洞才有鬼了 这一下终于轮到 他在大家伙面前装逼了 宇宙之中可能存在的 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 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姆 首次提出的概念 暗物质维持着虫洞的开启 我说的对吗 苏小说道 开玩笑 在蓝星上的时候 好歹也是个学霸 这些东西自然了解 嗯 科学家一脸震惊地望着苏小 表情无比精彩 一旁的玩家也都张大嘴巴 我擦 这都知道 这尼马狗策划设计的层面还挺广泛啊 装逼机会都不给一个 刘碧 不愧是小神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晚上还能推算月经周期 苏小 科学家认真解释起来 我发现这个符文 似乎可以和宇宙空间作标系对应起来 我们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它 能够发现一些原理 根据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理论 X0等于 XRX0 型号COS AYRE0 型号SING A加RX0 Y0等于 XRX0 型号SING A加YRE0 型号COS A加RX0 噼里啪啦一大堆 听得大家伙 一愣一愣的 嗯 说得很有道理 继续说 苏小缓缓点头 一副我听明白了的样子 这家伙果然 特么的是个人才 竟然将符文布置之道 和宇宙空间作标系 联系到了一起 用科学的角度去钻研 看待这个世界的东西 似乎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之前天书学院的时候 苏小就有这个构想 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时间去研究 科学家倒是帮他完善了这个构想 半天后 科学家说完了 众人一脸茫然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做什么 科学家同学 现在本神给你一个任务 神朝的扩建 需要大量的传送阵 到时候这个传送阵的建设 就交给你来负责 当然 你的传送阵 还需要一定的完善 否则可能半途崩溃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另外 除了宇宙空间作标系 和符文定位 相结合这个原理 你还可以尝试 了解一下周天星辰运转之道 嗯 也就是 奇门八卦 这些古老的书籍 将玄学和科学结合在一起 苏小觉得 此子大有可为 想了想 直接通过系统给了他一个奖励 叮 恭喜玩家 科学家 发明了传送法阵 给神朝建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奖励信仰逼100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只要是对神朝有贡献的 都将酌情给予奖励 科学家当场就震惊了 谢谢小神 我一定努力 把神朝建设好 科学和玄学结合一起 似乎有点东西的 想想就刺激 其余玩家们 当场就羡慕了 不说了 我给神朝造 小人拓展人口 可以奖励吗 我最强单地消炎即将上场 所以雕哥呢 雕哥这个意外失踪人口 就不管了呗 小神 雕哥怎么办 有担忧雕哥的玩家询问道 苏小想了想 他能怎么办 鬼知道 科学家把雕哥传送到哪去了 传送这一门 学问是很严谨的学科 而且博大精深千变万化 所以 我们就不管他了 他要是死了 直接回主神殿就行 尼玛 众玩家以为苏小说了一大堆 有神妖办法呢 结果还是得依靠雕哥去送死 雕哥命运怎如此不堪啊 此刻 南部蛮荒森林之中 一道人影望着眼前陌生的环境 发呆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这是哪儿啊 不是说好的目的地是宿舍吗 我宿舍啥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全身都是雕 望着头顶密集如盖的枝叶 以及远方曾栏叠杖的大山 眼中闪烁着一丝茫然和不安 天为床 地为被 小神 科学家 语文老师 雕哥尝试着喊了几声 但是发现只剩下他独自一人的回声 哇 下一秒 雕哥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特么的 骗子 全特么 是骗子 科学家 你个混账玩意 把我传哪儿了 我想小神 我想大家伙 我想吃烧烤 呜呜呜 雕哥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踏上了回家的寻亲之旅 同一时刻 雕哥的不远处的山巒之中 九座大山围绕的区域 不少的妖兽正在聚集 这些妖兽当中 有个头如同山岳般大小的巨猿 也有遮天蔽日的金池大棚 老虎 狮子 乌龟 鳄鱼 蜥蜴 蜥蜴 各种品种都有 足足有上千头 数量恐怖 声势骇人 在这些妖兽的中央 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 宛如一个没有底的杯子 在中央之地 有一座孤立的山峰 四周均有几座古老栈道相连 此刻被暗红色的光芒笼罩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一般 数日后 天火降临 妖际盛宴开启 大家务必做好准备 一定要让我们妖族复苏 某座幽暗的宫殿之中 混账 废物 连一个神徒都收拾不了 还让人毁了据点 我要你何用 笼罩在黑袍当中的骷髅 眼中鬼火冒起三丈高 看着滑稽无比 大人饶命 饶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不知道 那家伙手中怎么会拥有 镇压幽明之物 这只是一个意外 跪在这骷髅面前的 另外一个骷髅哭诉道 他便是 被雕割一骨头 敲回幽明的倒霉家伙 办事不利 还找那么多借口 真以为我幽明神朝 什么饭桶都要 机会已经给你了 你没有把握住 你可以安息了 鬼火冒出三丈高的骷髅 抬手一挥 恐怖的气息降临 一道碧绿色光芒 笼罩在这骷髅身上 瞬间将其化作了一堆骨头 亚西主神 你走一趟吧 用最短的时间 把这个叫做苏小的家伙给灭了 恢复星空神朝 这个据点 黑袍冲黑暗之中 另外一人说道 是 大人 一个黑袍骷髅缓缓起身 神色恭敬的地说道 天庭神朝 黑烟滚滚 化学老师 这会儿正在指挥着一群玩家炼铁 因为神朝的建设 金铁矿的消耗量巨大 之前在半人牛生活区域发现的铁矿 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 好在 地理老师又在星空神朝所在的区域 发现了一条更大的铁矿 导魔 寒冰队的兄弟们 迅速冷却送到锻造室吧 对了 记得收钱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要当资本家 一块块全新炼制的三品金铁矿 被送到了最新开放的锻造室之中 宽阔的锻造室之中 一阵阵的敲打之声响了起来 苏小正在跟玩家们 演示武器的锻造技巧 之前在天书学院之中 他就有过类似的经验 所以此刻锻造起来得心应手 锻造的技巧在于 一定要掌控好火候 还有力度 砰砰砰 一锤又一锤地反复敲打 一把长剑正在缓慢地成型 丁 恭喜宿主锻造一品金铁长剑剑胚成功 一道声音响起 提示苏小手中的长剑已经完成 此剑长三尺 剑身如流水 光彩意义 给人一种丰锐无比的感觉 仿佛轻轻一剑就能斩金截铁 我去 好剑 小神真是好剑 小神 真是绝世好剑啊 玩家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苏小看着手中的长剑 还算是比较满意 不过 现在这把剑 只是一把单纯的金铁长剑剑胚而已 并没有太多的功能 若是能够在上面布置符纹法阵 那么这剑将会产生蜕变 变成灵气 灵气才算是真正的入门的兵气 将力量注入注入其中 通过灵剑挥斩除湿器 就可以形成一个增幅效果 灵气等级越高 增幅效果自然越好 想到这里 苏小又拿出了自己身上 从天书学院带来的唯一一个一品符纹阵法 拍在了这把长剑之上 一丝神力流转 符纹法阵和长剑渐渐融合在了一起 光芒一闪 一道剑气冲出 将地上的青石砖劈得粉碎 一品灵剑已成 剑胚打造完成之后 就可以在剑身上布置符纹阵法 让其蜕变成为灵剑 此剑我放入神朝商城中 你们资格用信仰币兑换吧 现在 你们开始打造 苏小淡淡地说了几句过后 就剑放入系统构建的神朝商城 标价500信仰币 我来 我来 张大仙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自告奋勇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疾风布 你假数两种技能 正需要一把合适的武器 增加自己的攻击力 我也来 一群玩家涌了上来 总共十套锻造器具 直接占满了位置 苏小本想询问一下张大仙 有没有记住自己讲的要点 只见此刻张大仙 调出了自己录制的虚拟视频 学着苏小的样子 开始了锻造过程 苏小 大意了 没想到录制视频这个功能 这倒是省了他不少的麻烦 砰砰砰 十个玩家一阵凶猛的操作 半个小时后 出现了十件废铁歪歪曲曲 奇丑无比 甚至还有长条状的 样子和史有点相似 卧槽 我明明按照小神的步骤来的 怎么会这样 你特么的 这是锻造武器吗 你这是锻造了个寂寞 继续吧 多练练就熟悉了 苏小摇了摇头 还是火候不到位 毕竟锻造也需要天赋和时间的 倒是锻造出了武器胚子后 符文阵法供应 是个不小的难题 符文阵法刻印 对天赋的要求更高 难度更大 玩家们不一定能掌握 要是依靠苏小一个人 刻印符文阵法 帮他们搭配武器 一个月估计没了 那不得累死 苏小郁闷的时候 一道声音将他打断 小神 还有纸吗 没纸了 纸 特么的 上厕所没纸了 也来找我 你用手指啊 不对 这家伙似乎说的不是厕纸 系统给苏小发布的任务 是教会玩家符文法阵 和武器锻造 并且人手一把武器 苏小第一个给玩家们示范的 其实是符文法阵的刻印 因为这个比较困难 苏小对他们没有太大的信心 简单地讲解了一些 基本的技巧和内容之后 苏小就前往锻造室 给大家伙讲解武器锻造 故儿 刚刚还在忧愁符文阵法 这事要怎么解决了 你说的是 我给你们的符文 刻印纸没了 苏小疑惑地问了一句 嗯 是的呢 小神 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快奖励我们 这名玩家 满脸 兴奋地点了点头 一脸妖功的样子 碰 苏小直接一个暴力 奖励你个寂寞 给你一刀要不要 一百张符文刻印纸 就这么没了 你在逗我 你搁这儿擦屁股 也用不了这么快 你知道那玩意多贵吗 苏小气疯了 符文刻印纸可不是一般的纸 而是用特殊材料制造 以神力加持锤炼之后得到的纸 形象一点讲 有点类似印纸科 在符文刻印纸上 刻画下法阵符文 若是成功 就成为了符文法阵 符文法阵 是许多东西的基础 例如传送法阵 符文基石 神潮守护大阵 巨猿阵等等 若是天赋很好的符文师 甚至还可以形成功法之术 利用符文法阵困住敌人 将其斩杀 这个世界 以蕴含能量的灵精 为基础货币 一张一品符文刻印纸的价格 大概是十灵精 大概相当于一把 一品零件十分之一的价格 这些符文刻印纸 还是系统大礼包里面奖励的 苏小原本就是打算给一百张 让这些家伙练练手 找找感觉 没想到这么快就浪费完了 他怎么弄不起 小神 你变了 你为什么给我们一刀 我们辛辛苦苦这么久 才将其刻印完成 你居然想给我们一刀 你不爱我们了 呜呜 这个玩家委屈地哭了起来 等等 这家伙 似乎是在说刻印完成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们不是浪费 而是刻印出了一品符文法阵 并且成功了 苏小顿时瞪大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是啊 我难道没告诉过你吗 这名玩家有些纳闷 草 苏小暗自震惊了一句 拉着这个玩家 就朝着符文刻印堂跑去 赶紧带我去看看 怎么可能 这些家伙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把符文法阵刻印完成 而且还成功了 符文刻印堂 对 对 就是这样 第一 初学画画 你们应该从简单的形状开始 不要包括三角形 四边形和圆形 还有立体化的锥体 正方体和球体等 第二 初学画画 你们应该提高简化的能力 试着把你眼前所见的物品 看着若干形状组成 即能够把复杂的画面 概括成简单的形状组合 第三 第六 起稿的顺序 应当是 先画大形状 再画小形状 先画主要形状 再画次要形状 苏小抵达符文刻印堂的时候 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讲解声 入目所见 让他震惊无比 几十个玩家 此刻正端着小板凳 整整齐齐地乖乖坐着 仔细聆听一个叫做 我真不是艺术家的玩家 讲解作画的技巧 没错 作画的技巧 上课期间 禁止东张西望 我真不是艺术家 手中还拿着一个叫鞭 此时见到某个玩家 看向苏小 敲了敲他 小神 这时候 众玩家也发现了小神的到来 苏小见状 走了进去 给我看看你们的符文法阵 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验证真伪 我真不是艺术家 将苏小领到了旁边的桌子前 一百张符文刻印纸 只成功了三十多张 真是惭愧 我真不是艺术家 一脸羞愧地说道 百分之三十多的成功率 稍微计算了一下 苏小震惊了 符文师 刚入门的这种 失败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即便是天赋很好的那种 在苦练一个月后 成功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三十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达到百分之四十 算是逆天 对 百分之四十 因为这个逆天的人 正是苏小自己 而且 他只花了七天的时间琢磨 并没有达到一个月之期 这群家伙 这才琢磨了不到一天时间 竟然超越了他的记录 这尼码就离谱 苏小将每一张符文刻印纸 都检查了一遍 虽然某些地方不是很流畅 但是对效果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们这是怎么做到的 苏小震惊地望着 我真不是艺术家 什么怎么做到的 提笔瞎几把画就完事 小神 不会吧不会吧 你不会认为符文刻印很难吧 玩家们顿时嗶嗶起来 苏小 当然不难 我第一次刻印 一百张也不过才成功四十多张而已 我只是好奇 你们如何做到的 就用画画的技巧 四十多张 我爱日 不愧是小神 好吧 我还以为我们超越了小神 我真不是艺术家 开始解释起来 那是自然 没有什么修炼 是科学方法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看这个符文阵法图案构造 它又大又复杂 但是你用绘画的角度来看 就不一样了 从宏观的角度入场 整体开始切割 分为几个区域 先画整体 然后每个区域详细刻画 最终连接为一体 听了 我真不是艺术家画 苏小算是明白了 传统符文刻画 讲究按照顺序刻画 一笔落成 但是这家伙利用科学的技巧 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局限 将一个阵法 有效地分割成数个模块 刚好这数个模块切割开来 并不会对相互之间 尤其是最后合并一起的整体 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样相当于将繁化简 大大的降低了难度 果然 科学和玄学相结合 能解决好多问题 不过 苏小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刻画对于力量 掌控要求也很高 稍不注意就会失败 这些家伙的力量掌控水准 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成功率 特别是最后拼接的过程 更是难于登天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 而且 光是将一个阵法符文图案 切割成许多个可以分割的区域 这难度就不亚于 教会一个小学生高等数学 对于苏小这个问题 我真不是艺术家 只是微微一笑 表示 这能算什么问题 小神 这个就更简单了 在数学当中 这就是一个大数据精准定位的问题 我真不是艺术家 故作神秘的 首先 有本人将阵法图进行分割 确定分割的小模块 最终拼接之后 不会对整体效果造成影响 然后 我将这些区域 给大家伙看一下 让他们挑选 各自比较有把握的区域 进行尝试 最终 每个人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点 这之后 我们只需要各自负责好自己的区域 最终由我来拼接 不就OK了吗 这么一说 苏小顿时明白过来 这些家伙 真是脑洞够大的 相当于将之前一个人完成的工作 分配给数个人来完成 并且 每个人负责的区域 都是自己擅长的 这就降低了传统模式中 从而大大的提升了成功率 只不操作天秀 不过 这些家伙的基本功太差了 所以我正在教他们绘画的技巧 只要多加练习 我想成功率会提高许多 我真不是艺术家感慨到 啪啪啪 苏小拍了拍手掌 表示赞赏 好 非常好 需要你们这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现在我教给你们一个任务 完成这些符文阵法的刻意 当然 主要负责人是你 你来负责将这些阵法图案进行分割 然后把后续任务分配给他们 苏小直接拿出了几十个符文法阵的刻印之法 给了 我真不是艺术家 我真不是艺术家的脸 当场就绿了 这你嘛 工作量太大了吧 小神 我一个精力有限 我真不是艺术家 委婉地道 当然 完成之后 我会给你们这个团体 一万信仰币奖励 到时候 你占30% 其余人占70% 苏小接着又道 为了鼓励大家 苏小也是下了血本 但这个血本他一点都不心疼 到时候 这些家伙培养出来了 他可以大量制造符文阵法 拿去售卖 有了灵精 他就可以兑换一些 能够辅助修炼的资源 最快速度提升自己的实力 现在这些家伙只是刚刚起步 等挖掘出他们的潜力 制造出一些高端产品 或许能够引发这个世界的轰动 也说不一定 一万信仰币 听见这个数字 一群人眼睛顿时就红了 小神 别说了 打钱吧 马上就干活 兄弟们 赚钱的时候到了 这剧情有点不对啊 我们是来打怪升级的 怎么好像变成打工的去了 嗯 我真不是艺术家 激动地盯着苏小 小神 你放心 我精力旺盛得很 当畜生用都没有问题 这是包在我身上 众人 苏小点了点头 通过系统发布了一则消息 各位玩家注意 无论是在技能 还是副职业方面 今后若是能有创新 提高能力或者效率的 统统有大奖励 奖励会根据你们的贡献而定 这个消息一出 玩家们顿时就沸腾起来 半天后 我真不是艺术家 的科学修炼法火了 不仅仅是符纹法阵刻印 就连锻造糖 石糖 炼铁的也前来取精 锻造糖 兄弟们 我们将锻造的步骤进行拆分 力量大的去打铁 擅长计算的去控火 力量控制精确的进行最后的成型 另外 擅长于融合的 就负责将符纹糖的符纹法阵 刻印在武器上 在步骤拆分之后 一把武器的锻造 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一群人的事情 而且 将锻造过程公式化 磨快化后 连石糖的大卫王 都能勉强打造出一把武器来 石糖 兄弟们 从今天起 新东方烹饪学校正式开启 炒菜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只要你将看透其本质 什么时候放油 什么时候放菜 什么时候放盐 翻炒几秒钟 掌控好时间就没有问题 三日后 主神殿二楼的位置 一个个的阵法图案 在苏小的周身环绕着 不错 传送阵法的大概布置 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刻印传送符纹了 苏小缓缓起身 面含笑容 这几日 他一直研究传送阵法 已经完善了科学家的一些瑕疵 接下来就是布置传送阵法 然后进军蛮黄森林 快速提升等级 我去看看 这些家伙的武器打造得怎么样了 苏小朝着外面缓缓走去 若是这些家伙 武器打造得慢了 他得好好催促一番才行 丁 恭喜宿主完成了任务 奖励三品灵弓猎炎 系统任务 七日内 击杀妖兽数量达到一千 任务奖励 未知 这就完成了 苏小愣了一下 两百个玩家信徒 两百件一品灵武 才三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 这特么怎么做到的 苏小当然不知道 锻造堂学习了符文堂的科学修炼法 此刻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暗红色的长弓 弓身由不知名的金属打造 上面刻画着一朵朵的裂岩 弓身的两端 宛如盛开的裂岩花朵一般 无比精美 裂焰弓 概述 由羹筋打造的长弓 内含火属性阵法 注入神力 可发挥其力量 特性 发挥出本身150%的力量 品质 三瓶九星 系统直接将 烈焰弓的特性数据化 呈现在苏小的脑海之中 力量增幅150% 真不愧是三瓶中的极品 收了烈焰弓 苏小朝着门外走去 刚刚踏出门外 突然之间 一个巨大的火球 朝着自己喷射来 哄 苏小猛然出拳 双手寒冰覆盖 一拳将这个火球树轰散 正准备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就看见一个玩家 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对着自己 仔细一看 苏小感觉有点熟悉 再一想 这特么不是 加特灵的形状吗 加特灵 苏小一度怀疑 自己是不是又穿越了 苏小可以确定 神奇世界里 是绝对没有加特灵的 所以 他让这些家伙 打造灵器 这些家伙 打造的不是剑 刀之类的 而是把蓝星上的东西 给搬了过来 卧槽 小神 小神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要试试 我的加特灵有没有问题 这个玩家见到是苏小 一张脸哭丧着 布满了惊恐 苏小额头三条黑线 住嘴 你个憋三 什么玩意你都敢说 小神 看看我们的火焰加特灵如何 还有我的火箭筒 98K超远距离狙击 一群玩家见到苏小 都跑过来炫耀自己的武器 总之 千奇百怪 我看看 苏小接过了一个加特灵 仔细地查看起来 虽说形状有些怪异 但是里面的符纹法阵刻印 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 的确可以通过这个造型 将火球术切割成为许多个 形成了火焰子弹的模式 苏小稍微尝试了一下 神力催动之下 这把一品加特灵的转轮 顿时飞速地旋转起来 哒哒哒哒哒哒 一瞬间 密密麻麻的小火球 宛如子弹一般 从枪口飞射出去 速度宛如闪电一般 苏小大概测量了一下 射击的距离有好几百米 达到一定的距离之后 速度就慢了下来 但是比蓝星加特灵多个好处是 这些火球术 击中了物体 可以自爆形成攻击 还行 力量没有增加 但是增加了攻击速度 苏小没想到 这加特灵 还真让这些家伙给整出来了 而且效果还不错 遇到实力等级低的妖兽或者敌人 可以利用这个加特灵进行攻击 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和麻烦 看见没有 我就说小神会喜欢的 小神 爱你 星号三 星号 苏小没有理会这个沙雕 又接过了另外一个玩家的火箭筒 好家伙 还挺沉的 不过苏小并没有将气扛在肩膀上 而是单手握住了火箭筒的末端 催动神力 一发巨大的火球 从火箭筒之中钻了出来 射向了远处 足足飞行了一千多米后 爆炸开来 将几块巨石轰成了碎炸 单手火箭筒 帅炸 这就是小神的力量吗 太猛了 玩家们纷纷露出了震惊之色 苏小眼眸又是一亮 术法发动速度虽然变慢了 但是对火球术威力增加了许多 不错 这个可以用来进行定点爆破 至于后面的狙击 苏小在尝试之后得出了结论 制造的原理是将力量压缩到了极致 形成了恐怖的速度和穿透力 不得不说 这些家伙搞出来的玩意 还真的有点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传统 零件 零刀 再如何厉害 都只能近战 在实力弱小 没有神技加持的情况下 攻击距离是硬伤 但玩家们弄出的这些玩意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咔嚓咔嚓 这时候 苏小听见了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巨大的摩擦声 转头望去 就看见一个巨大的钢铁巨人朝着自己走来 一个脑袋从钢铁巨人的嘴巴里钻了出来 小神 看老子在这里啊 不是 我在这里 呃 钢铁侠 我去 这些沙雕连这都弄出来了 不仅有大的钢铁侠 还有小的蝙蝠侠战车 灵魂摩托车也有贴身的钢铁战衣 不过 仔细一看 这些东西并不是打造为一体的 而是通过自身力量凝聚到一起 组合成这个样子 而这些玩家 都是以你甲树为基础的玩家 他们利用你甲树的原理 控制这些碎片 组合成为各种战甲的模样 不过 实战效果如何 那还真不好说 毕竟 这不是真正的游戏 这里的生灵都是拥有智慧的 不会站在那儿 让你傻乎乎地打 行了 看来大家的武器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开始修建传送法阵 准备进军蛮荒森林吧 苏小给大家伙宣布了一句 然后找到了科学家 苏小指出了 科学家创建的那套传送法阵 布置技巧不足之处 合计了一会儿 苏小和科学家进行分工 开始布置天庭神朝的 第一个传送法阵 半日之后 在苏小和科学家的努力之下 传送法阵彻底布置完毕 这个传送法阵 每次能够传送五个人 构建传送法阵的核心符文基石 大概能够传送几百次 所以 这次进军蛮荒森林 也差不多够用了 在苏小一声令下之下 所有人站上了传送法阵 传送到了蛮荒森林边界的一个地点 呼呼呼 茂密的森林之中 一群人陆陆续续地 出现在一个平坦的地方 正是苏小和他的信徒们 蛮荒森林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有遇到困难的 可以相互呼救 苏小给大家讲解注意事项 好的 明白 小神 你在开玩笑吗 酒吧可以在手 天下我有 怕个盗儿 就是 小神你就别避避了 散会吧 兄弟们 开稿 兄弟们 等我回来吃烧口 兴奋的玩家们 压根就懒得 听苏小的嘱咐 直接四散去 苏小无奈地摊了摊手 这些家伙的心也是够大的 不过 苏小就全权当作是锻炼他们了 而苏小自己 则是前往四周查看 有没有什么天地财宝 临近矿迈什么的 顺道再探探路 制定一条适合玩家们升级的路线 餐天的古墓 一颗接一颗 将天空遮盖得严严实实 森林中弥漫着腐朽潮湿的味道 三道人影 正在缓缓地前进着 并不时地四处东张西望 卧槽 发现了 我终于发现妖兽了 可爱的小乖乖 快尝尝我的加特林吧 这个玩家停留在了一棵大树旁边 举起了手中的加特林 对准了前方 在前方的树干上 有一只巨大的野猫 黑色的毛发 长长的尾巴 还有一双透亮的眼睛 此刻正在梳理着自己的毛发 大大大 这个玩家开始催动力量 将自己的火球术 切割成子弹发射出去 密集的子弹 快速朝着黑猫冲击 正中目标 Oh yeah So简单 这个玩家兴奋地手舞足蹈 但 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因为地上并没有黑猫的尸体 刷 也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影子从旁边袭来 锋利的爪子 落在了这个玩家的脖子上 直接划开了大动脉 鲜血喷射出 玩家直接隔屁 正是刚才那只野猫 旁边两个玩家 直到才反应过来 我擦 什么鬼 这是什么速度 射它 赶紧射它 老子的加特林 怎么失效了 刷刷 两人还没有来得及逃跑 这黑猫又从他们的背后钻了出来 再一次以刚才的方式 攻击其中一人 将第二个带走 我特吗 猫爷饶命 剩余一人 吓得屁滚尿流 但是 求饶那里有用 它甚至都不知道 黑猫会出现在哪 直接在惊恐中被带走 另外一处森林之中 一堆草丛当中 几个玩家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远方 几人的面前 架着刚刚打造不久的98k 粗陋的八倍镜 啊 实际上没有八倍镜 只有一个八倍镜的模型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弄个模型不为了别的 就为了看着帅气 此刻 几个家伙正在专注地注视着前方 等候自己的猎物 就在此时 一只巨大的老鹰从空中落下 落在了不远处的树干之上 用自己的绘 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卧槽 我在这狗了快一个小时了 终于等到了猎物 吴胡 起飞 一个玩家小声避避了一句 兴高采烈地转动自己的98k 对准了老鹰所在的方向 瞄准 蓄力 射击 然而 就在他刚刚准备好的时候 前往的老鹰 突然之间回头看了他一眼 一双锐利的眼眸中 发出了一道炫彩的光芒 噗 一颗高度压缩的火焰子弹 朝着老鹰所在的方向射去 但是子弹还没有抵达 老鹰就已经起飞 速度极快地躲开了子弹 冲向了几个玩家 歪日 这样也能躲开 他的眼睛怎么回事 是什么技能吗 几个玩家尚处于猛逼之中 那个刚刚射击的家伙 已经被这只老鹰的利爪 刺破了皮肤 抓了起来飞向空中 草特吗 真的起飞了 救我 救我呀 射他 赶紧射他 余下两人 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 赶紧用自己的狙击 进行瞄准射击 刷 刷 两个冰火两重天 压缩弹 朝着空中的老鹰射去 但是 这只老鹰速度太快了 而且似乎能够提前感知到 他们子弹的路线 轻而易举地躲避开去 歪日 你们特么的什么技术 也敢用98k 空中这个玩家急了 死又不能死 只能默默地承受 力爪钻心的痛苦 这种体会 你懂吗 一个狭窄的山谷当中 几个玩家将自己手中的火焰筒 对准了远处一头 正在喝水的巨大妖兽 这头妖兽 有点像是一头大象 体型巨大无比 堪比一座七八米高的房子 让我先来吧 让他体验一下 我们冰火两重天火箭筒的威力 一个玩家将自己肩膀上的 黑色一品灵气火箭筒 扛在了肩膀上 对准了橡皮兽 另外几个玩家 则是副手看热闹 一脸自信满满 在他们看来 这个大家伙 和之前的半人牛 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等着挨打的傻大哥 他们之前已经熟练地掌握了 对付半人牛的办法 再一次对上这种傻大哥 简直易如反掌 此时 这只橡皮兽 也看见了这几个玩家 黑乎乎的火箭筒 让他表情呈现出 一丝的疑惑之色 哼 此刻 冰火两重天之弹 从火箭筒里飞了出来 好傻啊 这个家伙竟然都不躲 我感觉他和半人牛一样的可爱 今晚上 我们可以吃烤香肉了 几个玩家见状 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如同玩家们所料 冰火两重天之弹 落在了这项鼻虫的身上 直接爆炸开来 火焰率先覆盖 向鼻兽全身 随后是寒冰之气降临 将其冻成了冰大哥 唉 太猜了吧 就这 就这 几个玩家见状 感觉实在没有什么难度 擦咔 就在此时 这只项鼻兽轻轻一抖 身上的寒冰块 全部变成了碎片落在地上 再看他的身上 竟然一点伤口都没有 项鼻兽咧嘴一笑 露出了拳头大的牙齿 表示 你们这是 在给我挠痒痒吗 这是打算痒死我吗 歪日 这家伙的防御力 也太高了吧 我特么不幸了 兄弟们 一起上 几个玩家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 有些不甘心 尤其是见到 象鼻虫嘲笑的表情 心里更不爽了 竟然特么地 被一个畜生给嘲笑了 几个玩家 纷纷将自己的火箭筒 对准了这个大块头 蓄力 发动 哄 数颗能量 但齐刷刷地 朝着这只象鼻兽冲了过去 只是 刚刚贴近这只象鼻兽的时候 这只象鼻兽长长的鼻子 竟然从水中甩了出来 长长的鼻子 精准无比地 弹回的速度 宛若闪电一般 直接命中了几个玩家 哄 经过加持的冰火 两重天之弹 突然爆炸开来 将几人冻成了冰雕 冰雕当中 火焰在炙烤 看着极其残忍 好 再次咧嘴 露出了拳头大的白牙齿 仿佛再说 这几个跳梁小丑 真好玩 哄 下一刻 他直接冲了过来 抬起脚 想要将其中一个玩家 给踩成肉酱 但 就在这时 一支闪烁着红蓝之色的冰火箭 从远处击射而来 速度之快 宛若残影一般 哄 冰箭击中 这巨大的象鼻兽大腿 轰然爆炸开来 巨大的象鼻兽 瞬间被冻住 动弹不得 好 象鼻兽的嘴里 发出了愤怒的吼叫声 因为这支冰火箭的威力 和刚才这些炮弹比较起来 简直天差地别 即便是他皮厚 此刻也不免被冻穿 烈火钻入血肉之中烤制 钻心地痛 挣扎之中 象鼻兽终于将覆盖自己的寒冰震碎 但 此时第二支冰火两重天之剑 再次袭来 随后是第三支 每一支都击中了同一个地方 第三支直接从血洞之中射入 将象鼻兽体内贯穿 搅了个稀巴烂 碰 刚才还微风扒面的象鼻兽 重重地倒在地上 失去了生命 几个尚且被封在冰雕之中的玩家 都忍不住瞪大眼睛望着这一幕 想要看是谁救了他们 却一动也动不了 只见 眼无语地望着这几个玩家 他的手中还握着系统奖励的那把灵弓 猎眼 这是第几波了 苏小已经记不起自己 这是第几波拯救这些沙雕玩家了 总之 一路行来 他就几乎没见过有打赢妖兽的 呼 一束火苗从苏小的手中浮现 落在了几个冰雕之上 很快就冰雕融化 里面几个玩家终于获得了解放 但乍眼一看 全部都被烧成了焦黑之色 只剩下眼白和牙齿是白的 偏偏还没有死 只是受伤了 看着滑稽无比 小神 谢谢小神救了我们 小神 为何你这么轻易就能秒杀他 我们的火箭筒反而这么惨 有玩家提出了质疑 苏小羊手在他的脑门上敲了一下 不是火箭筒菜 而是你们自个杀笔 这项匕兽乃是一接三星的境界 是你们几个小喽啰能惹的 就你们这点水平 给他挠痒痒还差不多 苏小无语地道 一接三星就相当于是十三级 比这几个家伙的境界多出了两倍有余 这特么怎么打 呜 小神 我们又没有攻略 怎么知道他能不能打 我们还以为和半人牛一样呢 一个玩家委屈地哭诉着 苏小无奈摇了摇头 把尸体搬上 到营地 我给你们传授攻略 好嘞 山谷营地 篝火阵阵 一股股的肉香 从山谷之中传出 香气扑鼻 大卫王带领着自己的一群徒弟 正在四处忙活着 不少玩家一脸郁闷地坐在一起 回忆着这次杀怪的悲惨经历 魏哥 再给我来十串牛肉 我要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一个左手断裂 掉在空中的玩家 冲魏哥招了招手 魏哥 铁板烧还有多少啊 我快坚持不住了 阎王已经来找我好多次 我说吃了这块铁板烧就走 你倒是搞快点啊 一个浑身都是血动 脸肿得像是猪头的家伙 有气无力地冲魏哥说道 一边说话 身上的血还一边喷洒着 脸色变得煞白一片 一看就不行了 兄弟 铁板烧还得等会儿 要不你先来一块止血臭豆腐吧 我刚刚弄出来的臭豆腐 保证原汁原味 纯正正宗 不是一般的臭 魏哥端着一个盘子 里面放着不少暗黄色的臭豆腐 臭豆腐 魏哥 你竟然还弄出了臭豆腐 窝草 你怎么弄出来的啊 我记得臭豆腐 不是要放很久才能臭的吗 玩家们震惊地望着魏哥盘子里的臭豆腐 关键是 魏哥说 这玩意还能止血 就有点离谱 大卫王黑黑一笑 深藏宫与明 兄弟们 这里可是游戏里 和外面不一样 而且 我有独门配方 包臭 魏哥拍了拍胸脯 他回忆起 自己搜过星空神潮的时候 在粪坑旁边发现的那些草 没想到 竟然有止血的作用 好家伙 魏哥 给我来一块 我也要 玩家们纷纷上前接过了臭豆腐 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然也有不少玩家躲得远远的 这玩意 吃得来的就觉得很香 吃不了的就觉得很臭 魏哥流鼻啊 这果然很臭 臭出天解 我还从没有吃过 这么原汁原味的臭豆腐 好家伙 有了魏哥 我们有口福了 快看 快看 他竟然真的止血了 这时候 一个玩家震惊地望着 刚才那个浑身血动的家伙 本来 他激动之下 鲜血喷射后一直在流血 但是吃了魏哥的臭豆腐之后 竟然真的止血了 而且 伤口还有愈合的趋势 太神奇了 魏哥 流鼻啊 你才是石神 此时 苏小也赶了回来 他望着这些缺胳膊断腿 还吃得津津有味的这群沙雕 一脸猛逼 本来该是一副惨兮兮的画面 莫名感觉非常的和谐愉快 关键是 缺胳膊断腿的 一个个还兴高采烈的一匹 仿佛在庆贺自己 失去了一条腿一般 小神 小神回来了 我去 小神 你什么时候弄了几个非洲人回来 一群玩家见到苏小之后 更加高兴了 开始哭诉自己的遭遇 不少玩家好奇地打量着 跟随苏小身后的那几个倒霉家伙 非洲人 苏小看了看旁边的几个 被烧成木炭的家伙 还真有点像 非洲你妹啊 老子可是正宗的炎黄人 看见没有 我们是为了猎杀 这头强悍的妖兽 才被烧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荣誉 懂吗 沙雕 几人立即回怼过去 这群人此时也发现了 巨大的象皮兽尸体 纷纷围了过来 好大 这个我们吃好久了 好家伙 这DL竟然这么大 比我整个人还粗 你们特么的 怎么做到的 这家伙力量很强 皮超级厚 压根打不动 一群玩家 望着几个木炭玩家 露出震惊之色 到现在为止 回来的人 没一个能够成功的 没想到这几个家伙 竟然能够猎杀 这么大一头像皮兽 这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到的 呵呵 简单 当好炮灰就行了 把我们自个儿送上门 吸引向皮兽的注意力 小神出手 岂不是轻而易举 啊呸 众玩家纷纷吐槽 魏哥 我又回来了 给我扔一块肉串上来 这次我一定接住 空中 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只见 一只老鹰立着抓着一个玩家 从空中飞过 这玩家血流不止 甚至还露出了一截场子 正激动地冲下面的魏哥 挥舞着双手 正是那个想要狙击老鹰 却被抓走 死也死不了 就又救不下来的玩家 苏小 你特么的 都这样了 还顾着吃呢 苏小望着离去的老鹰 眼眸闪烁 这老鹰应该是被玩家们的肉香 所吸引过来的 但发现下面的人太多了 又不敢落下来 就只能在天空之中 不停地徘徊 但是 这只老鹰 是一阶一星的妖兽 拥有鹰眼之术 可以敏锐地洞穿四周的危险 而且速度也非常快 这群沙雕想要击中它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苏小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了自己的三品灵弓 猎炎 淡淡的暗红色气息 从猎炎弓身上散发出来 宛如火苗在燃烧 看着非常的酷炫 苏小手上神力流转 猎炎弓光芒大放 直接瞄准了 那又飞回来的老鹰 一股气息轰然爆发 刷 苏小手中猎炎弓弓弦松动 一支冰火箭快速射出 此时 这只老鹰也注意到了苏小的存在 眼中浮现了一抹忌惮之色 他加速挥动自己的翅膀 想要躲开这一支冰火箭 可没有想到 苏小的这支冰箭 在到达了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竟然一分为三 三支体积稍微小一些的冰火箭 分别锁定了这只老鹰 将要逃离的三个方向 且分离之后 速度更快 这老鹰几乎都没有反应过来 苏小还能有这种操作 扑 其中一支利剑 直接贯穿他的身体 在其体内轰然爆炸 将其冻成了冰雕 从空中坠落下来 直到老鹰落在地上 众玩家们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神色震惊 无比崇拜地盯着苏小 小神 OMG 你这功太酷炫了 你这是什么神技 竟然还能一分为三 卧槽 小神真的好强啊 小神 教教我们好不好 一群玩家 眼神炙热地盯着苏小 苏小将猎炎弓收了起来 我已经教了你们 只是你们实力 达不到这个水平而已 等你们什么时候 升级到十级 也就是一接一新的时候 就能够精妙地 掌控自身力量 将其分流 达到我这种效果 所以 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地 先升级吧 苏小笑道 刚才这波操作 主要是体现在 对力量的掌控之上 我去 这弓简直太帅了 我以为我的酒吧 可以是王者 现在看来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行了 大家都聚到一堆 待会儿 我给你们一份 满荒森林的攻略 苏小对玩家们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去将 那个悲催的家伙捡回来 没错 小神说得非常对 这里虽然是一个游戏世界 可是却是一个 需要动脑子的游戏世界 摸不清楚 敌人的属性和弱点 就横冲直撞 那自然一无所获 忽然间 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众人一看 原来是宇文老师 带着一群人回到了营地 让他们震惊的是 这群人的身上 竟然还托着 好几具妖兽尸体 猎咽马 深水鳄 长嘴鸟 这些妖兽 可都是让他们吃了大亏的 宇文老师 你们这是怎么做到的 太强了 竟然杀了这么多强大妖兽 宇文老师 三 这些玩家们 此刻都面带震惊之色 同时充满了疑惑 苏小微微一笑 表示很欣慰 一群沙雕当中 来凑 兄弟们 我大仙回来了 又在此时 张大仙拖着一只 体型巨大的豹子 走了回来 虽然浑身血迹 伤势不少 但精神却很好 豹 豹子 这家伙的速度 简直快若闪电 大仙你竟然如此流鼻 见到这只豹子 又有玩家张大嘴巴 兄弟们 这不我直接单杀 依靠我的风撒走位 嗅得他头皮发麻 厉不厉害 张大仙不遗余力地 吹嘘着自己 碰 碰 碰 正在这时 传来仿佛有什么 可怕的庞大大物 在走动着 于是后 大家伙看见了一座山 朝着他们走来 不对 是一只巨大的老虎 足足一辆大卡车 般大的老虎 被一个妹子 扛着走了过来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 弱小的身躯 和眼前扛着老虎的景象 完全格格不入 碰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直接将老虎 扔在了地上 冲苏小浅浅一笑 自顾走到了人堆里 狠人妹子 你单杀的 你怎么做到的 有玩家狠狠咽了一口兔沫 不敢相信地 盯着地上的老虎 苏小也是充满了狐疑 这老虎 可是实打实的意见 而第一狠人大地 也不过才半接七星而已 境界差了好多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微微一笑 吐出了几个字 简单 用拳头打到他吐血 我去 玩家们当场就震惊了 硬 硬刚 还没有等他们再继续询问 这时候 就听见一阵虎啸之声 响彻山林 原来是一只体积 稍微小一些的老虎 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他的目光落在了地上 那头老虎的身上 露出一抹悲怯之色 慈雄双虎 苏小一眼就看明白了 第一狠人大队 这是杀了熊虎 让慈虎找上门来了 他正想要动手 此时 第一狠人大队 妹子已经站了起来 一副誓死如归的表情 哄 一股强悍的气息在 第一狠人大的 妹子身上散发出来 威势逼人 他的一双拳头 瞬间化作了红蓝之色 那副灵气拳套的力量增幅 让寒冰烈焰拳的威力 大大增加 碰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拳头 和猛虎的爪子 碰撞到了一起 碰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身形暴退 一口鲜血吐出 但 这只雌虎也不好受 庞大的身躯 连连退后好几步 不死神魔之躯第一层 三转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轻哼一声 刹那之间 一尊比他高大的好几倍的虚影 将他笼罩在其中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此刻 仿佛化身一个巨人 冲击 挥拳 砸下 这头发疯的雌虎 也再次冲了上来 一人一虎 毫无花俏地碰撞在了一起 哄 巨大的震战声 响彻在山谷当中 下一秒 雌虎庞大的身躯 直接倒飞出去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身躯 却只是晃动了一下 不等这头雌虎 从地上爬起来 第一狠人大的 妹子再次冲击 碰 碰 碰 接连三拳砸下 这头雌虎 压根招架不住 直接隔屁掉 这一幕 让在场所有玩家 感到无比震惊 苏小自然是最能够看清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身上发生了合适的 不死神魔之躯的经脉 兑换逆转后 爆发出的恐怖力量 只不过 之前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最多只能够完成第二转而已 没想到 现在竟然达到了第三转的水准 难怪可以越街击杀这头妖兽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摇摇晃晃的摊坐在地 这种强行兑换运行经脉 将其逆转的法门 虽然可以短时间提升爆发力 但是对于自身的要求 也是非常之高的 也就是 苏小之炼体之法 乃是不死神魔之躯 若是换作其他 只怕还没有逆转成功 就已经自爆了 卧槽 狠人妹子 这也太猛了 刘毕啊 我的天 众玩家跑过去 望着地上隔屁的母老虎 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两只母老虎大战 简直恐怖如斯 此时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 苏小走了过去 手掌神光浮现 落在他的身上 帮他平息一下体内的伤势 妹子 来快臭豆腐吧 止血疗伤必备之物 大卫王走了过来 将手中的臭豆腐盘子 递到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身上 谢谢 我不吃臭豆腐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笑着拒绝 苏小目光落在这臭豆腐上 充满了疑惑 你这臭豆腐里面加了什么 能止血疗伤 这特么真是奇了怪了 他之前就想问这事 只不过被刚才这一搅货给忘掉了 嘿嘿 独门配方 卫哥嘿嘿一笑 神秘兮兮的从怀中 掏出了星空神朝粪坑旁的草 递给苏小看 你特么 苏小看了一眼 差点没吐出来 这事 他当然知道 阴灵草 需要在阴晦的地方才会生长 关键这阴灵草的 药用效果不大 更没有止血疗伤的效果 最多也就是炼制丹药的时候 某些药方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可为什么做成臭豆腐 就能止血疗伤呢 小神 正宗臭豆腐 包臭 要不要来一块 卫哥将盘子伸到了苏小面前 滚 苏小怒视他一眼 示意他拿原点 可不是包臭吗 看着那些吃得津津有味的玩家 苏小也不好说实话 总之不死人就行了 你以后弄干净点 否则我将你踢出游戏 苏小威胁了一句 这家伙 太恶心了 大卫王吓了一跳 小神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保证其他东西 全都是干净的一片 没有半点添加物 还好 还好 苏小起身 来到几头妖兽的尸体前 神力化作刀刃 将这些妖兽的尸体切割开 翻找了一会儿 终于在那头橡皮兽的身体中 找到了一颗拇指大小的圆乎乎东西 小神 这是什么玩意 胆结石吗 玩家们好奇问道 苏小 胆结石你妹 这是妖兽的内丹 精华所在 可以用来炼制神丹 用以提升实力 神格的提升 除了信仰之力外 还有一些天地财宝 也可以将之炼化为信仰原力 用来滋养神格 达到同样的效果 不过 妖兽的内丹 唯有一阶以上的妖兽才会拥有 而且 也不是每一只妖兽 都能够凝聚内丹 妖兽死亡的时候 通常也会将自己的内丹散去 故而 能够获取妖兽的内丹 那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 等级越高的妖兽 越难获取其内丹 我去 这游戏还修仙呢 妖兽内丹都搞出来了 金丹能弄出来吗 金丹可不就是胆结石吗 胆结石你妹 明明是肿瘤 苏小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安静 诸位 这次大家的失利 一方面是因为太过于自信 另外一方面 则是因为对敌人的认识不足 这个世界的妖兽 随着等级的提升 灵智也会跟着提升 还拥有非常可怕的技能 所以 想要击杀他们 不仅仅要动脑子 还需要了解掌握他们的弱点 找到应有的办法 我这里有一份攻略 大概是方圆几十里内 怪物的分配数量和种类 以及它们的等级和弱点这些 你们仔细看一下 提升一下自己的成功率 不要每次被虐杀 苏小将自己弄的攻略 通过系统分享给了玩家们 玩家们点开看了一眼 一个个苦笑不已 尼玛 原来像鼻兽 竟然是13级的大佬 卧槽 阴眼镜能够动穿方圆500米的动静 难怪我们老是被发现 明白了 所以什么时候吃烧烤 饿得一批 玩家们通过观察苏小给的攻略 将大致线路了然于心 苏小则是来到了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身边 询问她的伤势 啊 主要是第三转 她是怎么做到的 苏小迫不及待地 想要自己学习一下 呸 不对 是帮她改良一下 免得遭受反噬 半个小时后 诱人的烤肉箱 弥漫整个山谷 母老虎肉串 像鼻兽肉串 老鹰腰子烤串 苏小也没阻止他们 打算等他们吃完之后 再统一组织一下 按照她的攻略推进 完成升级杀怪任务 小神 这方圆几十里内 妖兽的数量才二三十头 这个我们打吗 要是 来一大群 五六十个聚在一堆 给我们杀就好了 一个叫做乌鸦嘴的玩家 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小就特么想给他一刀 这些妖兽 实力最低的都是一阶以上 二三十头你 能够打赢就不错了 众所周知 这片区域 只是蛮荒森林的外围区域 妖兽存在的密度 无法实现的 苏小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阵砰砰砰的奔跑声 响彻在众人的耳边 同时 苏小感受到了一股凛冽的寒意 众玩家齐刷刷地转头望去 就看见了四面八方 竟然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妖兽 这些妖兽各种各样 包括了老虎 狮子 大象 野猫 野狼等等 数量达到了五六十个 这些妖兽的境界 最低也是一阶 最高甚至达到了一阶五星的水准 对于玩家甚至苏小而言 相当于一个boss级别的存在了 啊这 玩家们一脸震惊地望着苏小 苏小则是一脸震惊地 望着眼前的乌鸦嘴 你他妈果然是乌鸦嘴啊 这种事情也能说中 你不会是传说中的大欲言家吧 关键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难以解释的情况 苏小望着这些妖兽 只见他们的目光 都落在了这些玩家的身上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玩家们手中的烤肉身上 一长串的哈喇子 从这些家伙的嘴里流了出来 是被烤肉吸引过来的吗 这些妖兽从来都是吃生的 哪里闻过熟肉的香味 尤其是 还是撒了调料精心烹制的烤肉 就连苏小本人 作为一个神奇 都难以抵挡这些烤肉的诱惑 他们如何受得了 不过 这山谷之中的烤肉 最多也就能够传开一两公里的范围 怎么可能会吸引超出 二三十公里内 所有妖兽数量的妖兽到来 难不成 这蟒荒森林之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这些妖兽 迁离自己的巢穴 不是 小神 你不是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妖兽聚集在一起吗 小神 你的攻略有点问题啊 嘘 别说话 给小神一点面子 玩家们 此刻心情有点复杂 这么多妖兽 让人感到害怕 但是又有些窃喜 这种怪物攻占营地的场面 说实话 有点小小的刺激 若是能够杀之 肯定能获得不少的好东西 看来应该是触发了什么隐藏任务了 小神他自己的都不知道 看这妖兽的数量 可能是S级隐藏任务 搞不好拥有神秘奖励呢 哇哦 刺激 S级隐藏任务啊 玩家们稍微震惊一下 很快淡定下来 看着妖兽 仿佛在看一块肥肉 当然 这群妖兽 也是这么想的 下一秒 这些妖兽直接冲了过来 玩家们跃跃欲试 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暂且退后 苏小制止了躁动的玩家们 开玩笑 一头妖兽 都让这些家伙够呛 何况这么多 苏小打算施展自己的 九幽天灾浴火 进行一番清理 然后再让玩家们收拾残局 这样 既可以锻炼他们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 一举两得 正好 苏小想要试验一下 刚刚领悟的 不死神魔之躯三传的威力呢 卧槽 小神亲自出手了吗 好期待呢 呼 一股炙热的气息 从苏小的身上散发开 将自己和玩家们 包裹在其中 同时 将这些冲上来的妖兽 也被这个气息所摊开 被苏小这么一弄 这些妖兽开始狂暴起来 再一次地发动了袭击 苏小摊开双手 眼眸微眯 整个人被一股力量拖着 徐徐悬浮在空中 他的周身 金色和黑色的气息流转 气息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三道 宛如灵蛇在苏小的周身寻游着 这是 这不是狠人大帝妹子的 不死神魔之躯三传 我去 小神什么时候也会三传了 不会是偷学了狠人大帝妹子的吧 此刻 就连第一狠人大帝妹子也是 一脸震惊地 望着苏小身上的三条黑金之色的气息 这感觉 比他的三传要强太多了 随着苏小手势的变动 大帝开始颤抖起来 轰轰轰 一股股的火柱从地面冒了出来 形成了一朵朵的火红色莲花 飞向这些妖兽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这些火红色的莲花就布满妖兽群中 碰 一朵莲花爆炸开 随即是第二朵 几十朵莲花瞬间爆炸开来 形成了一片火海 直接将五六十头妖兽覆盖其中 吼吼 吱吱吱 这些妖兽 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纷纷逃离火海 不过 实力稍微弱小一些的 还没有逃离火海 就倒在了其中 一瞬间 五六十头妖兽 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二 除了实力强大的逃离了火海之外 其余的 都多少负了伤 这一幕 看待了玩家们 连苏小也满是震惊 不死神魔之躯爆发的力量 配合熟练后的 九幽天灾欲火 这威力简直可怕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消耗实在有点大 天呐 小神这什么技能 也太猛了 我要是有这种力量 我还用得着猥琐发跃 好 这时候 那头体积最大 进阶最高的妖兽 狂吼了一声 避开了火海 朝着苏小冲了过来 这是一头犀牛 奔跑起来 宛如一辆坦克 大地都在颤抖 寒冰烈焰犬 苏小神吸了一口气 再次施展不死神魔之躯 第一层三转 一个高大威猛的苏小虚影 直接将苏小包裹在其中 我去 小神好大 看着宛如一尊魔神 哼 随着苏小扬起拳头 这巨人虚影 也扬起了拳头 红蓝制色的寒冰烈焰犬 发出了扑扑的声响 拉出了绚烂的色彩 最终和犀牛的脚 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碰撞之处 鱼波震荡 空气暴鸣 竟然是形成了 一股微型的旋风 可见 两者力量之强大 哼 下一刻 这头犀牛终于坚持不住了 身体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山壁上 山壁直接被撞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将它那庞大的身躯 镶嵌在其中 整个山谷都颤抖了几下 才停止下来 而苏小 本人只是退后了一段距离 脸色有些苍白 一连两次施展逆转的不死神魔之躯 让它有点扛不住 这些剩余的妖兽 此刻剑状 脸上纷纷浮现出了惊恐之色 开始疯狂地后撤 苏小见状 挥了挥手 下面就交给你们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快速地领悟战斗技巧 完成神朝的任务 系统发布的任务 限制时间就七天而已 时间太短了 苏小必须顶着这些玩家前进 才有可能完成 小神放心 交给我们 兄弟们 跟着大仙走 大仙教你们 什么叫做无伤刷眼 单挑峡谷野怪 张大仙吼着 冲向了离他最近的一头妖兽 语文老师则是站在高处 拿出了一个简易制造的喇叭 帖子们 现在开启团队模式 需要各种职业的打手 你们放心 在我的指挥下 分工合作 合理安排 绝对能够猎杀大量妖兽 以最快速度升级 妖兽难杀 那是没有遇到我绝地求生 第一狗王而已 一个叫做第一狗王 的玩家提着手中的98k 朝着山谷的高处跑去 一处密林当中 张大仙正在和一只巨大的八爪兽战斗着 这只八爪兽 乃是一阶二星的境界 而张大仙 只是半阶八星的水准 两者之间差了一大截 但是张大仙丝毫不决 哄 此时 八爪兽再次袭来 奔跑的速度宛如一列火车 眨眼之间就抵达张大仙的面前 但是 张大仙却是纹丝不动 紧紧地盯着一只拍下来的巨大触手 风之力 九段 疑形幻影之疑形 随着张大仙的嘴里吐出这几个字 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只剩下了一串残影 荣耀里李白的疑形幻影技能领悟出来的 下一秒 张大仙出现在了这八爪兽的近处 万劫斩破 出带月斩 一刀劈下 宛如半月 八爪兽压根就没有想到 张大仙还有这种操作 顿时被劈中了腹部柔软之处 一条巨大的口子出现在他的腹部处 鲜血直冒 这是看了苏小给的攻略之后 了解到的弱点 所以张大仙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吱吱吱 这八爪兽被砍了一刀 显得异常的愤怒 三只触手从三个方向包围过来 封锁了张大仙 想要将他一击必杀 退路被封锁 必无可避 大仙小夕 大仙完蛋了 一旁观看大仙战斗 想要学习经验的玩家们 此刻纷纷大惊失色 不要慌 看我蛇皮走位 张大仙目光凝重 手中打造的刀朝着 其中一条触手斩下 兵支回旋锋刃 一个回旋锋刃朝着这只触手斩去 击中了他 很快化作了寒冰将触手覆盖 这也是永远低神 将拔刀斩和寒冰真气 结合在一起 开发出来的技能之一 这也导致了这只触手攻击的速度 变慢了一些 风之力 九段 疑形幻影之幻影 张大仙嘴里发出嘀吼的咆哮 他的身形再次消失不见 出现在了之前施展 疑形幻影的地方 完美地复刻了 王者荣耀李白的 疑形幻影技能 碰 几只触手轰在了空处 卧槽 大仙留病 大仙李白在世 大仙 教教我 这技能太屌了 玩家们兴奋起来 张大仙则是顾忌重施 利用自己的战斗技巧 躲避八爪兽的攻击 同时找机会攻击八爪兽的弱点 刷 某个时刻 张大仙再次施展 疑形幻影 冲到这八爪兽的腹部 一刀斩出 这会儿的身上 两道黑金色的神魔气息游荡 实力暴涨 刀芒如同实质一般 斩在之前那道伤口之上 破 伤口直接被撕裂成了一个巨大的祸口 张大仙随即诱补一剂回旋锋刃 锋刃 没入伤口之中 将其内脏斩断 砰 巨大的八爪兽挣扎了几下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哈哈 老子终于单杀野怪了 张大仙将刀插在地上 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另外一边 一个十几人的团队正在协同作战 对付一头獠牙如同长枪 身躯如同坦克 牙齿宛如利剑的超大野猪 寒冰剑 刷刷 瞬间 几只兵剑射向了这头野猪 直接将其封锁其中 不过 寒冰剑的威力 并不能对它造成太大的伤害 甚至连皮都破不了 火箭筒 射击 宇文老师再次开口 哄 哄 又是几发冰火 两重天之弹射出 因为有了刚才减速和违抗 这几发经过了火箭筒加持的冰火 两重天炮弹 尽数命中了这头野猪 这一下 即便是这只野猪妖兽 皮操肉厚 也顶不住这种攻击 直接被炸的皮肥肉绽 露出了鲜红的血肉 但这也让这只野猪妖兽 彻底地狂暴起来 一根根的毛发 宛如刚针 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大涨 你假对 防御 宇文老师不慌不忙 指挥第三个小队出击 咔 咔 咔 几个玩家的身前 一块块的金铁打造的灵气碎片 悬浮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超级大的盾牌 哄 这只野猪重重地撞在了盾牌之上 也让这头野猪身形停滞下来 兵剑 继续 火箭筒跟上 宇文老师急忙说道 几分钟后 这只野猪终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大家伙先休息一下吧 有受伤流血的 吃点臭豆腐疗伤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出街 宇文老师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一处悬崖边上 一只巨大的野猫正徐徐地前进着 眼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这只野猫感受到了一缕危机 但是他却不知道 这一缕危机来自哪里 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视着他 喵 野猫怒吼了几声 抬起了爪子 对准了前方的草地之中 胡乱地挥动着 锋利的爪芒落在了草堆之中 将草地弄得一片狼藉 草 被发现了 我特么快死了 这时候 草堆之中 几个玩家骂骂咧咧地起身 艰难地端起了自己的加特林冲野猫扫射 可惜 野猫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的所有冰火两重天 能量弹全部被躲开 野猫的身形宛如幽灵一般出现在几个玩家的身前 直接将几个玩家撕成了碎块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地方 不好 我们也被发现了 跑 野猫目光所及的地方 两个手持98k 想要一击必杀的家伙 此刻惊慌失措 然而 就在野猫想要追击的时候 不 一阵轻微地响动 在他刚才用爪芒肆虐过的地方 一颗长长的能量弹 闪电般地射出 直接命中野猫的瞳孔 击穿了他的大脑 两个逃跑的玩家 此刻有些猛逼地望着倒下的野猫 这里还有其他人 一脸不解 直到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 兄弟 过来救救我 腿都被扫断了 我动不了了 两人反应过来 迅速地跑向了声音所在的地方 就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 脸色煞白地冲他们微笑 果然 他下半身已经被野猫掌盲给弄断了 第一狗王 卧槽 你什么时候狗在这里的 你这也太能忍了吧 第一狗王微微一笑 才狗了五个小时而已 别说了 赶紧把我弄起来 我牛子被虫子给咬了 好像有点中毒了 贼急而养 要是可以的话 你们帮我把毒吸出来了一下 谢谢 只是 玩家们并没有注意到 在他们猎杀妖兽的时候 一层薄薄的薄物 入侵这片区域 携带着一丝危险 第六天 刷 一只冰火箭从远处闪电般射出 将一只妖兽给击杀 恭喜宿主完成击杀一千只妖兽任务 任务奖励 上古玉兽绝 神秘线索 在苏小击杀了这只妖兽后 系统颁发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 这是他和玩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玩家们慢慢地熟悉了妖兽的特性 掌控了技巧后 猎杀妖兽的效率开始提高 终于 在第六天的时候 完成了击杀任务 让苏小有些意外 这次竟然奖励了两种东西 上古玉兽绝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一些强悍的种族 比如龙 凤 麒麟这些神级种族 想要他们臣服成为主神的信徒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以说 成年的龙 凤 麒麟这些 几乎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 成为主神的信徒 他们本身就拥有天赋血脉 能力堪比主神 甚至比主神还要强 强者相弱者臣服 这算是哪门子的道理 但 有了玉兽绝就不同了 玉兽绝 可以让你和这些血统高贵的生灵沟通 获取他们的好感和信任 这样做 就有机会让这些神级生灵 成为自己的种族 天书学院也有玉兽绝 不过 那只是普通的玉兽绝 这是上古玉兽绝 多两个字 区别在于 上古玉兽绝里面包含了龙 凤 麒麟这些高阶生灵的沟通之术 普通玉兽绝就看它的等级如何了 可以说 上古玉兽绝是玉兽绝中最顶尖的 神秘线索是个什么玩意 苏小江一缕神力 注入这个神秘线索当中 远古蛮黄森林 存在一个古老的传说 天地之间存在一种奇异的天火 名为一火 一火分布在天地各大秘境 某些神秘的角落 有缘得知 可以拥有恐怖的力量 焚天灭地 苏小有些猛逼 这难道是销火火同款的一火 好家伙 这神迹世界 不会是万界融合成一体的吧 苏小继续看下去 整个人都愣住了 红莲妖火 这神秘线索上所说的东西 竟然是一火排行榜上第99位的红莲妖火 天地一火攻一百 苏小没想到 自己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其中一朵 系统奖励果然是精品啊 系统任务 获取红莲妖火 抵抗来自地狱深处的魅魔 限制时间 七天 任务成功奖励 未知 任务失败 或许是生命的代价 系统的声音 再一次在苏小的耳机响起 魅魔 苏小听见这个名字 忍不住一颤 魅魔这可是一种恐怖的幽灵 擅长制造 幻境 让敌人困入其中 将敌人活活折磨死 系统的意思 是他苏小要遭遇魅魔的袭击不成 正想着 忽然之间 苏小发现了 眼前的密铃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一缕奇怪的白雾 正在缓缓地渗透这片密铃 这是 魅魔的气息 见状 苏小不由一惊 他在天书学院的古书上 看过关于魅魔的记载 白雾仗出现 就代表魅魔很快就会降临此地 即便是境界最低的魅魔 也是超越神师的存在 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抵抗的 不过 魅魔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难不成是为了即将出世的 红莲妖火不成 苏小思维急速转动 很快将事情的原委 拆了一个大概 魅魔试杀 只要是沾染了他气息的生灵 他都会将之折磨而死 这白雾仗苏小已经沾染 即便是回到天庭神巢 也会被魅魔追杀而来 所以 眼下唯有获得红莲妖火 和魅魔对抗才有一线生机 苏小按道自己倒霉 这才刚刚解决了星空神潮 幽冥神潮的进攻还没有解决 这又跑出来了一个魅魔 想了想 苏小朝着营地快速而去 半个小时后 苏小将所有的玩家聚在了一起 各位 经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任务完成进度非常的好 但是 想要成为强者 还远远不够 而且 我刚刚探查到了一个消息 我们遭遇了魅魔的袭击 需要完成反抗 苏小的话还没说完 玩家们就叽叽喳喳起来 什么 魅魔 这是什么 能考了吃吗 这时又开启了全新的boss攻略吗 好耶 我最喜欢杀boss了 魅魔在哪 让他赶紧来吧 玩家们的乐观 让苏小无语 他还是耐着性子 老老实实给这些家伙 讲解魅魔的厉害 听完之后 一个个就都沉默了 卧槽 这魅魔这么厉害 小深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死了无所谓 苏小要是死了 这游戏就完不成了 所以大家伙都急了 而且这魅魔不死 他们复活也会被一只玩弄杀死 以后就别想玩这个游戏了 想要对付魅魔 唯有找到船中的一伙 红莲妖火 所以 我们这次需要前往蛮荒森林的深处 寻找红莲妖火的信息 神朝任务 寻找到红莲妖火的下落 限制时间 七天 奖励 信仰币一千 苏小直接给玩家们发布任务 一伙 好家伙 这是抄袭斗破苍穹吧 一伙都整来了 游戏 我最喜欢寻宝了 一千信仰币 我要定了 玩家们自然喜欢这种 有挑战性的事情 为了让大家伙更好地提升实力 这次神朝特意奖励一次 免费技能书学习的机会 免费学习的技能书为 上古御兽诀 苏小想了一下 干脆将上古御兽诀 上传到了系统之中 让玩家们学习 这片区域 摇兽众多 若是他们 能够获得一只小伙伴协同作战 那也是变相提升自己神朝的实力 妈呀 这是开启了新职业了吗 我最喜欢的御兽诗职业开了 哦也 我要抓一头白虎 好好地骑一下 苏小件事情安排完整之后 就按照神秘线所指定的区域 确定了一下方向 一个叫做妖月洞天的地方 也是此次红莲妖火出事的地方 出发 随着一声令下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 漆黑的夜里 一道人影正在缓缓地前行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割裂开来 破破烂烂 并且沾满血迹 脸上的污渍 几乎掩盖了他的肤色 唯一能够明确分辨的就是 他那苦逼的脸色和绝望的表情 爸爸 妈妈 你们在哪里啊 小神 魏哥 我好想你们啊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失踪多日的雕哥 雕哥自从被科学家的传送阵 传送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他就一直在寻找回去的路 但是 特么的 鬼知道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他走了好久好久 眼前还是绵延不绝的大山 他想要找一头妖兽杀了自己 可是连妖兽都看不到 他想要跳崖 但是又怕摔不死 那可真是太折磨了 最关键是 雕哥发现 最近这密林之中 出现了一点问题 一层迷雾 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 将山林笼罩 这下 他是彻底没有方向了 不仅没有方向 还老是回到原地 雕哥怀疑自己 走进了一个迷阵当中 呆 我特么真的掉入迷阵里了 这可咋办呢 雕哥看见自己一天前做的标记 终于确定自己是走入了一个迷阵当中 这下完蛋了 如果这迷雾散开 我就继续走 如果迷雾不散开 我就鼓起勇气自杀 雕哥给自己找了个 非常合适的自杀理由 强行给自己打预防针 减少内心的恐惧 呼 就在这时 一阵狂风吹来 迷雾瞬间被吹开 雕哥被狂风吹得站立不稳 脚下一滑 朝着山坡下滚去 一番猛烈的翻滚撞击过后 雕哥终于停了下来 但整个人也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雕哥终于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 只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一阵微风吹来 让他清醒了不少 他茫然地看着四周 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又是哪儿啊 四周的环境 看着有些古老 嗯 对 就是古老 这不是天然的地形 而是有雕刻的痕迹 头顶有天光射下来 四周还有水滴的声音 似乎 这里好像是一个洞穴 一个有人居住的洞穴 雕哥揉了揉眼睛 适应了一下洞穴里的光线 才看清楚这里的场景 这里竟然是一座地下宫殿 一座很宽阔的地下宫殿 四周开凿出了巨大的石柱 石柱之上刻满了火焰符纹 还有一些巨大的妖兽图 这些妖兽 都是强壮有力的老虎 看着异常的凶猛威武 而且这些老虎的身上 燃烧着火焰 看上去更加的威风凛凛 这座宫殿 似乎就是尽头 唯有前方有一条通道延伸开去 不知道通往哪儿 雕阁所处的位置 正在宫殿的正上方 这里是一个高台 两边各有一头火焰猛虎的雕像 再往旁边 就是一些圆形的地坑 地坑之中 偶尔存在着跳动的火焰 这是哪儿啊 有人吗 你好 我是送快递的 喂 雕阁喊了几声 但是却只听见他的回声 并没有人回应 不对 这里应该是没人居住才是 不会是妖兽的巢穴吧 雕阁顿时惊住了 惊恐地打亮四周 当他转头的时候 就发现身后的黑暗之中 亮起了两个火红色的灯笼 我擦 好大的灯笼 不对 这里怎么会有灯笼 雕阁这时候 终于看清楚了 这两个灯笼 这特么哪里是灯笼 分明是两只巨大的眼睛 揉揉眼睛再看 好家伙 一只小山般高大的老虎 正趴在地上 用好奇的目光 打亮着雕阁 呼 这打老虎呼一口气 雕阁全身上下的衣服 都被烤焦了 炙热的气息 还有衣服烧起来后 贴在身上滚烫的温度 让雕阁上蹿下跳 将自身扯了个金光 啊呀 这副又跳又跳的画面 落在这只大老虎的眼中 竟然让他浮现了一抹 感兴趣的神色 大老虎的目光 落在雕阁雪白的洞体上 群寻了一圈 兴趣越来越浓 完了完了 我竟然掉落到了 怪物的巢穴里 遇到了一个超级大boss 我完了 雕阁欲哭无泪 不过转念一想 也不用那么悲观 大不了一死 还没有痛苦 这样 他就可以回去 和天庭神潮的人团聚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青 来吧 雕阁背负双手 一脸视死如归 实际上内心慌得一披 万一一下子弄不死 那他不得被折磨死 本是一副悲壮的画面 但由于他没穿衣服 就看着非常的滑稽 人类 你是如何进入这里的 这时候 这只大老虎开口了 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和人类差不多 雕阁吓了一跳 你竟然会说人话 完了完了 这肯定是个超级大boss 不然绝对不会说人话的 雕阁心更凉了 而且 这家伙不动手 是什么意思啊 不会是 想要玩弄他吧 我 雕阁想了一下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灵机一动脱口出 当然是走进来的啊 就这 很难吗 这里似乎是个禁地 果然 大老虎眼眸之中 闪过一丝的惊诧之色 走进来的 你竟然能走入这里 看来可能是天意啊 大老虎叹了口气 雕阁按道 自己冒死猜对了 难道自己触发了 S级隐藏任务 想到这里 雕阁顿时来了兴趣 那是自然 我是上天派来拯救你们的 你嘴里的boss 是什么意思啊 大老虎没有理会雕阁的话 疑惑地问道 boss乃是秘语 岂能让你随意知道 而且说了你也不懂 雕阁脱口出 变成了大忽悠 大老虎愣了一下 常常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我没时间了 若是你能够让我开心一下 我或许可以给予你 赤眼虎一族的传承 大老虎说道 雕阁忍不住长大了嘴巴 真就遇到了传说中的 S级隐藏任务 赤眼虎一族的传承 这听起来就很流鼻啊 他雕阁是不是要崛起了 到时候除了苏小之外 他雕阁就是最流鼻的存在 不过 开心一下是什么鬼 雕阁忽然意识到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开心一下 想起刚才大老虎 看自己的那个眼神 雕阁赶紧捂住了自己的菊花 你 你想怎么开心 雕阁试探性地问道 然后悄悄地将一只手 抽了出来捂住了前面 这家伙不会是想 大老虎看着雕阁这副表情和动作 眼眸之中流露出一抹笑意 就这样我就挺开心 啊呸 这尼玛是个变态吧 雕阁顿时无语了 老子堂堂大男人 竟然在一个畜生面前 搞这种事情 脸还要不要了 我堂堂雕阁是那种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吗 那我给你跳一个 你看这个面他又长又宽 就像这个碗他又大又圆 雕阁想起了 自己在篝火晚会上的表演 rap 唱跳 打篮球 果然 这让大老虎变得非常开心 半个小时候 雕阁都快累瘫了 但是大老虎 却没有让他停止的意思 够了吗 雕阁忍不住问道 还不够 你的腰还能扭得好看点吗 大老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雕阁想了一下 扭动着自己的腰肢 摆出了一个S形曲线 这样 嗯嗯 对 扭起来 我擦 果然是个畜生 竟然有这么变态的爱好 雕阁看了一眼 旁边的两只赤眼虎石雕 心意很豁出去了 直接冲过去 抱住了一只老虎腿 跳起来钢管舞 嘿 对面的哥哥 你看过来 一边跳 这头赤眼虎嘴里发出了低沉的咆哮 那是高兴的表现 雕阁又跳了一个小时 整个人感觉都要虚脱了 喂 你行不行啊 我快不行了 雕阁一脸忧怨地盯着这只赤眼虎 一个念头生出 自己不会是被骗了吧 好像行了 你过来了吧 没等雕阁开口 这头赤眼虎爪子轻轻动了一下 一束红光射来 直接将雕阁给吸了过来 雕阁落入了赤眼虎宽大的怀抱当中 你 你要干什么 不要 不要啊 宫殿之中 传出了雕阁惨痛的呼叫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雕阁感觉嘴角有湿润的触感 他悠悠醒来 嗯 屁股还有点痛 雕阁望着天花板 欲哭无泪 心想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悲催 本来是I型 现在变成了O型 玩个游戏而已 玩到了这种地步 也是头一回了 这老东西 说什么来着 他最后好像在我身体里 注入了一些东西 然后让我把这宫殿上方 滴落的液体吃完 雕阁望着旁边 已经没有了呼吸的赤眼虎 努力地回忆着自己悲惨遭遇的时候 赤眼虎告诉他的一些事情 嗯 也就是给雕阁的传承 又是一滴晶莹的液体滴落下来 雕阁赶紧用嘴巴接住 别说 这液体入口之后 一股暖流流遍四肢百骸 让雕阁感觉非常的舒服 另外 他的屁股好像也不疼了 于是乎 雕阁便眼巴巴地盯着宫殿上方滴落的液体 这可是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不能就这么浪费了 不管用什么 总之先满足自己再说 雕阁四周找了一圈 找到了一个碗 将上方的液体用碗接住 找了个地方沉沉地睡去 数日时间很快过去 雕阁所在的地下宫殿通道之外 一阵阵的吼声响彻在山林当中 这里是一个山谷 山谷之中不乏古老的建筑 还有各种各样的洞穴 山谷的四周 全是没入云端的高峰 给人一种极为惊险的美感 山谷当中聚集了不少的赤眼虎 这些赤眼虎 小的和正常老虎差不多大小 大的足足有一辆卡车那么大 某些赤眼虎身上燃烧着火红的火焰 让山谷中的温度凭空升高了许多 在这些赤眼虎的前方 那个类似祭坛的高台之上 此刻有一只和其他赤眼虎截然不同的老虎 这是一只母老虎 而且颜色是白色的 白虎圣女 虎王的传承者什么时候出关 在高台的下方 一个半人半虎的大块头 振臂一呼 神色欣喜地询问道 赤眼虎一族有好几个族类 拥有最正宗赤眼虎血统的种族 才是赤眼虎一族的掌控者 但多年前虎王大县已至 进入了闭关期 寻找赤眼虎一族的传承 可是却迟迟没有消息 有的之族认为虎王已死 想要夺取赤眼虎一族的掌控权 故而暗中发动了暴动 尤其是三长老一只 经过了暗中的发展 笼络了不少的之族 已经超过了主族一脉 不日 妖族与部落的万妖盛会即将召开 天火将士 是赤眼虎一族 在与部落中崛起的大好机会 三长老便借此机会逼宫 想要趁此机会夺权 获取赤眼虎一族的掌控 正在这时 虎王给圣女传来了消息 说已经找到了传承者 这让主族一脉非常的高兴 今日便是聚集在这里 等候虎王的传承者出关 也只有虎王的传承者 才能够让主族一脉再现辉煌 将三长老和其他指脉镇压住 皮毛漂亮 看着俊美异常的白虎 来到了高台的边缘 看着下方的族人 应该快了 虎王告诉我 就是今天 我们就再次等候吧 等虎王的传承者出来 我们就直接举行仪式 欢迎我们未来的王 白虎圣女说到这里 那虎头上的毛发 竟然有些微微发红 此时 赤眼虎一族的盛动之中 雕哥再一次醒来 碗里已经积累了 小半碗精华液体 看看上方 似乎没有动静了 好像是第三天了 按照那个老东西的说法 精华液应该滴完了才是 雕哥将小半碗精华液 一口引进 按照赤眼虎王所说 喝完精华液 就可以出去迎接 属于他的惊喜了 不知道这个惊喜是什么 雕哥沿着弯弯曲曲的通道 朝外面走去 经历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终于看见 前方出现了一抹天光 兴奋的他 急速朝着洞口跑去 稍微适应下光线 脉步走出洞口 下一秒 他直接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眼前 几十只赤眼虎正注视着他 那炙热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的好奇和兴奋 恭喜我们的新王出关 其中一个大块头放声高呼 喊到一半 他的声音就渐渐小了下去 气氛悄然变化 每个赤眼虎的脸上 都出现了一抹猛逼之色 不是 这怎么是个人呢 赤眼虎的传承者 不应该是虎吗 而且 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的 连毛都遮不住 是什么鬼 疑惑在众虎内心滋生 雕哥也是满脸猛逼 但是他是大聪明 脑子转得快啊 新王出关 听这些虎头虎脑的憨憨的意思 似乎自己是他们的新王 这就是那可恶的老东西的传承吗 要是这样 似乎也不错啊 好 人类 你究竟是谁 你怎么进入 我们赤眼虎一族的圣洞 之中的 一道愤怒的声音 在众虎之中响起 雕哥只感觉耳膜发麻 瞬间被惊醒过来 大胆 竟然敢这样 跟你们的新王说话 惹怒了本王 你们都得死 雕哥故作硬气地吼了一声 别说 一本正经的样子 还真有点那啥风范 但实际上 雕哥内心却是慌的一批 好 下面的赤眼虎 顿时要暴动了 等等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头年纪比较大的赤眼虎 从虎群之中走出 大家不要着急 他是不是我们赤眼虎虎王的继承者 我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头年纪较大的赤眼虎 显然比较有威望 他一开口 顿时大家都安静下来 冒犯了 这头赤眼虎迈着步伐 走到了雕哥的身旁 上下打量着他 随后又将鼻子凑过来闻了闻 雕哥看着一脸猛逼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又不敢动 因为怕这些家伙 真的暴动起来 那他就惨了 最终 这头年老的赤眼虎 走到了雕哥的屁股后面 将鼻子凑上去闻了闻 片刻后 他一脸舒展的表情 露出了一抹欣喜之色 他的身上 的确拥有赤眼虎王的气息 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啊这 雕哥愣住了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屁股的遭遇 难道那老东西 不是贪婪他的美色 而是要给他传承 还有这种传承之法 我雕哥的付出 终于有了收获 好好好 这时候 下面的赤眼虎 再次吼了起来 只不过 这次的吼声 带着一丝的兴奋 和之前表达愤怒的吼声 有些不太一样 祖老 可为何我赤眼虎一族的组长 会让给一个人类才担任 我不明白 一头壮硕的赤眼虎 不解地问道 这头老年赤眼虎抬头 看了看天空 你问我 我特么去问谁 虎王既然这样做了 自然是有他的身意 我们只管臣服就是 天机不是我们这群蝼蚁 能够窥探的 一脸的深邃和神秘 好好 拜见吾王 听见这话 这些赤眼虎也不再多问 直接对雕哥 低头行了一个大礼 雕哥此刻只感觉热血沸腾 他 全身都是雕 赤眼虎一族的新王 终于要崛起了 白虎圣女 那么请开始我们的迎接仪式吧 赤眼虎一族的祖老咳嗽了两声 随后 除了白虎圣女之外 其他所有的赤眼虎都转过了身子 似乎在避讳着什么 雕哥有些不解 只见 这时候白虎圣女 迈着优雅的步伐 来到了雕哥的身前 他的脸上 明显带着一丝羞涩之意 我的王 我希望您能够喜欢我 白虎圣女说着 将身子一转 屁股对准了雕哥 请享用吧 雕哥 想用 想用什么 这没什么可想用的呀 什么意思 雕哥弱弱地问了一句 白虎圣女脸上的表情 更加的羞涩 我的王 我是族内唯一的一只白虎 我天生就是为王而存在的 新王出关 也就是我奉献自己的时候 来吧 让我承受您的怒火吧 哼哼 一声轻盈 从白虎嘴里哼出 让雕哥差点跳了起来 我尼玛 还能有这种操作 当着这些家伙的面 现场直播 能行吗 这会不会有点那傻 他可是正人君子 不对啊 他这是在玩游戏啊 游戏人生啊 没体会过呀 要不要试一试 他雕哥这是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可是 不管这么多了 好像有点刺激啊 那老东西 让自己承受了怒火 自己让他的族人承受怒火 这样很公平的对吧 关键是刺激啊 这可是真正的白虎 他雕哥以后就是打 R 虎英雄 嗯嗯 不对 打字要稍微赶一下才行 嗨嗨 十秒钟后 雕哥一脸满足地输了口气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吼 一声巨大的吼声 从白虎的嘴里传出 带着一丝的魅火 与此同时 白虎的身上 一层暗红色的火焰燃烧起来 最终汇聚到了他的额头上 形成了三缕火红色的毛发 还是刚才的那个白虎 但是多了一丝的不同 啊 这就完了 祖老 这是结束了吗 好快啊 几个没有经验的赤眼虎冲 祖老问道 祖老点了点头 嗯 或许这就是他的特色吧 一事结束 恭喜吴王 恭喜圣女成为王后 所有的赤眼虎 转身盯着雕哥和白虎圣女 再次恭敬的道 雕哥觉得自己走上了人生巅峰 吴王 数日后万妖大会 天火降临 是我赤眼虎一族崛起的机会 当务之急 还请吴王振臂一呼 铲除族内一己 统领赤眼虎一族 在万妖大会上一展雄威 白虎圣女冲雕哥说道 雕哥 你说啥 马德 铲除一己 万妖大会 万妖是不是有一万只妖兽 让他去参加这种大会 他疯了吗 恐怕 太恐怕了 吼 雕哥还没有开口 这时候 一阵震山响的吼声 从远处传来 一只浑身火焰缠绕的半人虎 带着上百烈焰虎 从外面闯了进来 圣女 虎王今日出关否 若是虎王还不出关 那我们就要 进入圣洞一探究竟 重新挑选新任虎王 这声音充满了不敬 雕哥一听就知道 应该是麻烦来了 他感觉自己有点悲催 好不容易混了个虎王当当 还没有来得及装逼 就遭遇了族内内乱 看这家伙这么流鼻哄哄的样子 搞不好自己要被打死啊 这可太惨了 不行 必须要想想办法 要是小神 在就好了 雕哥心里开始计划着 列支 你来得正好 就在刚刚 我们新一任的虎王已经诞生了 还完成了伟大的欢迎仪式 你们过来欢迎一下吧 这时候 之前那个祖老走到了前面 冲领头的那只烈焰虎说道 这只半人烈焰虎 就是造反头头 在他的山洞下 不少知足都站在了他的那边 嗯 新的虎王 这不可能 列支突然之间大吼道 表情一下子变得愤怒争宁起来 居然出现了新虎王 那他的夺权大计 还如何展开 列支 我劝你不要不识台诀 新虎王是老虎王的传承者 已经经过我验证无误 你若是不臣服 那就是以下犯上 祖老语气变冷 这时候 列支等众虎看向雕割 一看之下 全都愣住了 虎王 这特么分明就是一个人 祖老 这就是你说的虎王 这分明是一个人类 列支疑惑地道 是人类不假 但是这是老虎王决定的事情 老虎王既然这样做了 自然拥有他的道理 你还是不要再挣扎了 祖老说着 看向列支身后的众虎 发现他们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 分明是动摇了反叛之心 列支更加愤怒 放屁 老虎王怎么可能选择一个人类 来当我们赤眼虎一族的新王 我列支明明比他更有资格 这一定是你们 在演戏欺骗我们 我要进入圣洞 列支情绪开始暴动起来 说着 就准备朝着圣洞而去 列支 等等 这时候 列支身后的另外一只半人 烈焰虎开口阻止了他 祖老向来是不会骗人的 且让我去检查一下新王 就可以验证 祖老是否在说谎 如果这真的是老虎王的意志 那么我们还是遵循老虎王意志行事吧 这头半人 列焰虎乃是第四支族的头领 说话极有分量 若是新王没有出现 他会支持列支 毕竟万妖大会在即 但是 现在新王出来了 那么就得好好按规矩行事才行 少了一个支持者 即便列支再不满 也无话可说 这头半人 列焰虎和祖老一样 来到了雕哥的屁股后面 深深地吸了一口 没错了 这就是老虎王的传承气息 他一脸享受地说道 列寻拜见吴王 拜见吴王 随着列寻的动作 不少赤眼虎都对着雕哥行礼 列支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白虎圣女看着列支 不满地谴责道 不 让一个人类来当我列支的王 我列支不服 我要行使挑战权 我要向他挑战 列支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行使自己的挑战权 赤眼虎一族 若是对新王不满意的话 是可以行使挑战权的 若是赢了 新王还真有可能被推翻重新认定 毕竟 赤眼虎兴奉强者为尊 列支 你可以行使挑战权 吴王 请给列支一点颜色瞧瞧 祖老看向雕哥 恭敬地说道 雕哥 这妖族这么粗暴的吗 三句两句 就把他推上了擂台 可是 他这点实力 打个毛线啊 之前遇到不会说话的妖兽都打不赢 这种会说话 绝逼非常厉害 他更打不赢了 哼 笑话 本王什么身份 岂是你能轻易挑战的 本王刚刚出关 力量掌控不是特别好 我怕一根手指奔死了你 你给本王几日时间 待本王熟悉自身力量之后 再来指点一下你 让你心服口服 雕哥背负双手 一副绝世高人的模样 连看列支都是斜着眼睛看的 把蔑氏两个字丸完全全刻在了脸上 虽然心里有点慌 但是装逼这种事情 还是挺熟练的 没错 列支 新王刚刚出关 还需要调整几日 几日后 让你心服口服 祖老跟着附和道 其余赤眼虎也都表示赞同 好 那我就等你三日 与你一战 看看谁才是赤眼虎一族最强者 列支说完 带着自己一只的族人转身离去 雕哥长长松了口气 你妈 这个逼装的好险啊 他总算是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装逼有风险 打脸虚谨慎 可是 三日后该怎么办 那个老东西 什么技能也没有传授给他 等级也没有提升 这特么怎么打得赢 小白虎 你们这有藏金阁吗 藏金阁 白虎圣女摇了摇头 物资阁呢 白虎圣女再次摇头 还是没有 我照 雕哥傻眼了 不行 得赶紧开溜 什么狗屁的赤眼虎之王 不当野吧 或者 找小神想想办法 对了 就这样干 嗨嗨 本王这几日 需要到外面去闭关一下 你们不要来找我 小白虎 你跟我一起 帮我探探路 茂密的参天树林当中 小神 我们这是到哪了 小神 我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小神 这吉尔妹魔好厉害啊 竟然把这里 弄成了一个迷阵 一道道声音 自苏小的耳边响起 苏小脸色有些凝重 他本来想要 带着玩家 趁妹魔的白雾杖 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找到妖月洞天所在地 可是 没想到 妹魔突然发威 将方圆数十里 全部变成了白雾困阵 现在 连他自己有些搞不清楚方向了 这样下去的话 还没有找到妖月洞天 搞不好 就被妹魔给盯上 陷入绝境之中 小神 你在想的地儿 过来吃烤肉 人生自古谁无死 烤肉吃了再去死 荒天地啊 瞇的 走上前 拍了拍苏小的肩膀 苏小正想说话 忽然之间感觉到了一股 极度危险的气息 只见 一只浑身火焰缭缭缭的白虎 从密林之中 徐徐走了出来 见到这头火焰缭缭的白虎 苏小的瞳孔 猛的一缩 竟然是赤岩虎 赤岩虎的血脉里 流淌着上古虎族的一丝血脉 是血统比较高贵的妖族 许多年前 赤岩虎一族 强横的时候 没有了踪迹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上了一头 而且 这赤岩虎是白色的 在赤岩虎一族 白色的老虎 生来就是圣女 虎王的竞篮 现在 赤岩虎一族的圣女 出现在这里 那证明虎王也在附近 眼前这头白虎圣女 气息大概是一阶五星的样子 可以推断这个 赤岩虎不足 看起来不是太强 或许只是一个 流落至此的赤岩虎残肢 一阶五星的白虎圣女 苏小也可以对付 不过苏小有点担心 他背后的虎王 能够成为虎王的 那实力肯定非同小可 估计得是二阶境界 这段时间 信仰原力 倒是够苏小提升境界了 因为一直带领玩家 想要走出魅魔的白物长 所以他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要是遇上了虎王 恐怕是一件 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时候 休息吃烧烤的玩家们 也发现了到来的白虎圣女 瞬间来了兴趣 我去 怎么会突然出现 一头白虎 这是Boss吗 还自带火焰特效 简直酷毙了 兄弟们 准备战斗 我们被Boss入侵了 野外Boss 急杀掉好东西 玩家们 很快就拉开了阵势 三品猎炎弓 也瞬间出现在苏小的手中 准备将这头白虎 给灭杀掉 住手 小神 不要 一道熟悉的声音 忽然从旁边不远处传来 旋即猥琐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声音有点熟悉 但是这副模样 让玩家们 实在有点想不起来 这是谁 雕 雕哥 卧槽 这不是雕哥吗 雕哥回来了 雕哥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跟个乞丐似的 有人认出来雕哥之后 玩家们经过再三确认 证实了 这就是失踪多日的雕哥 兄弟们 我好想你们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小神 来 抱抱 雕哥满脸泪花地 朝着苏小走来 张开了双臂 他本来还想让白虎圣女出来 吓唬一下众人 趁机装逼的 没想到这群家伙 二话不说就要动手 苏小皱了皱眉 用弓将它顶住 我不抱男人 同时 目光看向一旁的白虎圣女 浮现疑惑 这白虎和你有关 雕哥猛然想起此事 顿时眉飞色舞的道 小神 兄弟们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坐骑 坐 坐骑 听见这两个字 无论是苏小 还是玩家们 都震惊了 一个个瞪大眼睛 上下打量着雕哥 苏小刚刚将 上古御兽诀 传到了系统之中不错 可惜目前为止 还没有谁能够领悟的 几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想要尝试一下 差点被妖兽拍死 刀哥 你怎么会有坐骑 难不成 你已经领悟了 上古御兽诀 熊二跑过来 好奇地问道 雕哥一脸猛逼 挠了脑脑袋 上古御兽诀 竟然又开了新功法 他都没注意到 实在是这段时间 雕哥担惊节律 只想着找到苏小他们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事 但 这丝毫不影响雕哥装逼 嗨嗨 那是自然 上古御兽诀很难吗 就这 就这 以我雕哥的天资 也就区区一分钟就领悟了吧 实在没什么难度啊 哎 雕哥故作寂寞 看得众人想打他 算了 给你们看看我的大白虎 小白虎 你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老大 小神 叫老大 雕哥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 指挥着白虎圣女 白虎圣女看向苏小 目光疑惑 怎么自己的王还有个老大 而且还是个主神 不会吃眼虎的新王 只是别的主神的一个信徒吧 老大 虽然这么想 但是白虎圣女 还是老老实实地叫了一声 卧槽 雕哥流鼻啊 竟然让这只大白虎这么听话 好家伙 雕哥就是雕哥 总是能够给我们惊喜 玩家们此刻一个个震惊无比 让雕哥非常享受 小白虎 来给大家伙挑个舞 雕哥又道 白虎圣女面色一红 瞪了雕哥一眼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照做 好家伙 雕哥你就是我的偶像 竟然将母老虎训得服服贴贴 雕哥 我能骑一下他吗 你放心 我会轻点的 雄二 兴奋地冲雕哥道 不行 他是我的专属物品 只能我骑 雕哥毫不犹豫拒绝 特么地让你骑了 我头上不是绿油油一片 苏小在旁边 看得嘖嘖称奇 这家伙嘴里几句真话几句假话他 还是分得清的 看样子 雕哥是在这森林中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奇遇 不过 苏小也不打算剥夺 毕竟是自己的信徒 信徒强 他也强 苏小将全身都是雕 拉到了旁边 开始审讯 雕哥一听 只能老老实实 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原来如此 苏小也算是明白了 不过 雕哥这种经历 是不太可能复刻的 正想说话 突然之间 一股股阴冷的气息 从山林之中掠来 动得玩家们瑟瑟发抖 呜 结结结 同时 还有隐隐约约的 鬼哭狼嚎之声传来 苏小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 这是魅魔即将出现的征兆 不好 魅魔要来了 大家伙做好准备 这次 我们可能遇到了大麻烦 苏小赶紧下令 雕哥神秘一笑 打断了苏小 小神 你趴个大 有我雕哥在 什么魅魔 隐魔 都是垃圾 小白虎 来给我兄弟们 展现一下你的天赋神通 带大家伙离开这里 雕哥冲白虎圣女吩咐道 白虎圣女的双眸之中 顿时火焰缭绕 看着有点像是火眼金金 苏小不由大喜 没想到赤眼虎一族 还有这样的天赋神通 这可是解决了她的大麻烦 白虎圣女 率先朝着一个方向奔袭而去 你们跟我走 平静的声音 从她的嘴里传出 让玩家们再次震惊了一下 竟然还会说话 这特么可是头一次见 大家都跟上吧 苏小招呼了一句 跟在了白虎圣女的后方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 朝着蛮荒森林的深处而去 随着苏小等人离去 身后的白雾越来越浓 越来越多 某个时刻 白雾翻滚 凝聚在一块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怪物形态不停地变幻 从怪物渐渐变成了一个绝世美女 身姿妖娆 体态娇媚 眉目寒春 走起路来 腰肢扭动如同水蛇 纤细的玉纸放在嘴巴里 红润的舌头不停地搅动着 每一个举动 都带着一丝的魅惑之力 让人热血沸腾 有点意思 没想到奴家在这里 还遇到了一个主神 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主神 主神的神歌 可是好东西呢 哥哥哥 嗯 真香 魅魔望着苏小离去的方向 眼中流露出一抹感兴趣之色 半个小时后 在白虎圣女的带领下 苏小等人终于离开了魅魔 白物账的区域 此刻 玩家们看向雕哥的小白虎 眼神又不同了 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我的王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 你去请个救兵 为什么他们都很弱 而且你的老大爷不强 这样真的能够对付列支吗 白虎圣女找了个机会 悄悄地和全身都是雕 交谈着 他现在有种感觉 赤眼虎一族老虎王让雕哥来当新的王 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 一个妇人 你懂什么飞机 小神的厉害 其实你能够知道的 如果没有小神 就没有我杰克雕 你可以说我不行 你千万不能说小神不行 雕哥开始训斥白虎圣女 可是 白虎圣女有些委屈 怎么回事 苏小从一旁走了出来 这我没问到 他其实已经听见了白虎的话 似乎有些瞧不起他和玩家们 小神 是这样的 我定下了一个三日之约 雕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老老实实地告诉了苏小 苏小听完 尤其是听见了万妖大会 天火降临的事情之后 他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这个天火降临之地 万妖大会召开的地方 似乎就是他寻找的 红莲妖火所在的妖月洞天啊 这可真是一大意外之喜 苏小按那心思 不动声色 缓缓皱眉 那个劣之什么实力 想要通过赤眼虎 进入妖月洞天 首先得帮雕哥处理完眼前的问题 一接六星 白虎圣女插嘴道 一接六星 苏小看着雕哥 忍不住笑了 你 和赤眼虎一族的勇士约战 就你这个小神吧 雕哥才特么巴急 仅仅只是一半的实力而已 凭什么和劣之打 小神 我这不是没办法 来找你吗 雕哥也不知道 那老虎王的传承是怎么回事 就连白虎圣女也不清楚 反正 除了菊花痛了一阵之外 没有其他改变的地方 苏小沉吟了一下 看向白虎圣女 如果我可以帮他打赢劣之 是不是他的王位就保住了 主神帮助信徒提升境界这种事情 也不是没有 就是消耗有点大而已 对信徒也不是太好 一般主神不会这么做 杰克他体内有老虎王的传承 我们一直都当他是王 只是 现在需要他站出来 贫富内乱 白虎圣女清澈的目光 看向苏小 显得无比坚定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就是吴王的主神 吴王既然愿意 成为你的信徒 那我们赤眼虎一族 也可以成为你的信徒 但我们赤眼虎一族崇尚强者 你必须拿出应有的实力 否则 即便吴王是你的信徒 你也很难得到 我们赤眼虎一族的承认 而且还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反叛 白虎圣女犹豫了一下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实在不知道 老虎王怎么想的 竟然选一个主神的信徒 当做新王 但是现在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默默地承受 行 我知道了 你放心 他三日后 绝对能够战胜劣之 苏小点了点头 坚定地等 他在天书学院中 看过关于赤眼虎一族的一些记载 赤眼虎崇尚强者 只有展现足够的实力 才能够让他们臣服 不过 苏小并不知道 如何才能够让他们臣服 但 苏小却可以让 全身都是雕 稳固他在赤眼虎一族的地位 借助雕哥之手 前往妖月洞天 至于能不能让赤眼虎一族 当信徒的事情 以后再说 苏小说完 将大家伙召集起来 宣布了雕哥的事情 雕哥 虎王 外日 雕哥混得好啊 哭热 我什么时候 能够像雕哥一样优秀就好了 雕哥居然真的遇上了 S级隐藏任务 这游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还能骑白虎 想想就刺激 正在吃烧烤的大家 一时之间叽叽喳喳 围着雕哥转个不停 纷纷夸赞雕哥 白虎妹 吃烧烤啊 你还没有妹妹 我想认识一下 熊二 甚至还拿着一串烧烤 去诱惑白虎圣女 我宣布 雕哥在天庭神潮的 雕哥开拓任务当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奖励快速提升等级 现在 有本神亲自帮他提升等级 以备战三日之约 第一狠人大帝 负责教诲 全身都是雕 不死神魔之躯三转之法 张大仙负责教诲他格斗技巧 一连串的任务吩咐下来 让玩家们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卧槽 小神要帮雕哥开挂了 官方开挂 最为致命 尼玛 还能这样玩 这就离谱 他们要疯了 雕哥这气运 简直逆天啊 三日的时间很快过去 几个教官的痛苦折磨之下 雕哥勉勉强抢完成了特训 雕哥都快哭了 这特么是人干的事 这简直是终极折磨 时间已到 苏小等人准备前往赤岩虎一族居住地 迎战劣之 小神 我有个要求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临走的时候 雕哥找到了苏小 苦苦哀求 你说 是这样的 听完了雕哥的要求 苏小顿时无语了 非要这样吗 这特么 也就你能想出来 赤岩虎一族居住地 清脆碧绿的山谷之中 清风徐徐 减少了一些 因为赤岩虎所带来的炙热气息 热大的广场上 聚集了近两百只赤岩虎 分为了五个阵营 分别是赤岩虎的主脉 和四大支脉 年迈的祖老站在正上方 皱眉看向入口处 内心充满了忐忑 三日之约已到 可是却没有发现 星虎王雕哥的身影 祖老 怎么回事 星虎王怎么还不出来 他不会是胆怯了 不敢与我一战吧 热之站在下方 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祖老轻哼一声 哼 热之 时间还早着呢 你急什么 说话间 祖老看向入口处 眼中露出一抹惊喜 宽阔的入口 此刻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到来 领头的正是白虎圣女 白虎圣女后面 跟随的不是赤岩虎 而是雕哥和玩家信徒们 杰克雕 你怎么带这么多人 到我们赤岩虎的领地 热之脸色一下就变了 不少赤岩虎 也眉头皱得老高 赤岩虎的领地 是绝对不允许 其他种族进入的 热之 这是杰克虎王的族群 祖老早就收到了 白虎圣女的传信 所以提前做好了安排 族群 竟然是星虎王的族群 难怪 星王虎的族群 都这么弱的吗 这些赤岩虎看向玩家们 纷纷露出了鄙夷之色 不是弱 是太弱了 哇塞 这就是老虎窝吗 好家伙 这里这么多老虎 够我们吃好酒了 嘘 小声点 我们是爱助威的 不是爱打架的 而且 这里是雕哥的地盘 给雕哥一点面子 那台上的大老虎 毛都黑了 一看就到横不浅 没想到 竟然有一天 我能在游戏里 和BOSS坐而论道 这游戏策划 真特么想得出来 玩家们兴奋地打量着 这个山谷和山谷之中的赤岩虎 眼眸中露出了好奇之色 宛如一个个的好奇宝宝 嘿 小老虎 How are you 小老虎 这特么什么鸟语 卧槽 这只老虎有点威风啊 熊二跑到劣之的身前 上下打量着它 看看 这凶肌 还有这几几 说着 还伸手 想要去摸一下 要不 你就当我的坐骑吧 来让我预一下 熊二干脆对着劣之 施展起了自己领悟的 上股御兽觉 只见他一脸正色 站在劣之的面前 伸出一只手 竖起了中指 对劣之勾了勾 小老虎 你 过来啊 啪 劣之抬起爪子 一爪子拍了过去 直接将熊二给拍飞了 混账 竟然敢对我劣之无礼 最好不要惹我 劣之愤怒地说道 祖老看着这群玩家 眉头皱得老高 这家伙胆子不小 竟然敢跑去惹劣之 早听了白虎圣女说 新虎王的族群有些特殊 但真正见识了 才知道 白虎圣女嘴里学到的 沙雕一词 是个什么意思 好了 既然新虎王的族人已经到来 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足牢打破了喧嚣 开始了吗 好家伙 连板凳都没有一个 就是 水果也不准备点 这算什么待客之道 劣之听着玩家们的抱怨 额头轻轻暴涨 有种杀人的冲动 这些家伙 脸皮怎么这么厚 哼 真是不要脸的种族 你们的族人 还不是我们的王 我劣之第一个不答应 想要得到我劣之的承认 就先战胜我吧 但是你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劣之看向雕歌 随后劣之走到了 早就准备好的擂台之上 雕哥 加油 我们帮你打靠 雕哥 赢了我给你发小电影 雕哥 干死这家伙 不要丢了我们小神的脸 玩家们纷纷给雕哥加油助威 雕哥伸手捋了捋自己的中分 走到擂台之下 随后一跃 360度转体高空跃下 落在擂台之上 垂着头颅 单膝跪着 一手称递 逼格满满 来吧 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 雕哥微微抬手 挂着冷笑 卧槽 雕哥逼格满满 雕哥留弊 那么大 面对玩家们的高潮 赤眼虎一族的表示 这是人类种族吗 怎么竟是 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 来吧 我单手就能虐你 先让你一只手 雕哥将左手背在后面 只是伸出了右手 黑金色的气息缓缓地滋生 不死神魔之躯开启 一股一阶二星的气势 扩散开来 三日时间 竟然提升到了一阶二星 不愧是老虎王看中的人选 左老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内心有一丝小激动 赤眼虎的传承 需要长时间去炼化感悟 非一日可成 但是雕哥竟然能够 三日完成极限突破 这份造诣 在赤眼虎历史上 已经破纪录了 不少赤眼虎 也都目光震惊地盯着雕哥 就连烈芝 也神色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可是 一阶二星而已 和他差了一大截 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哼 先管好你自己吧 不要被我一爪子 给拍飞掉 烈芝说完 虎曲扭动 朝着雕哥冲了过去 他仍旧是半人半虎的姿态 奔跑起来 宛如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 虎虎生风 寒冰烈焰拳 雕哥也不废话 拳头上红蓝之色 焦香灰映 同时 开启了不死神魔之躯 第一层逆二转 三日的时间 在苏小的精心指导下 硬生生地 让雕哥领悟了 这最大的底牌 但 雕哥现在只能顺畅地 施展出逆二转 还无法施展逆三转 一人一虎之间 没有丝毫的技巧可言 一上来就是力量的绝对碰撞 这也是目前天庭神潮力量对决中 最强悍的一招 哄 震爆之声 在众人的耳边响起 雕哥浑身黑金之色大放 一尊 比他高一点的虚影 将他笼罩 爆发出全力一击 碰 下一刻 劣质庞大的身躯 直接被雕哥这一拳 给轰飞了出去 而雕哥只是退后了几步 脸色有些苍白而已 一拳 仅仅只有一拳 雕哥就彻底地展现出了自己的威力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不死神魔之躯 和上古功法融合后的威力 不死神魔之躯 本来就是顶级的炼体功法 修炼之后 肉身力量会得到大大的加成 逆转之后 这力量的加成再次提升了几倍 上古神技融合之后 爆发力也是杠杠的 急者相辅相成 这才让雕哥有机会 一拳打倒劣质 这是苏小经过了多次实战验证 推算出的结论 否则 他也不会如此地自信 我擦 我真的做到了 刘逼啊 小神 我杰克雕终于崛起了 雕哥很想在台上来一段rap唱跳 但是一想到自己要保持逼格 又不得不忍着 雕哥 永远低神 马德 酸了 雕哥被小神特训之后 竟然变得如此猛 雕哥真是猛的一批 竟然越级战斗 还秒杀了 场面沉寂了片刻之后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面 玩家们纷纷鼓掌赞扬 好好好 不愧是老虎王认定的传承者 为什么 他明明只是一阶二行 为什么烈芝不是他的对手 赤眼虎这边 竹脉和某些知脉 是很高兴的 但烈芝这一脉 就有点心塞了 烈芝可是 他们这一支的最强者 竟然连一击都挡不下 说实话 有点丢脸 如何 你服不服 雕哥嘴巴一歪 脸上露出冷笑 蔑视地看着烈芝 好 烈芝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用不敢相信的目光盯着雕哥 再来 烈芝怒吼一声 身躯变化 直接由半人虎 变成了真正的烈焰虎 同时 身上的气息猛然扩张 嗯 等等 雕哥顿时急了 什么再来 来你妹哦 老子底牌都用完了 还怎么来 怎么 你怕了 烈芝愤怒地盯着雕哥 雕哥内心着实慌得一批 但又不能表现出来 怕 刚才是谁被打得像屎一样 我是怕一不小心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打死了你 那是我赤眼虎一族的损失 我给你三年的时间 你再回去好好练练 看能不能追上我一根毫毛 雕哥一脸装逼地说道 随后 转身准备离开 再不走 他怕撑不住了 烈芝 差不多得了 吴王这是为你好 一接二星 打赢了你一接六星 你还挣扎什么 左老青哼一声 表示出了一丝的不满 但是 愤怒的烈芝可不理会那么多 直接朝着雕哥扑了过来 真的勇士 不会半途怯场 有本事你把我打都爬不起来 我就扶你 刷 烈芝的速度极快 让在场的其他人和赤眼虎都没有反应过来 烈芝 你疯了 阻老大吼 卧槽 赶紧拯救雕哥 玩家们此刻也纷纷暴动 但是 距离过远 时间也不够了 操 雕哥健壮 也是勃然大怒 这畜生 怎么就这么不讲武德呢 偷袭 你特么不讲武德 雕哥慌乱之下 唯有硬着头皮抵抗 他知道 光是不死神魔之躯逆二转肯定不行的 除非完成逆三转 才有可能将烈芝打赢 可是 三转几乎没有成功过 整个天庭神潮 也只有苏小和第一狠人大帝 才能够百分之百成功 但 眼下也只有拼望 不死神魔之躯 逆三转 雕哥面色一狠 将自己的功法经脉调动起来 气息倒流 碰 强行逆三转 一阵血雾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 雕哥忽然觉得自己体内涌出了一股奇怪的力量 和他交融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 黑金之色光芒大涨 一具更大的黑金色虚影 将雕哥包裹其中 然如猙獰的魔头在对着烈芝咆哮 似乎还带着一丝的虎啸之声 竟然是成功了 誓言虎王之威 足老健壮 身躯都颤抖起来 哄 一拳轰出 红蓝之色光芒闪烁 和变身后的烈芝爪子碰撞到了一起 感受着雕哥拳头上更加霸道凶猛的力量 烈芝整个糊涂梦了 咔嚓 烈芝再次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那爪子上僵硬的骨头都碎裂成了几块 雕哥这次是真怒了 一个纵步冲到了烈芝庞大的身躯前 扬起了拳头就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碰 碰 碰 烈芝变得毫无抵抗之力 想要上前的玩家和赤眼虎此刻都愣在了原地 卧槽 雕哥竟然绝境爆发 成功逆三转 看来不必是不行的 服不服 服不服 服 服了 这次烈芝是真的服了 再打下去他就得被打死 关键是他感受到了雕哥的拳头之中 竟然蕴含着一股来自血脉的威亚 我 杰克雕 赤眼虎一族的王 谁不服 雕哥起身 扬起了带血的拳头 冲在场的赤眼虎一族吼道 吾王息怒 赤眼虎一族此刻都心悦成福地 对雕哥跪拜下去 小样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雕哥忍不住狂笑了几声 表示自己非常的满意 哇 刚才您使用的是什么力量 竟然如此强悍 祖老上前好奇地问道 黑金色的神魔之躯吗 那是我老大教给我的 我在他面前不值一提 就是个菜鸟 雕哥回道 老大 祖老和众赤眼虎都神色疑惑 他一直以为雕哥才是玩家们的组长 没错 没有我家小神 就没有我杰克雕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家小神出场 雕哥说完 看了一眼旁边的 你爱惜我那儿 苏小为什么现在才安排他出场 就是为了衬托他的逼格 我雕哥如此厉害 打得劣之服服贴贴 都还有老大 那老大得多厉害 这就是雕哥的想法 也是为了让赤眼虎 成为苏小的信徒 而设计的套路 你爱惜我那儿 顿时心领神会 对身后的数个玩家挥了挥手 寒冰队的兄弟们 开始干活了 随着 你爱惜我那儿的招呼 十几个玩家 从人群之中 走了出来站好了对联 纷纷拿出了 自己制造的灵弓 这一幕 让在场的赤眼虎一族 感到疑惑 你爱惜我那儿 拿起自己制造的弓箭 对准了广场上方的虚空 随着体内力量的运转 一支兵箭射了出去 兵箭没入虚空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时 轰然爆炸开来 形成了一个冰层 这个冰层 宛如台阶一般 悬浮在空中 刷 与此同时 一道人影 从不远处的悬崖上跃出 轻巧地落在了 这冰层之上 稳稳当当 此人背负双手 轻风吹来 将他身上的衣媚 吹得随风而荡 一股独特的气质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给人一种绝世高人 屁腻众生的感觉 不是苏小 又是谁 刷 此时 第二支兵箭到来 落在了苏小 这个台阶的下方一点 形成一个新的台阶 苏小缓缓踏步而下 随着他的离开 脚下的那一阶冰台阶 刚好消失不见 刷 第三个玩家出手 组成了第三个台阶 然后是第四个 第五个 九个玩家发射完一轮之后 就由 你爱惜我那儿 重新开始 这些玩家 都是对寒冰之剑掌控力 达到了非常微妙的水准 所以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最终 苏小缓缓地来到了地面 宛如天上的神灵 步入凡间 逼格满满 小神 攻迎小神 苏小落到地面 其余玩家都单膝跪地 迎接苏小 苏小额头忍不住浮现 几条黑线 他感觉 这太特么中二了 也就这群沙雕能够想得出来 不过都演到这个地步了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 都起来吧 苏小长袖挥动 淡然吐出一句 示意玩家起身 此人 身上浩强的气场 这是人族那一只 竟然让我生出了一种膜拜的感觉 苏小并并不知晓 刚才的一幕 给这些赤眼虎心里 留下了震撼的一幕 让他们对苏小 生出了一股不可亵渎之心 我的子民们 看见了 这就是我家小神 以后 见到我家小神 就是见到我 雕哥趁热打铁 给这些赤眼虎灌输思想 吼吼 不少赤眼虎开始 兴奋地叫唤起来 祖老在最初的震撼过后 却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忽然 他苍老的眼眸之中 浮现一抹灰暗的光芒 你 你是一个主神 祖老尖锐的声音响起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怎么 苏小淡淡一笑 没有反驳 这么说 我们的新王 是你的信徒 祖长神色 顿时变得有些难堪 嗯 有什么问题 苏小继续问道 这时候 下方有些赤眼虎 已经开始躁动起来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不 我们的新王 怎么可能当别人的信徒 祖老 我们不答应 对于一个高傲的种族而言 绝对不能容忍 自己的王室主神的信徒 因为 在妖兽界有种观念 妖兽和主神 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若是成为主神的信徒 那是一种耻辱 因为预料之中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祖老手掌略微颤抖 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无王 我们赤眼虎一族 可以信奉您为无王 但是您必须和这个主神脱离关系 我们是高贵的赤眼虎一族 绝不可能成为别人的奴隶 祖老看了一眼苏小 若不是刚才苏小出场的时候 给了他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他甚至都不会这么客气 什么奴隶 操 你们才是奴隶 我们和小神是兄弟哥们的关系 你不要随口诬蔑 兄弟们 他们侮辱我们的人格 抄板凳吧 准备干架 玩家们可不乐意了 老子玩个游戏容易吗 在外面被老板 上司 领导 老婆 丈母娘看不起也就罢了 到了这里 还得被一群畜生侮辱 是个男人就忍不了 随着玩家们的暴动 赤眼虎这边也迅速暴动起来 气氛一下子剑拔弄张 什么玩意 老家伙 你的意思是 不承认我家小神了 不承认是吧 那你们这个 王老子不当了 真以为我杰克雕西汗 你特么算个什么玩意 雕哥愤怒的一巴掌 拍在旁边的石墩上 然后把袖子挽了起来 一副要干架的模样 祖老示意 赤眼虎一族冷静一些 他看向白虎圣女 圣女 你是什么意思 白虎圣女此刻左右为难 他有想到这个场面 但是没想到自己的族人 成见这么大 超乎了他的预料 祖老 赤眼虎曾经也是 一位主神的信徒 白虎圣女提到了 赤眼虎一族的历史 赤眼虎所谓的高贵血脉 还是这位主神帮着提升的 可惜 这位主神不知何故陨落 所以下面的信徒 也彻底地解散 赤眼虎一族 这才解放出来 当然 赤眼虎一开始 成为这位主神的信徒 是被这位主神压迫的 这段历史 被赤眼虎一族 当作耻辱意志流传 故而对自己的新王 是一位主神的信徒 感到无比抗拒 曾经是曾经 历史是历史 历史终究被人遗忘 祖老冷冷反驳道 祖老 少废话 我赤眼虎一族 绝对不会成为主神的信徒 将他们干掉 新王自然就和主神断绝掉关系 下面的赤眼虎 浑身烈焰燃烧 隐隐处于狂暴的边缘 好家伙 这么狠 铁子们 今晚有烤虎串吃了 准备战斗 玩家们可不怕 苏小有些失望地看着祖老 我的信徒 绝对不可能和我断绝关系 你们赤眼虎虽然厉害 但我们天庭神朝 未必不能一战 天庭神朝听我号令 速撤 拉开战场 苏小说完 身上神之力爆发出来 三道黑色的气息 宛如灵蛇一般游走周身 同时 一个高大的虚影 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 因为赤眼虎一族实力比较强悍 苏小故儿直接开启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火起 苏小轻哼一声 手中法觉捏洞 一道道烈火从地面升起 形成了一朵朵的火帘 山谷之中的温度骤然提升 祖老本来打算动手的 但是当见到地上的生畜的火帘 他身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等等 猛然间 祖老大喝了一声 祖老的声音 宛如惊雷一般 乍响在众人的耳边 大家伙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苏小目光闪烁 盯着祖老 暂时停止了 九幽天灾浴火的催动 怎么 苏小眯着眼睛问道 祖老没有说话 而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火帘 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似乎是 传说中的那一招 九幽火 难不成 这就是传说中的 九幽天灾浴火中的地火片 祖老声音充斥着颤抖 看向苏小眼中充满了疑惑 苏小闻言 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这家伙怎么知道自己的神迹名称 没错 这神迹的确是 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片 苏小回应道 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什么 刚才这一招 是我们赤岩虎一族的 九幽天灾浴火 祖老 他怎么会我们赤岩虎一族的传承神迹 祖老 这是真的吗 这真的就是我们遗师的 九幽天灾浴火 祖老尚未说话 其他的赤岩虎 一个个神色变得震惊不已 什么玩意 明明是我们天庭神朝 至高无上的神迹 怎么就变成他们的了 尼玛 老子从未见过 如此厚言无耻之恩 玩家们纷纷吐槽 不要脸 唯独苏小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神迹乃是系统奖励的 所以他也不好判断其究竟来源 祖老的样子 不太像是在说谎 天降一火 地永惊莲 祖老嘴里 说着一些令人陌生的词语 苏小神色一阵 瞳孔微缩 因为祖老这嘴里的 不正是九幽天灾浴火 地火片的开头一句吗 只不过 祖老说了一会儿之后就断了 因为他也只知道这几句 至于后面的压根就不知道 所以呢 你还得让我归还你们的神迹 苏小脸上带着一抹细血之色 这种套路他见多了 什么你偷了我们的神迹 必须归还 否则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祖老尴尬一笑 连忙摇头 不不不 您误会了 天意 这一切都是天意 或许这才是老虎王 选择吴王作为赤岩虎一族传承的缘故 九幽天灾浴火 已经多年未重现时间 既然落到了您的手里 那证明 这就是我赤岩虎一族的宿命 祖老说完 转头看向重赤岩虎 各位族人 赤岩虎有祖训 谁若是掌控了九幽天灾浴火 就是掌控了赤岩虎一族的命脉 所以 吴王没有什么问题 祖老再次看向苏小 若是可以的话 我们赤岩虎一族 愿意成为您的信徒 我擦 这番操作 让玩家们惊呆了 三级反转 这游戏设计有点意思啊 和小说似的 噓 别说话 现在肯定是剧情模式 小神正在开启全新的剧情篇章 苏小也没想到 搞了半天 事情竟然反转了 这可真是有意思 不过 这不正是他的本意吗 能够免除战斗 还能够多一个种类的信徒 那对于他的发展而言 是绝大的好事 关键是 收服了赤岩虎一族 那么就可以通过他们 进入妖月洞天之中 夺取一伙 红莲妖火 祖老这么说 其他的赤岩虎 也都沉默了 赤岩虎一族的祖老 在族群之中 相当于是大长老的位置 年纪够大 知道的够多 知识面也广阔 另外 实力肯定也是最强的 祖老负责族群的祭祀 虎王的监督 还有族群的传承等 他的威望 比圣女还要高什么 很多时候 甚至和虎王平起平坐 只不过 祖老通常都是公平正义 不会存在私心 基本上 祖老说什么 大家伙都会选择相信和服从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你们想好了吗 苏小再次确认 嗯 我们心甘情愿 祖老沉生道 他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说 九幽天灾御火 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主神 都能够领悟的 这门神迹领悟的难度 非常之高 需要很强的天赋能力 所以 能够修成 九幽天灾御火的人 以后成长起来 基本上是一方大佬 大佬能够掌控一族的命运 这一点也不稀奇 这相当于是一种强有力的筛选 那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和我签订主神契约吧 一旦签订了主神契约 那么到时候 苏小就可以随意掌控赤眼虎一族的生死 到时候 由不得他们后悔 不过 在此之前 苏小必须得先将自己的神域空间提升一下才行 目前 他的神域空间等级只是一星 容纳的信徒数量已经达到上限 如果想要容纳第二种族的话 必须要将神域空间扩展到二星 神格达到神师境界 就可以将神域空间提升至二星 但是需要五万的信仰原力 唉 这几天积累的信仰原力又没了 苏小叹了口气 他本来打算用来温养神格 提升境界的 花费了一些帮助雕歌提升实力 现在又要升级神域 看来还是提升等级事情 又得搁浅了 丁 恭喜您的神域空间提升至二星 范围扩展至三百平方公里 可容纳信徒数量一千 神域空间的扩展 和神格有密切的关系 神格品质越高 神域空间每提升一个星级 扩展的范围 和可容纳的信徒数量增幅就越大 通常而言 一般主神的二星神域 范围达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 已经是很好的 达到二百 那就是优秀的级别 至于三百 也只有苏小这种九色至尊 才干得出来 刷 苏小的背后 九色神环徐徐出现 将整个山谷映照的五光十色 十分绚烂 光芒将在场 的赤岩胡拢照其中 看着神秘无比 这 这是传说中的九色至尊 祖老见到这光环 虎去瞬间就实话了 他可是清楚 主神神格九色至尊 是什么恐怖的存在 万中无一 绝对的万中无一啊 难怪 苏小能够获得 九幽天灾欲火 能够将之领悟 这一切都是天业 赤岩胡一族 终于要再次崛起了 丁 恭喜宿主建立新的契约关系 收获第二信徒 赤岩胡 系统声音 在苏小脑海中响起 苏小感觉自己脑海之中的神格 多出了许多股若有若无的联系 宿主 苏小 神明 魔灵不死之小 神职 无 神域 二星 神格品阶 九色至尊 一星神师 信徒品阶 第四天灾 SSR永恒集 赤岩胡 五品 信仰原力 5230 信徒的品阶划分 首先是一至九品 九品过后 是至尊 传说 永恒 禁忌 五品对于别的主神 可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对于拥有永恒级别的玩家来说 只能说马马虎虎而已 拜见无神 所有赤岩胡此刻 朝着苏小跪拜而下 苏小点了点头 抬手一挥 直接将他们贡献的信仰原力收集起来 好了 现在大伙都隶属天庭神潮 天庭神潮有一些特殊的规矩 就让 游戏 恭喜小神 我们天庭神潮又再进一步了 好家伙 我感觉以后我们要称霸宇宙 不说了 我先遇个虎去 玩家们迫不及待地朝着赤岩胡跑去 苏小则是走到了祖老的前面 找个地方 我问你一点事 是 几分钟后 在祖老的带领之下 苏小来到了一个宽阔的洞穴之中 洞穴里面建造了大殿 摆放了不少人类使用的东西 看着还挺整齐干净 苏小直接走到了上方的王位上坐下 我听说你们几日后 将会举行在妖月洞天 举行万妖大会 会有天火降临 白虎圣女成为圣女的时间不长 所以 关于万妖大会的事情 她知道的不多 祖老文言略微私存片刻 部落的一大祭祀圣会 圣会的举办之地 在与部落的禁地 妖月洞天 到时候 所有隶属与部落的妖兽 都会前来参加 圣会开启之日 与部落的天火也会降临 祭祀天火 可以获得天火带来的气韵 到时候各妖族分享气韵 苏小目光凝重看向祖老 你可知 这天火如何获取 获取 听见这话 祖老身躯猛的一颤 万万使不得 这天火可是与部落的圣物 若是取走了 那么将会遭遇与部落的追杀 而且 天火本身就拥有 神秘恐怖的能量 就连与部落的几大长老 也不敢靠近 祖老没想到 苏小的想法 竟然是 想要抢夺天火 这胆子也太大了 与部落的几大长老 都是二阶境界以上 实力最强的 甚至达到了二阶五星 远远不是现在的 天庭神潮能够抵抗的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这次在树林之中 遭遇了魅魔 若是拿不到这红莲妖火 就无法对付魅魔 苏小把自己要获取 天火的原因解释了一下 什么 魅魔 祖老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可是非常难缠的玩意 关键是 很难将之击杀 对付魅魔 用火是最好的办法 等等 似乎遗漏了什么 红莲妖火 这名字有点熟悉 小神 您的意思是 与部落的天火 是红莲妖火 祖老的瞳孔 猛然瞪得大大的 嗯 是啊 你居然不知道 这下轮到苏小猛逼了 你们万妖大会 举办了这么多件 搞了半天 你还不知道 天火是什么玩意 死 祖老的虎区 再一次颤抖起来 原来天火是红莲妖火 难怪 难怪啊 这可是我赤眼虎一族 遗失的圣火 祖老的语气 变得激动起来 难怪他每次参加万妖圣会 都感觉那天火 和自身有一种莫名的联系 啊 红莲妖火 竟然是赤眼虎一族 遗失的圣火 这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么 此次去取天火 就是天经地义 天降一火 地永经连 原来一切都是 冥冥之中注定的 红莲妖火 红莲妖火 天意啊 这一切都是天意啊 哈哈 祖老发出了狂笑 宛如一个疯子 从老虎王选定 雕歌当作传承者起 这一步步 都似乎是计划好的 九幽天灾欲火 回来了 现在 红莲妖火 也有下落了 如果是红莲妖火 那我想我应该有办法了 小神 请随我来 祖老说着 朝着宫殿的左侧走去 苏小则是疑惑地跟在了后方 穿过了长长的永道 苏小进入了一个山谷之中 山谷之中 刻满了古老的符文和图案 在正前方 有一座古老的祭坛 小神 这里是我们赤眼虎一族的 禁地所在之地 您可以施展九幽天灾欲火 开启祭坛 进入禁地之中 然后获得里面的红莲妖火 控制之法 祖老恭敬地说道 红莲妖火控制之法 苏小眼眸 顿时浮现一抹光彩 他一直都在考虑 拥有恐怖的能量 没想到 这就是机缘所在 苏小来到了祭坛之上 施展出了九幽天灾欲火 火红色的莲花 从地上涌出 将整个祭坛包裹在其中 山谷开始震动 祭坛的中央 树道火红色的光芒亮起 汇聚到了一起 冲向了远处的石壁 石壁竟然缓缓地消失 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穴 苏小看了一眼这个洞穴 知道这应该就是 祖老嘴里的境地了 他离开祭坛 来到了洞穴前 进入了其中 里面不大 也就是一个石室 不过 石室之中 建造了一尊人像 背负双手 闭靡天下 似乎是个主神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曾经收服了 赤眼虎的那个主神的雕像 在雕像的正前方 有一块石头 石台之上 放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圆球 圆球之上 刻满了古老的文字 苏小定睛望去 隐约能够看清楚 开口写着一些 关于火焰的操控之法 将手掌覆盖在圆球之上 石球很快变得通红 玄机燃烧起来 上面的文字 也仿佛活了一般 没入苏小的手掌之中 刹那之间 苏小就感觉自己的脑海之中 多出了一些古老灰色的文字 这些文字 最终会成了一个长长的篇章 这是一篇关于火焰的特殊法诀 开头是几个大字 天火焚诀 天火焚诀 啊 看了这天火焚诀之后 苏小脸上浮现一抹古怪之色 这是一种特殊的功法 专门针对天地异火所创造 修洗了此功法之后 就可以将一火纳入自身 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使用的时候 利用功法催动出来 就能够调动一火之能 这其实还算是正常 这功法还有一个功能 才是让苏小最震惊的 一火这玩意 能量狂暴 一般人只能在身体之中容纳一种 就已经是极限 若是强行融入第二种的话 两者碰撞之下 绝对会产生大爆炸 天火焚诀 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在身体之中 开辟不同的空间 容纳不同的一火 这似乎斗破苍穹之中 削火火的焚诀吞噬功能 有点渊源啊 不过 苏小并没有在乎那么多 而是仔细地将这 天火焚诀记录在新 一旁 祖老见到苏小正在感悟 则是默默地等候着 一个小时之后 苏小再次睁开眼眸 天火焚诀已经被他牢牢记住 只不过要领悟的话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恭喜无神 成就无上大法 祖老躬身行礼道 苏小点了点头 看向祖老道 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如何进入妖月洞天 然后在众妖的面前 将红莲妖火拿下 万妖盛会 自然是妖兽众多 苏小没有绝对的实力 想要在这些家伙面前 取走红莲妖火 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应来肯定是不行的 必须要智取才行 而且还要计划好 否则一定引起万妖的攻击 那结果可想而知 祖老面有难色 想要靠近妖月洞天的空中祭坛 抵达红莲妖火所在之地 这个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 妖月洞天有专门的妖兽守护检查 绝对不会让人类进入 您若是进不去的话 到时候也无法获取红莲妖火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万妖盛会这种大型的祭祀大典 不可能让一个人类进入 苏小也想到了这一点 暂时没有好的办法 不过 距离万妖盛会 只剩下三天时间 也是系统任务的截止时间 若是三日后的万妖盛会 不能获取红莲妖火 那后续魅魔找上门来 就难办了 先出去吧 待会儿把所有人召集在一起 集思广益 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苏小说完 朝着洞穴外面走去 玩家们来自各大行业 其中不乏学霸 连科学刻画符文之法都能弄出来 或许还真能想到 进入妖月洞天的办法 几分钟后 苏小出现在了玩家们 和赤眼虎活动的山谷之中 苏小将大家伙都聚集在了一起 把妖月洞天万妖大会 和红莲妖火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为了对抗魅魔 我们必须前往妖月洞天 取得红莲妖火 首先 我们需要想个办法 进入妖月洞天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苏小目光扫视众玩家 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玩攻略啊 这个好 我特么最喜欢挑战自我了 何况是当着这么多妖兽的面 偷他们的东西 小神 这不简单吗 混进去就得了 有玩家轻笑道 混进去 关键是怎么混进去啊 你给个主意啊 其余玩家望着这个叫做 原来我是曹贼 得玩家吐槽着 原来我是曹贼 呵呵一笑 伪装啊 要么是身份的伪装 要么是容貌的伪装 本质上就是欺骗他们的眼睛 或者检测手段 达到瞒天过海的效果 原来我是曹贼 侃侃而谈 众人一听 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无见到看过没有 伪装身份混聚敌方 这属于伪装信息一类的方案 信息 苏小愣了一下 打断了他 信息 你继续说 原来我是曹贼 缓缓起身 扫视全场 一副天下 在我掌控之中的模样 万妖圣会是祭司大典没错吧 祭司就需要祭司之物没错吧 需不需要人呢 人 祖老叹了一声 眼眸一亮 对啊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没错 祭司可以把人当作祭品 如果能够抓住人类主神 就更好了 这次 刚好我吃眼虎负责一部分祭品 可以把您伪装成祭品送进去 不过要委屈您了 祖老看向苏小 只要能进去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苏小道不介意这么多 但是 还有个问题 我吃眼虎负责的祭司物品 数量有限 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进去 祖老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苏小皱眉 这个问题还有点麻烦 因为 他在获取红莲妖火的时候 需要玩家的配合才行 人数少了 肯定不行 这种就属于容貌的伪装了 我们可以义容成为吃眼虎混入其中 原来我是曹贼 继续的 兄弟 你特么说的容易 你让我们一个人 如何义容成大老虎 荒天地牙 捏地 有些无语地看着曹贼 原来我是曹贼 咬了咬下唇 这的确是个问题 但是他只是负责战略层面的问题 这特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和他扒杆子打不着啊 小深 你有什么办法吗 有没有义容术 或者变形术之类的技能 你教给我们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玩家们的目光落在了苏小的身上 苏小缓缓摇了摇头 这个还真没有 也不是没有 变形术是存在的 但是需要较高的境界 才能接触到 适合现阶段玩家们的变形术 找不到 那咋办呢 这完蛋了呀 玩家们文言 纷纷露出了垂头丧气之色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竟然还是卡住了 这特么就有点难受了 或许 我可以做得到 这时候 人群之中 永远低神 一脸神秘地站起身来 嘴角一歪 露出了标准的冷笑 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 这家伙竟然能够伪装成为赤眼虎 小神都做不到 你竟然做得到 你这不是在打小神的脸吗 神哥 你没开玩笑吧 你能超越小神 是啊 神哥 你不要逗我们 神哥 你别逼逼了 给小神一点面子 玩家们顿时七嘴八舌 让永远低神坐下 NPC都没有办法 你TM一个玩家 还敢多逼逼呢 永远低神 用蔑视的目光盯着大家伙 他沉寂了这么久了 终于轮到他装逼的时刻了 苏小要是会了 他还怎么装逼 你甲树 只见永远低神 轻贺一声 施展出了大家伙 都非常熟悉的你甲树 你甲竹 卧槽 你甲树也能拿出手 还以为是什么新鲜玩意呢 玩家们一下子就没了兴趣了 纷纷吐槽 但是忽然间 他们发现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永远低神 跟你甲树 和他们之前接触到的你甲树 有点不太一样啊 一开始的你甲树 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 凝聚一个盾牌 或者一副铠甲 当作防御手段 后来 玩家们通过操控 又将这个防御手段 弄出了电光毒龙钻 这种攻击手段 再后来 就是将金铁打造的碎片 组合成为各种形状 当作防御手段 难不成 神哥又把你甲树 研发出了全新的高度 此时 只见永远低神的周身 出现了一道道 暗红色的力量 将它包裹 随后 它猛然扑倒在地 做出了一个老虎的肢体形状 那些暗红色的力量 缓缓地变化着 一些地方凸出来 一些地方凹进去 竟然是组成了一只 赤眼虎的形状 虽然这只赤眼虎的体型 有点小 但 那的确是赤眼虎的样子 实话 永远低神 轻哼一声 这些暗红色的力量 渐渐地凝为实质 竟然真的就变成了 一头赤眼虎 死 玩家们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 真的成功了 我低神 刘弼啊 这特么怎么做到的 玩家们纷纷上前 打量着 露出了惊叉的表情 苏小也忍不住前往观看 这上古基础神迹 还真的在这群家伙手中 玩出花来了 这虽然不是变形术 但是和变形术也差不多了 唯一的不足 就是只能看 不能摸 只要一摸 就能够发现 这毛发并不是真的 但是 已经很牛叉了好吗 天哪 我从未见过 如此神奇的神迹 一个个的赤眼虎眼 珠子发亮 足牢牢 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线了 他一直以为 苏小的这群信徒 只是普通的人族 但现在看来 似乎有点不简单的 这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 好 苏小和永远低神 经过了短暂的交流之后 一瞬间化作了一头 火焰缭绕的巨大赤眼虎 体型庞大 威风凛凛 虎虎生威 甚至连火焰都模拟出来了 宛如一头真正的虎王 永远低神 顿时要吐了 尼玛 玩家果然永远干不过 NPC啊 卧槽 逼真 好逼真啊 没错 小神真牛逼 长得也好看 刷 苏小便回了原来的样子 做出了总结 我稍微改良了一下 不用消耗太多力量 就能维持很长时间 这是可行 等等 虽然有行了 但是却缺乏我 吃眼虎一族独特的气息 负责筛查的黑狗族 很有可能秀得出来 祖老却在这时候 再次抛出了一个问题 本来正开心的玩家们 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 怒视着祖老 就你特么的屁事多 一会一个问题 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吗 如果我们能够窃取 吃眼虎的气息呢 原来我是曹贼 再一次开口道 气息 这玩意也能窃取 苏小听见这话 忽然想到一件事 上古御兽诀 如果通过上古御兽诀 成功和吃眼虎一族 建立联系的话 那么彼此之间 就能够气息交融 也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古御兽诀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苏小将自己的想法 告知了大家 呆 这还不容易吗 小神下令 让他们给我们遇不就成了 玩家们轻描淡写 苏小也觉得 可行 顿时给吃眼虎下达了命令 让他们和玩家们 彼此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只不过 经过了一阵的折腾过后 问题又来了 无法建立联系 妖族和人族之间 存在血脉上的隔阂 想要强行打破这种隔阂 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 简单讲 需要彼此心灵交汇 达到一定的默契 这也是上古御兽诀 所讲的最基本的东西 御兽并不是简单的通过暴力手段 将妖兽变成自己的坐骑 而是要通过心灵的沟通 达到一种特殊的默契 打减一座无形的桥梁 玩家们对 上古御兽诀 领悟不够深 就无法搭建这种桥梁 若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 将 上古御兽诀 好好领悟 倒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目前时间是最紧迫的 所以 就需要通过一些外力手段 加速这个过程 比如 彼此之间产生好感 会更容易搭建这个桥梁一些 你们可以通过彼此之间培养好感 成功率会提升许多 神潮任务 在两日时间内 完成找到自己的战斗伙伴 完成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 奖励 成功者每人200信仰币 前十名额外分享2000信仰币 名次越好 获得越多 失败惩罚 扣除300信仰币 苏小为了刺激大家伙 不得不软硬兼施 实际上 这只是一种逼迫手段 即便玩家们玩不成 他也不会真的扣除信仰币 他不指望全部人都完成这个任务 只要五分之一的人 完成这个任务 就足够完成他的计划 即便是五分之一 也非常难 苏小实在没有太大的信心 不过 目前就只能这样做了 卧槽 还有惩罚 你没有 万恶的资本主义 我赚点信仰币 我容易吗 哎哎 这特么不是逼着我熬夜干游戏吗 玩家们纷纷吐槽 一个个一脸苦逼 苏小又简单地说了几句之后 就转身离开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两日之内 必须得熟悉天火焚绝的运转之法 否则 到时候混入妖月洞天 也未必能够获取红莲妖火 好了 兄弟们 开始行动吧 我已经准备拿下这个第一了 奥利给 赤眼虎居住地 山谷之中 求求求求你 当我的做起好不好 我以后给你吃香的喝辣的 熊二追着一头赤眼虎 像是一个根屁虫一样 追在其后面 滚 这头赤眼虎 毫不客气地呵斥到 一开始 熊二来找他的时候 他还客客气气地和他攀谈着 打算适应一下彼此 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是想要骑他 虽然都是小神的信徒 小神也下令了 但堂堂赤眼虎 怎能让他人骑 马德 这什么狗屁的 上古玉兽爵 毛用没有啊 熊二第99次被拒绝 心态有些崩了 啊啊呀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愿意当我的宠物 开除你的条件吧 我熊二说到做到 要不我叫你爸爸 熊二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豁出去了 赤眼虎转身盯着他 条件 成为小神那样的人 我就让你骑 卧槽 熊二差点要吐了 你马 小神可是NPC 压根就不是玩家能比的 正当熊二纳闷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一道喧哗声 熊二望去 就看见雕哥骑着白虎圣女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脸上挂着一抹微笑 雕哥是最没有压力的一个 因为白虎本来就属于他 而且他自身就带着虎王的气息 他是故意来装逼的 雕哥 雕哥 快教教我们吧 你是怎么预售的 玩家们跑到了雕哥的身前 眼巴巴地望着他 玉兽 简单啊 不过你们真的要学吗 雕哥想起了自己洞里 那段难忘的日子 忍不住生出了一种 有福同享的想法 好东西 要大家一起分享啊 学啊 教教我们吧 那好吧 为了小神 我只能传授你们 我的独门秘方了 雕哥从白虎圣女身上跳了下来 来到了一根柱子前 刺了 他猛地扯烂了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大片的肌肤 然后毫无顾忌地 跳起了自己的钢管舞 那妖娆的姿势 让一众玩家傻眼了 雕哥这是干嘛 不好了 快去叫小神 雕哥发情了 咯么的 这也行 然而 有眼尖的玩家 发现了不同之处 雕哥的钢管舞 竟然吸引了不少的 赤眼虎驻足观望 眼中露出了好感之色 原来这就是 雕哥的御兽之法 我似乎明白了 熊二抹了抹自己的光头 也找了一根柱子 学着雕哥 跳了一阵之后 发现一头雄壮的赤眼虎 朝着他走了过来 你想骑我吗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你跟我来 这头赤眼虎 用兴奋的目光 盯着熊二的屁股 真的吗 太好了 熊二也是兴奋地点了点头 跟着赤眼虎 朝着旁边的小树林走去 片刻后 熊二回来了 脸色有些难看 坐姿也不是特别的端正 仿佛屁股下面有根真实的 他幽怨地看着雕哥 终于明白了 为何他离去的时候 雕哥看他的眼神 有点回味无穷 原来 你竟然是这样的雕哥 但他却是很高兴 因为除了雕哥之外 他是第二个拥有坐骑的 也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 玉兽 就这 就这 熊二咽下苦果 含泪装逼 好东西 要大家一起分享啊 成了 我去 雕哥这一招真的有效 不行了 我也要尝试一下 雕哥 这怎么扭的 教教我们呗 十分钟后 几十个男玩家 站在了一排 接受雕哥的特训 因为女玩家们 拉不下这个颜面 你 屁股再翘高一点 不对不对 你这表情不够骚 还要再骚点 雕哥 真的要这样做吗 这个姿势太修人了 我特么 就是不要做起 也绝不做这种修人的姿势 我堂堂男子汉 哼哼 竟然做出这种修人的姿势 嗯哼 伴随着这些玩家 扭动屁股的姿势和节奏 旁边还有一个 ID音乐家 玩家 弄了简易的乐器 敲打着配音 让我们一起 也摇摆 只一起摇摆 忘记所有伤痛来 一起摇摆 关键是 这些赤眼虎 还看得津津有味的 甚至还有不少赤眼虎 凑到了这些家伙的跟前 用鼻子去纹他们的屁股 似乎气氛差不多了 这些雄壮的赤眼虎 已经各自挑选好了 自己看上的对象 带着他们 朝着一旁的小树林去 啊 我擦 雕哥 你坑吗坑我吗 小树林里 响起了一阵哀嚎声 雕哥早就找好了位置偷窥 入眼所见 让他差点笑出声 后庭花开 呜 他雕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几分钟后 这些人一个个脸色难看得出来了 不是走出来的 而是骑着赤眼虎出来的 因为走路的话 可能有点不太方便 当当当 突然间 一阵敲打铁锅的声音响起 玩家们循着声音望去 看见了八个玩家 正骑着赤眼虎 缓缓而来 每个人的手中 还端着一口大铁锅 兄弟们 东北大乱盾 开饭了 魏哥扯开嗓子吆喝道 卧槽 魏哥 你竟然也成功了 你特别一个厨子 是如何御兽成功的 玩家们猛逼了 魏哥呵呵一笑 御兽 这不是很简单吗 傻缺才去跳钢管舞呢 男人只要抓住女人的胃 就抓住了他的心 用在妖兽身上一样适用 这么简单 魏哥 快教教我们做菜吧 我们也想御兽 不少玩家将心思放在了做菜上 大卫王 有些难为情地望着大家伙 那个 也不是每个赤眼虎都喜欢做菜 我还有好几个学徒 没能获得他们的青睐呢 他虽然说得轻松 但是做起来却难 为了成功 他做了几十道菜 差点累死 不然 你以为这东北大乱顿怎么来的 啊 那咋办呢 还剩一天多时间了 我不想被扣心养臂啊 已经快过去一天了 现在才成功十个人而已 照这个进度下去 压根就没办法完成任务 我似乎明白这当中的窍门了 玩家中 一个名叫龙骑士的玩家 眼中浮现一抹睿智的光芒 如果他的办法验证成功 那么应该能够解决 快速解决御兽值的问题了 这位龙骑士 其实在蓝星上 对于宠物方面的沟通 是最擅长的 上古御兽诀发布之后 龙骑士觉得自己装逼的机会 到了 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研究之中 可惜的是 一直没有能够 找到合适的机会 让他去御兽 苏小发布御兽这个任务 让他着实兴奋的一批 但 他知道 御兽可不是表面那么简单的事情 需要用心去感受宠物所需要的东西 只有接触到他们的心灵 才能够 让他们成为自己忠实的小伙伴 大家火御兽的时候 龙骑士就一直没有动 而是在观察 观察玩家们御兽的时候 这些赤眼虎的表情和动作变化 然后推敲他自己的猜想 雕歌教的技巧 让他眼前一亮 接下来魏歌的一番话 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 就只需要去验证就行了 兄弟 你刚才敲的那块砖给我用一下 顺便教我一下 这是怎么敲的 龙骑士找到了音乐家 音乐家愣了几秒 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还是按照龙骑士的要求帮了他 兄弟 你学这个干嘛 音乐家不解的问了一句 御兽 御兽 音乐家一愣 疯了吧 这特么也能御兽 你怕不是个傻子 你特么用一块砖 怎么御兽 音乐家 吼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音乐家的吼声 也引起了大家伙的注意 见到龙骑士竟然拿着一块砖 朝着一头赤眼虎妹子走去 大家伙都笑疯了 我擦 我还有我够杀雕的 没想到 还有比我更杀雕的 他这是打算用砖去威胁赤眼虎妹子吗 兄弟 你脑洞有点大 龙骑士并没有理会 这些嘲讽他的人 你好 我有些东西 想要送给你 他来到了这头赤眼虎妹子的面前 微笑着说了一句 首先引起了这个赤眼虎妹子的注意 赤眼虎一脸猛逼地望着他 咚咚呛 咚咚呛 这时候 龙骑士开始敲响手中的砖 有节奏的声音响起 本来 还有些疑惑的赤眼虎妹子 忽然露出了一抹感兴趣之色 果然 龙骑士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之前音乐家敲打音乐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这头赤眼虎妹子 似乎对这砖的声音很感兴趣 咚咚呛 咚咚呛 随着龙骑士的敲打 这赤眼虎妹子似乎越来越高兴 某个时候 龙骑士走上前 将手放在了赤眼虎妹子的某个地方 轻轻揉了几下 将上古玉兽觉的气息注入其中 每个生灵都存在他的祭典 据龙骑士观察 这个地方就是赤眼虎妹子的祭典 吼 赤眼虎妹子发出了低沉的吼声 直接将脑袋靠在龙骑士的胸口上蹭着 宛如可爱的小猫咪 你马 骑士哥成功了 一块砖也能成功 刘逼了 我的哥 玩家们这回彻底震惊了 那些不屑于雕割御兽技巧的人 此刻都纷纷围了上来 龙骑士歪嘴一笑 大手在赤眼虎妹子身上抚摸着 一边给大家伙传授经验 每一只妖兽都有自己的喜好和祭典 我们需要利用他的喜好去讨好他 然后戳中他的G点 就能让他对你刮目相看 当然 最重要的是新城 喜好 G点 原来如此 我似乎明白了 多谢骑士哥 看见了吗 这就叫专业 两日的时间很快过去 苏小从洞穴之中走了出来 脸上浮现一抹疲惫之色 在他不懈的努力下 已经将天火焚绝第一层领悟成功 现在 就要看看玩家们这边如何了 他只需要成功带进去五分之一的人数 就能够完成他的计划 苏小刚刚走出洞穴 就看见一群玩家 正围在火堆旁边烧烤 一个个嬉皮笑脸 不亦乐乎 这特么 都这时候了 还有心情吃烧烤呢 这些蠢货 你们任务完成了 还有心情吃烧烤 苏小轻贺一声 有些不满地盯着这群沙雕 众人见到苏小到来 愣了一下 脸上忽然绽放出笑容 玉兽吗 完成了呀 不然哪有心情吃烧烤 荒天地牙捏地 很装逼地来到苏小旁边 拍了拍苏小的肩膀 小神 你懂个叩儿 你发布的任务都是小儿课 我躺着也能完成 苏小疑惑地望着他 受来 荒天地牙捏地轻喝一声 一头赤眼虎就从远处跑了过来 乖乖地停留在他的身旁 马德 天地哥这么装逼 我也来一下 受来 其余玩家也纷纷起身 召唤自己的伙伴 于是乎 山谷之中充斥着不少赤眼虎奔跑的声音 几乎是人手 一只赤眼虎 啊这 苏小愣了 他还担心不够五分之一呢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 你们 开挂了 苏小表情古怪 这些家伙 如何做到的 开挂 我们堂堂第四天灾 需要开挂吗 骑士哥出场 连龙都不在话下 在玩家们的解释下 苏小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这绝对是意外惊喜 你们能够超额完成任务 本身很是欣慰 正好 本人需要挑选四十个人 布置一些计划 现在我开始点名 苏小也不多避避 直接从玩家之中 挑选了四十个人带走 玩家们则是一脸猛逼 小神这是要干嘛 小神 这肯定是在准备大招了 我们也不能落下 帖子们 加油烤啊 多烤点存着 到时候是我们蓝星 每位发挥其威力的时候了 语文老师 振臂一挥 号召大家努力干活 对了 九百九十九 你负责的事情 也要尽快 还有天地 我让你准备的事情 准备得怎么样了 语文老师 看向几个关键的负责人 苏小有他的计划 他们也没闲着 制定了此次的进攻计划 放心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荒天地啊 咩的拍了拍胸脯 帖子们 还剩最后一天了 大家伙努力一点 到时候 这个腰跃动天的大副本 我们一定要攻略下来 语文老师 常常地深吸一口气 神色有些激动 万腰盛会 第四天灾事 必一名惊人 宽阔的洞穴之中 四十一个人 引盘膝而坐 苏小坐在最前方面 对着大家伙 所有人督双眸紧闭 捏着一个奇怪的手印 一股古暗红色的气息 在他们的周身萦绕着 以苏小为中心 四十一条火红色的气息 宛如灵蛇一般 朝着四十一个人 游荡而去 这些火红色的灵蛇 直接没入了 每个玩家的身体之中 下一刻 每个玩家的身后 爆发出了一阵 熊熊燃烧的火焰 一时之间 漆黑的洞穴之中 光芒大放 温度变得炙热无比 过了好一会儿 光芒才渐渐暗淡下来 苏小缓缓睁开眼睛 眸子之中 闪过一抹星系 终于成了 各位玩家 到时候你们的任务 就是协助我 夺取红莲妖火 其余的事情 一概不管 明白吗 苏小再一次提醒到 想要将红莲妖火 练化为己有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到时候的场面 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 给苏小 所以苏小 就需要依靠这些玩家 缩短练化时间 明白 小神 放心 我们就是拼了命也 绝对会完成任务 玩家们 一个个神色飞扬 丝毫没有一丁点的紧张 比那些单纯打怪升级的游戏 强太多了 山谷之中 苏小带着41个玩家 走出来的时候 其余玩家 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200个玩家 实力最强的 已经达到了一阶二星 比苏小还高一个小境界 大部分也达到了一阶附近 只需要一个契机 就能够突破 另外 还有接近200头 一阶到二阶的赤岩虎辅助 这股战力 应该能够勉强完成任务了 苏小只需要把红莲妖火 拿到手 就可以 撤退 各位 其他的一概不用管 至于玩家们 死了会复活 也不用怕 各位 此去妖月洞天 事关重大 大家伙若是完成得好 我到时候额外给大家伙奖励 苏小生吸了一口气 开始给大家伙打气 小神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此去妖月斩万兽 不叫小神失联火 这就是出征的场景吗 我感觉我血液都快沸腾起来 玩家们一个个都兴奋无比 对了 你的传送针构建的怎么样了 到时候或许用得上 苏小来到了科学家旨的身旁 小声地问了一句 第四天灾的最大的底牌是复活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用起来才是 小神放心 我已经前往妖月洞天所在的位置探查过了 我们天庭神朝的传送阵的传送距离 刚好能够抵达妖月洞天的周边位置 听见这话 苏小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出发吧 苏小振臂一呼 开始吧 我的大雕已经饥渴难难 燃烧吧 我的小宇宙 这场战役的胜利 是属于我们光之军团的 狠人军团兄弟们在哪里 请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 乍天出征 寸草不生 吼吼吼 在一阵口号声中 苏小带领着一大群人 前往妖月洞天所在之地 巍峨的群山峻岭之中 一只非洲正在天空之中 徐徐前进着 非洲雕刻精美 周身散发着阴阴气息 灵光闪闪 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若有识货的人在此 定然能够认出 这非洲乃是四品灵气 非一般人能够用得起的 非洲之上 有树道身影 正站在边缘位置 眺望下方 站在最中间的 乃是一个白衣男子 手中拿着谣扇 神情淡漠 此去天书学院 还有多远 白衣男子片刻后 缓缓开口问道 回世子 以我们现在的速度 还有大约五日时间 才能够抵达 旁边一人恭敬地回答道 大概还有五日吗 白衣男子文言 轻声嘟囔了一句 五日时间也过早了 莫灵他 肯定还没有回来 这样 你们先去天书学院知会一声 我在这蛮荒森林逛一逛 我听说 这蛮荒森林中之中 似乎存在不少的好东西 以及我想要的那件东西 白衣男子 目光落在了蛮荒森林的某处 目光闪烁 世子 不需要我们陪伴在您身旁吗 其中一个老者沉声问道 白衣男子摆了摆手 区区蛮荒森林 边垂之地 你以为我应付不了吗 最多几个野人罢了 我随手就能够收拾 即便有强大的妖兽存在 我也有逃离的手段 我还没有那么傻 需要你们像个傻子一样看着 早给你们说了 我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额外的呵护 不然你们让莫林怎么看我 白衣男子说着 变得有些生气起来 每次走到哪 都是一群人跟着 这很不爽 感觉跟着墙堡里的婴儿似的 他自由之神 需要自由 需要呼吸 而不是束缚 对不起 世子 我们明白了 几人说着 弯腰点了点头 行了 再我下去 然后你们估摸着 时间差不多了 来这里接我吧 白衣男子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随后 非洲朝着某个地方缓缓降落 他独自一人从上方走了下来 非洲离去 白衣男子拿出一块残破的地图 确认了一下方向 很快消失在树林之中 妖月洞天 九座黑色的山峰拱在一起 将中间包围起来 形成了一个山谷 山谷之中 一个天然大溶洞 呈现在中央位置 宛如一张巨大的嘴巴 要将天空吞噬掉 这里便是妖月洞天 为何称之为妖月洞天 是因为从这里看天空的月亮 月亮会蒙上一层血红色的色彩 宛如一轮妖月一般 而洞穴的四周 多时钟如等天然炎洞 所以称之为妖月洞天 此时的妖月洞天 已经有大量的妖兽汇聚在此 四面八方 还有不少的妖兽正在赶来 其中一只 正是苏小所带领的赤眼虎一族 马上就要进入妖月洞天了 大家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吧 苏小一声令下 刹那之间 除了他和那四十个 需要进入祭台当作祭品的玩家 其余的玩家 都通过你甲树 变成了赤眼虎的形状 欠天门 这是进入妖月洞天唯一的入口 巨大的洞口 宛如一道天欠一般 横立在山壁之下 犹如一个血盆大口 在欠天门的入口处 已经有许多的妖兽 在排队过关 有威风凛凛的双头狮子 有身长十几米 身躯犹如树干粗的蟒蛇 也有慢悠悠 宛如缓缓一动小山包的千年老王八 这些家伙的气息好吓人 好刺激啊 马德 要是把这些家伙全部杀死 那够吃好久了 烧的 蒸的 烤的 烫的 煮的 干鞭的 魏哥说着说着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嘘 别冲动 我们现在再玩伪装游戏 要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到时候全都得死 宇文老师小声地提醒了一句 顺道打量着四周的地形 计划着自己的安排 赤眼虎一族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 忽然间 一道疑惑的声音响起 注视着玩家们 就是 我记得他们的数量 好像两百都不到啊 另外一只大老鼠附和道 这议论声 也引起了旁边不少 其他种族妖兽的注意 大家伙的目光之中 都闪烁着疑惑之色 在前面带队的赤眼虎 心情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这时候 负责筛查的黑狗一族 负责者目光也看了过来 咦 这些赤眼虎 怎么看着有些怪怪的 这条大黑狗 张着长长的嘴筒子发声道 众玩家心 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不会吧 不会吧 还没进入这里面 就被质疑了 万一真被发现 那可就糗大了 嗨嗨 这些都是不久之前 才繁衍出来的后代 因为追求数量 所以质量差了一些 加上它们并没有长大 所以看着体型会小一些 走在最前面的赤眼虎 有些尴尬地解释了一句 哦 原来如此 这只大黑狗 闭上眼睛 用鼻子嗅了嗅 其中一个玩家 赤眼虎的气息没错 没什么问题 让它们进去吧 这只大黑狗 摇着尾巴向前走去 原来是质量不过关 难怪看着怪怪的 那不是很正常吗 你想想 你要是一天来几次 是不是质量也得下降 这种后代 就应该设在外面 一旁的妖兽们 窃窃私语 落在玩家们耳朵里 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立即开队 好在 还是顺利地通过了欠天门 进入了欠天门 经过了弯弯曲曲的通道 玩家们也终于看清楚了 妖月动天的真正面目 尤其是那个巨大的溶洞 还有溶洞中间 看着宛如漂浮在空中的祭台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震撼 这游戏画面 真的太极美了 不少玩家感叹道 别嫌着了 开始行动吧 按照我们的计划 一步步地打通渠道 不下陷阱 语文老师给众人吩咐了一句 随后众人 便分成了数个小队伍 开始行动 某处悬崖之上 不少身材高大的狮子 正在这里等候着 万妖大会的开始 万妖大会 并没有对前来参加的 种族划分区域 所以显得混乱不堪 诶 嘎娜兄弟 我听隔壁的牛崽子 说你二媳妇快要生了 你咋还有心情 前来这里参加大会呢 一头巨大的雄狮 正站在悬崖边上 眺望下方的动静 突然之间 一道声音从旁边传来 转头望去 就看见一头体型偏小 看着有些怪怪的 赤眼虎正咧嘴 微笑盯着他 这头名叫嘎娜的狮子头领 有些猛逼地望着 荒天地牙捏地 所幻化的赤眼虎 眼中充满了疑惑 兄弟 牛崽子 而媳妇 这特么多什么鬼 老子怎么一个字 也听不懂啊 我和你很熟吗 你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你 而媳妇是什么东西 狮子嘎娜疑惑地 看着荒天地牙捏地 嘎娜哥 你这就忘了 二媳妇 就是上次 你说的那头母猪 母猪 嘎娜脸色越来越黑了 这特么完全听不懂啊 忽然之间 荒天地牙捏地 故作惊恐地盯着 旁边的一头母狮子 啊 抱歉抱歉 嘎娜哥 我都没有看见嫂子在这里 实在抱歉 我似乎说漏嘴了 荒天地牙捏地 做贼心虚 一脸惊恐 表情恰到好处 嘎娜 好呀 你竟然敢背着我在外面找母猪 老娘没满足你吗 你要找也不能找母猪啊 那种低劣的种族 你这是 在丢我们一族的脸 这头母狮子 开始发威了 不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嘎娜面对这母狮子的质问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上次你找了一只母老鼠 你怎么跟我说的来着 现在又看上母猪了 母猪那垃圾玩意 你也看得上 昂昂昂 这母狮子的声音比较大 让旁边不远处的野猪一族 听在了耳朵里 狮子一族的再骂我们 他们竟然在这种场合下 骂我们是垃圾 猪崽们 找他们讨个说法去 轰咙咙 一群野猪 直接冲向了狮子群 开始讨要说法 两边立刻吵得火热 甚至大打出手 而此时 荒天地牙咩的阴谋得逞 一六风跑得没影了 哼 畜生就是畜生 智力果然低下 兄弟们 趁他们不注意 我们行动吧 在 荒天地牙咩地的带领下 数十头赤眼虎来到了某高地 开始布置他们的任务计划 红烧鸡是我爱吃 但是你老娘说 你快升天 越快升天 所以越要更多吃 如果现在 不吃以后 就没机会再吃 某处地方 十几只半人赤眼虎围 在了一个篝火旁边 正在烤鸡翅 金黄色的鸡翅 在火焰上炙热 金黄色的油脂 从里面一出来 将鸡翅铺满 扑哧扑哧的响声响起 一阵阵肉香 朝着四面八方散去 兄弟们 快快 加把劲 上孜然和五香料 吸引这些家伙过来 魏哥化形的半人虎 此刻小声鼻鼻 烧烤 亦是此次攻略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随着大卫王 手中的香料 倒在了篝火上的烤肉中 香味更浓了 快点快点 催动疾风之力 让香味扩散的面积更大 旁边早就准备好的玩家 暗暗地催动疾风之力 烤肉的香味 被疾风带着 扩散的速度更快 范围也更广 几乎涵盖了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魏哥 这样能行吗 这可是游戏里的妖兽 他们从没吃过 我们蓝星的美食 会被吸引过来吗 有玩家有些担心地问道 玩家们喜欢吃烧烤 这很正常 但是蓝星的美食 在这里是否能够行得通 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验证 应该行吧 赤眼虎不是都挺喜欢的吗 不管了 总之 我们要尽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就行 魏哥的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就停顿住了 一滴滴的水珠 落在了他 看着毛茸茸的小爪爪上 下雨了 魏哥一愣 明明是晴天啊 怎么就下雨了 抬头看去 就发现一只巨大的鳄鱼 正从上方探过头来 用炙热的目光 盯着魏哥手中的烤鸡翅 那滴落在魏哥手上的水珠 正是这鳄鱼的口水 卧槽 魏哥差点吓了一个哆嗦 你特么走路没声的啊 吓死本宝宝了 轰隆隆 与此同时 四周响起了一阵阵的奔跑声 魏哥转头看去 就看见了无数妖兽 正在朝着自己这个方向奔跑而来 他们的目光 都落在了魏哥手中的烤鸡翅上 不少妖兽哈喇子留了一地 小老虎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们吃眼虎一族 怎么会有如此香的鸡翅 一头巨大的豹子 盯着魏哥手中的烤鸡翅 鼻子都快凑到魏哥的脸上了 嗨嗨 这是我们吃眼虎一族 刚刚从鸡翅的人类手中 获取的烹饪之法 你们 这是想吃吗 魏哥有些颤微微地回答道 魏哥 手不要抖 一会儿暴露了 远处 其他玩家通过系统交流 见面提醒道 大魏王 不抖 你特么来试试 刷 魏哥的话刚刚说完 这头豹子 直接一口将魏哥手中的 烧烤给吞了得干干净净 随后 他一脸享受地咀嚼着 眼珠子都瞪大了 表示非常的美味 吼吼吼 旁边的其他妖兽健壮 直接暴动了 魏哥等人手中的 烤鸡翅闪电般的速度 消失不见 魏哥没想到 自己的烤肉竟然如此受欢迎啊 不要着急 大家不要着急 喜欢吃吃吧 我们吃眼虎 这次还准备了许多 就是打算给大家伙尝上线 大家火吃了之后 待会儿的祭祀大会 一定要多多支持 一下我们吃眼虎一组 魏哥回过神来 对远处的其他玩家 挥一手示意 于是火 他们早就准备好的肉串 被抬到了篝火旁 烤肉队开始行动 远处 宇文老师见有了成效 吩咐早就准备好的 树枝烤肉小队开始行动 当然 这些烤肉 并不是给这些妖兽白吃的 一时之间 整个腰月冻天 都是烤肉的味道 大家不要急 排队排队啊 不要抢 都有都有 三分熟的可以了 我个人建议七分熟 是最好吃的 于是乎 盛大的万妖大会 直接变成了烤肉大会 妖兽这一堆 那一堆 甚至都忘了自己 是来干嘛的 兄弟 烤肉你不吃 贼几把好吃 赶紧去吃吧 这里我替你守着 不然去晚了就没了 一刀999 来到了腰月冻天的中央位置 也就是 连接空中祭坛 和四周悬崖的几个战道 所在之地 每个战道 都有专门的妖兽 守护着 是绝对不准进入祭台的 这 这头拿着古刀的牛腰 有些为难地看着 一刀999 幻化的半人赤眼虎 烤肉的味道 他自然早就闻到了 口水都快流干了 但是无奈脱不开身啊 你怕什么 一会儿的时间而已 而且大家都在吃烤肉 又没人注意你 祭台未开启 谁敢进去 那不是找死吗 脑子不灵光 赶紧去吃烤肉不不脑啊 一刀999 疯狂洗脑 那好吧 你帮我看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这只牛腰有点受不了了 望着牛腰远去的声音 一刀999 黑黑冷笑 瞄了一眼四周 并没有妖兽 注意到它 于是从身上摸出了一些 拳头大的球 放在栈道的两边 因为颜色接近的缘故 加上四周 草木旺盛 这些球放入之后 几乎和原来 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 别小看了这些球 到时候 可会派得上大用场 某处高地之上 树枝赤眼虎来到这里 瞄了一眼四周的地形 最终各自找了一个 合适的位置站定 兄弟们 干活 从现在开始 我们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光芒一闪 这些玩家 所幻化的赤眼 虎变回了自己的形状 正是第一狗王等人 他们是专门负责 暗杀的狙击小队 主要任务就是狗柱 等候吩咐就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玩家们 已经悄悄进入了 各自的位置 将各自的任务落实 一切的一切 就只需要等待着 即将开始的祭祀大典 好 这时候 远处的一座悬崖上 一声巨大的吼声 响彻整个妖月洞天 一只巨大的牛 妖望着眼前的一幕幕 脸上露出了愤怒之色 在牛妖的旁边 还有巨猿 巨蟒 以及雕歌画形的 赤眼虎虎王等 这次 天庭神潮 主要分为了三路 一路是雕歌 这个虎王 和白虎圣女 第二路 是赤眼虎族 老所带领的苏小等祭品 第三路 则是假扮成赤眼虎的玩家们 和其余赤眼虎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歪 这只牛妖望着眼前的一幕 彻底的惊呆了 祭祀大典召开在即 这些家伙 在搞什么鬼 旁边的几个妖兽之王 也目瞪口呆 这还是他们熟悉的 万妖大会吗 他们这是在干嘛呢 万妖盛会 已经召开了许久 但是没有哪次 像现在这样子混乱不堪 而且 这些家伙似乎 只是为了一点吃的东西 没错 这时候 牛妖终于看清楚了 导致混乱的原因 原来是赤眼虎一族 正在烤东西 似乎火烤的东西 对这些妖兽的吸引力很大 让他们不顾一切 放弃了秩序和规矩 你们赤眼虎 特么的在干什么 牛妖转头 看着一旁的雕哥 怒发冲冠 眼神如刀 雕哥 看着牛妖要杀人的眼神 雕哥嘴角一歪 露出了大板牙 你吼什么吼啊 你也是兽王 我也是兽王 你特么有什么资格吼我 宴会还没开始 我赤眼虎一族烤点肉吃 怎么了 我就问你怎么了 规定了 这里不能吃烧烤吗 谁特么让你们 管不住自己的嘴 甜不知识地跑来要吃的 我赤眼虎一族 好心好意给你们吃的 你还怪我了 怪我了 你又不是部落的长老 你只是一个打工的 嗨嗨 维护秩序的 这片区域的妖兽 都属于妖族的与部落 与部落妖兽种族繁多 每次万妖大会 都会由不同的部族来主导 在场的 基本上都只能算作出售 蛮荒森林的深处 一般不会跑到这种边缘区域来 即便是万妖圣会 也很少会有真正的妖族前来 基本上都是让这些部族聚集在一起 资格把祭祀仪式搞定就行了 牛妖为什么急 因为这次万妖圣会 是由他们部族主导的 要是祭祀大会出了点什么问题 那与部落真正的妖族 肯定要来找他们的麻烦 雕哥一席话 对得牛妖王哑口无言 牛兄 萧萧气 萧萧气 让他们各自归位就行了 万年老王八在一旁劝解道 这时候 不远处已经有几个赤岩虎 端着几个粗陋的大盘子走了上来 盘子当中 自然是刚刚烤好的特制烧烤 诸位王兄 这是我赤岩虎一族 从人族手中夺来的烧烤之术 威力神奇 你们要不要尝点 雕哥接过了盘子 递给了旁边的兽王 这些兽王本来不想吃的 但是闻着这烧烤 可太他妈香了 虎王有心了 本王且尝一尝 多谢虎王 咦 这肉味道怎么如此美味 我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肉 牛王 你也来一点吧 牛妖其实早特么忍不住了 但是刚刚和雕哥吵了一架 又拉不下面子 所以此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疯狂流口水 哼 本王绝对不吃 牛妖故作傲气 雕哥拿了一串烤肉 递到了牛王面前 来嘛 牛王 就尝一口 吃完咱们 就开始祭祀大典 不尝 闻闻也是好的 都消消气 你我兄弟 贝子兄弟 五胡至四海 绝不放弃 雕哥将肉凑到了牛王嘴巴前 马德 忍不住了 牛妖实在忍不住了 嗯 真香 雕哥健壮 松了口气 好险 任务差点没有完成 吃吧 吃吧 吃得越多越好 半个小时后 吃炎虎一族的烤肉 终于消耗完毕了 这可是玩家们 足足准备了一天才弄出来的 存货多用的干干净净 这次要是拿不到红莲妖火 可真是亏大了 嗨嗨 诸位 虽然这次发生了一点美妙的意外 但是祭祀大会终究是大事 还是得要按照计划进行 等万妖大会结束 我们各部族 再去吃炎虎一族好好做客 牛妖王登陵山巅 意气风发地盯着四周的妖兽 万妖大会 虽然是轮着主办 可是并不是哪个部族 都拥有主导的资格 能够主导万妖大会 对于这里的部族而言 是一种荣耀 举办好了 也会得到与部落真正妖族的奖励 现在 我们开始祭祀大典吧 还请我们的虎王 献上你们准备的祭品 牛妖看向一旁的雕哥 雕哥点了点头 冲下方一个洞口处 挥了挥爪子 很快 洞穴之中 赤炎虎一族的祖老 就带着苏小和玩家们 假扮的祭品走了出来 玩家们此刻浑身血迹斑斑 神色伪念 走路都快走不稳了 兄弟 我演得像不像 马德 这游戏太难玩了 老子不仅要打怪升级 还得当演员 玩家们此刻小声蔽蔽 望着这些祭品 其他的妖兽 一片哗然之声 人族 这次的祭品 竟然是人族 以往的祭品 都会挑选一些自己的同胞 所以 每次负责祭品的部族 都非常的悲催 因为要眼睁睁地 看着一些同胞去送死 用人的祭品 还是头一回 因为 人族居住在城池之中 那里主神众多 压根就不是 他们这些弱小的妖兽 能够抓来的 如何 为了支持牛兄的 这次万妖圣会 我赤炎虎一族 可是费尽了心思 这当中 还有一个是主神哦 刚才这些 你们见识的烤肉技术 也是从他们的手中 夺取过来的 雕阁将早已想好的说辞 大声说出来 什么 主神 竟然是人类的主神 天呐 这次的祭品 竟然还有人类的主神 赤炎虎一族 也太厉害了吧 这些妖兽 一个个都显得震惊无比 目光在苏小等人身上缩寻 最终确定了 苏小就是那个主神 好好 这次祭祀大会 赤炎虎一族大功一见 想必 部落的长老们会非常高兴的 牛王哈哈大笑 这次赤炎虎一族功劳这么大 不如我们让赤炎虎王 也一并参加祭祀仪式如何 牛王说着 看向了旁边的几大兽王 几大兽王犹豫了一下 互相看了几眼 都各自点了点头 虎王 你觉得如何 牛王看向一旁的雕哥 雕哥有些猛 这特么剧情里 貌似没有这个环节啊 想了想 不就是个祭祀仪式吗 问题应该不大 不答应的话 万一露出破绽 可就不好了 好 当然没问题 雕哥重重点头 他完全没有看见 不远处疯狂冲他示意 不要答应的祖老 那么 几位 我们就开始吧 牛王说了几句 便朝着空中祭坛连接的 站到位置走去 身后 猿王 鳄鱼王 黑狗王 以及雕哥等总共九大王 跟着走了过去 完了完了 巫王没看见我的招呼 他怎么能答应呢 祖老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苏小此刻 发现了祖老的惊慌 有些疑惑 怎么了 他问道 祖老微微转头 看了一眼人群之中的苏小 祭祀仪式有特殊的规矩和动作 巫王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到时候 我怕他穿帮啊 祭祀仪式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流程 可不是随随便便磕个头 就能搞定的 一般 每个兽王都会进行系统的学习 做好以后参加的准备 可是 这时间太短了 祖老也来不及给雕哥培训这些 什么 苏小文言 顿时无语了 全身都是雕 他可太清楚了 这特么就是个二货 随时都能够搞出幺蛾子来 这要是真的穿帮了 那到时候 或许有点麻烦 可现在 即便是能告诉雕哥 已经没有办法再阻止了这事的发生 只能将计就计 所有玩家注意 事情出现了一点变故 可能存在未知不可控因素 到时候 我们灵机应变 随时做好动手的准备 苏小通过系统 at玩家 传信给每个人 系统构建了聊天频道 玩家们可以通过聊天频道 进行对话 这就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千里传音一样 只不过系统构建的聊天频道 是多人千里传音 而不是单个的 不过 系统的聊天频道 有一定的局限范围 超出了一定距离后 就不起作用了 之前雕哥消失这么久 没联系上 就是这个缘故 另外 只有苏小能够at所有人 其他玩家却不行 如果玩家们没注意看聊天频道 也不会知道 有人在和他交谈 这也是为何 祖老在聊天频道之中喊话雕哥 却没有得到雕哥回应的缘故 因为雕哥压根就没注意消息 啥 出现了变故 卧槽 这就有点刺激了 玩家们文言 纷纷打起了精神 变故 什么变故 此刻 雕哥也终于看见了苏小的话 好奇地问道 苏小 你他妈好意思说 就是你 苏小还是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雕哥文言顿时惊呆了 随后自信一笑 小神 放心 我结个雕连虎王都不在话下 区区一个祭祀仪式而已 实在不行 我跟着他们学还不成吗 雕哥自信满满地说道 本来祖老 还想临时嘱咐雕哥一些东西 这一刻已经来不及了 雕哥已经和几大妖王 通过了连接空中祭坛的战道 抵达了祭坛所在的位置 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将雕哥隔绝在了 系统的聊天界面之外 随着几大兽王抵达祭坛位置 苏小等祭品也被送到了空中祭坛 勒令在边缘位置等候着 这就是祭坛吗 看着有点像是埃及的金字塔 抄袭 这狗策划绝对是在抄袭 玩家们好奇地打亮着眼前的祭坛 一个三角形的祭坛 建造在中央位置 宛如一层层的平台 重叠在一起所组成的 只不过 这些平台一个比一个小 最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模样 在平台的四周 还有造型怪异的栏杆 栏杆上布满了暗红色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此外 无论是栏杆上 还是平台地面 又或者连接最顶端的台阶上 都布满了古老模糊的图案和符号 让人眼花缭乱的 苏小将祭坛收入眼底 打亮了许久之后 开始寻找红莲妖火 可能出现的位置 最终 他的目光 还是停留在了祭坛最顶端 或许 红莲妖火会出现在哪 也说不一定 阿爸 额文头 我要叫叫玩 此时 牛王站在祭坛的台阶前 拿出了一个黑色布满符文的石球 嘴里念叨着一些玩家们听不懂的话 这是在念咒语吗 兄弟们 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 巴拉拉能量 他拉 我不拉 我是可爱的巴拉拉小摩仙 吐 玩家们要吐了 你翻一个锤子 呼 此时 一阵狂风袭来 带着一股股热流 空气的温度 骤然提升了好多 只见牛王手中的黑色石球 此刻缓缓升空 在升空的过程之中 竟然渐渐变成了火红色 最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宛如一轮太阳一般 挂在祭坛上方 咕咕咕 一阵咕咕咕的声音传来 众人只感觉四周的光线 骤然变亮 空气变得扭曲 连天空都隐隐带着火红之色 转头望去 就看见祭坛四周 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漆漆深渊之中 竟然涌上来了无数的岩浆 这些岩浆正在沸腾着 像是大铁锅里翻滚的开水 试想一下 要是一步小心落下 绝对立马八成熟 草 这游戏的动画效果 做得太好了 玩家们都震惊了 四周的温度 骤然升高了许多 许多玩家感觉一阵燥热的气息袭来 汗水哗啦啦的就流了出来 刷 突然之间 一道气息从下方的岩浆之中暴射而出 宛如一座火桥和祭台上方的那个火球相连 接着是第二道 第三道 一道道的火桥 将下方的岩浆和祭台头顶的火球连接 总共81道 组成了一个拱形的球龙 玩家们看着这一幕都惊呆了 这也太美了 呼 祭台头顶的火球能量 从上而下倾泻到了祭台之上 暗淡无光的祭台 那些符文开始闪烁红光 最终变成了火红色 宛如跳动的火之精灵在游荡着 祭台的地面 钻出来了一朵朵的金色莲花 金色的莲花四处游荡 宛如漂浮在水面之上 随意荡漾着 最顶端的位置 一个石台从下方缓缓升起 内部火红色的岩浆 从下往上冒出 又消失不见 石台的顶端 一朵跳动的暗红色火莲 徐徐地旋转着 火红莲花出现的刹那 深渊之中的岩浆都开始狂暴起来 仿佛大海之中的波浪滚动着 苏小这一刻 能切身地感受到 这红莲和自己的身体 产生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联系 天火焚绝产生了波动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降一火 地勇金莲 红莲妖火 红莲妖火终于出来了 苏小身吸了一口气 眼神炙热 红莲妖火出现的刹那 四周的妖兽们也开始暴躁起来 吼吼 一阵阵的吼声 在妖月洞天之中响起 直冲云霄 天火 是我与部落一族的象征 天火不灭 部落永村 牛王嘴里传出了一道巨大的声音 天火不灭 部落永村 天火不灭 部落永村 四周的妖兽 此刻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让原本就有些炙热的气氛 变得狂暴起来 足足吼了一分多钟 声音才渐渐停止下来 诸位 请随我来 我们开始祭祀仪式的第一步 不 牛王刚刚说完这一句 忽然之间一道轻微的响声 从他的屁股后边传出来 原本庄重肃穆的祭祀仪式 突然变得有些尴尬 几大兽王盯着牛王 眉头微皱 平住了呼吸 牛王 这种神圣的时刻 你要慎重啊 一旁 黑狗王小声地提醒了一句 他是最难受的 谁让他鼻子是最灵通的呢 牛王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奇怪了 肚子怎么会突然间 有点不太舒服呢 牛王迈步朝着祭台的顶端走去 其余兽王也跟了上去 雕哥走在最后面 一样画葫芦 就这就这 没什么难度 你们担心个毛线 雕哥还得意洋洋地 在聊天频道之中炫耀了一番 当然 能够看见这信息的 就只有此刻身处 祭坛边缘位置的苏小 和四十个玩家 来到了祭台顶端 反而没有那么热了 雕哥非常好奇地 打量着红莲妖火 只感觉他有一股 特殊的魔力 在吸引着自己 虎王 别愣着了 找好自己的位置 一旁 猿王伸出手掌 轻轻地触碰了雕哥一下 雕哥这才回过神来 看向其他几大兽王 已经围绕着 红莲妖火站好了位置 其中一个空位 正是他的 雕哥来到了自己的位置站定 发现并没有引起 其他兽王的关注 知道自己判定 应该没有问题 心中也越发地自信起来 只要脑子转得快 问题不大 咔嚓咔嚓 此时 一阵激阔声响起 几大兽王的面前 地面凹陷下去 缓缓升上来了 第二个石台 这个石台 是一个圆形的 宽度只有八掌大小 将红莲妖火 包裹在中间 在石台之上 有许多金色的杯子 杯子之中 装满了黑色的液体 雕哥望着这些黑色液体 有些不明所以 这特么又是眼的哪一出 那么 我们就开始吧 牛王说了一句 直接伸出了自己的粗大的手掌 去握住了其中一个杯子 将其端了起来 其他的兽王 也都伸出了自己 千奇百怪的手端 起了自己面前的杯子 雕哥见状 丝毫不落下风 这什么仪式 还以为多难呢 原来就这 此时 这些兽王端着杯子 缓缓朝着自己的嘴边靠近 原来 是要将这杯子里的东西喝了吗 雕哥皱了皱眉 也不知道 这杯子里什么玩意 好不好喝啊 雕哥直接一口闷了 没什么味道 还不如酒好喝呢 然而 当雕哥放下杯子的时候 才发现几大兽王 并不是将杯子里的东西 给喝掉 而是缓缓地聚到了额头之处 靠在了额头上 啊 这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此时 几大兽王望着雕哥 一个个都是满脸猛逼之色 很显然 还没有从震惊之色 回过神来 远处的苏小等人 也都按到一声卧槽 果然这二货 还是惹出麻烦来了 雕哥脸上 渐渐浮现一抹尴尬之色 喂 味道 似乎还可以 呵呵 呵呵 呵呵个毛线 近处的牛王脸上的表情一下 就变了 你 你竟然把祭台的圣水 给喝了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牛王的身上爆发出来 紧接着其他兽王身上 也涌出强悍的气势 雕哥顿胆 口干舌燥 那个 第一次参加 不是很熟悉流程 见谅 见谅 第一次参加 不熟悉流程 牛王眼中 快要喷出木火 第一次参加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每个兽王 在成为兽王的时候 都会让族中的 祖老培训祭祀仪式 这是参加万妖盛会前 必须做到的事情 关键是 这是圣水啊 圣水 可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在他们眼中 就是圣物 不可亵渎的存在 你当这是在聊天聚会喝酒吗 还一口就得干了 一滴 也没有留下 虎王 你这是在找死 牛王大脑袋 探到了雕哥的跟前 有种杀人的冲动 抱歉 抱歉 不就是一杯圣水而已吗 这里还有这么多 雕哥有些委屈地说道 一杯 而已 此刻就连老好人万年老王八 也有些听不下去了 牛王 算了吧 虎王都喝了 还能怎么办 而且 圣水可不是谁都能喝的 老王八悠悠叹了口气 示意牛王不要冲动 可牛王怎么能不冲动 这可是 他主导的祭祀大典 现在少了一杯圣水 绝必会被与部落的长老发现 到时候 肯定会受到牵连责任 鬼王 他这是在亵渎祭祀大典 我们必须给他应有的惩罚 然后让部落长老处置 否则 我们也可能受到牵连 牛王怒吼道 嘴里一一不饶 雕哥看他这样 估计是没法善了 你他们还好意思说我亵渎祭祀大典 你刚才放的那个屁是怎么回事 雕哥直接对了回去 牛王 牛王刚刚说完 忽然之间 屁股位置又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响声 空气再次变得安静无比 呵呵 意外 你告诉我 这是意外 我看你这根本就是看祭祀大典不顺眼 故意这么干的 雕哥笑了 直接一个大黑锅扣在了牛王的头上 牛王猛逼了 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又放了一个屁 你污蔑 这就是意外 吐吐 牛王刚刚说完 屁股位置又是两道声音响了起来 此刻 其他兽王也都猛逼地望着牛王 难不成 雕哥说的是真的 庄重严肃的祭祀大典 这一刻气氛彻底变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看我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牛王有些欲哭无泪 怎么肚子在这个时候变得不舒服了呢 扑扑扑 又是三道声音响起 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股浓烈的 臭味 其他几个兽王默默对视了一眼 有些无语地望着牛王 你特么这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呵呵 看见没有 就这还狡辩呢 你就是在故意亵渎祭祀大典 你还搁着说我吗 雕哥笑了 这是不用 肯定是玩家们干的 最终的源头 肯定是烤肉 玩家们给妖兽烤的鸡翅啊 肉串啊什么的 上面不仅仅涂抹了孜然 五香调料 还涂抹了毒药 这种毒药是 大卫王无意之间发现的 和八豆是一个作用 雕哥看牛王不太顺眼 就多给吓了一点 到了这个时候 终于开始发威了 诸位 现在的问题是 一旁的鳄鱼王这时候开口 想要说两句 将气氛缓和下来 这是隆重的祭祀大典 不管怎么样 先把流程走完了再说 毕竟雕哥喝了这圣水 似乎也没什么变化 说明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可是 鳄鱼王刚刚开口 忽然就听见一阵 哗啦啦的声音响起 旋即 他感觉一道水柱 冲向了他脸庞 呼了他一脸 水柱出现的地方 是牛王的屁股位置 牛王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当场标射出来 气氛再一次变得死寂 大家伙目光盯着 满脸误会的鳄鱼王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啊 牛王 我要栽了你 当着这么多妖兽的面 被直接羞辱 鳄鱼王还如此受得了 不管牛王是不是故意的 他都得找回一点面子 回来才行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扑 扑 扑 牛王一边说 一边喷 吓得几大兽王朝着旁边躲去 躲得远远的 不对 不对 牛王不太可能有这个胆子 在祭祀大典上干这种事情 这时候 老王八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忽然开口说道 这么一说 羞愤不堪的的牛王 也终于有些迷雾 自己好歹也是一个兽王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跑肚子 你们闻到了吗 这里面有烤肉的味道 黑狗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得出了结论 烤肉的味道 几大兽王闻言 君士一论 然后各自深深吸了一口气 没错 的确是烤肉的味道 难道是 扑 扑 这时候 几大兽王也感觉肚子 似乎出了点问题 有种憋不住的感觉 狐王 你的烤肉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会肚子痛 猿王愤怒地看着雕哥 雕哥 你们肚子痛怪我了 扑 此时 猿王也终于憋不住了 一切机密 啊 虎王是你在坑害我们 不对 虎王头顶上的印记不太对 不是真实的 猛然间 远处的老王八鬼头 伸得长长的 一层灰蒙蒙的光芒 在他的瞳孔之中浮现 看穿了雕哥的真实身份 人 虎王竟然是人伪装的 老王八大惊失色 雕哥也没想到 这老王八 还有这种透视功能 拿下的 几大兽王反应过来 想要将雕哥给拿下了 扑扑 但是 肚子真的太特么痛了 长脚犹如刀割 让他们根本使不上进 鳄鱼王想要紧紧地憋住 但是 憋了一会之后 终于还是没有憋住 一串悦耳的声音 从他的屁股后面响起 宛如声音逐渐拔高的二胡 扑扑崩 祭坛边缘的苏小健壮 知道已经到了时候了 赶紧对玩家们吩咐 不要愣着了 赶紧站好自己的位置 我们开始行动 玩家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听见苏小的话 一下子散开 朝着祭坛的四面八方而去 见到这一幕 这些兽王 此刻哪里还能不明白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时之间 都勃然大怒 吃烟虎 你们这是在引火自焚 部落长老不会原谅你们 不要愣着了 赶紧排毒 老王八大吼道 玄机调动体内的力量 开始排毒 这烤肉上的毒 似乎不是特别的厉害 仅仅只是 让他们肚子有点痛 憋不住而已 对其他地方 并没有太大的损伤 只要稍微给一点时间 就能够将毒素排出去 恢复自由 还想排毒 排你马个铲铲 老子打爆你这个鬼头 雕哥见身份败露 准备动手 但是突然感觉自己肚子 也是一阵脚痛 卧槽 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也会肚子痛 雕哥有些猛逼了 这些烧烤 他敢保证自己一点也没有吃 怎么会肚子痛呢 雕哥忽然想起了 自己喝下的那杯圣水 该不会是那杯圣水的问题吧 难不成那杯圣水有毒 雕哥此刻只觉得自己的肚子 宛如刀割一般 痛到不能呼吸 里面的肠子哗啦啦作响 噗 一个悠长的屁被雕哥放了出来 像是在吹索呐一般 哈哈 我已经成功地排除了毒素 现在就是你虎王 不 你这个伪装者的死期 隔得最近的豹王 脸上露出了一抹愉快的神情 你马 将毒排除了 简直太舒服了 我也成功了 算我一个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狼狈不堪的牛王 也终于泄洪成功 雕哥欲哭无赖 我特么怎么这么悲惨 为什么要喝那杯圣水 呜呜 然而 豹王和牛王 刚刚冲到了雕哥的面前 正好就碰到了 雕哥放出来的这个屁 首当其冲的豹王 顿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双腿一软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随即 口吐白沫 身躯抽搐不止 双目迷离 宛如即将死亡一般 豹王你 牛王刚想说话 瞬间就感觉不对劲了 很快变得和豹王一模一样 这一幕 不仅雕哥惊呆了 就连其余几大兽王 也都惊呆了 不好 他屁里有毒 老王八又是一声哀嚎 提醒了几大兽王 也让雕哥明白了 事情的原委 什么 这一刻 就连远处的苏小 也看得是目瞪口呆 特么的 还能有这种操作 雕哥呀雕哥 说你是个二货 但是每次 你都能二到点子上 将功不过 这气域实在是有些逆天 小神 赶紧戴上防毒面罩 雕哥痛得面容扭曲 朝着远处的苏小吼了一声 苏小文言 似乎想到了什么 直接拿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防毒面罩戴上 众玩家 戴好防毒面罩 啊 这些防毒面罩 是上次对付星空神朝的时候 为了防止吸入毒气弄出来的 这次计划用毒 大家伙都早有准备 苏小一声令下 四十个玩家 纷纷拿出了防毒面罩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雕哥见状 嘿嘿一笑 小神 我要去了 兄弟们 清明节请记得给我烧香 看我 狂放气流之螺旋大毒丸 雕哥用力地吼了一声 挣扎着将屁股 对准了剩下的几大兽王 一阵剧烈的声音响起 狂暴的气流 从他屁股中冲了出来 刹那之间 弥漫这个祭台的顶部 我百分号信号 信号 几大兽王此刻 恨不得将雕哥撕碎成几大块 本来还想狠狠蹂躏雕哥的 但是没想到 雕哥竟然还弄出了这么一手 这屁 千万不能吸 凭住呼吸 但是 想归这么想 他们一开始就没注意防御 此刻即便是沾染了一丁点 也不由头昏眼花 提不起劲 砰砰 一支支的兽王 倒在了雕哥的终极大招之中 唯独一只老鹰逃了出来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它会飞 其他的无法飞行 还愣着干什么 祭司大典被人族入侵 铲除他们 这只鹰王此刻 只感觉头晕眼花 要不是跑得快 估计也得栽在里面 将命令传了下去 他找了一块石头落下 准备好好地调息一下 让自己尽快解毒 刷 然而 就在他落在石头上的时候 一颗无形的能量子弹 从远处一块石头之中射出 精准地命中了他的眼睛 砰 能量子弹没入鹰王的脑袋之中后 轰然爆炸开来 化作了寒冰和烈焰 直接将鹰王的脑袋撑爆 鹰王到死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冰火两重天之弹 这种东西存在 游戏 手杀完成 奖励自己一罐饮料 第一狗王咧嘴一笑 收起了手中的98k 从身后的包里 拿出了一个蓝颜色的瓶子 嗯啊 颜色是自己涂的 里面装的其实是水 要换做瓶石 别说击杀这鹰王了 可能连毛都碰不到 但 鹰王在微中毒的情况下 哪里有心思顾及这么多 便让第一狗王 减了一个大便宜 不远处 其他狗在地上的玩家们 纷纷冲 第一狗王竖起了大拇指 神色兴奋地 将手中的98k灵器 瞄准了暴乱的妖兽群 此刻 妖月洞天之外 密林之中 浓厚的白雾杖 将林子笼罩其中 分不清东南西北 若有人从上空看去 就可以发现 这白雾杖 竟然在快速地移动着 方向正是妖月洞天 哼 妖月洞天之中 似乎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我要去看看 一声柔眉的声音 在白雾之中响起 带着几分魅惑 另外一处山谷之中 白衣男子 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简单地喝了点水 他拿起了手中的地图 继续查看 忽然间 听见远方传来了 妖兽的吼叫声 咦 这吼声 似乎是兽王才会拥有的 难不成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得去看看 白衣男子皱眉 思索了片刻后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起身朝着吼声的方向而去 好 一阵阵的吼声 在妖月洞天之中响起 祭祀大典的突然变故 也让这些没有进入祭坛的 兽王们 明白了过来 似乎这次万妖盛会 被人族联合赤眼虎给设计了 但是 现在 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上万妖兽集体拉戏 此次前来参加万妖盛会的妖兽 几乎都吃了玩家们秘制的烤肉 虽然说 卫哥的一节八斗数量有限 导致玩家们 对这些普通妖兽下药 没有几大受王的重 但是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些妖兽一个个 暂时疼不出手 来对付玩家们 加特林方队 进行扫射 语文老师 此刻站在高处 指挥着身旁的玩家方队 队想要通过战道 进入祭坛的妖兽 开始了无情的扫射 哒哒哒哒 玩家们自制的一品 加特林灵器 此刻算是真正的派上了用场 冰火两重天之弹 经过了加特林的加成之后 威力凶猛无比 大大提高了玩家们力量利用率 一些防御力不是特别强的妖兽 当场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火箭筒队 不要犹豫 直接给我轰 轰死多少算多少 哼哼 庞大的冰火两重天炮弹 落入妖兽群之中爆炸开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这种算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 在如此多的妖兽群之中 用起来效果也是非常好 远处排毒成功的 兽王们 见到玩家们的攻击手段 都梦了 什么玩意这是 别说见过了 连听都没有听过 人族 这是何种人族 竟然会有如此恐怖的灵气 这些人族不死 必然是我族心腹大患 一条巨蟒 看着疯狂杀戮的玩家们 眼中露出了骇然之色 滚开 下一刻 他直接扭动着庞大的身躯 将把路堵住的妖兽扫开 他已经看出来了 苏小的目的是 红莲妖火 绝对不能让苏小得逞 他要去祭坛阻止苏小 只是 没等他跑多远 忽然感觉一阵危机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条二阶一星境界的巨蟒 抬头望去 就看见头顶上方的山峰 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切割开 朝着自己落了下来 望着这几万斤重的石峰砸下 这蟒蛇 差点就吓妙了 他扭动着身躯 想要躲避 刷 此时 远处 一只寒冰剑快速射来 将他速度减缓 碰 巨石砸在他身上 直接将他拦腰砸断 朝着深渊之中的岩浆滚去 这条巨蟒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头顶上方的巨石 为什么会坠落下来 哈哈 兄弟们 我们杀了一头Boss级别的妖兽 奥利迪 继续加油啊 荒天地牙咩的站在悬崖上方 哈哈大笑 他的右手之上 数块金铁打造的锋利碎片 组成了一个高速旋转的电光独龙钻 说完之后 他再一次将电光独龙钻 钻入了身下的岩石之中 奥利给 兄弟们给练 身后十多个玩家也丝毫不含糊 站在各自的位置 施展出了电光独龙钻 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片刻后 轰隆隆 一块块的巨石从悬崖顶端落下 直接将下方的妖兽群砸成了肉酱 兄弟们 任务坚决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 让这些妖兽中毒的时间变长 所以 面对疾风吧 我的小伙伴们 一个名叫快乐亚索的玩家 此刻看着自己身边的十个小伙伴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戴上了防毒面罩 他们的手中 拿着化学家炼制的特殊毒烟球 没错 这毒烟球 就是炼铁的时候炼出来的东西 这次的毒烟 比上次的要厉害许多 因为星空神朝的那条金铁矿脉品接更高 所以练出了的毒物效果也更好 疾风小队 一定完成任务 十个玩家起起吼道 开启疾风吧 出发 随着快乐亚索一声令吓 他点燃了手中的毒烟球 就朝着远处的妖兽群冲了过去 十一个人 分成了十一个方向 发动了疾风部之后 宛如一阵阵风一般 穿梭在了妖兽群当中 有些妖兽好不容易把毒素给憋了出来 打算深呼吸调整一下 没想到 又吸了一口毒气 当下就是口吐白沫 头晕目眩 浑身乏力 祭坛之上 几大兽王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嗯 主要是因为雕哥的狂放气流之螺旋大毒丸 有点厉害 没有了威胁 苏小自然能够心无旁骛地 炼化红莲妖火 苏小来到了祭坛的顶端位置 催动天火焚绝之后 将手掌放在了红莲妖火之上 他的手掌已经变成了火红之色 宛如麒麟壁一般 四周 四十个玩家盘膝而坐 催动力量 一缕缕暗红色的气息 从他们的身体之中 灌输到苏小的身体之中 没有人知道 苏小此刻承受的痛苦 红莲妖火的火系能量 不仅仅将苏小的全身经脉 焚烧了一个变 还化作了魅魔 进入了苏小的脑海之中 苏小的脑海 早已经成为一片暗红 无尽的火海之上 一名莲花花形的妖翼女子 正在和她对峙 没有人可以收服我 即便你有克制我的功法也不行 妖翼女子看向苏小 步步生连 抬手一招 无尽的火海朝着苏小压来 是吗 那你就看看 我是如何征服你的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苏小冷哼一声 直接化作了黑金之色 缠绕的庞大之躯 一拳轰了出去 混乱之中 也不知道 时间过去了多久 在玩家们的进攻下 成片成片的妖兽 倒在了血泊之中 粗略估计 至少也是上前头 但是 妖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压根就刹不过来 而且 玩家们的数量太少 让不少妖兽 都渐渐恢复过来 开始了反扑 玩家们从一开始的大肆屠杀 渐渐地将范围 缩小到守护着四周的几个战道 不被妖兽攻进去 哄 一只巨大的猴子 一巴掌将其中一个玩家 拍成了肉泥 朝着其中一个战道走去 但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从空中360度翻滚下 落在了这只猴子的面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想要过去 那就从我大仙的 尸体之上踏过去 张大仙看着这只猴子 目光冷冷 虽然这只猴子的境界 是一阶七星 但是张大仙一点都不怕 何况刚才的一阵厮杀 让他收获了大量的信仰原力 境界也提升到了一阶二星 我记得 你之前的境界 只是一阶一星 你竟然突破了 这只猴子 此时望着张大仙 露出了震惊的目光 只是他哪里知道 玩家们提升境界的方式 比这个世界的土著多了一种 那就是 杀怪也能升级 少他妈废话了 不死神魔之躯 逆二转 张大仙握紧了手中的刀 朝着这只猴子冲了过去 这只猴子忽然之间 长大了嘴巴 朝着张大仙 吐出了一口火焰 方圆数米的范围都被覆盖 完全堵住了张大仙的去路 只见此刻张大仙不急不忙 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 疑形幻影 疑形 刷 火焰降临的刹那 张大仙的身形 消失在了原地 回旋锋刃 刀芒闪烁 一道刀刃飞向猴子 这只猴子 压根就没有想到 张大仙能躲过他的火焰 这一个疏忽 直接被刀刃击中了胸膛 露出了里面鲜红的血肉 嘶嘶嘶 猴子大怒 一个纵月朝着张大仙跳了过去 爪子当头盖下 幻影 张大仙此刻轻哼一声 身形又回到了之前所在之地 兵支回旋锋刃 刷 这个位置刚好靠近了猴子的左边 一道刀刃飞向了猴子 瞬间将猴子冰冻住 一行 张大仙趁此机会 闪到了猴子的脖子前 一刀斩在了其柔软之处 刹那之间鲜血狂涌 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另外一边 一刀流 石剑 初代 闪月斩 一道身影从猛然跃上天空 拔刀朝着对面的一头巨大的蛮牛斩下 刀芒横空 静直落下 带着呼啸之声 哄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蛮牛的身上散发而出 直接将刀芒碰碎 哼 区区一个一阶人类 也想和我对抗 这头一阶六星的蛮牛嘴里发出了冷笑 随后 拔腿朝着一刀999冲了过去 是吗 让你见识一下 我刚领悟的绝招吧 一刀999将绑在自己长刀上的绷带 缓缓解下了下来 整个人的气息开始急速攀升 一刀999解开了绷带之后 便可以看见他那刀的刀柄 刀柄之上有许多锁链 看着怪异无比 其实 这些锁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处 纯粹是为了耍帅和模仿 一刀999模仿的是动漫死神之中的黑气一户 可是 它没有能让自己刀变形的能力 所以就弄了个简化版的过过瘾 锁链自然是要有的 绷带是灵魂 不然 哪里有逼格 一刀999 缓缓地将刀柄上的锁链 和自己的双掌缠绕在了一起 爆发吧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随后 它很中二地吼了一句 刹那之间 一刀巨大的虚影将它笼罩 宛如解封的魔神降临一般 人类就是喜欢搞这些雕虫小技 对面的蛮牛看着嘖嘖称奇 对于它而言 一刀999刚才一幕幕的唯一作用 就是让它充满了好奇 拖延了一点时间而已 一刀流 天锁斩月 刷 一刀999再一次地高高跃起 将手中的刀举过了头顶 然后朝着蛮牛斩下 随着它的落下 半月状的刀芒落下 一网无前的撕裂空气 来到了蛮牛的身前 啊 这蛮牛怒吼一声 想要顾忌重施 依靠自己强悍的肉身抵挡住 然而 这次它失算了 锋利的刀芒 直接撕裂了它的表皮 有了一刀裂口 它强悍的防御 宛如洪水决堤一般溃败 刀芒余威深入血肉 直接割裂开来 搅碎了内脏 碰 蛮牛前进的身躯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足足滑行了好几米 才停了下来 一刀999 见到倒地的蛮牛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看向了另外一头妖兽 通往祭坛的战斗 是它必须坚守的阵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玩家们和妖兽的大战 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地上躺满了各种妖兽的尸体 堆积如山 血流成河 玩家们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可也损失不小 毕竟利用毒药和毒气制造的条件 在渐渐地消失 卧槽 好累啊 我快要虚脱了 不行了 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不知道小生什么时候才能够好啊 长时间的消耗 也让玩家们力量损耗严重 老师 现在我们还在战斗的人员 只剩下70人了 赤眼虎一族 也只剩下83左右了 一个玩家在大致统计了一下 剩余玩家的数量之后 向宇文老师汇报了一句 50人 宇文老师皱了皱眉 难怪 现在局势已经隐隐有了反转的趋势 玩家们虽然会复活 但是随着等级的提升 复活之后 灵魂虚弱状态也会跟着变得严重起来 必须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才能够再次加入战场 否则到时候要掉等级 那么 现在我们开始收缩阵地 退往站到所在之地 守护站到就行 宇文老师瞄了一眼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苏小 很快做出了决定 现在 必须要转攻为首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妖兽去打扰到苏小 所有玩家听我号令 现在收缩阵地 退守站到 张大仙 负责南边站到 一刀999 你负责西边站到 狠人大地妹子 你负责东边站到 荒天地牙捏地 你负责北边站到 另外 你爱惜我那儿 你带领射手 前往祭坛所在地 防止妖兽从空中入侵 复活的帖子们 若是差不多了 就赶紧回来增援 宇文老师有条不紊地 将计划安排告知了大家 收到了信息的玩家们 迅速地开始行动起来 好 一个玩家骑着赤眼虎 将一只鸡仔碾压在地 焚烧成为了一堆黑炭 一边 一群妖兽正快速 冲向南边站到所在的位置 这时候 地面突然隆起一块 让他们站立不稳 从边上滚落下去 朝着下方深渊的岩浆之中 不停坠落 兄弟们 我们来了 荒天地牙捏地 带着数个玩家 从地下钻了出来 朝着自己任务区域赶去 好 玩家们退手站到的同时 妖兽群这边 也发出了震天响的吼叫声 这吼叫声和之前进攻的吼叫声 略微有些不同 这是停止进攻的吼叫声 发出吼声的是一头巨猿 远远看去 就宛如一栋二层的小羊楼一般 几位 暂且停止战斗 调整进攻模式吧 这头黑色的巨猿 对旁边的几个体型 明显偏大的其他种族妖兽说道 万妖大会前来的妖兽数量 虽然可能没有达到上万 但是也差得不远了 可是 面对区区一百多个人类 和一百多头吃眼虎 竟然落了下风 这简直太离谱了 兽 妖兽 妖 其中 兽是灵智最弱的 实力也是最弱的 妖兽则是在向妖过渡 有了一定的灵智 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糊住得住 至于妖 那是真正的蜕变后的兽类 不仅拥有兽的天赋 能力神通 以及肉身 还拥有堪比人类 甚至超越人类的智慧 最难对付 玩家们面对的 就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妖兽 虽然灵智可能比人类稍微差一些 但是也不是傻子 尤其是能够成为兽王的存在 他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战斗 终于还是反应了过来 似乎依靠往日横冲直撞的方式 无法取得战斗的胜利 最关键的因素是 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山高路陡 很难容纳妖兽群体进攻 往往都是三两只联合进攻 玩家们占据了有力地形之后 往往以一敌三 很容易收拾他们 否则 换个宽阔的平地 玩家们哪里能够经受得住 几千头妖兽狂猛的冲击 妖兽这边消息 很快地传了下去 一时之间 整个妖月洞天变得安静下来 玩家们此刻退守战道 镇守四方 这些妖兽 也是分为了四个阵营 东南西北 将目标明确定位了 攻破玩家们镇守的四个战道 一眼望去 每条战道也就二十多个玩家 外加差不多数量的吃眼虎 但是 面对的却是上千头数量的妖兽 这差距 依旧明显 妖兽在聚集的同时 战道上的玩家们 也开始了调整恢复 来来 受伤的兄弟们 吃一块臭豆腐直直血 大卫王带着几个玩家 开始给剩下的人 发布给品 哇哇 雕哥 我不吃臭豆腐 我要吃肉肉 吃豆腐怎么能够补充能量 肉肉 魏哥有些难为情 所有的肉 都烤给这里的妖兽吃了 还真没有准备多的肉肉 难不成 把我自己的肉搁给你吃 大卫王想着 忽然看见了不远处的一头妖兽 又转头看了看 不远处停止进攻的妖兽群 做出了决定 放心 肉肉有的 马上就开始口 来 兄弟们帮个忙 把这头牛只解一下 这边几个兄弟帮忙生火 我马上开始口 你们也可以自己 施展火球术自己口 魏哥安排道 我尼玛 玩家们一脸震惊地望着魏哥 这特么野行 魏哥 你知道 这是在战斗吗 打仗啊 我擦 魏哥这想法有点秀 还能气一下对面的妖兽 尼玛 劳役集合 才是王道 兄弟们 动手 在魏哥的指引下 脊椎篝火很快就燃烧起来 魏哥动作迅速地 将肉切好串上 放在了火上开始口 很快 就肉香四溢 不远处同样在修整 商量进攻对侧的妖兽们 此刻眼睛都绿了 操 打架就打架 你们特么的 突然间烧烤 是几个意思 而且 还用了我们同伴的尸体 物理攻击不行了 就开始精神攻击吗 杀人诛心啊 这些妖兽 闻着烤肉香味 一个个哈喇子 从嘴里流了出来 双目喷火 这尼玛后勤保障 可真是好啊 吃烤肉口渴的不行 有玩家又提出了要求 魏哥 你嘛 你以为这是夜市呢 严肃点 这打仗呢 神特么饮料 我 我这里有小宝宝奶 你 你们要喝吗 好像可以小小的 恢复一下力量 一道怯声声的声音 忽然之间响起 魏哥转头看去 就看见 那个柔弱的妹子 杨咩咩 此刻正端着一个竹筒容器 怯声声地盯着 刚才说话的玩家 咩咩妹妹子 不会吧 这 这真的可以吗 我这一岁 零二百七十个月的大宝宝 真的可以吃吗 魏哥看着 杨咩咩腿的胸前 有些口干舌燥 好家伙 还有这种大悦 杨咩咩 是我从那些牛腰 羊腰尸体上 挤出来的了 我在里面加了一些 之前研磨的药粉 我不知道效果行不行 杨咩咩脸红着解释道 天庭神潮之中 就她一个人选择了 上古基础药术 是战斗力最弱的一个 玩家们战斗的时候 她就藏在妖兽的尸体之中 专门找那些 有奶的妖兽 将他们的奶挤出来 想着到时候 可能用得上 嗨嗨 原来如此 呵 当然呵 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羊奶也是可以的 关键是打了这么久的仗 是真特么渴啊 捏着鼻子一口羊奶 喝了下去 莫想象中那种腥味 居然还有骨酸甜味 感觉就像是在喝酸奶一样 卧槽 绵绵的拿好好喝 这个玩家 伸出舌头舔了 舔自己的嘴唇 将一桶奶 全部喝了下去 真爽啊 蜜蜜奶奶 我还要你的奶奶 这玩家 将竹筒递给了 杨蜜蜜 有这么好喝 其余玩家健壮 纷纷向杨蜜蜜讨要 喝完之后 一个个都长大了嘴巴 蜜蜜 你的奶奶 也太好喝了吧 卧槽 我竟然感觉 我力量恢复的速度加快了 蜜蜜 你是怎么做到的 蜜蜜 你就是我的优了美 众玩家都是震惊地 望着这个妹子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杨蜜蜜 这感觉幸福 来的是这么的突然 寒冰蒸气 给我冰镇 不到一会儿 杨蜜蜜的蜜蜜奶 就被众人所知晓 一个玩家 凝聚寒冰蒸气 将竹筒里的奶 稍微冰镇了一下 喝完之后 感觉被爽 人群之中 还有一道身影 也没有闲着 正是科学家 此刻 他手中握着不少的符纸 在他的面前 还摆着一个残破的符纹基石盘 不对不对 这里好像不太对 我再试试 玩家们忙中偷吃的时候 对面的妖兽首领们 也终于完成了 此次简短的会议 本来还打算 再计划好一点呢 但是 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特么烤肉的香味 真的太香了 口水 就没有停下来了过 吼 一声怒吼远远传开 妖兽群 再一次暴动起来 之前那头黑色的巨猿 再一次站了出来 发出了震天响的声音 短暂的交流过后 各部族的头头们 选出了一个临时的首领 负责进攻的事宜 而这个头领 就是这头黑色 的巨猿 其实力更是目前 妖兽群中最高的一个 一阶九星 实际上 这次玩家们能够取得 暂时性胜利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 几个境界 在二阶之上的兽王 都被雕割一个人 干死在了祭台之上 剩下的战斗力 参差不齐 没有哪只妖兽 拥有绝对的实力碾压玩家们 所有不足听我号令 按照计划 开始进攻战斗 黑色巨猿 让自己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妖月洞天 一时之间 东南西北四个营地的 妖兽群开始躁动起来 这次 他们显然有了明确的策略 率先打头的 乃是皮操肉厚的犀牛 目的也很明确 扛住玩家们的攻击 妖兽没有过多复杂的战略 还是习惯性的 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去对抗 而不像是玩家们 能够想出五花八门的招式 玩家们见到妖兽群 再一次地开始进攻 也都放下了手中的 烤肉和奶奶 起身准备迎战 他娘的 把劳子的意大利炮 给我拉上来 宇文老师站在最中央的地方 环视四面八方 负责指挥发号施令 火箭筒队 准备开启第一波攻势 轰隆轰 随着当头的犀牛冲上战道 早已经守候在对面的玩家们 拿出了自制的火箭筒 对准了犀牛 开炮 震耳的爆鸣声 从这些灵气火箭筒之中发出来 一颗颗冰火两重天之弹 快速地飞向了最前端的犀牛 嘶嘶 犀牛瞪着圆鼓鼓的眼睛 硬着头皮顶了上去 哄 炸裂声在他们的头皮上响起 寒冰和火焰瞬间炸裂开来 形成了冰火风暴将之覆盖 这些犀牛 直接被击退了好几米远 才停了下来 哈哈 在我们的火箭筒之下 焰能有你们生存的空间 玩家们见状 都不由兴奋 嘶嘶 然而这些犀牛 只是抖动了几下身子 就又恢复了原状 继续朝着前方推进 他们的额头之处 就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而已 论防御力 犀牛种族在这里面 算是最强悍的一个了 若不是玩家们的境界 都在战斗之中 提升至了一阶一上 只怕即便有灵气火箭筒 加持力量 也无法撼动这些犀牛受分毫 卧槽 这泥马皮怎么这么厚 歪日 这么能抗的吗 这狗策划设计的防御属性值 也太高了吧 玩家们真的有种想吐的冲动 逆转不死神魔之躯 再试试看 语文老师 很快又做出了第二个决定 不死神魔之躯 逆二转 一声声的怒吼响起 这些尖扛火箭筒的玩家们 纷纷施展了自己的终极底牌 一瞬间 气势纷纷暴涨 轰 轰 轰 又是一连串的火箭炮发射出去 轰在了这些犀牛的身上 砰 施展了不死神魔之躯 逆转之后的冰火 两重天之炮 威力大幅度提升 这些犀牛皮在后 也扛不住了 血肉翻飞 纷纷倒飞 宛如皮球一般 在地上翻滚不停 足足好长一段距离之后 才停了下来 这些犀牛受挣扎了几下 终究是没能爬起来 虽然没死 但也是重伤无法再继续战斗 奥利给 玩家们纷纷拍手庆祝 不远处的黑色巨猿健壮 震惊之下 抠屁股的手指 差点就放进了嘴巴里 这些家伙 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力量 继续继续 我不信他们能支撑多久 让乌龟上 黑色巨猿狂暴地指挥着 犀牛不行 乌龟总没有问题了吧 千年老王八的壳的坑硬程度 即便是兽王一拳砸下来 也是砸不烂的 我去 乌龟 犀牛不见了 顶上来的乌龟 让玩家们纷纷一愣 不过 他们也没有理会这么多 直接开炮 哄 一番轰炸过后 玩家们脸变得有点黑 这特么乌龟的可是真的够硬啊 连续轰炸几轮 才能够干掉最前面的几个 这样的消耗完全吃不消 哈哈 对 就这样 这些愚蠢的人类坚持不了多久 黑色巨猿一边抠着鼻孔 一边狂笑道 老师 这次我们该怎么办 玩家们有些着急地盯着 宇文老师 这样下去 肯定不是办法 杀怪消耗太大 速度也太慢 根本没有威慑力 很快就会被这些乌龟推进到面前 宇文老师 看了一眼后面排队准备上场的乌龟 射手准备 启动C计划 封锁站到入口 宇文老师 抬手一挥 刹那之间 在祭坛那边的 你爱惜我那儿得到了命令 对身后的几个玩家挥了挥手 你负责南边 你负责东边 你北边 务必一剑搞定明白吗 明白 几个玩家重重点头 举起了自己的灵弓 对准了站到端部的草丛之中 刷 一只兵剑从 你爱惜我那儿 手中发射出去 精准无比地命中了草丛的某处地方 碰 兵剑炸裂 一阵阵爆破的声音响起 草丛之中 流淌出了一些颜色透明的液体 空中祭坛的位置 比登陆站到的悬崖要低一些 所以 站到是微微往下倾斜 存在一定的角度 这些液体被打破了之后 从罐子里流了出来 直接顺着站到往下流 很快就铺满了大半站到 磁溜 那些缓缓进攻的乌龟 在液体流淌过他们脚下的时候 顿时站立不稳 像是一个个的宝灵球一样 从站到上面滚落 本来站到的两边 就没有完全封闭 这些乌龟控制不住自己的方向 一个个的就滑入了深渊之中的岩浆之中 宛如一块块巨石落在了湖里一样 突然发生了一幕 让对面的妖兽们都猛逼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些不明液体 吞磨的是什么鬼 这些妖兽自然不会知道 这些不明液体 因为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玩意 这是 魏哥做菜的时候 用妖兽的皮毛炼制出来的油 本意是用来做菜的 但后来经过化学老师提炼之后 就变成了一种润滑剂 嗨嗨 这润滑剂只要踩在上面 基本上就没有谁能站得稳 宇文老师提议布置这个陷阱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这些妖兽不知情 自然着了党 化学老师 留便 宇文老师 优秀 玩家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宇文老师看了一眼不远处 浑身依然笼罩在火焰之中的苏小 露出了迷之微笑 哎呀呀 黑色巨猿发出了无能狂吼 四条栈道都铺满了滑腻腻的油脂 这下无论是乌还是王八 甚至就连蚂蚁都过不去了 一旦踩在上面 那下场就只有一个 磁溜 碰 落入下面的岩浆湖之中 运气好点的话 就直接送到了玩家们的面前 然后被一通扫射送上西天 最好扒皮抽筋 放在火架子上口 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 旁边 一条巨大的蟒蛇 望着黑色巨猿叹了口气 即便拥有再多的数量 再强的战斗力 过不去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挺久了 他们也不知道 苏小那里是什么情况 万一苏小成功了 那就完蛋了 那么 是不是该我们出场了 虽然他们可以进行远程射击 可是我们只要数量够多 速度够快 总有闯得过去的 一旁 一只老鹰目光锐利 转头说道 那么 最后的希望就交给你们了 黑色巨猿看了一眼旁边的老鹰 燕子 雕等妖兽重重地点了点头 飞禽类的妖兽从空中攻过去 这些妖兽头领也是讨论过的 不过 因为下方的岩浆之中 会不时地冲出一道道的岩浆火柱 若是不小心被击中的话 那下场就只有一个字 死 再者 玩家们会弓箭术 就这么在空中赤果果地飞过去 那就是火把子 谁也不愿意去当炮灰 所以 从空中进攻 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可恶的人类 若不是之前我们都中毒了 无法长时间飞行 早就飞到祭坛 守护出天火了 雕王恶狠狠地看了一眼 退守祭坛的玩家们 无奈张开了翅膀 飞上了天空 这一去 不知会有多少族类 变成靶子 他们可没有犀牛和乌龟 那么能抗打击 但 破语与部罗那些妖的压力 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刷 刷 刷 随着雕族的起飞 一只只的飞禽妖兽 也随之起飞 天空之中 顿时密密麻麻 黑压压的一片 犹如一片黑云 似乎是有默契一般 这些妖兽同一时刻 朝着祭坛的方向飞去 狂风四起 火星乱窜 似乎是他们闪动的狂风 引起了下方熔江的愤怒 漠然之间 几道火柱 从沸腾的岩浆之中 冲上天空 直接将几十只妖兽 击落掉在了岩浆之中 所有人注意 按照计划 组成射击方队 准备进攻 语文老师 深深吸了一口气 该来的 终究还是来了 当然 妖兽能想出来的办法 他们自然早有预料 并且有了应对方案 火箭筒率先进行 一波火力压制 打散这些家伙的阵型 让他们负伤减速 随后 便是加特林的散乱扫射 再次延缓他们的进攻 压制他们的速度 最后 就是手持一品 灵弓的玩家们了 两轮减速 足以让他们的命中率 大大提升 轰 轰 轰 一阵阵的巨大声音响起 冰火两重天之弹爆炸开 将不少的妖兽群轰散 甚至有的直接被击落 随后 加特林方队跟上 又是一通散乱的狂扫 这一来一回的功夫 直接就让这些飞禽 损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接下来 就是手持灵弓的玩家们 看我三重剑 你爱惜我那儿 手中的灵弓拉动 刹那之间 三只冰火两重天之剑 分别对准了三只 闯入了第三轮的妖兽 刷 刷 刷 三只冰火两重天之剑 精准无比地命中了 三头妖兽要害部位 将其击落 三重剑 这是苏小之前施展过的技巧 现在已经被他们所掌握 十几个玩家 一时之间 剑与其发 这些都是精通弓箭之术的玩家 前面冰火两重天之弹 已然对这些妖兽 造成了减速效果 他们几乎都是百发百命中 成片的飞禽 到了这一关 几乎寥寥无几 唯独剩下了几只漏网之鱼 闯了进来 也是身负重伤 狼狈不堪 我鹰族的勇士 是你们无法战胜的 一只闯入的老鹰 神色激动地叫着 刷 突然之间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 一颗超长间隙的能量 但以闪电般速度飞来 没入他的眼眸之中 将其避命 某悬崖上 第一狗王嘴角微微一笑 将手中的98k 瞄准了第二只漏网之鱼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远处的黑色巨猿等兽王 看着这一幕 脑子嗡嗡嗡一片 竟然 没有一只闯入祭坛之中 太特么不可思议了 有了 有了 终于有闯入进去了 这时候 一个兽王指着一只鹰笋尖叫道 这只鹰笋 因为速度快 闪避及时 所以躲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终于闯入了祭坛 虽然被等待在下面的玩家击杀 但是这就代表了成功 此时 又是一只黑色的闪电焰闯了进去 哈哈 我明白了 他们的人数太少了 力量消耗太大 跟不上了 只要我们数量够多 就能够成功 黑色巨猿看了一会儿 嘴里发出了狂笑声 加大 加大投入力度 玩家这边 绵绵 快点 快点 我力量不够了 我需要你的奶奶 雕哥 肉肉 快点给我吃肉肉 我特么快虚脱了 玩家们此刻 变得有些苦不堪言 因为 特么的这飞行数量 真是太多了 一轮又一轮的战斗 让他们实在应接不下 吃炎虎一族 也不能帮上什么忙 老师 这怎么办 外面的兄弟们 现在肯定进不来的 玩家们又看向了 宇文老师 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 宇文老师 轻咬红唇 这下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了 等等 成功了 我好像真的成功了 哈哈哈哈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兴奋的声音 在祭坛某个地方响起 众人看去 就看见披头散发的 科学家正在兴奋狂笑 科学家 你根本笑个毛线 我们要输了 玩家气不打一处来 哦 抱歉 我太激动了 忘了给你们说 我的传送阵中阵 已经研究出来了 可以将外面复活的兄弟们 传送到祭坛位置上 科学才是前进的最大力量 科学家解释道 准确说 就是根据之前建立在 腰月洞天外面的 传送阵为坐标系 然后再在此地建立一个坐标系 将两者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短距离的传送阵 虽然距离不是太远 但是可以截然没知己 刷 刷 刷 随着科学家将使用之法 上传到了聊天频道之中 一道道的身影 出现在了祭坛之上 正是之前那些死去的玩家们 领头的 自然是最先死去的雕个 哦 我杰克雕又回来了 我特么吃眼虎的王 终于回到了战场 哎呀 你们都杀了这么多妖兽 也该轮到我们了 兄弟 你先休息一下 加特林换我来 一百多个玩家 密密麻麻地聚在了一起 叽叽喳喳 让语文老师等 剩余防守之人松了口气 而对面的妖兽们 则是傻眼了 甚至 有的飞禽吓得 从空中跌落下去 特么的 这些人不是都死了吗 怎么突然就复活了 哎呀 有鬼啊 在黑色巨猿震惊的时刻 雕哥等人已经替换下了加特林 火箭捅方队的兄弟们 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击 密集的火力覆盖之下 这些飞禽是彻底的过不来了 而且 替换下去的玩家们 在得到了喂哥的烤肉 和杨眠眠的秘质酸奶 补充能量后 又变得生龙活糊起来 砰砰砰 黑色巨猿腿一软 退后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脑子到现在都没能反应过来 这特么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他们 会复活 这是人类吗 这好像不是人类 不管是人类主神 还是妖族主神 都不能复活 兽王们依稀知道一些 天地秩序和规则 所以 玩家们的复活 让他们世界观 受到了洪水猛兽般的冲击 大脑袋无论怎么转 也想不明白 这当中的原理 撤退 撤退 还在进攻的飞禽 此刻得到了命令之后 疯狂地后撤 再看看剩下的妖兽 只有不到五千的样子 只能和对面的玩家干瞪眼 马德 这就完事了 老子还没有射够呢 玩家们显得有些异性阑珊 哄 也就在此时 祭坛之上 那轮宛如太阳般的天火 开始震战起来 那朵火红色的妖帘 也徐徐旋转 化作了一缕缕的气息 没入苏小的手臂之中 似乎要成功了 玩家们见到这一幕 知道苏小可能要成功了 忍不住激动起来 小神 加油 小神 你是最胖的 帖子们 现在大家伙抓紧时间休息 蓄力备战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放松警惕 宇文老师淡淡地吩咐了一句 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战道上有油切断了退路 飞擎也不敢过来 所以暂时安全了 只需要等苏小收复了红莲妖火 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怎么办 我感觉到 天火似乎在被那个人族吸收 他竟然能够吸收天火 寿王们再一次聚集到了一起 开始了密谋 但是现在没有谁 还存在进攻的想法 都是想着 怎么承受与部落长老的怒火 要不我们散了吧 离开满荒森林 脱离与部落 应该能活下来 但是 除了蛮荒森林 我还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能去哪呢 一只只妖兽 陷入了忧愁之中 这可太TM欺负人了 怎么回事 我与部落如此盛大的祭祀大典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忽然之间 一道愤怒的声音 响彻在众妖兽的耳朵之中 众妖兽转头看去 就看见了一只手持三叉戟 人手舌身的妖怪 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地方 他的脸上 还挂着极其愤怒的表情 啊 是与部落的大人 天哪 与部落的大人竟然来了 众妖兽见到这个蛇人 眼中顿时露出了恐惧之色 哟 这就是真正的妖了 与部落的大人 几乎都是蛇人 最明显的 便是他们手中的三叉戟 那是可以掌控水之力量的灵气 大人 不管我们 得是啊 这不是我们的错 请大人原谅 一群妖兽 当即对这个蛇妖扶手 惊恐地道歉 蛇妖细长的眼眸微微眯起 看了一眼远处祭坛上 还在炼化红莲妖火的苏小 闪过一丝灰暗的光芒 说说 怎么回事 蛇妖沉声道 很快 黑色巨猿就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大概叙述了一遍 蛇妖听完之后 脸上再次浮现愤怒之色 但是 想象之中 杀几个妖兽泄愤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废物 你们都是一群废物 竟然让人类主神闯了进来 赤眼虎一族这种叛徒 一定要将他们满族屠灭 才能起到警醒作用 黑色巨猿犹豫了一下 在骂声之中硬着头皮道 大人 这些人族不一般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但是还是无法抵达祭坛所在位置 所以 我们只能在这里干着急 正在商量对策呢 没想到您来了 蛇妖没有理会黑色巨猿 哼哼几声 走到了最前方的位置 看了一眼正在休息的玩家们 微微张嘴 伸出了细长的蛇性子 舔了舔嘴唇 我现在 需要你们将功不过 将这些入侵者消灭掉 蛇妖扭动着自己的身躯 朝着一个栈道而去 瞄了一眼 栈道上光滑的油脂 他皱了皱眉 这就是阻止你们前进的东西 是的 大人 只要我们踩在上面 就很滑 哗啦 此时 蛇妖挥动着手中的三叉戟 刹那之间 一道流水凭空伸出 对准了栈道使劲的冲刷 油脂欲水 被带走了一些 果然有些名堂 蛇妖说了一句 目光四处游荡着 看向一只穿山甲 你去弄一些沙土放在上面 这穿山甲得令之后 伸出爪子就开始跑土 很快 一大堆沙土被弄了出来 蛇妖手中三叉戟挥动 伸出一股狂风 将沙土铺在了这些油脂上 沙土落在油脂上 就朝着下方滑去 落在了下方的岩浆之中 但是 蛇妖却是发现了一件事情 似乎这些沙土 带走了一些油脂 所以只要用足够的沙土 就能够将这些油脂消耗掉 这些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蠢货 继续 蛇妖对穿山甲再次吩咐道 一波又一波的沙土 铺在了这些油脂上 导致沙道上的油脂越来越少 已经开始有不少沙土附着在沙道上 这就意味着 油脂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效 不愧是大人 真是太聪明了 旁边的妖兽们 看得嘖嘖称奇 他们怎么就想不到呢 半个小时后 沙道上的油脂 已经被蛇妖用沙土 给消去了原本的作用 现在 不需要我教你们如何进攻吧 蛇妖看向旁边的黑色巨猿 大人 不需要我们有办法了 归族准备 黑色巨猿的办法就是顾忌重施 这一下看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祭坛这边 玩家们也终于发现了 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 草 这些畜生竟然找到了应对办法 开始进攻了 玩家们并不知道 这次妖兽群之中 多了一个恐怖的存在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新一轮的进攻 玩家们很快就组织起来 吃饱喝足的他们 力量也恢复了大半 而且因为有了雕割他们的支援 人数上去之后 就可以进行轮换制度 哒哒哒哒 哄哄 一颗颗的冰火 两重天之坛 落在了这些前进的 龟族龟壳上 这些乌龟的龟壳 即便再赢 也无法一直抗伤害 三轮之后 最前面的乌龟龟壳炸裂 血肉纷飞 暴毙而亡 老师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们迟早要 推进到我们这边 雕哥来到宇文老师面前 有些担忧地说道 这些妖兽 虽然推进的进度比较慢 但是妖族数量多呀 光是龟族就有几百个 完全能够四面齐发 攻入祭坛当中 宇文老师 看了一眼这些 顶在前面排队进攻的乌龟 眉头微微皱起 他自然也知道 情况不容乐观 但是 目前还真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愿 在这些妖兽冲过来之前 苏小能够彻底地 将红莲妖火炼化吧 宇文老师 回头看了一眼苏小方向 发现苏小身前的红莲妖火 已经渐渐暗淡 猜到了苏小 或许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帖子们 小神已经到了 最关键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 我们也要将这波守住 顿了顿 宇文老师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现在 将西南北三个方向的 战道全部毁掉 只留下东边就行了 啊 听到宇文老师 这个安排 玩家们都惊呆了 老师 只留一个战道 到时候 他们堵我们的路 我们怎么离开 一个玩家问道 沙比亚妮 我们用传送阵啊 你才沙比呢 这传送阵是单向的 草 传送阵不都是单向的吗 有什么毛病 科学家大佬 能不能再弄个传送阵 让我们离开 玩家们转头看向科学家 科学家 有些为难地看着大家 布置一个短距离的 传送阵问题 倒不是很大 关键是 我的材料用完了呀 卧槽 玩家们想骂娘了 那这可咋办 行了 别犹豫了 动手吧 要是影响了小神的计划 即便是死 也难辞其咎 一个战道就一个战道 我们过不去 他们也别想过来 等小神成功之后 或许有新的转机呢 语文老师 制止了大家伙的撕逼 下了最后通牒 没错 老师说得对 首先是要保证 小神收服一伙成功 那么 我们开始行动吧 玩家们对 语文老师的说法 都表示认可 如果打扰了苏小的一伙 收服计划 一切就都白费了 哦 下话线 哦哈哈 这游戏真特么刺激 我都不想去上学了 切 你这算什么 当才我女朋友 叫我嘿嘿嘿 我让她自己动 切 你算什么 呼吸国白灯打电话 滚一边去 别烦我玩游戏 卧槽 西边顶不住了 快想想办法 不行了 南边也顶住了 我感觉我要脱力了 北边要是再没有人支援的话 就真的冲过来了 在玩家们的故意放水之下 这三个方向的妖兽群 推进进度 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三 就差那么七八十米 就可以登陆祭坛 长长的战道上 堆满了妖兽群 让战道都下沉了许多 因为震动 原本很稳的战道 此刻也摇摇晃晃 看着就令人胆战心惊 快快 再加把剑 我们马上就能过去了 负责指挥的妖兽 此事狂喜 各位 白白了 站在桥头的玩家 此刻冲这些妖兽挥了挥手 嗯 什么意思 这些人类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这些妖兽眼中 顿时充满了疑惑 下一刻 玩家们的动作 直接吓尿了他们 回战道 他们竟然再回战道 啊 不 吼吼吼 这些妖兽一瞬间 发出了惊恐的吼声 以及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这战道质量虽然非常好 但是是通过符文基石来控制的 只要将符文基石毁掉的话 就很容易将其弄坏掉 在战道断裂的瞬间 一只只大小不一的妖兽 宛如一块块的巨石 朝着下方的岩浆湖之中 坠落而去 因为事发突然 他们来不及应对 这一瞬间 几百头妖兽 就化作了虚无 四周的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浇湖味 东边战道上的妖兽见状 一个个惊恐地向后退去 一瞬间乱作一团糟 废物 跟在后面的蛇妖 这时候怒吼一声 手中的三叉戟上 散发树道白色的气息 将前方退后的妖兽 直接轰入了岩浆之中 蛇妖出手 顿时震慑住了这些退后的妖兽 怕什么 他们不敢毁掉这条战道 否则他们 也永远只能待在上面等死 蛇妖解释道 妖兽们闻言 看了看没有毁掉 东边战道动作的迹象 吃了一颗定心丸 安静下来 所有的力量撤回来 继续推进 蛇妖下令 但是 让蛇妖没有想到的 是玩家们将所有的力量 集中在一个战道上之后 威力瞬间凶猛了许多 带来的后果 就是即便龟族的龟壳再硬 也无法顶住密集的攻击 推进到一半的时候 就再也无法前进了 局面完全僵持住 不行了 我必须得出手了 站在妖兽群后方的蛇妖 看了一眼祭坛祭台上的苏小 脸上浮现一抹焦急之色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 如果他不能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祭坛 将苏小拿下的话 那么他就永远也没有办法 获得红莲妖火这东西 藏匿了这么久 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苏小 帮他做嫁衣啊 否则 以他本体属性 又如何能够靠近这红莲妖火 只要融合了红莲妖火 他的弱点就彻底消失掉 开始推进 我助你们一臂之力 虽然会消耗很多力量 但是蛇妖也没办法了 在蛇妖的吩咐下 顶在前面的龟族 再一次开始了进攻 哄 哄 玩家们自然也是一颗颗的冰火 两重天之弹轰了过来 此时 站在龟族身后的蛇妖手中 三叉戟挥动 一道淡蓝色水流冲刷出去 挡在了龟族的身前 几个呼吸间 就将冰火两重天的能量抵消 再落在龟族的身上时 就造不成太大的伤害了 玩家们正乐呵呵地吹水聊天 打怪兽 没想到妖兽群之中 竟然突然跑出来了一个 手持三叉戟的怪兽 而且还能遇水 这可把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 卧槽 怎么回事 我们的冰火两重天之弹 威力失效了 那是个什么玩意 竟然拥有这种能力 玩家们目光落在了蛇妖的身上 一双双眼睛滋溜溜地转着 想要将蛇妖看个透彻 无奈他们的见识太少了 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再来 雕哥不信邪 使出了吃奶的镜 扛起了一个火箭筒 轰了过后 明显大一号的冰火 两重天之弹 去世汹汹 可是当遭遇到了蛇妖的 那一层水墓之后 威力大打折扣 哼 一群垃圾信徒而已 也能和我一战 蛇妖冷笑连连 见到蛇妖的恐怖之处 本来还有些担忧的妖兽们 此刻彻底放下心来 有的妖兽甚至激动地 用狂吼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高兴 不愧是部落的大人 这实力太强了 若是大人早来一步 我们早就将之拿下 一群群妖兽 用崇拜的眼神盯着蛇妖 操 对面的玩家们 是彻底地坐不住了 火箭筒的不行 加特林就更没辙了 试试98k 一个玩家在旁边架起了98k 瞄准了蛇妖的脑袋 98k这种按照蓝星打造的灵气 最大的功能 就是将能量弹压缩 增强其穿透力 特别是单点秒杀 也是玩家们自制灵气之中 威力最大的一种 刷 一颗能量弹 毫无征兆地 从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射出 直冲蛇妖的脑袋去 本来没有预警的蛇妖 此时忽然抬头 看向这颗能量弹射来的方向 眼中出现了一抹惊骇之色 想要躲避 可是此事已经晚了 碰 这颗98k子弹 直接爆头 子弹从蛇妖的脑袋之中 穿透过去 从后面出来 带出了一抹白色的血液 哦 奥迪给 终究还是我的98k比较掉 刘碧 刘碧 远处的玩家们见状 都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然而 他们的笑声还没有落下 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蛇妖的血液是白色的 另外 蛇妖怎么没有倒下 卧槽 这时候 一个玩家用手指指着远处的蛇妖 眼睛瞪得大大的 因为 蛇妖不仅没有倒下 它刚刚被击穿了一个大洞的脑袋 此刻竟然在复原 没错 就是在缓缓地复原 只过了一会儿的时间 蛇妖便恢复如初 这一幕 把玩家们看傻眼了 就连旁边的妖兽们 也都一脸猛逼 杀不死 尼玛 为什么他会没事 这狗日的 是不是开挂了 不会吧 不会吧 这游戏才刚刚开服不久 就出现了挂臂 挂臂的锤子 这是怪物 这只能说是Bug 草 居然遇到了Bug 这特么怎么打 玩家们此刻集体炸锅 开始热意起来 蛇妖此刻 惊诧地望着对面的那个手持 98k的玩家 饶有兴致 火箭筒 加特林也就罢了 竟然还有这种单体 力量极强的灵器 这个主神还真是不太一样吗 好好 妖兽们见识了 蛇妖的厉害之后 越发兴奋 推进的速度也越快 玩家们则苦逼了 因为 在蛇妖的帮助下 他们的手段 就几乎失去了作用 此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蛇妖 带领着妖兽 一步步的逼近 怎么办 怎么办 卧槽 小神怎么还没好啊 这也太久了吧 万日 难不成我们要失败了 我不敢啊 哎哎 这个副本也太难打了 局势急转直下 玩家们也开始慌万起来 他们死倒是无所谓 但是苏小可不能出事啊 苏小要是出事了 以后这个游戏 就完不成了 足智多谋的 宇文老师 此刻也彻底没辙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帖子们 血战的时刻到来 我们用血肉铸成最后的长城 一定要为小神 拖延更多的事件 宇文老师下达了最后 决一死战的命令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为了那些 不能作战的人而战 无奈 德马西亚站在高点 摇旗呐喊 哄 一声巨阵响起 战斗终于失手了 玩家们开始了一场血战 祭台顶端的那人 和那四十个 坐着的人不要动 其他的杀无射 蛇妖冷冷下令 兄弟们 住城墙 荒天地啊 瞇得率领玩家 操控着自己的灵气碎片 组成了一道防线 哄哄哄 但面对树头蛮牛的撞击 他们直接被撞飞 有的甚至被踩了个稀巴烂 一个手持弓箭的玩家 正打算攻击一只狮子 忽然间 脚下树腰的藤蔓出现 将它缠绕成了一个粽子 登上了祭坛的蛇妖 第一时间 就将目光 放在了苏小的身上 它快速地扭动着 尾巴冲向了 守护在那里的玩家 手中三叉戟挥动 一道流水冲刷而去 化作了巨大的拳头杂下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个娇小的身影 一拳轰出 和水流凝聚的拳头 来了个硬碰硬 哄 蛇妖的攻势被化解 而那道人影 只是退了几步 不是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又是谁 想要靠近小神哥哥 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冷冷道 哼 就凭你想阻拦我 二阶五星的实力 蛇妖冷哼 勇气可加 但是脑子不太好使 更加磅礴的力量 在蛇妖的三叉戟上汇聚 强悍的威势 直接将旁边 想要冲过来救援的玩家轰飞出去 而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也承受了泰山压顶般的压力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境界的差距太大了 小神哥哥 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传 碰 碰 碰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蹊跷之中 鲜血长流 身上多处地方鲜血喷出 将它染成了一个血人 哄 将第一狠人大帝笼罩得高大威猛的神魔虚影 似乎发生了质变 竟然变得栩栩如生 背后金色和黑色的光环交相辉映 哄 光芒似要的冰火拳头猛然砸出 宛如天外飞时 黄暴的力量直接冲破了蛇妖的压迫 蛇妖出手阻挡 凝聚出了一双巨大的手掌 两者碰撞 顶刻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碰 蛇妖身形不稳 倒退了好几步 玩家们还没有来得及欢呼 就发现了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倒在了地上 脸色煞白 毫无血色 终究还是败了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传都挡不住 小神哥哥 我尽力了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望着天空 神色感伤 境界差距太大了 虽然成功地施展了不死神魔之躯逆四传 但 拼死一击 终究只是对蛇妖造成了一点点伤害而已 我终究小看了你们 但仅此而已 蛇妖眼中闪过惊叉之色 完全没有想到 一个区区一阶二星的人类信徒 身上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 看起来 这次自己真的是要转翻了 淡淡吐出一句 他静止朝着苏小走去 一只柔弱 无力的手抓住了他的尾巴 想要阻止他前进 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蝼蚁 碰 蛇妖尾巴挥动 直接砸在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手上 将整体手臂砸出了肉酱 狠人妹子 特么的 虐待我们的狠人妹子 你找死 兄弟们 我要去找狗策划报仇 爱是再见 玩家们愤怒地冲了上来 蛇妖轻哼一声 手中三叉戟挥动 将冲上来的玩家们轰飞出去 强悍的力量直接洞穿了防御最强的 你假树玩家 小神 还等什么爆发吧 小神 别装逼了 赶紧出手吧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草 剧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难道这真的就是个游戏bug 要是被这个妖怪赢了 老子一声 嘿 玩家们嘴里疯狂地叫着 可是苏小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别把他们都杀了 控制起来 让他们看我 如何收拾他们的主神的 蛇妖忽然想到一事 止住了正在对玩家们 大沙特沙的狂暴妖兽群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剩余的几十个玩家 全部被控制了起来 动弹不得 蛇妖再无阻拦地接近苏小 面容猙獰地打量着他 哈哈 我终于成功了 蛇妖嘴里发出了一阵古怪的声音 忽然之间变得有些娘娘腔 抬手准备下手 但忽然间他看了一眼四周 那仍旧闭目盘息而坐的 四十个玩家和苏小之间的联系 终究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细细观察起来 有点意思 我果然没猜错 是依靠外力帮忙练化红莲妖火 蛇妖自言自语的同时 苏小的身躯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苏小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扭曲痛苦之色 和四十个玩家的联系也开始波动起来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 才一接一心而已 能够将红莲妖火练化到这个地步 也真是佩服你 多谢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现在该是我来接手的时候了 蛇妖知道 苏小应该是力量不支 有点无法承受最后关头的冲击 如果她不出手的话 那么苏小会反过来被红莲妖火所吞噬掉 到时候 她也要跟着遭殃 蛇妖将一只手放在了苏小的身上 一股阴柔的力量 从她的手臂之中流淌而出 进入了苏小的身体之中 刚刚进入其中 就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阻力 是炙热的火之能量 果然是被苏小炼化得差不多的红莲妖火 在反抗着 红莲妖火的力量 蛇妖感到无比震惊 红莲妖火的狂暴能量 已经将苏小的经脉 摧毁得七零八乱 惨不忍睹 但是 苏小竟然还没有倒下 这要是换作自己 只怕早就被焚烧得灰飞烟灭 此人任性实在是可怕 若是苏小的境界再高那么一些 嘿嘿 结局可能遭殃的是自己 随着蛇妖柔和力量的进入 狂暴的红莲妖火之力 对苏小的影响就小了一半 蛇妖的打算是 帮助苏小将红莲妖火彻底炼化完成 然后将苏小彻底吞噬 因为 那个时刻将会是苏小最脆弱的时刻 现在的苏小 对于他而言 就是一个工具人 呼 祭台上方的那个巨大火球 忽明忽暗 最终在某个时刻破碎开 成为了满地的碎片 而石台上的红莲妖火 也彻底进入苏小的体内 让苏小的右臂上的红芒 也渐渐消失不见 终于 终于在蛇妖的帮助下 红莲妖火被苏小彻底的炼化 现在 该是我把你拿下的时候了 蛇妖冷冷一笑 准备对苏小下手 却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笑声 在他耳边响起 是吗 我得多谢你帮助我 否则我真的有可能走火入魔 魅魔 突然传出来的声音 将蛇妖吓了一跳 猛然间 他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抬起了三叉戟 朝着苏小轰沙而去 但 苏小暗淡的右手 此刻通体火焰缭绕 火焰之中 不少猙獰的巨兽虚像 诡异无比 哄 一拳砸在这三叉戟之上 直接将蛇妖砸飞了出去 突然的变故 使得在场的玩家们 以及妖兽都一脸茫然 苏小不是被蛇妖控制了吗 你 远处的蛇妖 此时不再是蛇妖 而是变成了一个 身材窈窕 充满了魅惑的女子 关键是 她是由一道道白雾组成的 并不是凝食的身体 蛇妖不是蛇妖 更不是羽部落的大人 而是魅魔 只不过 魅魔善变 变成了羽部落妖的模样 将这些妖兽给欺骗了过去 啊 这 咯么的 我就知道 小时候没有那么惨 卧槽 竟然还能有这层反转 简直看呆了我 原来这家伙是魅魔变的 玩个游戏 容易吗我 玩家们此刻都忘记了疼痛 直呼流鼻 而那些妖兽 则是半天都没能反应过来 羽部落的蛇妖大人 咋就突然之间 变成了魅魔去了 苏小活动了一下身子 努力压制住身体的不舒服 虽然有 面对红莲妖火 还是差了一点点火候 到了最后关头 无论如何 也无法将之收服炼化 谁也不知道 苏小在炼化红莲妖火的时候 对外界的动态 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魅惑变换的蛇妖 也在第一时间被他识破 所以 设下了这个局 引诱魅魔放松警惕 并且上当受骗 帮助他一臂之力 将红莲妖火炼化 魅魔以为自己赢了 实际上 最大的赢家是苏小 魅魔盯着苏小 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经过 他可是以诡异多质而著称 属于很难对付的那一类 可是没想到 竟然栽在苏小的手中 为苏小做了嫁衣 死 魅魔身体飘荡 宛如随风荡漾的叶子 嘴里发出了嘶嘶的愤怒之声 没想到我 竟然栽在了你的手里 你可真是 让我刮目相看呢 可惜的是 你的境界太弱了 而且炼化红莲妖火 导致了经脉损伤严重 否则刚才你偷袭的一击 就可以要了我的命呢 哥哥哥 说到最后 魅魔嘴里发出了 哥哥哥的嘲笑声 二阶五星的实力 轰然爆发出来 引起了四周天地之力的波动 形成了一股股的狂风 魅魔身躯化作万千白雾 组合成为了一个猙獰的魔物 朝着苏小扑了过去 手持三叉截砸了下去 既然按得不行 那就直接来明了吧 现在的苏彻 可是无法将红莲妖火的威力 发挥出来的 他还有一战之力 苏小的嘴角微微勾了起来 魅魔的确说得不错 现在的他经脉受损还挺严重的 持续性作战的话 压根就坚持不了多久 但是 魅魔不知道他是有系统和玩家的主神 和别的主神 压根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你说的经脉受损 我认了 但是境界太低的问题 呵呵 一声呵呵落下 苏小整个人的气势 开始了疯狂的攀升 玩家们击杀怪物 会获取额外的信仰原力 苏小从中抽成 刚才一战 玩家击杀的妖兽 没有五千 也有三千了 足以让他将境界提升 好多个小层次 大量的信仰原力 注入了苏小的神格当中 让他的实力开始暴涨 叮 恭喜宿主 神格由一星神师 晋升二星神师 叮 恭喜宿主 神格由二星神师 晋升三星神师 叮 恭喜宿主 神格由五星神师 晋升六星神师 这一次 苏小足足提升了六个小境界 仅仅只需要最后两个小境界 就能够从神师 蜕变成为神师 当然 功劳并不是全都是玩家们 所提供的信仰原力 其中 红莲妖火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信仰 丹药 特殊天才地宝 这些东西都能够温养神格 提升神格等级 红莲妖火 就属于其中的天才地宝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苏彻的身上爆发出来 四周的火焰焚空 让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进攻的魅魔 发现了苏小的变化 猙獰的表情之上 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苏小竟然在短短的一瞬间 境界暴涨这么多 红莲妖火 虽然会有一定的加成作用 可是也没有那么恐怖的 魅魔心念急转 还没有弄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苏小已经出手了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一声轻哼 苏小的身体之中 黑金色的气息钻了出来 瞬间化作了 几米高大的巨人 将他笼罩其中 这黑金之色的巨人 又手臂之上 火焰缭绕 宛如天神下凡一般 威风凛凛 气场强大 猎炎弓出现在手中 刷 一箭射出 巨大的火焰剑 直接飞向了魅魔 眨眼之间 就来到了魅魔的面前 在魅魔的眼中 这只火焰剑 就宛如一轮高高悬挂的 太阳一般 炙热无比 让他无比难受 嘶嘶嘶 下一刻 魅魔的嘴里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那庞大的身躯 也被苏小这一箭轰散 形成了无数细小的白雾团 四处乱窜 这一拳 苏小根本就没有 给魅魔多余的机会 但 可惜的时候 还是没能将魅魔当场秒杀 你不是一般的主神 你究竟是谁 怎么会跑到这种弹丸之地 这些白色雾团 此刻四处飘荡 最终缓缓聚集在了一起 形成了魅魔最初的样子 但是 气息比起刚才弱了一半不止 这个你就不必知道了 苏小强行忍住身体的不舒服 催动神力 准备再次进攻 哥哥哥 还想来 抱歉 我们下次再见了 魅魔忌惮地看了一眼 苏车那火焰缠绕的右臂 产生了退去的意思 他的属性乃是阴属性 最怕的就是阳刚一类的东西 普通的火焰还好 但是一火对他的克制作用太大了 苏小已经将红莲妖火炼化 诸多底牌一起使用 实力比他只强不弱 围巾之际也只有退去 再找办法收拾苏小 毕竟 苏小这群人的身上留下了他的印记 依靠他的诡异和手段 想要拿下苏小 将红莲妖火拿到手 还是很有希望的 哼 想走吗 哪有那么容易 苏小对魅魔的特性是很了解的 内心早就在预防他的逃离 此刻 冷哼一声 右手做出了一个奇怪的手印 被他收服的红莲妖火 漠然出现在掌中心徐徐旋转 妖火大阵 给我封 碰 苏小脚踏四方 身上无尽的火焰 宛如水流一般朝着地下蔓延而去 钻入了地面之中 这个祭坛 其实是为红莲妖火专门设计的 暗地里存在一个妖火大阵 为红莲妖火聚集下方岩浆的能量 来供养他 苏小炼化红莲妖火的时候 就和这个妖火大阵打过交道了 也知晓其催动之法 以他的天资 稍微熟悉一下 催动起来 易如反掌 此刻 整个祭坛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宛如发生地震一般 在祭坛的边缘位置 一束束的红光从地底钻出 在空中扩散 形成了一道飘荡的火墙 炙热的气息 让温度提升了数倍不止 不仅仅困住了魅魔 也困住了那些 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的妖兽 卧槽 小神要放大招了 尼玛 小神 你可不能把我们给弄死了 我去 这就是NPC的大招吗 看着贼吉尔流弊 此刻 无论人或者妖兽 又或者魅魔 脸上都充满了震撼 魅魔眼中的震惊之色 渐渐化作了惊恐 这些反应慢半拍的妖兽 此刻也发出了 震震吼叫之声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 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 魅魔此刻心中充满了不安 有些不知所措 他尝试朝着这堵火焰墙壁冲过去 但只是刚刚靠近 就感觉一股无比炙热的气息 宛如一只猙獰的巨兽 要将它一口吞噬掉 这下魅魔彻底慌了 连靠近都没有办法 如何能够闯过去 这所谓的妖火大阵 至少也是三平等级的阵法 可怕 简直太可怕了 吼吼 吾舅 此时 不少惊恐不安的妖兽 想要冲破这个妖火大阵 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 但是 庞大的身躯触碰到宛如水波纹一般的火焰结界时 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响起 旋即 空气之中多了一股焦糊的味道 这可是红莲妖火为根基布置的大阵 连魅魔都没有办法冲出去 又怎么可能是这些不到二阶的妖兽 能够冲出去的 蠢货 你们不要去送死了 这妖火大阵 对他的力量消耗极大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进攻他 只要此人死掉 那么妖火大阵自然消失 大家也就自由了 魅魔眼珠子转个不停 一道幽暗的光芒落在了这些妖兽的身上 他开始施展自己的魅火之力 鼓动这些妖兽 围经之计 唯有解决苏小 才能够离开 否则 还不知道被困在这里 会被苏小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 吼吼 魅魔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必须放下闲闲 一起进攻这个人类主神 之前那头黑色巨猿 此时再一次挺身而出 傻归傻 但还是有一些智商的 吼吼 这些妖兽 用胸利的目光盯着苏小 把腿就冲了过去 一时之间 整个祭台摇晃得更加厉害 轰隆隆的奔跑声不绝于耳 操 兄弟们 赶紧支援小神 歪日 不要脸的东西 这是群殴啊 这些妖兽将目标转移到了苏小的身上 这些被控制的玩家们自然就解脱了 一看这个情景 他们怎么可能坐得住 角落里 魅魔盯着这一幕 眼珠子转悠了几下 忽然看向祭谈的某个地方 奋出了一小团白雾 慢悠悠地游荡过去 剩余的本体部分 则是蓄力准备进攻 他心中清楚 这些妖兽只能是炮灰 真正要完成致命一击的 还得是他自己 不规则的白雾团 此刻迅速地膨胀 很快化作了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 这怪物足足有十米高大 每只手掌中都握着一件武器 有的是铁锤 有的是大刀 有的是三叉戟 还有的是大印 而整张脸上 没有口鼻耳朵等 就只有一只巨大的眼睛 是竖着长的 看着有点瘆人 这才是魅魔真正的本体 丑陋不堪的怪物 刷 此刻 魅魔挥舞着自己的三头六臂 仿佛在跳大神 一道幽暗的光芒 从他那只巨大的眼睛之中射出 将苏小方圆区域笼罩在其中 精神魅惑 魅魔的想法很好 通过精神魅魔 让苏小陷入短暂的呆滞之中 这个时候 就可以对苏小进行致命打击 一瞬间 苏小感觉自己眼前的景象变幻 自己回到了刚刚穿越过来 震惊天书学院的时候 身前还有一道倩力的身影 正微笑望着他 四周也是无数羡慕祝福的目光 晴空朗朗 流云自在 清风徐徐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让人想要 就一直这样下去 刷 却在此时 苏小脑海之中的神格 突然之间震动起来 苏小的身后 两个巨大的光环浮现 每个光环都是九色交织 形成了一片阴暈绚烂的区域 两个光环代表了苏小 现在神域已经开拓到二星 九色则是代表了神格的品阶 苏小也在这一刻 彻底地清醒过来 九色至尊神格 无懈可击 岂能是一个小小的魅魔 能够魅惑掉的 啊 这这这 见到这两个九色光环 魅魔那只眼睛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特么的 他看见了什么 九色至尊 这天下 竟然还有九色至尊品阶的神格 这苏小 究竟是和方神圣的后裔 九幽天灾欲火 起 此时 清醒过来的苏小 双手捏绝 一朵火红色的莲花 将他整个人托起 刹那之间 地下一道道火红色的火珠爆起 宛如刚刚出窍的利剑 锋利利剑 由下而上 直接刺穿了冲过来的每一头妖兽 直接将它们的躯体 撕裂成为了两半截 鲜血都没有滴落 就被炙热的火焰烤干 此刻 苏小看向发症的魅魔 抬手一挥 四周的火焰快速飞来 在他面前凝聚成为一朵精致的火莲 火莲滋溜溜地旋转 最终花瓣散落 微微停顿之后 化作了无数火红色的利剑 飞向了魅魔 从四面八方将它包围 让它逃无可逃 呼 魅魔慌乱之中 强行凝聚一道白雾墙 挡在自己的身前 可是 这些火红色的利剑无误不破 静止从白雾墙之中穿透过去 随之而来的 就是魅魔渐渐萎缩的身躯 砰 一道火焰从魅魔的身体之中 轰然爆炸开来 瞬间将它包裹 现场就只剩下魅魔的惨叫声 啊 不 我不想死 哥哥 咯 我死了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啊呀 树溪过后 魅魔的声音终于消失 整个祭坛 只剩下了火焰燃烧的琵琶声 一切终于结束了 苏小生吸了一口气 神色放松 扑 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吐了出来 他亮枪退后几步 差点倒在地上 虽然赢了 但是他在经脉受损的情况下 强行战斗 对他身体的负荷 还是太大了 若不是 不死神魔之躯体的强大 只怕刚才的战斗 他自个 率先撑不住了 小神 你别死啊 卧槽 小神 剩下的几十个玩家 此刻纷纷冲了上来 将苏小扶住 苏小看了一眼 差点没笑出声 虽然他已经极力控制 九幽天灾御火的精准度 争取不伤到玩家们 但是 这一个个的 还是被烧成了煤炭 感觉和非洲来的一样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虚 苏小摆了摆手 示意玩家们不用管他 正打算稍微休息一下 忽然发现 魅魔的尸体所在之地 有一颗白色的珠子 正散发着阵阵的寒霜之气 这是 苏小愣了一下 忍受着经脉 被红莲腰火炙烧后的痛苦 起身朝着这颗珠子走去 这片区域的火系能量可不弱 但是这颗珠子 竟然能够散发出 能与之抗衡的寒气 证明这不是反物 好奇之下 苏小来到了魅魔尸体前 抬手一挥 这颗白色的珠子 从地上飞起 落入苏小的手中 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苏小发现了 这珠子上 似乎还有蓝色的水波纹路 似乎是 魅魔的精华 凝聚而成的阴珠 苏小努力地翻 找着自己的记忆 终于想起来了 魅魔来自极阴之地 死后能够凝聚成为一颗 拥有极寒之力的阴珠 不过 并不是每个魅魔 都会凝聚这样的珠子 只有那些品级比较高 来自极阴之地 吸收过极阴之力的魅魔 才有资格凝聚这样的珠子 这种珠子 是炼制丹药的珍贵材料 对于修炼寒冰属性之力的主食而言 也是非常有用的 没想到 我竟然遇到了这种东西 苏小脸上浮现一抹喜色 他经脉所受之伤 是火系能量肆虐所造成的 需要水系类的丹药 才能够快速修复 毕竟 水火相克 这魅魔死后凝结的阴珠 拥有极寒极阴之力 理论上讲 比水系类的丹药 还要好用一些 丁 恭喜您击杀了魅魔 完成了系统任务 奖励 上古灵田培育之法 上古灵药种植之法 上古妖宠培育之法 忽然间 系统的声音 在苏小的脑海之中 想起提示任务完成 苏小很高兴 奖励的东西 都是和神朝的建设 和发展有关的东西 这是以后提升神朝实力 和等级的重要物品之一 也可以是苏小的 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 而且 上古之法 和一般的培育之法 可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 到时候 玩家们搞不好 能够培育出一些 稀释罕见的神药 也不一定 扑 忽然间 苏小的嘴角 又溢出了一抹鲜血 体内的伤势在加重 苏小看向玩家们 吩咐了一句 你们先自个恢复一下力量 有伤的先疗伤 等我将伤势控制住 然后再把这里的妖兽处理一下 有些宝贝 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浪费掉 苏小目光 看向了一开始 被雕哥给干掉的几个二截兽王 能够成为兽王 自然是与众不同的 明白 Hola 小神你自个撸去吧 我们先来点烧烤 填饱肚子再说 玩家们此刻彻底放松下来 刚才苏小一战 直接将外围 那剩余的上千头妖兽 但是只要不痛 完全不影响他们吃烧烤的心 苏小无奈地摇了摇头 赶紧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拿出了刚才的阴珠 虽然就这样服用 会有许多的杂质 但是它本身具有红莲妖火 可以驱除杂质 一来一去 相当于一个净化效果 阴珠入口 一股极强的寒冰之力 瞬间冰冻苏小的嘴唇 苏小感觉 嘴巴都快被动得麻木了 还好他早有预料 直接调动了体内的红莲妖火 与之对抗 修复自身受损的经脉 蛮荒森林深处 几大大山围绕的峡谷之中 一个古老的寨子依山而建 寨子之中的房屋 大多都是竹子编制 带着不会腐烂的树叶 或者草类植物 看着别有特色 在寨子的后山位置 还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图腾 寨子之中 不少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蛇的妖症 在寨子之中活动着 这些蛇妖 便是真正的妖 也是这片区域 唯一的一个妖族部落 与部落 救 此时 远处的山林之中 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叫声 远远望去 山林的上空 一只巨大的鸟 快速地朝着寨子飞来 落在了寨子的外面 与部落的大人 夭月洞天的祭祀大会 被人族的主神闯了进去 造成了大量的伤害 天火也可能存在危险 请大人协助 这只鸟落地的刹那 就哇哇地冲寨子里面 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刷 莫然间 数个蛇妖快速 从寨子里面冲了出来 神色震惊地 盯着眼前传讯的鸟 什么 天火被抢了 一道惊恐的声音响起 恐怖的威势 压向了这只鸟 不 不知道 我赶来的时候 我们妖狩正在被涂漏 与部落距离 妖月洞天所在的位置 有好几百公里 故而 这只鸟赶路 还是花费了不少时间的 废物 我们必须赶紧通知 族中长老 问话的蛇妖骂了一句 转身朝着寨子之中走去 片刻后 数个蛇妖直接遇空 朝着妖月洞天的位置 赶去 一层层的白霜凝聚 将苏小覆盖成为了一个冰人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层冰缓缓地融化 最终消失不见 苏小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的疲惫之色消失不见 变得神采奕奕 虽然 未能够将体内经脉 修复至百分之百原样 但是也修复了百分之八十 已经不影响 他做任何事情 小神醒了 小神 你好了吗 小神 专门给你留的牛鞭 你从这里开始含着吃 玩家们见到苏小醒来 纷纷跑上前来询问 差不多吧 苏小笑了笑 接过了一串烧烤 现在 我教你们一些 关于妖兽身体上宝贝的知识 苏小来到了几头二阶兽王的面前 开始了解剖过程 首先 妖单是必须留下的 还有 这些坚硬的皮和脚 是不可多得的制造材料 另外 兽王的身体 之中有一根领骨 是打造极拼武器的好东西 苏小很快从牛王的尸体中 取出了一块手臂粗大的骨头 只有兽王的体内才可能存在 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小神 你懂得这儿 牛鞭才是好东西 你才懂得这儿 牛逼才是好东西 玩家们一边和苏小调侃着 一边帮助苏小清理战利品 没过一会儿 就把最珍贵的材料 物品整理了出来 小神 救我 我被人裹挟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在耳边响起 引起了大家伙的注意 听见这个熟悉的声音 苏小和玩家们都是愣了一下 这是雕哥的声音 雕哥这货 又干了什么人生共分的事情 转头望去 就看见雕哥正站在站到的那端 脸上充满了痛苦的表情 在雕哥的身边 还有一个拿着扇子的白衣男子 此刻正在打量着满地的妖兽尸体 雕哥 你叫什么呢 你不是去摘果子吗 怎么带了个小白脸回来 不会是小白虎变的吧 卧槽 雕哥真会玩 此时 听见了玩家们的声音 这个白衣男子也转过身来 正想开口的他 忽然注意到 这群宛如木炭一样的家伙 神色不由一正 尤其是 看见不少玩家缺胳膊断腿 有的脑袋还是扁的 变得更加震惊了 这是人族的哪个品种 长得这么黑也就算了 还大部分都是残废 白衣男子想了好一会儿 也想不起来 人族还有这个品种吗 又看了看旁边的赤眼虎 他感觉这些家伙 还是有点东西 竟然能够和妖兽和平共处 那么的 这个NPC好像在鄙视我们 你好 我丢雷老母 Hello You mama boom 玩家们当然不甘示弱 又是粤语 又是英语的 白衣男子文言 眉头皱得老高 这特么是什么鸟语 他总感觉 这群家伙在骂他 兄弟们 似乎剧情有点不对劲 雕哥好像是真的被裹挟了 这家伙 好像是个NPC 玩归玩 闹归闹 玩家们此刻也发现 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敢问阁下是谁 为什么要挟持他 苏小看着此人 眼神有些不善 他一眼就看穿了 这个白衣男子是一个主神 一个主神突然出现在这里 还挟持了他的信徒 这当中的意图 自然有些不言而喻了 看着白衣男子的穿着打扮 还有手中那把制作不凡的扇子 苏小可以猜得到 此人身份应该不凡 哦 原来你就是他的主神 只是一个神师而已吗 白衣男子上下 打量了苏小几眼之后 嘴角勾勒起了一抹微笑 看这里遍地的妖兽尸体 他还有些忌惮 雕割的主神是多么厉害 现在一看 不过如此 我乃是神不成赵王府的世子赵云祥 路过这里 打算前来看看这里的宝物 看样子 你应该是把东西弄到手了 本世子给你一个机会 把东西乖乖交出来 我可饶你不死 这个名叫赵云祥的白衣男子 摇晃着手中的扇子 笑眯眯地盯着苏小 一副笑里藏刀的模样 与太神情之中的傲然 以及居高临下 让人非常不舒服 我特么 搞了半天是遇到了贼 笑声 干他 忍不住了 我要干这个NPC 玩家们说着 赵云祥见状 抬脚猛然踩在战道之上 一股巨大的力量 让战道震荡起来 晃动不止 他原本只是 想要借此机会 威慑一下苏小等人 但没想到 这一脚过后 战道祭坛这头某处地方 发出了咔嚓的一声响动 整条战道 竟然是松动了许多 有种脱离祭坛的趋势 而 这个变故 也让祭坛的位置 朝着下方的熔岩湖下降了一些 摇摇欲坠 苏小不由大惊 如果没有赵云祥这一脚 还能勉强稳住 但这一脚 却是让符文基石报废大半 只需要再来一脚 估计这战道 就得脱离祭坛 脱离了战道连接的祭坛 竟然坠入下方沿江湖之中 咦 似乎老天爷也不站在你们那边 别把我当傻子 先把东西交出来 我确认无误之后 自然放你们一条生路 赵云祥 出自世家 也不是傻子 这里死了这么多的妖兽 可不是一般主神能办到的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将苏小放过来 歪日 被这小白脸裹挟了 玩家们此刻气得不行 苏小皱了皱眉 知道这事 肯定没法蒙骗过去 眉头一挑 他直接施展出了疾风布 冲上来战斗 想要在赵云祥没反应过来之时 将赵云祥击退 趁机通过这个战斗 然后将其击败 与此同时 苏小的手中 猎岩弓出现 一只寒冰之剑 快速射向了赵云祥 哼 不识台剑 区区一个神师 你拿什么在我面前嚣张 赵云祥早有预料 见到寒冰剑飞来 手中扇子挥动 直接让雕哥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碰 雕哥被冰剑穿透 化作了冰雕 死不瞑目 赵云祥 没有多余的动作 手中扇子再次挥动 一道狂风之力 朝着战斗轰去 那本就摇摇欲坠的战斗 在受到了这股 强大的力量震荡之后 那祭坛那端的符文基石 也终于裂开 成为了碎石 整个战斗向着下方 沿江湖坠落 苏小无奈之下 只能借力往后猛地一跃 一个完美的空帆 朝着身后的祭坛落去 苏小完全没想到 赵云祥会如此狠辣 他以为 赵云祥为了获得红莲妖火 不会轻易毁掉战斗 因为 他苏小死了 也代表着 赵云祥会永远失去红莲妖火 可苏小并没有猜中 赵云祥只是知道 这里存在宝物 并不知道这是异火 他要是知道 这里的宝物是异火的话 打死也不会毁掉战斗 而是会想方设法 获取异火 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 赵云祥冷冷 看着苏小等人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赵家在神木城 可是世家 权力地位都非常高 宝物自然也多 此来蛮荒森林寻宝 只是乐趣而已 并没有想过 要真正地弄到手 所以 自然一点也不心疼 看玩家们恐慌的表情 赵云祥感觉心中 充斥着一股愉悦之感 四个战斗的作用 一是为了连接 悬崖和祭坛 形成了通道 二则是为了维持着祭坛 悬浮在空中 不会掉落下去 轰轰轰 失去了战斗连接的祭坛 此刻开始 剧烈地摇晃起来 整个祭坛缓缓地 朝着下方的 岩浆之中坠落 突然的下坠 让苏小和玩家们 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小神 卧槽 好吓人啊 小神 草特么的 这狗日的小白脸 竟然如此阴毒 老子一定不会饶了他 玩家们此刻 脸上都带着绝望的表情 好好 剩余的赤眼虎 此刻也发出了 不安的吼叫声 紧张的气氛 在空气之中弥漫着 不过 或许是融将虎火之气息 形成的风压 往上的推动作用 这祭坛在下降到了 一定的距离之后 竟然停止了 停止坠落的祭坛 在气息的推动之下 左右飘荡 摇摇晃晃 压根就无法保持平衡 只要下方的火之气息 形成的风压 产生稍微大一点的变化 这祭坛 就会再次降落 咦 没想到你们 竟然还有这种运气 可真是有点意思 上方的赵云祥 见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 诧异的表情 很快这抹诧异 就变成了戏血 他干脆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想要看看这祭坛 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苏小没有理会赵云祥 趁此机会 打量这四周的悬崖 以及下方的岩浆湖 心思急转 想要看看 有没有办法逃离 下方的岩浆湖泊 若是坠落其中 玩家们死了还能复活 可他苏小生命 只有一次 他虽然融合了红莲妖火 可是也不可能 在岩浆之中 长时间存活 如今之际 除非他会飞 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 落入岩浆之中 忽然之间 苏小注意到了 祭坛的南边方位 那里的悬崖边上 有一块突出来的飞石 足足达到了上百米长 是祭坛和悬崖边上 最近的地方 这个距离 他倒是有办法 让玩家们和赤岩虎 逃离到这块巨石上 但 他自个却没有办法离开 小生 现在该怎么办 玩家们六声无主地盯着苏小 要么会飞 要么就坠落岩浆之中 下方的岩浆湖情况不明 地势不明 掉入岩浆湖之中 可能存在一定的转机 但是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判断 这个转机机会非常渺茫 几乎不会存在 我倒是有办法 让你们离开 可是我自己去不行 干脆我先送你们上去之后 你们看有没有什么工具 可以把我就上去 苏小看了一眼 这些玩家 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 总之 不能坐以待毙 卧槽 怎么能这样 我们可以死 小神要是死了 那这游戏 岂不是不能玩了 尼玛 狗策划 竟然还搞这种白痴剧情 这游戏公司 是不想赚钱了吗 玩家们此刻 黑着一张脸 嗨嗨 虽然他们和木炭一样黑 看不出来 脸黑成了什么样子 但是可以感觉出来脸很黑 小神 传送阵法行吗 让科学家 布置一个传送阵法 就搞定了 科学家呢 在不在 赶紧弄一个传送阵法呀 有玩家想要 寻找科学家的身影 但是 发现科学家 早就不在人群之中 应该是之前妖兽 登上祭坛 发生暴乱的时候 被打死了 不行 没有材料 苏小摇头 传送阵法 倒是能够出去 问题是没有材料 怎么布置 兄弟们 你们似乎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给小神做嫁衣呀 扛着 火锅闯一届 此刻忽然想到了 什么开口道 什么 玩家们纷纷 记得上次小神在赤眼虎一族所在地 出场从天而降的场景吗 兵系发力构建的腾云含冰梯 只要小神送 我们上去之后 我们可以在上边帮助小神构建腾云冰梯 将小神接上去 扛着火锅闯一届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啪 一个玩家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 哎呦我去 老子怎么就忘了这件事情了 没错 这个操作完全可行 兄弟们 小神有救了 哦叶 我们上去干死这个龟儿子的 找到了办法 玩家们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洁白的牙齿 在漆黑的面孔上 显得格外的灿烂 苏小也是眼眸一亮 这个之前用来装逼的手法 现在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完全可行的 说干就干 苏小和玩家们 来到了祭坛的南边位置 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点 苏小快速运转体内的神力 聚集在自己的右掌之上 某一刻 他抬手一挥 轻哼一声 寒冰起 以苏小为起点 一条寒冰凝聚成的通道 迅速地朝着悬崖边上的那块石头 延伸而去 淡蓝色的寒冰通道 散发着薄薄的寒气 横跨在熔江湖的上方 蓝白之色和火红之色 对比鲜明 看着具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如果不是魅魔提供的那颗阴珠 让苏小体内 对寒冰蒸气的掌握程度 以及施展寒冰之力的威力增加 他肯定无法凝聚 长达几百米的寒冰桥 更无法坚持到 把玩家们和赤眼虎 送上悬崖边上 即便是如此 因为火系能量过于庞大的缘故 也让苏小有些吃力 刷 寒冰桥还没有沟通悬崖 苏小直接撤回了自己的神力 寒冰桥消耗的速度很快 对他的神力消耗过于巨大 这样肯定不行 如果能够减少火系能量 对寒冰桥的消耗 那么问题就小很多了 有了 苏小猛然之间 想到了玩家们创造出的冰火两重天 如果 将火属性的和冰属性 融合在一起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或许 对于别人很难 但是对于苏小和玩家们 一点都不难啊 常规操作而已 呼 苏小这次 直接调动红莲妖火之力 和寒冰之力 利用之前的技巧 将两者揉合在一起 于是乎 一道由火焰和寒冰组建的冰火桥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桥的上方 寒气震震 桥的下方 则是火焰缭绕 而这些由苏小神力构建的火焰 和下方的火属性能量不太相同 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将下方岩浆湖大量的火系能量给抵消掉 让寒冰融化的速度减少了大半 很快 一座寒冰火焰桥就搭建好了 在苏小的招呼下 玩家们骑着赤岩虎 登上了这座临时构建的桥梁 快速地朝着前方奔袭而去 赵云祥本来坐在一旁看戏 想要看看苏小和玩家们上蹿下跳 在绝望着死去的样子 可没想到 苏小弄出了这样一座冰火之桥 赵云祥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 他猛然直起身来 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 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赵云祥表示 老子这是眼花了吗 什么时候水火还能相容啊 这恐怕是小神级别的存在 都难以做到的 蛮荒森林这算荒原之地 怎么会有这种流鼻的人物存在 但是 让赵云祥震惊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此时 在玩家们的努力下 已经用不到实习的时间 就全部通过了这座冰火桥 让苏小承担了最小的压力 小神 现在轮到你了 玩家们登陆成功之后 很快就摆好了阵型 准备迎接苏小 稍等一下 苏小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还没有做 和玩家们打了一声招呼 就朝着祭坛中央区域而去 妖火大阵的核心阵盘 这个祭坛 以及红莲妖火 乃是曾经统一赤云虎一族的那位主神的东西 九幽天灾御火 则是根据红莲妖火创造出来的神迹 九幽天灾御火 除了红莲妖火 对其有额外的加成作用外 还有这个妖火大阵 以妖火大阵将敌人困住 然后再施展九幽天灾御火 那威能至少提升两倍以上 即便是境界比苏小高一个大境界的人在里面 也绝对承受不住九幽天灾御火 配合妖火大阵所带来的恐怖伤害 故而 妖火大阵肯定是不能放弃掉的 花了最少的时间 将妖火大阵的核心阵盘 从土地里抠了出来 苏小回到了最初的位置 此时 第一个玩家的冰火两重天之剑 朝着苏小的方向射了过来 在抵达苏小面前的时候爆开 形成了一个台阶 苏小纵身一跃 稳稳当当地落在了这个冰火台阶之上 很快 第二只冰火两重天之剑 出现在了苏小的面前 形成了第二个台阶 随后是第三个 第三个 虽然玩家们凝聚的台阶和苏小比较起来 无论是持续时间和硬度都差了很多 但是 他们人数众多 冰火台阶形成快速 能够让苏小保持 不会掉落在岩浆湖之中 一个个的台阶形成 苏小踏步上 稳稳当当 不远处的赵云祥 简直看待了 苏小作为主神 能够将冰火属性融合在一起 已经让他够吃惊了 没想到 连苏小的信徒都能够做得到 这尼玛 还是信徒吗 他怎么感觉 在场每一个人 都有成为主神的前置 这些家伙竟然还能想出 这种亮瞎眼球的操作 实在是过于震撼 刷 最后一步 苏小一个纵身空翻 落在了石台之上 稳稳当当 转身看去 就那座破碎的祭坛 摇摇晃晃片刻之后 一个不稳 继续坠落在溶江之中 天哪 好险啊 要是再晚一点 那么小神就变成了考神去了 小神 报仇 玩家们此刻 将目光投向了 斜对面的赵云祥 一个个脸上 都浮现出愤怒的表情 走 苏小脸色有些冰冷地说了一句 就朝着赵云祥的方向而去 很快就来到了赵云祥的面前 麻痹的 小神 你别拦着我 我要射他 小神 借你的功用一下 玩家们一边嚷嚷着 一边就准备动手 你们去 就只能当炮灰 这次还是我来吧 苏小微微抬手 示意他们后撤 淡淡的神力气息弥漫 他体内红莲妖火 开始躁动起来 很快 又手臂就变成了暗红之色 无数莲花状的火纹浮现又消失 与此同时 苏小手中的猎炎弓也燃烧起来 显得极为绚烂 红莲妖火可以增加爆发力 正好拿赵云祥来使刀 看看威力如何 赵云祥从愣神之中醒来 看向气势汹汹的苏小和玩家们 眼皮子跳动了几下 他没有选择离开 反而是恢复了之前 居高灵下的表情 苏小只是神师 而他是神使 两者之间存在之的差距 而且他对苏小 能够融合冰火属性的功法很兴趣 本以为就是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 还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收获 赵云祥自语一句 看着苏小那暗红色的手臂 还有三品烈焰弓 眉头微微挑起 不得不承认 苏小还真是有点底子的 赵云祥手中折扇煽动几下 一股属于神使才有的神力气息 从脚底生出 将它彻底包裹在其中 刷 此时 苏小手中的烈焰弓已经射出 有了红莲妖火的加持之后 冰火两重天之剑更具实质 宛如真的一样 无论是速度 还是气势 都提升了不少 因为苏小这一剑 四周的空气都产生了撕裂的破空声 赵云祥手中折扇挥动 刹那之间形成了一股狂风之剑 朝着苏小的冰火两重天之剑而去 竟然是想要硬碰硬 在他看来 苏小这冰火两重天之剑 仅仅只是徒有其表罢了 哼 下一刻 冰火两重天之剑和狂风之剑 已经碰撞到了一起 两者相互抵消 竟然是打了一个旗鼓相当 赵云祥眉头微微挑起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苏小气息大概只是六星神师而已 竟然可以和他这个五星神使战个平手 但这似乎有点离谱 就这点实力吗 似乎不太够 狂风剑 赵云祥收起了细耍的心思 手中扇子一盒插在了腰上 不知道从哪儿拿出来了一把秋水般的长剑 一剑斩出 狂风之力聚集 化作了恐怖的剑芒 朝着苏小袭来 苏小对刚才表现挺满意的 因为单单凭借红莲妖火带来的加成 他已然能够和五星神使普通一级对抗 若是再加上不死神魔之躯呢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刷 开启了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的苏小 此刻气势暴涨 又手臂的暗红色火焰光芒也亮了许多 现在的苏小 好比身上具有三层封印 没解封一层 实力就会拔高一个档次 红莲妖火是第一层 逆转的不死神魔之躯 加红莲妖火是第二层 第三层则是逆转不死神魔之躯全开之后 配合红莲妖火施展出的九幽天灾浴火 快看 小神开二档威力了 妈呀 啥时候我又这么帅气就好了 玩家们在旁边看得嘖嘖撑齐 一剑射出 狂暴的力量 直接将赵云祥的剑芒搅得稀巴烂 余威不止 快速袭击赵云祥 赵云祥显然没料到 自己竟然溃败得如此惨 来不及反应便被命中瞬间倒飞出去 小神流变 不愧是我的偶像 这一剑简直太帅了 一剑秒杀 我特么直接吹爆 一旁观战的玩家们兴奋地手舞足蹈 苏小看向远处被寒冰包裹 其内火焰灼烧的赵云祥 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 和他的预测差不多 经脉恢复之后 基本上能够发挥出红莲妖火的实力 配合逆转的不死神魔之躯 五星神石也不在话下 若是开三档的话 那么七星神石也能打个平手 甚至八星神石也可以勉强一战 上古基础神迹 逆天功法 一火 组合在一起 就是这么流变 哎呀呀 此时的赵云祥还没有死去 火焰灼烧的痛苦 让他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碰 下一刻 包裹他的冰层直接被冲破 他整个人从地上站了起来 嘴角溢血 头发凌乱 上半身衣服都没了 就只剩下了一个金黄色的内甲 还能站起来 苏小目光落在了 这金黄色的内甲之上 发现金黄色的内甲也有些凹陷 存在明显的损伤 应该是他刚才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造成的 不愧是富贵人家 还有这等防御宝贝 你彻底地惹怒了我 找死 封剑 赵云祥满脸猙獰之色 手中长剑滑动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苏小愣了一下 眉头骤然挑起 施展出了张大仙惯用技能 一行 两个字落下 苏小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而此时 赵云祥出现在了苏小刚才站立的位置前 一剑刺出 什么 怎么会 赵云祥修炼的乃是封属性之道 而封镜则是他最强大的一招 施展出来之后 可以进行短距离的快速迁移 眨眼极致 往往施展出这招 敌人都闪避不及 会被他一剑秒杀 可没想到 苏小竟然也消失不见了 而且 苏小这个神迹 有种和他如出一辙 甚至清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 幻影 一道声音 骤然在赵云祥耳边响起 差点将赵云祥 吓得魂飞魄散 来不及反应 苏小手掌已经击中他 碰 赵云祥感觉自己 像是中了一剂闷棍 眼貌惊心 整个人一头直接栽倒在地上 我可是神不成赵家柿子 你敢伤我 不得好死 赵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赵云祥嘴里咆哮着 这下彻底破防了 刚刚说完 就感觉脑门上冰寒 和炙热气息 侵蚀而来 抬头望去 苏小手中的猎炎弓 凝聚出了一只红蓝光芒闪烁的 冰火两重天之剑 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只需要一个瞬间 就能射爆他的脑门 我不管你赵家还是李家 你既然想要置我于死地 那么很抱歉 你也别想活 刷 冰火两重天之剑 轰然爆发 不过并没有射穿赵云祥的脑袋 而是将赵云祥给击晕 小神 你怎么不杀了他 玩家们此刻纷纷围了过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苏小 留着他还有一点用 暂时不能杀 小神 难不成你想要驯服他 这是开启新剧情任务的 关键人物吗 面对玩家们的猜测 苏小淡淡地摇了摇头 不是 是关于万妖祭祀大会的事情 万妖祭祀大会的身后 是妖族与部落 红莲妖火被我拿走了 与部落迟早会知道 很容易就查到我们头上 是个麻烦事 我们不宜树敌太多 所以需要一个挡箭牌 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苏小解释道 万妖祭祀大会 祭祀的是红莲妖火 而这背后的主使者 是妖族与部落 与部落的妖 肯定知道这红莲妖火 非不凡之物 不然何苦搞这什么万妖大会 只是 有一点苏小一直很疑惑 究竟存在什么原因 让与部落 没有直接把红莲妖火 掌控在手中 而是一只留在这里 甚至就连这祭祀大会 也并无一人前来主持 不愧是小神 竟然还想到了这一层 移花接木 卧槽 三十六计啊 玩家们此刻也明白了原委 纷纷对苏小 竖起了大拇指 所以 小神 你避避了这么半天 这剑能给我吗 一个玩家拿起了 赵云祥使用的长剑 木露贪婪之色 我去 这扇子归我了 这内甲归我了 它 菊花归我了 苏小 东西全部上缴 到时候用信仰臂兑换 苏小无语地说了一句 赵云祥使用的零件可是三品 这内甲也是三品的 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给他们 当然是要榨干 他们的信仰原理才行 嗯 这是什么 忽然间 苏小注意到 赵云祥的手指上 有一枚古朴的戒指 似乎是 空间戒指 苏小注入了一丝的神念 发现这玩意 还真是一个空间戒指 里面的架子上 摆放着好几瓶丹药 还有一些低阶的功法和神迹 和大量的神朝建设材料 竟然还有符文基石 随后 苏小又发现了一些符文基石 这可是许多神朝神主神殿 传送阵 守护阵法等 都需要用到的 咦 竟然还有药苗 很快 苏小又发现了一堆灵药药苗 刚好 系统奖励了灵田培育 还有灵药种植之法 可以将这些灵药药苗种下去 到时候用来炼制丹药 给自己和玩家们提升实力 这是清灵草 苏小陡然间 又发现了一株 快要成熟的三品灵药 不由眼中露出欣喜之色 神师晋升神使的时候 会存在心结 若是失败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神格受损 境界下跌 这时候 往往需要一颗清灵丹 清除业障 而效果最好的就是 清灵草为主要炼制的清灵丹 苏小原本还在 为清灵丹的事情发愁呢 没想到赵云祥 直接被材料送上门来了 还有这么多的妖兽灵骨 内丹 这次妖月洞天之行 可真是赚大了 好了 现在我们先离开这里 想一下 如何利用赵云祥 去报我们的顶报 苏小对几个玩家说了一声 然后朝着妖月洞天外面去 而随着苏小等人离去 妖月洞天几百里外 与部落的蛇妖 也在快速靠近着 十分钟后 妖月洞天外的一处密林之中 玩家们的身影出现在了苏小的面前 哎呀 小神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呸呸 乌鸦嘴 滚一边去 小神如此威猛 怎么可能会死 不少玩家见到苏小 眼中金光闪闪 小神 来拨一个 滚 雕哥上前 张开双臂 就想亲一口 直接被苏小一脚给踹开 各位玩家 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把大家召集而来 是让大家帮着出谋划策的 苏小知道 不能担得太多的时间 直接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大家 大家伙一听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都怒不可遏 我恨不得 一接赵公子 我丢 这人这么流鼻的吗 狗策划 居然还设计了这种人物 在哪呢 我给他点颜色瞧瞧 这狗日的 把我弄惨了 愤怒的雕哥 来到了赵云祥的面前 此刻的赵云祥 仍旧双目紧闭 脸色煞白 气若油丝 雕哥踹了他一脚 然后就解开了裤子 卧槽 雕哥 你想干嘛 你不会是想要那啥吧 雕哥口味真重 雕哥 待会儿记得描述一下 是什么感觉 玩家们在嗶嗶几句之后 纷纷无语地 将头转了过去 雕哥 我帮你录视频 熊二 贼眉鼠眼地凑到了 雕哥的旁边 找了个适合的位置 打开了视频录制功能 雕哥 你们特么地想什么 我就是想给他点颜色 懂吗 一个个跟个什么似的 行了 都严肃点 现在事情还没解决完 看见这群活跃的沙雕 苏小无奈地制止道 这些家伙太能整活了 嘘 别说话 给小神一点面子 所以 大家伙 如何才能将这个家伙推出去 骗过与部落蛇妖的眼睛 让他们把赵公子当作小神 甚至把怒火牵连到神木城赵家的身上 宇文老师率先开启了话题 这个简单 告诉他们 小神就是赵公子 赵公子就是小神不就行了吗 熊二挠了脑脑袋 一脸憨逼地说道 他本事随口一说 但大家伙觉得 还真有些道理 蛇妖又不知道小神的身份 让苏小冒充一下赵公子 充当赵家世子 问题并不大 简单的毛线 你当蛇妖都是沙比亚 那么多妖兽见过小神的样子 让他去冒充小神 随便找一头妖兽来问问就揭穿了 无奈 德马西亚补充道 这个问题 也很好解决 把这个家伙 易容成为小神的样子 不就行了 荒天地牙咩地 站出来道 我擦 似乎可行 但是 问题又来了 谁会易容术 小神 你会易容吗 玩家们又看向苏小 苏小摇了摇头 玩家们刚刚说到这些 他早就想过了 关键就是 他还真不会易容术 而且 易容方面的神迹 基本上都是改变自身容貌 还没听过 能改变别人的容貌的 哼 说到易容术 你忘了亚洲四大神术 制易容术了 化个妆而已 多简单的事情 这家伙的脸型和五官 都还挺精致 和小神差不了太远 靠我的技术 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 问题不太大 一个ID叫做 美妆博主的男玩家挺身而出 脸上挂着自信满满之色 我去 你一个男的 居然喜欢化妆 众玩家震惊地望着他 男的 抱歉 人家是女生呢 你没看出来吧 此时 这个美妆博主 伸手在脸上撕扯了几下 一张皱巴巴的皮 就出现在他手中 与此同时 一张漂亮的面孔 也呈现在大家伙面前 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 都可以用来美容化妆 你们怕是没想到吧 卧槽 尼玛 果然是亚洲四大邪术之一 所以 那天晚上 我摸到的东西 不是馒头 一个男玩家男男道 What 你肯定趁老娘下线的时候 做了什么 意外爆出的料 点燃了战火 安静 到安静点 事情还没有完 你们这些所谓的伪装 真是漏洞百出 说到伪装 我不得不插一句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除了小神和我 这时候 一个高亢的声音 打断了喧哗声 原来我是曹贼 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 试想 赵家乃是神木城大家 势力庞大 他们肯定会前来探查 到时候 若是和宇部落的蛇妖碰上 很容易就能够揭穿这个假象 这种简单的义容 或许可以骗过蛇妖 但绝对骗不过赵家人 小神是不是 原来我是曹贼 看着苏小 笑道 苏小点了点头 没错 的确如此 气息 血脉 骨头 都可以当做检测的手段 不可能只看面容 这也是苏小 为什么没有立刻行动的缘故 目前为止 仅仅只是义容 冒充身份 真的是漏洞百出 到时候真相大白 两边一起针对他 反而起到反作用了 如何让他们不会联想到 这是假象 这需要使用到信息伪装的理论 简单的说 可以人为制造 表明赵公子身份的东西 就是 别人只需要看一眼 就能够知道 他是神木城赵公子 表明赵公子身份的东西 这把剑 或者这件内甲 又或者那个空间戒指 你的意思是 苏小眼眸渐渐亮了起来 原来我是曹贼 黑黑一笑 没错 利用易容术和信息差 再演一场戏 让蛇妖物认为 赵公子就是他们要找的小神 然后拿着赵公子的东西 去找神木城报仇 然后 再利用赵公子的贴身之物 让他们觉得 蛇妖弄死的人 就是他们的柿子 当然 前提是 赵公子的尸首必须毁掉 听到了这里 苏小村是彻底明白了 玩家们也想通了 这一套套的 真是够高明啊 擦 不愧是曹贼 果然枭雄之之 妖月洞天之外 树道身影从空中落下 站在了林中 看着进入妖月洞天的巨大入口 一动不动 到了 妖月洞天 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 这些身影 正是从与部落寨子之中 快马加鞭赶来的蛇妖 还有那只前来报信的鸟 说话的领头蛇妖 乃是与部落的长老 位高权重 境界已经超越了三阶 达到了四阶 实力非常恐怖 而他身旁的蛇妖 也都是三阶之上的实力 这个阵容里面的随便一个人 目前为止 基本上都能够单挑苏小的天庭神潮 营角长老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会不会太过于冒险了 一个蛇妖 此时看着妖月洞天入口 眼中浮现出了一抹忌惮之色 红莲妖火被与部落发现了几十年 但是为何一直放之认知 甚至让万妖对其祭祀 也没有将之拿下 原因有二 第一 目前与部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 将红莲妖火给征服炼化 第二 妖月洞天乃是一位主神的洞府 这位主神和与部落的主神 刚好是仇敌 只要与部落的生灵进入其中 那么就会遭受了诅咒的气息 生命消退 第二个原因就是 为何这么多届万妖大会 却没有一个与部落之妖参与的缘故 而万妖祭祀大会的目的 正是为了消除这诅咒的气息 好让与部落的妖也能够进入其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计划的进度也完成了大半 就差那么最后一点时间 可没想到竟然出事了 进去 必须进去看看 我要确认 红莲妖火还在不在 若是不在的话 那个人类主神 必要承受我与部落的怒火 银角长老眼神阴质 恐怖的气息随之蔓延而出 形成了一道水目光照 将自己笼罩在其中 你们在这里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出来 鲸鱼鸟和我进去就行了 凭我的实力 受点损失算不得什么 撂下一句话之后 银角长老就召唤着那只鸟 朝着妖月洞天之中走去 殊不知 妖月洞天的悬崖之上 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正盯着这一幕 兄弟们 赶紧准备 反派登场了 你们千万不要给眼砸了 这位玩家将消息传给了 早就准备好了的玩家们 此刻 妖月洞天的某个地方 几十个玩家 正坐在地上悠闲地吃着烧烤 在他们旁边不远处 则是躺在地上 已然死去的苏小 嗨嗨 不对 应该是化妆成为苏小的赵云祥 和玩家们确定了策略之后 苏小直接将赵云祥杀掉 将他的神格收了起来 此刻的赵云祥 就是一具死尸 不过被苏小稍微改造了一下 待会还有点用处 草 别他妈吃了 开机了 兄弟们 记得哭的时候真切点 别太假了 到时候 我看我脸色形式 脸色形式 几十个木炭一般的玩家 望着这个说话的人 大眼瞪小眼 你特么来给我表演一个 怎么看脸色形式 这几十个玩家 自然就是充当演员和炮灰的角色了 他们被火焰灼烧 全身和黑炭差不多 受伤还挺重的 如果治疗的话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还有许多药材 计划了一番 还不如直接送死复活 来得轻松呢 收拾了一番 一群人将烧烤糊乱的塞进口里吃掉后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 快快 纸钱准备好没有 白布记在额头上 各位演员各救各位 准备 开始 刷 一个玩家手中抓着一把纸钱 朝天空洒去 顿时这些纸钱随风而荡 飘飘扬扬地 朝着各个地方散落 旁边 数个玩家直接跪在了赵云祥的面前 不停磕头 嘴里放声大哭 哇哇直叫 啊 我的啊 你死得好惨啊 那么的你杀笔吧 台词不对 赶紧改过来 啊 我的神啊 你死得好惨啊 哎呀 伟大的自由呼吸之神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你的妻子 让他不会独守空房 哎呀 随着哭喊声的响起 旁边几个玩家 拿出了自制的简易索娜和锣鼓 东腔东腔 咣当 乌尔瓦 锣鼓和索拉的声音 瞬间和玩家们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 取一响 不一概 全村老小等上菜 关一台 土一埋 亲朋好友哭起来 等等 似乎有点不对劲啊 我不是来玩游戏的吗 这特么又哭又叫的是什么鬼 我爷爷死的时候 都没哭得这么伤心过 羞耻啊 下次这活再也不接了 藏在不远处 准备随时观望情况的苏小 此刻差点一个 猎切倒在了地上 特么的 你们以为这是在干什么 不就是这群家伙 表现得悲伤一点 痛苦一点 证明眼前这个人 就是苏小吗 这戏也加得太多了吧 等等 赵云祥裤子 为什么推到了膝盖上 你们特么的 赶紧把赵云祥的裤子穿好 别露线了 苏小赶紧通过系统聊天频道 提醒了一句 我擦 谁特么这么缺德 竟然干出这种 人生共愤的事情 赶紧把裤子给他穿上 正在哭的玩家 此刻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赶紧摸上去 帮赵云祥把裤子穿上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恐怖的气息 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身后 真正的蛇妖银角来了 漫山遍野的妖兽尸体 还有消失的红莲妖火气息 本来让银角非常愤怒 可漠然间 他被这边的唆呐声所吸 然后过来就看见了这一幕 以他的阅历 自然还是知道 这是人类的祭祀仪式 猛然看向 躺在地上的苏小 他瞳孔皱缩 死了 没想到竟然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关键是 人都死了 这些信徒还连尸体都不放过 这特么手往哪放呢 畜生啊 简直猪狗不如 死都死了还不放过 而且还都是难的 银角很快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看了看旁边这些记者 笑不发呆的玩家们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黑的人族 还是头一次见 跟没求是的 是他吗 银角冲旁边的金鱼鸟问了一句 没错 长老就是他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样子 就是他联合赤眼虎一族 欺骗了我们 混入了万妖大会当中 金鱼鸟看了看苏小 确认 这就是他见到的那副面孔 喂 你这个怪物干嘛的 你想对我们公子做什么 他可是神木城赵家世子赵云祥 不是你惹得起的 放肆 我们赵公子虽然人死了 但是鱼薇还在 不是你能够亵渎的 玩家们知道好戏来了 纷纷上前阻拦 利用激将法 激怒银角 哄 一股强悍的气息 从银角手中的三叉戟之中 散发而出 直接将玩家们 轰飞大老远 银角都懒得和他们废话 静止来到了苏小的面前 探查了一番 真的死了 他的体内 果然拥有红莲妖火的气息 还有这经脉 这是红莲妖火反噬的痕迹 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火系能量 在尸体之中聚集 没有被消化 银角很快就推断出了自己的猜测 赵云祥为了得到红莲妖火 以身试法 但是却被红莲妖火给反噬 最终经脉受损 神格破碎 导致了死亡 不好 也就在这个时候 银角心中暗叫一声 随后身体朝着后方暴退 他感受到了 赵云祥尸体之中 残存的火系能量 被他触碰之后 引发了反弹作用 碰 一层暗红色的火焰 从苏小的尸体之中扩散开 直接将赵云祥尸体称爆 化作了漫天的血肉 尸骨无存 只剩下了一件柔软的内甲 上面鲜血淋漓 哎呀 你竟然毁了我们主神的尸体 你不得好死 我们一定要回去 禀报我们主神的家人 让他们帮我们主神报仇 玩家们按照计划 开始四下逃窜 跑 偷了我与部落的红莲妖火 哪里跑 引脚此刻手中三叉几挥洞 数十道水流化 做了巨大的手掌 朝着这些玩家们抓去 大部分直接给生生捏爆 只有少数几个被抓了回来 留下了性命 饶命 大爷饶命啊 别杀我 我给你当信徒 哎呀 我不想死啊 几个玩家哭天喊地 似乎真的非常怕死 我问你们 我与部落的红莲妖火在哪 引脚眼光 冰冷如刀子一般 散发着阵阵寒芒 祭坛毁了 红莲妖火不在了 但苏小的身上 却有红莲妖火的气息 证明红莲妖火 是被拿走了 啥玩意 你说那团莲花状的火焰吗 他 他被我们赵家的 长老送回神木城去了 说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什么都说了 你不要杀我啊 碰 愤怒的引脚手中 三叉几挥洞 树枝手掌落下 直接将剩余的玩家们 送上了西天 可恶 神木城 赵家 可恶 引脚看向地上的三叉戟 抬手一挥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赵云祥那件内甲 送到了手中 这就是罪证 好 先回去 引脚说完 转身朝着妖月洞天 外面而去 喂 兄弟们 我这波演技 你们打多少分 99分不能再多了 剩下的一分 我怕你会骄傲 奥斯卡小金人妥妥的 那些小鲜肉 比起你来 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们猜 我给赵云祥穿裤子的时候 发现了什么 这个反派NPC 竟然没有捏牛子 啥 官方竟然没给他捏牛子 半个小时后 妖月洞天之外的密铃当中 几道声音悄然响起 打破了宁静 之前被引脚击杀的 几十个玩家 重新出现在这里 除了气息稍微弱一点 有点虚之外 其他地方全都焕然一新 走 赶紧和小神他们会合吧 几分钟后 复活的玩家们 终于找到了苏小等人 苏小再三确定了 妖族与部落的蛇妖离去之后 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事情还真的挺顺利的 完全没有发现一丁点破绽 这次任务 圆满完成 现在大家伙开始搜刮战利品 回到神朝我再好好奖励 你们一番 这次的奖励 除了信仰币之外 还有全新的职业 包括灵田培育 灵药种植 妖宠培育 另外 我会专门打造几件二品灵器 作为突出贡献者奖励 苏小随便说了几句 哎呀 开启农场职业了吗 我最喜欢偷菜这个游戏了 随着苏小一声令下 很多东西都是宝 自然不能放过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些野味 这次一定要好好尝尝 兄弟 这个鱼给你 雕哥将一条巴掌大的鱼 递给了其中一个玩家 你给我鱼干嘛 我不喜欢吃鱼 某处地方 两个玩家站到了一起 正在小声地交谈着 魏哥 你觉得这猫屎味道如何 一个叫做超级农场主的玩家 嘴巴动了动 朝着旁边的魏哥问道 我感觉还行 到时候可以来一波猫屎咖啡 大卫王舔了舔自己的手指 表示认可 魏哥 你这舌头有点厉害 超级农场主赞叹道 那你呢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研究这些妖兽的屎 魏哥访问道 超级农场主 嘿嘿一笑 魏哥 这不是小神马上要开副职业了吗 林田种植 那是我的爱好 你不懂 史是世界上最好的肥料 每一种动物的屎 都拥有不同的成分 可以培育各种不同的农作物 我去 你好像挺有研究啊 我们可真是志同道合 到时候 你负责种菜 我负责厨房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我发现 这些妖兽的屎 和蓝星的不一样 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排泄物而已 走走 魏哥 我们赶紧去找屎 然后打包带回去 阳光明媚 清风徐徐 崇山峻岭之中 神光隐隐 不时传来阵阵中鸣回荡之声 正是天书学院所在地 山巒之中 最高的那座主峰之上 古色古香的大殿之中 此刻几道人影相段坐 旁边小桌子上 香明水雾阵阵 让空气之中 也带着一丝 沁人心脾的清香味 万万没想到啊 我愿这届学院赵明 竟然是赵家的公子 难怪年纪轻轻 就获得了不菲的成就 收获了三品信徒娇人族 成为本届第一人 实在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天书学院这边 一个受削的老者 抹撒着手中的茶杯 看向对面的赵家的老者赵成 微笑着夸赞了几句旁边的赵明 嗨嗨 我们三公子生性顽恋 比较好强 所以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这次三公子初见神朝 我们家主很是高兴 所以特地让我们前来看望一下 赵成老脸上挤出了一抹笑容 这里是一瓶云灵丹 希望许副院长不要推辞 接着 赵成从怀中拿出了一瓶丹药 放在了许青旁边的桌子上 看着这瓶云灵丹 许青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这如何好意思 许副院长就莫要推辞 我们三公子 能够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有你一份功劳 这只是一点点心意而已 赵成劝解了两句 如此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许青哈哈笑道 对了 敢问贵院的严莫灵学员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二公子 一直对他存在崇拜之心 此次也随之而来 想要和他交流一二 赵成此时 话锋一转 扯到了来意之上 严莫灵 许青愣了一下 玄机明白过来 这群人的真正来意 不过 严莫灵可没那么简单 赵家想要一清方泽 几乎不太可能 这个 应该快了吧 具体的事情 我也不太清楚 他不属于我负责 不过 打听一下 许青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哦 原来是这样 二哥 二哥也来了 他人呢 一旁的赵明 此刻忍不住插嘴问道 赵成看着赵明 微微一笑道 二公子路上 经过蛮荒森林 想要下去透透气 就多停留了一些日子 这会儿 应该差不多 要开始动身了吧 咚咚咚 这时候 门外响起了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很快 一个天书学院的老师 出现在了门口处 许副院长 这位老师看了一眼 大殿之中的人 欲言又止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许青发现 此人脸色不是太好看 刚 刚刚得到消息 神木城赵家 通过传讯预检 传来了消息 说 说 赵家二公子赵云祥 神魂灵牌破碎 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碰 漠然间 坐在许青对面的赵城 手中的杯子 碎裂成了好多块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天庭神潮 夜幕降临 篝火阵阵 巨大的火堆之上 架着一只巨大的妖兽 几个玩家正在翻烤着 金黄的油脂 被炭火烤出 滴在了火堆之中 发出了扑噬扑噬的声音 空气中充斥着浓烈的肉香 让不少玩家 都暗自吞咽口水 烤全羊 烤乳猪 烤金鸡 烤妖子 烤牛子 烤脑花 各种各样的东西 眼花缭乱 兄弟们 喝咖啡吗 最新研制出来的猫屎咖啡 绝对的货真价实 原汁原味 未隔此刻端着一个盘子 盘子之中摆放着 数十个自制的杯子 每个杯子之中 装着一些土色的咖啡 散发着阵阵热气 咖啡 魏哥 你逗我呢 这游戏里 还能弄咖啡 真的假的 玩家们一脸震惊地望着魏哥 当然是真的 你看看农场主 都特么喝了几杯了 魏哥指了指旁边的农场主 农场主尴尬一笑 打了个宝格 兄弟们 味道是真不错 关键是原汁原味 绝对的极品啊 你们在蓝星上 绝对喝不到如此相容的猫屎咖啡 最重要的一点 这咖啡不仅好喝 还有各种微量元素 绝对的营养 咖啡豆肯定是没有的 不过半人牛的瘦精卵 自带巧克力味 两者结合在一起 再加点蜂蜜 没想到 味道还真不错 我试试 我擦 味道还真不错呀 比我蓝星上喝得正宗多了 是吗 我也试试 一阵咳嗽声传来 打断了玩家们的吹逼 只见苏小缓缓从人群之中走来 各位玩家 甚至九十的人都升到了十级 一阶 以上 最高的甚至达到了十三级 本神倍感欣慰 除了该奖励的信仰币之外 藏金阁新增了 上古灵田培育之法 上古灵药种植之法 上古妖宠培育之法 免费开放一个 周公你们学习 此外 这次获得了不少的战利品 其中包括了三品零件 制造图纸 丹药等等 本神会上架到系统商城之中 另外 还会利用妖兽的灵谷 亲自打造几件三品级别的武器 供大家兑换 先抢到先得 所以 你们努力赚钱信仰币才是对的 苏小对此次大战进行了一个总结 话还没说完 玩家们就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哇哇 三品零器 我要我要 马德 老子存了这么久的信仰币 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这次谁也别想和我抢 苏小示意大家安静 另外 杀怪不行的玩家 可以尝试开垦灵田 种植灵药 培育妖虫等 根据贡献 也可以获取大量的信仰币 这次 玩家们倒是屁事没有 不过赤眼虎损失就有点惨重了 只活下来了小半 培育妖虫 可以帮助赤眼虎繁衍生息 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今晚上 大家尽情嗨 好好休息 数日后 我们开启新的征程 往北边拓展 南边惹了雨部落 暂时不能去了 所以得换个方向 神朝任务 搬运妖月 动天妖兽尸体 回天庭神朝 奖励 根据搬运妖兽数量 奖励信仰币 苏小又下发了一个任务给玩家们 妖月动天妖兽尸体 有很多用处 可以当口粮 也可以用来当肥料 所以不能浪费 将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 苏小又找到了科学家 探讨了一下 关于阵法功能升级的问题 主要是传送距离和数量相关 随后 这才回到自己的主神殿之中 打算修整一下 将赵云祥的神格练化之后 带领玩家们 开启神朝新的征程 练化赵云祥的神格 是重中之重 因为这是罪证 必须尽快销毁 只不过 苏小也没想到 他的计划 就在三日后 彻底宣告破产 妖月动天 玩家们如同蚂蚁一般 将满山遍野的妖兽尸体 往神朝搬运 这些妖兽的等级都比较高 即便是没有相应的储存条件 也可以存放一个月之久 不会腐烂变味 卧槽 我特么快要累死了啊 这得多久才能搬完啊 这么多 吃得下吗 又没有冰箱 要是坏了 那不得臭的一批 食量这么大 还要生小虎虎 营养不得跟上 几个玩家坐在地上 相互吐糟着 数千头妖兽的尸体 有的有房子那么大 全部都搬回天庭神朝 这工作量太大了 虽然苏小和科学家 研发的新传送阵 运输能力增加了一些 但还是远远不够 尤其是个头过大的妖兽 无法通过传送阵带走 只能跑路 这妖月动天 距离天庭神朝 可是有好几百公里呢 连赤眼虎 都差点累得口头白沫 能让你跑货车吗 兄弟们 别避避了 还是搬吧 虽然吃不完 但是做肉干啊 我特么就搞不明白了 魏阁和农场主 竟然连屎都不放过 他们是打算拿来吃吗 吃得完吗 老子白天上班工地搬砖 晚上游戏 竟然成为了搬份工 这特么是耻辱 玩家们正在避避的时候 山巒之间 一艘精致的非洲快速飞来 很快就来到了 妖月动天的上空 正在干活的玩家们 也注意到了这艘非洲 快看 宇宙飞船 万幸人来了 万日 这宇宙飞船 看着好漂亮啊 我特么 这游戏还能坐飞机的吗 干 要是把这个飞船弄来 帮着我们运输妖兽的尸体就好了 从未见过非洲的玩家们 此刻都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这艘非洲 眼中露出了羡慕之色 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飞行器 自然是无比好奇的 有的玩家已经开始计划 是不是要找苏小问问情况 打造一艘这样的飞船 非洲徐续停在了一处平地之上 树道人影从上面走了下来 望着狼藉的区域 还有不少妖兽尸体 以及打斗痕迹 都是充满了震惊之色 来人 自然就是 从天书学院赶来的赵家人 另外还有许青 这个副院长 亲自作陪 赵诚此时拿出了一个宝珠 宝珠正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这是赵家专门永远探查 主神气息的宝贝 随着他的走动 宝珠的光芒变得越来越亮 最终赵诚停留在了赵云祥爆炸的地方 是这里了 为什么没见到尸体 为什么连尸体都没了 疑惑的赵诚 忽然之间发现了旁边一些碎裂的骨头和血肉 稍微检查了一下 确认了 这就是赵云祥 竟然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啊 是谁 是谁干的 必定承受我赵家的怒火 沉寂了一会之后 赵诚终于爆发了 一声悲鸣直冲云霄 震得山林瑟瑟发抖 玩家们都被吓了一跳 有些惊恐地盯着这个老者 这实力太恐怖了吧 感觉苏小杜不是他对手 这个老头是谁啊 跑到这里来哭丧 噓 不对劲 有点不对劲 赵家 这似乎是那个小白脸NPC的家人 找查的来了 玩家们立刻警觉起来 赵云祥这事 大家伙都清楚 也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所以 稍微动动脑子 就能想通透 刷 猛然间 赵诚看向了不远处的一个玩家 身形瞬间就冲到了这个玩家的面前 说 是不是你们干的 啊 失去了理智的赵诚 大手 捏住了这个玩家的脖子 眼睛瞪大如同龄 放手 我说特么赶紧放手 什么我们干的 我干你妹啊 欺负我是老实人是吧 特么的 天理何在啊 这个玩家一脸无辜 演得非常的逼真 让玩家们都以为他是无辜的 赵兄 别激动 先不要激动 这只是一群信徒而已 怎么可能有这个实力 一旁的许青微微皱眉 拉住了赵诚 赵诚的心情他能理解 但是你特么一个主神 欺负一个信徒 说出去 不怕别人笑话吗 我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了这里 这些妖兽怎么回事 许青皱眉道 这些问题 苏小和玩家们早就预料到 顿时脱口而出 当然是简师啊 简师 许青眉头微皱 你别说那么专业 这老头 NPC听不懂 NPC 许青越听越糊涂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就是 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 万妖在这里聚集 一个蛇妖和手持长剑的青年打了起来 后来 天空之中出现了一道光 浑身红蓝色的巨人 大喊一声狄家 然后三方打成了一团 大战结束之后 我们跑来这里 捡妖兽的尸体 玩家们七嘴八舌 将事情描绘得惊天动地 当然 狄家奥图曼 是他们瞎几把编的 为的就是迷惑这群人的视线和判断 红蓝巨人 难道是蛮荒上古一种 赵兄 蛇妖肯定是妖族与部落 这是有点不简单 许青眉头高高挑起 赵成也愣了一下 好像有点道理 想到赵成说来寻宝的事情 大概率是真的发现了什么宝贝 产生了冲突 你们主神是谁 带我去看看 赵成脸色冰冷地盯着玩家们 不客气地命令道 他可不会凭借玩家的一面之词 就相信这些话 邀越洞天方圆千里范围内 统统要调查一番 玩家们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老东西 竟然还要去天庭神潮 不过 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止 毕竟以赵成等人的实力 轻而易举 就能够找到天庭神潮所在的位置 赵成许青等人登上了非洲 数百公里的范围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到达 赵成还没有下非洲 他身上那颗探查宝珠之上 忽然一道光芒一闪而逝 引起了他的注意 嗯 怎么回事 赵成愣了一下 将宝珠拿了出来看了一眼 宝珠此刻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一闪一闪地 引人瞩目 赵成脸皮陡然之间跳动起来 平静的脸上 骤然密布狂风暴雨 这颗宝珠叫做神魂宝珠 并不是特别稀罕 稍微有点底子的势力 如果启动宝珠后 如果周围有和注入其中气息相似的气息 那么就会产生波动 发出光芒 光芒越强 证明离气息的根源越近 但是 这里怎么可能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波动呢 赵云祥的尸体又不在这里 难道这里有什么和赵云祥密切相关的东西吗 神格 赵成猛然间想到了神格东西 赵成检查过现场的痕迹 并没有赵云祥神格的痕迹 证明赵云祥的神格是被人给拿走了 除了赵云祥本人之外 唯有他的神格才具有如此强烈的波动 混账东西 找死 赵成身上恐怖的气息 这一刻瞬间爆发出来 震得整个天庭神潮瑟瑟发抖 怎么了 赵兄 一旁的许青发现突然暴怒的赵成 疑惑地问了一句 神格 神魂猪的反应告诉我 这里有我家二公子神格的气息 给我出来 赵成嘴巴张大 一阵声波扩散开来 最后四个字 宛如雷鸣一般响彻天庭神潮 将玩家们给吓了一大跳 此时 主神殿之中 三日时间 苏小已然将赵云祥的神格练化 而苏小的神格也成功地由六星神师 迈入了九星神师的境界 身上的伤势彻底地恢复 然而 就在苏小刚刚收工的时候 他就听见 外面传来了一阵愤怒的吼叫声 旋即整个主神殿都颤抖起来 有敌人 苏小眉头微微挑起 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这声音的主人似乎有些不简单 到了外面 苏小就看见玩家们已经聚集在了一起 对着中间的几人指指点点 骂骂咧咧 这货脑子有毛病吗 老子正在做春梦吗 马上就要提枪上马了 把我给吵醒了 挑衅 这是赤裸骨的挑衅 兄弟们 别慌 让我来收拾他 老头 你他妈谁啊 见到雕哥我还不下跪 信不信我他妈一根手指弄死你 雕哥插着腰 用手指着赵成 一脸不悦地威胁着 放肆 赵成岂能容忍自己被一个信徒挑衅 正欲动手 忽然之间不远处一道声音传来 住手 人群散开 就看见苏小缓缓走了 见到苏小 天书学院的人瞬间就愣住了 苏小 这里竟然是你的神巢 许青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许副院长 张老师 苏小也是一愣 没想到竟然是天书学院的人来了 而且 其中一个还是副院长之一的许青 苏小学员 没想到你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将神巢建设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 你的实力也快突破神识境界了 这速度 实在令我震惊 这位张老师上前 一脸赞赏地夸赞着苏小 他记得 这才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吧 苏小竟然快踏入神识境界 这速度堪比天才 这位是 苏小应付了几句 看向一旁憋着一口气的赵成 若是一般野生主神 赵成只怕就要动手了 但 苏小竟然是天书学院的学员 而且还似乎很受待见 让他有些为难 苏小学员 事情是这样的 张老师很快将事情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苏小按道一声糟糕 赵成来的时候 应该是他炼化神格的最后时间 神格气息并未消散 所以让赵成给发现了 这可有些麻烦了 许副院长 这是 你们自己给我个交代吧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赵成冷哼一声 鼻孔朝天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趋势 许青皱了皱眉 看向苏小 苏小 解释一下吧 你这里为何会有赵家二公子 赵云祥神格的气息 许青的这般质问 让苏小非常不爽 好歹老子也是天书学院的人 俗话说 帮内不帮外 即便不帮他 也得保持中立吧 连最基本的调查 确认事实流程都不用走 就一口咬定他手中 拥有赵云祥神格 是什么意思 虽说这是的确是苏小干的 可这许青舔赵家 需要舔得这么明显吗 说起来 苏小和这个老东西 也算有些渊源 苏小八岁点燃神火的时候 这老东西就一直舔他 好话说尽 后来发现 苏小无法凝聚神格 直接对苏小冷淡了 转身去拉拢赵明 简单讲 就是个唯利是图 自私自利的老货 抱歉 许院长 我不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赵家二公子是谁 你凭什么说 我这里有赵家二公子的神格 苏小自然不会承认这事 反正现在神格也恋化了 随便你怎么说都没有证据 放肆 苏小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态度 你就是个学员而已 许青被苏小当着众人面对了一下 面子有点挂不住了 许院长 你这是摆明要针对我了对吧 证据都没有 就一口咬定是我干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随便你怎么认为吧 苏小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你 好 要证据是吧 赵兄 麻烦你利用神魂宝珠探查一下 看看这是否和他有关 许青手掌抬起 一股神力落在苏小身上 让苏小无法动弹 方便赵承查探 一旁张老师想说什么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憋了回去 但是 结果显而易见 赵承的神魂宝珠 根本无法重建之前那种强大的波动 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就说 苏小学员 定然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张老师微微松了口气 这不可能 此事绝对和他有关 如果这事不是他干的 他的信徒 为什么会出现在腰跃动天 赵承还不死心 但底气已然不足 有点疾病乱投医的样子 赵兄 这个地方 一时之间也问不出来什么东西 不如这样 将慈子带回天书学院再说 学院有专门的刑罚长老会 由他们来亲自审问 若是慈子和赵家公子事情有关 自然给赵兄一个交代 赵承闻言 沉吟一下 见只能如此 冷哼一声 甩手离去 苏小 跟我们走吧 回去接受调查 许青说完 直接将苏小带回了天书学院 临走之前 苏小看向不远处的 宇文老师 微微点头 看来 有些事是必然要发生了 等到非洲再一次离去 消失在远处之后 玩家们这才反应过来 卧槽 小神竟然被其他NPC带走了 这特么是什么狗血剧情 完了 小神不会要隔屁了吧 他要是隔屁了 那我们还玩个锤子 难道这就是小神所说的 开启的新篇章吗 玩家们直接炸锅了 第一次遇到没有苏小的日子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老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要去救小神 此时 显得有些六身无主的玩家们 都围到了宇文老师的旁边 哼 你们当小神是一般NPC吗 他分明就是主角母版的NPC 怎么可能出事 实话告诉你们吧 小神其实早就预料到了这个剧情 提前和我探讨过 甚至还安排好了后续剧情 宇文老师摆了摆手 嘴角露出一抹迷之微笑 他一点都不慌 哇 小神竟然精通神机妙算 难道是诸葛在世 我等佩服 不愧是小神 这都能预料到 还做了安排 留病 所以 老师 怎么安排的 后续的剧情是什么 赶紧说吧 玩家们一下子又从忧愁的状态 变成了兴奋 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真是刺激的游戏啊 嘿嘿 你们想要更多的资源 想要赵家那艘精致的非洲 帮忙运货吗 宇文老师眼中又一次浮现睿智的光芒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装扮成赵家的人 然后去吸引宇部落的蛇妖注意 让他们知道赵家人的行踪 对他们进行截杀 这样 就可以彻底引爆宇部落和赵家的大战 到时候 也算是给赵家一点颜色瞧瞧了 想法其实很简单 说完之后 宇文老师随即拿出了苏小绘制的地图 依照小神的地图 这个方位就是宇部落的所在地 我们暂且把手中的事情放下 然后全力搜寻这个宇部落所在之地 扮演赵家人心语部落的人不难 但是问题是 我们如何让他们碰面 对其进行截杀呢 全身都是雕挠了脑脑袋 有些想不太明白 这个问题 小神早已预料 原来我是曹贼歪嘴一笑 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那个家伙手上不是有个检测神魂的东西吗 小神的B计划 就是关于那陀祥的神格被发现后的安排 那个杀笔老头虽然发现了问题 但是找不到神格 定然不会死心 所以 那陀祥使用的三品零件就发挥作用了 只要小神透露 神魂珠的波动是因为那把剑引起的 肯定会有人回天庭神潮来拿 根据心理学的特点分析 80%概率是自己亲自来取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嘿嘿 原来是我曹贼 把事情的条理分析得非常的透彻 让每个玩家都明白了这当中的算计 卧槽 刘碧 好算计啊 我感觉我智商瞬间提高了许多 语文老师摆了摆手 示意玩家们安静 大家先不要激动 这只是计划而已 只要是哪个环节对不上 都会出错 现在我们来好好安排计划一下 进行分工合作 毕竟 具体的操作 还是要看我们 天书学院 苏小的回归 引起了天书学院学员和老师的注意 尤其是听说 苏小和赵家二公子死亡 存在一定关系后 这些学员都震惊不已 什么 苏小师兄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啊 按道理 苏小不久前才勉强凝聚神格 而且还是人族信徒 也没有那个实力啊 开玩笑吧 赵家在神木城可是大家族 他们的世子手上保命手段众多 这是欺负我们底层学员对吧 苏小八岁点燃了神火 成为天书学院的天才 但是他不骄不躁 利用自己的特权 帮助了许多天书学院的人 所以 绝大部分学员对苏小的 是很有好感的 而且 这些人都是家庭背景普通的学子 很多都被赵云祥这种 依靠家庭背景的富二代欺负过 自然会更加支持苏小 听说苏小在刑法堂 我们赶紧去看看 一定不能让外人污蔑他 走 赶紧的 很快 刑法堂外面 就为了许多看热闹的学员 刑法堂呢 高台之上 坐着刑法堂的负责老师 两边则是参与审判的老师 高台旁边 多了几张椅子 坐着的是许青和赵成等人 而下方的大堂之中 一道身影笔直站立 巍峨如山 正是苏小 苏小这是第一次到刑法堂 但是面对这群铁面无私的执法者 他却沉稳如山 面不改色 让这些老师都暗自称赞苏小这份气度 着实不凡 各位执法老师 我该说的事情已经说完了 我不过是带着我的信徒去猎杀妖兽 寻找资源扩建神潮而已 谁想到意外遭遇到了此事 若是早知道赵家二公子参与其中 说什么我也要不顾生死冲上去救他 毕竟这位赵家的老管事 可是第一位能坐在我们刑法堂之中旁听的外人呢 苏小话语中隐隐带刺 让刑法堂的执法老师们脸色有些尴尬 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这是许青的意思 而且赵家的势力的确很大 天书学院也不愿意得罪 行了苏小 此事我们也有了解 不过 赵承管事进入你天庭神潮的时候 绑定了赵云祥公子神魂的神魂珠 产生过剧烈的波动 你又做何解释 堂上的那个白胡子老者再次开口询问道 有这回事吗 苏小故作疑惑 那应该是我捡来的东西了 一把三品长剑 或许可能是这位赵公子的吧 什么 听见这话赵承就有点坐不住了 你为何不告诉我 赵承怒斥道 抱歉 我有义务告诉你这些吗 我怎么知道这件事你家公子的 苏小反斥了一句 那 剑呢 堂上老师又问 剑在我神潮啊 我给藏了起来 毕竟捡来的吗 苏小淡淡道 难怪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先去取剑 取回来之后测量一番 或许就知道结果了 执法老师提议道 不用麻烦贵院了 此事我亲自去处理 赵承此时 缓缓起身 嗖 精致的非洲 再一次从天书学院起飞 朝着星空神朝而去 非洲之上 这次一个天书学院的老师 都没有 全是赵家的人 这赵家 欺人太甚啊 这是急了 想要把苏小拉来当电背的 可惜苏小势单力薄 这次撞到了枪口上 哎 谁让赵家家大爷大呢 萧副院长不在 许副院长 他是老大 他不开口 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希望苏小学员 这次能够渡过难关吧 刑法堂的老师们 此刻看了看堂下的苏小 相互对视一眼 眼中露出了惋惜之色 此时 不远处的许青 收回了目光 看了一眼苏小 许许走到了他的身边 苏小 此时可大可小 你若是站在我这边 我可以帮你 想到苏小 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成为准神使 许青又起了 拉拢苏小的心思 许院长 不用麻烦了 我不需要 苏小直接冷冷回绝 吃了一次亏 还来第二次 当他苏小是傻缺吗 你可想清楚了 赵家家大业大 许青还有些不死心 我想得很清楚 即便是被人迫害 我也不会去当别人的田狗 卑躬屈膝 即便再强大 也会被别人所瞧不起 苏小呵呵冷笑 他生平最看不起的 就是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谁给点田头 就给谁当狗 就这还 天书学院副院长呢 难怪这些年天书学院 没落了 哼 不知好歹 有你好受的 许青冷哼一声 甩手离去 苏小师兄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小小 师姐站在你这边 师姐相信你 哥们 别理会这条老狗 不就是混了个副院长而已吗 远处 不少学员跑来安慰苏小 为苏小打气加油 苏小连嘴一笑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看起来 他的人际关系 还是可以的 至少这些年没看错人 除了许青 谢谢各位 我神朝有些特殊的东西 到时候带来 给你们品尝一下 保证你们绝对喜欢 苏小笑呵呵的 和这群人打成了一团 这可是你小子说的 别忘记了 等着呢 到时候我们畅饮一晚 照成此 去天庭神朝 即便全力欲舟 飞行也需要至少一日时间 所以苏小暂时拥有了自由之身 系统 我能不能把消息 通过聊天频道 传回神朝去 回到了天书学院的住所 苏小迅速在脑海之中 和系统交流 天书学院 距离天庭神朝所在的 边陲荒域 有几万里之遥 距离实在太远了 不知道行不行 没有问题的 系统可以帮宿主开启 专属线路 丁 聊天频道功能已经更新 更新内容 增加世界通告功能 每日线使用三次 上线五万公里 得到了系统的帮助 苏小算是彻底放心了 果然有系统 就是好啊 天庭神朝世界通告 目标敌人 已经前往天庭神朝 大概在一日之后 抵达目的地 各玩家注意 控制好时间 将怪物拉到指定地点 苏小通过这个世界 公告功能 将消息传递给了玩家们 接下来的事情 就要看 这些沙雕能不能绊倒了 哎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成功啊 毕竟蛇妖可是 真正的妖 不是那群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妖兽 蛮荒森林深处 一群玩家 此刻正坐在地上 等候着通知 猛然间听见了苏小 通过世界公告传来的消息 都是一惊 来了来了 小神那边已经搞定了 现在就看我们了 兄弟们 一定要充分展示出 你们拉仇恨的实力啊 玩家们此刻心情紧张的一批 毕竟 这可是去boss窝里拉 高级精英怪去猎杀NPC 然后他们在旁边捡便宜 无论哪边都非常的强悍 稍有不慎 那就是惨死 我感觉我肾上腺素直线飙升 这游戏贼特么刺激 吼吼 玩的就是心跳 不刺激 你玩锤子 奥利给 冲啊 这时候 密林之中的传送阵 一道光芒亮起 原来是张大仙回来了 大仙 怎么样 找到了吗 玩家们迫不及待地问道 玩家之中 唯有张大仙在速度和躲闪 还有战斗技巧方面 是留弊的 所以寻找 妖族与部落的任务 就交给了张大仙 这样的话效率会提高很多 不负众望 在一个山谷当中 我这就带你们去 张大仙嘿嘿一笑 旋即 一群人又通过 科学家布置的传送阵 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崇山峻岭之中 云雾缭绕 清风徐徐 远处不时传来了 怪异的鸟 叫声和妖兽吼叫声 在几大大山的包围之中 与部落的入口 清晰地出现在一个沼泽的旁边 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 向寨子门口 巨大的木寨子前 树立了两个蛇妖的雕塑 旁边则是他们的图腾旗帜 现在 按照计划 我们分成五个小组 你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激发这些蛇妖的仇恨 然后告知赵家那老东西的路线 让他们去截杀 就算是完成任务 宇文老师 吩咐道 之所以是五个小组 主要是担心玩家们 无法激起蛇妖的仇恨 我先来吧 只要给予蛇妖一定的压力 才能够让他们意识到赵家的厉害 产生恐惧的念头 恐惧是一切杀戮之源 而我 张大仙能够带给他们恐惧 张大仙拍了拍胸脯 一脸的自信 敌人越是强大 越是想要将他摁死 所以 这是最好的拉仇恨方式 好 大仙 那就由你们先上 宇文老师 点头 张大仙的话不无道理 很快 张大仙就带领着自己挑选的十个玩家 朝着蛇妖的寨子而去 这十个玩家 都是实力比较强的 各个雷厉风行 张大仙脚踩狂风 意气风发 一马当仙冲在前面 就在他刚刚靠近蛇妖的寨子前 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的时候 一只水剑突然从寨子里面射了出来 操 被发现了 一行 张大仙早有警觉 直接施展技能躲开 呵呵 蛇妖不过如此嘛 张大仙屡屡头发 淡然一笑 刷 刹那之间 又是一只水剑射了出来 看我蛇皮走 张大仙想要顾忌重施 然而这次水剑一个拐弯 将他命中 直接送上了西天 啊这 剩下的玩家们 集体猛逼了 张大仙可是最擅长速度 和躲闪技巧的 没想到抗住了第一只剑 却没能抗住第二只剑 关键是 这特么第二只剑 还能转弯就离谱啊 草 这剑还能转弯 违背了力学原理啊 兄弟们 现在我们怎么办 九个玩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竟然有些手足无措 刷 刷 刷 此时 一只只水剑 从寨子里面射了出来 这九个玩家 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就和张大仙一样 早早地归了西天 远处 语文老师和其余玩家们 看着这一幕 嘴巴都长成了O型 这尼玛太离谱了吧 第一个组就这么团灭了 炮都没冒一个 甚至连敌人在哪个地方都没看见 这尼玛玩个锤子 哼哼 早说了 大仙这种办法不靠谱 第二组 让我来吧 荒天地牙咩的 呵呵一笑 用自信的眼神 看向了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好 你们注意 至少在死之前 要报出来你们赵家人的身份 别又和大仙他们一样 死不瞑目 放心 保证没有问题 这次我们走地道 直接挖进寨子里去 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荒天地心中早已经有了计划 觉得非常的可行 在其余玩家的注视下 荒天地牙咩的带领十个玩家 来到了寨子大门的不远处 根据他的判断 张大仙等人 就是跨过这个地方之后才被发现的 所以 这就是底线 兄弟们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挖 干活 电光独龙钻 荒天地牙咩的一声令下 利用你假树这个基础神迹 创造出的电光独龙钻 朝着身下的土地钻去 很快 他就如同一个穿山甲一般进入了地底 其余九个玩家也纷纷效仿 片刻后 原地就只剩下了十个地洞 一波波的泥土被挖空堆在了身后 大约几分钟后 荒天地牙咩的感觉已经进入了寨子的下方 旋即开始往上挖 以他们的速度 自然很快就能挖到地面 一抹光线从上方露下来 泥土的浓烈味道之中 突然混合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臭味 这你马 怎么好像有骨齿臭味 嗯嗯 荒天地牙咩的使劲地嗅了嗅鼻子 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 混合着尿骚味进入他的鼻子当中 草 似乎挖到了毛坑 哗啦啦 荒天地牙咩的这个念头刚刚落下 就发现一道水柱从天而降 瞄准了他的嘴巴 与此同时 还有一坨泥巴色的东西 急速坠落 我泥马 荒天地牙咩的此刻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这是什么玩意 老子怎么就这么倒霉 刚好挖到了毛坑 而且还有个蛇妖在他头顶拉屎 啪 荒天地牙咩的感觉自己一瞬间失去了视线 我不要 荒天地牙咩的怒吼了一声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上方正在方便的那个蛇妖被突如其来的叫声给吓了一大跳 菊花一缩 戏都给加断了 阿西巴 尼姆摸得个翁 这个蛇妖转身扬起了自己的尾巴 朝着荒天地牙咩的砸了下来 碰 狂暴的力量直接砸在了荒天地牙咩的脑门上 将它砸了下去 哦 我特别要吐了 好臭 又是一个玩家钻了出来 一副作呕的样子 还有 这蛇妖扬起尾巴 再次朝着这个家伙砸下去 然而 让他震惊的是 粪坑里又冒出了一个 再砸 碰 碰 碰 可怜的玩家 刚刚露出头 就直接被这个蛇妖砸地鼠一般砸晕在了粪坑里 最终死不瞑目 十多分钟过去了 宇文老师等人想象中的动静并没有出现 完了 没戏了 他以手符额 一脸无奈 天地哥也是渣渣 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老师你放心 我绝对能行 熊二立即举手 脸上兴奋的一批 该是他表现的时候了 而且他有十足地引起蛇妖的注意力 去吧 宇文老师也只能答应 很快 在熊二的带领下 十个玩家就朝着蛇妖的寨子而去 走到了一定的地界 熊二就不动了 兄弟们看我的 我特没一秒五喷 我不信他们能够受得了 剑来 蛇妖 你特么个生儿子 没有屁眼的丑八怪 赶紧出来受死 熊二插腰冲里面狂吼道 有本事 你们就出来单挑啊 敢杀我神木城赵家的二公子赵云祥 你们特么的事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我 CNMLGB 敢做不敢当的孙子 你怎么就怂了 你要是敢出来 也有我一根手指捏死你信不信 我赵家既然能够找到你们的窝 就一定能够灭了你们 熊二 机关枪一样的喷射 其余玩家也纷纷上阵 都是曾经的祖安玩家 威力凶猛 但是却发现一点毛用都没有 寨子之中 两个蛇妖望着插腰 嘴巴长着的熊二 脸上充满了疑惑 这个人类在干什么 他们不知道 我们寨子设置了隔音结界吗 两个蛇妖看傻子一样 看着熊二 与此同时 其中一个玩家没注意往前走了点 忽然发现 其他玩家的声音消失了 啊这 卧槽 熊哥 听不见 这你妈我站在这里 完全听不见你说什么 这好像有隔音效果 此玩家赶紧提醒道 熊二 老子口水都说干了 你告诉我 这里隔音 吐了 兄弟们 没事 咱们冲上去 再来一遍 让他们知道就行了 熊二指挥道 一群玩家这次 冲入了隔音结界之内 再一次开始一秒五喷 这次 这些蛇妖终于听清楚了 几个蛇妖从寨子里面冲了出来 一脸愤怒地杀向了熊二他们 熊二等人的下场 就别提多惨了 他本人直接五马分尸 脑袋还撞在那图腾之上 摔了个稀巴烂 哼 胆胆挑衅我与部落 找死 几个蛇妖杀完人之后 冷冷说了一句 转身进入寨子之中 本来见有效的 语文老师等人还略有兴奋 这会儿全都傻眼了 似乎 仅仅只是将蛇妖给吸引了出来 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呀 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时间很宝贵 语文老师有点急了 一群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 拉仇恨这种事情 终究还是得看雕哥我的 给我三分钟时间 保证搞定 雕哥自信一笑 这可不是随便吹逼的 这是他刚才观看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办法 绝对可行 听了雕哥的话 众人愣了一下 但旋即还是冷笑了几声 三分钟搞定 雕哥那啥不用三分钟 三秒钟就搞定了 雕哥 你要是能三分钟搞定 我就服你 众玩家自然是不相信的 雕哥呵呵一笑 用不懈的眼神 看向众玩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雕哥穷 要不这样吧 咱们赌一把 就赌两百信仰币 我做庄 敢不敢来 雕哥灵机一动 突然开口道 行啊 谁怕谁 包赚不赔的事情 不少玩家 直接和雕哥来了个对赌协议 大家伙 擅长防御的兄弟 来几个跟我走 到时候成功了分 你们一点 雕哥直接从玩家之中 挑选了几个擅长防御的人 然后在众玩家们 期盼的目光之中 朝着蛇妖寨子走去 雕哥 什么计划 我们不可能瞎几把冲马 到时候 只能是送死 几个玩家目前为止 压根就不知道 雕哥的计划是什么 你说对了 我们就是瞎几把冲 不过一定要冲到 那个图腾那里才行 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护着我 当那个图腾所在的地方 替我抗住一小会就行了 雕哥盯着那个巨大的图腾 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辉 嗯 虽然不知道 雕哥想要做什么 但是这件事情 难度应该不是太大 兄弟们 听我的 我数一二三 然后我们就开始冲 雕哥对旁边的几个玩家 使了个眼色 刷刷刷 下一刻 在几个玩家的掩护下 雕哥被围在了中间位置 开始朝着那个图腾冲刺 远处的语文老师等人 看得目瞪口呆 这不是去送死吗 刷 刷 也就在雕哥等人 冲到了寨子前面不远处的时候 一支支的水箭 从里面射了出来 你假术 这些玩家 立即施展出了你假术神迹 刹那之间 一块块的铁甲碎片 悬浮在周身 组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盾牌 挡在了面前 砰 砰 猛烈的撞击声响起 当场就有玩家凝聚的铠甲被击破 倒飞出去 实力相差悬殊巨大的 着实难以顶住 唯一幸运的是 他们主修你假术 全力防御之下 还能挨两下 雕哥 我快顶不住了 赶紧的 雕哥 你究竟要干嘛 更加迅猛的攻势 让玩家们胆战心惊 兄弟 坚持一下 马上就好了 雕哥此时已经来到了这个图腾的面前 二话不说 就解开了自己的裤子 玩家 卧槽 雕哥重口味 这也能下得去雕 玩家们震惊了 老子拼命护你到这里来 结果你就是享日雕像 你们想什么呢 老子这是在拉仇恨 撒尿懂吗 然而 玩家的确是想歪了 雕哥就是想要在这里撒泡尿而已 刷 雕哥憋了好久的尿 终于释放出来 感觉舒服了 混账东西 竟然敢亵渎我们的图腾 找死 这时候 一声声愤怒的吼声 从寨子之中传了出来 十几个蛇妖手中的三叉戟 巨大的力量 让这些玩家压根就没法挡住 直接被冻穿 雕哥是最惨的一个 身上硬生生被插了七八根三叉戟 整个人都快被插烂了 就这 就 这 杀我家二公子 我神木 这 赵家 已经到了避风谷 待会儿他们一定会来杀了你们的 雕哥说完之后 死不瞑目 他的目的达成了 之前 熊二死的时候 脑袋不小心撞在了这个图腾上 他发现了其中一个蛇妖临走的时候 玉水将图腾冲洗干净 就知道这个图腾在他们心中很重要 所以 拉仇恨得找准点位 才能一针见血 混账 混账东西 竟然让这该死的人类对着 我们的图腾撒尿 神一定会降罪于你们的 其中一个体型稍大的蛇妖 冲周边的蛇妖怒吼道 说完之后 他又将手中的三叉戟 插在了泥土之中 躬身对着巨大的图腾 祷告着什么 似乎是在赎罪 这些人是哪来的 查一下 胆敢侮辱我部落图腾者 杀无赦 蛇妖怒急败坏的吼道 长 长老 听他们说 似乎是神木城赵家 神木城赵家 这个蛇妖听见这名字 忽然想到了什么 静止朝着寨子里面走去 不多话 之前的银角长老 带领着大批的蛇妖走了出来 说了几句之后 这些蛇妖顿时四散去 在密林之中搜索 好家伙 雕哥真流鼻 果然不会是我的偶像 这就搞定了 我 莽撞了 我的两百姓养毙啊 不少玩家欲哭无泪 接下来 张老师嘿嘿一笑 是一身旁的玩家出击 这些玩家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蛇妖抓住 然后将他们带到 赵承辉路过的地点 哎呀 敢杀我 我赵家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找死 我赵家管事 就在避风谷 马上就会来杀了你们 避风谷 一艘非洲 正在急速地朝着 天庭神潮的方向飞去 非洲之上 赵承阴沉着一张脸 一句话也不想说 他越想越觉得 苏小可疑 刷 突然之间 树枝水箭从下方射来 迎面击向赵承的非洲 啪啪啪 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响起 非洲顿时 诡计不稳 晃来晃去 不好 我们被袭击了 赶紧落下 赵承对操控非洲的人急忙到 草 竟然还有人敢袭击他的非洲 真是找死 与此同时 赵承神力流转 整个人率先从非洲之上跳出 欲空而行稳稳当当地 落在一块巨石上 这是 望着对面 正虎视眈眈 盯着他的蛇妖银角 还有诸多的蛇妖 赵承同孔皱缩 还没说话 就见到银角手中那件 赵云祥的带血内甲 赵承眼珠子 都快喷出火来 就是你们杀了我家二公子 赵承怒不可遏 没错 是我杀的 把你们偷走的天火交出来 否则我与部落 和你们不死不休 银角将手中三叉 几重重往地上一叉 一股杀意从他身上弥漫出来 天火 赵承闻言 眉头微微挑起 脑子稍微转动一下 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这应该就是引起厮杀的宝贝 不过这蛇妖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说赵云祥 拿走了天火不成 你是不是存在误会 我赵家可没有拿走什么天火 拿走你天火的 应该是上古蛮荒巨人族 和我家公子无关 倒是你杀我家公子 却是事实 这仇我赵家必报不可 赵承只觉得 事情似乎哪里不太对劲 但是又想不起来 卑鄙狡诈的人类 到了现在还敢狡辩 我明明从那个死去的主神身上 感受到了我族天火的气息 还说什么上古巨人族 这你也能编得出来 看来人类的话都不可信 既然不承认的话 那就只好杀了你们 银角也是个暴脾气 避避几句之后 就懒得和赵承废话了 也就是神木城他们不敢去 否则早特么杀到神木城 去找赵家麻烦了 此刻 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赵家大人物 他怎么可能放掉 等等 你们怎么知道 我会从这里过 赵承忽然之间 脑海之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关键点 这群蛇妖貌似是专门在这里 等候他的 而知道他行踪的 似乎只有天书学院的人 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苏小 挑拨离间之际 赵承何等人物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事情猜了得大概 等等 我们似乎被人挑拨离间了 赵承赶紧说道 但是 银角此刻已然被之前 赵承的话所激怒 压根就不愿意相信他 上古巨人族 那是什么玩意 与部落在这蛮荒森林 生存了那么久 哪里见过上古巨人族 太无耻了 人类太恶毒了 当他银角是那么好欺骗的吗 刷 银角手中的三叉戟挥动 一道巨大的水剑 就朝着远处的赵承攻击过去 而他身旁的蛇妖 也纷纷施展自己的技能 攻向了随赵承而来的几个人 银角所带的蛇妖 数量大概有30个左右 而赵承这个 只不过三四个人 见到这种攻势 他们瞬间就吓尿了 如果这是在他们神朝的话 那还能让信徒帮忙抵挡一波 可这里 距离他们神朝远的一匹 只能自己硬抗了 兄弟们 吃瓜喽 四阶蛇妖boss大战 四阶反派NPC 不行了 我必须把这段视频录下来 发到论坛上去装逼 这游戏 简直太TM好玩了 兄弟们 暴力给 待会儿 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力 哎呀 希望他们不要把那艘非洲给打坏了呀 远处 早就搬好了小板凳的玩家们 此刻正在窃窃私语 天书学院这边 苏小也通过了 语文老师发出的世界公告 得知了两边大战的消息 系统 这个可以新增一个视频直播系统吗 苏小此刻真的很想观战 可以的 宿主 不过目前为止 只有你一个人能使用 若是想要所有玩家都能使用的话 必须将主神殿等级提升 丁 你已经开启了视频直播系统 可以通过任意一个玩家视角观看直播 距离上线5万公里 提示 使用需要消耗一定的信仰原力 咦 还真的可以 这系统流弊 与此同时 避风谷这边大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嗯 就是赵成被蛇腰这边单方面的碾压而已 赵成带来的几个手下 都没扛住几下 就直接被迎角的手下给搞定了 所有的火力瞄准了赵成 对赵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住手 你听我一句 我们都被阴了 这当中可能存在误会 赵成再一次躲开攻击之后 想要制止迎角的行动 此刻 他内心对苏小的杀意 已经如同滔滔江水一般 太阴险了 太无耻了 哄 回应赵成的则是迎角手中的三叉戟 强悍的力量击破了赵成的防御 直接将其击飞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赵成健壮 直到大势已去 他乃是小神境界 而迎角也达到了四阶水准 两者差不了太多 如果只有迎角 他肯定不会怕 但还有诸多其他蛇妖助战 他再拖下去 就是找死 蠢货 你们与部落都是蠢货 等我回去 定然灭了你们 几次三番的肺腑之言 被迎角给忽略掉 赵成火冒三丈 直接后撤想要逃离 想走 你们果然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禁术水盾 迎角手中的三叉戟 忽然光芒大放将他的身躯包裹其中 很快 迎角的身形就消失在了远处 不知所踪 几秒钟过后 赵成逃离的前方 虚空波动 一道水墓突然出现 化作了一个人影 手持三叉戟 朝着赵成刺来 赵成完全没有想到 迎角竟然还有如此强悍的技能 一时之间闪避不及 难以抵抗 直接被三叉戟刺中 恐怖的气息从三叉戟的尖端 侵入赵成的身体之中 瞬间摧毁了他的经脉 冲进他的脑海 狠狠地撞击在他的神格之上 碰 赵成身体一僵 直挺挺地从空中坠落下去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解决掉了赵成 蛇妖迎角咳嗽了几声 显然也不是特别好受 看了一眼远处的非洲 他挥动三叉戟猛然砸去 那精致的非洲 直接被砸成了两半截 把他尸体带走 至此 引脚才感觉心里好受了一些 带着自己的族人离去 卧槽 这就是BOSS和NPC之间的大战吗 这尼玛 有点恐怖 可惜了 这个糟老头子 一点都不能打 得了吧 他又没有开挂 怎么可能一个人打这么多 望着四周 坑坑洼洼的战斗痕迹 玩家们都张大了嘴巴 不 卧槽 我的非洲 特么的 这狗日都毁了我的非洲 我去 见到非洲被毁的刹那 玩家们心态崩了 别 零件捡回去 说不定还能用 天书学院的苏小 望着这一幕 忍不住松了口气 搞定 这下 天书学院可能头疼了 哦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许青也头疼了 这下 赵家和雨部落 恐怕是不死不休了吧 三日的时间很快过去 一个天书学院的老师 出现在了蛇妖和赵成大战的地方 检查了一番之后 神色惊恐地离去 回到天书学院的那刻 赵成等人被团灭的消息传开 整个天书学院 陷入了一片震惊之中 赵成死了 听说好像是被蛇妖给杀了 恶人有恶包啊 哈哈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闻言 不少人都躲在角落里 偷偷地笑 神木城 这座曾存在了上万年 青砖修器的巨大城池 一直都是东神域的巨无霸之一 来往神木城主神不计其数 给这座古城的繁华 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赵家宅院 一个精致的院子之中 甲山 流水 池塘 亭子 应有尽有 不大的亭子 雕梁化洞 湘明镇镇 一道身影站在亭子边上 看向池塘之中 沉默良久 死了 赵诚也死了 蛇妖干的 许久之后 这个身材挺拔 自带威式的男子 嘴里淡淡地吐出了一句 这就是赵家的家主 赵云飞 家主 根据天书学院那边的调查 的确如此 只是不知道 这当中是否有隐情 身后的人恭敬地回答道 哼 隐情 他许亲还不敢 赵云飞冷哼一声 拳头渐渐握紧 抬头看着天空 眼神阴质 蛇妖吗 不死不休 查一下 蛇妖嘴里的天火 究竟是什么东西 又在哪 赵云飞一字一刀斑倒 是 等等 天书学院那个苏小 胆敢燃止我东西 你告诉许青 要么把这家伙交给我赵家处理 要么给我一个令我满意的说法 否则 我赵家不会善罢甘休 天书学院 义士大殿 古色古香的义士大殿之中 坐满了天书学院的老师 许院长 赵家真是如此说的 一位老师皱眉看向坐在上方的许青 疑惑地开口道 怎么 你不相信我 传逐玉姐还在这里 你要不要自己听听 许青有些不悦地 看向这位老师 不不 我就是觉得这赵家 有点欺人太甚了 苏小和赵云祥身死的事情 明明没有任何关系 竟然还要给他们个交代 真当我们天书学院是吃素的 这位老师愤愤不平地说道 难不成 你还想和赵家成为敌对关系 你要搞清楚 赵家 我们虽然不拒 可其背后是神木城 神木城你惹得起吗 若是不给赵家一个交代 他苏小迟早被赵家暗杀在在边陲荒域 许青手掌抹扎着自己手上的戒指 看白痴一样 看着这位老师 苏小啊 苏小 这可真是怪不得我了 如果不把你拿出去当挡箭牌 那么赵家发怒起来 我许青也得跟着遭殃 我提议 把苏小降为记名学员 发配到学院的矿山之中挖矿 这样既能够给赵家一个交代 又能够保护他 更加可以给大家一个警示作用 另外 此次考核 可以适当给予赵明一些帮助 让他拿到考核第一 表达我们天书学院和赵家交好之意 赵明作为赵云飞的三公子 肯定也是很受爱戴的 这也算是他许青暗中送给赵家的一份大礼 这 下面的老师们 这会儿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 许青那句话很对 若是不给赵家一个交代 让赵家找回一点丢失的面子 赵家真会让人去暗杀苏小 赵云飞其实也就是 想要一个面子 树立赵家威信而已 苏小运气不好 撞在了枪口上 或许也只能如此了 罢了 让苏小先吃点苦头 等风头过了 再将之调回来 这些老师为了苏小的安全 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许青心中冷笑 苏小到时候能不能调回来 那就得看苏小在他面前的表现了 这一次 可真是一剑双雕啊 没想到最终的获利者 竟然是他许青 去把赵明叫来吧 先给他吃一剂定心丸 许青吩咐了一句 不多会 赵明来到了一室大殿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在场 赵明眼中还带着一丝的疑惑之色 赵明学员 事情是这样的 上方的许青看着赵明 满脸笑容地 将事情的安排 导致了赵明 本以为赵明听完了之后会很高兴 可没想到 赵明却是皱眉 什么 要我作弊获得第一 我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 依靠我自己的实力 如果依靠作弊 那我就不用从家里逃出来 在这里隐姓埋名了 我赵明 要靠自己的天赋碾压众人 成为天之骄子 我要让严莫林师姐知道 我比苏晓强 比他强一百倍 赵明脸上浮现一抹中二的表情 他的快感 来自于当着众人的面前碾压苏晓 让苏晓无地自容 让严莫林知道他和苏晓 哪个才是最强的 这 许青此刻就只觉得 这家伙真特么一根筋 难怪会从赵家偷溜出来呢 这种性格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也是最容易挂掉的 年轻人 你难道不知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吗 既然如此 那就暂时按照赵明学员的想法吧 不过 接下来就宣布 将苏晓贬低为寄民弟子 发配矿山的事情吧 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 许青犹豫了一下 笑道 赵明这种人 还是需要他来亲自开导一下 才能看清这个世界的残酷 我不同意 也就在他的话音落下的时候 门口出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带着无庸置疑的坚定 旋即 众人便看见一道歉力的身影走了进来 淡然地盯着在场每一个人 清新淡雅 气质如蓝 即便是这些老师清心寡欲多年 见到这身影 还有那清国清城的容颜 也不由生出一些浮想联天的想法 没有什么动作 却仿佛天生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势 让他们感受到了一股不小的压力 尤其是赵明 在见到这身影之后 羞愧地低下了头 刚才那个中二勇气 此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宛如一个耸包一样 来人自然是天书学院 众人心中的女神闫莫灵 闫莫灵其实也是刚刚从外面赶回来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听见了苏晓的事情 所以想要过来打探一下 没想到却听到了许清等人的计划安排 直接站出来反对 徐副院长 各位老师好 闫莫灵微微欠身 对各位老师行了一礼 莫灵 你们回来了 周围老师见到闫莫灵 脸上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纷纷起身 足见闫莫灵在他们心中多么重要 没有 只是我先回来了 萧副院长他们 还有段时间 闫莫灵微笑道 莫灵 所以刚才的话 你都听见了 这是我们商议好的事情 何情何脸 许清也是满脸堆笑 一改刚才高高在上的样子 闫莫灵啊 最有希望带领天书学院 崛起的新生态 而且似乎有着非常恐怖的家事背景 绝对超级白富美 许清多次想要拉拢她 却被她无视掉 但却丝毫不生气 每次见面 还是笑得像是一个舔狗一样 对 不管你们怎么想 总之我不同意 闫莫灵再次肯定地回答道 脑海之中 瞬间浮现那道身影 想起了八岁的时候 两个人坐在后山悬崖边上 看风景的情景 她总是习惯用手敲她小脑袋 告诉她一些 她从没有听过的东西 诸如 世界是由分子 原子 粒子构成的 从悬崖边上坠落 会产生重力加速度 可以推算出什么样的高度 能摔死一个人 又或者 问她一加一等于几 当她回答二的时候 她就会骂她小傻瓜 然后回答 一加一也可能等于三 一个人加一个人 最终生出一个小宝宝 就是三 如果生出两个 就是四 总之 千奇百怪 极大地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后来 她没有凝聚神格 被人轻视 她在大众面前 也渐渐远离她 因为 她知道 这个时候靠得太近了 会给她带来诸多困扰 只有在无人的时候 她才会主动跑到她面前聊聊天 有时候就仅仅只是聊聊天 她许多烦恼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 许青想要解释 许副院长 没什么可是 如果天书学院担心惹怒赵家 那么让他们来找我 我亲自和他们谈 你也可以顺便告诫一下赵家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太过于招有 不是一件好事 让他们多掂量一下 总之 这是我不同意 我想肖副院长也不会同意 严莫林撂下这么几句话 就转身准备离去 该说的她已经说了 无需再待在这里浪费时间 许青愣在后面 只无半天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等等 忽然间 一声不甘的声音 在大殿之中响起 之前一直垂着头颅的赵明 此刻握紧拳头 一脸不服气地盯着严莫林 眼中浮现委屈之色 莫林师姐 苏小他 就是一个站在女人背后的家伙 不值得你这么做 只有弱者 才会站在女人背后 赵明本想吼出来的 但是生怕得罪了严莫林 严莫林眼神微变 略有不喜 第一 这是 苏小他不知道 是我自作主张的 第二 他值不值得我这么做 你说了不算 倒是你的行为令人 有些可笑 第三 苏小不是弱者 我相信 他会释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两句话 深深刺痛了赵明那颗柔软的心 他几乎发狂 眼睛都红了 他不配 他就是弱者 非常非常弱的那种 有本事 就让他和我比比 看看谁能在这次考核中 拿个第一名 你敢不敢和我打赌 若是他拿了第一 我从此之后 就认他当老大 若是我拿到第一 你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和你约会 赵明憋了半天 终于是鼓起了勇气 说出了心里的那个愿望 约会 严莫灵看着赵明 那副卑微的模样 实在是有些可怜 他知道这是激将法 但是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证明他 也对苏小没信心 那么别人会如何看苏小 所以 即便是激将法 他也认了 可以 前提是你要能拿到第一 但我觉得 你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严莫灵说完之后 这次头也不回地离去 留下了满堂瞠目的众人 还有眼中 带着一丝丝小窃喜的赵明 终于 他抓到这个机会了 我 一定会拿下第一名的 等到老师们都离去 赵明紧紧握住了拳头 眼神坚定 呵呵 赵明学员 这次 我可以帮你获得第一 许青的声音 在赵明身后响起 我不需要 我要证明我自己 赵明拒绝 你终究还是太年轻 严莫灵敢答应你 证明他 很有可能 利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苏小 你觉得你 还有多大希望 现在 不是和他约会 才是最重要的吗 许青寻寻善诱着 赵明猛然抬头看着他 坚定的眼神 一下子松动了 也不知道怎么的 赵明和严莫灵约定的事情 就这么传开了 这在天书学院 瞬间引起了热议 什么 只要能拿下考核第一 就能够和严莫灵师姐 约会吗 赵明 是真的很有希望啊 听说 是因为苏小的原因 莫灵师姐 对苏小还是那么好啊 这都能替他答应下来 不知道苏小 能不能拿下第一 总之不能让赵明 这头猪去拱了莫灵师姐 不然老子酸死了 天书学院的悬崖边上 莫灵师姐 你怎么能答应赵明呢 他们这届 就属赵明最厉害 他拿下 第一是稳稳当当的事情啊 几个面容交好的女子 跟在严莫灵身后 有些不解地询问道 严莫灵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几人 稳当吗 苏小可能拿不了第一 但是赵明一定拿不了 大黑山那家伙你们忘了 大黑山 听见这三个字 吉女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原来师姐早就算计 明白了 一日 又是一则消息 在天书学院传开 宛如巨石丢在水中 掀起了滔天巨浪 七日后 考核开启 这笔原定计划 三个月后的考核之期 足足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 不少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广场上 不少学员都聚集在一起 议论纷纷 考核提前这种事情 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次这么突然地告知大家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 大家伙都来问问情况 不管有什么原因 总要给个解释吧 为什么会这样 有没有小道消息 快告诉我一下 事出必有因 学院肯定会给一个解释吧 此时 广场上一道光芒闪烁 某位老师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各位学员 考核的事情 相信大家 已经都收到了通知 没错 考核因为一些原因 的确是提前 了 至于为什么提前 现在不方便告诉大家 以后大家会明白的 因为考核提前 所以到时候合格的标准 会有所降低 对于每一个将要参加考核的人而言 都是非常公平的 大家与其在这里抱怨 不如及早回去做准备 到时候拿一个好的名字 这位老师几句话 就把事情说清楚了 但让众人吐血的是 竟然特么的不方便告知考核提前的原因 这就让人有点淡疼了 望着众人疑惑的目光 这名老师心中微微叹了口气 这么说 只是一个堂塞的借口而已 本质目的 还是为了帮助赵明 拿下这个第一名 因为 苏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竟然已经成为了九星神师 这速度太恐怖了 若是再给苏小一个月 那赵明 还真不一定能赢得了他 所以 许青就想出了这个下三烂的手段 唉 苏小学员 别怪我们 我们也是迫于无奈啊 这位老师深感愧疚 苏小原本是很有希望拿第一的 但是被许青这么一搞 绝对没有办法拿第一了 此刻 苏小站在某棵大树之下 看了看前方的云秀峰 犹豫了许久之后 最终还是放弃了打算 转身离去 赵明和闫莫林赌约事情传了出来 让苏小颇为感动 虽然已经有两年多未见了 但闫莫林竟然为了他冲到一室大殿 怒对众长老 他就知道 他本心还是没有改变 依旧是后山那个缠着他问东问西的小女子 依旧保留着彼此之间那份纯真的情感 原本他打算去看看他 但一想到考核马上就要开始 苏小觉得 还是算了吧 此时去看望他 不如考核之上一鸣惊人 拿下第一 以胜利者姿态和他见面 随着苏小离去 一道欠力的身影 也从某个隐蔽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目光柔和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学院广场之上 隆重的激阔声响起 天地之间的能量 都化作了狂风在耳边不停地刮着 随后注入了四周八尊巨大的石雕之中 片刻后直接 整个广场被一片阴云笼罩其中 一道道七彩的红桥搭建成功 延伸向四面八方 沉寂许久的超级传送阵 红桥再次开启 将会在几日的时间里 把前往各地建设神巢 招揽信徒的学员们召回来 进行考核 天庭神巢 此时 一道七色的彩虹 从跨越天际而来 落在了神巢中央的广场之处 把正在整理收获的玩家们 都吓了一跳 草 没下雨啊 哪里来的彩虹 新来的没见过世面吧 这可是小神所在的 天书学院的超级传送阵 啥 小神还有势力归属 不知道啥时候 带我们去主城看看那些 NPC啊 不瞒你说 我特么早就想瞧瞧那些女NPC了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没见过主城也就罢了 全特么都是男NPC还有怪物 都快吐了 快看 小神回来了 光芒闪烁 苏小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小神 这次我们没有给你丢脸吧 成功地干掉了那个反派NPC 可惜了 非洲被毁了 小神 奖励 快点发奖励 我要攒信仰币 购买绿装 玩家们一瞬间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说着 苏小抬手 示意大家安静 奖励 我马上会给大家兑现的 另外 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天书学院的大考 已经提前了一个月 将会在七日之后进行 苏小的话刚刚落下 玩家们瞬间炸了锅 歪日 学院大考提前了 这尼玛狗策划 居然能想出这种操作 官方骚操作呀 不是 官方把活动提前是为啥 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所以 小神 也就是说 我们七日后 可以和你一起去天书学院装逼了吗 全身都是雕 此时 站在至高点 小眼睛中充满了西技之色 被他这么一说 瞬间画风抖遍 小神 我要陪你去装逼 我要去勾打NPC小姐姐 小神 快点吧 我的大雕 呸 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歪日 终于能装逼了 苏小满头黑线 本来是打算给他们一点压力 让他们努力准备一下的 没想到 现在全特么想着装逼 一个个居然兴奋的一批 关键是 装逼得有实力才行啊 照明这些人 本来凝聚神格就走 而且资源丰富 综合实力肯定会超出他许多 如果不好好做应对准备的话 这个第一名 是绝对拿不下来的 到时候 不要装逼不成反被草 那就有点搞笑了 不行 得给他们点动力才行 想了想 苏小眼睛一亮 神潮系统更新 开启排位系统 玩家完成任务获得的贡献值 达到了一定的数值 可以自动获得等级勋章 等级勋章 由低到高为黑铁 青铜 白银 黄金 钻石 大师 超凡大师 宗师 王者 贡献值达到一定数量自动兑换 不会额外消耗 等级勋章越高 商城购物享有优先权 啊这 突然响起的声音 让玩家们猛逼了 玄机 一个个都愤怒无比 草 狗策划 抄袭 赤果果的 抄袭英雄联盟 终于还是来了 现在是商城购物优先权 接下来就是课金商城了对吧 果然和麻花腾一样 先把你吸引进来 等你上瘾了 就开始收割韭菜 万恶的资本主义 一个玩家望着旁边玩家头顶 ID旁边的一个小小黑色勋章 忍不住笑了 笑死我了 黑铁玩家 卧槽 老子竟然是段位最低的黑铁五星 凭什么 你特么笑的毛线 我迟早超越你 歪日 这是 青铜大佬 人群中 雕歌鹤立基群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获得青铜勋章的 哎呀 不行了 我一定要努力获取贡献值 像雕歌一样 早日成为青铜大佬 玩家们的反应 让苏小非常的满意 果然 这群杀雕最在乎的 还是面子问题 游戏不重要 重要的是 装逼所带来的过程 还有爽感 原本苏小打算让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气跑线 但觉得还是给他们一点动力比较好 就让系统把之前完成的任务 也计算了贡献值 然后兑换成为等级勋章 没想到 全身都是丢竟然是最高的 神朝任务 主线 学院大考开启之时 玩家在考核之中 助力主神获取第一名 奖励 根据助力值 获取信仰币和贡献值奖励 特殊贡献者将会获得额外奖励 配合支线任务 收益会更高 缩小随后开始下达任务 神朝任务 支线一 进行武器锻造 将武器装备等 由一品升级至二品 限时七日 奖励 贡献值100 信仰币100 神朝任务 支线二 开垦灵田 完成灵药种植培育 限时七日 奖励 贡献值100 信仰币100 神朝任务 支线三 功法技能精通 努力修炼功法和技能 有一定的提升 限时七日 奖励 贡献值100 信仰币100 神朝任务 支线四 一连串的任务 发布了下去 大部分都是 督促玩家们 努力修炼 提升实力的 虽然只有七天的时间 但是只要刻苦用心 还是会有一定提升的 玩家们很快就活动下去 而苏小则是找到了 MC王者 这个作图大师 小神 你找我有什么 PY交易吗 MC王者 用闪亮的大眼睛 盯着苏小 苏小 你特么一个妹子 是如何将这种话 如此流畅地挂在嘴边的 真要交易 就你这小神版受得了 我这里 有一个练丹阵的剑道构想 我希望你 能够在四日内 帮我完成建造 能行吗 玩家们努力提升自身实力 苏小自然也不能闲着 考核之前 他需要练制一些 丹药和灵器 奖励给几个实力 比较强悍的玩家 到时候 好让他们在考核之中 发挥最大的作用 切 小神你是在侮辱 无我MC玩家吗 小儿客而已 等到MC王者离去 门口又是一道身影 走了进来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 小神哥哥 我有件事 想要请教你一下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有些腼腆的 揪着自己的两个马尾便 你说 苏小见他这副模样 忍不住撇嘴 谁要是被他这 柔弱可怜的样子给欺骗了 那可真是见了鬼了 我之前尝试过 不死神魔之躯 第一层逆四转 但是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缓缓开口 什么 你逆四转了 苏小满脸震撼地望着他 不死神魔之躯 神躯和魔躯 逆转运行经脉越多 逆转难度越高 苏小本以为逆四转不太可能 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做到了 你让我好好想一会儿 苏小得到了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逆四转的运行之法后 开始偷学 嗨嗨 不 自己的信徒领悟的东西 怎么能叫做偷 几分钟后 刷 一尊庞大的黑金色神魔之躯 将苏小包裹其中 其躯体之干上 肉眼可见的黑金色 诡异纹路密布 令人望而生畏 这就是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吗 感觉好强 苏小略有些兴奋 有了这提升 到时候考核又凭空 增加了许多实力 你不妨将地主九脉的运转顺序 颠覆一下试试 苏小将改良后的 不死神魔之躯运转之法 传授给了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用无比崇拜的目光 盯着苏小 他冥思苦想这么久 都没能成功 没想到苏小才几分钟就搞定了 真不愧是他崇拜的男人 谢谢小神哥哥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高高兴兴地离去 某处山谷之中 数十道人影 在这里聚集 注意看我的动作和手势 先动左脚 再动右脚 左脚踩右脚 右脚踩左脚 张大仙此刻 摆着一个奇怪的姿势 正在传授玩家们 移行幻影 这个技能 刺啦 一声撕扯声响起 某个玩家低头 看着自己的裤裆 嗨嗨 风吹淡淡凉 特么的 都告诉你了 步子不要卖太大 容易扯着弹 你非不信 再来一次 看我的动作 张大仙无语道 另外一处地方 一只房屋大小的冰火之拳 飞向了前方 房子般大小的巨石 直接将巨石 砸成了无数碎块 卧槽 我们竟然成功了 这就是力量吗 爱了爱了 十几个玩家 望着眼前一幕 一个个脸上 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沈哥 这次我们必定 全部上青铜 震惊之余 玩家们回头望着 身后淡然一笑的 永远低神 嗨嗨 青铜 我特么 目标是王者 永远低神摆了摆手 到时候 势必一鸣惊人 七日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炼丹堂之中 苏小独自一人 坐在一个巨大的丹炉旁边 双眸紧闭 在苏小的四周 一阵阵的符纹闪烁 红光乍现 空气之中 充满了精纯的火系能量 丹炉之下 一朵火红色的莲花 徐徐旋转着 忽明忽暗 随着苏小的控制 红莲妖火渐渐透明 最终消失不见 碰 一声轻响 丹炉震动 一股药箱扑边来 苏小睁开眼睛 揭开丹炉 就看见数颗拇指大小的青色药丸 躺在丹炉之中 成了 可惜 我这丹炉只是临时打造 若是有好一点的丹炉 再配合红莲妖火 即便是三品丹药 也绝对不在话下 苏小收起了丹药 美滋滋朝着外面走去 终于 还是在最后的时刻 将丹药炼制出来 现在 就只需要把玩家们聚集在了一起 把丹药发下去 然后就可以前往天书学院 参加考核了 我特冒 这是些什么玩意儿 来到天庭神潮的广场上 苏小见到严阵以待的玩家们 直接猛逼了 广场之上 玩家们此刻正在围着一个 超级庞然大物 议论纷纷 兄弟们 怎么样 我这波操作如何 到时候 吓死那群NPC 一个叫做 请教我鲁班大师的玩家此刻 正眉飞色舞的冲大家伙介绍着 在众人的眼前 是一辆超级战车 嗯 没错 就是一辆超级战车 这战车有点类似电影 蝙蝠侠之中的那辆 外形显得非常的酷炫 不过 比蝙蝠侠战车大了好多倍 看着如同一头威猛的巨兽 在战车的两边 还有锋利的刀刃 和战车车身形成45度角 形状类似剑龙背上的东西 在战车的最前方 则是用妖兽铃骨打造的超级钻头 细长尖锐的钻头 给人一种无物不破的感觉 想想若是被这玩意插入身体之中 那感觉肯定背爽 卧槽 剑龙战车 刘臂呀兄弟 我天听神潮 真是人才辈出 连这种玩意都能弄出来 哟 简直太酷了 兄弟 给我开一下行吗 不少玩家跃跃欲试 苏小脸一下子就黑了 这群沙雕 真是啥玩意都敢弄啊 老子给你们的妖兽灵骨 你们就用来打造了这玩意 这玩意能用吗 有用吗 到处都是崎岖的山路 你告诉我 这车子怎么开 你确定这玩意到时候 能发挥作用 苏小不满地呵斥了一声 小神 你懂个地儿 好看就行了 颜值才是第一生产要素 到时候把这玩意开去 参加考核 还不得把那些 NPC妹子迷的神魂颠倒 美女爱跑车 这可不是说说而已 荒天地牙咪的 上来拍了拍苏小肩膀 一脸老气横丘的模样 苏小抬手一挥 寒冰真气降临 将这个傻缺直接冻住 你告诉我 这玩意在山路上能开吗 这个世界 除了有人的地方 苏小无语地说道 请教我鲁班一听这话 顿时明白 为何苏小这么不高兴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小神 不是我说你 现在是21世纪 人要学会变通 我这可不是一般的车子 而是战车 既然是战车 那么就会充分考虑 其作战性能 就拿你说的 山路不平的问题来讲 你以为它 只是一台跑车 错了 它其实还是 一个变形金刚 请教我鲁班 爬上了车子 坐进了里面 拨弄了一下某个地方 剑龙战车 可见这剑龙战车的四个轮子 竟然开始收缩变形 最终变成了 四肢强壮有力的脚 砰砰砰 随着请教我鲁班的操作 这剑龙战车 宛如一头剑龙一般奔跑起来 卧槽 还有这功能 真就一届变形金刚 就是跑得有点慢 玩家们此刻 纷纷瞪大了眼睛 就连苏小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能力 的确解决了山路的问题 别看着看着简单 但是想要完成难度超高 光是传动元件的设计 组合 搭配等 就能劝退大批人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做到了 此时 请教我鲁班 再一次启动了某个功能 那个静止的长长钻头 突然飞速旋转起来 调整了一下角度 将地面的青石板砖 钻出了一个大窟窿 和玩家们的电光 独龙钻有得一拼 刷 此时 那长长的钻头 猛然往上一挑 一块巨石被挑了出来 请教我鲁班 顿时开着剑龙战车 朝着他落下的方向而去 一个飘移战车的 侧身刀刃 对准了落下的巨石 刷刷刷 刀刃前后快速 反复移动 将落下的巨石 切割成了无数块 这一幕 又是把玩家们 都看待了 好家伙 功能齐全 又能装逼又能打 简直太帅了 哇塞 特么直呼好家伙 然而 这还没有完 咔嚓咔嚓 此时战车的顶端区域 车顶下线 一只黑色的棍子 从里面缓缓生气 啊 不 准确地说 这特么是一根枪管 哒哒哒 一发发的冰火两重天 支弹从里面射出 打向了空中 几乎都快连成了一条线 看着就非常酷炫 如何 小神 快夸夸我 一阵响动之后 这剑龙战车迅速地收缩 长长的钻头 收了进去 两边的刀刃也收了进去 这次真正变成了 一辆跑车的样子 苏小此刻 只有一种感觉 这特么 简直就是个人才 这才七天的时间 竟然打造出了这玩意 这逼在外面 绝对是个专家级别的存在 是我小瞧了你 苏小上前查探了一番 这剑龙战车 是由符文法阵驱动 消耗的是赵云祥那里 搜刮而来的灵精 整体而言 相当于一件二品中的 极品灵器 不过 符文法阵等级太低了 灵精能提供的能量也不多 所以 许多地方还未能满足要求 比如变形之后 速度就不太行了 继续发扬 以后我可以帮你改造一下 苏小称赞道 这些瑕疵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小神 这辆剑龙战车就给你了 请教我鲁班 非常大方地道 给我 苏小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 不用 放在你们手中 会发挥更大作用 切 小神别客气 我还有两辆 请教我鲁班 尴尬笑道 苏小 你特么 这是浪费了多少材料 才弄出来的 真是个败家玩意 好了 我这里有一些零五和丹药 现在按照任务完成的贡献值 奖励给大家 希望获得奖励的玩家 能够在此次考核之中 做出更多的贡献 苏小开始处理自己的事情 卧槽 小神亲自炼制的东西 我酸了 这次 我一定会在考核之中 努力表现自己的 将东西发放完毕 苏小又来到了主神殿 开始对主神殿进行升级 主要是维系主神殿运作的 符文基石 以及法阵的升级 这些材料和物品 上次已然在赵云祥那 空间戒指之中获取到了 升级的过程也很简单 而且升级过后 玩家们就可以通过直播系统 观看现场考核的情况了 丁 主神殿等级提升 成功迈入二星神潮 能力更新中 一道道的声音 响彻在苏小和玩家们耳朵之中 做完了这一切 苏小踏上七彩虹桥 前往天书学院 天书学院的接引广场 当当当 宏大的广场上 云彩阴云 终声回荡 悠悠长鸣 青石板广场中心 巨大的雕像四周 神光缭绕 天书学院 虽然这些年没落了 但是规矩还是非常森严的 天书学院的教授风格 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 比较注重理论基础的教授 也很少给玩家们发放资源 什么东西 都主要靠学员自解 这种模式 有好处也有弊端 好处是 若是真正培养出一个人才起来 那势必会一飞冲天 名震东神域 想当年 天书学院那位消失的天才 成长起来后 一人之力打爆了整个东神域 所向披靡 只是后来不知去向 提起的人渐渐少了 坏处也很明显 学员质量参差不齐 和其他学院相比 就差距甚大 有可能十几年 几十年都不会出一个人才 正是因为如此 天书学院已经上百年 没有拿得出手的人才 故而没落了 哗 人群之中 忽然之间一阵哗然之声响起 看台之上 一道倩力的身影 缓缓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背后跟着几个妙龄女子 仿佛侍女一般 颜莫龄师姐来了 我就知道她会来看的 真是太美了 这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子 我终于知道 为何赵明这么迫切 想要和她约会了 此刻 颜莫龄找了一处 合适的位置走下 扫尸一圈 发现苏小还没来后 便闭目养神不再关注 静静等候考核的开始 哗 又是一阵哗然之声响起 众人回头望去 就看见不远处 赵明正满脸自信地走来 在她身旁 还跟着一群 舔狗此刻 正在脉里地讨好她 赵明师弟来了 听说赵明师弟 这次是能够获得 第一的最佳人选 赵明师弟是神木城赵家人 难怪是个超级潜力股 这样的家庭背景 若是被他看上 以后必然飞黄腾达 赵明师弟 有信心拿第一吗 不少人此刻见到赵明 都围了上去 其中还是以女生居多 大多都是想要引起赵明注意 看能不能混进赵家 衣食无忧 面对众人的目光 赵明微微一笑 大声宣布 我想 这一届 除了我能拿第一 其他人没有谁有这个本事吧 赵明看着上方的闫莫玲 故意加大了声音 全场人都能听见 这话很狂 但是赵明有他狂的底气 在许青的帮助下 他又突破了 就差最后一步 就能迈入小神境界 背后还有许青相助 这次的第一名不是他的 那又会是谁的 妾 看他那个嘚瑟的样子 劳资就不爽 不就是家庭背景好一点吗 不少人闻言 都嗤之以鼻 兄弟 别酸了 你得认命 人家有一个好的家世 那也是一种投胎的能力 屁的能力 我还是喜欢苏小 人家一步步靠自己走上来的 这才是真本事 没错 我也永远支持苏小 这是强者应该有的步伐 可是 苏小能赢吗 我希望苏小拿下第一 和莫玲师姐约会 也绝不希望这个人是赵明 应该 能行吧 说到这个话题 一群人忽然之间就沉默了 支持苏小是一码事 但是他们 终究还是不太看好 苏小能拿下第一 毕竟苏小凝聚神哥的时间太短了 就 一声雕鸣响起 天空之中 某座剩下的七色红桥上 一只巨大的雕 从远处飞来 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只见 这大雕之上 坐着一个青年 青年一身古铜色的肌肤 双眸微臂 仿佛与世隔绝 给人一种高人风范 这是 是他 大黑山的那个家伙 他没死 天哪 冯林轩他还活着 见到这个青年 下方的人群都沸腾起来 黑色的大雕缓缓落地 青年睁开眼睛 从上面走了下来 无视众人 看了一眼台上的 闫莫玲 嘴角微微勾起 闫莫玲 我说过冯林轩不会死 你意外吗 冯林轩内心嘀咕了一句 找了个地方站定 这 这是青年雕吧 这可是一种啊 没想到冯林轩 竟然在大黑山之中 收服了三街青年雕当作棋 这简直太恐怖了 妈呀 三街妖兽 他怎么做到的 此刻 赵明看着这个 突然到来的家伙 眉头挑起 尤其是 见到这只青年雕 眉头皱得更深了 赵明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不过 还好 他是作弊的 所以暂时 可以不用慌 各位 大家差不多都到齐了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大考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安静一下 此时 广场上方的宫殿之中 数位老师走了出来 许青站在最中间 望着下方众人 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看着挺和蔼可亲 副院长 可否再等一下 苏小还没来 一个学员冲许青说道 许青眉头一皱 扫尸一圈 不由皱眉 还真没来 恐怕是不敢来被我碾压 丢人现眼吧 赵明此刻发出了一声冷笑 想要在严莫林面前 贬低苏小 衬托自己 明哥说的是 只怕是不敢来参加了 不少人站在赵明这边的人 嘴角泛着冷笑 苏小他真的不敢来吗 不会吧 不管结果如何 你可一定要来啊 站在苏小这边的人 不禁为他担忧起来 刷 在众人喧哗之时 一阵咆哮声 从剩下的红桥之一传来 正是连接边陲荒域天庭神朝 那座红桥 而映入眼帘的东西 也让下方的人瞠目结舌 满脑子疑惑 这特么 是个什么玩意 一辆黑色的战车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而开着这辆跑车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苏小 本来苏小也不想 这么夸张张扬的 但 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所以就拿出了 请教我鲁班 送给他的剑龙战车 七彩红桥 与其说是一个传送阵 还不如说是一个 加速阵准确 踏上红桥 可以享受速度加成 配合剑龙战车的速度 让苏小节约了不少的时间 终于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赶到了 苏小师兄这是什么东西 看着外形好酷炫啊 这好像是05战车 看样子 至少也是二品之上 哇 苏小真的是脑洞太大了 竟然能够弄出这种东西 真不愧是我们天书学院 这些创造第一人 哇哇哇 我看着好喜欢 不知道苏小师弟 能不能让我摸摸 因为苏小这辆剑龙战车 打断了现场的节奏 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他们还从未见过 有什么灵气可以长这样子的 这对他们而言 就是一种视觉冲击 简直太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就连台上的那些个老师 也是伸长了脖子 眼珠子转个不停 想要看清楚 剑龙战车的构造和作用 一直闭目养神的闫莫灵 此刻睁开眼眸 秋水一般的眸子 落在这道身影之上 嘴角微微勾勒起一抹弧度 真不愧是你啊 一直就是这么有创意和想象力 总是能够带给人惊喜 此时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 剑龙战车的车门缓缓升起 与天空几乎成90度角 请教我鲁班 设计的车门是一门 让这剑龙战车的酷炫程度 又增加了许多 抱歉 来迟了一点 没有耽搁吧 苏小从车子里面走出来 望着大家微微一笑 风头一时之间独一无二 远远盖过了 刚才骑着轻语叼回来的冯林轩 我竟然不知道你已经凝聚神格 可是规矩森严 踩点来不是一种好习惯 希望你能够多向赵明学员学习一下 什么才叫做不骄不躁 许青不满地教训了几句 本来正因为苏小抢了风头 而生闷气的赵明 此刻听见这话 顿时神色收敛 故作高深 好了 既然都到齐了 那么就准备开始考核吧 许青看了一眼剩余的红桥 犹豫了一下下令道 这些红桥 无人前来 只可能存在一个原因 人已经没了 毕竟 外出建立神巢 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稍有不慎 就会命丧黄泉 想必大家 已经熟知考核的具体流程 下面 我就不用多说了 现在有请参加考核的学员 站到中间来 此时 一位老师接过了许青的话 对大家伙宣布道 于是乎 包括苏小在内的八十多个学员 来到了中间位置 之前是一百多 但是死亡人数接近三分之一 现在只剩下八十多个了 在场之人 都不由唏嘘几声 表示惋惜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声音 在广场四周响起 旋即 广场四周的八尊 巨大十项双眸之中 发出了一道道的光芒 这些光芒 设向了准备参加考核的 八十多位参考学员 交织成了一片绚烂的区域 放开你们的神域 与投影法阵相连接 打通神潮投影通道 负责的老师声音再次响起 随后 学员们开始按照说法 开放了自己的神域空间 这八尊十项构建而成的 投影阵法 其实就一个作用 能够将各学员 神潮的信徒 投影到这边来 到时候方便参加考核 毕竟 若是每个学员 都把自己的信徒 带到这边来的话 那不得把天书学院挤爆 此外 天书学院也不可能容忍 大量的信徒 跑来这里 玷污这片神圣的土地 这个投影 还有个巨大的好处 它本质是灵魂投影 但是却保留了实力 即便是考核途中 信徒死掉 也只是灵魂会存在 一定的损耗而已 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死亡 巨大的广场之上 烟雾缭绕 瓜子花生烤穿猫屎咖啡 外加铁板烧 一律打气折了 魏哥 来三分七分熟的牛鞭 先记账啊 杨绵绵 你的奶给我来两杯 没有了苏小的束缚 玩家们直接将厨房 搬到了主神殿广场之上 等候着接下来的考核 叮 天庭神潮直播系统已开启 各位玩家可以通过直播系统 观看现场直播 系统的提示声 在玩家们脑海之中响起 之前主神殿只是一品的时候 只有苏小一个人 能享用这个功能 不过 苏小离开的时候 已经将主神殿提升至二品 现在每个玩家都能使用了 直播系统开启了 哎呀 终于开启了 我他妈等了好久了 哇塞 这就是天书学院嘛 看着逼个好高的样子 这风景 这广场 宛如仙境一般 看 好多漂亮的小姐姐 身材又好 富白貌美 简直无敌了 总有一天 我要泡一个NPC小姐姐 给我暖床 这些小哥哥 比电视里的小鲜肉还好看 我快湿了 玩家们感叹同时 苏小的声音 响彻在广场上空 各位玩家 神域已经打通 信徒考核的时候 大家注意听考核内容 到时候 我会根据你们的能力 挑选合适的人选 前来参加考核 记住 只有获得好的成绩 才能够拥有丰厚的奖励 明白吗 小神 Hola 你放心 装逼我们最在行了 保证那些NPC小姐姐 被疯狂吸睛 小神 你慌个呆 吃饱了再说 显然这个考核对于玩家们的吸引力 没有小姐姐小哥哥 那么有吸引力 不少玩家已经御一跃势 准备到时候 好好装逼一波 天书学院这边 在参考的学员神域连接完毕之后 考核也正式开始了 按照惯例 考核主要分成了三轮 第一轮 乃是主神神朝的综合实力评判 包括了主神神朝的等级 神域的等级 领域范围 信徒的数量 以及最后一个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第二轮 是信徒的考核 考核分为了几类 每一类可以选拔几个拔尖的信徒前来参加 第三轮 是对主神的考核 考核评价 采取打分的制度 每一轮小考核考核结束之后 或者由特制的灵器给出评分 又或者由学院老师组成的考核团队进行打分 总分加起来最多的 便是第一名 很快 在考核老师的操控下 广场左边位置竖起了一块巨大的石碑 这些石碑通体晶莹 上面流转着淡绿色的符纹 宛如蝌蚪一般游动着 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息 现在 开始第一轮考核吧 把你们的手放在检测石碑之上 就会得到相应的信息 随着考核老师一声令下 考核立刻开始 很快 就有第一个人出现在了考核石碑的面前 他的手掌放上去之后 石碑上骤然亮起了起来 神潮等级 一星 一行字在石碑上显示出来 随即石碑的后方一道光环亮起 这个光环代表了他的神域的等界 神域等级 一星 范围50平方公里 信徒数量 300 评分计算中 最终评分如下 神潮等级评分 50 神域等级评分 50 信徒数量评分 65 此人 神潮等级评分 没有达到要求 神域等级评分 并没有达到要求 唯有信徒评分勉强合格 根据神潮主神殿 汇聚信仰之力估算 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70 这时候 石碑之中 响起了一道提示声 这个所谓的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才是这一环最重要的一个评分 代表了神潮的发展前景 以及可能达到的高度 主神的神潮 以后的发展前景越好 那么这个 评分越高 算是一个综合性的评分 前面三个评分 都是根据神潮现状评分的 但是有可能因为某些因素 导致了神潮的等级 神域的等级 没有提升上去 比如这位主神 可能资源不够 又或者其他因素 但 成长潜力太低 那么即便给够资源 后期也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一般而言 除了有家庭背景的学员外 前面三项的成绩 都会差不多 但是最后这个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却可以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 甚至平民学员 也能够掉达土豪学员 眼前这个学员的成长潜力评分 只是下等水平 显然不够看 如果后续的考核 之中 不能获取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是很有可能被淘汰的 唉 这个学员叹了口气 转身灰溜溜地走了回来 下一个 考核老师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地开口 不要灰心 这是综合考核 不会因为一方面不行 就逐出学院 后面加油努力 一定没有问题的 后面考核更重要 苏小见到这个学员 情绪略有些低落 怕他影响后面的考核 拍了拍肩膀安慰了几句 哼 不行就是不行 早点人情自己比较好 一旁 赵明呵呵地讥笑了几句 谢谢小兄 我一定会的 此人没有理会赵明 而是感激地看向苏小 你加油 争取哪个第一 让那些仗势气人的狗日东西 被踩在脚下 末了 此人又补充了一句 用鼓励的眼神盯着苏小 苏小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候 第二个考核的学员 已经上去了 考核成绩 比刚才这个稍微好一些 但是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个的学员考核完成 场上也响起了 一阵阵的议论之声 似乎 这届的学员不太行啊 难得发现一个稍微能看的 别慌 后面还有赵明 冯林轩和苏小呢 他们三个才是重头戏 赵明和冯林轩 我倒是觉得问题不大 不过苏小恐怕有点困难 下一个 赵明 考核老师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瞬间全场就安静下来 为了衬托赵明的优秀 许青故意将最后剩余的三人 排序为赵明 冯林轩 苏小 赵明倒数第三个 冯林轩倒数第二个 最后一个则是苏小 明哥终于要上场了 期待啊 赶紧让赵明师弟来洗洗眼睛吧 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在众人的异论声之中 赵明背负双手 走到了测试杯的前面 抽出了一只手放在了上方 一脸淡然的表情 他的表情就是在告诉众人 这考核就是小意思 神朝等级 三星 第一项评级出来 现场瞬间就炸锅了 我靠 三星神朝 赵明竟然已经将神朝建设成了三星 这也太恐怖了吧 面对众人的惊叹 赵明十分满意 苏小则是面无表情 神朝的等级 主要和主神殿的等级有关 主神殿的升级就是靠资源 没什么好值得炫耀的 猜得不错 接下来赵明的另外两项评分也挺高 神域等级 三星 范围250平方公里 信徒数量 700 正如苏小所料 赵明的各项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神朝等级评分 100 神域等级评分 100 信徒数量评分 120 见到这个成绩 现场惊叹连连 根据神朝主神殿汇聚信仰之力估算 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300 随着最后一项评分出来 不少人眉开眼笑起来 300分的成长潜力评分 堪称恐怖啊 试问 之前考核之人 有谁能敌 即便是放在之前 赵明也是顶呱呱的行列当中 极为优秀的那种 完了完了 赵明要和莫灵师姐约会了 怎么办 苏小这次如何能够赢得了赵明 操 我不嘎啊 凭什么上天就如此不公 有家世背景支撑也就算了 还拥有如此好的成长潜力 现场不少人看着苏小 眼中浮现一抹同情之色 赵明的前三项分数 如果仅仅只是依靠他自己的话 是绝对达不到这么多的 但是许清出手了 在最短的时间里 让赵明拥有了最大的提升 这成绩一出来 自然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不过 苏小道不是特别担心自己 虽然 在神潮等级方面不如赵明 但是最后一项成长潜力 绝对是能够弥补起来的 毕竟 系统对这群玩家的评级 可是SS22品质 总分620分 这已经能够进入 天书学院的历史前十了 赵明学员表现不错 台上 许清脸上满是笑意地夸赞着 听见这话 众人又是一惊 历史前十 竟然如此恐怖 明歌流遍 明歌 这个第一名 你拿定了呀 赵明走下场 就迎安了不少人的恭维 让他非常开心 下面一个 冯林轩 考核老师念到了冯林轩的名字 冯林轩有些哑然地盯着赵明 这会儿才将目光 从赵明的身上收了回来 这赵明 似乎有点意思啊 苏小不行了 竟然又出了一个赵明 嘿嘿一笑 冯林轩走到考核石碑前 将手掌放在了上方 神潮等级 三星 成绩出现的刹那 全场顿时哗然一片 用震惊的目光盯着冯林轩 这这 冯林轩怎么也是三星神潮了 冯林轩此人 大多数人都听过他的事情 出身也是挺贫穷的 不过和苏小不太一样的是 此人争强好胜 性子也很值 得罪了不少人 若不是有一些天赋 被学院的老师看重 只怕早就被人下黑手给弄出去了 因为他的嚣张跋扈 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直接和老师杠上了 最终因触犯了学院的规矩 被罚到大黑山那边的矿区挖矿 本来以为是在惩罚他 可没想到这家伙刑罚期满了之后 居然不回来了 大家都快要把他遗忘的时候 这家伙又突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参加考核 而且成绩还如此好 这种感觉挺离谱的 在众人的惊叹声之中 冯林轩的后面成绩缓缓出现 彻底引爆了全场 神域等级 三星范围300平方公里 信徒数量800 同样是三星 但是冯林轩的三星神域 比赵明的三星神域 足足多了50平方公里的范围 神域的面积和许多因素有关 首要和神格品阶有关 神格品阶越高 理论上神域等级每提升一级 扩展的范围会大大增加 还有个重要因素 就是和主神对自身神格的融洽度 和掌控度有密切联系 简而言之 这是主神自己对神格的开发能力 开发得越好 神域面积则越宽 冯林轩的神格品阶是三色 和赵明一模一样 如此可以推断 冯林轩在开发方面 比赵明做得好 神潮等级评分 120 神域等级评分 150 信徒数量评分 150 根据神潮主神殿 汇聚信仰之力估算 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400 总分820 远远超出了赵明 卧槽 当这个评分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最后一项成长潜力评分 简直爆表 甚至 就连一只神色淡然的严莫灵 也不由多看了两眼 这这 冯林轩竟然变得如此厉害 这小子在大黑山之中 到底经历了什么 台上的老师们 一个个面面相去 很快露出满脸笑容 唯独许青脸色阴沉了下来 之前的笑容荡然无存 怎么也想不到 这半路竟然杀出来了一个成咬精 还把赵明甩了这么远 脸色最难看的 自然要数赵明了 黑得像是一块木炭一样 张着嘴巴 半嗓都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手掌颤抖 身躯颤抖 到最后 连面容都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明哥 不要生气 后面还有两轮呢 这个冯林轩 可太不识抬举了 明哥 这冯林轩虽然厉害了点 但你碾压苏小 没有什么问题 赵明的舔狗们 不停地安慰着他 让赵明心中好受了一些 哼 说的也是 还有两轮呢 最后的赢家 仍旧会是我赵明 赵明看向台上的许青 觉得许青的话 真的是太对了 此刻许青的目光 也微微瞥向他 两人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 下一个 苏小 冯林轩过后 便是苏小 苏小被安排在最后一个 此刻顶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 前面两个一个比一个优秀 若是到了他这里 突然拉胯的话 那么带给人的落差 会让人情不自禁地鄙视他 沦为笑柄 毕竟 当年苏小的风头太胜了 苏小加油 苏小师弟 我永远支持你 苏小 别怕 你是我们的骄傲 虽然不太看好苏小 但是身后 还是有超过半数的学员 在为苏小发自内心地鼓励加油 从这一幕 足以看出来 苏小在天书学院的 受欢迎的程度了 唉 可惜了呀 台上心知肚明的老师们 此刻微微对视一眼 心中无比惋惜 若是再给苏小一个月的时间 凭借他四色神格的天赋 未必不能拿下这个敌意 加油啊 颜莫灵粉拳 微微握紧 红唇轻咬 内心按到了一声 虽然不是他考核 但不知道 为何比他考核还要紧张 此刻 苏小已经来到了石碑前 没有丝毫犹豫的 将手掌放在了上面 神力的气息弥漫出 神潮等级 二星 很快 全场响起了小声的议论 二星 还不错呀 唉 果然没戏了 神域等级 二星 范围300平方公里 信徒数量 第一信徒200 第二信徒76 弥漫全场的BB声 在这数据出现的刹那 瞬间全场安静无比 神潮等级评分 100 神域等级评分 300 信徒数量评分 80 根据神潮主神殿 汇聚信仰之力估算 成长潜力估算评分 1000 刷刷刷 此刻 全场一个个坐着的身影 纷纷站起身来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严莫灵紧握的粉拳 这一刻 有些轻微地颤抖起来 总分1480 这不仅仅只是超越了 现场的赵明和冯林轩 还超越了她的评分 这才是真正的她吗 我的天 1480分 成长潜力就有1000分 这是怎么做到的 卧槽 爆表了呀 我从未见过如此高的分数 为什么啊 苏小竟然在神师境界 招揽了第二星图 这怎么做到的 马德 神域等级只有二星 但是范围却达到了300平方公里 这完全就是在吊打赵明和冯林轩 我感觉 非常的不可思议 谁能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这一刻 没有任何人 不为这个成绩感到震撼 那些支持苏小的学员 甚至都激动到不能呼吸 本来还在担心 苏小出球呢 没想到天降惊喜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可能拥有这么高的评分 这不可能 许青嘴角囊囊 仿佛痴呆一般 反复地念叨着 不可能几个字 赵明则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头大汗 脑子嗡嗡嗡作响 他都作弊了 没想到苏小竟然还超出了他两倍的分数 关键是这个成长潜力的一千分 直接把他打得没脾气了 这他妈 还能有达到一千的存在 天庭神朝这边 快看 小神在装逼了 看看这些震惊的嘴巴 都和布隆的家伙 小神的装逼功力 简直一流啊 玩家们一边吃着烧烤 一边喝着自制饮料 一边看着直播 简直舒服的一匹 哈哈 小神生得我雕哥的装逼精髓 待会儿的信主考核 雕哥给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装逼的 全身都是雕 上跳下窜 对于接下来的考核 欲欲欲试 兴奋不已 且 待会儿的考核 小神一定是选我 放屁 肯定是选我了 兄弟们 不然我们先打死雕哥吧 这样他就不能和我们证明额了 好嘞 好主意 苏小收回了手掌 看了一眼十倍上的评分 成长潜力竟然是一千分 似乎还不错 不过 苏小并不知晓 测试成长潜力评分的时候 玩家们一直在打闹 压根就没按照要求来 否则就不止一千分这么低了 本轮考核第一名 苏小 总分一千四百八十 本轮考核第二名 冯林轩 总分八百 本轮考核第三名 赵明 总分六百二十 考核老师现场公布了 前十的考核分数 赵明引以为傲的六百二十分 被苏小碾压得体无完肤 苏小学员这个分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破了天书学院的记录 连那位前辈 也未能达到如此高度 考核老师满脸 欣慰地看着苏小 越看越满意 哈哈 我就知道苏小是最牛的 十年前他是最牛的 十年后依旧是最牛的 太强了 资源背景不如赵明 但还是把赵明压 在地上喘不过气来 等等 忽然间 夸赞声之中 传出了一道不满的声音 只见赵明 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看着台上的老师 我有质疑 我怀疑石碑有问题 他信徒数量 才不过两百多 神域等级也才二星 最终的成长潜力 怎么可能这么高 赵明心有不甘啊 不出来说点什么 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许青忍不住摇了摇头 赵明这话出口 直接在气势方面落了下诚 这已经算是输了一筹 赵明学员不服对吧 那么 我问你两个问题 你可知为何苏小二星神域 扩展的范围和你三星神域一样宽 你又可知为何苏小能招揽第二信徒 在场诸位考核者 却无一人能做到 两个问题 直接把赵明给问猛逼了 他当然知道 无非就是因为天赋能力比他强呗 但是这话能说吗 说出去不是打自己脸吗 不好回答吧 只能说别人天赋能力比你强 考核老师和和冷笑 各位学员 记住一个道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要过于自负 不然吃亏的是自己 资源背景 只能让你暂时变强 却不能让你站在巅峰 能让你站在巅峰的 只有你自己的真本事 考核老师趁机教育了众人 一番也暗讽了赵明和许青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哼 嘚子什么 别忘了 你第一信徒只是区区人足 后面还有两轮考核呢 后面两轮才是重中之重 赵明碰了一鼻子灰 非常不爽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悄悄给许青识眼色 他本来打算不作弊的 看来现在必须作弊了 苏小啊苏小 接下来便是第二轮考核 主神的信徒考核 主神的信徒考核内容和网戒略 有些不同之处 增加了一些项目 所以会慢慢公布 考核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 全场就响起了一片哗然之声 竟然还增加了项目 除了参考者 不少人眼中充斥着兴奋的目光 三轮考核从最基础的开始 越到后面越有挑战性 对于大家而言 第二轮是最有意思的 因为各大主神的信徒不一样 能力不一样 往往会带来某些惊喜 这也可以给大家伙提供一个判断依据 以后第二信徒 该去寻找什么样的才最厉害 二轮考核第一关 是这次新增的新进考核 众所周知 新进培养也是信徒培养之中 比较重要的一环 现在所有考核者请挑选出 五个信徒参加第一关考核 考核老师吩咐道 实际上 这个项目是许青为了给赵明拉开分数 专门设计的 不过众人都不知道 只有部分老师心中稍微猜到了一些 考核老师话音落下之后 各个参加考核的学员 便开始从自己的神潮之中挑选信徒 苏小心中暗道一声糟糕 要说其他的传统考核项目 他还真不是太担心 但是这个新进考核 是真没信心啊 怕死的 好色的 好吃的 逗逼的 每个家伙都有明显的缺点 关键这些沙雕的想法 完全不是他能够掌控的 谁知道这群家伙 能不能应付得过去 但苏小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 一切全看天意了 天庭神潮 一个光阵从天而降 落在了广场之上 苏小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各位玩家 现在开始第二轮第一关考核 考核内容是新进考核 新进考核 主要是测试你们的新进是否笃定 能否承受住诱惑 所以需要心态比较好的人参加 有没有自荐的 苏小也不知道这些玩家 哪些新进比较稳定 就只能让他们自荐了 不过 苏小知道 雕哥肯定不能参加 这货特么的好奇心太重 好色 怕死 好吃 各种缺点都有 完全承受不住诱惑 让他参加 那就是找死 只是 苏小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身影 已然钻入光阵之中 小姐姐们 我来了 哈哈 不是雕哥又是谁 我特忙 见到这一幕 玩家们都快气疯了 雕哥这货 自知没有希望 竟然施展出了这种 卑鄙无耻的下三烂手段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冲进了光阵之中 卧槽 雕哥这逼 简直太不要脸了 雕哥跑得贼特么快 这逼太狗了 卧槽啊 那岂不是只剩下四个名额了 不行了 我也要去 有的玩家 也想学学雕哥 不要脸的冲进去 但是这会儿 苏小早有防范 直接拦住了他们 苏小也是无语了 千算万算 没算的 全身都是雕 这货竟然如此不要避连 浪费了一个名额 关键是 这特么灵魂传送阵法 都没有稳定 这货就冲进去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接下来 必须得好好把关才行 可不能影响了考核 那个 第一狗王 来一个吧 苏小知道 另外 宇文老师也来一个 很快 苏小就挑选了另外四个人 至于其他人 就只有等待下次机会 哎呀 我也好想去看NPC小姐姐 可惜小神不鸟我 剩余玩家都哭丧着脸 天书学院广场之上 一道道的身影 从虚空之中降临 来到了广场上 均是个主神的信徒 这些信徒千奇百怪 什么品种都有 水族 火族 虫族 兽人族 兽族 乌龟 三脚鸟 单腿牛 矮人 鸟人等等 其中 赵明的三品品质的 焦人族比较有风头 另外就是 冯林轩同样三品品质的 轻语音 只有苏小与众不同 是纯粹的人族信徒 而且 这几个货一点都不安分 感觉像是刘姥姥金 大观园一样 东看看西望望的 卧槽卧槽 姐妹们 我终于见到了这里的NPC小哥哥 颜值都好高的 小姐姐 我想和你合个影 可以吗 你好 小姐姐 约吗 四个玩家 没等苏小吩咐 直接冲到了各自的目标前 聊妹的聊妹 攀谈的攀谈 甚至还打开了系统的合照功能 来了张美颜照片 望着这一幕 现场众人都有些猛逼 这几个人类信徒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自来熟的样子 真是太凶猛 搞得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几个男学员 宇文老师和另外一个妹子 聊得面红耳赤的 苏小 你怎么只有四个信徒 考核老师望着苏小 疑惑地问了一句 苏小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最近进去的雕哥反而没出现 果然啊 阵法没稳定 真的出事了 哎是来了 不过传送的时候 好像出了点意外 苏小有些无奈地道 少了一个 也是他自己的问题 开始吧 许青在上方缓缓开口 少一个 照明多几分胜算呢 等等 我在这儿呢 突然间 一道声音在西边的上空响起 众人抬头望去 就看见雕哥正站在广场四周的 那八尊巨大的石像中的 其中一尊头顶 此刻一脸猛逼地盯着下方 我去 这家伙怎么跑到上面去了 你赶紧给我下来 天书学院的石像阵 岂能容你玷污 许青顿时满脸愤怒地起身怒斥 雕哥瞥了他一眼 老头 你特么传送阵有问题 把我传送到这里 怪我咯 许青 一句话 直接把他对得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你特么慌个等 慌个等 许青想了半天 愣是没想明白 这特么到底什么意思 雕哥望着下方 看着他的众人 心中兴奋的一批 这是老天爷在给他装逼的机会啊 众目睽睽之下 如果凌空踏步360度转体而下 那必然吸睛的一批 这是个绝佳的装逼机会 这种场面都不装逼 如何能够获得NPC小姐姐的芳心 长路漫漫 装逼为伴 我来一眼 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之中 雕哥从高达几十米的石像上 一跃而下 一手护着后颈 一手护着装部 空中360度转体高难度动作凌空而下 噱头满满 哄 落地的刹那 雕哥双膝跪在地上 双手呈拳头状撑在前方 垂着头颅 宛如高手出场 给人感觉逼格满满 这 真跳下来了 人族信徒 有这么强吗 我怎么感觉 这货反而像是兽人族 要知道 这几十米的高度 即便是一个主神这般跳下 也是很有可能受伤的 信徒就更不用说了 可让天书学院众人没想到的是 雕哥竟然完好无损 让他们忍不住刮目相看 雕哥真特么秀啊 没想到 雕哥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真是亮瞎了我的眼 不行待会儿要是轮到我出场 我也必须要来一个 雕哥 帅帅帅 玩家们望着四周人群震惊的目光 玩家们激动得手舞足蹈 不对 雕哥为什么还不起来 这时候 不应该是起身和周围的妹子打声招呼 说句hello吗 时间过去了一分钟 雕哥仍旧双臂撑在地上一动不动 雕哥心里苦啊 我特么也想起来 可是老子腿不摔断了 怎么起来 雕哥 你赶紧起来啊 考核要开始了 一个玩家跑到雕哥面前问道 兄弟 别说话 别负我 我腿断了 快去告诉小山 让他想想办法 雕哥在聊天频道上说道 卧槽 雕哥 你这是用生命在装逼啊 苏小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也是无语了 我先看看你情况 苏小弯腰查探了一番 我特么 粉碎性骨折 苏小此刻真的很想 抽着家伙一边腿 算了 你还是别动了 待会儿考核人的时候 会有一个传送光环 将考核的信徒 传送到考核秘境之中 所以 待在哪儿都无所谓 嗨嗨 各位玩家注意 接下来的考核 禁止装逼 尤其是毫无意义的装逼 甚至影响考核的装逼 苏小通过世界公告 给玩家们发了一条消息 好了 现在考核开始 第一关 新进考核 总共五个信徒 看谁的信徒 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一旦全部失败 那么宣告结束 说说 树道光环亮起 直接将第一个考核的主神信徒送走 随着第一个主神的信徒 被传送走 广场上的八尊十项光芒 交织在一起 各主神信徒考核的场景 以及坚持的时间 五个信徒 以时间的总长计算成绩 在光幕之中 可以看见 这些信徒的前方 是一片阴暈的空间 空间之中 有一座古老的城池 这座城池 就是一个幻景制造场所 到时候会制造各种迷幻的场景 影响这些信徒的心态 很快 这个主神的五个信徒 就走入了城池之中 考核可以一个一个进去 也可以五信徒一起进去 总之看主神自己决定 空荡荡的城池之中 突然间就杀出了 这些敌人都是虚影 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会对心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原来星境考核 主要还是战场的模拟啊 见到这一幕 其他学员也明白了 第一波敌人很快消失不见 这个信徒抵挡住了 但随即又出现了第二波 这次数量增加了足足两倍有余 这五个信徒开始身体颤抖起来 但还是抵抗住了 但第三波的时候 除了数量超出他们两倍 还多了一个兽王 这下 这些信徒终于不淡定了 有几个转身就开始跑 玄机惊慌失措 最终屁滚尿流地 转身朝着城门冲去 打开了城门冲了出来 在外人看来 他们终究还是怕死 啊 就这 就这 这么怕死啊 简直毫无难度 这个第一 我们天庭神潮必然拿下 雕哥见到这一幕 顿时嘴里发出了冷笑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所有目光 齐刷刷地看着几人 眉头微皱 这也太自信了吧 说得不好听一点 这就是狂妄 学院老师们 一个个都面面相去 竟然特么的 被一个学员信徒 被鄙视了 真想一巴掌拍死这货呀 哼 苏小 这就是你的信徒 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 希望到时候 不要被打脸才好啊 不远处 赵明转头盯着苏小 嘴里露出了嘲讽之声 苏小瞥了他一眼 懒得和他废话 一条狗跑来咬你 你也要回咬一口吗 不过 对于雕哥这货 他是真的气不打一出来 你他妈 别说话行不行 干啥啥不行 装逼第一名 你想帮我拉仇恨啊 苏小踢了雕哥 这货一脚 提醒道 嗯 小神我错了 我就是实话实说嘛 雕哥一脸委屈 这些信徒怕死 玩家们可不怕死 毕竟已经死了这么多次 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分数42 这个主神信徒 总的时长 不过才三分钟 换算成分数 也就42分 只能说很低 一般要60分才能及格 这个分数 连及格线都未能达到 不过 也能理解 毕竟这新进考核 是第一次加进来的 许多学员 压根没有预料和准备 不然会耗一些 现在开始第二个 考核老师面无表情地宣布 接下来的考核 一个个都是惨不忍睹 万物皆有灵 生命只有一次 还真找不出来几个 不怕死的 最关键的一点 大家没有准备 所以成绩不相当地糟糕 几个小时后 就只剩下最后三人 赵明 苏晓 冯林轩 前面的成绩 最好的不过才100而已 只能说是中等水平 所以 大家伙的目光 还是都放在了 这三位身上 随着自己的信徒 被传送 进入考核地之中 赵明嘴角 忍不住勾勒起了一抹糊涂 这个考核他早就知道 所以早有准备 若这都拿不到第一名 那他吃屎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赵明的信徒 进入了幻境城池 和之前的差不多 面对的是一波波 虚拟的敌人进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一波的敌人 都会越来越强 带来的恐惧值 核心理压力 也会越来越大 卧槽 第五波了 这些娇人 只是轻微颤抖而已 这么强的吗 瓦解第五波攻势的时候 观战学员 已经忍不住 发出了惊叹之声 别人最高成就 也就能坚持到第五波 可没想到 赵明的娇人族第五波 才略有波动而已 这差距 简直太大了 赵明此次第一 应该非他莫属了 别着急 后面还有两个呢 赵明文言 心中狂喜不已 考核之前 许清就让他多次训练过 这几个信徒 自然远远超出其他人 第十三波的时候 赵明的这几个娇人族 双腿已经打战了 本以为 就要结束的时候 没想到这些娇人的身上 突然迸发出了一层 朦胧的水光 刹那之间 他们的身体 又安稳了许多 这娇人族 竟然还有清新术 这种天赋功能 这个天赋神通 在这种考核中 简直无敌了 众学员都无语了 苏小却是露出 若有所思之色 这个新进考核 怎么好像特地 为赵明准备的一样 学员赵明信徒 新进考核 分数500 最终 赵明信徒 通关17波敌人进攻 这个分数出场 瞬间力压全场 下一个 冯林轩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之中 冯林轩的信徒 被送入了幻境城池之中 冯林轩嘴角也是苦笑不已 这实在没有准备 他估算自己的信徒 最多能坚持到第七波 然而 让冯林轩和众人 意料不到的是 他的信徒 进入之后 遭遇的 不再是之前那些妖兽 而是清语英的天敌 面对天敌 连一轮都坚持不下来 得分五分 创造了记录 冯林轩当场差点吐血 哎呀 终于轮到我们了 兄弟们 姐妹们 待会儿我们就让这个世界 为我们而颤抖吧 第四天灾 奥利给 雕哥高举双臂 仰天长笑 光芒一闪 苏小却是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货 就你特么能加血 少说两句不行吗 这些话 听起来实在太中二了 让他老脸往哪放 阴晕的空间之中 雕哥几人进入了这里之后 开始四处打量 最终目光停留在了 那座烤河城池之中 谁先来 我先来吧 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绝世狗王 我特么狗到他们 第一狗王望着其余几人 自告奋勇 等等 语文老师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根据冯林轩纳获的遭遇 这幻境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个的进去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得排一下顺序 弱一点的在前面 强一点的在后面 比较弱的出来之后 就描述自己所遭遇的一切 主要是心理的变化 毕竟幻境攻击的 肯定是人心里最薄弱的地方 提供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大数据分析 分析出这个幻境入侵办法 时间 压力值等 方便后续的人做好调整 取得更好的效果 语文老师心里早有安排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 按照操控着一切 好嘞 那我先去吧 女生优先 毕竟女生的胆子小一些 队伍中第二位女性玩家 小风满朝着城池走去 打开大门 进入其中 歇话 怎么着 也得好几分钟去了 谁让我们是第四天灾 雕哥示意大家休息一下 嗯 众人觉得没毛病 哎呀 此时 城池之中 一声声惊恐的叫声响起 没过十分钟 城池的大门再次打开 一道狼狈的身影 从里面冲了出来 外面的几人 屁股都还没粘地 就不约而同地又站了起来 这怎么回事啊 哦 下花线 哦哈哈 笑鸟 持久力不行 才十秒钟而已 胆子太小了 早知道 让我去了 感觉这个城池 用来当鬼屋还不错呀 观看直播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 笑得前仰后合 而外面 天书学院的众人此刻 也都是愣了半声 才反应过来 这就完了 你好歹给我们一点反应时间啊 哇哈哈 这就是他们嘴里的 毫无难度 笑死我了 真就毫无难度啊 吹流碧 谁不会呢 光天化日之下 还敢大言不惭 此刻 不少站在 苏小队里面的学员 抓住机会嘲讽苏小 以赵明等人 声音最大 墨林师姐 人族信徒 果然就是不靠谱 这也太丢脸了 严墨林身旁的几个女子 也是一脸失望之色 就连苏小 也有些尴尬 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连十秒 都没能坚持住 要是没有 全身都是丢 之前那些豪言壮语 那还好些 回来一定要打死这货 装逼就知道装逼 装出事来了吧 卧槽 小丰满 你 你怎么就出来了 我特么屁股 还没着地呢 第一狗王盯着 小丰满一脸猛逼 描述 分析 大数据 这特猛 估计是见到了敌人 就开始跑 分析个锤子 小丰满 有些脸红地望着大家 对不起 我真的太害怕了 你怕个锤子 又不是没死过 雕阁满头黑线 不是啊 和之前设想的不一样啊 我看见了好多鬼 张牙舞爪的 我这个人最怕鬼了 小丰满 无语道 鬼 几人对视一眼 目光疑惑 看来这幻境城池 还真不简单 语文老师 皱眉 哼哼 不就是鬼吗 我不怕鬼 最好摔几个女鬼 我特么现场直播 放心 采集数据的事情交给我了 无奈 德马西亚 呵呵一笑 向前走去 咳之 城门打开 咳之 城门关上 无奈 德马西亚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放马过来吧 无奈 德马西亚 很是中二的吼了两句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旗子 插在了地上 一副誓死如归的表情 然而 十秒钟后 哇 这特么什么鬼啊 我受不了了 碰 城门打开 无奈 德马西亚 从里面冲了出来 站在一旁漠不作声 兄弟 你踩集的大数据呢 你特么在逗我 胆子和小枫满一样大 你踩的蛋 几人无语地盯着 无奈 德马西亚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宇文老师再度皱眉 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无奈 德马西亚 脸红着抬起头 我 我看见了虚空之中 好多怪物 我特么 好多怪物你也怕 你又不是没遇到过 雕歌无语了 关键是 这些怪物的毛孔之中 都长着一只只眼睛 转个不停 密密麻麻的 我天生密集恐惧症 这笔杀了 我还难受 卧槽 这也行 几人愣住了 那么 现在咋办 我们就剩三个人了 连别人临头都赶不上 宇文老师 几人面面相去 算了 还是让我去吧 腿一伸 眼一闭 什么也不用管 第一狗王 呵呵笑道 自信而去 但 大家伙却对他 没那么自信了 毕竟每个人都有弱点的 果然不出所料 第一狗王 进去不超过三十秒的时间 就匆忙 从里面跑了出来 说吧 又是咋回事 宇文老师 满头黑线 哈哈 笑死我了 就这 狗到天荒地牢 哈哈 雕哥 不要比连地笑了 你笑个锤子 你去也是一样的 我感到了好多蛇 在我身旁爬 往我洞里钻 我最怕软体动物了 那种感觉 让人头皮发麻 第一狗王 手掌现在 都还在颤抖 那么 也就是 这幻境城池 似乎找准了 我们每个人的弱点 直接在第一波 就是最狠的 宇文老师 似是想到了什么 我特么怎么觉得 有人在针对我们 提高了难度呢 凭什么别人都是妖兽 到我们这里 就各种骚操作 雕哥纳闷了 简直多的一批 你们让我进去 铁定逃出来 见到众人 看着自己越发 兴奋的目光 雕哥赶紧摆了摆手 你们觉得可行吗 宇文老师 看向其余几人 其余几人 也是点了点头 我感觉没毛病 行动吧 嘿嘿 值得一试 几人纷纷点头 心领神会 啊呀 一阵杀猪般的声音响起 可怜的雕哥 直接被其余几个 玩家打断了手 然后抬着朝着城池走去 目前为止 在玩家们的眼中 只要不能逃出这个城门 就没有问题 雕哥刚好把腿给摔断了 也没法跑 这就是老天爷给的提醒啊 另外 宇文老师等人 也考虑到色诱 美食等问题 干脆把手也打断吧 简直完美的一批 天庭神朝这边 本来见到前三人 都拉胯的一批的玩家们 正火急火燎地想办法 见到这一幕 瞬间眼睛就亮了 啊这 这办法也能想出来 有玩家惊呆了 哼哼 没错 对雕哥这种不要避连的 就应该下狠手 有玩家还在为雕哥 抢名额的事情 愤愤不平 优秀 我们第四天灾果然优秀 天书学院广场之上 本来一轮声 逐渐变大的广场 此刻见到雕哥 被残虐抬进幻境城池的一幕 一个个都惊呆了 我去 这这么狠啊 连自己人都能下得去手 简直心狠手辣 天哪 我震惊了 哼 这就是人族信徒 为了利益尔虞我诈 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难怪是最垃圾的信徒 众人褒贬不一 但也都明白了 语文老师等人为何这么做 虽然有点狠 但是不视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啊 呵呵 各位学员 人类信徒总是喜欢自以为是 尤其是这种 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的人类 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 台上的许青 此时缓缓开口 面带冷笑 如果我天书学院的考核 这么容易对付 那么我天书学院 还能立足于世间吗 真是把我们初题的老师 当作傻子不成 许青的话 让许多人感到疑惑不解 难不成 这里面还有名吗 此幻境城池 会抓取信徒的弱点进行攻击 如果信徒承受不住这种压力 那么就只能跑 但是 跑不掉呢 那么 必然会承受无尽的压力 因恐惧过大 而灵魂死亡 所以 眼前这种小聪明 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能不能过关 最终还是得看自身的本事 这么一说 众人也都明白了 没想到 学院考虑的还挺周到的 苏小元本燃起希望的脸 此刻再一次变得面无表情 唉 算了 第一轮考核超出的分数 还是挺多的 这新进考核 即便是丢分 问题也不是太大 只要后面不出什么幺蛾子就行 换进城池里面 许青的话 故意传入了这里 让雕哥等人听见 想要给他增加一些心理压力 几个人瞬间就崩溃了 卧槽 还有这操作 那雕哥的手 不是白断了 歪日 现在只能看雕哥自己了 要是不信 我们第四天台的首秀 是真的要栽了 第一狗王等人快吐了 这尼玛 游戏套路比小说还多 真是醉了 雕哥顿时哭了 哎呀 我他们怎么这么倒霉 早知道就不来装逼了 我后悔了呀 可是现在 哭也没有什么用 只能默默地承受 呼呼呼 忽然间 雕哥只觉得一阵阵的狂风吹来 天地骤然变色 黑压压的一片 宛如末日降临一般 一股莫名的压抑感浮上心头 他一瞬间就忘记了自己 这是在游戏当中 把这里当做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吼吼吼 与此同时 前方景色突变 雕哥就看见数千亿人冲入了城池 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上面布满了血迹 所有人目光都聚焦在雕哥的身上 恶狠狠地盯着他 拿下他 然后灵池处置 治好伤后 再用油锅炸 在他的身体之中种下义务 把他当做肉甜 围首的头领嘴角 挂着猙獰的笑容 卧槽 灵池 油炸 肉甜 这尼玛都是些什么玩意 太可怕了呀 还没等到这些虚拟的敌人冲到面前 雕哥直接仰躺在地上 口吐白沫 眼珠子乱转 双目呆滞无神 一看就不行了 啊 这 卧槽 雕哥这就不行 雕哥 你特么也太菜了吧 这些怪物都没冲到你面前 你特么就倒下了 啊 雕哥这 简直丢脸丢大了 观看直播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哭丧着脸 神色充满了鄙 这简直就是第四天灾的耻辱 丢脸啊 天书学院广场上 赵明等人已经忍不住狂笑起来 哈哈 本以为能多扛一会儿 没想到 直接给吓得口吐白沫了 哎哎 真是有够菜的 看来 许副院长没有说错 果然承受不住 压力会灵魂死亡 自作聪明的下场 不少讽刺之声响起 显得格外刺耳 哎 听他之前的话 还以为他多牛呢 搞了半天 是第一个被吓死的人 这真是破了纪录了 可怜的苏小这一下 被有心人抓住笑柄了 严莫林身边 一个长相交好的女性学员 有些同情地盯着苏小道 严莫林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皱眉凝视着画面 似乎不简单呢 第一波入侵 就是面临一支军队 这难度 是不是太大了点 片刻后 严莫林轻声道 身旁的几人 此时也骤然反应过来 同时一乐 对啊 开局就是地狱难度 这换谁来估计 也是这个下场 苏小双手扶额 暗自叹气 这货果然没让他失望 真是有够辣眼睛的 然而 当众人都以为雕哥已经结束掉的时候 奇迹突然间发生了 倒在地上的雕哥 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 身体抖动几下 挣扎着一下子 从地上直起身来 眼睛瞪得圆圆的 呼吸顺畅 脸上并无丝毫惧惧怕之色 可刚才恐惧 产生的表情简直是两个极端 啊 雕哥愣了一下 脸上笑容逐渐绽放开来 天书学院新进考核就这 就这 说了毫无难度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认为 我刚才被吓死了吧 雕哥嘴里 发出了一阵阵的反讽 卧槽 除了雕哥自己 这一刻 其余所有人都梦了 包括苏小在内 这特么怎么回事啊 雕哥的突然变化 在场没哪个人能看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明明已经倒在地上了 就要灵魂死亡 怎么突然 就跟个没事的人一样 难不成这家伙 真的深藏不露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此刻一个个眼中 充满了疑惑之色 看向苏小 苏小表示 我特么也不知道 他就纳闷了 雕哥这货 每次都是 看起来非常拉垮 但是总是能够 在关键时刻 给他带来意外惊喜 真就天命之子呗 天书学院新进考核 就这 就这 敢不敢再难一点 毫无难度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此时 雕哥非常嚣张的声音 从光目之中传出来 落入了天书学院 每一个人的人耳朵之中 嚣张的一批 可现在还有谁敢嘲笑他 人家跟个屁事没有 要不是幻境城池 出了问题 那就是真牛逼 台上一群天书学院的老师 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被一个信徒 这样赤果果的嘲讽 让他们这群老家伙 连往哪放 尤其是许青 脸色铁青都快气炸了 但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本来 就特意给苏小的信徒 增加了难度 没想到 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甚至都怀疑 幻境城池的阵法 是否出了问题 雕哥 真是太特么秀了 原来这才是雕哥的终极大招 简直秀的一批 雕哥 我们都错怪你了 你是我们第四天代的骄傲 直播前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 不要脸的开始狂舔 和刚才的嘲讽景象截然不同 随后 雕哥又面临了火海 深海巨物 恶鬼 美女色诱 总之 七情六欲都来了个遍 雕哥仍旧稳如泰山 丝毫不为所动 那挑衅的声音 在许青这里 显得尤为刺耳 还有吗 继续啊 没有了 我就要出来了 第十播 第十五播 第二十播 足足达到了第三十播 幻境城池愣是没辙了 语文老师 甚至都没有机会参加 就结束了 分数也达到了恐怖的一千分 再一次碾压了赵明两倍 赵明直接就傻眼了 半上说不出话来 许青气的胃疼 这特么 本来是给赵明拉分用的 没想到 反而让苏小 拉开了这么多分 即便是三阶的信徒进去 也不可能 抵抗得住三十播充机 也不知道 这会怎么办到的 光芒闪烁 雕哥等人 出现在众人面前 手脚静动的雕哥 嘴里还在装逼 哎 就这就这 高手总是如此的寂寞 试问 这世间有谁能够伤我 等皆是蝼蚁啊 噗 在场学员们 差点集体喷血 这泥马也太能装了 本次考核第一名 苏小 一千分 第二名 赵明 五百分 赵明直接特 我的哭晕在厕所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赵明忍不住了 沙雕 又想说 我们作弊是吧 第一轮考核 你也说作弊 第二轮你也说作弊 合着我们一直作弊对吧 你特么赢不了 我们就说 我们作弊 不服气 来单挑啊 雕哥直接给对了回去 惊呆了现场众学员 信徒敢直接对主神 这还是第一次见 你 赵明快气疯了 没作弊 就凭你一个 区区一接七星的信徒 能过三十关换镜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上必然藏着什么宝物 依靠宝物过关 那也是作弊 我建议对他进行全面检查 赵明非常笃定 自己的判断 没错 一定好好检查 区区人族信徒 不可能有这个实力 此话一出 不少学员都表示支持 雕哥按道一声糟糕 用求助的眼神 看向苏小 小神 宝物也作弊 那血脉算作弊吗 血脉 苏小愣了一下 旋即反应过来 血脉不算 你身上有血脉 忽然 苏小想起了 这霍茂似是赤眼虎一族的新王 曾经得到了传承 难道是 好 猛然间 一道虚影 从雕哥的体内钻了出来 化作了火焰缭绕的赤眼虎之王 怒视众人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爷爷我这是作弊吗 老子这是身怀逆天血脉 你有吗 嗯 你有吗 羡慕还是嫉妒 酸了吧 老子可是身具赤眼虎血脉的天命之子 区区交人族也想和我比 比你马呢 雕哥气场十足 几个反问剧 直接对得赵明 哑口无言 毫无脾气 天书学院众人再度傻眼了 无品血脉之列 苏小竟然找到了一个身具 无品血脉的人族当信徒 啊 这是什么狗屎运啊 震惊 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无品血脉之列 这自己都可以当主神了 竟然愿意成为别人的信徒 太离谱了 苏小这是如何办到的 严莫灵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浓 一颗心如同蔷薇一般 徐徐盛开 还有谁不服 雕哥环视四周 霸气十足 众人再无质疑 只是越发觉得苏小不可思议 一个信徒都如此厉害 那苏小又该是如何水准呢 没有 没有那我就走了 下次再见 雕哥说完 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众人不知道这是何事 但是苏小却明白 这货是自杀复活去了 现在 若大家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 下一项考核吧 信徒考核的第二项 是常规项目 力量测试 主神可以挑选 最多三个信徒前来 但是最终成绩 只取其中一个最好的成绩积分 考核老师宣布了第二项考核 嗯 这个大家早有预料 基本上每次都会有 可恶 这次我一定要赢 赵明手中紧紧握住了那颗血红的丹药 天庭神朝这边 兄弟们 我又回来了 雕哥兴奋地冲向人群之中 拿起了一个烤串 就开始狂吃起来 雕哥留弊 雕哥你就是我的偶像 下面力量考核 雕哥有没有什么想法 玩家们纷纷围了上去 兄弟们 不瞒大家伙 雕哥我的确有个想法 雕哥压低声音 冲大家黑黑一笑 鬼点子又出来了 几分钟后 苏小的声音 在天庭神朝的广场上方响起 与此同时 那个传颂光环 再一次降落在广场之上 各位玩家 接下来的考核是力量考核 最多可以带三个玩家参加 但是计算成绩 只有取最优的一个 刷刷刷 苏小的话还没有说完 早就准备好的三道身影 直接冲进了传颂光环之中 小生 不要逼逼了 我们都知道了 哦 我雕哥 又来了 苏小 特么的 全身都是雕 这货又抢先了 另外两个是谁 他都没注意看清楚 这些家伙竟然连他的话 都不听了 真是越来越膨胀了 天书学院广场之上 八十多个参加考核的学员 此刻已经将自己的信徒 挑选到场 超过大半数的人 都只挑选了一个 力量最强的信徒 而不是三个 毕竟 这项考核人数 起不到作用 带多了也是无用 苏小学员 你的信徒呢 考核老师看着苏小 皱了皱眉 苏小身边空空如也 连根毛都没有 苏小脸色有些尴尬 那三个家伙似乎是传送光环 还没有稳定 就冲进去了 这肯定是又出幺蛾子了 嗨嗨 天庭神朝三大青铜战神在此 尔等不要慌 忽然之间 一道洪亮的声音 在广场的上方响起 众人抬头望去 就看见雕哥正坐怀不乱地 站在一尊石像的上方 背负双手 俯视众人 我特么 又是你 吐 许青要吐了 这货怎么又跑到上面去了 他是怎么办到的 最可怕的是 不久之前 这家伙不是手脚禁断吗 怎么突然之间完好无损 卧槽 苏小这个信徒有点东西啊 竟然焕然一新 这难道是无品血脉的力量 还是什么疗伤丹药 你吃过这么好效果的疗伤丹药 不仅许青要吐了 这些天书学院的学员也快吐了 这货又嚣张又能装 关键你还没辙 只能静静看着他装逼 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最终只能归咎于 无品血脉外加效果超好的疗伤手段 不对 不止一个 另外两个方向 还有两人 其中一个少年 背着一件长长的东西 这件东西被白色的布缠绕着 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玩意 最后一个方向 是一个长得比较可爱的小女生 身材娇小 但该带的地方绝对不小 精致的脸蛋上 红唇点缀如同樱桃一般 背后还扎了两个长长的马尾辫 娇小可爱 就是表情稍微冷了一点 全身都是雕 一刀999 第一狠人大跌 苏小简直无语了 这主意绝对是雕割这货想出来的 这家伙竟然抓住了 传送光环的漏洞 每次都能传送到这十项上 不要问 问就是想要装逼 幸好 他所寄予货望的 第一狠人大跌来了 至于另外两个货 便宜他们来了吧 你 许青刚想说话 雕哥抬手示意他 不要逼逼 你传送阵的问题 怪我了 雕哥呵呵一笑 许青差点就自闭了 竟然连他想要说什么 都猜到了 哈哈 兄弟们 如何 我就说我抓住了 这个游戏的bug 你们还不信 现在 装逼的时刻到了 谁先来 雕哥看向 一刀999 和第一狠人大跌 妹子 我来吧 一刀999 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种众人瞩目的时刻 他已经期待好久了 雕哥之前装过一次逼了 这次该轮到他了 第一狠人大跌 妹子却是没有说话 他从未想过 要装逼 如果我是那羽滴的话 那么 我能够像把不曾教会的天空 与大地连接起来那样 把某人的心串联起来吗 一刀999 抬头45度仰望天空 眼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 什么鬼 这话听得下方众人一愣一愣的 唯有苏小知道 这句中二台词 肯定又是从哪个动漫之中抄来的 这些家伙 真是会装逼 一刀999 解开了背上的大刀 扔向了天空 稍微停顿了一会儿 他张开了双臂 直挺挺地朝着下方坠落而去 众人还不明所以 只见一刀999 快要坠落到地面时候 天空中的大刀 以更快的速度超越了他 刀气 一刀999 冷喝一声 力量弥漫出 硬生生止住了大刀下落的速度 转而向上飘来 一刀999 双手接住大刀 借助其上浮的力量 抵消自己的冲击 最终一个空中 360度转体稳稳落在地上 单膝跪地 刀插地面 垂着头颅 所以 希望保护更多人 抬头 目光坚定 刀哥秀啊 这动作 这语气 这出场方式 别拒一格 玩家们集体兴奋了 天书学院的学员和老师们也震惊了 别看这个动作简单 这力量的掌控熟练度和操控能力 简直一流啊 垃圾一点的主神都做不到这个动作 该我了 刀哥健壮 忍不住了 二话不说 就往空中移跃 上一次装逼失败 这次无论如何 也要好好地秀一下 九幽花开 只见刀哥落到半空的时候 轻哼一声 空中 火系能量弥漫 凝聚成了一朵火莲花 火之气息带来的冲击力 让刀哥缓冲了一下 翻转稳稳落在了地上 这一手空中凝聚火莲蓄力的手段 再一次让众人感到震惊 这神迹竟然施展得如此鲜熟 卧槽 感觉比我还流畅 这真实的是一个信徒 感觉他能碾压我呀 不少学员感到有些脸红 自问他们要做到这点 还不一定能成功 苏小只觉得 这技能有点熟悉 再一想 这特么似乎是根据自己的九幽天灾 浴火模拟的 剩下最后一个了 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出场方式 又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竟然变得有些期待起来 然而 当众人目光看向第一狠人大帝的时候 却没有发现 第一狠人大帝妹子的踪迹 再一看 差点集体识化 吐血三声 这画风 不对啊 第一狠人大帝妹子 此刻顺着那巨大的石像爬下来 竟然是爬 娇小的身躯 在石像的缝隙之间 小心翼翼地往下一步步地挪 宛如一朵摇摇欲坠的花朵 稍不注意就会凋零 嗯 众人都猛圈了 狠人大帝妹子 这是找不到好的出场方式吗 哎 早说了狠人大帝妹子 不喜欢装逼 玩家此刻只觉得 第一狠人大帝 这简直是浪费了一个大好机会 天书学院的人 此刻感觉这个世界终于正常了一些 这才是苏小的信徒该有的样子 若是苏小每个信徒都这么厉害 那还得了 哼 估计他这信徒当中 也就这个叫做雕哥的家伙 还有后面这个说着一些鸟语的家伙 能拿出手 看来 这次我赵明能赢了 赵明轻哼一声 安慰着自己 又有了信心 所有的考核人员到齐 考核便正式开始 一块巨大的石碑被抬了出来 放在了广场的正中间 石碑之上光滑流转 不时闪烁着绚烂的光辉 漂亮中带着一丝的神秘 策利碑 不管你是使用肉身之力 还是技能之力 只要集中石碑 那么就能够得出相关的评分 评分越高 代表力量越大 规则我已经宣布了 那么现在就开始考核吧 在考核老师的宣布下 第一个学员的信徒上场 这个学员的信徒 是一个身躯非常高大的石像巨人 身体完全由石头构造而成 和电影里面那些石头怪物 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卧槽 石像巨人 这做得太特么逼真了 这细节 竟然可以看见皮肤表面的青苔 玩家们此刻只觉得 这个游戏真是不可思议 代入感太强了 石像巨人 这似乎和上古蛮荒巨人 有一定的联系 这信徒就特别适合 力量测试这种考核啊 是啊 这种信徒 最擅长的就是力量 石像巨人 一接九星境界 哄 在众人的议论声之中 这石像巨人 已经重重的一拳 轰在了石碑之上 200 一个分数出现在屏幕上 哦 下滑线 哦哈哈 竟然200分 我满足了 这个主神非常高兴 他的要求不高 总成绩跨过极格线而已 200分 已经可以帮他把考核平均分 拉高很多了 随后便是第二个 第三个 每个主神一个信徒考核的情况下 很快就轮到了赵明 去吧 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我直接宰了你 赵明这边 一个身形高大的娇人 手持鱼叉游了出来 咦 这不是蛇妖吗 蛇你妹啊 这是娇人 懂吗 沙雕 一个下半身是蛇尾 一个是鱼尾 不少玩家只觉得 与部落的蛇妖和娇人 长得都差不多 其实大体上差不多 就是细节方面不一样 譬如 娇人头上会长脚 下半身还有鱼鳍 在天赋能力方面 娇人族更擅长水系术法 娇人族分支 二接二星境界 此时 这个娇人站在了 策利碑的正前方 手中的鱼叉挥动 空气中水系能量聚集 最终汇聚成了一个 超大号的水球 以青娇之名 爆发吧 这个娇人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击 他怒吼了一声之后 身上青色的鳞片之中 渗出了鲜血 更加狂暴的能量 注入眼前水球之中 刷 漠然间 水球出击 轰在了策利碑之上 策利碑都振战了几下 一个硕大的数字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千 我去 二接娇人这么猛的吗 要是我也能招揽到 娇人当信徒就好了 在场不少人看着赵明 眼中流露出了羡慕之色 不愧是品质三品的信徒 这力量属性 实在凶猛无比 令人眼馋 碰 这个娇人 因为服用了激发潜力的丹药 所以此刻忍不住 喷一声倒在了地上 但赵明却懒得管那么多 一个信徒而已 死了就死了 一千的评分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即便是冯林轩和苏小 也有些动容 这个评分 的确很高 接下来 冯林轩 轮到冯林轩的时候 他身旁的那雕 朝着策利碑走了过去 飞禽类的信徒 通常而言 比较擅长风系属性能力 在力量方面 稍微欠缺一些 轻语音 二接一心静见 一阵阵微风 在这只雕的身旁汇聚 刷 下一刻 这只雕宛如利剑一般冲了出去 他那坚硬的爪子 重重地撞击在了策利碑之上 750 这个分数 让众人有些哑然 他们还认为 冯林轩能够和赵明一决高下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不行 只是 让这些人没有料到的是 还没有结束 这雕的身上 浮现出了一道虚影 一尊巨大的黑色影子 哄 策利碑再一次震荡 数字疯狂上跳 一路飙升到了1120 才停了下来 竟然是反超了赵明 什么 这是 妖的气息 看台上的老师们 一下子就不淡定了 冯林轩竟然收服了真正的妖 当做自己的信徒 妖可是非常高傲的 和主神之间的冲突 也非常的剧烈 能够收服妖当做信徒 那算是一件很荣光的事情 眼下 这雕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 等他真正觉醒妖族力量的时候 那才叫做恐怖 这冯林轩 着实让我感到震惊 此子可以着重培养一下 不少老师都目光炯炯地盯着冯林轩 照明的风头 直接被冯林轩给抢走 成了最耀眼的一人 我怎么感觉冯林轩很有可能拿第一呢 屁 小哥现在都超出他多少了 就凭他还想第一呢 接下来 压力就来到了苏小这儿 由于前两轮经验的表现 所以大家伙对苏小的期待都非常之高 不过 苏小也不是特别担心 力量方面 他有着很大的自信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虽然等级低了点 但是爆发力绝对遗留 苏小正准备打算 让第一狠人大帝上去 可没想到 他还没有说完 雕哥已经跑到了策利贝的面前 浏览了一圈后 冲后方的一刀999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刀 这策利贝 我怎么感觉 我能一拳打黑平 雕哥这话响起 全场一瞬间安静下来 他一瞬间就变成了全场焦点 苏小此刻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你肯定非得搞点动静出来 才肯罢休 这种大话能随便说吗 即便是第一狠人大帝也没辙 各位 他就是胡说八道而已 大家不要相信 苏小赶紧解释了一句 打黑平了还好 打不黑平 那丢脸的不仅仅是雕哥 更是他 一刀999赶紧跑来雕哥的面前 拉了拉他 雕哥 你别吹流鼻了 这怎么可能打黑平 我们要低调 众人见状 觉得一刀999 这货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这货肯定是觉得自己 拥有无品血脉之力 所以过于自信了点 台上的老师们摸了摸胸口 显得刚才气有些不顺 我们谁先来 全身都是雕 看着另外两人问道 雕哥还是你先吧 一刀999 谦虚地道 也是 我打黑平了 就没你们什么事了 雕哥自信满满 人族信徒 一接六星 1234 2234 雕哥走到了侧礼杯面前 伸了个懒腰 做了一套儿童热身体操 看我烈焰拳 雕哥轻哼一声 调动体内的力量 火焰覆盖他的右拳 熊熊燃烧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雕哥内心轻贺一声 打开了二档开关 一瞬间 巨大的黑金色虚影 从他的体内冒了出来 将他笼罩其中 这是 血脉之力 不对 这似乎不是血脉之力 这好像是某种功法 这功法 感觉有点厉害 不死神魔之躯 施展出来 在场不少人 就感觉不一般 哄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全场响起 侧礼杯的数字 疯狂地上跳 500 600 900 1050 1150 到达了1150 才彻底地停止下来 在场众人眼皮子 不由一跳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着雕哥 这特么雕哥才一阶七星 竟然打出了 比二阶一星的妖族 还恐怖的力量 这简直太离谱了 啊 才1150啊 哎 是我太猜了 不该来丢脸 雕哥很是不满地 盯着这个成绩 众人 这个成绩还丢脸 你把我们脸往哪放 照明器得手 都在颤抖 特么的 嗑药都赢不了 这些究竟是怪物 还是人类 不是说人类信徒是垃圾吗 不过 好在彼此之间 相差的分数不是太远 他照明还是有胜算的 雕哥留弊啊 分数这么高 让我们怎么玩 一刀999 面色有些难看 别避避了 来都来了 总要尝试一下 不然不是白来了 雕哥安慰道 众人 哗 别的信徒是来参赛的 敢请你们是来旅游的呢 一刀999 点了点头 走上前去 人族信徒 一接五星 一刀999 沉默了一会儿后 转头看向雕哥 雕哥 我怎么感觉 能一拳打爆呢 一刀999 腼腆地挠了脑脑袋 卧槽 雕哥震惊地望着 一刀999 这货刚才还在劝他低调 没想到这会儿一开口 就要打爆 这泥马之前全是装的 比他还能装逼 扑 众人差点吐血三声 这两货是个奇葩吧 一个比一个狂 哼 还真装上了 等级没别人高 话比别人还狂 苏小 你的信徒全是靠吹流鼻吹出来的吗 不少人冷笑 苏小只觉得头疼 此时 一刀999 将背后比他还高度还长的大刀解了下来 放在了地上 先试试空拳之力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一刀999 二话不说 直接开大一全轰了出来 600 哈哈 打爆 就这 打爆 赵明忍不住笑了 之前被雕哥打脸 他一直忍住没开口 就怕自己翻车 没想到这个 一刀999 更惨 他还误以为这家伙多牛逼呢 结果呢 一个比一个惨 啊 这就是我的极限了吗 不可能 人若是没有追求 和闲鱼有什么区别 一刀999 故作痛心疾首 随后 拿起了地上的刀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一刀解决不了的 如果一刀不行的话 那就两刀 苏小 我摆分号 型号 这货太能给自己加戏了 你特别一上来就拿刀不行吗 非要装 一刀流 石剑 初代 闪月斩 一刀999 双手握刀 实际上感觉更像是白不裹着的棍子 随后 他猛然蹬脚 高高跃起 一刀斩下 刷 霸气的火焰刀芒 从天而降 宛如大河清洗而下 力量比之前狂暴了许多 甚至带起了一波波的气浪 最终轰击在策利杯之上 策利杯被撞击之后 地面都忍不住一颤 八百 一千 一千四百 令人震战的数字出现在屏幕上 让许多准备嘲讽的人差点窒息 啊 不甘心 这就是我的极限了啊 一刀999 一脸不甘之色 其他人早已经目瞪口呆 一接五星境界 爆发力竟然如此恐怖 这你妈 什么怪胎 一刀999 本来还想尝试一下自己的三档档位 但是忽然觉得还是算了 感觉三档档位 也无法把这东西干爆 他还想节省点力量 参加下一轮 哎呀 狠人妹子 要不你就别上了 你看哥的分数 已经这么高了 一刀999 用西记的目光 看着第一狠人大地 人族信徒 一接四星 第一狠人大地 什么也没有说 而是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 卧槽 听见这个境界 众人差点倾倒 一个比一个低 这特么还真是来玩了 哎 别浪费时间了行不行 感觉 苏小的信徒 境界越低 力量似乎越强呢 啥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不会真的认为 境界越低 实力越强吧 这开什么玩笑 考核老师想要阻止一下 让他不要浪费时间了 但是似乎规则没有这样定 所以也只能放之认知 第一狠人大地妹子 直接施展出了 不死神魔之躯 但不是逆三转 而是逆四转 这也是 他听了苏小的讲解之后 改良后的逆四转 一拳轰出 狂暴的力量 轰击在了侧力杯上 侧力杯疯狂地摇晃 大地震战不已 碰 下一秒 直接碎成了无数块 爆了 爆了 真的爆了 一瞬间 全场的人都纷纷起身 目光不可思议地盯着 那碎裂掉的侧力杯 谁没有想到 狠人大地妹子 这娇小的身躯 拥有如此庞大的力量 真就境界越低 力量越强呗 这侧力杯的力量 承受上限 可以达到五万斤之力 五万斤什么概念 刚才赵明和冯灵轩的信徒 境界都在二阶以上 但是爆发出了所有的实力 才仅仅只达到了两万多斤 也就是说 测试的分数 至少得达到两千分 才能让这块 测力杯的爆炸掉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力量 至少是两千分 苏小拳头紧握 脸上略带欣喜之色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这次真的完全发挥出了 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的威力 果然 天庭神潮要纯粹地比较力量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绝对是第二 当然 这个第一是她自己 狠人妹子流鼻 我特么直呼内行 你看这些NPC杀笔一样的表情 哦 瞎化线 哦哈哈 狠人大地妹子 真的给我们第四天摘长脸了 直播前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欢呼起来 天书学院广场这边 也是足足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一个个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盯着第一狠人大地 她这是如何办到的 草 破纪录了 还没有哪个信徒 能把测力杯给打爆的 不对 你们看她似乎受伤了 这时候 震惊无比的众人发现了 第一狠人大地 脸色有些苍白 身形有些站立不稳 我感觉 她的体内 应该是封印了某种力量 否则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是了 绝对如此 一旦解开了封印 那么身体 就会受到冲击 造成损伤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根据我的推断 那黑金色的虚影 更像是一种魔攻 搞不好苏小这些信徒 修炼了损伤根基 提升实力的魔攻 前期虽然会很猛 但是后期 一旦后遗症发作 就会重伤 甚至暴毙而亡 这绝对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 在众人的脑补之下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各种谣言满天飞 不过 有一点 他们真的猜对了 不死神魔之躯 还真和魔攻有一点点关系 没事吧 此刻 苏小出现在了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面前 关切地问了一句 看样子 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对于他而言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没事 小神哥哥 我其实是在尝试 全新的经脉逆转 所以受了点伤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笑着道 啊 苏小愣了 绝对的狠人啊 竟然在这种场合 尝试新的经脉逆转 这简直太离谱了 所以 分数该如何评 考核老师有些郁闷地 盯着在场的其他老师 策利杯啊 特么的 需要消耗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才能弄出来 这一下给打没了 损失着实有点惨重 两千分 至少也是两千 可惜 没有更高级的策利杯 否则还可以再测试一下 哎 看来我们对信徒的认知 还不够深 以后还得提高策利杯的风控上线 数位老师无奈摇头 既是欣喜 又是心痛 看着苏小的目光 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无品血脉 封印之力 还有什么 接下来的实战测试 可真是期待无比啊 接下来 就是考核的第三项 实战测试 请主神挑选五个 考核老师开始宣布 进行第三项考核 等等 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考核老师 照明黑着脸 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你们 作弊是吧 你能不能换个借口 每次都说我们作弊 我倒是怀疑你在作弊 照明话还没说出来 就被雕哥给对了回去 照明被戳中了弱点 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我要去暂停 我想静静 照明脑子转的 还是算挺快的 必须暂停 想想办法 否则再这样下去 绝对拿不到第一名 你想静静关我们屁事啊 你去找他啊 雕哥一脸无语 照明 行了 既然有学员提出了要求 那么就比试 就暂停一会儿 半个小时候再开始 许青此刻站起身 义不容辞地道 说完转身离去 天书学院某大殿之中 许院长 现在该怎么办 这家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现在比分压了我差不多一倍 怎么玩 照明很是不满地盯着许青 质问道 什么狗屁的 凭本事拿第一 依靠自身能力打败苏小 完全被他抛到了脑后 现在 他只想把苏小压下去 许青眉头皱得老高 你别接 我来想想办法 他虽然是副院长 但是也不能太过于明目张胆 不然的话 被发现了 定然会引起众怒 到时候 他也得跟着遭殃 我这里有几道符路 可以临时增加信徒的血气 提升实力 你先拿着 接下来的实战环节 肯定用得上 实战环节考验的是综合能力 而不是站桩输出 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 许青摸出了 几张符路有些肉疼的 递给了赵明 若不是给赵家做出了承诺 他还真舍不得 你先下去吧 待会儿我再看看 能不能在规则上动动手脚 许青说着 心中已然有了一个计划 等到赵明离去 许青才朝着外面走去 准备通知学院的老师 商议一下接下来的考核之事 幸好一开始 并没有将所有的考核规则完全公布 否则还真做不了手脚 许青没注意的是 在他离开不久之后 房梁之上 多出了一道黑色的影子 最终朝着某个方向迅速地飘去 很快消失不见 半个小时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所有人再一次回到了广场之上 第三项考核 乃是实战测试 不过这届测试的规则和以往相比 有了一定的变化 考核老师有些无奈地看着众人 这个规则 对一般人影响不大 但是 对苏小可能就影响比较大了 此话一出 众人眼中都闪烁着疑惑之色 考核开始的时候 就被提示过 本届考核和往常的考核 有些不太一样 所以 大家伙也并没有产生太多的质疑 第三项实战测试 目的主要是测试各位学员 信徒的综合战斗力 所以需要体现一个随机性 所以 本次考核 之前上过场的所有信徒 都不能再上场 另外 本次考核将会挑选三个信徒 为了保证随机性和公平性 这三个信徒的挑选 将会由学院的老师亲自抽取 此话一出 本来觉得还没有什么的学员们 顿时满脸震惊之色 不少学员脸色一下就变了 参加考核的时候 大家伙带来的信徒 定然都是神潮之中最优秀的 有的学员 一个信徒 甚至能够贯穿整场考核 因为 剩余的信徒 实力都是参差不齐 非常拉垮 毕竟一个主神的 神潮信徒数量众多 想要将所有信徒的 质量提升起来 需要大量的资源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大多数人对于信徒 习惯于追求数量 往往容易忽视质量 这个规则 相当于掐住了他们的命门 在这位考核老师看来 苏小这种没有丰厚资源的学员 很难将所有信徒 都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被砍掉了几个 实力强劲的信徒之后 一旦抽取到垃圾信徒 那很有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若是抽取的时候 再做点手脚 唉 考核老师心中微微叹了口气 哎呀 完蛋了完蛋了 这次真的完蛋了 我感觉我要得零分了 我的天 这届的考核难度 竟然如此之大吗 学院这也太狠了吧 哎呀 要吐了 我会不会被踢出学院啊 不少学员 便得忧心冲冲起来 增加了难度 那就意味着 他们被淘汰的几率会更高 呵呵 苏小 这次看你如何跟我斗 赵明心中冷笑不已 他虽然资源丰厚 但是也不可能让所有信徒实力 都提升到二阶水准 但 许清会帮助他 挑选最厉害的信徒 所以他一点都不虚 不得不说 许清的水准还是高 作弊都毫无破绽 苏小也猛了 他本来的打算 是让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一刀999 这种厉害角色继续上 一鼓作气拿下考核 没想到还有这种规矩 幸好 他来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有的信徒 在妖阅洞天那场大战之中 实力也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感觉问题还是不太大 大家不要着急 考核的规则增加了难度 那么自然淘汰的标准 自然会降低 考核老师又安慰了一句 这才让大家伙 心里好受了一些 另外 此次考核 还是和信徒和妖兽一对一对战 根据坚持的时间计算评分 坚持时间越长 那么分数越高 不过 妖兽的挑选 由你们自己决定 挑选等级相差 越多的妖兽作为敌人 同样的时间获取的分数会多很多 后面的考核规则 和之前还是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就是 增加了自己挑选 和等级加分两项规则 岂不是 强弱之间的分差会越拉越大 众人忽然明白 这规则的目的 完完全全地拉分项目 下面开始考核的准备吧 随着考核老师的一声令下 就开始了第二轮第三项的考核准备 为了保证公正性 这次参加考核的信徒 全部由我亲自挑选 许青缓缓起身 还事众人 天庭神潮 我靠 兄弟们 现在竟然更改了考核规则 我们该怎么办 玩家们本来都挑选好了 实战测试的人选 但是 出了这样的规则 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老师 操贼 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玩家们看向两人 需要什么办法 搞得我们天庭神潮谁出征 不能拿下第一式的 荒天地亚 捏地 呵呵冷笑 说的也是 但总得挑选几个最强的去 万一后面 还有什么鬼名堂呢 行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不知道可不可行 原来我是曹贼 此时缓缓开口 天书学院广场 很快 第一个参加学员的信徒 被挑选了出来 一个一阶三星 一个半阶九星 还有个半阶三星 这个考核学员 直接哭晕在厕所 这简直太倒霉了 不过 这倒是增添了许多戏剧性 让不少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十多分钟后 绝大部分学员的信徒 已然被挑选出来 这当中有运气差的 也有运气很好的 在外人看来 这完全是个概率问题 殊不知这是刻意控制平衡 二阶二星信徒 二阶一星信徒 二阶二星信徒 轮到了赵明的时候 三个信徒缓缓出场 直接引起了一阵惊呼声 卧槽 这运气逆天啊 全是二阶 众人看向赵明 眼中闪烁着极度羡慕之色 赵明黑黑直笑 脸都快笑烂了 下一个 冯玲轩 许清微笑盯着冯玲轩 通过意念 进入了他的神潮当中 挑了几个比较厉害的 若是过于针对冯玲轩 再可以针对苏小 很容易让外人看出来 他许清在作弊 到时候 还真是不太好解释 冯玲轩威胁不是那么大 暂且放他一马吧 几个准二阶的信徒 应该也不是赵明的对手 一阶九星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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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自己几个信徒的境界 爆出的时候 冯玲轩嘴角 也忍不住抽出了几下 妈蛋 竟然一个二阶的都没有 这运气也太差了吧 下一个 苏小 许清看向苏小 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苏小心中冷笑 却是什么也没有说 打铁还须自身硬 要是实力够强 还怕你搞这些幺蛾子吗 许清毫不犹豫地 将意念降临到了 苏小的神潮之中 他的打算 挑一个中等水平的 再挑两个下等水平的就OK 可没想到 入眼所见的一幕 让他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整个天庭神潮都乱了 乱作了一锅粥 这群玩家此刻正在你追我赶 相互斗殴之中 不少人或者是断臂 或者是手伸中竖刀 还有的脸肿得像是馒头一样 更恐怖的 特么的 说是不是你 你特么趁我不在的时候 偷了老子的女人 现在主身不在 你看我特么的 如何砍死你 一个玩家 手持大刀 朝着你爱惜我那儿 追了过去 此刻 你爱惜我那儿 也手持大刀和他对拼 你爱惜我那儿 此刻用刀的手法非常的拙劣 看着就像是伸手一样 实际上 他的确不擅长用刀 他擅长的是弓箭 此刻的目的 就是为了营造一种 我很弱 选我爸的假象 别砍了 信不信我爆发了 你爱惜我那儿 怒瞪着对方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一道黑金色的光芒刚刚亮起 就瞬间哑火 看起来就是失败了 转 转你妹 我特么让你转 砍死你 头女人 许青只觉得 这种事情 竟然在苏小的神潮发生了 简直太离谱 另外一边 我说了 那猪蜂蜜是我先发现的 你这个人 怎么不讲道理 熊二盯着两个 被打出来的熊猫眼 一脸愤怒地盯着 一个身材高大的玩家 你放屁 那头熊 明明是我发现的 这位玩家咆哮道 嗯 许青有点猛逼 一个说是蜂蜜 一个说熊 这特么脑回路 在一个频道上吗 不会都是傻子吧 要不是那只猪 我就不会去他家里 你懂个屁 偷窥的那家伙 生儿子没屁眼 全家都没屁眼 呜呜 宝宝 我们不吵了来抱抱 熊二和这个玩家 一通莫名其妙的争吵过后 对方忽然咧嘴一笑 张开双臂走了过来 碰 走到近处的时候 这个玩家忽然掏出了 一块板砖 直接砸在熊二的脑袋上 当场就给砸扁了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操作 着实把许青给看得 如同丈二高的和尚一般 摸不着头脑 这特么都什么鬼啊 本以为雕哥已经不正常了 没想到 还有更加不正常的 再看看其他地方 哇呀 又打架了呀 又打架了呀 好恐怖啊 人家真的好怕啊 谁能救救人家 呜呜 你这个负心汉 张大仙躲在一个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 宛如受到了惊吓的小绵羊 许青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他明白了 呃 多少 有点不正常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苏小的神潮 竟然不是胆小如鼠 就是智障患者 真的和修炼魔宫 走火入魔有点相似 可能能拿出手的 也就几个而已 随后许青开始识别 中玩家的境界 打算挑选让自己满意的人选 结果一看 他顿时惊呆了 近两百个玩家 竟然全都是一阶二星以上 最高的竟然达到了一阶六星 这实力水准 着实让许青感到惊讶 不过 许青也不考虑这么多了 挑了三人就离去 等到神潮上空的压抑质感消失 玩家们才恢复正常 我特么 你演戏就演戏 你下手那么重 邵比比 下手轻了 还不得 被那老东西识别出来 还好 还好几个主角都被挑走了 不枉费我们一番心思 天书学院这边 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见许青把人带回来 让大家伙不由疑惑 正当纳闷的时候 几道光芒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一阶四星 一阶五星 一阶六星 装扮得娘里娘气的张大仙 脑袋都被垂扁了的熊二 还有浑身沾满了鲜血的 你爱惜我那儿 这 众人眼珠子瞪得如同同龄一样 看得目瞪口呆 发生了什么 苏小的信徒 怎么一个比一个离谱 苏小此刻老脸 黑得像是木炭一样 丢脸 太丢脸了 这些家伙为了上镜 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简直是奇耻大如 各位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去的时候 就见到他们在斗殴 许青自己见到的 说了一遍 在许青看来 苏小的信徒境界差不多 所以境界已经不太重要 挑几个比较特别的 能让苏小难堪一点 所有人目光落在了苏小身上 苏小正想说话 就看见几个家伙 在创他实眼色 他怎么不明白 这群家伙的用意 人类品种中的第四天灾 性格古怪 难以管教 让大家见笑了 他们要是哪天正常了 就不是第四天灾了 苏小笑道 哦 众人恍然大悟的样子 那么 我们就开始考核吧 现在 我将公布妖兽池中的妖兽 由你们挑选 但是最低等级 必须和参加考核的信徒 三者中等级最高的持平 随着考核老师的话音落下 中央的那张画目之上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妖兽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我选绿魔精 我选狂暴野牛 我选巨型雪人 很快 大家伙就把自己的妖兽挑选完毕 大多数都是根据自己的三个信徒 综合实力判断 挑选最合适的妖兽 不过 基本上都是一阶妖兽 只有少数几个人敢选二阶的 我选二阶七星的水牙兽 赵明指着其中一头 二阶七星的妖兽道 二阶七星 不少人对赵明侧面相望 这可是足足超越了 他三个信徒五星的境界 这差距有点大 赵明的信徒顶得住吗 明哥流遍 不愧是明哥 足足超越了五星境界 让我等刮目相看 赵明的狗腿子 开始吹嘘起来 我选二阶五星的沙尾蛇吧 此刻 冯林轩缓缓缓开口道 卧槽 听见冯林轩的选择 众人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将注意力放在了冯林轩的身上 冯林轩的信徒一阶九星 竟然敢选二阶五星的 这足足超越了六星小境界 这是和赵明杠上了 有点刺激了 苏晓呢 此时在看苏晓 苏晓正打算开口 小神 你不要说 让我来说 熊二制止了苏晓 三阶的妖兽 随便来一支 熊二霸气十足地道 众人 听见熊二这话 苏晓当场就要发飙了 这狗东西 你找死啊 三阶的妖兽 换他来都有点费劲 就凭你这个小渣渣 还想挑战三阶妖兽 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什么玩意 没听错吧 三阶妖兽 众人大惊 一旁的张大仙 赶紧捂住了熊二的嘴巴 你爱惜我那儿 则是重重地踹了这家伙一脚 你他妈说什么 你知道三阶妖兽什么概率吗 张大仙恶狠狠地瞪着熊二 熊二一脸委屈地看着张大仙 不是 这雕哥教我的 装逼就得往大了装 人生在世要是不装逼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你他妈 雕哥叫你去吃屎 你就去吃屎啊 你得量力而行知道吗 张大仙教育道 抱歉抱歉 这家伙智商只有250 他说了不算 我们打不了三阶的妖兽 只能打等级低的 张大仙冲考核老师微笑道 考核老师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平复了一下心情 二阶五星的妖兽 先给我来十只热热身吧 张大仙摸了摸鼻子道 刚刚平复的考核老师 差点一个裂浅 十只二阶五星的妖兽热热身 你特么咋不跑到妖兽池里去洗澡 苏小学员 还是你来定吧 看来许副院长说的没有错 考核老师看向苏小 把权力移交到了他的手中 这些个信徒 真是太不靠谱了 谢谢老师 苏小说着 看向了妖兽池之中 挑选了一只 比较适合这三个家伙的妖兽 二阶五星的赤甲兽吧 啊 考核老师有些猛逼地望着苏小 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几个家伙 最高境界才一阶五星 你挑个二阶五星的 那足足跨越了一个大阶 结果很有可能一上去就躺在地上 难不成 和这些信徒在一起久了 苏小脑袋也不灵光了 苏小学员 你确定 考核老师再次确认到 苏小点了点头 给他们一点压力 也是好的 我去 众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苏小 这是多自信 小神 别这样 这难度也太低了 实在没有挑战性啊 张大仙有些无奈地道 是啊 小神 一只太少了 至少也得五只起步 整活吧 你爱惜我那儿郁闷地盯着苏小 苏小坚决反对 要装逼可以 先把这个第一拿下再说 他可不想出神妖意外 这样吧 二接三星的妖兽 一人一只 可以接受 苏小想了想 冲几人道 这个比较保险 问题应该不大 可以 哦嘞 兄弟们整活 几人生怕找不到机会表现自己 众人 看得一愣一愣的 感情这还讨价还价呢 既然如此 那么就开始吧 随着考核老师一声令下 考核立刻开始 巨大的广场上 一阵震机扩声响起 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之中 那广场的一片区域 升起来了一个巨大的擂台 好 妖兽的吼叫声 在不远处传来 一个巨大的妖兽笼子里面 关押着一只面向猙獰的妖兽 第一个学员的三个信徒 进入其中 开始了战斗 几分钟后 战斗结束 得出了评分 86 下等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个的学员 完成了考核内容 不过 因为突如其来的规则 让他们的成绩 都有些拿不出手 一个个脸色不爽 几个小时后 轮到了赵明 你们三个给我记住 这水牙兽要这么打 上场的时候 赵明来到了三个信徒的旁边 给他们嘱咐了几句 然后把许青给的服录 塞给了几个信徒 随后瞥了苏小一眼 内心冷笑 自负的东西 迟早败亡 这次第一名 他赵明拿定了 许青也是比较满意 这个分数 足以排进历史前十 几个娇人走了战场 和水牙兽开始了陆战 虽然境界差了五星 可三个娇人联手之下 配合许青给的服录 足足大战了近两个小时 获得了1100的评分 远远地碾压了其他学员 引起了现场众人的惊呼 太强了吧 两个小时 不说了 明哥留别 娇人族留别 恭维的声音和目光 让赵明找回了一点自信 知道了水牙兽的弱点 又拥有服录 这都不拿第一 他名字倒着写 接下来就轮到了冯林轩 万众瞩目之下 冯林轩的信徒 进入了战场之中 青羽雕对沙尾蛇 三只青羽雕的身上 都爆发出了可怕的妖气 幻化出了妖影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妖影 竟然组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妖影 这个妖影的样子 就仿佛青羽雕化 形成人之后的模样 一个浑身长着毛发的粗糙巨人 这 这是准三品妖术 还是联合剂 妖族果然天赋出众 天哪 冯林轩的青羽雕 竟然还拥有如此可怕的妖术 竟然能够联合起来 难怪他有这个底气 敢挑选二阶五星的沙尾蛇呢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 冯林轩的青羽雕 在强悍的妖术为基础之下 竟然和沙尾蛇 打了个旗鼓相当 半个小时过后 沙尾蛇击退了三只青羽雕 扬起了足足几十米长的巨大尾巴 砸了下来 却在此时 三只青羽雕 凝聚出的巨大的身影 突然爆炸来 形成了一股狂暴的力量 擂台四周的结界光芒摇曳 大地震战不止 仿佛地震一般 那沙尾蛇的尾巴上 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 直接断了一截 卧槽 这威力好恐怖 竟然把沙尾蛇给打伤了 众人无不震惊 不过 三只青羽雕信徒也浑身是伤 显然失去了战斗力 彼此之间甘瞪眼 双方都失去战斗力 按照之前的例子 评分1600 一个分数 引起了现场众人的欢呼雀跃和惊叹 这特么 一个比一个恐怖 赵明身体都僵硬了 气得浑身颤抖 这特么怎么可能啊 他又被碾压了 不过 只要把苏小压下去 那他就有机会 把冯林轩压下去 这个第一 终究还是会是 他赵明的 我擦 打伤了呀 兄弟 你这信徒流鼻啊 要是我绝对不可能 把这么大的家伙打伤的 熊二 抹了抹自己有些扁的脑袋 冯林轩笑道 哼 冯林轩冷笑一声 没有回答 一个主神 怎么可能理会一个信徒 要是我 肯定直接打死 兄弟们 立个flag先 我熊二宣布 三分钟打死赤甲兽 做不到 我直接裸奔 熊二高呼道 一旁张大仙闻言 也急了 我两分钟 做不到 我倒立拉戏 我一分钟足矣 做不到 我特么现场剁掉 你爱惜我那儿 最狠 众人 卧槽 要不要这么狠 在场不少天书学院的男学员 都觉得身子一凉 女学员们此刻一个个 笑得前仰后合 一个娘娘腔 一个浑身带伤的 一个脑袋被垂扁了 智商有问题的 本来看着就滑稽 配合着大言不惭的气势 虽然可能战斗力不咋地 但是节目效果却很好 给紧张刺激的鄙视 带来了一些舒缓和放松 哈哈 我感觉苏小的这些信徒 真的好好玩啊 待会儿我得去问问苏小 这些信徒是从哪来的 真是太逗了 在万众瞩目的光芒之中 熊二第一个走了上去 吼吼 一头巨大的赤甲兽 被推了出来 这赤甲兽顾名思义 浑身都是赤色的灵甲 整体看上去 有点像是鳄鱼的形态 但却是战力行走的生物 前面两只脚 粗壮如同牛腿 上面覆盖灵甲 还有锋利的爪子 巨大的嘴里 两排牙齿尖锐 如同钢铁 看着就令人害怕 熊二本来打算 凭自己的本事整活 见到这赤甲兽 觉得自己不能大意了 等等 熊二 事宜负责运送的人员 暂时不要放出来 让我先热个肾 好罚 1234 2234 熊二 学着雕哥 做起了儿童热身操 苏小真的要吐了 你特么学啥不少 学全身都是雕 纳祸 还热身操 有锤子用 小神 能不能借你的剑龙战车一用 我们的带不过来 做完了热身操的 熊二又跑到苏小的面前 笑嘻嘻地道 苏小无语 但还是把战车给了这货 毕竟这货 是自己的信徒 不能丢脸 哦 熊二 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之中 将剑龙战车 开到了擂台之上 不会吧 他把这东西 弄上去是想要干嘛 难不成这战车 还有战斗力 众学员们此刻 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不想要错过任何细节 吼吼 此时 这头赤甲兽 已经冲上了擂台 对着熊二 咆哮着冲了过去 巨大的爪子 朝着熊二抓下 还能让你击中不成 熊二一踩油门 发动剑龙战车 躲开了这次攻击 剑龙战车发动之后 可以产生极高速度的飘逸效果 用来躲避攻击再好不过 地龙钻 熊二开启了 剑龙战车前方的钻头攻击 赤甲兽显然没有预料到 剑龙战车还有这个功能 大意之下 被高速旋转的钻头给命中身躯 并且 在熊二的力量加持之下 这高速旋转的钻头 还带着金属性之力 加强了其攻击力 吱吱吱吱 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赤甲兽那坚硬的灵甲 直接被钻出了一个大窟窿 这这这 这战车果然附带了攻击技能 天 好酷炫 我也好想要一辆 多合一的灵气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这攻击的东西 好像是妖兽的灵骨做的 难怪这么硬 连赤甲兽的皮都能破开 天书学院的老师和学员们 此刻都震惊地 盯着这剑龙战车 或是羡慕 或是震惊 或是疑惑 他们从未见过这东西 此刻一个个 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吼吼 被偷袭的赤甲兽尾巴甩来 再一次被熊二操控着 剑龙战车躲开了攻击 虽然 难免被尾巴擦到一点 但是剑龙战车本身 就是高强度的金铁打造 所以问题不大 而熊二则是继续寻找机会 趁赤甲兽不注意的时候 启动车身旁边的双排刀刃 沿着之前那个伤口 继续切割 刷刷刷 一块块的灵甲 被切割开 鲜血喷洒 给赤甲兽造成了巨额的伤害 这一幕 再一次 让现场的众人 感到嘖嘖撑起 这05战车 攻防一体 还带这么快的速度 简直流鼻炸了 嘖嘖嘖 究竟是如何想出来的 造成这东西的人 简直是个练习的天才 此刻 就连台上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也都悚然动容 严莫临瞥了一眼 那个专注 观望着鄙视的青年 嘴角笑容 越发地浓郁 或许 这个世界 也只有他这样的人 才能够拥有如此 令人惊奇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 好 此时 大战已经进入了 白热化的阶段 擂台足够大 只要熊二 操控剑龙战车 得当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 被这有些笨重的赤甲兽 给抓住的 只要抓不住 那问题 就不大 赤甲兽虽然受伤 但是毕竟是妖兽 不是致命的伤势 一般都会让妖兽狂性大发 在短时间里 爆发出了强悍的力量 此刻 这赤甲兽的尾巴 开始卷起 同时四肢 也在收缩着 最终 在熊二 诧异的目光之下 竟然变成了一个球状 朝着他冲了过来 变成球状的赤甲兽 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 而且灵活度 也提升了许多 真正的时刻到来 看看这家伙 有没有应对的办法 如果 仅仅只是 刚才的手段的话 那绝对是 无法扛得住 赤甲兽 这狂暴的冲击的 惹怒了赤甲兽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在场不少 了解赤甲兽的人 此刻知道 真正的好戏 要开始了 赤甲兽 你不激怒他 还可以拖延时间 你若是激怒了他 那么或许会很快 结束战斗 所以 只有熊二 真正的渡过了这一关 才能够胜利 轰轰轰 此刻 熊二指的剑龙战车 已经被狂暴之后的 注定让他无法 从空隙之处钻出去 只能正面硬碰 可恶 终于还是要施展出 这一招了吗 熊二 学着一刀999的口气 很是装逼地说了一句 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话语落下 剑龙战车 咔嚓咔嚓地 快速收索组装 长出了四只脚 猛地一跃 高高跃起 躲开了赤甲兽的撞击 这一幕 不仅仅 让赤甲兽傻眼 也让学员们再度傻眼 这功能碉堡了呀 死吧 哄 上空落下的剑龙战车 再一次伸出了长长的钻头 对准了赤甲兽的伤口处钻去 配合重力加速度带来的力量 直接将赤甲兽 给钻了一个大窟窿 一命呜呼 全场安静了几秒钟 哗然之声渐渐散开 最后这个突然长出来四只脚 跃上高空的操作 着实把他们给惊呆了 杀死了 竟然真的杀死了 这家伙 脑袋真有问题吗 这 这是二品05战车 不是我吹 这只怕许多三品的灵气 也没他作用啊 太神奇了 怎么做到的 这么多功能 天书学院这些学员 一个个羡慕不已 若是有这样一辆05战车 那他们的实力绝对得暴涨 不少人将火热的目光 落在了苏小的身上 想着考核结束之后 找苏小问问 能不能给自己也弄一辆 大仙大仙 多少时间 三分钟没有 熊二兴奋地冲张大仙问道 不多不少 差一秒三分钟 啊 怎么会 我怎么会这么强 我其实是想裸奔的 老天爷你 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机会 熊二抱头痛哭流涕 苏小 众人 唯有赵明和许青 这次是真的淡定不了了 也开心不起来 杀 杀死了 一阶五星的熊二 竟然真的在短短的时间里 击杀了二阶三星的赤甲兽 这不是拖延 也不是打扮 而是击杀啊 不说问 成绩也不会差 若是接下来 这两人也将赤甲兽击杀 那他连反驳的借口都找不到 该我了吧 张大仙此刻缓缓走上场 环视众人 一股男子汉的气概散发出来 再也没有了之前娘娘腔的表现 同时 第二只赤甲兽被推了上来 刚才那个信徒有战车 这个家伙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呢 众学员和老师都非常的好奇 只见 此刻 张大仙拿出了两把短刀 张大仙修炼的方向 主要是技巧和速度 用游戏职业准确描述 它就是一个刺客一样的存在 君子藏气余身 带石而动 张大仙手中双刀碰撞出火花 眼中战意勃发 似乎是二品灵器 我特吗 苏小的信徒人手 一把二品灵器 不少参加此次考核的学员 此刻瞪大双目 作为一个刚建立神朝不久的主神 能享用一把二品灵器 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 这只是苏小信徒的标准配备 人比人简直气死人啊 吼吼 这时候 这只赤甲兽已经朝着张大仙冲了过来 张大仙嘴角微微一笑 判断出其攻击轨迹 一个闪身直接躲开 干净而利落 让众人眼前不由一亮 随后的时间里 张大仙并没有出手 而是不停地躲闪 寻找合适的机会 赤甲兽浑身都是僵硬的灵甲 他一个刺客和其正面碰撞 简直脑子有包 他行不行 一直躲闪不出手 待会儿时间就过了呀 不少学员此刻竟然为张大仙担忧起来 生怕他倒里拉西 看我蛇皮走位 此时 面对赤甲兽的再一次冲击 张大仙这次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 移行幻影 刷 刹那之间 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下一刻出现在了赤甲兽的左侧 一把短刀狠狠刺入柔软处 吃痛的赤甲兽尾巴疯狂扫来 速度极快 糟了 他完蛋了 这肯定躲不过去 赤甲兽的尾巴可是攻击的力气 在场之人 觉得张大仙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肯定躲不开这一击 幻影 然而 下一秒 张大仙对的身影消失了 回到了原地 卧槽 风系术法 被这家伙运用到了极致 你们看见那道影子了吗 看见了吗 在场中人震惊了 然而 还没有完 尝试一下我的新招式吧 二天一流 张大仙轻哼一声 第二把短刀出鞘 高高跃起 瞬间出现在了赤甲兽的头顶 雷鸣般斩落而下 再一次击中那道伤口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伤口拉出了一道巨大的窝口 赤甲兽当场暴毙 秀啊 我的大仙 竟然连弓本武藏的二天一流技能都搬过来了 刘便 大仙你就是我的偶像 直播前的玩家们 沸腾了 张大仙这个全新的技能 正是王者荣耀中 弓本武藏的大招技能 没想到被张大仙给模仿了出来 唯一不美的是 张大仙借助的是风系力量 少了雷系加持 效果没那么多 伤害也没有大 这技能衔接 这流畅多 这封系属性的运用 无论哪样都到了极致 还有这最后一招 威力着实恐怖 在场不少学员 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称赞 苏小这是如何办到的啊 竟然把信徒调交得这么完美 太可怕了 许青猛圈了 他随便挑了几个货钱来 本意是想嘲笑一下苏小 结果 哎 太弱 没什么挑战性 张大仙一脸不满意的下场 众人目光又一次落在了 你爱惜我那儿的身上 充满了期待 不知道这家伙又有什么绝节 这家伙貌似是发誓用事最短的 随着第三只二阶三星赤甲兽 被推上场 你爱惜我那儿 也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把二品长弓 面对赤甲兽的进攻 你爱惜我那儿的手段 显得极其单一 一只兵剑快速射出 命中赤甲兽的腿 减缓了他的攻击速度 随后就是第二只兵剑 好 赤甲兽猛地挣扎 恢复自由 直接躲开了第二只兵剑 扑向你爱惜我那儿 你爱惜我那儿利用来之前 张大仙的躲避技巧培训带来的经验 一个翻滚迅速躲开 刷刷 不过 接连两只剑都再次被赤甲兽躲开 这个似乎不行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 没想到 就是普通的套路 本来有所期待的众人 此刻都有些失望 你爱惜我那儿眼睛微眯 这么容易就躲开了吗 试试这个呢 他们都有大招 我怎么可能没有 他嘴角黑黑一笑 下一刻体内的力量弥漫出 施展出了自己最新领悟的绝招 随之而来的 是全场爆发出了震惊声 天女散花 一只朴实无华的兵剑 再一次射出 飞向了狂奔而来的赤甲兽 这只兵剑 和其他兵剑唯一的不同之处 就是要稍微大一些 透亮一些 上面淡蓝色的气息 也更加浓郁一些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这只兵剑 抵达赤甲兽前方不远处的时候 突然分裂开 如同爆炸一般 分裂的兵剑 一分二 二分三 三分六 在极短的时间里 直接化作了一片兵剑雨 将赤甲兽全面覆盖 赤甲兽想要躲避 但是此刻却不知道该如何躲避了 大量的兵剑落在了他的身上 瞬间将他冻住 与此同时 尼艾希我纳尔 手中的长弓光芒闪动 又是五根兵剑凝聚而出 同时射出 射出的方向虽然不同 可射出去的刹那 这些兵剑宛如长了眼睛一样 做了一个曲线运动 调整了方向 静止朝着一个方向射去 赤甲兽的眼睛 刷 第一支兵剑 没入赤甲兽眼眸之中 随后是第二支 第三支 第五支穿过的时候 赤甲兽的头颅已经被贯穿 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全场一片死寂 不可思议地盯着 你艾希我纳尔 就连苏小也多看了几眼 这家伙那一招 天女散花 啥时候弄出来的 他似乎没见过呀 难怪这几个家伙如此的自信 不是要打三接妖兽 就是要挑战十个的 终究还是自己 低估了他们的能力 我的天啊 这力量的掌控力 简直无敌了 要怎样的掌控力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射出去的剑还能变相 就离谱 这招天女散花 简直又酷炫又猛 太强了 本以为 你艾希我纳尔 会是唯一一个拉胯的 没想到最终的结果 让人大开眼界 像这种类似的招式 至少要三接以上的信徒 才能施展出来 没想到 此刻在一个一接 六星的信徒手中出现了 剑龙战车 风属性完美融合 力量完美掌控 每个人都露出了一个绝技 彰显出了 自己强大的一面 众人忽然明白 为何第一轮 关于神潮的测评当中 为何苏小的成长潜力 分数会高得一个 离谱的高度 现在看来 并不是评分有问题 而是苏小这些信徒 真的猛的一批啊 这真的是人族信徒吗 不少学员开始怀疑人生 三个玩家 考核完毕 是这一项考核之中 时间最短的 但是 带给大家伙的震撼 也是最强烈的 三个人 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誓言 硬生生地 将超越自己境界 许多的妖兽击杀 而且是无伤击杀 这实力 绝对不是一般的信徒 能够做到的 按照以往的惯例 能够击杀超越自己 五星境界以上的妖兽 按照当前得到成绩最高分 一出50%计算 考核老师开始公布分数 目前为止 冯林轩此项考核分数最高 为1600 以他为根据计算 那苏小的得分就是2200 再次碾压照明 足足两倍 第二轮信徒考核项目结束 考核老师开始公布分数 目前为止 前两轮考核综合评分 第一名 苏小6680 当这个数字爆出来的时候 全场顿时响起了一阵 山呼海啸的声音 就连台上的老师们 也都悚然动容 感觉不可思议 这特么何止是超越了历史 这简直是创造了历史 前面两轮的分数加起来 已经排入历史前三 第三轮都不用考核 第一名也稳了 第二名 冯林轩 3545 第三名 3220 冯林轩的分数 其实也非常之高 如果不是苏小 他就是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 可惜 风头完全被苏小 给盖了过去 要不是新进考核那一关 才得到五分 他应该能进四千分 倒是考核之前 一致被人看好 四处作弊的赵明 一直被两人稳稳压着 破 赵明胸口一热 差点吐血 身体踉呛几步 就差没跌倒在地 他和苏小之间 足足差了快至三千分 第三轮的主神考核 即便是苏小得零分 他也不一定能超过 除非让苏小扣分还差不多 但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台上的许青 手掌微微颤抖 他都这样 针对苏小了 这家伙 还如此凶猛 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第三轮主神考核 许青双拳紧握 眼神逐渐变得深沉起来 接下来 便是第三轮考核 也是万众瞩目的 主神考核赛 考核老师声音高亢地宣布着 万众期待的第三轮 考核要来了 等等 一道声音将它打断 许青站起身看着众人 缓缓道 考核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 想必大家伙也累了吧 这样 大家伙休息一下 让考核学员做好准备 再进行下面的考核 或许 再想想 能找到把苏小压下去的办法 半场休息 众人一愣 不久前不是刚刚休息过来吗 现在又休息 不过 许青是老大 所以大家伙也没法反驳 休息就休息吧 起伏的山巒之中 一艘精致的飞船 徐徐朝着天书学院的方向飞来 这飞船之上 有不少大红色的箱子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箱子的外面 还系着红装和礼花 散发出喜庆的气息 船上停留了许多 身穿白色衣服的青年 好奇地打量着这方天地 在非洲的最前端 一个白衣青年 站定眺望远方 背负双手 气定神闲 再进行考核 要是赶得上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看呢 啥 考核 你觉得 天书学院的新人考核 会好看吗 别逗了 这次我们是有任务而来的 说说而已 真以为我想看呢 这时候 最前方的那个白衣青年 转头微笑望着大家 天书学院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准备一下吧 这次 一定要给足惊喜 白衣青年开口吩咐道 大师兄放心 这次 我们一定马到成功 我想天书学院 肯定会很乐意 见到这一幕的 天书学院广场 休息时间 大家伙都各自坐在一堆 三五成群的聊天 唯有几人闲不下来 苏小和他的几个信徒 在见识了苏小的强大之后 不少的学员都跑过来恭维他 向他请教 又或者询问 关于第四天灾的来源 其实 他们就是一群锅 苏小也不知道 如何解释第四天灾的来源 毕竟这过于离谱 也容易让人发现 他身上的秘密 对于这个解释 众学员都感到无语 没想到 竟然是一群锅 苏小这运气也真是太好了 那个 考核完毕 我再给大家伙说说吧 现在我还有点事 苏小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严莫林 想了想 走到了不远处的花谱之中 兄弟们 现在是副本活动的休闲时间 我这里有好多漂亮的小姐姐 这些NPC小姐姐 肉感和真的一样 无论是颜值 还是身材 都吊打网红小姐姐 我这就带你们去看看 若是可以的话 我邀请两个小姐姐双排 兄弟们 记得火箭刷起来 张大仙此刻正打开游戏的 另外一边 你爱惜我那儿 正停留在八尊十项前观摩 想要研究一下其中的秘密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几个天书学院的女学员跑到了 你爱惜我那儿身边 眼中充满了好奇之色 苏小他们说不上话 只有将目标转移向他的信徒 你爱惜我那儿 你爱惜我那儿 道 啊 什么 几个NPC小姐姐有点没反应过来 你爱惜我那儿 刷 几个NPC小姐姐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一下红了 这么狂野的吗 一上来 就问我爱惜你哪儿 这怎么回答 还是避开这个话题吧 要不你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一个人多无聊啊 你们有什么好玩的 有着十项好玩吗 你爱惜我那儿 说完 霸气转身 几人 呜呜 一阵跑车的轰鸣声响起 熊二在严莫林旁边不远处停了下来 吐了口吐沫 摸了摸头形朝着严莫林走过去 其他的NPC小姐姐 熊二一概看不上 就这个才是真正的女神 简直美若天仙 站住 这里不是你能靠近的 还没靠近 就被严莫林身边的几个女学员给呵斥住 没事 让她过来吧 严莫林笑着道 我就说 我熊二这么帅 怎么可能被NPC小姐姐拒绝 熊二迈着猫布走到严莫林的身前 小姐姐 我看人非常准 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立志的人 你说我说准了吗 熊二 嘿嘿一笑 一点也不害骚 严莫林愣了一下 有些好奇地盯着她 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你天生丽志啊 严莫林愣了一下 忍不住笑了 这种类型的话 似乎在哪听过 旁边几个小姐姐 目瞪口呆地盯着 熊二 这家伙 长得这么错 没想到 竟然还这么会说话 不远处的男学员 差点就想给 熊二 拜师了 你挺会夸人的 你们主神教你的 严莫林笑道 是啊 我们主神教了 我们很多东西 首先就是要学会看人 而且我看你的着装 和气质 就知道 你家里有矿 嗯 严莫林再度疑惑 这家伙真能看准 他家里 还的确有矿 你又是如何看出来的 严莫林道 都写在你脸上 能不知道吗 因为 啪 一巴掌拍在了 熊二的脑门上 直接将熊二 拍了一个裂剪 他想说 因为你有矿式容颜 苏小接过了 熊二的话 微笑道 这套路老子 早就用过了 还轮得到你 年轻人 多学习 少看点斗鹰 卧槽 小神 这这 熊二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苏小 但苏小此刻 压根就不看他 而是看向 严莫林 向来清冷的严莫林 此刻竟然有些眼神躲闪 显得不太自然 因为 一直以来 苏小从未在大众面前 毫无遮掩地前来找过他 让他有些不太适应 那么的 小神和这牛有奸情 我撞到了铁板上了 完了完了 熊二内心懊恼不已 苏小正想说话 忽然之间 就见到严莫林的目光 投向了远处 眉头微微皱起 而后方 也传来了一阵阵的喧哗之声 苏小收起了手中的东西 转头望去 就看见远处 一艘巨大的非洲 徐徐飞了过来 非洲之上 还有一面特殊的旗帜 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图案 这是黑药学院的非洲 黑药学院怎么来人了 这么的 竟然是黑药学院的人 见到这非洲 下方的学员 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 天书学院和黑药学院关系 一直就不好 尤其是这些年 天书学院没落了 黑药学院的人 一直一采 天书学院的人为荣光 关系就越来越差 对于这样不欢迎的客人 大家伙脸色 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刷刷刷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此刻也来到了广场之上 目光疑惑地盯着 黑药学院的非洲 非洲缓缓停在了 广场的边缘处 数道人影从上方走了下来 数量足足达到了几十之多 领头的是 是黑药学院的副院长穷明 你们怎么来了 许青皱眉看向穷明等人 脸色有些不好看 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直接上门 这可不是一个 令人满意的行为 原来是许兄啊 穷明脸不红心不跳地 盯着许青 呵呵一笑 头颅微微后移 瞥向身后的白衣青年 这是我黑药学院 这一届的大师兄 我的徒儿叫做吴轩 也是神木城 四大家之一的吴家笛子 今日突然来到贵院 不是坏事 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穷明说着 很快一个个红色的箱子 被本摆放在了广场之上 然后打开 箱子之中 一律全是三品之上的宝物 闪得在场众人睁不开眼睛 此来是特地带轩前来提亲 向贵院的闫莫玲提亲 提亲 闫莫玲 天书学院这边 众人足足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众人内心 宛如被投入一块巨大的石头 掀起了滔天波浪 黑药学院竟然在这个时候前来提亲 而且还是向天书学院公认的女神 闫莫玲提亲 不行 这怎么可能 莫玲师姐怎么可能和黑药学院联姻 哼 做梦吧 以为这点东西就了不起了 一瞬间 就引起了现场天书学院的学员们的怒骂 站在前方的穷明 眉头微皱 抬手一挥 一道神光弥漫出 恐怖的气势力压全场 让这些人硬生生闭上了嘴巴 这里 似乎没有你们说话的份 天书学院的学员 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穷明神色不悦 用居高临下的目光扫视着众人 现场的这些人在他的眼中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 许副院长 你赶紧把他们撵走啊 我们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用求助的目光看向许青 穷明 这里可是天书学院 你这么做有些过了吧 许青冷声道 黑药学院他不是特别忌惮 但是吴家和赵家一样 背后都是神木城 他不想招惹 哈哈 我就是帮你教育一下这些不长眼的家伙而已 没别的意思 什么样的身份 该做什么样的事 心里要清楚 怎么样 你我两院联姻 必然是一段佳话 穷明望着许青黑黑笑道 那感情就好像 是我来找你联姻 是给你的面子 我不同意 人群之中忽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穷明等人 寻着目光望去 就见到了苏小面无表情地 挡在了严莫林的身前 你 哦 是十年前的苏小啊 听说你最近凝聚了神格 好不容易参加了考核 不知道什么境界了 穷明没开口 一旁的吴轩倒是先把苏小认出来了 当年 苏小可是众人心中极度的对象 吴轩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此次 听闻赵家赵云祥 前来天书学院找严莫林 是有联姻的意思 吴轩顿时慌了 严莫林此女 不仅天赋出众 容颜绝世 而且在神木城创建的势力 也展露苗头 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充分地体现了 他的各方面能力 深得守神木城各大势力的看重 本来吴轩还在为赵家的提前下手而傲骂 没想到赵云祥竟然半路上死了 这可把他给乐坏了 二话不说就前来提亲 生怕迟了 被其他人劫足先登 多谢挂怀 一劫九星而已 苏小皮笑肉不笑得到 严莫林为何这些年不公开和苏小见面 这就是原因 因为他真的太优秀了 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 而这些人当中 家世出众的很多 苏小实力不足 会遭遇天大的麻烦 但是 这种时候 苏小若是不站出来 那他如何能够撑得上一个男人 又如何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本心 吴轩脸上笑容一下子扩展开来 渐渐化作了讥讽 啪啪啪 他一边鼓掌 一边道 好厉害哦 一劫九星嘛 不知道 这个境界 有什么资格站出来 说你不同意 嗯 看见这地上的聘礼了吗 哪样你能够拿得出来 莫林师妹都没开口 你跳出来秀什么 吴轩的讽刺之话 异常的刺耳 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这尼玛狗策划 又弄了什么狗血剧情出来了 难不成这就是下一个隐藏的剧情 直播前的玩家们 此刻健壮都气鼓鼓的 卧槽 兄弟们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主线剧情 小神要和莫林小姐姐在一起 但是反派不允许 跑来搅和 随后 就该我们玩家出场 帮助小神击退这些可恶的NPC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接下来 肯定就是情人节活动 小神直播造人 不停地生儿子 给我们当宝宝训养 卧槽 我推断完美 无虎起飞 熊二 对他 干他 乌鸦嘴一通凶猛的分析 最终得出了结论 收到了信息的 熊二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直接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卧槽你马 有几个 臭钱了不起啊 你懂爱情吗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 钱算个卵 你以为我主母 稀罕你这些东西 杀笔玩意 长得跟个锥子似的 也好意思出来晃腰 当初就该把你射到墙上 过了 爷爷教你做人 熊二 对吴轩竖起了终止 熊二 这一通操作 直接把众人给看傻了 这么对吴轩 胆子是真的大 不怕死得住 不过 他们感觉对得好爽 吴轩正想呵斥 熊二 出手教训一下他 此时 闫莫灵从苏小背后走了出来 和他并排在一起 苏小都这样站出来了 他还有什么不能够站出来的呢 即便是前路坎坷 那又如何 没错 你这些东西 在我眼中 和垃圾没什么区别 我闫莫灵的婚事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在场任何一人 都不行 除了他 说到最后 闫莫灵的目光 落在了苏小的身上 言下之意 不言而喻 苏小目光看过来 两人目光碰撞到一起 某些东西 变得根深蒂固起来 哎 我没有别人这么好的聘礼 我只是个穷光蛋 只能给你摘一朵野花 不知道你要不要 苏小微微一笑 拿出之前采摘的野花 因为藏着的关系 有些褶皱了 闫莫灵愣了一下 半场没反应过来 要不要啊 不要我扔了 反正也不值几个钱 苏小说着 就举起了手 将花准备扔出去 等等 我要啊 闫莫灵快速从苏小的手中 抢过了花 握在手中 清冷的脸庞上 浮现一抹小女儿姿态的笑意 倾国倾城 众人从未见过闫莫灵 露出过如此笑容 此刻都不由被吸引 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卧槽 小神这狗粮撒得 呜呜 哇哇哇 本以为是一场战斗 没想到被硬生生塞了一口狗粮 成了秀恩爱大会 好感动 好想哭 好想小神给我们生一堆宝宝 原来这就是爱情吗 去特末的物质 我也想要爱情 我特末 竟然被一个游戏 感动得稀里哗啦 直播前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感动得稀里哗啦 苏小心中 常常松了一口气 无比畅快 即便接下来 会面临一系列的麻烦 甚至会马上会被针对 但他 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现场沉寂了好一会儿 安静的落针可闻 一向男人物尽的严莫灵 今天被人夺走了 不少天书学院的 男生心都碎了一地 但是还是选择默默地祝福苏小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无论如何甜 都是配不上严莫灵 也只有苏小 这样的天才有资格 与其让苏小抱得美人归 不比让吴轩这种臭皮的富二代 抱得美人归强多了 现在 知道我秀什么了吗 秀恩爱啊 苏小拉起来 严莫灵如凝之玉一般的手 紧紧握住 坚定的目光扫向吴轩 宛如刀子一般 扎在吴轩的内心之中 吴轩脸都白了 拳头握得歌之作响 莫灵师妹 他配不上你 一个出身贫贱的人 配不上你 而我却是神木城吴家之人 你要好好考虑清楚 吴轩还有些不死心 吴轩了不起 我赵家也是神木城四大家族之一 凭什么你敢跑到天书学院来下聘礼 赵明从人群之中 愤怒地走了出来 他虽然嫉妒 甚至恨苏小 可是此刻 他却更瞧不上吴轩 公然下聘 这特么什么操作 靠家世施压 这绝对不是一个男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 男人就要靠自己 他虽然把苏小视为情敌 可两人也算是公平竞争吧 嗨嗨 之前绝对的公平竞争 严莫灵既然做出了抉择 那么他就选择尊重他的选择 赵明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吴轩怒斥 那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你别忘了 天书学院和黑药学院 关系并不好 赵明怒对道 你也不过是一个学员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 有本事来挑一场 这话 让众人对赵明不由刮目相看 连苏小也有些差异 赵明此人就是嫉妒心太强 其实三观还算端正 稍加改造 也能算个正能量的富二代了 挑 好呀 正好你们在考核 我也想见识一下天书学院的人 究竟多辣解 最好你也要来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差距 你永远就是个弱者 吴轩正找不到发泄的地方 此刻赵明送来了枕头 他自然要接着 说到最后 吴轩用手指着苏小 咬牙切齿 一字一顿 苏小 我的目的就是赢你 但是两轮下来 我发现我已经赢不了你了 我们再做一个赌注 不为了别的 就为了莫灵师姐 前面的考核都不算数 我们就把这场挑战 当做第三轮考核 也是决定考核第一名胜负的考核 谁打赢了这家伙 谁就是第一名 如何 赵明看向苏小 目光坦诚 苏小从来没觉得 赵明有今天这么顺眼过 虽然 这家伙对这个第一 还念念不忘 好 我陪你玩一把又如何 即便是赵明不上 他也不可能 这种挑战 绝对不能怂 要不 加上我一个吧 我也想试试 为何黑药学院的人 能够如此嚣张呢 你敢吗 又是一道声音 从旁边传来 原来是不甘寂寞的冯林轩 此刻他嘴角荡漾着一股 若有若无的战意 给人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 支持小哥 我们不考了 哭骂的 打倒这个狗日的 支持 小哥 明哥 林轩哥加油 一定要打败他 不能让他欺负到我们学院头上 谁要是打败了他 我从今天起 给他当信徒 天书学院的学员群情激愤 纷纷摒弃前怀 抱成了一团一致对外 所有气势凝成了一股绳 直冲云霄 让对面黑药学院的学员 感到有些震撼 就连想要稀释宁人的许青 此刻胸膛也微微起伏 热血沸腾 好 学院支持你们 给你们三人兜底 要站 就站得痛快 许青情不自禁地开口道 首次展现出了强势的一面 呵呵呵 好好好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就是以一敌三 还有一阶九星的渣渣 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黑药学院的天才 和你们这群废物之间的差距 严莫灵 你给我看好了 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你 吴轩巴不得这样做 既能够出气 又能够炫耀一番 还要踩一踩天书学院 给他们一点威慑 逼迫他们妥协 刷 一股强悍的气势 从吴轩身上散发出来 他背后 四个四色神域光环 让人感觉到无比的刺眼 在光环的中心区域 还有一尊人像 盘膝而坐 闭目养神 四色神格 四星神域 一星小神 天书学院的众学员 此刻都震惊地望着吴轩 就连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此刻也都是脸色凝重无比 生出了后悔之心 没想到 黑药学院的吴轩 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 神木城辖区 这种天赋和实力 年轻这一辈吴轩 足够排进一流水准 天书学院这边 境界最高的也就是赵明 但是赵明的境界 许青深吸了一口气 浮现懊恼之色 这场战斗没得打 天书学院已经输了 糟糕 这家伙竟然如此恐怖 已经迈入小神境界 这怎么打 明哥似乎还没有达到 小神境界吧 林轩哥比明哥境界还低一点 小哥更不用说了 才九星神师 压根不可能打得赢 我们似乎中计了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难怪吴轩敢如此嚣张 这底气真不是一般的足 赵明眼皮子狂跳 但是眼中战意却更浓了 冯林轩始终一副 放荡不羁的样子 看不出他内心变化 就连苏小也感受到了 一股极强的压力 他虽然拥有很强的攻法和神技 但是越界战斗 最多也就跨越十星 也就是一个大阶 超越十星后 每多一星都是难如登天 九星神师和一星小神之间 中间隔了一个神石境界 差了足足十二星星境界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斗 不过 苏小看着吴轩的神域光环中 那道人影 这尊人影是迈入小神境界特有的标志 但是吴轩的这尊人影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所以 吴轩应该是刚刚踏入小神境界 还不是很稳定 如此说来 若是动用那个办法的话 苏小感觉自己应该能勉强一战的 苏小很快就制定了战术策略 忽然间 他感觉到自己握着闫莫玲小手的掌心之中 多了一样东西 他侧头疑惑地盯着闫莫玲 闫莲微微一笑 倾起红唇 一颗四品丹药 能够帮你短暂提升实力 没太大后遗症 苏小感到无比震惊 四品丹药 若是使用灵精兑换的话 那可需要足足一万灵精以上 一万灵精是什么概念 一信仰原力等于一信仰臂 一灵精可以兑换一百信仰臂 也就是相当于 要消耗一百万信仰原力 才能够兑换到 苏小现在几百个信徒 每天提供的信仰原力 才几千而已 足足存好几个月 才能够兑换这么一颗丹药呢 关键是 这还短暂提升实力 没有太大后遗症的丹药 就更加珍贵了 几乎是有价无事的东西 严莫林舍得给自己 可见他对自己的心意 我不需要 我知道你身份高贵 但是今天这场战斗 我要让你看见 让所有人知道 我苏小绝对是有资格 站在你身边的这个人 男人 在这个时候不需要作弊 严莫林手掌不由颤抖了一下 完全无视了吴轩那闪耀的光环 此刻 外界再闪亮 也不及旁边这个人耀眼 我相信你 严莫林嘴角弧度扬得更高了 他自始至终 都相信自己 没看错人 果然没看错 无需多说 只需信任 小神又如何 不过就是运气好点而已 这次 还是按照顺序 我先来 赵明震惊了一下之后 很快就恢复了原样 他本来就是 一个不愿意服输的人 此刻更不愿意 当着众人的面认所 也好 那我就是第二了 第三给你 但我希望轮不到你 冯林轩看着苏小 嘴角挂着一抹自信的笑容 苏小笑了笑没说话 几分钟后 双方制定了比试的规则 擂台定成半 达到认输为止 对方认输之后 就不可再继续动手 在对方没有认输之前 别人不可以擅自干预 若是有外人干预的话 那就算是出手干预方叔 天书学院 赵明 九星神使 赵明缓缓走上台 眼中闪烁着胸利的光芒 身后神光摇曳 将他笼罩其中 散发着强烈的波动 吴轩轻蔑地笑了一声 九星神使 你虽然是九星神使 对付你 严用牛刀 吴轩始终背负双手 一点也不把赵明放在眼中 找死 赵明冷哼一声 朝着吴轩冲了过去 随着他的移动 他的右拳之上 聚集了大量的水属性力量 凝聚成为一个巨大的拳头 赵明主修的是水属性力量 所以他的信徒是娇人 闪烁着透明光泽的拳头 临近吴轩 吴轩只是淡淡瞥了一眼 从背后伸出了一只手 猛的一挥 一道金光闪过 化作了气波 迎上赵明的拳头 哄 两者对碰之下 发出了强烈的震爆声 一层层的涟漪扩散开 没入虚空之中 擂台之上 光芒摇曳 混乱不堪 吴轩本人纹丝不动 但是赵明却是身形暴退 足足退了十几步 才停了下来 第一次试探攻击 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见一斑 对付你 一只手足矮 吴轩脸上的神色 更加平静淡然 赵明的脸色 渐渐变得难看 自己虽然是越阶挑战 可也没想到 一上来就这么难看 看来 必须要全力以赴了 刷 赵明手中 一把三叉戟徐徐出现 散发着淡淡的水气波动 三品灵气 本来是 准备用来对付苏小的 现在正好用上 天河降落 赵明手中的三叉戟挥动 一道道水波纹 以它为中心扩散开 最终 在它的头顶 汇聚成为了一条天河 清线下 天河坠落 宛如九天瀑布一般 声势浩荡 一往无前 压迫的空气都发出颤声 以我之名 凝聚圣剑 吴轩的右手 不停地变换法应 一把金色的长剑 在它的面前凝聚 快速地长长长大 三品中的高级神技圣光剑 这家伙天赋很强 竟然运用得如此纤熟 天书学院的老师 瞳孔不由一缩 赵明的天河降落 虽然也是三品神技 可只是低级神技 和高级神技之间差了许多 况且 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境界的压制 所以 不用猜 也知道赵明没了 果然 那金色的长剑 直接破开了赵明的天河 去世如虹 最终落在了赵明的头顶 赵明急速后撤 凝聚水波罩进行阻挡 但却没有注意 远处的吴轩 已然快速临近 等到赵明将那圣光剑余微挡下 吴轩的手掌 已然放在了他的脖子要害之处 只需要吴轩稍微用力 就能够给予赵明 致命一击的伤害 你 还有什么想说的 虽同是神木城四大家族 但你和我之间比较起来 差了一条红沟 吴轩刺耳的声音 在赵明的身旁响起 赵明面红耳赤 半场说不出话来 他竟然就这么败了 虽然他的境界 强行提升了两星 但是就这么败了 没对吴轩造成一点压力 他还是不甘 我说了 赵明紧握拳头 锤着头颅朝着台下走去 自始至终 没有再看过其他人任何一眼 孤独的背影之上 充斥着一股子落寞的味道 令天书学院的人感到惋惜 呵呵 天书学院的人果然垃圾啊 连我们大师兄一只手都打不赢 哎 就这 还想挑战我们大师兄呢 天书学院干脆倒闭算了 赵明的落败 也迎来了黑药学院之人的嘲讽 众学员想要反驳 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赵明是境界最高的一个 但是输得这么惨 可见吴轩的实力有多么强 至于后面的冯灵轩 他们并没有那么看好 俗小的话 全当作是为了红颜出头 并没有觉得苏小能有胜算 虽然你很强 但是我也不弱 我冯灵轩 自始至终都喜欢 他在强者的尸体上一步步而上 希望你能把我打到没脾气 冯灵轩一步步登上擂台 但是气势却丝毫不弱 末了 回头瞥了一眼苏小 微微点头 饱含深意 苏小目光和冯灵轩对视 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冯灵轩此人 苏小了解并不多 只知道这个家伙 才是真正的寒门出身 没有任何的支持 走到今天全靠自己 虽然 之前有些狂妄焦躁 性子直来直去 但是这次回来之后 收敛了许多 要说变化 冯灵轩的变化是最大的 暴躁少年 不再暴躁了 变得沉稳了许多 多了一丝放荡不羁 他在大黑山里面 一定经历了某些事情 改变了他的性格 冯灵轩 也就七星神使而已 比他要低点 这个他 自然是指刚才的赵明 嗯 才七星神使 我还以为比赵明要厉害一点点呢 难怪只能排在第二上 感情 你们是按照垃圾的程度 排得顺序对吧 黑药学院这边的人 愣了一会儿后 嘴里发出了讥笑声 九星神使 都快被打出屎来了 你一个七星神使 能干什么 也不知道该说你勇气可嘉 还是该说你傻 现在看来 应该是后者吧 对于冯灵轩 吴轩一点也不了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道理 这个家伙似乎不太懂 那就给他上一课吧 冯灵轩没有说话 而是闭上了双眸 一股浩瀚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弥漫出 带着一股子邪恶的味道 这是 妖力的气息 你身上竟然存在着妖力 吴轩淡然的脸色 第一次出现了变化 人类主神 身上竟然拥有妖力的气息 他还是第一次见 不仅吴轩 其他眼力界高深的人 也瞧出了冯灵轩的特殊之处 瞳孔微微一缩 人类主神的神力 和妖族的妖力 还是有点区别的 冯灵轩人类之躯 体内存在妖力 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 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刷 冯灵轩默不作声地 发动了自己的攻击 他的身形 宛如鬼魅一般出现在 吴轩的身前 手掌探出 朝着他抓下 那五指内扣 闪烁着风锐之芒 看着就如同阴爪一般 犀利无比 吴轩修然后撤 凝聚出一层金光照阻挡 但 这层金光照在冯灵轩爪子的面前 显得有些脆弱 很快就被击碎 刷 圣光剑斩出 落在了冯灵轩的爪子上 被冯灵轩挡开 但强悍的力量 也迫使他退后了许多 有意思 你比赵明强 值得我用双手 刚刚稳住身形 冯灵轩就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他的速度极快 给吴轩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不过双方的境界差距不小 吴轩应付起来游刃有余 碰 一段时间过后 冯灵轩终于还是没能够 扛住吴轩那强悍的力量 被他圣光剑斩在了身上 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出现在冯灵轩的左边肩胛骨上 让他看着有些狼狈不堪 你不错 但是在我面前依旧是垃圾 吴轩脸色冷漠 是吗 冯灵轩嘴角露出魔性的微笑 嘴里发出了嘶哑的吼声 旋即 众人就看见他的肢体在变强 变壮 恐怖的肌肉 如同老树盘根一般 上面还布满了黑色的血管纹路 看着有些猙獰 冯灵轩的气息 也逐渐地攀升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从吴轩展示出自己的境界时 冯灵轩就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 他还是不愿意认输放弃 正如他而言 他喜欢踏着强者的尸体 一步步前进 吼 一声震天响的吼声 从冯灵轩的嘴里传出 他猛地一跃 落到了吴轩的头顶 大手轰然抓下 恐怖的气势带来的压迫感 可比之前强太多了 吴轩施展出的圣光剑 直接被碾压 整个人不由退后了几步 脸色有些不自然 竟然反压了 卧槽 这家伙爆发了体内的血脉之力吗 还是解开了封印 难不成 这个游戏中的NPC 人人都是封印小王子 哇塞 这家伙好猛啊 好大 观看直播的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震惊无比 热血啊 现场其他人内心 也掀起阵阵波澜 冯灵轩这张底牌 还真是挺猛的 是一匹完完全全的黑马 那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圣光剑吧 吴轩轻哼一声 体内神力彻底弥漫开来 施展出了小神境界的 真正强大之处 狂暴的力量 凝聚出了一把超级大剑 对准了冯灵轩斩下 哼 恐怖的剑芒 被冯灵轩双手挡住 暂时顶在了头顶上方 可 这次冯灵轩并没有能力 将圣光剑打爆 而圣光剑的压力 却让他腰一点点的弯下 碰 下一刻 冯灵轩终于承受不住 这强悍的力量 被当场击飞 重重撞在了后方的结界 臂杖之上 一大口鲜血喷出 你说了 吴轩站在冯灵轩面前 用居高临下的目光 审视着他 冯灵轩黑黑一笑 恢复原样 二话不说 走下擂台 我尽力了 该你了 别让我失望 落过苏小旁边的时候 冯灵轩稍微停顿了一下 说了几句 然后静止离开 苏小知道 冯灵轩这话的意思是 他能逼出来的东西 就这么多 接下来 什么都得看苏小自己 多谢 苏小回应一句 虽然并没有逼迫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心已灵了 小心 一旁颜莫灵轻轻嘱咐了一句 眼神之中 充斥着一抹担忧之色 放心 苏小安慰一句 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台上走去 这场战斗 对于他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也是他突破自身极限的时刻 九星神师 苏小 苏小按照惯例 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吴轩眼中闪烁着轻蔑的笑容 竟然是直接退到了 擂台的后方角落处 挥手凝聚一个椅子坐下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他开口解释了 一句 对付你 何须我亲自出手 我信徒足矣 吴轩双手扶着椅子 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完全不把苏小放在了眼中 此话一出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之声 天书学院这边的人眼中 爆发出了一股滔天怒火 堂堂主神之间的战斗 吴轩竟然让自己的信徒和苏小战斗 这不是在故意羞辱苏小吗 这简直是赤果果的瞧不起 什么 信徒对战主神 看不起我们小哥 黑药学院的人 都是如此没有素质的吗 天书学院这边 一下子就炸锅了 哼 一群井底之蛙 也想挑战我们大师兄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们大师兄的信徒 可不是一般的信徒 对付一个主神 绰绰有余 黑药学院这边的人 嘴角挂着轻蔑的笑意 吼 此时 擂台之上 一阵吼声传来 众人抬头望去 就看见一头身高达到了 三米的巨大兽人 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准确地说 这算不上真正的兽人 只是他是站立行走 行为动作和人有点相似 整个看上去 宛如一只站立的鳄鱼 这个大家伙 手中拿出一把巨大的战刀 战刀上齿痕密布 血红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胸利的光芒 这是什么妖兽 在场不少人都没见过这妖兽 二阶五星的六瓶火血恶 这小子竟然找到了 六瓶火血恶当自己的信徒 这是如何做到的 台上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此刻一个个面面相去 六瓶火血恶很是稀有 需要在大荒沼泽之中才能找到 但 这种妖兽的性子非常的狂野 而且战斗力极强 即便是战死也不愿意臣服 想要让他们成为信徒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没想到 吴轩竟然做到了 这着实令人有些刮目相看 殊不知 吴轩能够弄到六瓶火血恶当信徒 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还耗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他的信徒当中 也就几只六瓶血恶而已 此刻拿出来 自然是 想要炫耀一番 并羞辱一下苏小 再者 在吴轩的眼中 苏小真的 就不配让他亲自动手 他的信徒足矣 苏小眼神渐渐变得寒冷 吴轩身上 竟然还拥有信徒寄养灵器这种东西 把自己的信徒给带来了 这是提前就安排好的吗 哦 无如你来啊 抱歉 是别人考虑不太周全 这样吧 我多增加两个 总共三个信徒 算是瞧得起你了吧 别不要脸了 吴轩抬手一挥 又是两只火血恶 总共三只火血恶 做着各种挑衅的动作 仿佛即将脱缰的野马 信徒 苏小身上刚刚要凝聚的气势 忽然弱了下去 摊开手笑了笑 原来 你是想要挑战我的信徒啊 那就奉陪了 苏小故意曲解了吴轩的意思 化解了尴尬的场面 刚才吴轩这一招 可真是有够毒辣的 若是苏小愤怒之下 和这三只火血恶大战到一起 即便是赢了 也会被人嘲笑 一个主神 赢了别人的几个信徒 有什么好骄傲的 若是不赢战的话 那么肯定会被吴轩说他苏小怂了 怕了 所以 苏小最好的做法 就是让自己的信徒 和吴轩的信徒干一场 第一狠人大地出战 一刀999出战 你爱惜我那儿出战 苏小深吸了一口气 直接利用学院的传送法阵 挑选了三个战斗力 尤为突出的信徒 你信徒很厉害 那就瞧瞧我的信徒 跨越一个大阶段 依旧能够打得你信徒妈都不认识 在劳资面前装逼 想要羞辱劳资 那就看看 谁更能装逼 第一狠人大地 为小神哥哥而来 一道冰冷的声音 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脚踏旋转火红莲花落下 正是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那娇小的身躯 无奈长山一刀999 谁敢不服 一把绑着白色果布的大刀 从天而降 重重地插在了擂台之上 一道身影飘然而出 站立在刀柄顶端 双手抱胸 不爽地盯着对面的火血恶 我于杀戮之中绽放 一如黎明之中的花朵 一道悠然的声音 再次从空中传来 气温骤降了几度 四周飘洒着洁白的雪花 雪花拼凑在一起 凝聚成为了一朵朵冰帘 一道身影从上边走下来 战意盎然 三个玩家的突然出场 还有这别致的出场方式和台词 直接震惊了全场之人 上一次 一刀999几人的出场方式 虽然别致 但是远远达不到现在的震撼效果 因为这次敌人不同了 几位玩家也毫无保留地 展示出了自己的实力 旋转红莲 这妹子 我记得是擅长金属性力量攻击吧 连火属性掌控力也这么厉害 那里在棍子上的小子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风属性的掌控不亚于我 否则无法如此飘逸 还有那个射箭的 太屌 来呀 竟然将冰之力掌控的出神入化 演化出雪花和冰莲 这些真的都只是一阶信徒做得到的 这才是小哥信徒的真正实力吗 此刻 无论是天书学院的人 还是黑药学院的人 都感到不可思议 天书学院这边还好一点 毕竟有了一定的了解 黑药学院这边 集体张大嘴巴 就只差说出内心那两个字 卧槽 吴轩脸色变了 苏小这几个信徒 对力量的掌控度 即便是很多主神都赶不上 哼 区区几个异阶信徒 就想挑战我活血恶 不知好歹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活血恶的厉害 吴轩虽然震惊 但是还是对自己的活血恶 充满了自信 毕竟 境界的差距 不是力量掌控的好 就能弥补的 立flag吧 拿出你们的真正实力 别让我等太久 苏小说着 缓缓朝着后方退去 也学着吴轩一样坐了下来 我一拳 第一狠人大队 微微抬起了右手 抚摸着戴在上面的二品拳套 这个拳套是考核之前 苏小亲自为他打造的 上次出场都没有舍得使用 三剑 你爱惜我那儿 拿出了自己的二品金铁弓 轻横道 那么 我就两刀吧 一刀999从刀柄之上跳下来 将刀拔出 愚蠢的人类啊 终于还是要见到 我最真实的一面了吗 那就爆发吧 一刀999一边说着 一边缓缓地解开了 缠绕在了大刀上面的果布 众人目光都聚在了 一刀999的身上 非常好奇 果布之下是什么东西 但是 让他们有些失望 仅仅只是一把二品战刀 虽然造型看着有些怪异 但是表面却很粗糙 可以推断打造的水平一般般 不过 几人的flag 差点把黑药学院这边的人气吐血了 嚣张 猖狂 非常猖狂 极度嚣张加猖狂 二品灵气 吴轩眯眯着眼睛 盯着这些家伙手中的二品灵气 似乎明白了 境界的差距 能是灵气能弥补的 嚣张会付出代价 哼 随着这一声哼落下 三只火血恶 已经朝着三人开始进攻 我左边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直接挑了左边这一只 我中间 一刀999 选了中间这只 那么 剩下的这一只 就交给我吧 你爱惜我那儿 嘿嘿一笑 随着几人的动作 无论是现场的人 还是直播前的玩家们 此刻都屏住了呼吸 气氛骤然变得紧张无比 不死神魔之躯 逆 四 转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站在原地 内心轻贺一声 滔天的气势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引起了现场不少天书学院学员的欢呼 之前力量测试的时候 这妹子给人的印象真的太深了 身材娇小 顺着石像爬下来 当大家伙都以为她只是来玩的时候 直接一拳干爆了策礼杯 终于可以见到她的极限了吗 哎呀 不知道为何 这妹子我看着很喜欢呢 虽然是个信徒 但若是可以的话 我想向苏小师兄提亲 此刻 庞大的黑金虚影将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笼罩在其中 宛如一尊魔神降临 这魔神虽是虚影 可是看着却栩栩如生 和真的差不多 甚至 就连手臂上骨髒的血管 都能看清楚 密不纹路的脸上 充斥着邪恶的气息 眼神之中闪烁着凶芒 这气势 这是什么功法 吴轩等黑药学院的人 当时就被吓了一跳 含冰烈焰拳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轻哼一声 右手拳套微微亮起 发出了红蓝之色的光芒 这一下 现场的人一个个都坐不住了 刷刷刷地站起身来 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特么没眼花吧 冰火属性融合 天哪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怎么可能同时 施展出两种属性的力量 并且还是相克的力量 众人此刻 只觉得一颗小心脏 扑通扑通狂跳 苏小的信徒 真是一次次地带 给他们震惊和惊喜 哼 娇小的身躯 和火血厄庞大的身躯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 当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拳头 轰击在火血厄手中的大刀上时 火血厄的大刀 直接裂开了 化作了无数碎片 冰火拳去世不止 打断了他的手掌 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庞大的身躯狠狠一颤 宛如一颗炮弹一般 砸向吴轩 吴轩直接躲避开去 细细打量一下 就发现 这只火血厄没救了 竟然是真的一拳轰死了 吴轩眼皮狂跳地 看向了另外一边 一刀999 已然将刀柄上的锁链 和自己的双掌 缠绕在了一起 爆发吧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不死神魔之躯 三转和四转之间 还是存在着差距 但也给人一种强悍的压迫感 二刀流 终极 天锁斩月 刷 一刀999 高高跃起 将手中的刀举过了头顶 然后朝着冲来的火血厄斩下 随着他的落下 半月状的刀芒 被熊熊火焰缠绕 长河一般落下 一往无前的撕裂空气 来到了火血厄的身前 火属性 金属性 完美融合 众人见状 忍不住惊呼 果然 这家伙也会属性融合 啊 火血厄怒吼一声 举起手中的大刀斩去 一窜火焰将大刀覆盖 这次 是火焰和火焰的碰撞 刀芒落下 火血厄身躯 直接压低了一半 并没有将其斩杀 就在众人以为 这次攻击旗鼓相当的时候 一刀999 持续的火焰刀芒之中 竟然分裂出了 第二道火焰刀芒 一和二的区别 原来在此 刷 突然出现的变故 让这火血厄没有反应过来 锋利的刀芒 直接撕裂了他的表皮 他强悍的防御 宛如洪水决堤 一般溃败 血肉割裂 内脏破碎 当场暴毙 两刀 再看看 你爱惜我那儿 那边 没有丝毫犹豫 施展出了 你爱惜我那儿 飘逸后撤 拉开了自己的长弓 若纯粹论攻击力的话 这就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了 三连发 第一剑 天女散花 之前令众人眼前一亮的 天女散花 再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 兵剑抵达火血厄身前 直接炸裂开 化作了无数兵剑将之覆盖 吼 被冰冻的火血厄 吐出了一口火焰 想要将冻住他的冰熔化掉 实际上 效果也非常好 可惜 早已经被 你爱惜我那儿 预料到 这也是为何他要三剑的缘故 第二剑 万剑七发 刷刷刷 五只巨大的冰剑 同时出现在了 你爱惜我那儿 的弓上射出 随后空中划了个弧线 直击火血厄的要害 火血厄刚刚脱离束缚 此刻剑撞 尾巴横扫而来 顿时将冰剑挡开 变 但 你爱惜我那儿 轻哼一声 那执行的冰剑 竟然又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弧线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命中火血厄的头颅 强悍的力量 不仅仅破开了他的皮 也再一次将之冻住 第三剑 冰火两重天 刷 最后一支冰剑 闪烁着红蓝之色 以超快的速度标射而出 没入火血厄的 那道伤口之中 瞬间爆炸开来 直接将火血厄脑袋内部 炸裂成了一团血沫 不仅仅包含了冰火属性 还带着一丝封属性 竟然是三属性融合 三个人 从智商 技巧 力量 还有属性 熟悉的时间就将无宣引以为傲的火血厄击杀掉 现场骤然之间一片死寂 若真可闻 在场的学员虽然没有见过太多的世面 但是老师们却不同 属性融合这种事情 以主神为例子 即便是小神境界都是见不到的 这特么是王神境界的专属标识 王神境界什么概念 和小神之间还隔了一个军神 天书学院唯有院长达到了王神境界 神木城王神境界的大佬也不多 双属性融合就已经非常牛叉了 更何况三属性融合 若不是特殊的体质是绝对做不到的 此刻 却在一个一阶人族信徒身上看见了 这怎么能不震惊 狠人大地妹子还是那么牛叉 这小圈圈要是锤在我胸口上 我简直不敢想象 妈蛋 三九屁眼哥竟然把一刀流 开创成了二刀流 这碉堡了呀 黑气一户直呼内行 哇哇哇 那尔哥的三属性融合终于成功了 最后一剑我特么吹爆 在三人将火血厄击杀之后 玩家们都兴奋地手舞足蹈 在他们看来 苏小揉了揉太阳穴 嘴角露出一某微笑 虽然知道第四天在有些特殊 但没有想到 这些家伙竟然如此厉害 这次让他们准备考核的事情 苏小都没有怎么过问 现在看来 真是给了他很多惊喜哦 不过 属性融合这事 还真不是第四天在的天赋 而是苏小从学院获取的 上古基础神迹附加的特殊属性 玩家们的属性融合 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属性融合 毕竟他们没有掌握真正的属性之力 只能算是技能的融合 不可能 属性融合 区区信徒 怎么可能做得到 吴轩一屁股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仿佛屁股着火了一般 超强爆发功法 属性融合之力 还有强悍的技能组合在一起 竟然真就把他的活血恶给秒了 这可是 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才弄来的 这本来是他用来繁衍生息的 可恶 可恶 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活血恶 之前还一脸得意的吴轩 此刻直接破防 甚至都忘记了 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他只想证明自己的活血恶 是最强的 手掌一挥 一只超大号的活血恶 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这活血恶身上的皮肤 是暗红色的 宛如火山岩一般 坚不可摧 手中的刀 是某种怪兽的骨头打造 没有任何发力 身上就散发出了 阵阵炙热的火焰气息 卧槽 这是BOSS出场了 哦 打了小的 来了老的 这BOSS看着真急而帅气 哇 没想PK副本里 也能打BOSS 这游戏惊喜还蛮多的 玩家们此刻都瞪大眼睛 盯着这头超大号的活血恶 火血恶之王 难怪 这家伙收服了火血恶当作信徒 竟然是拥有一头 火血恶之王 众人此刻 也忽然明白过来 不过火血恶之王 可不是吴轩能收服的 吴轩想必也是有外力相助 这小子 竟然如此冲动 暴露了这个秘密 不过也好 就让他们感受一下 火血恶之王的残忍吧 黑药学院副院长 穷明皱了皱眉 眼睛眯了起来 刚才这一战 火血恶竟然被几个人族信徒屠杀 就是天大的耻辱 这个场子不找回来 到时候 黑药学院的脸 往哪儿搁 二阶八星的火血恶之王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干啊 竟然还有个boss 我的大刀 已经饥渴难耐了 一刀999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别冲动 你们不是对手 苏小来到几人身旁 示意他们退后 虽然刚刚三人 毫发无伤地击杀了火血恶 但是 那只是二阶五星的普通火血恶 这头却是王者 能够成为王者的存在 实力是非常恐怖的 直白点讲 这头二阶八星的火血恶 是可以以一敌众 越阶战斗的存在 三人联手 估计也不是对手 小神 让我们试试 看来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一刀999 和另外两人对视一眼 眼底流露出一抹自信 苏小愣了一下 听这话的意思 这些家伙 竟然还有底牌 这下 苏小实在猜不到这底牌 究竟是什么 那 你们试试吧 最终 苏小还是选择 相信玩家们 什么 苏小的三个信徒 竟然妄想要挑战 二阶八星的火血恶之王 他们没有听错吧 所有人盯着台上三人 感觉自己的心脏 又忍不住跳动了一下 敢杀我的族人 你们找死 吼吼吼 此时 这头火血恶之王 已经朝着三人冲了过来 庞大的身躯 带来的重量 每一步 都能够发出沉闷的响声 关键是 这货这么重的重量 还能保持很高的一速 这就有点厉害了 不死神魔之躯 三人此刻 纷纷施展出了 不死神魔之躯 没什么说的 这种时候 必须开打 否则铁定打不过 我先来 控住他之后 你们从侧翼进攻 抓住他的弱点 给予他致命一击 致命三连发 天女散花 你爱惜我那儿 直接施展自己 最强一招 修然射出的兵剑 化作了漫天兵剑雨 将火血恶王覆盖 但是 火血恶王似乎早有预料 张嘴就吐出了一大口火焰 直接将 你爱惜我那儿 的兵剑雨 给灭掉九成 剩余的不足为虑 哼哼 雕虫小剑 火血恶王嘴里 发出了冷笑 是吗 第二剑 天女散花 你爱惜我那儿 嘿嘿一笑 你以为你预判了我 实际上 是我预判了 你对我的预判 碰 与此同时 那剩余的剑雨之中 某一只剑再次散开 形成了大面积的范围覆盖 直接将火血恶王 冻在了其中 第二剑 竟然是藏在了 第一剑之中 卧槽 那儿哥这一招 真是太秀了 简直是个老鹰逼啊 刺激 实在太刺激了 哇 笑笑笑 玩家们被 你爱惜我那儿 这一招震惊了 就连天书学院的老师 也觉得这一招 简直过分精妙 动手 趁着火血恶王 被冰冻住的时刻 你爱惜我那儿 招呼两人 冰火两重天 冰火烈焰拳 二刀流 终极 天锁斩月 轰轰轰 强悍的攻击 落在了火血恶王的身上 一时之间 擂台之上光芒乱颤 炸裂声四起 火血恶王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 擂台结界上 火血恶王就这 老子还没发烈 你就这挂了 一刀999 扛着大刀 撇了撇嘴 但骤然间 眼神一凝 瞳孔皱缩 罗伊 你们让我愤怒了 火血恶王从地上爬起来 眼中愤怒无比 卧槽 这都没死 不仅没死 甚至都没有受伤 几人直接傻眼了 刚才三人联合一击 换作一般的二阶 八星妖兽 只怕早就死翘翘 可 火血恶王身上 竟然没有一丁点的伤势 这就太离谱了 玩家们不知道 火血恶王有一个天赋技能 可以在表皮之中 凝聚一层火焰 当作防御 这层防御大大的 抵消了火血恶王 所承受的力量 故而并没有对他 造成致命一击 火血恶王也不是 没有受伤 三九屁眼哥 你们加油啊 放大招吧 哦 这才叫战斗啊 火血恶王的战斗力 惊呆了玩家们 也惊呆了在场的个学员 包括黑药学院那些学员 这是真的强到离谱 这次不知道 一刀999 他们还能不能赢 所有目光 聚焦在了三人的身上 或是担忧 或是好奇 现场的气氛 竟然变得异常的紧张 不少人大气 都不敢出一口 不对 仔细看 他并不是没有受伤 至少破了一层膜 一刀999 目光落在了 火血恶王某出一血的地方 魔 两人 这他们是皮好吗 吼吼 一阵愤怒的吼声响起 只见火血恶王的身上 一层血液燃烧起来 将他衬托得 如同一个战神一般 而火血恶王的身躯 也明显地长大了许多 变得更加的威猛 咚咚咚 下一刻 他直接化作 一道残影冲了过来 卧槽 好快 赶紧躲开 三人大惊 纷纷躲避 哄 火血恶王一刀斩下 擂台都颤抖起来 那把大刀 在他的手中 宛如毫无重量一般 挥砍之间速度极快 致命三连发 你爱惜我那儿 顾忌重施 可这次 第一剑 还没有达到爆开的时间 就直接被火血恶王一刀 斩成了两截 寒冰烈焰拳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左侧偷袭 刚刚抵达火血恶王的身前 就发现 火血恶王转头 吐出了一个超级火球 哄 下一刻 两者力量碰撞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瞬间被击退 二刀流 终极天锁斩月 天空之中 一刀999刀芒 落下 却被火血恶王急速躲开 与此同时 尾巴闪电般扬起 轰响 一刀999 直接将之轰飞 狂暴之后的火血恶王 竟然以一敌三 丝毫不落下风 把三人直接打得吐血 天哪 这火血恶王这么强 我感觉 我即便是境界提升到八星神使 也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这家伙 要是闯入我的神潮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不少学员 都被火血恶王的战斗力 吓得瑟瑟发抖 这是火血恶王 发动了血脉之力 你们不要和他硬碰 一旁的苏小 赶紧提醒几人 草 原来是嗑药了 辅助大招buff加成呢 我说 怎么这么猛 欧拉 小神 我们拖延他的buff时间 等buff消失就可以了 三人得到了苏小的提醒 第一时间制定了策略 开始和火血恶王周旋 但是 策略是好的 可是真正实施起来 并没有那么简单 发动血脉之力的火血恶王 此刻战斗力爆表 速度暴涨 他们不是张大仙 无法完全躲避 这样下去 只能被逐个击破 刷 一只天女散花剑 好不容易将火血恶王冰冻片刻 三人赶紧聚集在了一起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也放大招吧 嗯 三人对视了一眼 不有点头 天地无极 乾坤借力 一刀999 嘴里吼出了一句 令人莫名其妙的口号 苏小 特么的 这货又是从哪里头来的口号 瞎几把乱喊 不过 这几个人要做什么 此刻 只见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站在了正前方 一刀999 你爱惜我那儿 站在了她的背后 一人一只手掌 贴在了她的左右两边的肩甲部位 三人同时施展 不死神魔之躯 一股股能量波动在两人的手臂 直上浮现 隐约可以看出 力量的走向是由一刀999 和你爱惜我那儿 传递到第一狠人大帝的身上 传弓 苏小脸上插那之间 浮现一抹震惊之色 这几个家伙 竟然是在传弓 将两个人的力量 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短暂提升被传弓那人的力量 可是 自己明明没有教过这些家伙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靠 他们这是 在传弓汇聚力量吗 这怎么可能啊 信徒之间怎么可能完成这种操作 这不是灵神才能够拥有的特性吗 我特么见到了什么 这一瞬间 全场的人再一次目瞪口呆 爆发出了珊瑚海啸般的震惊声 每个人的特性不同 导致了力量的属性存在偏差 如果掌握不了这种平衡的话 传弓不仅不能成功 彼此之间的力量会产生冲突 引发难以想象的后果 简单点讲 就是力量融合产生排斥 最终炸体而亡 这特么是如何做到的 众人目光死死盯着几人 露出震撼之色 没有失败 竟然没有出现任何失败的迹象 接受了两人的传攻之后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气势直线攀升 冰火烈焰圈 攀升到了极致之后 第一狠人大地 再一次施展这招强悍的神迹 此时 脱困的活血恶之王也冲了过来 那闪烁着红蓝光芒的拳头 在这一刹那 爆发出了恐怖的威力 不仅仅瓦解了活血恶王的攻势 还硬生生地将之击退 碰 庞大的身躯到飞出去 让狂暴之后的活血恶王 再一次重重地倒在地上 不少地方 皮肉炸裂 鲜血长流 不过 第一狠人大地 也是面色略显苍白 显然这一击 耗尽了他所有力量 没想到 你们竟然还能伤我 可惜 还是太弱了 活血恶王挣扎了几下 再一次从地上爬了起来 什么 见到这一幕 众人都傻眼了 这都打不死 这特么简直太离谱了 现在 你们力量耗尽 该是我反攻的时候了 受死吧 小渣渣们 活血恶王嘴里发出了咆哮 冲了过来 快跑 这boss太强 你爱惜我那儿 招呼两人躲避 跑什么跑 我的终极大招 应该要发威了 一 二 三 给我倒 一刀999 嘴角露出玩味笑容 丝毫不拒 在他数到三的时候 冲过来的活血恶王 竟然真的双腿瘫软在地 重重跌在了地上 这一刻 除了一刀999之外 其余人都梦了 活血恶之王 虽然被三人连手一击给击退了 但是仅仅只是打伤而已 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让活血恶王失去战斗力 不然 活血恶王也无法临危发动反击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家伙 为何数了三个数字之后 这活血恶王就倒下了 难不成 这数数也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 猛了 全都猛了 天书学院和黑药学院的学员猛了 老师们也没看明白 玩家们更是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脑头抓儿 宛如一个个的好奇宝宝 怎么会 我怎么会感觉到身体发麻 这是什么力量 地上的活血恶王瞪大眼睛 嘴里发出了不可置信的声音 似乎是 中毒了 我明白了 三九屁眼哥 这是在刀伤脆了毒 卧槽 屁眼哥流鼻啊 我他妈早就想到了 不愧是我为所无敌的屁眼哥 这种手段都能用出来 很快 众人就恍然大悟 原来活血恶王 竟然是中毒了 一开始 一刀999 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头大家伙 即便是三人联手也可能很难对付 没想到 果然和他所料的差不多 所以 他就在刀上偷偷脆了毒 这毒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毒 就是之前化学老师炼矿的时候 炼制出来的毒物 不过经过了化学老师的提炼之后 毒性更大了 涂抹在刀刃之上 无色无味 非常难发现 活血恶王如果没有破皮 这毒对他压根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 之前一刀999 蹭破了他一点点皮 就让毒素渗入到了他的血液之中 要不是毒性发作的时间过长 这活血恶王早就倒下了 啊 恶魔一般的活血恶王 没想到吧 我捅破了你一层膜 会给你注入一点东西进去 一刀999 嘴里说着中二的台词 特么的 是皮 谁特么魔能这么硬 你爱惜我那儿 提醒道 啊 恶魔一般的活血恶王 别特么压了 动手吧 赶紧解决他 这毒支撑不了多久 你爱惜我那儿 赶紧打断 逐渐开始翻病的 一刀999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作为玩家 如何能不知道 这毒毒性有多大 冰火两重天之剑 寒冰烈焰拳 二刀流 终极天锁斩月 三人再次发动自己的成名绝招攻击 刷 光一般速度的箭矢 没入了活血恶王的伤口之中 恐怖的红蓝色拳头 落在了他惊恐的面目上 恐怖的刀芒从天而降 继续撕裂着活血恶王的伤口 不 住手 此刻 从愣神之中清醒过来的吴轩此刻面色苍白 张大嘴巴 吼叫声 天知道 他花费了多大的心思 才将这活血恶王收服 这可是他信徒以后的发展根基 绝对不能死 若是死了的话 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但是吴轩的阻止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而玩家们 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管你强不强 老子先爽了再说 刺了 在三人的合力围攻之下 那不可一世的活血恶王 终于还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强悍的外力 加上冰火两重天之剑 在体内爆炸形成的扩张 两者相互作用之下 苏小的粉碎 死状极其惨烈 全场都安静了 望着躺在地上的活血恶王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终于还是被这几人做到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虽然 过程之中动用了一些小手段 但是智商才是人类信徒 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从今天起 我宣布 我也要培养人族信徒 太强了 苏小的这些信徒 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无限惊喜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为苏小这几个信徒欢呼 更是为苏小欢呼 而黑药学院这边的学员和老师 尤其是穷民的脸色 黑得比木炭还要黑 太惨了 真的是死得太惨了 纳尔哥你 怎么这么残忍 一刀999 盯着地上的活血恶王尸体 用不理解的眼神盯着 你爱惜我那儿 你爱惜我那儿 这特梦不是你更凶残吗 毒都用上了 我们不残忍 难道等他对我们残忍 你爱惜我那儿 反问 一刀999 揉了揉脑袋 你难道不觉得 这些内脏弄坏了 很可惜吗 拿回去洗洗 稍微加工一下 那肯定是美味 你难道是不想吃 我特梦还没吃过呢 M 说得很有道理 哎 可惜了 你爱惜我那儿 一脸惋惜 众人 特梦的 还以为这个家伙 觉得自己过于残忍 心有愧疚 没想到 竟然是想着吃 究竟是平级成什么样子 才能看到什么都想吃啊 一些学员忍不住想吐了 腰瘦肉也就罢了 内脏如何能吃 太离谱 五轩差点吐血 还没有从火血恶王死亡的悲痛之中 回过神来 漠然间听见这几个家伙 竟然商量着如何吃 一时之间 压抑在内心的情绪爆发了 杀人诛心 这绝对是杀人诛心 混账东西 受死 恼羞成怒的吴轩 此刻背后神光异议 化作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带着滔天的怒意 朝着三人抓了过来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几人死 虽然 这违背了规则 但是愤怒上的他 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杀了就杀了 区区几个信徒而已 难不成天书学院 还能将他永远留在这里不成 卧槽 这狗东西 NPC不要避连 草特么的 偷袭 不讲武德 几人瞬间怒了 这游戏的狗策划 竟然还来这一招 太特么无耻了 天书学院的人也惊呆了 吴轩竟然在这个时候偷袭 这简直丢脸至极 三人想要逃离 但是发现 身躯被一股恐怖的威势镇压 一动困难 小神境界的NPC竟然这么强 三人惊呆了 然而 吴轩的大手 刚刚笼罩在三人的身上时 另外一只大手平地起 挡在了几人的上方 吴轩的大手刹那之间 纹丝不动 苏小 终于出手了 此刻的苏小 直接施展了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因为他 只是九星神师 而吴轩却是一星小神 中间足足差了 一个神识境界 如果不施展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的话 压根没得打 苏小的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和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又有一些不同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逆四转 是将神魔虚影实质化了许多 看着真切一些 但 苏小的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不仅实质化 那庞大的身躯 还凝实缩小 仿佛是苏小的本体 在一瞬间 骨骼血肉暴涨 多了一股邪魅和暴力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仿佛面对一个 未知的恐怖深渊 卧槽 小神终于出手了 小神好帅 则特么帅 单手操作 即将吊打反派 NPC小喳喳 嘘 小声点 给小神一点面子 他要开始装逼了 玩家们 一个个惊呼起来 仿佛吃了兴奋剂一般 竟然 挡住了 苏小九星神师 凭什么挡住一星小神的一击啊 卧槽 我以为苏小的信徒 就够离谱了 没想到 苏小本人更离谱 这中间 可是足足跨越了一个神识境界啊 人声鼎沸 众人纷纷伸长了脖子 看向苏小 仿佛没见过世面一般模样 一直粉拳紧握 随时准备出击 协助苏小的闫莫灵 这一刻彻底地放松下来 似乎 苏小的自信 不仅仅是为了安慰他 而是真的有实力 你的对手 是我 欺负我信徒 你不觉得丢脸吗 此刻 看着身材高大的苏小 俯视着吴轩 嘴角挂着嘲讽的笑容 第一狠人大帝 等虽是通过 阵法投影过来的灵魂状态 可苏小也不可能 让吴轩将他们击杀 这是他苏小的信徒 要杀药寡轮不到别人 你在我眼中也是蝼蚁 我杀你信徒又如何 真以为 你凭借着功法 就能挑战我了 给我跪下 吴轩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咬牙切齿地加大了神力的输出 动用权力的他 岂能是苏小能够抵抗得住的 这就是小神的力量吗 果然每提升 一个等阶 都会产生之的变化 苏小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逆魔之躯 苏小在和第一狠人大帝妹子 交流了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传之后 他这几天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感悟 不死神魔之躯修炼之后 除了会被动永久 提升自身基础力量 骨骼 肌肉 筋脉 之外 主动施展出来 会呈现三种状态 第一 神躯 只施展运转 神躯功法脉络 最终的效果 就是临时增幅神技施展速度 威力 流畅度等 属于术法增强 第二 魔躯 若是只施展魔躯 那么就是肉身力量 和防御属性的临时增强 相当于物理增强 第三种 神魔之躯 神躯和魔躯的经脉 同时运转 会呈现为黑金之色的神魔之躯 此时 物理和术法方面 都会有所增幅 但是 两者的效果 都会比单独施展的时候 减弱许多 达到一个综合平衡 第一狠人大帝妹子发明了 功法逆转之后 因为经脉的交错 最终就只能施展出神魔之躯 而现在的苏小 再一次 对逆转后的神魔之躯 进行了改良 让其即便是在逆转的时候 也能转化为纯粹的神躯 又或者魔躯 这样 相当于将神魔之躯 叠加了两次增幅效果 达到了极致 若是近战对轰的时候 施展魔躯那效果 肯定是最好的 若是动用强悍的神技术法 那施展神躯的威力 会提升至最大 施展不死神魔之躯 为第一次增幅 逆转为第二次增幅 现在苏小这逆魔之躯 相当于是在逆转的基础上 再一次增幅 属于三次增幅 随着苏小这一声清喝 他身躯之上的金色气息和纹路 渐渐地转变成为黑色 苏小的外表和气质 也越发地接近那些传说中的魔头 仿佛吴轩现在真的 和一个魔头在大战 滚 随着苏小一声冷哼 他的右手猛然爆发出了 狂暴的力量 直接将吴轩的大手掀翻 压力骤然消失不见 第一狠人大帝等人脱困而出 迅速退到了擂台边缘处 嗯 无宣经了 这特么什么功法 爆发了第一波 还能爆发第二波 和已经施展出九成力量的他 打个旗鼓相当 他可是一星小神 这特么是什么概念 说苏小是神木城第一天教 也不会过了 哇哇哇 小神这是不死神魔之躯吗 为什么他在逆转之后 可以完全变化成魔躯 一刀999 一脸猛逼地盯着第一狠人大帝 玩家之中 也就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对着功法 最熟悉 不知道 我感觉 小神哥哥 他在逆转的层次上 又逆转了一次 嗯 逆转乘以二 卧槽 小神这也太掉了吧 一刀999 你爱惜我那儿 都用崇拜的目光盯着苏小 更震撼的 则是旁边观战之人 此刻一个个 都用匪夷所思的目光盯着苏小 你以为 这就是我的全部 依靠功法的爆发 你以为就行了 我看你究竟能够撑多久 你要拼力量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一星小神的真正力量 吴轩震惊之余 冷静下来 很快嘴角露出冷笑 一个金色的拳头 从天空砸下 宛如一座山岳一般 而苏小 则是目露坚定之色 一拳迎了上去 冰火烈焰拳 苏小的冰火烈焰拳 和玩家的冰火烈焰拳 简直是两个概念 一拳轰出 宛如一轮太阳一般耀眼 擂台一半空气 被烤得扭曲 一半散发着阵阵的寒意 哄 震耳欲聋的声音 响彻四周 宛若雷鸣 下一刻 两道身影都各自向后退去 只不过 苏小退后了十步 而吴轩仅仅只是 退后了五步 谁胜谁负 一目了然 还是不敌吗 不过 已经很厉害了 虽然苏小 稍微落于下风 但是在众人 的心中 他已经赢了 因为 他只是九星神师 而吴轩是一星小神 哼 现在你知道 你我之间的差距了 吴轩心里稍微舒服了一些 忍不住开口道 苏小微微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学着一刀九百九十九 那般说了一句 比较中二的话 看来 是时候解开右手的封印了吗 右手 封印 苏小这话出口 在场众人目光 都聚焦在了苏小的右手之上 想要看出个名堂 但是 压根就看不出什么名堂 小神六千六百六十六 我特么 小神可真会装逼啊 小神这个队 让我们不要装逼 轮到他自己 却是疯狂装逼 不说了 是时候解开我胯下的封印了 玩家们此刻一个个 都忍不住吐槽着苏小 我知道了 那一招终于要出来了吗 一刀九百九十九 盯着苏小的手臂 不停地深呼吸 流露出期待之色 此刻 只见苏小那漆黑的手臂之上 突然出现了无数暗红色的脉络 这些脉络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朵朵暗红色的莲花 继而 这些脉络渐渐鼓起来 宛如一条条的血管 里面暗红色的气息在流动 忽明忽暗 宛若呼吸状 碰 下一刻 一层火焰将苏小的右臂缠绕 快速分解成为碎块 又组合成灵甲一般的东西 覆盖在旗上 这是苏小催动体内的红莲妖火 将其力量附着在右臂之上产生的效果 他之所以说是封印 主要是红莲妖火 现在牵扯到赵家的事情 加上自身实力不足 不方便暴露 而转移注意力的说辞 什么 竟然真的有封印 卧槽 小神 你可太牛了 让我们惊喜不断啊 天书学院的人 此刻仿佛化身信徒 用看神一样的眼神盯着苏小 寒冰烈焰拳 苏小再一次施展出寒冰烈焰拳 刹那之间就冲到了吴轩的面前 吴轩身形暴退 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他竟然在苏小的气势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压迫 不过 他不打算躲避 他也不能躲避 一星小神 被九星神师逼迫地躲避 传出去 他吴轩脸往哪放 他也不服 他不认为 自己会在力量方面败给苏小 吴轩再一次施展出了自己的拳法 哄 两人第一次碰撞 擂台震荡 哄 第二次碰撞 狂风大作 哄 到第三次的时候 吴轩终于是承受不住苏小强悍的力量 直接倒飞了出去 破 一口鲜血吐出 吴轩脸色有些苍白 而苏小则是仅仅只退后几步 气息有些不稳 赢 赢了 苏小 竟然真的赢了 卧槽 这也太强了吧 观众学员们已经麻木了 从一开始的弱者 到中期的持平 再到现在的暴虐 苏小一次鼻子强 来啊 擂台上 我苏小怕过谁 苏小体内血液似乎在燃烧 他再一次挥动着拳头 朝着吴轩冲了过去 然而 这次吴轩却是学聪明了 一道金光挡在身前 等苏小破开金光罩的时候 吴轩整个人已经消失在了眼前 苏小转头望去 就发现吴轩处于他左上角的位置 眼神阴沉地盯着他 我很意外 你竟然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 但仅此而已 这场战斗将会很快结束 他吴轩最不擅长的 就是硬碰硬这种打法 刚才是过于自信 吃了个亏 现在 他不会再给苏小机会 白龙 随着吴轩一声冷哼 他的手中 一把精致的长剑陡然出现 闪烁着寒光 三品极品灵器 比苏小的三品高级 猎炎弓还要好一点 刷 吴轩一剑斩出 剑王如同怒龙出海 奔向苏小 这是剑士 吴轩竟然领悟了剑士 这下 苏小要惨了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此刻都纷纷起身 用震惊的目光盯着吴轩 然而 下一刻他们所见 让他们的脸 仿佛被一剂大耳光 啪啪抽在上面 苏小那漆黑的魔躯 黑金之色交换 迅速切换成了神躯 金光万丈 直接将吴轩的光芒 压得死死的 刷 苏小手中猎炎弓骤然出现 一只冰火两重天之剑出击 和吴轩这一剑 碰撞到了一起 哄 爆炸声响起 竟然又碰了个旗鼓相当 苏小竟然也是三品灵气 这小子 哪里来的三品灵气 而且 他也领悟了是 天 众人只觉得 眼前的一幕幕 让他们内心感到无比震撼 吴轩也没有料到 苏小竟然在神迹方面 也能和他持平 这可不得了了 啊 这不可能 圣光剑 吴轩怒吼一声 开始疯狂进攻 一星小神速度爆发 宛若一道道残硬 然而 他低估了苏小的能力 苏小利用张大仙的格斗技巧 催动风属性力量 一次次地躲开了吴轩的攻击 同时 他还利用 你爱惜我那儿 那里学来的各种技巧 进行减速 控制射击 让吴轩宛如一头乱窜的苍蝇一般 站不了身 一时之间 台上只剩下了两人的残影 四处纷飞 竟然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让众人不敢相信 两人之间差了一个神识境界 刷 某个时刻 苏小因为体内力量消耗过多 闪避不及 被吴轩的剑芒划过手臂 裂开了一条口子 可以啦 你伤到我了 不错不错 苏小呵呵冷笑 盯着对面的吴轩 他利用超高的格斗技巧 还有弓箭手的风筝属性 对吴轩造成多次伤害 吴轩身上的伤口 至少不下十道 虽然可能并不能给吴轩 带来太大的影响 但是侮辱性却非常强 是你逼我的 这是你逼我的 你要是死了 怪不得别人 吴轩呲咽咽咧嘴 猛地一拍胸口 吐出了一口血雾 随之将手中的长剑 往空中一抛 周身金光闪烁 呈现出无数剑影 这是 黑药学院的圣光剑阵 不好 这家伙竟然学会了 黑药学院的圣光剑阵 速小危险 赶紧认说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反应过来 一个个开始往擂台冲去 想要阻止吴轩 就连严莫灵 也离开了自己的位置 圣光剑阵 这可是黑药学院的大杀招 吴轩都燃烧血脉之力 才能施展 可以想象 他压根就没有办法 控制着圣光剑阵的威力 一旦施展出来 苏小不得被剿灭成为肉将 苏小绝对无法阻挡 九幽天灾欲火 苏小之所以刚才并没有施展 九幽天灾欲火 是因为施展出来 并不能对吴轩的圣光剑阵 造成有效的防御效果 反而 会暴露自己的底牌 让吴轩产生警惕 一旦吴轩感受到了压力 吴轩或许就会产生怯懦之意 再次施展九幽天灾欲火 就无法对他造成致命一击 吴轩的想法 或许是让苏小死 苏小何尝不是这样想 这种针对自己的人 此时不杀 回头之后 或许就是疯狂地报复和打击 随着苏小体内神力的调动 他的周身 也浮现出了一朵朵的莲花 最终 这些莲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莲花盾 挡在了苏小的面前 这其实是上古 你假数凝聚的防御之盾 不过因为 有红莲妖火的加持效果 所以成为了莲花状 刷 吴轩的圣光剑阵 再一次的袭来 和之前比较起来 明显就弱了许多 咫咫咫 光剑和莲花盾 相互碰撞切割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燃烧吧 地狱 趁这个机会 苏小双手掐绝 一道道的火红色莲花 从地上钻了出来 带着炙热的温度 整个擂台在这一刹那 化作了火海 这是 什么神剑 还是范围形的 我怎么感觉 苏小这个神剑的威力 比吴轩的四品 圣光剑阵还要厉害 这 这似乎是四品神剑 我竟然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对于苏小的 九幽天灾浴火 地火片 大家火眼中 都是充满了震惊和好奇 九幽天灾浴火 地火片 虽然只是三品中的几品 没能达到四品神剑 但却是和红莲妖火配套的神剑 有红莲妖火加持的 和没有红莲妖火加持 那是两个概念 吴轩 小心 此时 外面的穷明 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之处 开口提醒 他甚至想要直接破开擂台 阻止苏小 但 许青早有预料 将穷明拦了下来 穷剑院长 你似乎忘记了 你刚才说过的话 许青嘴角挂着冷笑 感到无比的惬意和舒爽 轰轰轰 此刻 擂台上地上的火莲花 已经化作了一道道冲天起的火柱 将吴轩包裹在了其中 吴轩嘴里发出了 激烈的惨叫声 他也是刚刚迈入小神境界 境界不是特别的稳定 施展圣光剑阵 对他而言 都有些勉强 何况一连两次施展圣光剑阵 让他体内的神力消耗一空 无法面对这恐怖的 九幽天灾欲火 不 我认 刷 吴轩正想要认输 一只速度极快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 已然射进了他张大的嘴巴之中 不 一股血雾 从吴轩的后脑勺飙射而出 随即吴轩整个人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生机逐渐消失 九幽地狱火消失 擂台归于平静 苏小站着 吴轩躺着 周围的人都说不出话来 现场安静地只剩下了风声 最终结果 一目了然 苏小跨越了一个超级大街 硬生生地将吴轩给杀掉了 还有谁不服 可以上来一试 苏小缓缓转头 盯着黑药学院的众人 嘴里一字一顿地吐出了这句话 声音不大 但是威慑力却很强 宛如雷鸣一般 乍响在众人耳膜之中 除了穷鸣之外 黑药学院这些学员 谁敢不服 吴轩都死了 他们上去结局 只有更惨 哇哇 小神好霸气啊 爱了爱了 论装逼 我只服小神一个 玩家们在直播画面前 七嘴八舌 都快嗨爆了 刷 穷鸣的身形 骤然跃上擂台 将吴轩的尸体 缓缓拖起 查探了一圈 没戏了 彻底的没戏了 苏小 你怎敢杀他 穷鸣表情变得扭曲 一股愤怒的杀意 从他身上涌出 刷刷刷 与此同时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一个个站在了苏小的身边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也快速涌向苏小 站在了他的周边 这当中 不仅包括了冯林轩 甚至还包括了赵明这个 曾经想要让苏小落败的对手 凭我天书学院众人 请问敢不敢 一位老师 目光坚定地说道 淡淡的一句 却仿佛一座大山 压在了穷鸣的内心 让他骤然冷静许多 他目光死死盯着苏小 心中滔天巨浪撞击着 差点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苏小一声不吭 竟然让这些人 甘心为他站出来 这种凝聚力 实在太恐怖了 别忘了 规矩是早就定下了 吴轩自始至终没有认输 死了也是他活该 这位老师继续说道 于情于理 天书学院都占据上风 怕什么 吴家即便找上门来 也能公开和他们对峙 好好 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 走 穷民自治无法立敌 撂下一句话之后 只能灰溜溜地 带着吴轩的尸体 以及黑药学院的人离去 哦 苏小 太帅了你 小神 我的小神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偶像 等到穷民等人离去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直接冲了上来 将苏小团团包围 羡慕的眼神之中 带着狂热的崇拜 不用考核老师宣布 苏小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扑 苏小却是站立不稳 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一场战斗来得有些意外 他并没有过多的准备 只能算作是残胜 若不是吴轩大意 加上他底牌众多 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 你们且退后 我帮苏小学员疗伤 一位老师喝退了众人 现场帮助苏小疗伤 及时帮助苏小指 住了恶化的伤势 终究 我还是又一次败给了他 哎 或许 是我做的还不够 冯林轩盯着闭目的苏小 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情绪 该服还是得服 至于闫莫灵 就当作 曾经最美好的憧憬吧 而赵明 则是握紧拳头 咬着嘴唇 眼神有些呆滞 这场考核 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是绝对不怕你作弊的 严莫灵书给了你 但实力方面 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赵明嘴唇都咬破了 黯然准备离去 此时 却有一只手 搭在了他肩膀上 回头望去 不是别人 正是淡然 挂着笑容的苏小 虽然 我很不喜欢你 但是你硬刚无宣的时候 还是很不错的 赵明和其他富二代 有些不太一样 三观比较正 唯独就是极度心态强 还有你 很强 说完 苏小转身 看向冯林轩 我觉得 有时候 拥有一个 非常强劲的对手 也是件不错的事 冯林轩笑笑 苏小 从今天起 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打败你 赵明此刻 也站了出来 目光坚定地道 苏小这气度 是他所有默的东西 或许这才是 他赵明书的原因 娶特么的女人 许青说的对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身 我奉陪到底 望着这一幕 许青心里猛然的一颤 想到了一些事情 难道 从一开始到现在 他真的错了 最终 摇头惨笑 准备离去 许副院长 或许你要稍微等一下 却在此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突然出现的声音 带着一丝的冰冷和怒意 声音很是悦耳 许多人 不用看都知道是谁在说话 莫灵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许青转头 盯着严莫灵 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 但心中 却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许副院长 我一直都认为 天书学院是非常公正的 对于学院的教导方式 也是最合理的 不过 有些事情 或许你应该给我 或者说 苏小一个解释 严莫灵走到许青的面前 语气平淡地说道 或许之前 他还会等众人 散去了再提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 既然已经和苏小 公开了关系 那么 就无需再给许青这个面子 众人听闻此言 也都是面色狐疑 苏小走到他身旁 侧目看了他几眼 似是想到了什么 不过却没有多问 解释 许青愣了一下 见到严莫灵的表情 瞳孔忍不住一缩 我有些不太明白 莫灵你所说的是何事 难不成 是因为之前 黑药学院的人 针对苏小 我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吗 许青顾左诱而言他 许副院长 我敢这么跟你说 你觉得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不过是给你留一点面子罢了 严莫灵的形式 向来比较圆滑 不会过于尖锐 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不然早就对上去了 说完 严莫灵的手中 出现了一个透明的光球 影像石珠 许青脸色骤然一变 影像石珠的作用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记录一些 发生过的事情 还原事情发展经过 难道 这是我的问题 何许院长无关 漠然间 赵明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 看了许青一眼 缓缓开口 赵明也不傻 三两句之间 就听出来了 严莫灵话中的意思 再看看 严莫灵手中的影像石珠 很显然是拿到了证据 众人看向赵明 疑惑不解 没错 是我为了战胜苏小 利用赵家的势力 压迫了许副院长 帮忙作弊 想要在考核之上 赢了苏小 赵明的话 让众人感到无比震惊 什么 作弊 卧槽 众人一下子就炸锅了 用愤怒的眼神 盯着赵明 难怪 我总感觉这次的考核 和之前比较起来 总有些不对劲 我去 这太无耻了吧 作弊都拿不到第一 可见小神 连呼吸都停止 苏小 是我赵明无耻下作了 我这里给你道歉 赵明对着苏小 深深地弯腰 表示歉意 苏小 许青等人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盯着赵明 眼神闪烁 若是之前的赵明 绝对不会主动 把这事情说出来 并且背锅 可现在竟然做出了 如此大的改变 这家伙 还真是成长了好多 苏小早就感觉 事情不对劲了 只是他一直没有证实而已 还没有回应 远处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知错能改善莫大焰 我天书学院的御人之本 先是做人 然后才是做事 苏小 此事由我做主 让赵明去大黑山 挖矿三月以示惩罚 如何 众人寻声望去 就见到一艘非洲 快速驶来 停在了广场的上空 说话之人 是一个白胡子老者 头上扎着一根簪子 身上穿着灰色的长袍 不过这长袍 已经许多地方破损 老者头发也有些乱糟糟的 看着有点像是一个乞丐 在老者的旁边 还有好几道声音 是肖副院长 他们回来了 院长 院长竟然也出现了 这不是我们 消失已久的院长大人吗 见到这个说话的 邋遢老者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震惊了 旋即露出了喜色 苏小也感觉非常意外 这位院长大人 可是一个甩手掌柜 几乎不怎么过问 学院的事情 这十年来 他就见过这老头两次 加上这次才第三次而已 而这老头的形象 也绝对不会让人想到 他究竟是曾经 辉煌不可一世的 天书学院院长 见过云院长 见过肖副院长 以及众位老师 此刻 天书学院的众学子 也攻身行礼 好了 不用多脸 糟老头云之天 哈哈笑道 想好没有 小伙子 说着走上前 将一只手搭在了 苏小的肩膀上 宛如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既然云院长都开口了 我自然没什么意见 本来这作弊与否 也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 苏小呵呵笑道 赵明和许青作弊 没有对他造成利益损害 对他还真没有什么影响 还不如卖云之天一个面子 好 好气度 当然 学院除了对他们惩罚之外 也会对你有所补偿 这是我待会儿再说 云之天说完 转身走到了许青的面前 师弟 这么多年了 现在你还没有污芒 云之天目光闪闪地盯着许青 话语之中饱含深意 许青手掌颤了一下 抬头仰望着天空 眼神复杂 一句话也没有说 众人出乎意料地安静 等了许久之后 许青才将目光收了回来 看向云之天 师兄 仔细一想想 似乎我真的错了 我以为 利益才是永恒的 但是 当我见到了苏小面对穷明那一刻 所有老师和学员站出来的刹那 我感觉我真的错了 许青感慨地说了两句 随后 目光落在苏小的身上 苏小学员 作弊此事 是我对不住你 我恳请你的原谅 赵家那边 我会帮你说清楚 该承担的我来承担 免出你的后顾之忧 至于赵明 他只想赢你而已 并没有做出任何 想要损害你的事情 许青坦然了 做出了许多的承诺 众人都感觉 眼前这个许青 也不是之前的许青 而这一切 都是苏小一个人 所带来的效应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许青从现在起 辞去副院长一直 进入学院黑牢反省三年 许青此话一出 全场就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这次是完真的了 连副院长这个职位都舍得放弃 还愿意去黑牢那种 暗无天日的地方 苏小学员 你可满意 云之天看向苏小 我没有什么意见 苏小点了点头 好 这次的考核我很满意 效果出乎预料的好 而这一切 都是苏小学员的功劳 那么我现在要破格 对苏小学员 做出特殊奖励 卧槽 特殊奖励 众人顿时哗然 考核是没有奖励的 但云之天 竟然破格给予苏小奖励 也不知道 究竟是奖励什么东西 云之天 早已经预料到了大家的反应 但现场初期的没有反对声 这就很恐怖了 代表着 苏小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是很高的 奖励有三 第一 关于黑药学院吴轩的事情 天书学院替苏小学员担下来 并且给予苏小学员一定的保护 吴轩毕竟死了 这事情 对方很显然不会善罢甘休 天书学院 必须要出面解决一下 守护苏小的安全 第二 升苏小学员 为新一届的首席大弟子 各位有没有什么意义 云之天第二次开口 直接让全场鸦雀无声 卧槽 首席大弟子 很快 全场就响起了哗然之声 首席大弟子在学院之中 是学员之中身份最高的位置 是一种荣耀和象征 是每一个学员想要追求的荣誉 首席大弟子拥有许多特权 譬如藏书阁的功法神迹 可以随意取悦 老师们不在的时候 拥有唯一发言权 不过 通常至少要达到了小神境界 才有资格竞选首席大弟子 注意 是竞选 没想到 云之天直接赐予了苏小这个身份 这这 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苏小学员的天赋和实力 大家也看见了 虽然现在差了些 但是以后必然是人中之龙 首席大弟子 需要不仅仅只是实力 更是凝聚力和号召力 苏小学员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大家也清楚 所以 本院长做出这个提议 是合情合理的 云之天解释了几句 我支持 我没有意义 我表示赞同 绝大部分人都表示没什么问题 少部分人虽然没有直接表态 但从脸上表情爱看 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云之天感到很欣慰 同时也松了口气 他这么做也是有目的的 只是有些事情不方便公开说 因为怕引发恐慌 第三 此次考核 苏小首席的信徒表现 想必大家伙都见到了 非常的惊艳 我想大家伙都和我一样 非常的好奇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族 故二 本学院魄力让苏小 首席的信徒 前来天书学院聆听传道 并可以有一次 借阅天书学院藏书格功法 和神迹的机会 我擦 此话一出 天书学院所有人 都是目瞪口呆 一脸的呆滞 这个世界 信徒只是主神的附属物品 是绝对不允许 前往主神活动的区域 随便停留的 因为 这被看作是一种 对主神的亵渎 天书学院这种 连主神都不一定 能够进入的地方 就更加不允许 信徒的随便停留 云之天不仅让苏小的信徒前来 竟然还让他们 前往藏书格参院 这特末学院的许多主神 都不一定能享受这种待遇 院长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万一传出去 有老师开口阻止 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 对于天书学院的声誉 绝对是一大影响 到底落寞到了什么程度 才能让学院的信徒 随意进入藏书格 苏小首席 不是我们针对你 你的信徒 我们的确很有兴趣 也可以前来学院 不过藏书格这事 着实有些不妥之处 院长 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少老师表示 这个有点不能接受 云之天似乎是早有预料 笑了笑道 这样吧 这是我们先待定 等苏小学院的信徒到来 我们看他们表现如何 到时候 若是大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事就算是定下了如何 云之天对这事 似乎颇为执着 让苏小感觉 他有什么目的 也好 那么就先看看苏小的信徒 能不能征服我们了 众人表示赞成 只要舒服了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苏小首席 我这些奖励你可满意 云之天看向苏小 等待着苏小表态 多谢院长的厚爱 这特么的确是厚爱啊 感情云之天 把他当做亲儿子看的一般 巴不得什么好处 都往他怀里塞一样 尤其是信徒聆听传道 参阅藏书阁这个机会 对苏小而言意义重大 这对于他的信徒实力 会是一次巨大的提升 天书学院这些年的积累 藏书阁的功法和神迹颇多 搞不好这些玩家 能够将某些尘封已久的神迹 给发扬光大 创造出另类神迹 好 既然如此 那此次考核 就算是圆满结束 待会儿 为苏小首席的神朝 开启七色红桥 接他的信徒过来吧 云之天吩咐道 卧槽 众人又是一叹 卫信徒开启七色红桥 这特么绝了 待遇也太高了 这就是大佬的专属待遇嘛 他们真的会怀疑 苏小是云之天 失散多年的儿子 天庭神朝 通过直播观看的玩家们 早已经得知了 自己将会前往 天庭神朝的事情 一时之间 大家伙都兴奋起来 哦 我终于可以去嫖 呸 跑NPC小姐姐了吗 奥利给 我特么早就瞄准了对象 小神媳妇旁边那几个妞 就挺不错的 到时候 老子一阵狂舔 舔到他们怀疑人生 兄弟们不说了 我先吃两个妖子补补善 特么的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还是第一次见到 女NPC 玩家们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喝着自制的饮料 开始了疯狂一营 很快 苏小的神念 就出现在了 天庭神朝的上空 各位玩家 考核结束 现在切断直播 直播是需要消耗信仰原力的 没事了 自然要切断 另外 此次因为 各位玩家的努力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各位玩家 拥有一次前往天书学院的机会 如果表现可以 会获得进入藏书阁 阅览功法神迹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 苏小将事情 给玩家们解释了一下 天庭神朝任务 获取天书学院众人的青睐 获得进入藏书阁的机会 任务奖励 每人信仰B200 苏小打算给他们一点动力 不然这些B 绝对会瞎几把狗 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小神你个Dir 放几把心 保证没有问题 雕哥拍了拍胸脯道 小神 你多虑了 就是这就 不很简单吗 我们马上就去准备 玩家们已经开始商量 如何征服这些NPC的心 PS 大家可以猜猜 玩家们会导出什么事来 一轮红日挂在山头 余光照耀大地 将整个天书学院 染上了一层血红之色 崇山峻岭之间 云雾飘荡 构建成了一副色彩阴云的画面 看着美轮美奂 天书学院的所有老师和弟子 齐聚接应广场之上 广场上还摆放了一些餐桌 餐桌之上不少美食 等候着苏小信徒的到来 这群苏小最终所谓的孤儿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来了来了 我看见了 他们来了 此时 一个学员指着七彩 接引红桥所在的方向 就看见一个个的玩家们 兴奋的一批的 从接引红桥上踏步来 这些家伙东看看 西看看 不时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卧槽 他们后面是什么 一个学员指着玩家们 后面的赤眼虎 诧异问道 五品赤眼虎 这你不认识 我特么问的是 赤眼虎后面 拉着的是什么东西 玩家们后面 紧跟着的是赤眼虎 但是这些赤眼虎 此刻正苦逼地 拉着一辆又一辆的木车 这些木车之上 还放着一些瓶瓶罐罐 铁锅 烤炉 妖兽肉 竹签等等东西 卧槽 五品赤眼虎用来拉车 啥时候赤眼虎 待遇这么低了 那些瓶瓶罐罐 是做饭用的吗 他们想要干嘛 以为是迁徙还是咋的 连做饭的东西 都带来了 众学员表示 这特么震惊了 苏小 特么的 太丢脸了 能有点逼格吗 嗚嗚 两辆剑龙战车此时 也飞快的速度 来到了广场之上 二话不说 就朝着心仪的小姐姐 开了过去 小姐姐 在下全身都是吊 你看我帅吗 要不要我载你都都疯 刁哥将头 从里面伸了出来 对其中一个NPC小姐姐抛媚眼 苏小珍想给这个逼一脚踹翻 你特么一上来 招呼都不打一个 就跑去聊妹 你女朋友知道吗 哇塞 这就是NPC居住的地方吗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不是我吹 就马华腾那笔游戏公司 绝对制造不出来 这么精美的游戏画面 看看 这些NPC捏脸多么的精美 多么的生动 看看这些云雾 色彩 光影 还有人物神情动作 和真的一样 就是不知道 内在器官有没有捏好 小姐姐 在下可否见你下面一关 一个男玩家 来到某个NPC小姐姐面前 面容温和地道 啪 回应她的是狠狠的一巴掌 嗨嗨 这个反应看来是有的 院长 似乎苏小这些信徒 没有特别之处 我初步判断 血脉之力一般 一位老师打量了许久 望着旁边的云之天不解道 根据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等的表现 这有点不合常理 不要慌 待会要测试了才知道 云之天笑着道 你们不觉得 这些家伙很有趣吗 谁见到了我们 能够这么自然大方 云之天反问 众人老是觉得很有道理 这些家伙 跟回家了似的 一点也不认生 有的女信徒 甚至对一些 长得比较帅的男学员 动手动脚 哈哈 不得不说 苏小首席这些信徒 很有特色呀 你没有发现 这些家伙特别擅长交际 你看见有谁的信徒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和主神侃侃而谈 宛如朋友一般的 一旁云之天等人观察了一会儿后 默然开口笑道 众老师一听 不由一惊 是啊 主神通常是不会和信徒攀谈的 甚至都不会正眼瞧他们 但是苏小的信徒 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获得了主神的青睐 竟然没有一个被无视 这简直逆天了 老头 你就是天书学院的大boss吗 我要单挑你 你敢答应否 这时 一个玩家冲到云之天的面前 抬头望着他 面露沙雕的气息 正是 熊二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尝试一下 boss的威力 有多大完成他的夙愿 boss 云之天等一脸猛逼 这什么意思 卧槽 一旁的苏小 没等云之天回应 直接一脚将这个做死的家伙踹开 苏小现在还不想别人知道 玩家们是可以复活的 不然到时候 真的解释不清了 院长 这货脑子不太好使 苏小笑道 哈哈 没事 都到齐了吧 都到齐了 那就开始吧 云之天扫尸了一圈 此刻玩家们 已经和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打得一片火热 很好的融入了气中 不少女学员 被玩家们逗得哈哈大笑 看起来还挺开心的 接下来 是一次很简单的测试 也是云之天和苏小商量过的 就是想要检测一下 这些信徒的血脉和体质等 苏小也不知道 玩家们究竟有什么血脉和体质 故而 他也想做一个了解 以后着重培养 各位信徒 现在有一个测试项目 天书学院的负责老师 很快把事情给玩家们说了一遍 玩家们早就得到了苏小的通知 故而很快聚集到了一起 兄弟们 我现在慌得一批 万一我是天地血脉怎么办 就你 天地血脉 你特么想知血脉还差不多 啊啊 我就想要个神魅体质 好勾搭这些NPC小姐姐 玩家们一个个眼中露出期待之色 没想到这游戏 竟然还隐藏了血脉和体质 血脉体质测试 这就是副本活动的奖励吗 这种玩家排好了队 等候着测试 很快 就有天书学院的老师 拿来测试之物 这是一个便携式的 血脉体质测试灵器 虽然看着有点像是一个话筒一般 可惜里面确实镶嵌了 许多精妙的针法 能够根据每个信徒吐息进行判断 只要达到了一定亮度 那么就代表着 这个测试者 自身具有特殊的血脉或者体质 按照众老师们的想法 苏小这批信徒这么猛 应该不少都具有特殊的血脉 或者体质才对 第一个信徒 上来测试吧 这个灵气 你凑近了吹一下 第一个测试的信徒 是一个叫做万人迷的女玩家 当她走上前的时候 考核老师将手中的测试灵气 递到了她的面前 啊 有些脸红 扭捏片刻 她终于还是张开嘴巴 含住了这个灵气 使劲地吹了一下 考核老师 众人 沉寂了一下 玩家们一个个都炸锅了 哎呀 不会吧 我的外迷人女神 你竟然真的吹了一下 玩犊子了 我把你当女神 没想到你又这么娴熟 我感觉我头顶一片大草原 天呐 这技术我自愧不如 哈哈 妹子暴露了吧 哦 型号 玩家们差点笑疯了 苏小张大嘴巴 半天没反应过来 表情是这样的 零零 特么的 让你吹一下 没让你含着吹 还好 大部分天书学院的人不怎么懂 所以他们并没有知道 玩家们在笑什么 不是这样吹的 考核老师提醒道 万迷人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 难不成 这东西也要用手辅助 Excellent等于Excellent等于Excellent等于 警号 苏小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不过 最终万人迷也没有测试出什么血脉 或者体质 不仅仅万人迷没有测试出相应的血脉 或者体质 所有玩家没有一个测试出相应的血脉 和体质 这让天书学院的老师们猛逼了 苏小也无语了 这运气竟然如此之差 连一个具有血脉 或者体质的人都没有 是不是因为他们只是浑穿的原因 系统 玩家们会拥有血脉 或者体质吗 苏小忍不住问了一句 系统 每个玩家有一定的概率 拥有特殊血脉 或者体质 不过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 才能够激发 平时是看不出来的 系统的回答 让苏小恍然大悟 只是不知道 这个特定的条件 会是什么样的条件才行 看来是我们期待太高了 但为什么这些家伙 能够融合不同的属性力量呢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有点搞不懂 什么 融合不同的属性力量 云之天愣了一下 眼中闪烁着疑惑之色 他并没有经历这场考核 不少东西都是听说的 所以了解不多 此时 听见融合不同力量 他顿时就震惊了 是啊 院长 随着这位老师 将事情缓缓道出 云之天眼中的凝重之色 越来越浓 心中已然把事情猜了得大概 难道 天书学院的真正传承者 真的是眼前的苏小 云之天心中很快有了主意 哈哈 各位信徒不要气馁 没有血脉和体质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这世界上逆袭者很多 许多都是普通的一员 云之天安慰了几句 为了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准备了一些美食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作为东道主 云之天还是做了 自己该做的事情 主神在等级低的时候 都需要食物补充 何况信徒们 卧槽 NPC做的饭 我尝尝好不好吃 雕哥等人 第一时间就冲到了桌子前 伸手抓起了筷子 夹了一口菜 放在嘴巴里嚼了嚼 卧槽 这特么什么鬼 难吃的一批 这也能叫美食 半生不熟的 没也没味 还有腥味 卫哥 你尝尝 几人将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 毫不掩饰地评价着 云之天 苏小 他都忘了嘱咐玩家们这事了 此刻苏小真的很想掐死这货 你特么会不会说话 这个世界 是高五世界 文化 艺术 美食等日常方面的发展 是很欠缺的 难吃也很正常 大卫王 尝了几口 恕我直言 连个学徒的水平都没有 徒弟们 上考驾 是时候 我们新东方露一手了 卫哥对着后面的人招呼了一声 一群人在得到了卫哥的示意之后 二话不说 将广场清理出了一片区域 架起了自己的简易厨房 弄好了考驾 铁板 火锅等玩意 天书学院的人一脸猛逼 啥玩意 嫌弃他们 弄的东西难吃 要自己弄 院长 这太不讲理数了 有老师受不了了 云之天呵呵一笑 是你太过于拘泥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 他们自己弄的美食 是什么样的吗 这时候 玩家们已经拿出了 之前的妖兽肉 开始改刀 天哪 他们竟然把内脏也流了下来 这怎么能吃 一些女学员 看到那些肠子 妖子之类的东西 一脸呕吐的表情 主神是绝对不会吃这些东西的 话说 这是打算烤着吃吗 那些瓶瓶罐罐 又是什么东西 天书学院的人 此刻一个个都充满了好奇之色 因为不少东西 是他们没有见过的 啪啪啪 烤炉的下方 数个玩家催动着火球树 给木炭生火 旁边几个风系玩家 则是助燃 这一幕 看得天书学院众人无语 特么的 这些家伙 真是把术法运用到了极致啊 这真的能好吃吗 不少学员 都是面色狐疑 妖兽肉烤着吃 他们也吃过呀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甚至还有很大的腥味 微红的炭火 炙烤着此时 涂上了味哥的秘制酱料的妖兽肉 金黄的油脂顺延流下 滴在火中噼里啪啦 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吱吱吱 紧随其后的 便是一股浓郁的特殊肉香 飘荡而出 进入在场每一个人的鼻子之中 那些皱眉疑惑的人 表情瞬间就变了 好香 云之天一个机灵 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些妖兽肉烤串 他已经多年不吃东西 没想到 竟然被一群信徒烤出来的肉 给勾引住了 细细地嗅 慢慢地闻 咕咚 一口吐沫 缓缓吞咽而下 虽然极力地克制 但这香味实在是太过深刻 好似融入了灵魂 尽情地挑逗着他的味蕾 再看其余人 不少人喉咙滚动 不停吞咽口水 但是 碍于面子 却只能憋着 极为难受 给我一串试试 香 太香了 怎么会这么香 你上面涂抹的是什么东西 为何会让烤肉如此香 云之天盯着卫哥问道 卫哥呵呵一笑 秘制香料吗 香料 云之天眉头一皱 卧槽 平日离口还养成了习惯 把香料说成了香料 这下糟了 呸呸 香料 不是香料 懂吗 香料 云之天更猛了 你说的不是一件东西吗 明白了 香料 大家都来试试 这上面有秘制香料 云之天招呼一声 好东西 要大家一起分享吗 众人将云之天这么说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台阶下 随即一窝蜂而上 将第一批烤肉 抢了得干干净净 卫哥 香料和香料 傻傻分不清楚 老子说的是香料 而不是香料 这NPC怎么回事 连阴阶都搞不明白 官方这水平也太烂了吧 就这还能当boss 不过 无所谓了 哎 怎么理解 就怎么理解吧 卫哥虽然比较喜欢研究妖兽之祥 但是随着食材和调味料的丰富 已经不用这些玩意了 哇 真爽 我从小到大 从未吃过如此美妙的食物 这特么是怎么做出来的 从没有想过 食物居然能够如此诱人 甚至超出了他们 对丹药的渴望 卫哥呵呵一笑 蜜质香料吗 哦 蜜质香料 明白了 众人表示明白 卫哥 这一下跳进黄河爷 洗不清了 哇 师姐师姐 快来 快来 这铁板上烧的东西 也好好吃 一个女学员 在尝试了铁板烧之后 满脸欣喜地 对自己的同伴招呼道 哇哦 这不是鹅腰的肠子吗 为什么煮在这锅里 会这么好吃 另外几个玩家 则是对火锅赞不绝口 想不想尝一下 苏小望着旁边的严莫林 笑着问道 香 严莫林微微一笑 露出娇羞之色 我之前给你做过的 但是没有这家伙 技术那么娴熟 以后等我学会了 我再做给你吃 苏小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严莫林 走向卫哥 这烤肉没问题吧 苏小眯着眼睛问道 对待这个逼 一定要慎重 否则你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吃了一口香 小神 没 没问题 我用生命保证 卫哥拍了拍胸膛 苏小再三检查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才拿了两串 递了一串给严莫林 不过 刚刚递到了嘴巴前 就闻到了一股子香味 这酸爽 好臭 哪里来的臭味 不行了 我感觉我要吐了 此时 其余人也闻到了 这股子香味 请问 谁在主使 众人怒了 吃得正香的时候 你特么主香 苏小一巴掌 拍在了卫哥的脑门上 恨铁不成钢 还他妈说 你这没问题 天书学院的广场上 公开主使 你这是毛坑里点灯笼 找死啊 小神 不是 臭豆腐 蜜汁臭豆腐啊 魏哥一脸委屈 诸位 大家听我解释 这不是想 这是通过特殊手段 发酵后臭豆腐 发酵 腐烂 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豆腐还能这样吃 各位 别误会 这东西闻起来虽然臭 但是吃起来香的一批 雕哥现场示范 直接吃了好几块蜜汁臭豆腐 一脸的畅快 这些NPC不懂享受 他们不吃 我们吃 喜爱吃臭豆腐的玩家们 此刻一窝风而上 喜欢这东西的人 超级爱吃 不喜欢的 和吃相没太大区别 我试试 云之天一马当先 脸上充满了挑战之色 将一块臭豆腐 放在了嘴里 嗯 的确有点臭 但是吃了几下之后 发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错 云之天又来了一块 嗯嗯 感觉越吃越有味道 没想到臭的东西 竟然也能吃出一番滋味 他这次真的震惊了 从最初的发酵 到现在的炙烤 再到蜜汁香料的运用 这一套流程下来 似乎蕴含一种天地治理在里面 就和炼丹一样 差一步火后 都不能出现这种 表面和内在形成 强烈反差的东西 这哪里是在吃东西 这是在感悟天地治理啊 苏小这群信徒 果然非同凡响 有了云之天带头 大家伙也开始尝试 不少人嘖嘖称奇 卧槽 原来臭的东西 也能这么好吃 不愧是蜜汁香料啊 好吃啊 哎呀 不行 我还是受不了 算了吧 我没这个口福 但也有部分人 无法忍受这个味道 避而远之 苏小盯着这些臭豆腐 目入沉思 最终决定 坚决不碰这玩意 魏哥看着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 深藏公羽明的微笑 他的臭豆腐 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才有滋有味嘛 雕哥 我觉得可以了 估摸着差不多了 魏哥和雕哥 交头接耳了几句 雕哥快速地 在人群之中穿梭 交头接耳地 说着一些事情 很快 天书学院的人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东西吃完了 特么的 这么好吃的东西 竟然没了 咦 兄弟 你们干嘛坐着 再弄点啊 一个学员 盯着坐在地上休息的 魏哥等人道 各位 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 不过 我们也有个请求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只要大家支持 那么我们 还会给大家推出全新产品 特制猫祥咖啡 咩咩排酸皮奶 快乐肥宅水 雕哥站在正前方 插着腰来回走动 像是一个谈判的大佬 等等 魏哥在旁边一脸猛逼 快乐肥宅水 特么的都没研发出来 你特么瞎几把乱吹啊 雕哥 这也太不靠谱了 无非是让我们答应 你们进藏书阁 我觉得 此事问题不是太大 云之天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还在回味着嘴里的鱼香 本来他就没有反对 这个 我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我知识啊 别说了 再来臭豆腐 这玩意 真是有点上头 哎呀 老师们 就别反对了吧 没有历史 就创造历史吧 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天书学院的人 大部分人表示赞成 谁若是反对的 就会遭受到王之灭试 然后 全票通过 苏小看着这一幕 一脸的无语 这就通过了 果然人人都有一颗吃货的心 神圣的天书学院广场 此刻 变成了烧烤夜市广场 还笼罩着一股香味 太离谱了 卧槽 雕哥 你他妈瞎几把吹啊 现在他们要快乐肥宅水 你让我怎么弄出来 卫哥将雕哥拉到了一旁 愤怒地质问道 雕哥表示 我说过快乐肥宅水吗 卫哥 怎么办 怎么办 卫哥急了 卫哥 别慌 我似乎发现了 制造快乐肥宅水的办法 此时 一个叫做 吕大树子的玩家 凑到卫哥面前 神秘兮兮兮地道 这 这真的行吗 万一被发现 那我们至少得被打出响来 卫哥听完了这家伙的办法 犹豫了 试试 最终 卫哥一咬牙 还是打算试试 不然 哪里弄快乐肥宅水 给这些人交代 很快 吕大树 和大卫王 来到了一口锅面前 开始了试验 卫哥 我帮你打下手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秘诀 这白雷兔的血液 混入火裂马的唾沫 再和夜灵湖窝边上的白孔石头 放在了一起的话 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应 只见 卫大树 掏出了一块白色带孔的石头 然后又掏出了一瓶淡黄色的液体 混合在了一起 咕噜咕噜 刹那之间 混合物之中就开始冒泡 一股刺鼻的味道 冲入两人的鼻子之中 和地球上的快乐肥宅水味道差不多 咦 竟然还能这样操作 卫哥惊了 这货竟然会对这些东西 如此的了解 没错 卫哥 所谓的快乐肥宅水 不过就是将二氧化碳 融入了水中 喝的时候 造成一种饱腹感 现在 我们只需要大量制造这种混合液 过滤之后 加点蜂蜜在里面 然后就能够得到一节版快乐肥宅水 吕大树 嘿嘿一笑 笑得很开心 不错 不错 卫哥拍了拍他肩膀 表示赞扬 不过 问题是 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压根保持不了太久 而且加了火烈马的唾沫 有一股骚味 绝对能喝出来 这个 持久力不行 我就没办法了 吕大树 表示自己 只能做到这一步 卫哥忽然眼前一亮 等我叫超级农场主 来问问 妖兽唾沫万万千 搞不好有更好的替代品 很快 超级农场主 就来到了两人的跟前 一听说是研究体液混合 眼睛就开始放光 来的兴致 我这些天研究的妖兽唾沫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随便你们问 你们有什么问题 超级农场主表示 这些都是小问题 于是 两人便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下 不要慌 让我先尝一口 我分析一下里面的成分 超级农场主 端起了杯子尝了一口 我个人觉得 火烈马的唾沫 可以换成青芒牛的 另外 里面加一点一斤兰草 或许能够维系里面 二氧化碳的存在 如果再加点火烈马 发酵半个月年份的香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超级农场主 给出了一个建议 啊 不过 青芒牛的唾沫 哪里弄啊 另外 火烈马的香也没有啊 魏哥表示 这个问题很难 别怕 我随身携带 超级农场主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 那个自制胯包 从里面掏出了一大坨 递给了魏哥 两人惊呆了 竟然随身携带这么多 当饭吃啊 够不够 不够的话 车子上还带了一车 超级农场主表示 我货源非常充足 两位 你们要找死别拉上我 用唾液已经很冒险了 如果能找到替代品 我绝对不用 吕大树 离两人远远的 这两货都是些啥人呢 那就不用想吧 青芒牛的唾沫没问题 本身也是一种药用物品 几人合计了一下 将青芒牛的唾沫 和白雷兔的血液混合在一起 加入了一金兰 发现二氧化碳水 竟然真的能够被封存在里面 但是问题又来了 反应的速度太慢 这样的速度 制造一杯快乐肥窄水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怎么办 魏哥又陷入了苦恼之中 吕大树 想了想 要不 我们加热吧 根据我小学学习的化学原理 加热可以增加氧化还原反应 加快反应速度 呃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于是乎 几人 开始给这个特质杯子加热 发现竟然真的能够加快反应速度 一分钟后 反应已经完毕 白孔石不见了 一金兰不见了 血液和唾沫也不见了 剩下的是一杯略带蓝色的水 甚至都不用过滤 卧槽 竟然没有骚味了 不会吧 不会吧 真的融合干净了 几人只感觉不可思议 我尝一口 超级农场主端起了杯子尝了一口 卧槽 味道真的可以啊 喝了身体还暖暖的 于是乎 魏哥开始给这杯快乐肥窄水加料 用蜂蜜增加了甜度 用蜜质香料增加一些口感 一杯和地球上味道差不多的快乐肥窄水 被制造了出来 让雕哥来尝一下 魏哥很快找到了雕哥 将快乐肥窄水递给了他 雕哥 我他妈就是随便一说而已 你们真给弄出来了 深深地嗅一口 这颜色 这气味 还有小气泡在冒着 这特 那真是快乐肥窄水啊 雕哥喝了一口 只感觉一股熟悉的味道涌上心头 魏哥 刘碧 我愿意封你为最强厨王 你怎么弄出来的 雕哥既是震惊 又是疑惑的道 魏哥呵呵一笑 别问 你懂的 OK 明白 魏哥 赶紧弄出来吧 兄弟们 快乐肥窄水来了 雕哥端着这一杯快乐肥窄水 就朝着远处人堆里跑去 哎 雕哥 你给大家伙表演一个节目吧 不然太无聊了 节目完毕 快乐肥窄水就弄出来了 魏哥灵机一动 赶紧冲雕哥说道 主使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被发现啊 不然就不是主使了 可能是主他们 很快 魏哥就召集了几个帮手 架起了几口锅 开始了快乐肥窄水的制造 也幸亏 超级农场主 带了足够多青芒牛唾沫 不然还真有点不太够 另外 臭豆腐的掩盖 也让大家伙 对弥漫广场的特殊味道 并没有产生太多的猜忌 魏哥 你有没有觉得 这快乐肥窄水喝下去之后 体内似乎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变化 超级农场 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觉得脑袋有点痒 不会有副作用吧 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有副作用 早就发生了 两人相互安慰着 很快的 一杯杯的快乐肥窄水 被制造出来 送到了天书学院众人的手中 大家伙都没有什么猜忌 尝了一口 这水味道有点独特 啊 这水和臭豆腐一样 越喝越上头啊 毫无疑问 快乐肥窄水 再一次获得了大家的亲爱 唯有苏小 保持了一份警惕之心 毕竟这群沙雕 以后跟我学做菜吧 魏哥感觉很欣慰 拍了拍 屡大树的肩膀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似乎真的有点痒啊 哎 可能是幻觉吧 不管了 先去嗨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鱼龙舞 在各种地球美食和饮料的作用下 天书学院的人和玩家们 彻底的融合成为了一团 本来有些人 还因为主神和信徒之间的身份 感觉有些隔阂 此刻也是 彻底的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他们从苏小和玩家们 彼此之间的关系之中 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就是主神和信徒 不应该是一种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 更应该像是朋友一般 彼此之间深入交流 充分地发挥 和调动信徒自身的积极性和潜能 吃到最后 大家伙索性就在广场上 找地方休息起来 清晨 一阵微风吹来 带着丝丝凉意 小甜甜 我的小甜甜 呜呜呜 来亲一个 拨 全身都是雕 手中抱着一块木头 使劲地亲个不停 看样子应该是在做美梦 卧槽卧槽 雕哥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你赶紧醒醒 一道急促的声音 将雕哥吵醒 卧槽 谁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 找老子做什么 雕哥被打扰了美梦 非常不爽 雕哥 你头发怎么掉没了 还没有来得及发狂 雕哥就听见一句 令他无比震惊的话 那你 老子头发没了 这怎么可能 雕哥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我擦 光溜溜的 光溜溜 我尼玛 我发型怎么变了 谁他妈生儿子没屁眼 趁老子睡觉的时候 剃我头发 特么的 我珍藏多年的造型 我帅气的容颜 雕哥要疯了 睡一觉起来 头发没了 强哥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强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雄二 在一旁笑疯了 雕哥这才发现 叫醒他的人是 雄二 这货 不用说 肯定是 雄二 这货在嫉妒他的颜值 雄二 我操 雕哥刚想骂一句 抬头望去 就看见 雄二的头顶 也是光秃秃的 一根毛也没有 雄二 你头发呢 雕哥猛逼道 雄二 我头发不是在脑袋上吗 摸一下 我擦 为什么这么滑 我头发呢 雄二 赶紧从身上掏出了一把刀 照了照 头发没了 他头发什么时候没的 哦 下华线 哦哈哈 小劳兹 光头仔 你还好意思小劳兹 雕哥忍不住嘲笑道 不对 不仅仅是他们两人 其他人头发也没了 雕哥 你看 这些NPC也变成了光头 雄二指着不远处正在打坐休息的学员们 我的天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两人惊呆了 放眼望去 一片油光赠亮的光头 不管是男的 还是女的 头发都掉没了 啊啊啊啊 我的头发呢 这时候 终于有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吵闹声将众人吵醒 大家睁开眼 发现突变的画风 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苏小此刻被惊醒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有些猛逼 难道他又穿越了 进入了佛门 不对啊 这地方就是天书学院广场啊 可是为什么 一夜之间 大家的头发集体失窃 不仅仅是天书学院的老师 包括院长 全都变成了秃头 什么鬼 昨晚发生了什么 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还好头发还在 再看看旁边的闫莫灵 也没有什么问题 卧槽 此时 一声爆喝从云之天的嘴里传了出来 云之天右手放在脑袋上 整个人处于非常震惊的状态 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院长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头发 为何事前 众学员望着云之天诉苦 云之天 我特别也很猛逼啊 大家不要慌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可以用神力 促使头发长出来 神力运转 想要尝试一下 让头发再次长出来 但是发现 竟然长不出来 这就有点蛋疼了 咦 小神 你头发为何还在 莫林女神的头发也还在 众人此刻终于发现了 苏小和严莫林两人的异常 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两人 苏小 看着我干嘛 又不是我干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可能是你们 喝了快乐肥宅水的缘故 苏小很快就分析出了答案 肯定是这样没错 因为 魏哥出产了快乐肥宅水 这种全新产品 大家都没有喝过 故意都尝了尝 唯独苏小对这货不太放心 没有喝 没想到 还真特么出事了 肥宅水里放了什么 卧槽 我的毛 我的急毛毛也都没了 雕哥拉开了裤子 看了一眼 顿时心碎欲绝 听见雕哥这话 不少女生也偷偷地 看了一眼自己某些部位 顿时心神不稳了 没了 果然没了 比什么脱毛水都要好用 不仅仅是人 包括喝了快乐肥宅水的赤眼虎 此刻也都是浑身无毛 这下真的成了无毛大白虎了 我特么 我好想杀人啊 活了几百年 第一次把自己活的毛都包不住 一个老师有些尴尬地说道 操 卧哥 你在肥宅水里放了什么 你是不是故意的 卧哥 你完了 今天天王老子来也就不了你 卧哥 你还我忙吗 瞬间 进迁道目光落在了卧哥的身上 卧哥差点就吓尿了 这特么若是处理不好 待会儿自己或许不只是被打出屎来这么简单 而是接连一段时间都会被打出屎来 不要慌 卧哥强作镇定 原料是农场主配的 肯定是他在搞鬼 卧哥黑锅转移大法 直接把黑锅扔给了超级农场主 超级农场主 我百分号星号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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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要飙了 众人抱起 朝着农场主冲了过去 准备教训他一顿 此时 一道声音突兀地响起 等等 你们感受到什么体内变化没有 我的境界似乎提升了 一个玩家此时缓缓站起身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大家 他原本只是一阶三星 现在竟然变成了一阶五星 这个玩家这么一说 大家伙也都赶紧查看自己的等级 提升了 竟然真的提升了 卧槽 我竟然也提升了两个小星星 我也是啊 我也是哎 为什么 你都是两个小星星 而我只是一个小星星 因为你特么是个菜逼啊 突然地发现 让大家伙 都忘记了毛毛掉光的事情 这可比打怪升级舒服多了 比苏小给的丹药效果还好 云之天感受了一下 自己体内的变化 发现自己的力量运转流畅度 要顺滑了那么一丝丝 他现在的境界 是绝不可能通过打坐一会儿 就产生变化的 所以 可以推测 自己也受到了快乐肥宅水的 带来的提升 或许是因为他的境界过高 快乐肥宅水的效果没那么好 所以不明显 哎 真的哎 我感觉我力量提升了许多 不会吧 我也感觉我境界 似乎增长了那么一丝丝 天书学院的众人 此刻纷纷露出了震惊之色 短短的一夜时间 就能够让他们产生 如此巨大的增幅 这究竟是饮料 还是丹药啊 一时之间 众人都被自身的变化所吸引 现场一片安静 说说 你的配料是什么 云之天一步横移到 超级农场主的面前 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 虽然说 这快乐肥宅 谁有比较明显的副作用 但是见效时间短 提升效果也明显 其效用完全可以抵消 其副作用带来的负面效果 另外 云之天发现 这个副作用也不是一直保留 一段时间之后 头发会自己长出来 期间只需要利用幻术 掩盖光头就行了 这种药剂 若是流传出去 或许会引发轰动啊 超级农场主 直接傻眼了 难不成 我特么还能跟你说 原料是青芒牛的口水 还有草和一些香料 说出去 即便是云之天能忍住不打他 其他人也得把他打出屎来 不能说 小神让我们保密 超级农场主 学着大卫王施展黑锅转移大法 直接将黑锅扔到了苏小的背上 苏小 我 星号 百分号 让老子帮你们背锅饰吧 回去再好好收拾你们 行了 我明白了 正想说话 云之天一副我恍然大悟的样子 一般而言 这种独特的配方 属于每个神朝的机密 怎么可能让外人轻易知道 苏小也是这样的考虑吧 诸位 过段时间 头发会长出来 若是无法施展幻术你画头发的 就去仓库领一顶假发 云之天打算此事就此结果 毕竟以现在苏小在天书学院的声望和地位 也不可能真的去追究他的责任 现在 云之天正打算继续说下面的事情 突然之间 天色便是一暗 抬头望去 就看见东边方向的天际 黑雾直冲云霄化作了 化作了乌云遮眼的阳光 做了一个巨大的魔头 魔头嘴巴大张 宛如黑洞一般 似是要把整个天空吞噬掉 这一幕 落在众人的眼中宛如末日一般 给他们内心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不少学员内心之中 生出了一股恐惧 卧槽 这动画效果 流鼻 哦 这是有什么大魔头要降临了吗 刺激的剧情即将开启 兄弟们 似乎终极大boss出现了 玩家们和学员们的表现 则是截然相反 不过 大家伙都没心思去理会他们 各怀心思 终于要来了吗 云之天脸色瞬间就变了 似乎 要不太平了 严莫林手掌也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想起了一些事情 怎么了 苏小感受到了严莫林的变化 不由皱眉 有事情要发生了 严莫林握着苏小的手掌 变得更紧 等我在什么城稳定了 你来什么城吧 这里可能很危险 多余的话 他没有再多说 也不知道不愿意说话 还是其他原因 苏小眉头也皱得更深了 好一会儿 天际的异象才消失不见 各位学员 刚才的一幕 大家伙也见到了 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动乱 所以 大家伙务必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我在此宣布 从今天起 天书学院的藏书阁 无条件对大家开放 并且这些日子 我将每日进行传道授课 云之天深吸了一口气 宣布了两件事 现场瞬间一片哗然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藏书阁对大家无条件开放 这可是开了先河 破了先例了 这只能是说明一个问题 真的有很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开放藏书阁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提升实力 应对这个劫难 众人内心不仅不是特别搞笑 反而一下子紧张起来 好了 都散了吧 从明天开始我将给你们开课传道 另外 苏小首席的信徒 今天可以进入藏书阁参阅 不过不能将东西拿走 云之天的话刚刚落下 玩家们就欢呼起来 卧槽 也就是说 藏书阁里面的神迹 我可以随便学 作为天命之子 我找到一门隐藏的神迹 这不过分吧 苏小 你跟我来 末了 云之天又来到了苏小的身旁 低声说了一句之后 转身离去 苏小二话不说跟在了后面 他已经猜到了 云之天应该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他说 天书学院 最高的那座山峰 山巅处 一条阳长小道 隐藏在其风险时之间 两道人影缓缓行来 前面是云之天 后面则是苏小 两人一前一后都没有说话 显得有些沉默 抵达了山巅的平台处 云之天才停下身子 看向身前不远处的一块巨大石碑 石碑之上 刻着几个字 龙飞凤舞 求解有力 天书洞 苏小瞳孔骤然猛缩 竟然是天书洞 天书学院的禁地天书洞 云之天居然把他带来了这个 唯有天书学院院长 才能够抵达的地方 这其中的意味 似乎有些不言而喻了 云之天盯着这块石碑 看了很久才 转头看向苏小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把藏书阁第四层 几本基础神迹 给拿去学习了吧 嗯 苏小神色微微变换 点了点头 没错 不知院长问这个做什么 云之天笑了笑 又问 知道我为什么会破先例 让你的信徒前来天书学院 并且进入藏书阁吗 苏小摇了摇头 这个他还真的不是太清楚 但他能够感觉到云之天 肯定是有目的性的 我在路上听了一些 关于你和你信徒考核的事情 很是震惊 人族信徒公认得很差 但是你的信徒越界战斗 显然和一般的人族不太一样 上古基础神迹 源自上古先民一族 能够修习为有两个条件 一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可以融合不同的属性之力 二则是拥有上古先民一族的血脉 你的信徒很有可能 就是上古先民一族的后裔 不然也无法发挥出 那些基础神迹的威力 苏小听的眉头大咒 上古先民 似乎在地球上的时候 也有这个概念 华夏的三皇五帝时代 玛雅文明遗迹的建立者 消失的北欧神话 这个世界也有上古先民一说 难不成 这个世界和地球那端 其实是打通的 曾经的炎黄先民到过这里 你可能不知道 天书学院的来源根本 正是源自于上古先民 那基本基础神迹 是天书学院的镇院神迹 之所以会放在那个地方 也是因为 需要完成他应有的使命 挑选相应的传人 而现在 他们也成功地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所以你明白 我带你来这里的目的了吗 云之天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擦 这些新秘 苏小一点都不知道 此刻听起来 显得尤为震撼 要不是系统提示 他都不会碰着 所谓的镇院神迹 云之天 这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信徒 当作上古先民的后裔了 我很庆幸 在大节到来之前 完成了天书学院的使命 找到了真正的传承者 待会儿 我会帮你开启天书洞 到时候 你会得到天书学院 真正的传承之物 云之天说着 顿了一下 看着苏小脸上 露出一丝的哀伤之色 天书学院不负你 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记得 你是天书学院的一员 学院的荣耀就移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能够带给他辉煌 即便是他不存在了 等等 苏小眉头大皱 这老头 怎么感觉在说 遗言一样 什么叫做他不存在了 这是在说 天书学院将会消失吗 院长 刚才那天第一项 和学院有关 苏小尝试着问道 云之天看着苏小 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到 别问了 知道的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 这是宿命 你的出现 包括你的信徒 全都是宿命 考核是宿命 你进入天书洞也是宿命 劫难将至 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谁也说不准 我要你记住几点 第一 你建设神朝的边陲荒域 并不是很差 能不离开就不离开 第二 神木城这个地方 很复杂 实力不够 千万不要前往 第三 天书洞里的传承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自身难保 嗨嗨 云之天的话刚刚说完 头顶一缕黑气 从天而降 灌入他的眉心之中 顿时咳嗽了几声 咳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院长 你 苏小大惊 这是天乏之力 云之天摆了摆手 哈哈 没事 说多了点 无妨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走吧 我帮你开启天书洞 苏小望着这看着有些邋遢 却身姿坚挺的老人 心中有些悚然动容 他或许就是一个 传承守护者而已 等待的就是自己的到来 此刻 东边无尽绵延大山之中 九座狼牙一般的巨大山峰 拱位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谷 天空烈日高照 但是山谷之中 却遍布阴寒之气 仿佛有无形的东西 将温暖隔绝在了外面 呼 一阵狂风吹来 天空顿时黑云密布 遮掩了烈日 大地震战不已 山石滚落 一条条蜘蛛网一般的裂缝 在山谷之中蔓延开来 黑色的东西 从泥土之中破土而出 缓缓上升 等了好一会儿 这黑色的东西 才平息下来 竟然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宫殿的正上方 挂着一块牌匾 刻着两个巨大的字 幽冥 刷刷刷 一道道笼罩在黑袍之中的身影 此刻从远处奔袭而来 跪在了宫殿的前方 勾迎幽冥主神大功告成 一阵阵震天响的声音 响彻山谷之中 大殿之中 传来了一道沉闷嘶哑的声音 大功告成 哼 边陲荒域据点的事情解决掉了 据点都被人毁了一个 你们好意思说 大功告成 一阵呵斥声 让下方树道黑影 瑟瑟发抖 主神 那人手中拥有镇压幽冥之物 所以才能摧毁我们的据点 我 我已经让亚西主神去解决此事 相信亚西主神会很快会完成任务 其中一道黑影惊恐地道 镇压幽冥之物 大殿之中 传来一道疑惑的声音 那个据点 原来是边陲荒域啊 难怪 那个主神的事情要解决 另外天书学院也在那个方向对吧 还有与部落也在 正好还有个任务交给你们去做 而此时 苏小已经和云之天 进入了天书洞之中 天书洞内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一个天然的溶洞而已 在溶洞的正中央 有一个层层堆砌的石台 一束天光从上边照射下来 落在中间 照得透亮 你且到中间去 我帮你开启传承 云之天吩咐了一句 苏小按照他的要求 来到了石台之上 云之天手掌挥动 一丝丝神力弥漫出 没入四周石壁 原本什么也没有的石壁 此刻亮起了一个个金色的符号 头顶的天光 也化作了七彩阴云之色 金色符号 和七彩阴云之色 将苏小包裹 苏小只感觉脑海之中 浮现出许多画面 最终化作了一本金色的书页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太初之章 四大古传大字 充斥着神秘的气息 给人无限遐想 在下方还有两个小字 卷武 也就是 这金页上面的文字 是 太初之章 卷武 什么东西 苏小有些疑惑 顺着金页上的字看了下去 很快就微微长大了嘴巴 这太初之章 竟然是来自混沌初开始后的物品 而这卷武上面记录的东西 则是有关于功法 神迹融合创造的法门 以及秩序规则 这可不是简单的 低阶神迹的融合创造 包括了高阶神迹 甚至竞技类的功法神迹融合创造 这里面包含了许多奥妙的东西 苏小稍微瞄了几眼 就明白了 玩家们将上古基础神迹 改良创造的原理 玩家们现在琢磨出的神迹 也就是小打小闹而已 很大程度上 是凭自身的运气瞎碰 但是拥有 太初之章 卷武就不同了 玩家们可以有秩序 有目的地进行改良创造 他们心目中 那些牛叉的功法神迹 或许都会在这个世界 一一呈现出来 原来这才是天书学院的 真正传承嘛 难怪天书学院 一直就注重的是 自身能力方面的培养 而完全忽略资源的辅助 苏小看了一段之后 很快就感觉自己头晕目眩 这是因为他实力较弱的缘故 现阶段只能看见 极小的一部分内容 太初之章 相当于一切功法和神迹的基础 有多重要 你心里应该有数 一定不能让他人知道 否则你会面临重重灾难 接下来 你就在这里好好参悟吧 天书洞之中 存在大量的能量 你借此机会 将神格好好温养一番 尽可能把境界提高一点 此时 苏小耳边又响起了云之天的声音 苏小点了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了下来 半个月时间一晃过 沉寂许久的天书学院 忽然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晃动 让不少学员感到震惊 此刻 天书洞之中 一道道神光 从苏小的身上散发而出 将他笼罩其中 让他整个人的气质 显得无比的尊贵 某个时刻 这些神光消失殆尽 尽数收入苏小的体内 苏小缓缓睁开眼眸 其内神盲一闪而逝 六星神石 此次 在天书洞里面修炼 让他竟然从一星神石 直接突破到了六星神石 这个速度 简直跟做火箭一样快 苏小相信 现在自己若是在遇到 无轩这种货色 只需要逆转不死神魔之躯 就能够搞定他 一旁 云之天睁开眼眸 闪过一丝震惊和诧异之色 他原本以为苏小 至少需要一个月级以上 才能够出关 没想到 这才半个月就搞定了 这吸收天地之力的速度 也太快了吧 似乎不仅仅是四色 神格那么简单呢 想归想 云之天却没有多问 有些事还是不要问比较好 毕竟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院长 多谢了 苏小看了一眼旁边盘膝而坐 替他护道的云之天 微微恭声表示感谢 去吧 记住我的话 用最快的时间 提升自己的实力 另外 我再嘱咐你一句 你的这些信徒 一定要好好培养 你的信徒 不需要追求数量 而是要追求质量 等你有机会获得 太初之章 其他卷 或许你 能够让他们再一次产生质变 云之天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嗯 我会记住的 苏小愣了一下 将此事铭记于心 本来 他也没有打算和其他主神一样 疯狂扩张信徒的数量 因为这样会让神朝的实力参差不齐 一个暴肿的玩家 可以秒杀普通的信徒 至少一百个 这不是开玩笑的 对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你那些信徒 几乎都快把天书学院 搅成一个鸡窝了 云之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苏小 告别了云之天 苏小离开了天书洞 急忙地朝着山下而去 他就知道 这群家伙不会那么规矩 万一真的搞出来什么麻烦事 那可就蛋疼了 数分钟后 苏小来到了山下 刚刚拐了个弯 迎面就冲上来了一个人 苏小 我要投诉 苏小望着这个身材有些胖 长相也一般 家境还可以的女学员 一脸猛逼 你投诉去长老会啊 找我干嘛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苏小尝试着问道 雕哥是不是你信徒 不是的话 我马上就宰了他 你要给我个说法 卧槽 又是这货 怎 怎么 苏小有些心虚地道 他口口声声说 爱我一万年 等我把我的丹药给他之后 他竟然跑去和别的女人约会 还把我丹药给吞了 你说怎么办 啊 这 不会吧 不会吧 雕哥这种货色 也能辽媚成功 你是有多即可 爱你一万年这种话你也信 你问问雕哥 他能活一万年吗 关键是 这货还挺流鼻 一个信徒把一个主神给泡了 这特么想想就离谱啊 苏小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这时候 远处又是一堆女学员 朝着他冲了过来 苏守协 你要给我们做主 你的那些信徒太无耻了 望着这一大群人 苏小脚步微微后移了一些 慢慢说 那个叫做 荒天地亚面 说要借我的灵气看看 结果现在人不见了 我的泄库 被那个叫做 熊二都偷了 我付了大量的信仰币 想要购买 你一件贴身物品 结果钱给了 东西是假的 还有那什么剑龙战车 说好的一千信仰币都封一圈 结果中途硬要我加钱 说要到小树林里 请教我格斗技巧 结果 跟说我床上格斗技巧 卧槽 卧槽 我去 苏小惊呆了 这些傻瓜 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了 道德呢 良心呢 节操呢 连内裤都赶透 还有他贴身物品什么鬼 嗨嗨 大家伙先不要着急 此事我一定给你们一个说法 苏小示意大家 不要冲动 他很愤怒 这简直太丢脸了 他苏小 堂堂证人君子 三好学生 品德兼优 无数人称赞的存在 怎么就受了一群这种货色的信徒 不行 一定要好好地教育一下他们 苏小说完 朝着远处走去 如果一个广场的时候 见到了一群学员 围着一个玩家 这个玩家坐在高高的石头上 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 一脸兴奋 正是雕哥 雕哥的手中 举着一根竹竿 竹竿上挂着一件东西 当看见竹竿上挂着的这件东西时 苏小差点没抱走 哈哈 哦 下滑线 哦哈哈 大家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机会就只有那么一次 嫁高者得 当你们的苏首席 成为至高神样的存在时候 你们会因为看过这段视频 感到荣幸和光荣 雕哥此刻正在吆喝着 售卖自己的物品 竹竿上是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售卖小神洗澡影像石珠 真的假的 确定是苏小哥哥洗澡的影像石珠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们 我们又不能打死你 下面的一群天书学院女学员 此刻都是半信半疑地盯着 全身都是雕 这些自然是苏小的狂热粉丝了 小姐姐 我怎么可能欺骗你们 这是我偷窥了好久才录下来的 我雕哥发誓 要是说谎 天打五雷轰 雕哥拍着胸脯发誓道 啪 漠然间 一只大脚从旁边踹了过来 直接将他从石头上踹了下去 操 谁 谁这么敢打我 我可是你们苏首席的第一信徒 青铜战神大佬 你们打我 就是和苏首席过不去 雕哥眼貌惊心地 从地上爬起来 四周张望着 一脸愤怒的苏小时 他顿时哑口无言 实话当场 咦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梦游了吗 啊 不好 我好像梦游了 请问 你们看见我家小神了吗 雕哥一个机灵 开始装猛 梦游了是吧 那我帮你 苏小直接拿了一把刀出来 哎呀 小神 卧槽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 雕哥差点吓尿了 苏小拿起了刚才雕哥举着的那个牌子 扔到了他面前 说吧 怎么回事 你妈 搓澡视频 还打着他的名头招摇撞骗 你可真是会做生意 开个玩笑而已啊 小神 不用这样吧 雕哥瑟瑟发抖 开玩笑 那你告诉我 这什么东西 苏小又拿了一条 蟹库扔在雕哥头上 上面写着苏小专用 啊 雕哥傻眼了 所有玩家 素素来见我 三分钟内见不到人 扣除信仰必签 苏小通过系统 将消息发给了玩家们 此刻 正在各地招摇撞骗 或者行不轨之事的玩家们 都猛逼了 卧槽 小神出关了 不好了 赶紧收工 千万不要被小神发现了 玩家们迅速地 从四面八方赶来 汇聚到了一起 其中几个 还贼眉鼠眼地盯着四周 一看就是 做了亏心事 你们可真行啊 拿着我的名头招摇撞骗 惹失得自己主动 站出来受罚吧 别让我亲自动手 苏小无语道 这些家伙可真是够厉害的 硬生生凭借一张烂嘴巴 把这些主神 骗得稀里糊涂的 难不成 这就是传说中的脑残粉 不过 这也间接说明了 苏小在这些女学员 心目中的位置 为了一丝丝的希望 甘愿被骗 女人呢 哎 卧槽 这些NPC竟然还会告状 马德 狗策划 别让我知道他微博账号 否则我要去冲他 小神 不会吧不会吧 我们正常交易而已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玩家们辩解到 一个个有理有据 让那些受害者 哑口无言 的确 要不是有理有据 他们能被骗吗 只能说 这些家伙的手段太高明了 套路太深了 行了 少扯淡 败坏我天庭神朝信誉和名胜 现在罚你们每个人 扣出信仰币500 啊 瞬间 玩家们就快疯了 气都冷 玩家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万恶的资本主义 苏小看了看 全身都是雕 等几个二货 罪魁祸首 喜欢聊妹事吧 去对这位师姐说 一万遍我爱你 苏小指着那个 被雕哥聊动芳心的女学员道 雕哥 对着这个丑八怪说 一万遍我爱你 这还不如叫她去吃屎呢 这个老女人典型的先天缺爱 不然怎么可能被她的套路打动 熊二 喜欢偷别人蟹库是吧 把这条蟹库 顶在头顶 绕这个操场跑一百圈 熊二 要哭了 荒天地牙咩的 赶紧把灵器还回来 给别人道歉 苏小挨个处理 这 哦 下话线 哦哈哈 笑死我了 小神威武 小神流鼻 小神一定不能姑息 这些败坏我们天庭神朝的家伙 超级农场主捧腹大笑附和着 对了 差点忘了你这个家伙 上次甩锅在我身上的事情 谁把我打一顿 苏小看向众人 众人摇了摇头 不要吧 小神 别这么残忍 小神 大家都这么说 这不太好 苏小 动手的人奖励五十个信仰币 卧槽 农场主是个什么吉儿 敢得罪我们小神 打 小神 你放心 不打出事以来 我们绝不松手 碰 一旁 大卫王抄起了随身携带的凳子 朝着超级农场主身上砸了下去 卫哥 你 你忘记我们两个一起吃西的日子里 超级农场主猛了 兄弟 对不住了 你妹 小神 卫哥猪是一给你们吃 他也要打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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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们差点一个裂解 卫哥 居然煮是一给他们吃 一起打 不 他说谎的 我是无辜的 碰 碰 碰 别打了别打了 竹母来了 大家别打了 忽然间 几道身影出现在了不远处 引起了大家伙的注意力 兄弟们 集合 开舔 刷刷刷 没等苏小反应过来 一群玩家顿时跑到了闫莫林的身前 将他围住 见过竹母 竹母在上 千秋万代 绝世风华 竹母容颜绝世 气质无敌 横压一个时代 我 我大慈大悲 善良美丽的竹母大人 小神他日常欺负我们 您帮我们做主吧 竹母 请赐我神器 我将永远守护您 竹母 我爆料 小神他做梦的时候 都在呼喊你 卧槽 这画风 让苏小看呆了 一口一个竹母 真特么顺料 这群沙雕 比舔狗还要舔狗啊 严莫林看了看玩家们 鸣嘴一笑 风华绝代 树瑞的接触 大家伙也对玩家们有所了解 搞怪 活跃 圆滑睿智 小套路一套一套的 有的人实力比主神还强 受到了不少人喜欢 这些家伙 哪里像是一个信徒啊 说他们是一个个的主神 都有人信 天书学院的学员们 被他们的气氛所感染 渐渐融入他们之中 这才心甘情愿被他们骗 不然还轮得到苏小来收拾这群货 行了 大家都辛苦了 每人赏一千信仰币吧 严莫林冲身后一个女子说道 卧槽 主母留病 主母贼吉尔大方 不愧是成为我主母的存在 从今天起 我要一辈子当你的舔狗 哎呀 主母爱你 三 红星妈妈大 这一通操作 把苏小看得一愣一愣 严莫林 这也太大方了吧 每人一千信仰闭眉头都不眨一下的 这些家伙动作如此整齐 赞美之词如此流利 表情如此舔狗 显然不是第一次获得好处了 行 你跟我来一下 我有事和你说 严莫林目光越过玩家们 停留在了苏小的身上 嗯 苏小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朝着广场上方的一个密林之中走去 你们说 他们两人想要干嘛 当然是嘿嘿嘿 不要问 问就是有这样情 走 我们去偷窥一下 要是能够把视频录制下来 到时候嘿嘿嘿 苏小和严莫林来到了一棵大树之下 相对而立 我要走了 去神木城 这个地方可能会很危险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 你边捶荒域的神巢 我可以出钱帮你变迁 还可以在神木城周边 给你找一个无品以上的神巢建设地 如何 严莫林盯着苏小 目光之中充满了西迹之色 苏小其实已经猜到了他的目的 不过 这显然是不行的 且不说云之天和苏小交代过的话 光是让他吃软饭这种事 苏小就干不出来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凤凰没有涅槃 他和鸡也没什么区别 很委婉地拒绝 严莫林眼神有些复杂 担忧又或者欣喜 还有憧憬 这个给你 忽然间 严莫林的手中 出现了一块淡绿色的金石 拇指大小 闪烁着盈盈光辉 什么 苏小只感觉此物不凡 别问了 拿着吧 严莫林将东西塞到了苏小的手中 我等你来找我 说完 转身就走 苏小愣在原地 手掌心将东西握紧 握得死死的 等到严莫林走远 苏小正打算离去 忽然之间 一道身影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年轻人 有的东西 你不该拿 这身影 最终化作了一个白发须眉的老者 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你是 苏小皱眉 你已经猜到我是谁 何必多问 你应该把东西还回去 否则你后面的路会很难走 老者继续道 苏小心中对老者的身份 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不该拿 但是我拿了 既然拿了 那我就不会怕 苏小斩钉截铁地说道 将东西收好 贴身存放 有勇气和骨气是好事 但是很多时候 光是凭借这两样 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身份和背景 一个好的身份和背景 远远比一般人 努力十年好用得多 你说是不是 老者笑了笑 面色柔和地道 你说得对 但你忘了 我不是一般人 没人走过的路 才刺激 苏小说完 转身离去 留下了一脸呆滞的老者 那希望你能做得到吧 等到苏小离去之后 旁边又是一道身影 迅速而来 正是去而复返的严莫林 林老 你对他说了什么 严莫林表情微怒 老者叹了口气 唉 你怎么敢把那件东西给他 你知道后果吗 我知道 但这就是我的决定 严莫林眼神坚定 林老 你以后别去说那些无用的话 我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 我已经是大人了 对了 他不愿意和我去神木城 那林老你就留在这里守护他吧 我不希望他出事 这个地方会很乱 严莫林再次开口道 这不可能老者顿时拒绝 林老 你知道我的性格 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正好 你也可以见识一下 他是否值得我这么做 我想 你会支持我 并且支持他的 严莫林说完 再次转身离去 留下了脸色恶然的老者 苏小很快回到了广场之上 脑海之中 一直回旋着老者的话 老者应该就是严莫林的暗中护道者了 有护道者存在的人 家世背景定然很恐怖 这件东西 一定很重要 苏小看了一眼 那拇指大小的碧绿色物品 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变得更加坚定 严莫林敢把这东西交给他 他定然也不会辜负家人一番心意 小神 你甚虚啊 这么快就搞定了 小神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不会真的不行吧 玩家们的声音 突然将苏小打断 苏小 啪 狠狠一巴掌拍在了 全身都是叼克的脑门上 一人五十个信仰臂 给我打出屎来 苏小下令 卧槽 兄弟们 上 叼哥 对不住了 你我之间的情谊到此为止 十分钟后 叼哥被大家伙 拖着来到了接引广场 此刻 接引广场之上 天书学院的众学员 站在广场之上 齐齐等候着苏小 恭送苏首席 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 响彻整个广场 声势浩荡 苏小和玩家们 被这一幕所震撼 一股莫名的情绪 油然而生 苏首席 我这里省下来一些物资 你给带着吧 苏小师兄 你是我们天书学院的希望 这些东西你拿着 苏小哥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现在也该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 苏小哥 我知道我是一个废物 不过 如果灾难真的降临 你一定要替我们走下去 天书学院未来的辉煌 交给你了 一个个的学员 将手中的储物袋 放在了苏小的面前 让苏小彻底的呆住了 许久许久 苏小都没能回过神来 一向比较活跃杀雕的玩家们 此刻也一个个 都正正愣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 当云之天宣布 无条件开放藏书阁 每日传道的时候 大家伙心里 或许已经猜到了一些事情 只是你不说 我不说 大家都不说 不是不想说 而是不愿意说 不想面对可能悲惨的结局 但是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一个人 离天书学院而去 这样的情况下 还舍得把自己辛苦收集的物资 分一半给苏小 很有可能 少了这一半的资源 他们就会在劫难之中灭亡 但是 他们还是这样很纯粹地 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为了希望 为了荣耀 希望苏小活下去 带着能够他们的希望前进 重铸天书学院辉煌 远处的山峰上 天书学院的老师们 站在一起看着这一幕 都微微闭上眼眸 深吸了一口气 院长云之天站在最前方 欣慰一笑 天书学院能有此学院 即便是消失 也将永存 院长 学院此节 真的顾不去了吗 副院长萧然 不甘心开口道 不知道 所有一切都存在变数 我也说不准 如果非要说这个变数在哪儿 那么一定会是在苏小的身上 云之天盯着苏小 语气坚定地道 卧槽 这是什么剧情 我感觉我要哭了 啊呀 人家的眼泪不要钱吗 这是干嘛呢 离别而已 又不是送死 我感觉我体内的中二血脉 正在燃烧 擦 玩游戏还能把我玩哭了 狗策划 你有心了 这次不骂你了 好办上 玩家们一个个握紧拳头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一个个显得激动无比 苏小拳头握得发白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在他的心中蔓延 久久不能散去 有时候 人活着 需要为了一些东西而奋斗 诸位 苏小平吸了一下内心的情绪 这才缓缓开口 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事情 你们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你们的东西我 绝对不会要 因为 这份荣耀我一个人背不起 需要大家一起承担 东西你们拿回去 好好提升实力 没到那一天 就不要放弃 在场没有任何人是废物 以为首席之名 号召大家 若是真到了那一天 无论身处何地 我们都在拒此地 逆天改命 重铸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苏小说完 握紧拳头 捶了捶自己的胸膛 声音坑掐而坚定 重铸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重铸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重铸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玩家们随即呐喊起来 学员们也跟着呐喊起来 一道道的声音 宛如雷鸣直冲云霄 气势汇聚成一条河 似乎让日月都暗淡无光 各位师兄弟 师姐妹 再回首 再相聚 苏小说完 转身踏入了通往天庭神潮的七彩虹桥 很快消失不见 玩家们也跟在了后面 各位NPC大佬 我们走了 来日再见 你们放心 有我们第四天灾在这里 保证拯救你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要担心 天塌下来 有第四天灾顶着 玩家们一边走 一边和学员们挥手告别 荒天地 灵气是你我之间的见证 魏哥 希望还能够吃到你的美食 纳尔兄 加油 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切� 小雕雕 爱你一万年 最后一个声音 从雕哥撩动的那个胖妹子嘴里 吼了出来 差点让雕哥 从虹桥之上滚落下去 我特么 小雕雕什么鬼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个NPC 不会真的动心了吧 为什么小神 可以刨那么漂亮的NPC 轮到他帅气多金的雕哥 就只能抛胖妹 好吧 小神是主角母版NPC 也就算了 熊尔 这霍特么的偷个泄库 也能偷出好感来 他雕哥就不服了 是什么在针对他 雕哥有种 响土的冲动 天庭神潮 苏小带领玩家们 很快就回到了天庭神潮 天书学院劫难的事情 宛如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让他感觉到了时间 是多么的紧迫 提升实力 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的计划 还是要赶紧提升实力 把神潮建设好 在劫难之中生存下来 呜呜 我的NPC妹子 我还没和他探讨床上格斗技巧 各位玩家 大家安静 我有事宣布 苏小示意 大家不要吵 第一 你们在天书学院所获取的物品 本次盖部收脚 但是我希望你们 能够好好利用起来 迎接接下来可能存在的劫难 第二 当下大家伙的主要任务 还是升级 尽可能地升级 把神潮防御设施建设好 第三 本神将会根据神潮的资源 炼制丹药等物品 帮助你们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当然你们也要多多努力 第四 藏书阁会增加全新的功法 太初之章 卷武 一定时间内面对大家开放 第五 苏小很快将一系列的安排 说了下去 主要是对玩家们 进行明确的分工 比如灵田培育种植 炼奇炼丹 受宠培育 物资寻觅等等 以便于在最快的时间里 将效率提升至最大 神潮任务 主线 等级提升5级以上 奖励 信仰B5000 神潮任务 执线 副职业技能精通达到一定的水准 奖励 信仰B1000 神潮任务 执线 技能熟练度增加到一定的程度 奖励 信仰B1000 听见这 玩家们一下子就兴奋了 窝草 又有新功法了 这次 我一定要成为修炼榜第一名 啊 多么丰厚的奖励啊 我要死命干到底 与此同时 苏小的脑海之中 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丁 监测到有敌人入侵神潮 请速速准备迎战 苏小愣了一下 敌人入侵 主神殿现在等级 已经提升至二品 能够监测天庭神潮 囊括区域的一切动静 一旦有敌人入侵的话 一旦回来就遭遇了敌人入侵 这运气也太倒霉了吧 这次可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也不知道敌人的实力如何 苏小猜测 这次进攻的敌人 很有可能是幽冥神潮 因为之前 在星空神潮的时候 他摧毁了一个幽冥神潮的据点 和幽冥神潮结下了仇 除了幽冥神潮之外 苏小还真的想不出 谁会来进攻他 丁 系统任务 抵御幽冥神潮的第一波入侵 任务奖励 未知 这时候 系统也在脑海之中 响起了提示声 这下 苏小终于确认 前来侵犯者是幽冥神潮 听系统这个意思 除了第一波入侵之外 后面还会有第二波入侵 第三波入侵 这次 幽冥神潮 是来真的了吗 苏小的心 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现在 天庭神潮 才刚刚有了起步 若是此刻遭遇大敌 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那可真是太无语了 苏小看了一眼玩家们 此刻一个个 还兴奋的一批 完全不知道危险 已然降临 各位玩家 刚刚主神殿监测到 有大批量的敌人入侵 大家伙先把敌人收拾了 再进行后面的任务 苏小直接大声宣布道 丁 神潮任务 主线2 抵御幽冥神潮敌人的第一波入侵 奖励 每人1000信仰币 贡献前无可 获得额外信仰币奖励100-500 并可获得本神 单独教导机会一次 苏小又通过系统 很快发布了任务 敌人 入侵 玩家们一听 都愣了一下 随后高兴地跳了起来 来了来了 终于特么来了 我等了好久了 天书学院特训半个月 现在该我装逼的时候了 我刚在天书学院 调了一把剑 正常可以拍上用场了 哇 怪物工程吗 刺激啊 小神 你慌个的 我来保护你 看着玩家们的反应 苏小表示 我特么刚才没描述清楚吗 这可是幽冥神潮 前来入侵 不是星空神潮 那种小货色 能比较的 这些家伙 有点自信过头了吧 轰隆隆 此刻 远处已然传来了 一阵阵的奔跑之声 听见着声音 苏小脸色变得 有些凝重起来 数量应该很多 只是实力不知道如何 兄弟们 新一轮的战斗即将开始 脚下的尸体 将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用你们血肉 铸成新的长城 守卫天庭神潮的威严 让我们高呼 生命不止 战斗不止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刷 一感巨大的旗帜 被无奈 德马西亚 竖了起来 他跳上了一个房顶 阵壁高呼着 俗小无语 这家伙打仗的时候 耸了一批 喊口号的时候 仿佛一个人 能打赢全世界一样 不过 这伙的口号 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能够挑动 这群中二玩家的 中二气息 让他们血液沸腾起来 战役沸腾 而且效果很好 一瞬间就将玩家们 从嬉皮笑脸的氛围之中 拉进了战斗氛围 乍天军团准备完毕 请小神下令出击 狠人军团准备完毕 随时听从小神吩咐 魔灵军团集结完毕 绝不后退一步 光之军团集合完毕 将会击溃黑暗 刷 刷 刷 平日里如同一堆散沙的玩家们 此刻迅速地集结在一起 严阵以待 一个个脸上都挂着 叙事待发的表情 玩家们自个组建的三大军团 狠人军团人数最少 但是都是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学习的狠人角色 要他们自残一臂 开发潜力 论战斗力绝对猛的一批 炸天军团人数第二 主要是由全身都是雕 熊二等一些斗逼玩家组成 擅长出怪招 出其不意 光之军团人数第三 主要是大卫王 杨眠眠 科学家等不太擅长 战斗的辅助玩家组成 负责后勤等方面 战斗力是最弱的 至于最后一个魔灵军团 则是人数最多的 诸如一刀999 你爱惜我那儿 彼此实力最为均衡 综合战斗力绝对是顶尖的 小神 四大军团集结完毕 下令吧 作为四大军团总指挥官的 宇文老师 此刻转身盯着苏小 微微躬身 面容坚毅 这一幕让苏小颇有感触 似乎见到了自己 天庭神朝未来的样子 唯一不足的就是 人数少了些 看起来 是时候正式创建军团编制了 好 从现在起 本神宣布天庭神朝 成立四大军团 战斗结束 本神会在天庭神朝 辖区范围内划分领土给四大军团 由四大军团建设各自的领地 自由发展 现在 四大军团 随我出击 苏小一声令下 率先朝着 朝着神朝的东边进发 吼吼吼 这次 我一个要打十个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 暴风少年登场 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 玩家们跟在后面 甚至还唱起了战歌 气势薄发 很快 苏小和玩家们 就和幽冥神朝的人 遭遇在了一起 天庭神朝的领头 在经过了苏典化之后 不少地方都绿草如荫 花团锦簇 但是此刻完全被这些 入侵者给摧毁了 一些玩家们建造的简易设施 也被幽冥神朝的人 弄了个稀巴烂 整个天庭神朝 看着一片狼藉 而这些始作俑者 正是他们之前见过的 幽冥神朝王陵军 但是 这次的幽冥神朝王陵军 和星空神朝的那些王陵军 又有了一些区别 体型更高大了 眼中的鬼火更旺盛了 身上的煞气也更浓郁 很显然 实力高了一大截 编制也比较齐全 有骑士 有战士 有弓箭手 苏小扫了一圈 根据这些王陵信徒的气息 很快就大致 判断出了他们的等阶 基本上都是一阶五星起步 最高的 甚至达到了二阶五星 这和玩家们比较起来 平均境界 就足足高了一大截 关键是数量 差太多了 数倍 赤眼虎不参战的情况下 玩家们总共才两百人 放眼望去 对面的幽冥信徒 差不多有一千多的数量 足足多了五倍有余 玩家们即便是能够越级战斗 但是在巨大的数量差距之下 想要胜利难度很大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一刀999 那样真能一条五的存在 至于赤眼虎不参战的原因 主要是 他们只有一条命 上一次万腰大会死亡惨重 现在参加和送菜 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来了 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卧槽 这么多 我的天 这敌人和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 我感觉我一刀下去 能宰好几个 真旧怪物攻城2.0 我以为小神他骗我的 玩家们见到幽冥神朝的 入侵者的时候 更兴奋了 没错 连苏小都无语了 这些家伙 果然是神经大条 不但没影响他们的气势 反而让他们战役更加蓬勃 苏小的目光 停留在了幽冥大军的中间 那里有几道身影 尤为吸引他的注意力 这三道身影 都是穿着黑袍 黑袍之上绣着凶章 和旁边的幽灵 有些不太一样 他们是主神 竟然是三个主神 而且 根据苏小的判定 这三个主神的等阶 都是小神境界 苏小的心 再一次沉了下来 一个三阶他能打赢 两个三阶稍微困难一点 但是三个的话 就有点麻烦了 此时 这三个主神 也在打量着苏小 眼中鬼火 转有个不停 很快淡然的脸上 就浮现出了惊讶之色 什么 怎么会 不是说他最高 只是五星神师的境界吗 三个主神 感受到苏小的神格气息 脸上露出了 不可思议之色 距离星空神潮覆灭的时候 苏小只是一星神师而已 这才过了多久 再次见面 苏小竟然修炼到了六星神师 这不是在做梦吧 再看看这些人族信徒 卧槽 三个主神 内心再一次咯噔一声 通通都是一阶五星以上 之前不是连一阶 都不是的小渣渣们吗 这特么什么提升速度 简直太离谱了 玩家们这半个月 实力快速飙升一事 一开始就连苏小 也很诧异和震惊 在得知原因之后 苏小也哭笑不得 这群家伙靠着辽媚技能 各种骚套路 在天书学院的学员手中 获取了不少的丹药和物资 又有云之天亲自传道 所以半个月的时间里 实力都有了很大的涨劲 可恶 他的实力竟然提升如此之快 幸亏亚西主神考虑周到 否则我们此次前来 可能无功而返 几个主神面面相去的对视一眼 很快压下了心中的震惊 本来进攻的时间 就因边垂荒域新据点的建立 拖延了许多 是亚西主神怕夜长梦多 让他们提前来解决此事 幸好提前了 否则再拖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不过 震惊过后 几个主神很快冷静下来 苏小虽然已然六星神使 但是他们都是小神境界 所以压根不用怕 至于苏小的信徒 无论数量和境界 和他们信徒比较起来 都差了一大截 所以 该碾压 还是得碾压 你倒是让我们挺震惊的 看来应该是有什么奇遇 亚西主神让我们前来告诉你 若是老老实实 跟我们回去接受惩罚 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但若是反抗的话 那么我们就心仗旧仗一起算了 中间的那个主神 此刻张开了嘴巴 阴冷地命令道 哇嘎嘎 幽冥神朝竟然如此嚣张 把我们北境神王族的后裔 置于何地 来啊 我北境神王族 难道还会怕你不成 玩家们不服气了 北境神王族 就你们也想冒充 北境神王族的后裔 一群小渣渣 这个主神反斥道 这段时间 幽冥神朝已经专门派人调查了此事 发现苏小压根就不是北境神王族的后裔 否则要动苏小 还真是有些麻烦 哇哇哇 可恶 他们竟然说 我们不是北境神王族的后裔 兄弟们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玩家们怒了 官方赐予我们的身份 你一个反派NPC竟然还不承认 我们特么的 就是北境神王的后裔 谁来都不好使 哼 既然不识台卷 那我干脆先杀了你们主神再说 中间那个主神冷哼一声 周身神力光辉笼罩 化作了冰冷的气息 一只巨大的手掌 从虚空之中探出 抓向苏小 想要率先将苏小拿下 只要搞定了主神 区区一群信徒 合足挂齿 苏小轻哼一声 直接开启了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 现在的他 要越阶 跨越一个大境界为越阶 跨越一个小境界为越级 战斗 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足矣 黑金色神魔之躯 将苏小笼罩 一拳轰出 黑金色的拳头 逐渐化作红蓝之色 宛如一轮太阳一般 迎上了巨大的手掌 碰 下一刻 空气炸裂 冰火之拳 直接将大手轰碎 继续飞向那个主神 什么 这个主神显然没有料到自己这一击 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苏小挡下 而且还占据了上风 他可是一星小神啊 小神和神使之间 存在着质的变化 哈哈 傻了吧 我们能够越界战斗 我们小神是无敌的 小渣渣们 兄弟们 我们也上 别慌 现在是单挑时间 给小神一点面子 让他装个逼 玩家们觉得非常解气 幽冥之河 这个名叫阿江的主神 一脸不服 空荡荡的袖子之中 两团幽冥之火钻了出来 飞向了空中 融合到了一起 一股强悍的气息蔓延开 一条长河从天而降 朝着苏小冲刷而来 速度无与伦比地锁定了苏小 又是这招 苏小冷哼 虽然这招比星空神 施展出来要厉害许多 但是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之前的他 就让这些家伙 见识一下 自己这些天特训的成效吧 苏小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原地 几个闪烁之间 出现在了数百米开外的地方 卧槽 这不是我的一行幻影吗 连续五次的一行 五连一行幻影 张大仙 傻眼了 满脑子的问号 他引以为傲的一行幻影 在苏小的手中施展出来 竟然可以无限连用 这太屌了呀 果然还是 他太菜了 苏小这五连一行幻影 差点没让阿将主神吓死 数百米的距离 竟然在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被苏小跨远 连小神都不一定做得到 偏偏在一个神使的身上见到了 这简直太离谱了啊 明顿 阿将主神有些慌乱地 调动体内的神力 凝聚出了一块巨大的盾牌 幸亏 他已经是小神境界 学习了好几门不错的神迹 否则 苏小之突然起来的攻击 定然让他重伤甚至惨死 巨大的明顿在阿将主神的面前凝聚 将他护住 这个神迹和苏小 交给玩家们的上古你甲数差不多 但却不像上古你甲数那般 拥有成长性和变化性 修炼的再厉害 也就这样了 电光独龙钻 苏小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施展出了 荒天地牙捏地的电光独龙钻 超大号的独龙钻 化作无比尖锐的钻头 落在了盾牌之上 很是轻松的 就将这个明顿击破 玩家们自创的技能 若是要论破甲的能力 这个电光独龙钻威力是最大的 不可能 阿将主神嘴里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他信心十足的明顿 竟然这么轻松地就被破掉了 感觉和纸糊的没什么区别 黑煞灵止 然而 就在苏小刚刚要对阿将主神 造成致命一击的时候 旁边的阿洛主神已经出手救援 一根黑色的手指从旁边袭来 迫使苏小不得不闪避 与此同时 阿将主神也反应过来 再次凝聚出了巨大的手掌 朝着苏小抓来 两人不谋而合 双管齐下 将苏小逼入了绝境 一旦应付其中一个 必然会被另外一个人的神技击中 甚至就连后方的阿扑主神也准备动手 你太嚣张了 几人没想到 苏小竟然敢知身一人杀入敌阵 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然而 却在此时 苏小的右臂火焰缭绕 一朵朵莲花瓣将其护住 一拳轰向那根巨大的手指 左手则是 猎炎弓 浮现 一只巨大的冰火两重天之剑 射向了阿将主神的幽冥爪 竟然是两个神技同时施展 这一幕 再次将几个幽冥主神给吓住 两个神技同时施展 这怎么可能啊 几个主神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准控制力量 才能够同时施展两个技能啊 这不会造成经脉错乱 暴体而亡吗 不过若是他们知道 苏小的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 本身就是逆乱经脉的话 只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双持神技这招 正是苏小在天书洞之中 闭关领悟 太出之章卷武 创造出来的东西 哄 哄 两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以苏小为中心 方圆近百米 划作了一片红黑胶织的区域 刷刷 两道身影倒飞而出 正是围攻苏小的阿将和阿洛主神 两个一星小神 竟然和合计的情况下 还不是境界只有六星神使的苏小厉害 可见现在苏小的战斗力 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而这一幕 也彻底让玩家们沸腾了 操 这招好帅 我特么吹爆小神 神技双持 太流逼了 双持武器 我见过 但是双持神技 就是人能做出来的事 哎呀 小神太帅了 小神 我的句话 永远给你留着 我哭了 我和小神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了 见到毫发无伤 仅仅有些气息不稳的苏小厉在原地 阿将和阿洛主神都快疯了 他们甚至产生了一种 自己可能是假的小神境界这种想法 此人果然非同一般 阿洛主神和我一起拖住他 阿普主神你带领信徒进攻主神殿 阿将主神很快做出了决定 不需要杀死苏小 只要毁了天庭神朝的主神殿 就能够对苏小造成重创 到时候再击杀苏小 就轻而易举 所有玩家听令 务必守护好主神殿 等我回来支援 苏小自然不会让主神殿遭受到进攻 逆神之躯 九幽天灾欲火 趁此机会 苏小在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的基础上 再次转化为神区 施展出了九幽天灾欲火 他要趁这个机会 帮玩家们解决掉一些敌人 减少他们的压力 现在的九幽天灾欲火 对于苏小而言 已经可以做到信守拈来 不用消耗太多的时间 一朵朵暗红色的莲花 从地上浮现出来 轰然炸开 化作了一片火海 那些来不及躲闪的幽冥信徒 瞬间被融化掉 连一点渣都不剩 这是什么火 怎么如此厉害 见到这一幕 几个幽冥主神脸色狂变 近两百个信徒 连坑都能坑出一声 就没了 这威力简直太恐怖 后撤 后撤 散开 散开 阿江嘴里狂吼 所有信徒统领听我命令 不遗余力进攻主神殿 阿不 我们两个搞不定他 你和我们一起击杀他 阿江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苏小太厉害了 光是两个主神 还真不一定杀得掉 三个应该有希望 但是 信徒就不一样了 苏小的信徒 不可能也和他一样 每个人都能越界战斗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一千多队上两百 相信很快就能够杀到主神殿 对苏小造成致命一击 杀 领头的数个幽名统领 此刻得到了命令 开始率领自己的部下散开 根据兵种的不同 对玩家们发动了攻击 铁子们 准备开战 加特林特攻队 火箭炮队准备第一轮攻击 宇文老师一声令下 动 动 动 一旁 无奈 德马西亚则是敲打着战鼓 面对 第一波冲上来的骷髅战士 数十加特林和火箭炮出现在了最前方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所有人这一刻 骑刷刷开启了最强状态 黑压压的洞口对准了敌人 哒哒哒 轰轰轰 一颗颗的冰火两重天之弹发射出来 仿佛咒语一般 让对面的骷髅战士必无可恶 碰 碰 碰 玩家们实力提升 冰火两重天之弹威力也大幅度增加 一番狂乱的轰炸下 近百个骷髅战士直接倒在了地上 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 这一幕 让远处偷瞄的阿江等三个主神差点吐血 卧槽 此刻 阿江等三位主神表情都有些呆滞 这特么什么鬼 那黑乎乎的灵气是什么玩意 竟然能够发挥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之前压根就没见过 也没有听过 还有 这些玩家特么跟打了鸡血似的 一个个实力暴涨 数百 骷髅战士 连毛都没摸到一根就隔屁了 这种战斗 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些人族信徒 竟然实力通通暴涨了 天哪 三人一扫之下 发现玩家们通通开启了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黑金之色的神魔之躯 散发着强悍的气息 幽冥神朝这边的信徒 至少需要比玩家高三星小境界以上 才能够和他们打个旗鼓相当 高四星才能够勉强占据上风 这特么全都是越级战斗啊 还有少数几个玩家就更离谱了 竟然是跨越一个大街在战斗 阿江差点心神不稳 一个猎切倒在地上 这还是亚西主神为了保险起见 派出了他们三个异星小神 外加一千多信徒前来的战况 若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可能连战斗的机会都没有 这太可怕了 阿江主神想到这里 抬头看着天空 一道灰暗的气息 从他的眼眸之中射出 冲向天边 随后他又加入了三人对战苏小的战场 顿战士一字排开 防御 术法师准备攻击 此刻 幽冥神朝这边 一个骑着高大鬼马的骑士 仰着手中的长枪指挥道 一道道的命令很快传了下去 玩家们的第一波攻击 让他们没有预料 吃了个大亏 但 他们也不是傻子 很快就改变了战术 一个个拿着盾牌的高大骷髅战士 出现在最前方 组成了一道防御圈 然后朝着玩家们推进 能够进入幽冥神朝的主神 都是经过挑选的 其信徒也是经历了多次作战 各种作战经验和战术都很丰富 所以 他们很快就能够调整过来 并且适应 大大大 此时 这些加特林射出的冰火两重天之弹 轰击在盾牌上 虽然能够造成极大的震荡 但是却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甚至 就连破开这些盾牌都有些困难 黑暗法球 一颗颗的黑色法球 从不少黑袍亡灵的手中发出 迎上了火箭炮发出的冰火两重天之弹 哼 两者空中爆炸开来 相互抵消 操 加特林失效了 火箭炮也被挡了 玩家们撇了撇嘴 很是不爽 哼 你们以为凭借着特殊的灵器 就能够应付得了我们 我们可是伟大的幽冥神朝信徒 哈哈 此刻 见到玩家们的进攻失效 幽冥神朝这边负责指挥的统领 忍不住哈哈大笑 嗯 果然不是那些憨逼妖兽 能够比较的吗 语文老师 站在高处 呵呵冷笑 怪物越来越强了 这才有意思 给我上剑龙战车 破开地方进攻阵 语文老师 大手一挥 刹那之间 三辆剑龙战车 从玩家之中开了出来 首当其冲的 正式发明了剑龙战车的 请教我鲁班 呜呜 三辆剑龙战车 以飞快的速度 冲向了敌军阵营 嗯 这又是什么东西 见到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幽冥神朝这边的信徒 都不由愣了一下 为什么 会有三个黑色的棺材 在地上快速地移动 拦住它 幽灵统领 虽然不太清楚 剑龙战车的作用 但是也不可能 让剑龙战车靠近 瞬间 密密麻麻 将剑龙战车的活动空间 压缩到了极致 开启飙车模式 请教我鲁班 二话不说 直接按下了一个机关按钮 一瞬间 镶嵌在剑龙战车内部的法阵 便加快了 灵精蕴含力量的吸收速度 让速度暴涨 这是天书学院半个月学习后 请教我鲁班 对剑龙战车 进行二次改良之后的结果 劳资丘明山车神 岂能被你们击中 三辆剑龙战车 在开启了标射模式之后 无论是速度 还是灵活性 都大大增加 那些密集的剑羽 还有暗黑能量法球 几乎都被扭开了 偶尔有一两个 击中剑龙战车 都被剑龙战车 那很强的防御力 给挡了下来 这 幽冥神朝的信徒们 此刻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用震惊的眼神 看着这一幕 还没有等他们 做出二次应对 剑龙战车就开始发威了 此刻 三辆剑龙战车 已然临近防御圈 说说 一个超大号的 电光独龙钻 出现在最前方 足足七八米长 卧槽 见到这一幕 这些幽冥军 如何会反应不过来 想要应对的时候 已经晚了 嘶嘶嘶 剑龙战车 夹载的电光独龙钻 并没有太大的阻拦 就轻而易举地 破开了这些盾牌 冲入了防御圈之内 360度旋转飘移 请教我鲁班 轻贺一声 操控着简易方向盘 脚踩刹车 出现了锋利的刀刃 远远看去 就仿佛一个 全身武装的巨大甲虫 在原地飞速地旋转切割着 刷刷刷 这些骷髅战士 没有任何防备之下 被这刀刃切入身体 直接断成了几大截 散开 都散开 不要聚集在一起 给我弄毁它 此时 幽冥军这边 终于认识到了 剑龙战车的可怕之处 但 超高一速的剑龙战车 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直接搅乱了幽冥军的阵型 剑龙战车的顶端 一赶加特林出现 哈哈 给我射 射射射射 擒脚鲁班 从车子里钻了出来 操控着加特林疯狂射击 敌军阵营已破 四大军团听令 格杀勿论 语文老师 健壮 迅速下令 这次第一名 绝对是我的 炸天军团的兄弟们 雄起 为了青铜 我豁出去了 刷 树枝冰火两重天之剑 没入地震之中 正式展开 不过他们却不知道 某些未知的可怕 正在缓缓地降临着 平坦的土地上 硝烟四起 哈哈 都让开 我要打十个 玩家们数量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条五 甚至还有一条十的存在 一处战场 ID叫做大刀王老五等五玩家 此刻被三十几个骷髅战士 给包围了 他们几人的境界 都是一阶六星 而对面的骷髅战士境界 从一阶六星 到二阶一星不止 若是普通信徒 遭遇这样的战斗 只怕早就吓尿了 但是几个玩家毫无聚色 杀比骷髅 你们几十个 被爷爷 我们五个人包围了 大刀王老五 手中提着二品灵刀 一脸得意地 指着这些骷髅战士 眼中露出了细血之色 这些骷髅战士很猛逼 特么的 明明是我们包围了你 怎么就变成 你把我们包围了 可恶的人类 该死 砍死他 刷刷 这些骷髅战士冲了过来 拿着手中的大刀 狂砍而下 有黑的刀器纵横 想要将 你爱惜我奶妈 围杀而死 面对狂暴的进攻 大刀王老五 等几个玩家 黑黑一笑 一刑 刷 刷 一道道身影 瞬间消失在了 有黑色刀器纵横的区域 这些都是这段时间 玩家们在天书学院 特训的结果 准确地讲 在云之天的教导之下 他们的向前方向 更加明确 以往大多数玩家 什么都想学 偏偏什么都学不好 毕竟不是每一个玩家 都像 你爱惜我那儿 那样天赋很好 听取了教训之后 大家伙各自挑选了 自己的专精方向 近战战士玩家 主要就学习 金属性的上古拔刀斩术 和封属性的疾风布 等大成之后 再去融合其他属性进来 增加变数和威力 果然 沉下新来之后 实力暴涨了许多 二刀流 终极 天锁斩月 在这些骷髅纳闷的时候 一声声爆喝 在他们的头顶响起 五个玩家 双手握着手中的 零刀背靠背 从五个方向 朝着下方的骷髅战士斩下 恐怖的刀芒 宛如长河倾斜而下 让这些骷髅战士 避无可避 纷纷被击倒在地 而大地上 也被斩出了一道道 巨大的沟壑 卧槽 我真是恐怖如斯 兄弟们 继续加油 几个玩家机长庆贺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奔袭而去 另外一处地方 ID名叫做 你爱惜我奶妈的的玩家 此刻正在利用 自己手中的 二品灵弓风筝 三个幽灵骑士 在旁边不远处 还有同样 弓箭手职业的玩家 利用同样的办法 风筝幽灵骑士 或者骷髅战士 每个人的敌手 至少也是三个以上 最终 这些玩家 将所有的幽灵骑士 汇聚到了一起 足足有五六十个之多 兵剑阵 起 不远处 宇文老师 健壮 毫不犹豫地下令 致命三连发 此刻 你爱惜我奶妈 等玩家听到命令 刹那之间 脸上露出音测测笑容 一支特殊的超大号兵剑 从他们的弓箭之中射出 天女散花 刷 数十只兵 箭在空中爆发开 形成了剑语 将这些幽灵骑士覆盖 大大的减缓了他们的速度 令他们冲撞到了一起 东倒西歪 万箭齐发 等他们快速调整过来 第二波减速技能再次袭来 冰火两重天 接踵而知的是 第三波攻势 伽特林 火箭炮队 给我狠狠地射 宇文老师 则是招呼着旁边早就准备好的 另外两支小队进攻 伽特林和火箭炮越到后面 命重率越低 所以 一定要配合减速效果才好 解决了这个战场 宇文老师 看了一眼地方 躲在后面攻击的竖法师和弓箭手 眉头皱起 因为前方战士和骑士组成的肉强 让他们在后面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而这些能量法球 以及黑色的箭矢 也给玩家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有的玩家打着打着 忽然被击中 人就没了 玩家数量过少 这样消耗下去 定然不是办法 三辆剑龙战车 显然也无法冲入敌军深处 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地龙队 我要你们搞定那些竖法师和弓箭手 给他们造成混乱 宇文老师通过聊天作战频道 add了地龙队的队长 所谓的地龙队 其实就是学习了 电光独龙钻的玩家们 组成的特殊小队 因为他们擅长挖洞 所以被称之为地龙队 地龙队收到命令 所有地龙队成员 听我命令 火速解决敌军后方束法师和弓箭手 制造混乱 一条条的命令发了下去 好的 队长 偷袭 我最擅长了 没毛病 刷 一个玩家施展出电光独龙钻 直接挖进地底 消失不见 让后方追来 准备砍他的骷髅战士都猛逼了 一个个的地龙队成员 消失在了战场之上 仿佛人间蒸发 碰 树溪过后 一个亡灵法师的脚下 泥土钻开 一个尖锐而长的电光独龙钻冲出 对准了他的局部区域 就是一阵冲击 哎呀啊呀 撒掉 这个亡灵法师 享受了片刻的快感之后 直接被分成了两半截 卧槽 我运气这么好 刚才命中 这个玩家 下一刻又潜入了地底 给旁边的亡灵法师 造成了很大的恐惧 几十个地龙队的玩家 时而冲出 时而没入地底 直接将幽冥军的地方阵营 冲了个稀巴烂 虽然这些家伙击杀效率不是太高 但是干扰性很强 侮辱性极大 让这些亡灵法师和弓箭手 恨不得抽他们的皮疤他们的精 你甲队开落 寒冰队控场 疾风队双侧入侵 争取最快速度 干到亡灵术法师和弓箭手 随着宇文老师的一道道命令 玩家们很有组织地冲入了敌阵 杀入敌父 新东方的兄弟们 谁说处事不能打仗 拿起你们的平底锅和锅铲 随我为哥一起冲啊 大卫王等也不甘寂寞 操起了手中的平底锅 就冲了上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战到了白热化 幽冥军损失惨重 不到一半 苏小击退了三个已然重伤的主神 瞄了一眼战况 卧槽 平底锅 你以为这是绝地求生吗 不过 战局的局势 让他还是略感欣慰 但 就在这时 天际一只巨大的黑鸟飞来 口中叼着一块木雕 落在了阿江主神的肩膀之上 原本脸色黯然的阿江主神 顿时焕发荣光 这一战 阿江主神感觉自己太憋屈 太耻辱 三个一星小神境界的主神 不仅打不赢苏小 反而被压着打 若不是三人配合还算可以 阿江主神感觉自己 可能就要隔屁掉 更让他感到胆寒的是苏小的信徒 打了这么久 苏小的信徒 竟然一个都没有少 他明明记得自己 瞥见了某些玩家 被十把战刀胡乱砍死的 不久之后 又变得活蹦乱跳 这特么可真是见鬼了 还好 他请求的支援已经到来 苏小 现在你的死期到了 阿洛 阿博 你们拖住他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请伟大的幽冥主神 赐予我们力量 阿江主神冲不远处的阿洛 和阿卜主神说了一句 两位主神见到 阿江主神手中的黑色木雕 眼中露出了兴奋之色 重重地点了点头 以我阿博之名 燃烧幽冥 以我阿卜之名 燃烧幽冥 阿洛和阿卜两位主神 此刻一咬牙 施展了某种秘法 空洞的眼神之中 碧绿色的火芒再次大放 气势再一次攀升 朝着苏小冲了过去 苏小目光落在阿洛手中的木雕上 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 本打算阻止阿江 但是阿洛和阿卜的阻拦 让他完全腾不出手来 此刻 阿江主神将手中的木雕 往空中一抛 一股无形的力量 拖住了小小的木雕 他瞳孔之中的碧绿色火焰 突然射出 射向了木雕 阿江主神的气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萎靡下去 那平平无奇的木雕 此刻仿佛活过来一般 浑身上下闪烁着 有黑色的光辉 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一股浩瀚的气势 徐徐扑展开 伟大的幽冥之神 请赐予您的子民力量吧 阿江的嘴里 发出了晦涩难懂的语言 而那木雕的光芒 越来越盛 越来越盛 最终轰然散开 化作了无数黑色的小鸟 飞行了在场 每个亡灵的身体之中 这一幕 看着震撼至极 仿如末日降临一般 将天空的光芒 都掩盖了许多 而这些黑色的影子 注入亡灵体内之后 这些亡灵 发生了一些细微的蜕变 骷髅的骨头上 黑色的光芒闪烁 黑袍下的亡灵瞳孔之中 碧绿色的火焰更加旺盛 他们的实力开始猛涨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影子 出现在幽冥神朝 亡灵君后方 最终凝聚成了一个 手持法杖的黑袍影子 他眼瞳之中的火焰 不是绿色的 而是蓝色的 糟糕 苏小暗叫一声不好 幽冥神朝的底蕴果然强大 一块小小的木雕 竟然能够令这些亡灵君 发生如此强悍的蜕变 这下玩家们可能要遭殃了 不知道能不能应付 尤其是那个刚刚凝聚出来的 黑色影子 让苏小很是不安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存在 就连他之前也没有见过 我必须全力以赴 赶紧解决这几个家伙 万一玩家们抵挡不住 这次进攻 可就惨了 玩家死了 倒是可以复活 但万一主神殿被进攻 那可就惨了 苏小的身上 一蹴火苗窜出 红莲妖火彻底将他笼罩 发挥出了现阶段苏小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 来啊来啊 你熊爷爷的菊花在这里 你来打我啊 熊二此刻 正扭动着自己的屁股 弯着妖江局部地区 对准了后面的幽灵骑士 还伸手用力地拍了拍 疯狂地挑衅着 在天书学院系统学习过后 熊二选择了火属性 和风属性两种属性 作为自己目前阶段的主修属性 移形幻影 这个技能 让他在这些幽灵骑士之间 游刃有余 一时之间信心爆棚 觉得自己无敌了 兴奋之余 完全没有意识到 敌人已然发生了变化 扯我 挑衅我 死 这个幽灵骑士下一刻 冲了出去 天马流星拳 打你小机界 按照原本的计划 细耍完毕 就是他熊二出手镇压的时候 可没想到 幽灵骑士突然爆发的速度 快若闪电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杆长枪 已然捅了进去 熊二 对腰杆触电般挺的笔直 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睛瞪得圆圆的 面容逐渐变得扭曲 特么的 怎么会 他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快 熊二 实在不能理解 雕哥 救我 熊二歇斯里地的吼道 一旁的 全身都是雕 剑状 舍弃了自己的敌人 冲了过来 熊二兄弟 等我 啪 雕哥 一记寒冰烈焰拳 将这个幽灵骑士轰飞 抓住了长枪 就往外面扯 嗷乌雕哥 有勾 有倒勾 别扯了 熊二 这次真的要哭了 此时 幽明军的突然变化 也引起了玩家们的注意 不少没有注意到的玩家 熊二一样下场 遭遇到突然袭击 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击翻在地 卧槽 这什么鬼 那些飞入他们身体之中的黑色鸟 是啥玩意啊 兄弟们 游戏是不是出bug了 不少玩家急忙后撤 聚集到了一起 一脸狐疑地盯着对面的敌人 剩余不到五百个敌人 此刻仿佛焕发了心声一般 欧利格达 扎嗯嗯 昂装 一阵阵若有若无的诡异声音 在玩家的耳边响起 给人一种难以言语的难受镜 特么的 什么鬼 这是咒语吗 我感觉好难受啊 操 哎呀 究竟什么东西啊 奇奇怪怪声音 让玩家们快要发狂了 快看 那个家伙 似乎是那个家伙搞的事情 这家伙和别的不一样 兄弟们 之前似乎没见过这家伙 好像是刚刚才出现的 似乎这次攻城副本 触发了隐藏难度 终于 有玩家在人群之中 发现了那个不太一样的家伙 黑袍笼罩将身躯笼罩在其中 一只干枯的手掌伸出 握着发光的黑色权杖 跳动的蓝色毛子 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而那令人难听的声音 正是来自这家伙的嘴里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玩意 在玩家们诧异的眼光中 这个诡异的存在 举起了手中的权杖 煞事之间 全杖上的暗灰色光芒扩散开 扫过了四周的幽冥军 刷 刷 刷 近乎一半的幽冥军 此刻面向这个特殊的幽灵跪了下来 嘴里发出了整齐的话语 什么鸟语 歪日 这狗策划搞这么多的名堂 是不是在喷我们 谁特么能够给我翻译一下 我给他五千信仰币 他们要干什么 玩家们压根听不懂这些家伙在说什么 雕哥甚至直接打了个赌 我来 此时 一个ID叫做英语老师的玩家 皱着眉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伟大的幽冥之神啊 请赐有我们力量吧 我们是你们最忠诚的奴仆 英语老师 学着幽冥军的口气 缓缓说道 不会吧不会吧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骗我的信仰币 雕哥才不会相信 英语老师的鬼话 这不是英语 这是幽冥种族的120种语言之一的 恶歌语 英语老师解释道 众人 恶歌语 这特么是什么鬼 还幽冥种族的120种语言之一 英语老师见到大家伙的表情 习惯性的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眼眶 虽然实际上并没有眼眶 有些人表面上是英语老师 背地里却是语言学家 我四国混交 精通60多种语言 你以为开玩笑的 我都不用英语 用其他语言再重复给你听听 人人英语先生 背中言语 60以上言语 容弹池 60 玩家 够了够了 大兄弟 你可别他妈秀了 一句话你说了四次 你再这样水下去 隔壁都要杀过来了 你就说他们要干什么 雕哥赶紧阻止了 还想继续说下去的英语老师 感受着众人震惊的目光 英语老师心里痛快了 他一没有战斗天赋 二没有厨师天赋 也没有药剂天赋等 只能跟着大家屁股后面混日子 天知道 他多想在大家伙面前装逼 他本来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只能这样了 或者最终跟不上大家的节奏 退出这个游戏 直到他前往天书学院 进入了藏书阁之中 里面海量的书籍让他沉迷 让他仿佛找到了故乡 他发现 原来这个游戏里面 还有一种职业叫做咒术师 就是通过语言的力量 引动天地之间的神秘规则 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简单点讲 就是言出法随 英语老师一瞬间就燃起了希望 半个月的时间 除了聆听云之天的传道之外 一直泡在天书学院的藏书阁之中 了解了海量的知识 正好这些游民君嘴里说的恶歌 与是他碰巧研究过的 所以能够听个大概 那个拿着权杖的家伙 眼睛绿的发蓝的 他是一个特殊的咒术师 他让大家伙跪在地上祈求 请求上层主神赐予力量 他说 他要通过幽冥神的力量 施展咒术控制我们 让我们动弹不得 将我们所有人击杀 英语老师将那个咒术师的话 翻译了出来 玩家们一听就炸锅了 特么的 我们先下守围墙 干掉他再说 区区咒术 哦 哦警号 嗯 也就在玩家们商量着 如何破开这些家伙的包围圈 这声音似乎带着一丝的魔力 玩家们感觉自身的力量 运转变得缓慢起来 背上好像背了上千斤东西 这什么鬼 这就是咒术师的力量吗 我擦 我感觉好难受啊 就像想要拉屎 又拉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明白吗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脑子嗡嗡的 好强大的群攻技能 玩家们此刻心中疯狂地抱怨着 远处 苏小自然也发现了这一幕 不过他被纠缠之下 暂时不能来帮助玩家们 轰轰轰 此刻 剩余没有下跪的幽冥军 已然蠢蠢欲动 朝着玩家们进攻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双拳紧握 牙齿紧咬 直接爆发出了所有的实力 但是被这声音压制 爆发出来的实力 和之前比较起来 不到一半的样子 怎么办 怎么办 宇文老师 快想想办法呀 这样下去 我们真的要被屠杀了 玩家们第一次感受到了 咒术师的可怕之处 他们倒是不怕死 可是万一这些家伙故伎重施 最终冲入神潮的中心区域 对主神殿造成损毁 那可就麻烦了 局势危急 迫在眉睫 玩家们的心 也沉到了谷底 哦尼玛尼玛尼玛泪隔壁 但是 就在此时 一道如同诵经一般的声音 在他们的耳边响了起来 让玩家们顿时感觉 自身的压力轻了一些 玩家们惊诧地回头 望着声音来源的方向 发现 此刻刚才口吐芬芳的 英语老师 竟然盘膝坐在地上 双手合十 嘴里念念有词 随着他的念叨 一个个金色的符文 从嘴里出现 朝着前方迎去 将对面那个咒术师的攻击 抵消了许多 言出法随 咒术师 玩家们陷入了震惊之中 挖草 不会吧不会吧 英语老师也是咒术师 英语老师真是个秀儿 你他妈早点站出来啊 非要在这个时候 跑出来装逼吗 兄弟们 英语老师算不算是 开启了隐藏职业啊 小神给的职业选择之中 好像没有咒术师 我也想当一个合格的喷子 呸呸 咒术师 各种震惊家羡慕的眼光 落在了英语老师的身上 此刻 英语老师一脸的端正 金色的符号 将他整个包裹其中 看着神圣无比 有效果了 真的有效果了 我感觉我舒服了 哦 下滑线 哦哈哈 我们第四天灾果然流鼻 随着英语老师的发威 一大群玩家都感觉 自身的压力减少了许多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剥弱波罗蜜心惊 英语老师嘴角忍不住上扬 终于也轮到他装逼的时刻了 他英语老师 终于也在这里有了一席之地 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天知道 他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在这个咒术师没有出现之前 英语老师 完全都不知道 言出法随是个什么玩意 他只是在天书学院的藏书阁之中 看过一些关于言出法随的记载 有一些心得 几个小时前 苏小传授了他们 太初之章 卷武 读了一些之后 他心中更敞亮了一些 似乎抓住了一点点门道 但是却被一道无形的砍给拦住了 这让他非常的憋屈 直到 刚刚对面的咒术师师 展出了神秘的语言咒术 仿佛一拳打通了他的认读二脉 所有的积累 化作明雾 潮水一般涌入他的脑海 催动力量 附着于每一个文字 念出了 波罗波罗蜜心经 没想到 竟然产生了作用 此时此刻 第一批的幽冥军 已经冲到了玩家们的面前 施展各自的技能 朝玩家们冲砍过来 寒冰烈焰拳 致命三连发 二刀流 终极天锁斩月 玩家们二话不说 施展出技能猛攻过去 对准了这些幽冥军 就是一顿猛锤 这些满脸喜悦 打算大杀特杀的幽冥军 直接被锤猛了 不少大意之下 当场惨死 死状极其惨烈 哇草 幽冥军 怎么回事 这些可恶的人族 怎么会突然之间 恢复了实力 幽冥军大统领的脑袋之中 充满了问号 这些人类之中 竟然也有咒术师 这时候 大统领也终于发现了 不对劲之处 那些金色的符号 似乎充斥着 某种特殊的力量 和他们这边的咒术师的力量 如出一辙 阿瓦大人 对方也存在咒术师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幽冥军大统领 对那个施展咒术的阿瓦 请示道 哼 区区一个人族信徒 也想和我斗法 阿瓦冷哼一声 手中的权杖光芒 再度变得赤裂 一瞬间 庞大的压力 再一次压向了玩家们 杀 砍死他们 玩家们此刻 尝到了甜头 想要一鼓作气 杀入敌军阵营 但刚刚和这些幽冥军 碰撞到了一起 就感受到了 再次袭来的压力 砰砰砰 一个个的玩家 不仅没有对幽冥军造成伤害 反而是被幽冥军给击退 炮弹一般倒飞回去 雕哥 直接一个道插葱 插入一个土坑之中 满嘴都是泥巴 哇草 他们的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英语老师 会干不赢那个幽冥 玩家们狼狈地 从地上爬起身来 纷纷抱怨着 不要慌 我还没有发脸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英语老师 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底牌 一瞬间 那股庞大的压力 再次消失不见 玩家们恢复了正常 冲啊 抓住时间 玩家们二话不说 再次冲了上去 但是 刚刚冲到了幽冥军的面前 阿瓦咒术师 又再次发威 玩家们再次被暴走 雕哥又是一个倒插葱 特么的 英语老师 你行不行 雕哥要吐了 闹着玩呢 爆发 我特么在爆发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召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英语老师怒吼一声 再次将压力顶了回去 压力来到了幽冥军这边 冲过来的幽冥军 纷纷被玩家们给击飞 于是乎 战火纷飞的战场 这一刻变得滑稽起来 你一波 我一波 倒得像是过家家一样 草 这不是RPG角色扮演 自由对战吗 怎么变成了回合制 我特么要吐了 你一拳我一拳 这是在秀恩爱吗 玩家们此刻 真的要无语了 自由对战 打成了回合制 燃烧吧 英语明 阿瓦咒术师此刻 双手燃烧起了 淡蓝色的火焰 手中的全杖的光芒 宛如太阳 兄弟们 敌方火力太强了 我力量消耗太快 有点顶不住了 英语老师此刻额头上 满是汗水 咩咩 给英语老师一口奶 对对对 赶紧给英语老师喝奶 玩家们 拿出了恢复力量的 咩咩奶 往英语老师嘴里疯狂灌 瞬间 英语老师 感觉自己又行了 嗯 竟然抵抗住了 我的幽冥之力 继续燃烧 刷 阿瓦咒术师 整个人都燃烧起来 蛙草 咩咩赶紧地 再给我来一口 要不你 双皮奶左右开弓吧 我受得了 英语老师急忙吩咐道 于是乎 滑稽的画面出现了 双方咒术师疯狂对法 无形的力量 你来我往 来回碰撞 剩余的玩家们 和幽冥君 则是站在一旁干看着 也不知道干嘛 魏哥 别嫌着了 来串烤牛子 对对对 让他们两个先玩 我们填一下肚子 快乐肥宅水 给我来一杯 玩家们 干脆就地而坐 开始大吃特吃 魏哥 甚至拿出了架子 打什么打 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 Just Beat It 有的玩家 甚至当场跳起了Disco 英语老师 我踏马辛苦作战 你们竟然在这里烧烤 闻到了香味的幽冥君 直接瞪大眼了眼睛 这是人能够干出来的事 幽冥君虽然是幽冥 但是毕竟只是低级生灵 也是要吃东西的 一个个鼻翼煽动 猴头滚动 不停地吞咽唾沫 这味道 实在太特么诱惑幽灵了 真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就连阿瓦咒术师此刻 也因为被这香味所吸引注意力 心神不稳 差点走火入魔 可恶 可恶的人类 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拼了 燃烧你们的幽冥之力 请幽冥之神赐予力量马 阿瓦大师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的到来 竟然还是没有能够改变战局 这些人族信徒 怎么会这么强 强大到离谱 完全不是之前 那些人族信徒 能够比较的 随着阿瓦咒术师的命令 那些跪着的幽冥军身上 钻出了一道道碧绿色的火苗 燃烧幽冥之力 就代表着燃烧他们的性命 一旦燃烧过度的话 不用玩家们动手 自个也会死亡 但是 阿瓦咒术师没办法了 若不这样做 就无法压制英语老师 无法压制英语老师 就无法击杀玩家们 获得战斗的胜利 而他本身也会受到 幽冥神朝的制裁 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随着阿瓦咒术师的大叫 庞大的幽冥之力被他所吸收 双方持平的局面 瞬间被打破 扑 英语老师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哇草 英语老师要死了 兄弟们 赶紧喂止血臭豆腐 一块块涂满了 蜜质香料的臭豆腐 塞入了英语老师的嘴里 英语老师嘴巴鼓鼓的 吃都吃不赢 偏偏还要集中精力战斗 惨得一批 不行 还是不行 对方火力太猛了 但是止血臭豆腐 只能帮助英语老师 止住伤势 并不能改变战局 上快乐肥宅水 语文老师挥了挥手 英语老师 嘴里的臭豆腐 刚刚咽下去 一个平嘴 直接对进了嘴巴里 哇草 要是能骂人 英语老师 此刻真的要开启喷子模式了 你们特么地当我是猪呢 老子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 又要磨了 英语老师哭了 他又秃了 但是并没有变强 快乐肥宅水 只是增加修炼速度 随着服用次数增加 效果越来越弱 英语老师已经突破过一次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现在怎么办 我们的药剂 料理都用完了 还是扛不住 难不成 我们真的要失败了 语文老师 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可恶 若是英语老师 学会传功就好了 一个个玩家 双拳紧握 脸上露出了焦急之色 现在的情况 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硬拖 拖到那些幽冥军烧死自己 但这个可能 显然不太现实 毕竟英语老师 一旦被压制 剩余的幽冥军 就会冲过来 对玩家们进行屠杀 压根无法脱 另外一种 就是死亡复活 但这样的场面 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并不能起到改观作用 哎呀 要是小神回来就好了 有玩家将希望 放在了苏小身上 但此刻苏小的战斗 也达到了最后阶段 一时半会 肯定脱不了身 我 我可以试试吗 此时 ID 吕大树的玩家 从不远处跑了过来 一脸憧憬地望着众人 众人疑惑地看着他 吕大树的脸上 还戴着一个简易的面罩 一双手沾满了黑色 或者灰色湿答答的东西 手里还捏着一颗黑色的丸子 这货这是在做什么 打仗不好好打 跑去偷了 你也是咒术师 不会吧 你是想用你手中的小黑丸 砸死他吗 玩家们一脸疑惑地盯着 吕大树 唯有大卫王和超级农场主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赶紧将吕大树 拉到了一旁 是之前农哥挖回来的那些泥巴吗 魏哥小声地开口道 吕大树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家伙 大卫王和超级农场主 都用赞叹的眼神 看了吕大树一眼 我先尝一尝 看他味道怎么样 魏哥拿过了一颗丸子 放入了嘴里 我也来一颗 尝尝成分对不对 超级农场主同样拿过来一颗 两人仔细地嚼了嚼 品了品 然后就感觉一股热流 从胃里散发开 化作了精纯的力量 散入四肢百骸 一瞬间 力量增加了至少百分之五十 卧槽 这效果也太好了吧 真正的大力娃 你小子怎么弄出来的 两人震惊地盯着吕大树 吕大树 嘿嘿一笑 先融合 再利用化学办法提纯精炼 大概一百斤能够提纯二两 可以制造五颗的样子 好家伙 大卫王和超级农场主 再次竖起了大拇指 嗨嗨 就是味道差了点 我可以改良一下 魏哥拍了拍胸脯道 可以加点妖兽之祥在里面 味道肯定好 我哪里多的是 超级农场主 拍了拍 吕大树的肩膀 嘿嘿 别别 农哥 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到想 这福古尼我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吕大树赶紧拒绝 福古尼是妖兽骨头腐烂之地特有的东西 拥有一些特殊的能量 可以通过练精术的手段 熬制提炼出有效成分 再融合一些特殊的药草 就成了现在的大力娃 此时 好奇的雕哥和熊二 已经从远处走了过来 你们三人敌过个啥呢 再避避 头都要被人切掉了 雕哥不满地盯着几人 雕哥 这小子刚刚研究出了蜜质大力丸 我们刚刚试了一下 感觉效果非常好 打算给英语老师试试看 卫哥嘿嘿一笑 开口说道 蜜质大力丸 雕哥和熊二一脸疑惑 你们特么的 有好东西早点说啊 赶紧的 随后 几人回到了英语老师的旁边 强弩之末的英语老师 已然口吐白沫 看着就快要撑不住了 英语老师 赶紧把蜜质大力丸吃了 你绝对能赢 卫哥说着 直接将大力丸 塞进了英语老师的嘴里 大力丸入口即化 很快就化作了精纯的力量 散入英语老师四肢百骸 都快要放弃的 英语老师忽然觉得自己 又行了 官自在菩萨 修行申般若法门 当其功德圆满之时 心中如明镜照亮 随着英语老师口吐芬芳 局势再一次发生了逆转 幽明君这边 阿瓦咒术师的身躯越来越小 这是燃烧幽明之力 生命消耗带来的最直观表现 他四周的那些 跪着的两百多个幽明骑士 此刻情况也和阿瓦咒术师差不多 甚至 已经有一些实力比较弱的 幽明君躯体 化作了灰烬 只留下一个影子 只是 阿瓦咒术师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就察觉到了 对面英语老师 逐渐提升的气势 他瞬间就呆住了 若是有表情的话 可以看出 他是多么的震惊 不可能 燃烧了幽明之力 还能挡得住 怎么做到的 猛了 阿瓦咒术师完全梦了 眼眶之中 本来树植向上的火焰 此刻歪成了45度 身躯都在颤抖 他聚集了如此多的幽明君 竟然还不是一个 人族信徒的对手 这对他的心理打击太大了 感受到了 压力逐渐减小的玩家们 此刻也一脸震惊地盯着 英语老师 反败为胜 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反败为胜了 卧槽 这大力玩剑效这么快 神药啊 魏哥 你有这玩意 不早点拿出来 藏丝是吧 你故意的是吧 整我们是吧 回去我一定告诉小神 让小神制裁你 魏哥 人在家里做 锅从天上来是吧 这是我家兄弟吕大根 呸 吕大叔研究出来的 这是根据快乐肥宅水的制造基础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调整后 得到的东西 大卫王赶紧给大家伙解释道 操 别避避了 英语老师又不行了 有玩家发现 英语老师脸色憋得通红 大根 赶紧再给英语老师喂一课 魏哥急忙提醒道 几分钟后 英语老师在秘制大力丸的辅助之下 逐渐稳固住了局面 又过了几分钟 对面的阿瓦咒术师 和幽冥军燃烧的幽冥之力 也渐渐变弱 英语老师开始取得上风 吃了多少 超级农场主将大卫王和吕大树 拉到了一旁 小声地嘀咕着 吕大树伸出了一个手指 一惊 超级农场主皱眉道 吕大树点了点头 哎呀 竟然吃了我一惊腹骨捏 哎呀 心痛死我了 不对 这是提炼后的精华 按照原料提纯率来计算 至少也是 超级农场主 搬起了手指计算 得出了一个答案 五百斤 卧槽 他竟然吃了我五百斤腹骨捏 我好心痛 超级农场主 绝对自己快要呼吸不过来 嗯 是心痛的感觉 啊啊呀 英语老师 你太流逼了 你就是我的偶像 英语老师 没想到你一个学英语的 也能这样牛叉 我爱死你了 兄弟们 准备出界 玩家们叙事待发 准备趁此机会压制 哼 也就在这时 对面的阿瓦咒术师自爆了 不仅仅是他 就连那两百多个燃烧的幽冥军 也自爆掉 自爆换来了最后的猛烈一击 直接将英语老师碾压 将玩家们镇压 哼 英语老师 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气若犹斯 哈哈 死 我死你也要跟着死 在意识消失的最后刹那 阿瓦咒术师 发出了最后一声争鸣的笑 能够将地方一个咒术师 拉下马来 他死也算明目了 啊 英语老师 你死得好惨啊 你能不能死得再惨一点 你又死了 待会千万别复活 不然我特么又少吃一个烤串 老师 我刺你一刀吧 赶紧回来 不然我们要被压着打了 幽冥军大统领 这些人族信徒 死了同胞竟然还如此高兴 真是无情 杀 为阿瓦咒术师报仇 幽冥军大统领 率先朝着玩家们冲杀过来 与此同时 玩家们的后方 一道光芒突然浮现 英语老师再一次出现在了后方 幸亏科学家大佬 给神朝布置了不少的传送阵 否则我还无法这么快赶来战场 兄弟们 我又回来了 快 面面奶给我来一口 止血臭豆腐 秘制大力丸 英语老师一边赶往战场 一边吆喝着 现在玩家们复活 灵魂受损都比较严重 再者 实力也会在短期内急剧下降 所以 能不死 那是最好的 幸好 有这些辅助物品 可以帮助他缓解一下 接过了东西 英语老师疯狂地往嘴里塞 剥弱 剥罗蜜 一个个金色的符纹 从英语老师的嘴里飞出 宛如机关枪一般 阿瓦咒术师最后一击 带给玩家们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刻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玩家们感觉一下子就舒服了 与此同时 英语老师吐血发功 金色的符纹笼罩幽名君的上方 一瞬间对其造成巨大的压制力 这些幽明君当场就梦了 尤其是冲在最前方的大统领 眼中的绿色火苗突出三尺长 这特么 什么鬼 这家伙不是死了吗 他明明记得 这家伙刚刚死了啊 亲眼所见 难道他眼花了 寒冰烈焰犬 此时 幽明君大统领来不及多想 因为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拳头已经朝着他轰来 玩家们并没有被压制 反而是幽明君被压制 连一开始被黑色木雕提升的实力 也消失不见 巨大的差距一下子就体现出来 这个之前还能和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过过招的统领 此刻直接被一拳轰飞 胸膛都给打烂了 致命三连发 刷刷 数个玩家 拉弓开射 密集的箭语 落在了幽明君之中 造成了恐怖的伤害 哒哒哒 哄哄哄 加特林 火箭炮齐发 密集火力 交织的战场 一个个的幽明君 倒在了血泊之中 完完全全的碾压姿态 不过三分钟的时间 所有幽明君被玩家们搞定 哄 玩家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突然之间就听见 远处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整个天际 被无尽的火焰所覆盖 连绵不绝 天地震荡 火焰倒卷 方圆数公里范围内 所有一切都化作了灰烬 隔了大老远的玩家们 此刻甚至都感觉到 脸上一阵阵炙热的气息 那是痛的感觉 愣了几秒 哇草 小神这是 放大招了吗 好恐怖的威力啊 小神就是我的偶像 鸭儿哟 这么巨大的威力 小神能不能扛得住 玩家们以为自己已经很流鼻了 但是见到苏小搞出来的动静 才知道 这是小巫见大巫 这么强悍的波动 怕是只有红莲妖火 才能够搞得出来 这怕不是在同归于尽 哎呀 小神死得好惨 兄弟们 我们赶紧把他的东西分了吧 严莫灵主母是我的了 其他的 你们随便 小神 你放心 你的老婆我帮你养了 呜呜 雕哥眼珠子转动 一脸的痛心疾首 碰 一只脚从后面 踹在了雕哥的裤裆上 雕哥一蹦三丈高 嗷 谁他妈踹我 给老子站出来 看老子 雕哥捂着裆布 转头望去 就看见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冷冷注视着他 你若是再敢亵渎小神哥哥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眯着眼睛道 雕哥 这个惹不起 先撤 刷 此刻 一到有些狼狈的人影 从火焰之中冲了出来 一脚踹在了雕哥的屁股上 雕哥直接一个倒插葱 插进了上次那个坑里 同样的坑 雕哥插了三次 也算是有缘 你们结束战斗了 有些狼狈的苏小 盯着四周扫视了一圈 发现只有玩家们之后 露出了诧异之色 他最后一刹那 强行激发红莲妖火的真正力量 造成了恐怖的杀伤力 同时 自身也受伤不清 之所以拼着受伤 也要解决战斗 是担心玩家们 扛不住诡异木雕 所带来战局变化 没想到 玩家们竟然比他 还要快结束战斗 草率了呀 那木雕之中 可是藏了一个咒术师灵魂 而咒术师 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 能够对战局 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 玩家们这么轻易就搞定了 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小神 你是不是瞧不起人 开玩笑 我们第四天在是吃素的吗 哦 型号型号 哦 一群垃圾而已 我一拳能打爆十个 哼哼 玩家们忍不住吹逼起来 够了 都闭嘴 大家都有功劳 但是谁的功劳更大一点 你们心里没点笔数吗 语文老师冷喝一声 如果说苏小之下 有谁能够镇住玩家们 就只有两个人 低狠人大帝 还有语文老师 两个妹子 小神 事情是这样的 语文老师把事情说了一遍 着重描述了 英语老师 这个最新崛起的咒术师 还有吕大树的秘制大力丸 苏小听完之后 目光落在了 英语老师的身上 充满了诧异之色 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领悟了 言出法随的规则 成为了咒术师 第四天灾 果然人才济济 不容小觑 苏小看着 英语老师 越看越喜欢 玩家们可能不清楚 一个咒术师 对神潮的作用有多大 但是他却是很清楚的 咒术师有很多种 英绿类的 暗黑类的 每一种咒术师 都拥有各自的神秘属性 和力量 英绿类的咒术师 就是英语老师这种 化作攻击手段 攻击敌人 可以是攻击类 也可以是辅助类 辅助性质 可以提升信徒的气势 增加他们战斗力等等 暗黑类的 可以通过指人 布偶等诡异的咒术远程 杀人于无形 这种狠是牺手 往往防不胜防 英语老师 很显然是英绿类的 如果主要发展 辅助方向的话 以后大战的时候 可以帮助玩家们 压制对方敌人 又或者提升己方的血气 增强他们的战斗力 这将会大大提升 就好比刚才若不是 英语老师意外成为咒术师 玩家们肯定被无情碾压 故而 主神之间的神战 基本上都是先杀辅助类的职业 小神 我也想要成为 咒术师这个隐藏职业 你给我个隐藏任务吧 小神还有我 我特么喷死他们 不少玩家 有点羡慕咒术师这个职业 纷纷请求着 苏小撇了撇嘴 脸上露出无语的表情 他也想多来几个呀 关键是你们特么地 以为咒术师那么好当呢 咒术师算是特殊职业 需要天赋才行 并没有所谓的职业隐藏任务 或者说隐藏任务 就是激发 你们咒术师的天赋之力 当然 我不太清楚 你们是否有人拥有 成为咒术师的天赋 但是 待会儿你们可以找英语老师 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 看能不能成为咒术师 苏小解释道 啊 听闻此话 不少玩家眼中 都露出了失落之色 当个这儿的咒术师 当个咸鱼火锅 烤穿不香吗 全身都是雕 撇了撇嘴 露出了吃货特有的表情 等等 事情还没有结束 见到玩家们 即将欢呼起来 苏小赶紧阻止 眼下幽冥神潮的进攻 只是第一波 第一波 已经让大家伙 都有些疲于应对 那么第二波强度 又会有多大 又会是在什么时候进攻 苏小完全不知道 所以现在 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要提前做好预备 否则后果难料 没结束 小神 你不是在逗我吧 敌人都死完了 小神你告诉我没结束 玩家们一脸猛逼地看着苏小 苏小正想说话 忽然之间 就听见远处传来的动静 一道幽暗的光芒 迅速地凝聚 闪烁着刺眼的光泽 卧槽 还有敌人 果然还没有结束 这他妈什么玩意 歪日 玩家们见到远处一幕 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道黑色的光束 凝聚在了一起 最终形成一道人影 飘忽的人影 宛如幽灵一般游荡在空中 四周的空间 都仿佛扭曲起来 卧槽 这家伙又复活了 是他 虚幻的人影 虽然面容轮廓 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还是能够认出来 他是谁 不是之前 和苏小战斗的阿江 主神又是谁 复活 苏小有些茫然地 盯着阿江主神 摸不着头脑 即便是幽灵 也没有复活的能力吧 难道 苏小忽然之间 看见了不远处那块 逐渐飞起来的木雕 擦 这木雕有鬼 刚才大战完毕之后 他就找了一下木雕的位置 但是并没有发现 以为已经在大战之中 被损毁掉 可没想到 现在又出现了 如此看来这木雕 可不是一件 普普通通的东西呢 一到身影 此刻猛然从人群之中 冲了出去 冲向了阿江主神 竟然是雕哥 卧槽 雕哥你干嘛 见到雕哥的动作 玩家 们有些猛逼 哦 下滑线 哦哈哈 兄弟们 BOSS又复活了 看他的样子 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血 我要是能够杀了他 那这次 这个第一名我就能拿下了 到时候我就能够和小声 嘿嘿嘿 全身都是雕 回头望着众人 嘴角露出了 深藏宫羽名的微笑 众人 我擦 阿江可能不是人 但雕哥是真特么的狗 雕哥 你特么的不讲武德 兄弟们 上 杀BOSS 别让雕哥抢先了 兄弟们 干脆先杀雕哥吧 然后再杀BOSS 一些玩家 直接拉弓 将手中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 对准了雕哥 感受着耳边 呼呼飞过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 雕哥 呵呵呵 我现在乃是特殊的形态 你们想要杀我是不可能的 面对玩家们的攻击 阿江主神笑得非常的开心 玩家们此刻都傻眼了 他们的攻击 竟然从阿江主神的身体之中 穿透过去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卧槽 不会是 开启了无敌状态吧 官方开挂 呼 一朵炙热的火帘 飞向阿江主神 将它笼罩在其中 苏小出手了 但结果显而易见 并没有对阿江主神 造成什么影响 连小神都不是对手 完蛋了完蛋了 BOSS开启了影盾状态 免疫所有攻击 玩家们几乎要吐血了 苏小皱眉 他和玩家们的看法不太一致 如果阿江主神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就不会被他一打三 还团灭掉 所以 问题一定是出现在了 那块木雕之上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宝贝 若能把这宝贝 弄到手研究透彻 那么它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保命的手段呢 苏小 你的确很厉害 但是幽冥神潮 是你不可能战胜的 阿江主神忽然开口 打断了苏小的思考 他充满了自信 和细血的嘴脸 使得玩家们异常的不爽 呵呵 我们都把你们团灭了 还大言不惭呢 切 这就是传说中的 死鸭子嘴硬 玩家们纷纷反驳道 阿江主神一点也不恼怒 反而笑得更加的张狂 哼 亚西主神手下九大侍卫 我们只是其中三个而已 还是最弱的三个 若不是因为某些原因 让其他主神不能前来 加上我们情报有误 大意了一些 你以为你们这次能顶得住 一个咒术师都差点让你们覆灭 何况亚西主神手下 还有五个更加强大的咒术师 若是军神境界的亚西主神 腾出手亲自前来 呵呵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阿江主神的话 让玩家们瞬间就哑火了 九大侍卫 阿江三人还是最弱的 外加五大更强悍的咒术师 还有个军神境界的亚西主神 一股拔凉拔凉的感觉 从各个玩家的内心生起 这还能玩吗 这笔游戏有毒吧 难度贼智儿大 不把大家伙折磨死 不会善罢甘休 是吧 小神 军神是什么水准 雕哥弱弱的望着苏小说道 苏小面色凝重无比 一巴掌就能灭了你们所有人 主神的境界 每跨越一个等阶 都会产生质变 境界越高 想要越接就越困难 亚西主神来这里 还真就能一巴掌灭了所有人 包括苏小自己 也绝对是无法抵抗得住的 卧槽 啊这 我特么当场死亡 我低神 要不要这么离谱 玩家们直接傻眼了 我擦 那怎么办 玩家们呼吸变得急促 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要么趁他们到来之前 以最快速度提升实力 前提是有足够的时间 或者被迫逃离 苟住发育起来之后再浪 眼下 只有这两种办法了 或者说 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离开 一个军神 在第一次进攻失利之后 绝对不可能傻乎乎的 等到敌人发育起来 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 派遣第二波人进攻 一鼓作气将其拿下 哈哈 笑死我了 提升实力 抱歉 你们毁掉了我们的据点 已经惹怒了幽冥主神 亚西主神奉命而来 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 最多半个月 亚西主神就会再次派人前来 至于逃离 边锤荒域 已经被被幽冥神朝所封锁 没有谁能够逃离得出去 阿将主神再一次开口 打断了众人的幻想 在他看来 苏小的计划 完全就是浪费表情 忍不住多了两句 什么 听见这 苏小和玩家们 脸色齐齐变得难看 边锤荒域 已经被幽冥神朝封锁掉 这在开什么玩笑 但是 就在这时 天空忽然变得阴暗下来 一股阴冷的气息 从远处弥漫而来 笼罩整个天庭神朝后 继续向前推进 整个边锤荒域 仿佛有一双隐星的毛子 在天空之中 监视着所有的一切 让人如坐针毡 隐隐之中 还有一股入侵脑海的精神念力 在干扰着 糟糕 苏小知道 真的有大恐怖出手了 不过 苏小明白 荒域存在着某种阴谋 否则 他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而这个大恐怖 一定是幽冥神朝的存在 沉寂已旧的幽冥神朝 开始复苏 天书学院的劫难 搞不好就来自于此 天庭神朝 在这场混乱之中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被大恐怖无视 连亲自动手的想法都没有 如何 现在见识到了吧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幽冥神朝 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能够让你们灰飞烟灭 你要知道 亚西主神在幽冥神朝 也只是一个统领级别的存在而已 阿江主神继续得意地炫耀着 自己背后的幽冥神朝 死 玩家们集体倒抽了一口凉气 恐怖如斯 真是恐怖如斯 这一刻 他们也算是勉强能够感受到 幽冥神朝的强大之处 实相点 我劝你还是放弃抵抗 或许你能够活下来 成为幽冥神朝的一员 否则 嘿嘿 阿江主神的身形变幻 飘荡不定 朝着远处顿去 显然是 想要逃离 特么的 不要让他跑了 兄弟 你脑子是不是秀斗了 人家开了免疫攻击 你留得住吗 不少玩家气愤不已 但是偏偏又不能让阿江主神留下 所以就很蛋疼 苏小盯着离去的阿江主神 若有所思 他刚才也出手了 但是没有作用 他在想 这当中的原理是什么 能不能追上阿江主神 等他免疫攻击的时间消失掉 然后再解决掉他 只是他这个想法刚刚落下 阿江主神手中那块黑色的木雕 就突然化作了一个漆黑的通道 空间通道 苏小脸色不由一变 暗角糟糕 这看着平平无奇的黑色木雕 竟然是空间系的物品 难怪大家伙的攻击没有作用 天知道 空间系的物品是多么的珍贵 逃跑的能力更是一流 忽然感觉身上某处地方 发生了动静 定睛一看 原来是之前雕哥在星空神朝寻宝的时候 发现的那张神秘的太极八卦图 刷 此刻 这张神秘的太极八卦图自动飞了出来 在天空之中扑开 巨大的阴阳于八卦在空中显化 最终朝着那黑色木雕所化的空间 通道镇压而下 原来得意的阿将主神 脸色骤然变得煞白一片 啊 不可能 竟然是这东西 原来这就是你身上的那件镇压幽名之物 哎呀 我不甘心 呼 下一刻 黑色的空间通道消失不见 阿将主神的灵魂被吸入了太极八卦图之中 随之一起的 还有那块黑色的木雕 太极八卦图迅速又飞了回来 落入了苏小的手中 苏小觉得 这图纸似乎产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具体是哪里产生了变化 他又说不上来 我擦 我的木雕 苏小猛然想起此事 赶紧又拿起了太极八卦图查看了一番 可 一根毛都没有发现 这尼玛 好不容易遇到一件空间系的宝贝 竟然就这么被黑了 简直太无语了 小神 这什么宝贝 太牛了 哇塞 我都差点忘记小神还有这东西了 这简直是对付幽名神朝的戾气啊 我记得似乎是雕哥贡献的 雕哥果然大方 玩家们纷纷围了上来 雕哥此刻差点哭晕在厕所 当初为了一点点信仰臂 把太极八卦图给拿出去了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别吵了 刚才你们也听见了 现在我们幽名神朝 面临着史上最大的劫难 或许十日之后 就会面临第二次入侵 敌人的实力很恐怖 不是我们现在这点实力能够抵抗的 而我们又不能逃跑 所以现在必须要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解决之法 苏小面色凝重地说道 难啊 打不过又不能跑 这特么就蛋疼了 我宣布一个令人心痛的决定 从今天起 因为游戏不能课金 我被怪物打到退游 大家火吃炖火锅 撸两串 然后各自分一个妹子 打个分手炮 各自回去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吧 全身都是雕 站出来大声道 碰 雕哥说完 旁边就是一脚踹了过来 直接将他踹飞 又一次倒叉葱 栽进了之前那个坑里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出手了 永远守护小神哥哥 至死不渝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的信念非常的坚定 眼神无比的透彻 操 雕哥 你肯定不做死 就不会死啊 狠人妹子 别这样 雕哥说的很有道理 敌人太强大了 无奈 德马西亚一边说着 一边抬脚狠狠地 踹了雕哥一脚 众人 就是 雕哥说得很对 熊二一脚踩在了 雕哥的蛋蛋上 没必要这么对雕哥吧 他还只是个孩子 雕哥 我们支持你 砰砰砰 众人一边说着 一边抬脚 对雕哥踩了上去 雕哥 众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 阴凤扬为地对雕哥出手 暂时缓解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但是 营绕在大家伙心头的担忧 一直在持续 若是小神隔屁 或者主神殿被摧毁 他们可能就得重新建好 到时候带他们的 就不一定是苏小 小神 我听阿江主神的意思 似乎亚西主神 现在就是抽不开身 是不是半个月之后 我们还有一线生存机会 宇文老师忽然开口道 苏小点了点头 没错 据我判断 有70%可能来不了 但是只是猜测 即便来不了 其余六大主神一起来 大家伙也抵抗不住 苏小担心的点在这 七个小神境界的主神 一骑前来 主神电压根不可能护得住 不过 亚西主神不来的情况下 如果你们能够拖住 两个主神和那些信徒的话 我或许能有办法 能保住天庭神潮 半个月的时间 够苏小做许多事情了 他还有上次获得的妖火大阵 只要布置完毕 四个主神应该也不在话下 但另外两个主神 就有点没辙了 让玩家们面对一群信徒 或许有办法 但是若是加上两个主神 那绝对是被碾压的结局 拖住两个主神吗 宇文老师瞇着眼睛 嘴角露出了习惯性的迷之微笑 我感觉似乎有办法能做到呢 什么 有办法 听见这话 众玩家眼睛逐渐亮了起来 宇文老师的话 勾起了大家的兴趣 这个总指挥官 总会在关键时刻 将当前局势分析透彻 从而制定出完美的作战策略 这也是苏小最信任他的一点 所以才让他当总指挥官 苏小本人则负责统筹大局就行 毕竟论对玩家的了解 他还真没有宇文老师那么深 怎么说 苏小眯着眼睛问道 宇文老师笑了笑 反问一句 两个主神 我们可以利用高端玩家去牵制 剩余玩家则负责解决信徒大军 众玩家一听 感觉有点猛逼 就这么简单 不会吧 老师 这我也知道 关键是信徒大军也猛的一批 还有几个咒术师呢 没有了高端玩家 怎么打得赢 那玩家也不一定能够扛住两个主神进攻吧 玩家们有意义了 上次考核的时候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狠 你爱惜我那儿 等三人围攻一个活血恶王都打不赢 更何况面对一个主神 别慌 所以 这是需要小神帮忙才行 首先 需要小神帮助几个高端玩家 将实力提升至二节水平 达到能够拖住两个主神的水准 宇文老师一点也不着急 说出了自己的策略 这个没什么问题 苏小直接答应 主神帮助信徒提升境界 只需要消费信仰原力 给他们一颗突破境界的丹药就行 剩余的玩家首要做的 一是尽可能提升实力 二则是按照我的计划 进行分组 然后按照各自任务准备 我们第四天灾最不缺的是什么 是人才 我们境界若是不够 那么装备来凑 装备不行 那就技巧 没有技巧 阴谋总有吧 总有一样能行的 这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较量 而不是单打独斗 随着宇文老师将自己的计划缓缓倒出 苏小和玩家们也大概明白了他的意图 高端玩家 不管别的 就负责两个主神 其余玩家 先利用计策 对敌军进行分流 然后尽可能利用地形 技巧和敌军周旋 只要拖到苏小 把其余四个主神解决掉 那么 这场战斗 几乎就算是可以宣告胜利了 那么 现在我开始分配任务 第一很人大帝 你爱惜我那儿 一刀999 张大仙 荒天地呀 捏地 何在 苏小一声令下 念了好几个名字 随即 中走了出来排在了一起 两个主神就交给你们了 能完成任务吗 苏小问道 人在塔在 人亡塔亡 至死不渝 几人眼神坚定 战意盎然 科学家 我真不是艺术家初恋 传送阵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务必不止完成 小神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MC王者初恋 天庭神朝的防御城墙建设 就交给你 务必十日内完成 MC王者 小意思了 吕大树 你负责秘制大力丸的研制 务必人手五颗 人手五颗 吕大树 还没有答应 旁边的 超级农场主 脸色一下子垮了 这特么 得用他多少福古泥 前面内容有改动 C改成了福古泥 后续会同步 才行 这玩意不好找不说 还贼特么难挖 人手五颗得挖上万金 超级农场主 真的要哭了 大卫王 你负责直血臭豆腐 杨眠眠 你负责恢复酸皮奶 随着苏小的一生生令下 许多玩家都领到了各自的任务 丁 神朝主线任务 抵御幽冥神朝的第二波进攻 守护天庭神朝 奖励 每个玩家信仰必一万 贡献之五百 丁 神朝支线任务 抵御幽冥神朝第二波进攻 有特殊贡献的玩家 奖励 信仰必五千 贡献之五百 在世情况 给予额外奖励 苏小随即通过系统发布了任务 但不少玩家 都一脸苦逼 他们领到的任务 只有半个月时间 这特么的干出血来 不是 小神 我呢 我堂堂天庭神朝第一战神 青铜大佬 竟然没有任务 全身都是雕 这时候不乐意了 一旁 熊二也虎头虎脑地冲了上来 小神 还有我 我也要任务 苏小看着这两个货 有点头疼 这两个不捣乱 就谢天谢地了 让他们两个负责什么事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负责搬砖吧 协助MC王者建设防御城墙 我擦 雕个顿时就不服了 我堂堂青铜战神 你让我搬砖 待会儿几个高端玩家 跟我来主神殿 我帮你们提升境界 然后你们早点稳固实力 至于其他玩家 提升境界 除非有大量的药材 帮你们炼制丹药 否则不太现实 全部玩家提升实力 需要的信仰原力太多 苏小没那么多信仰原力 只有通过丹药提升 但是上次获得的药苗 现在都还没成熟 小神 能不能开启三侧招点人 人手似乎有点不太够 来帮着搬砖 当炮灰也是好的 语文老师和大家伙合计了一下 找到苏小说明了情况 人数只有200 各自都有任务 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半个月还真不一定能够搞定 所以围巾之际 就只有和上次一样 开启三侧招人 补充炮灰和搬砖工 苏小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他本来没有打算走数量一道 现在看来 数量还是得跟上才行 不过也不能太多了 若是太多的话 神朝的资源就远远不够 会导致天庭神朝的实力 参差不齐 影响后续发展 可以 那待会儿就开启三侧吧 暂定300个玩家 这次需要一些 有特长的玩家才行 你们谁有资源的 可以推荐一下 凑齐500个玩家 二星神域空间 也算是满了 既然不走数量这条路的话 那么挑选的玩家 就必须要有质量 最好是各方面 各行业的专业型人才 碰 说完 一旁的雕歌直挺挺地 倒在了地上 仿佛突然之间 失去了生命的人 光速下线 众人 这货肯定是拉人去了 小神 张大仙说完 也火速下线 然而 下线拉人的众人 才发现 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回事 雕歌下线的第一时间 就熟悉地打开了 自己的魔灵高校群 雕歌上线了 卧槽 大家火快来看 雕歌出现了 雕歌出现在群里的一刹那 群里瞬间就火爆起来 at全身都是雕 雕歌 你他妈终于舍得出来了 at全身都是雕 雕歌 我太崇拜你了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火 at全身都是雕 雕歌代代我 什么时候 神迹世界开始攻测呀 我想娃 雕歌 老子什么时候就火了 问了一圈 雕歌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是官网论坛上传的视频 从一侧大战星空神潮 到现在即将三侧对抗幽冥神潮 玩家们上传了不少的精彩视频 这些视频的点击量都是上亿 其中最火爆的一个 不是雕歌考核时候装备的场景 也不是大家伙大战万腰盛会 而是 他在天书学院围着操场跑一百圈 一边跑一边喊着胖妹 我爱你一万年 的视频 在视频中不少弹幕 雕歌和这个胖妹绝对真爱 不是我道理拉西 雕歌和这个胖妹 真是天作之合 啊呀 雕歌和胖妹 这对CP我磕了 你们呢 卧槽 哪个蠢货录制的 我特么 雕歌差点暴走 老子英明神武的形象 你们不拍 撩得小姐姐们喜笑颜开的视频 你们不录 特么的丢弄着 毁了 毁了呀 他发誓 他和胖妹绝对没有什么 都怪小山 后面第二名是万妖大会的盛景 看得不少人热血沸腾 直呼流鼻 在后面则是苏小单挑无宣 还有玩家们考核场上发威的视频等 每个视频都是点击过亿 下面的评论区也有上千万留言 纷纷求账号的 足见神迹世界的火爆程度 这 感觉都不需要 我来拉皮条了 雕歌打开了张大仙的直播间 就发现许多人询问他公测时间的 还有花几十上百万求账号的 直接把雕歌给看呆了 张大仙表示也很猛逼 这也太火爆了吧 仔细问了问 发现神迹世界 现在已然成为了现象级的游戏 吊打吃鸡 王者 企鹅和网易 甚至专门启动资金 进行模仿研发 但是弄出来之后 玩家们发现 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 无论是画质 真实感 体验感都没那么好 让两家公司元气大伤 此刻 企鹅总部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 正在召开会议 怎么回事 连一个游戏都仿制不出来 你们干什么吃的 啪 中年人很愤怒 看家本领都扔掉了 以后公司还怎么发展 马总 对不起 我们一定尽力 不过这款游戏真的太奇怪了 和市面上的所有游戏的制作 都不太一样 目前为止 所有体验过的人都是 百分之百好评 玩家想玩度高大百分之百分之一百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员工们便解着 马朝腾皱眉 真的那么神奇 百分之百好评 如果不刷分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马总 刚刚得到了消息 神迹世界 开始第三册 放出了三百个账号 买买买 全部账号给我买下来 你们好好研究 马朝腾赶紧到 可是马总 找不到游戏开发商 我们只拿到了一个申请资格 需要填写专业 特长 尤其是特长 问得很详细 然后还需要通过审核才行 一个 还得审核 马朝腾有点猛 这公司不想赚钱吗 玩游戏还要特长 给我 让我亲自去试试 马朝腾觉得自己 有必要亲身体验一下 与此同时 不少互联网著名人物 也对神迹世界 伸出了爪牙 想要了解神迹世界 究竟是如何做到 吸引这般高流量的 一些熟悉的ID 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对钱不感兴趣 用心创造快乐 刷刷刷 天庭神潮的广场上 一道道人影快速的凝聚 正是经历了重重筛选过后 挑选而来的三百玩家 三百玩家之中 不乏各行业的顶尖大佬 也有职业顶尖高手 总之 比起一侧二侧要强太多了 我去 我终于玩上这个游戏了 哎呀 这就是天庭神潮嘛 主神殿好宏伟壮观 还有那么多熟悉的大佬 草 真的好逼真 好真实 三策萌新仔细感受一下 发现这游戏 果然和描述的差不多 和现实世界 真没有什么区别 开始本游戏之前 需要和不死 魔灵之小签订主神契约 请仔细阅读以下条款 一道声音 响彻在众人的脑海之中 常规操作 细为常 好了 欢迎大家加入天庭神潮 我是小神的代言人 神潮的总指挥官 宇文老师现在进行入门第一课 宇文老师说着 对大卫王挥了挥手 大卫王招呼着自己的小伙伴 端着几大锅东西走了上来 里面装着的 正是半人牛的瘦精卵 洗髓果美人一枚 魏哥背着手道 我擦 这就是传说中 肥美多汁的洗髓果吗 爱了爱了 好吃啊 还真是巧克力味的 三策萌新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呵呵 好吃你们就多吃点 专门给你们准备的 周围的老玩家 纷纷露出了微笑 表示这是老传统了 萌新想要逃过此劫 那是不可能的 好 入门第一课算是完毕 你们运气很好 一来就遇到了 神朝史诗级的存亡之战 老玩家哄骗萌新的说辞 和上次哄骗二侧玩家们 一模一样 卧槽 我们运气这么好 这游戏 爱了爱了 所以 我们从哪开始刷集 装备哪里领 如何参加战斗 不少三侧萌新 满怀期待之色的问道 宇文老师 呵呵一笑 正想开口 忽然之间以后 全身都是雕 走到他身旁 小声嘀咕了几句 宇文老师听完 忍不住张大嘴巴 看向人群之中某处地方 这 不会吧 真要这样做 不好吧 他皱了皱眉 老师 这是一个好机会 雕哥嘿嘿一笑 大手一挥 各位玩家 为了感谢大家的热爱 新增一个VIP大礼包环节 我将随机抽取一个玩家 赠送VIP大礼包 卧槽 随机抽取一个玩家 赠送VIP大礼包 这么好的吗 三侧萌星喜笑颜开 脸上纷纷露出了期待之色 不少人暗自祈祷 一定要抽到自己 老玩家表示 雕哥这是在搞什么鬼 连VIP大礼包都弄出来了 嗯 VIP大礼包 是三侧才特意推出的 之前一侧和二侧玩家们都没有 你们真是运气爆棚了 雕哥黑黑笑着道 目光在人群某个地方 来回地扫动 哎呀 我们竟然如此幸运 雕哥 VIP大礼包都有些什么呀 有三侧萌星 忍不住开口询问 雕哥捏了捏鼻子 一本正经的刀 三品灵器一把 五品赤眼虎 做其一只 大礼玩十颗 三品神迹一本 至尊功法一本 老玩家 雕哥这货到底在干嘛 目前为止 这些东西 只有小神才有能力拿出来吧 哎呀 我想要啊 雕哥 赶紧抽吧 三侧萌星们彻底兴奋起来 雕哥点了点头 总共三次机会 就看看谁的运气更好了 我这个术法 可以随机挑选一个玩家 被挑选到的玩家 就是运气好 雕哥转过身手中 捏了一个火球向后扔去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之中 火球在空中滋溜溜地转了几下 忽然落在了人群中 ID 用心创造游戏 的玩家被选中 哎呀 这家伙运气太好了呀 特么的 抽奖我就从来没中过 三侧不少萌星都 有种吐血的冲动 哎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话 我哪里听过 老玩家们 则似乎发现了一些眉头 有些猛 有些惊讶 更带着一丝的欣喜 这些套路他熟悉啊 没想到 自己竟然中奖了 让我们恭喜这位 用心创造快乐 萌星 雕哥招呼着 熊二几人朝着 用心创造快乐 走了过去 谢谢雕哥 谢谢 用心创造快乐 表示非常感谢 等等 先别着急谢我 请听我说完 超级VIP大礼包 你获得了获取资格 但是必须手充六元 才能够拥有 请付款吧 雕哥呵呵的 手充六元 用心创造快乐 有点猛 不是 你压得刚才不是说 被选中就OK吗 这尼玛套路 还挺深啊 可问题是 手充渠道在哪呢 他刚才就在研究 压根没有充值渠道 你压得 告诉我哪里手充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六块钱都舍不得 用心创造游戏 没钱玩你马币 敢戏耍官方指定 代言人雕哥 给我打 砰砰砰 雕哥二话不说 就开始动手 三侧萌星 靠 原来这货 是马老板 难怪呢 玩家们一点不同情 毕竟VIP VIP VIP 超级VIP SVIP 超级SIFT 都是他搞出来的 被坑的不少呢 一顿胖揍 雕哥感觉自己舒服了 总共三次抽取机会 现在开始第二次 雕哥故技重施 再一次选中了 用心创造快乐 我擦 又是你 没钱玩你马币 给我打 砰砰砰 第三次 用心创造快乐 我特猫 你运气真好啊 砰砰砰 用心创造快乐 真的要哭了 老子又不是没钱 关键是你没充值渠道啊 而且 你给我个解释的机会行步 求求你了 马老板后面 会发挥大作用 好了 各位萌新 一定要听话 千万不要顶撞老玩家 或者官方 否则谁也不能预测 会发生什么 宇文老师 此时站出来 教训了一句 雕哥欧打马老板 是因为私心 但这是一个 很好的立威机会 能够帮助老玩家 树立威望 是是是 明白了 宇文老师 有什么 您竟然吩咐 我们保证 完成任务 三次萌新 纷纷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一个个瑟瑟发抖 宇文老师 露出了迷之微笑 表示很满意 很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接安排了 因为只有半个月时间 就会开启 诗史级存亡大副本 所以希望 大家不要偷懒 那 你们自个挑吧 宇文老师 对不远处的数个老玩家 挥了挥手 MC王者 第一个站了出来 指着其中几个 身材高大的玩家 你 你 你 还有你 来跟我搬砖吧 搬砖 我特忙 被选中的萌新挠了脑脑袋 有些茫然 我特忙来玩游戏的 不是来搬砖的 笑死我了 层层筛选 通过考核 竟然被选中 成为了搬砖人 不少三册 萌新也笑了 就在这时 超级农场主 走了出来 你 还有你 你来跟我去挑粪吧 几个笑得非常开心的三册 萌新瞬间脸色僵硬 你嘛 挑粪 挑什么不好 你让我挑粪 接着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那个 你们几个 就跟我去挖地吧 大卫王不甘落后 冲到了几个 早就瞄准的人面前 兄弟 来跟我学做菜 你这个身材 很有做菜的天赋 啊 这 不是 这是游戏吗 这你码的什么跟什么 搬砖 挑粪 挖地 感情这是挑选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 说好的史诗集 存亡副本战呢 你逗我呢 但是 见识到了叼哥殴打 用心创造快乐 他们不敢反抗啊 随着一个个的 萌星被挑选完毕 一群三侧萌星都 快哭了 望着那汽车般大小的砖头 他们双腿 都在发软 这尼码 一块砖 至少得有几千斤 这怎么搬得动 大佬 我们 搬不动啊 三侧萌星望着 MC王者 哭诉道 没事没事 我知道你们搬不动 所以我早就 给你们准备了好东西 你们用了之后 绝对搬得动 MC王者 拿出了一样东西 冲着大家伙 笑了笑 搬不动也得搬 不然任务怎么完成 卧槽 见到这玩意 萌星们差点吐血 快乐肥宅水 外加一根小皮鞭 吕大树这个炼金大师 研究出的 一节版可口可乐 能够加速境界的提升 拥有非常不错的效果 三侧萌星吃的洗水果 嗨嗨 也就是半人牛的兽精卵 在大卫王 加入了一些特殊的药材之后 的确是拥有洗水的效果 接着配合 快乐肥宅水 能够让他们在短时间里 将境界提升至半阶三星 达到半阶三星境界 就能搬动这些砖 小皮鞭在后面伺候 绝对效率杠杠的 可乐 我靠 连可乐都有 这游戏牛啊 不过 皮鞭什么鬼 不会吧不会吧 难道说 我们不干活就要用 小皮鞭抽我们 三侧萌星惊了 没错 快乐肥宅水 加上快乐小皮鞭 哪里不动抽哪里 MC王者 嘿嘿笑道 一群萌星无奈 只能接受裹鞭 将MC王者 递过来的快乐肥宅水 喝了下去 开始了愉快的搬砖之旅 然后 这头发也没了 等等 我头发怎么没了 卧槽 我头发也没了 哎呀 我帅气的发型 一群三侧萌星 差点哭晕在厕所 另外一边 超级农场主 已经带着自己挑选的玩家 朝着密林深处走去 开始了自己的寻序之旅 你们给我听好了 只要有细的地方 就第一时间报告 千万不要偷吃 偷吃 三侧萌星 一脸震惊地盯着 超级农场主 这次 也是时候 该我们种地的发威了 不然种地的会被瞧不起 超级农场主 这次出来寻序 可不是为了吃 而是为了完成 心中的一个设想 若是 能够完成的话 那天庭神潮的实力 将会提升两倍 甚至极以上 到时候 他绝对是贡献值第一人 再往不远处 吕大树 已经带领第一批玩家 找到了一处 福古泥存在之地 人手五颗大力丸 需要大量的福古泥 幸好这些地方 存在的福古泥不少 让他不用担心资源的问题 我特忙 没想到我第一次挖地 竟然是在一个游戏里 太离谱了 哎呀 这你怎么这么硬啊 好硬啊 我受不了了 整个天庭神潮 按照之前的任务 分配各司其职 干得热火朝天 刷刷 主神殿之内 树道盘西 坐在地上的身影身上 散发出了一股股 强悍的气势 在苏小的帮助下 这一批高端玩家 终于将境界提升至了 二阶一星水准 这个境界 如果配合得当 苏小估摸着 应该能够拖住两个主神 拖到他解决其余几个 好了 接下来 你们一定要好好巩固境界 并且熟悉配合之道 苏小吩咐了一句 对了 待会儿我会把 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篇 放到藏书阁 你们可以观摩一下 看看能不能领悟 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篇 也就是三品神技 玩家们境界提升上来 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学习 提升一下战斗力 试想 若是几百个玩家 一起联手施展 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篇 那将会是一个 怎样恐怖的场景 但是 三品神技 至少也需要 二阶以上的境界 才能够勉强学习 所以 苏小对其他玩家 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好的 多谢小神 几个高端玩家 道谢一声 转身离去 等到众人离去之后 苏小就打算 开始自己的计划 首先 他想要尝试一下 不死神魔之躯 看能否突破至第二层 在这段时间之中 苏小发现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 要踏入逆五转的话 得迈进不死神魔之躯第二层才行 但是目前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还没有头绪 要是能够在此之前 领悟不死神魔之躯第二层的话 那他的实力会再次暴涨 到时候 胜算会大许多 其次就是 准备布置妖火大阵 妖火大阵 苏小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妖火大阵的催动 需要大量的能量 当初在妖月洞天的时候 妖火大阵以祭坛为法阵 吸取下方的熔江充能 但是天庭神朝没有地火 就需要大量的灵精 可天庭神朝的灵精真是少得可怜 灵精的缺乏倒是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小神 小神 你在哪儿 苏小忠闷的时候 突然之间外面响起了一阵呼喊声 随即就见到几个玩家冲了进来 为首的是请教我鲁班 MC王者 武器大师 怎么了 苏小疑惑地望着几人问道 小神 有没有能量供应装置 我们需要能量供应装置布置手段 比如剑龙战车 请教我鲁班 开口道 苏小皱眉 能量供应装置 也就是聚能法阵 但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聚能法阵的阵图 灵精倒是可以代替聚能法阵 但问题是没有 灵精成为了制约天庭神朝的一大关卡 小神 见苏小一直皱眉不说话 几人轻声喊了一声 没有聚能法阵 也没有足够的灵精 苏小有些头疼 他本来都发布了任务 让玩家们寻找灵精矿脉 但这次幽名神朝的入侵来得太急了 把这事给搁浅 现在再想去找寻灵精矿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灵精 意味着战斗力会下降一大截 难不成 天要亡了他苏小 啊 没有 我去 小神不会吧 我们天庭神朝这么穷了吗 几人猛了 苏小 马德 天庭神朝就是这么穷 早知道 他就不装逼 把天书学院那些学员的资源先用着 丁 系统任务已完成 请速速领取相应奖励 否则过期不后 忽然间 系统响起了一道提示声 苏小这才想起 之前完成的任务 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获取奖励 不知道有没有资源啊 丁 恭喜宿主抵御幽冥神朝第一波入侵成功 获得以下奖励 一 太极乾坤图的使用之法 二 黑魔木雕的使用之法 这两个奖励 让苏小既失望 又充满了惊喜 失望的是 没能解决灵精矿脉的问题 惊喜的是 竟然有太极乾坤图 这张神秘地图的使用之法 原来这张图叫做太极乾坤图 系统在这个时候给这个奖励 应该是很有用的吧 苏小坚信 系统不会坑他 太极乾坤图的两次出手 非常的神秘和强大 这是苏小非常想要研究透彻的 可是平日里这张图和废纸一样 苏小压根就看不出什么名堂 黑魔木雕 自然就是幽冥神朝那空间系的法宝 拥有护体功能 也是苏小想要的 等等 黑魔木雕 不是被太极乾坤图给吞了吗 难道说 这就是老天爷的暗示 你们几个先等一下 苏小看了一眼旁边等候的几人 吩咐了一句 随即开始研究太极乾坤图的使用之法 还好 这使用之法并不是特别的困难 苏小花费了大概半个小时 就将其研究透彻 太极乾坤图来自未知的神秘宝物 自成空间 内涵天地浩然争气 所以 这也是为何能够镇压幽冥的缘故 不过目前获得的使用之法中 并没有催动太极乾坤图杀敌的法门 只说明了 其空间使用之法和地图使用之法 这 这种之法类似于储物空间的开启和关闭 可以从里面取出东西 那个黑色的黑魔木雕 的确就在太极乾坤图之中 但是对现在的他而言 只是相当于多了一个护身之法 对于神潮 对于这场战斗并没有任何帮助 有卵用 至于地图使用之法 就更操弹了 只是告知了苏小 太极乾坤图吸收了足够的能量之后 可以开启一部分地图 那么的 你开启一部分地图 和我现在面临的困难 有什么关系 吐槽归吐槽 黑魔木雕的功能 倒是让苏小蛮意外的 因为 这竟然是一个防御加辅助的 双功能四品极品灵器 遭遇危险的时候 可以启动黑魔木雕 利用其空间能力 免疫一些低阶攻击手段 辅助功能 则是信徒寄养 以后 苏小前往距离遥远的地方 就可以把玩家们装入其中 带着一起走 管他呢 先开启地图看看情况吧 苏小将东西收了起来 然后准备看看 太极乾坤图将要开启的 这部分地图是个什么玩意 刷 一道金色的光芒 在太极乾坤图上闪烁着 旋即 原本有些模糊的太极乾坤图之上 光芒如同金线一般 从右下角某个地方 开始零蛇般游动着 最终形成了一份地图 苏小觉得 这份地图有点熟悉 仔细一看 这特么不是边陲荒域这边的地图吗 刷 苏小催动太极乾坤图 直接将开启的地图 以投影的方式 投影在了虚空之中 将之放大 然后他陷入了狂喜之中 这地图之上 竟然存在着一些五颜六色的标记点 红的 黑的 黄的 绿的 将星神进入每个标记点 就能够获取相应的信息 这些点 都是一些天地财宝的标注点 比如苏小需要的零金矿脉 就用了黑色的点标记着 珍贵灵草之类的 就用绿色的点标记 红色的代表遗迹 目前 边陲荒域这片地区的地图之上 黑色的点最多 足足有五个 其中四个是金铁矿 一个是苏小现在非常渴望的零金矿 绿色的点其次 总共三个 但不知道是什么灵草 哈哈 山虫水负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苏小长长地松了口气 接下来 他就可以召集玩家 去那片区域寻找零金矿脉 卧槽 这地图似乎是我们天庭神朝所在的区域 小神 这是在开挂 开启透视地图吗 几个玩家震惊地望着空中的虚拟地图 小神 我劝你不要这么不要避脸 我们是那种开挂的人 就是 我们凭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创造 开挂是对我们的羞辱 请教我鲁班等玩家一脸的正义 那你们就坚持你们的正义 这次发现的宝物 你们一概没有资格获取 苏小说完 朝着外面走去 啊 小神 我错了 小神别啊 我这个人就喜欢被羞辱 来吧 你敞开羞辱我吧 哎呀 小神 几分钟后 苏小将部分玩家们召集到了一起 各位玩家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 你们去完成 这里是一份灵精矿迈的地图 我要你们在七天的时间里 把灵精给挖掘完 然后送回神朝准备应战 苏小望着剩余的几十个玩家道 这事就交给 全身都是雕负责 玩不成 我扣除信仰币一万 贡献点五千 雕哥 别人玩不成都没事 怎么轮到我就要惩罚了 这不公平 关键是 他堂堂雕哥 竟然要去挖矿 这太离谱了 和他的身份完全不对的 十分钟后 雕哥拿到了苏小给予的地图 便带着一群小弟去挖矿 好在 科学家构建了传送法阵 让雕哥等人 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赶路 漆黑的大山之中 草木茂盛无比 天空之中 一只巨大的鸟 展开双翅快速地飞行着 这鸟足足有一架飞机那么大 爪子堪比神兵利器 四周不少妖兽见了 都瑟瑟发抖 然而 这样的一只大鸟 在路过某个山谷上空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根巨大的藤腕 从峡谷的某处地方 闪电般伸出 直接抓住了他 将只抓了下去 大鸟扑隆扑隆地 折腾了几下之后 就再也没有动静 几公里外的地方 雕哥示意自己的小弟 停止行动 兄弟们 先不要慌 赶紧让我看看地图 看看这个长生谷 在什么地方再说 雕哥说完 准备拿出地图 雕哥 长生谷就在前面啊 不要看了 熊二提醒道 你知道个屁 这个地方地况复杂 和迷宫一样 有地图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彻 你地图都没有 比我还留别 雕哥瞪了 熊二一眼 表示自己才是老大 雕哥 前面那块杯上 不是写着长生谷三个字吗 熊二弱弱地道 雕哥 我尼玛 打脸来得太快 什么时候 前方多了一块杯 他竟然不知道 雕哥记得 刚刚自己明明看过那片区域 啥玩意也没有啊 雕哥揉了揉眼睛 发现自己并没有眼花 那块高达三米的巨大石碑之上 刻着五个字 长生谷进入 雕哥 进入啊 怎么办 要不我们回去吧 几个三侧萌新 有些害怕地望着雕哥道 回去 任务失败的罚款 你帮我交啊 再说了 玩个游戏 还这么怂 你玩什么游戏 放心 有雕哥 保护你们 绝对没有问题 兄弟们 胜利就在眼前 看我如何轰烂这块石碑 然后随我一起进入长生谷 雕哥并没有多想 直接施展了 寒冰烈焰拳一拳 轰向了这块石碑 碰 石碑发出了一声闷响 震动了一下 然而一点屁事都没有 雕哥 众人 别慌 刚才只是给三侧萌新示范一下 寒冰烈焰拳的使用和技巧 热身而已 现在才是真正展现我雕哥实力的时候 雕哥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 跟个没事的人一样 但是他心里却是充满了狐疑 他现在已经是一阶九星的大佬 若不是几个高端玩家 被苏小强行提升境界 他可是天庭神潮玩家等级最高的第一人 爆发力虽弱了点 但打烂一块石碑 绝对是不在话下 这他妈连条缝都没能打出来 就有点离谱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雕哥直接开启自己的大招 施展了寒冰烈焰拳 但是结果显而易见 和刚才的一击差不多 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块石碑甚至更稳了 卧槽 雕哥这下彻底傻眼了 这算是他最强一击 真要比较起来 至少也是二阶二星全力爆发 才能拥有的力量 但是连一块臭石碑都打不烂 这尼马太稳健了吧 雕哥 熊二等人用疑惑的目光 看着雕哥 雕哥愣了三秒钟 眼珠子一转 一脸轻松地拍了拍手掌 表示你们懂个篮子 你们觉得他没有碎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碎了 这是空间时构成的石碑 即便是打碎了 凭借你们的道行也看不出来 但是在我的眼中 却能够看见他碎得满地都是 雕哥一通瞎这乱编 将不少蒙星虎得一愣一愣的 连老玩家也被忽悠得半信半疑 雕哥留便 不愧是我们最强的雕哥 这都知道 雕哥 能成为你的手下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一群人愣了几秒后 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哈哈 小意思 小意思 走吧 我们进去 雕哥说着 鸟都不鸟这块石碑 朝着石碑后方走去 直接将其无视掉 与此同时 此时 在雕哥的带领下 一行人已经靠近了 长生谷的入口 兄弟们 我们马上就到了 到时候我大家伙一起动手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零金矿给挖出来 雕哥看了一眼地图 心中盘算着接下来的挖矿计划 七天时间挖一条矿脉 时间真是够紧的 分成五个小队 分别前往这五个地点 谁若是找到了矿脉 就赶紧通知其他人 一定要抓紧时间 在雕哥的安排下 一群人分成了五个小队 朝着长生谷的入口处进发 然后 就在这时 前方的荆棘之中 突然射出了 树根黑色的木刺 几个玩家一不留神 被木刺给射中 直接倒在了地上抽出了一会儿 就成为了一具尸体 小心 低息 有人大吼道 刷刷刷 五个小队此刻 慌得一批地并拢在一起 紧张地注视着前方 然而 并没有发现这些木刺 是从什么地方射来的 雕哥 妖兽呢 怎么没看见妖兽 会不会是闹鬼了 熊二 缩着脖子凑到了雕哥的旁边 雕哥也是一脸猛逼 看了半晌 也没有看出个名堂 感觉敌人 仿佛隐身了一样 兄弟们 不要慌 区区一头隐身妖兽而已 三侧小蒙星没见过世面 就让雕哥 再给你们露一手 雕哥说着 就朝着前方走去 他打算以身试法 将这头隐身的妖兽 给吸引出来 然后将之解决掉 刷刷刷 雕哥 刚刚走出没有多远 就听见密林之中 竖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哼 雕虫小戒而已 急风步 面对这些偷袭而来的木刺 雕哥施展出了自己的身法技能 旋转 跳跃 翻滚 然后稳稳落在了地上 非常完美 看见没有 就这就这 轻而易举地躲了过去 雕哥回头得意炫耀 等等 雕哥 你的屁股后面 什么 屁股后面啊 雕哥忽然感觉自己的菊花一阵疼痛 用手一摸 赫然是一堆木刺 直接将它射成了一个刺猬 砰 下一刻 雕哥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众玩家 卧槽 雕哥 你肿了 熊二等人愣了一秒之后 急忙上前查探雕哥的情况 此刻 雕哥一脸苍白 表情如同拉不出来一样 咬牙切齿 死又死不了 就是贼只儿养 养得非常难受 熊二 赶紧给我吸一下 我后面中毒了 熊二 不对 我前面好像也中毒了 有点肿大 你也赶紧给我吸一下吧 雕哥艰难地低头 看着自己下半身 瞪大眼睛 裤子都快顶不住了 这什么毒啊 竟然如此的凶猛 啊这 熊二还没有拒绝 此时密林之中 又有树道尖刺射了出来 直接将熊二 射成了一个马蜂窝 熊二死不明目 旁边众人见证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犹豫了几秒钟后 草 你不跑吗 对啊 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马德 跑啊 这妖兽太可怕了 愣了一秒 剩余玩家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化作了一窝蜂 跑了个无影无踪 打了半天 连妖兽的身影都没有见到 感觉对方就是在降维打击 这怎么玩 雕哥望着众人消失的身影 艰难地抬起了手 我特么还没死呢 这群沙雕 连老大都不要了 我堂堂天庭神朝的代言人 雕哥 就这么没有排面吗 天庭神朝 哎呀 小神 救命救命啊 一群从主神殿之中复活的玩家 互相对视了几眼 都匆匆忙忙地跑去主神殿的二楼 寻找苏小的帮忙 苏小正在尝试突破 不死神魔之躯第二层 忽然被这吵杂的声音惊醒 有些疑惑地看来 吵吵闹闹的 怎么回事 几个玩家冲到苏小面前 脸上还挂着惊恐之色 小神 我们按照你的计划 前往长生谷 寻找灵金矿慢 没想到 竟然遭遇了非常恐怖的妖兽 非常恐怖的妖兽 苏小皱眉 太极乾坤图上 只是显示了 那处地方有灵金矿 但是却没有标注危险 没想到竟然存在妖兽 我们甚至都没有见到她的在哪 我们就全部都被杀死掉 连雕哥都不是对手 对了 她的攻击手段 是一种木刺 玩家们将自己的遭遇描述的 好像是遭遇到了世界末日一般 让苏小差点都吓住了 直到她听见了木刺两个字 看样子是木系的妖灵 这样 你们去找宇文老师 让她安排一些人 帮你们渡过难关 灵金矿麦的事情 一定要抓紧时间 木系妖灵 其实也是一种妖兽 属于植物系 玩家们没遇见过 不知道也正常 不过 边陲荒域这个地方 竟然还存在木系妖灵 让苏小有些意外 毕竟 木系妖灵在这片区域 是很罕见的 苏小将信息传给宇文老师之后 再一次开始了自己的事情 玩家们则是跑去找到了宇文老师 宇文老师正在和张大仙等人交流着 啥 木系妖灵 让我去吧 正好我现在体内洪荒之力爆发 忍不住想要操练一下 张大仙自告奋勇 苏小帮助他将境界提升之后 张大仙心仰了一批 恨不得找个人暴打一顿 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 好 那大仙就你去吧 宇文老师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 熊二等人带着张大仙 来到了长生谷的入口处 雕哥此时还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口吐白沫 卧槽 雕哥竟然还没有死 不愧是我们雕哥 这批后的一批 这样都毒不死 玩家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啊 雕哥听见这话 差点吐血而亡 兄弟们 快救救雕哥吧 他还是个孩子 舅 咋舅啊 你会解毒吗 可以吸出来啊 你去吸 干脆给雕哥一刀 让他自己复活去吧 玩家们实在不忍心 雕哥承受这样的痛苦 打算解放他 让他复活 等等 我有办法 此时 雕二忽然开口道 雕哥 我帮你找了个专门吸吐的 众人疑惑的时候 只见雕二从包里掏出了一条蟒蛇 雕哥 你放心 这蟒蛇没有毒 我经常用 让他帮你吸 保证你爽歪歪 我操 我操 我操操 玩家们震惊地无语凝艳 蟒蛇吸吐 这主意简直不要太屌 那啥 甚至还能爽一下 啊 山谷中 响起了雕哥的惨叫声 十分钟后 雕哥终于站了起来 运弓将毒素排出体外 我操 从来没有体验过人蛇 这最爽的一批 难怪许仙会爱上白蛇 雕哥表示 你们要不要试试 众玩家 别逼逼了 木系邀灵在哪 张大仙看着这群二笔 实在无语 你嘛 你们是来挖矿的 聊着聊着 怎么就骗了 难怪小神都不愿意把雕哥当作高端玩家培养 这货压根就靠不住 大仙 这里就是长生谷的入口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木系邀灵是个什么东西 你自己去试试吧 玩家们有些害怕地将张大仙往前推去 张大仙撇了撇嘴 向前走去 刷刷 树枝木刺飞射而来 被张大仙的疾风部轻松躲过 就这 简直不要太简单 张大仙冷哼 雕哥要吐了 都是一样的技能 为什么张大仙就能轻松躲过 他去局部地区失守 这特么是为什么 随着张大仙撇前进 一轮接一轮的木刺袭来 数量越来越多 嗯 增加难度了 有点意思 他现在可是二接一星的存在 竟然也感受到了一点压力 移形幻影 张大仙很快化作了一串残影 再次躲过 刷刷刷 木刺数量再次增加一倍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五连移形幻影 最终 张大仙施展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 成功地劈开了最后一轮 足足上百木刺宛如大雨之中穿梭 不沾任何一滴雨点的侠客 哈哈 我看见这木戏妖灵了 等我解决了它 刷 就在此时 张大仙发现又是一根木刺袭来 这根木刺手右臂粗大 体型稍微大一些 一行 张大仙想要顾忌重施 但骤然间 这根木刺化作了漫天木刺 将它笼罩其中 我曹你妹 这是天女散花 一声吐槽过后 张大仙跪了 俨然成为了一个刺猬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尼玛怪物竟然也会 你爱惜我那儿的天女散花 关键是 他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感觉这个长生骨一点都不简单 啊 这 雕哥等人本以为 张大仙已经完美通关 能够将这可恶的木刺妖灵解决掉 没想到 张大仙竟然在最后关头跪了 这可是享受了超级VIP待遇的张大仙 啊 看见没有 不是雕哥我不行 而是敌方的火力实在太凶了 雕哥还在之前自己一通操作 局部失手而感到憋屈 现在一下子爽多了 那雕哥 大仙都没辙 我们怎么办 这个任务还能完成吗 有玩家问道 雕哥想了想 不要慌 这是肯定有办法的 硬的不行 我们就来软的 雕哥眼珠子转悠着 思绪已经飞扬起来 满脑子的骚操作 似乎还没有能难倒他雕哥的事情 他为了成为赤岩虎虎王 连局部地区都能陷出去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天庭神潮 主神殿 一道光芒闪过 张大仙复活了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 让自己的表情稍微不那么尴尬 然后冲了出去 咦 大仙 你这么快就搞定了 正好 宇文老师朝着主神殿走了过来 随口问了一句 张大仙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硬着头皮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下 宇文老师听完就震惊了 张大仙他的实力 竟然也栽了跟头 那这个问题 似乎不是想象中那么好解决的 我只是大意了 下次让我再遇上 我肯定能避开 但是我发现 发射这个木刺的木系妖灵 不是一个 而是一片 什么叫做一片 你懂吗 越到后面 发射越密集 几乎是不可能依靠闪避通过的 张大仙详细分析着 在最后时刻 他见到了那些发射木刺的木系妖灵 是一种浑身长满了毛刺的藤蔓 这些木刺 就是藤蔓上的密密麻麻 数都数不清 所以 唯一能通过的办法 就是将这些木刺挡下 荒天地啊 捏地他们出手吧 利用你假树组成防御圈 就可以接近这些藤蔓 将他们搞定 张大仙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土墙挡藤蔓 简直完美的一批 行 那我让荒天地啊 捏地带人和你们去一趟 语文老师点了点头 随即联系了 荒天地啊 捏地 长生谷内 高耸万丈的悬崖 围成的狭长宽阔峡谷之中 不少大树正如铜人一般行走着 最终汇聚到了某个古老的石台前 石台宛如一个祭坛 上面长满了青苔 给人一种沧桑久远的感觉 在那里 一颗闪烁着青光的枯木静静地立着 在最顶端的地方长着一颗嫩牙 在这颗枯木的下方 则是散发着浓浓的黑色魔气 但是魔气虽然不停地往外冒 却被束缚在了一个范围之内 一点也没有外意 鲜明的对比 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 仿佛光明和黑暗的对峙 天要变了 长生谷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 从现在开始彻底封锁长生谷 此外 所有树族族人一律不许外出 守护我树族境地 应对此次劫难 枯树某个时刻 发出了一道声音 朦朦胧胧 听不出男女 是 柳神 所有树族之人 纷纷应了一声 显得恭敬无比 柳神 刚刚传来的消息 入口处的长生谷碑被攻击了 有生灵闯入 我们要如何办 这时 一棵大树从远处快速行来 对着枯木攻声道 什么 其他树族的同胞 都用震惊的眼神盯着这个树人 将它们撵出去吧 尽量不要太残忍 总之 不要让异类进入长生谷 柳神淡淡地说了一句 再也没有了声音 是 长生谷入口处 雕哥等人正在想办法 张大仙 荒天地呀咪地 已经带着人前来支援 我草 呀咪的也来了 兄弟们 支援来了 咦 才这么点人 雕哥现在还没有头绪 见到援军到来 不由喜笑言开 荒天地呀咪地 顿时就不爽了 瞧不起我们尼甲特攻队是吧 不就是一点目次吗 小意思 来的时候 张大仙已经和 荒天地呀咪地 交流过了 发射目次的藤万妖灵 也就是二阶三星的实力 只要能够突破目次攻击 就能够将之轻松斩杀 防御目次 尼甲数凝聚的盾甲 再合适不过 二阶三星的攻击力 对现在的他们而言 就是小儿科 完全可以挡住 盾甲不被破掉 就不用担心中毒的问题 待会儿 我们施展尼甲数 组成防御盾 将大家护在中间 一旦突破了攻击距离 大家就全力出击 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麻烦 荒天地呀 咪地 吩咐道 好嘞 大家伙和解了一下 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大地之盾 给我起 随着 荒天地呀咪地 一声低含 周身飞出了 十块金铁打造的碎片 组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块巨大的盾牌 与此同时 他身旁的数十个玩家 也凝聚出来 盾牌将大家伙 护在了中间 几十个人一起缓缓 向前推进 宛如一个巨大的甲壳虫 刷刷 此时 之前出现的木刺 再一次袭来 啪啪 一根根的木刺 打在了大地之盾上 只是让防御盾晃动了几下 并没有造成有效的破坏 卧槽 这防御力这么流鼻 不少玩家都震惊了 哼 开玩笑 这是我刚刚通过 太初这张卷舞 领悟出来的 专注防御 荒天地呀咪地 自傲地说道 盾了一下 又补了一句 我可不是雕阁这种菜逼 天地哥 你飘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雕阁很生气 他一定要证明自己 刷刷 木刺更加密集 荒天地呀咪地 感受到一丝的压力 不死神魔之曲逆三转 几分钟后 在荒天地呀咪地等人的帮助下 大家伙终于见到了罪魁祸首 荆棘之词 特么的 兄弟们 砍他 撤去了大地之盾的刹那 一群玩家从里面冲了出去 速度最快的 救赎 张大仙和全身都是雕 毕竟两人因为这荆棘之刺丢了脸 荆棘之刺并不能移动 面对近身攻击的玩家 完全无法逃跑 很快就被玩家们解决掉 一个巨大的窝口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通向了远处的峡谷入口 哎 雕哥 不是我瞧不起你 就这就这 实在没有什么难度 荒天地呀咪地 摇了摇头 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这个时候 自然要好好在大家伙面前 装装逼才行 但是 就在这时 荒天地呀咪地的脚下泥土 突然裂开 一根黑色的触须 顺着他的脚踝 将他整个人缠绕成了粽子 然后拖入了地底 众人 装逼遭雷劈呀 这么的 小心 花音刚落 众人脚下的泥土 纷纷裂开 一根根的触须 将众人包裹 其中扯入了地底 竟然一个也没有留下 全军覆没 一个也没有留下 支援了个寂寞 然而 接下来的事情 就仿佛捅了马蜂窝 不仅这些被抓的玩家 感到折磨 令整个天庭神潮 都感到无语的事情发生了 漆黑的空间之中 不时传来了 滴答滴答的水声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只有微弱的光芒 从缝隙之中照射进来 在洞穴之中 许多藤条编制的木球 掉在空中 里面困着 刚刚被拖进这里的 张大仙等人 没错 张大仙等人 错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拖入了这个地方 困在了木球之中 卧槽 兄弟们都没事吧 这是哪儿 张大仙缓了缓 开口问道 没事 我也没事 一阵回应之后 大家伙发现 竟然没有一个人死去 这就有点离谱 按道理 不应该是拖进来之后 一顿残虐 然后指着鼻子威胁一番 就凭你们这些小喳喳 也想闯入这里 然后杀掉 兄弟们 他们不动手 我们就赶紧溜 区区木条 也想困着我们 真是搞笑 看我烈焰掌 雕哥迫不及待地 凝聚出了火焰 想要将木球烧毁掉 但是烧了半天之后 发现毛用没有 卧槽 这什么鬼 防御比较高 我是试用刀 张大仙拿出了 随身携带的两把匕首 开始切割 一阵凶猛的操作后 发现只留下的几道 粗浅的痕迹 我特忙 张大仙也猛了 防御力这么强了吗 不死 刷 张大仙正想施展 不死神魔之躯的时候 忽然之间 囚龙之中 传来了一阵 令人麻痹的气息 旋即 他就感觉自己浑身无力 连握刀都困难 哎呀 怎么回事 我使不上镜了 我也是 好麻啊 怎么办 越狱失败 兄弟们怎么办 现在连自杀都好像不行了 玩家们 一下子顿时慌了 乌七麻黑的地方 完全失去了身体控制力 也不知道敌人在哪 想要做什么 未知的恐惧令人 头皮发麻 你麻的 有本事来单挑啊 你爷爷 我让你一只手 来人啊 有人吗 来杀我啊 握日你仙人版版 十八代祖宗 雕歌的怒骂声 在洞穴之中 不停地回荡着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回忆 天庭神潮 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点 语文老师 看着面前的 雄二眉头皱的老高 老师 救雕歌他们 他们被地下伸出来的 触手给拖走了 现在都没回来 雄二 从头到尾 把事情又捋了一遍 他之所以能够 回到天庭神潮 还是因为临终时刻 雕歌踹了他一脚 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什么 语文老师 听完顿石头大了 幽冥神潮的第二波 攻势来临之际 被抓了这么多玩家 其中还有几个高端玩家 到时候 如何能够抵挡得住 幽冥神潮的进发 完蛋 我们大意了 天庭神潮四大军团 听我号令 随我一起 前往长生谷 语文老师 很快通过聊天频道 下达了命令 正在忙活的众玩家 此刻纷纷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老师咋了 幽冥神潮来了 不会吧 不会吧 生产队的驴兜特梦 不敢这么款 面对大家伙的疑惑 语文老师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卧槽 被抓了 走走走 赶紧 别当个时间了 赶抓我们第四天在 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几百个玩家 浩浩荡荡地前往长生谷救人 语文老师 看了一眼 主神殿所在的地方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转头 跟着大部队而去 长生谷 战斗的痕迹 依系能看清楚 语文老师 等玩家停留在雕割等人 消失的机密开外 仔细地打量着 想要看出来危险所在 但是看了半天 却仍旧没能看出个所以然 让我来吧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最终站了出来 朝着前方走去 同时 他摒弃宁神 时刻准备着出手 刷 就在他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之间地面裂开 一只触手突然伸出 朝着他缠绕而来 寒冰烈焰拳 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连躲都不躲 直接粗暴地一拳轰去 这根触须遭遇重创 瞬间瓦解缩进了地面 卧槽 这就是狠人小姐姐吗 太强大了 哦 无敌刚啊 我喜欢 不知道他有没有男朋友 你怕是想死 没事 我就喜欢被他虐啊 来吧 用小皮鞭抽我的小皮鞭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一出场 瞬间就收获了许多三册小迷地 刷刷 就在这时 又是树根触须 从地面伸出弓向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 轰轰轰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全忙绽放 一顿爆锤 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触手 再次搞定 不过因为数量太多了 导致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不得不后撤 躲避开攻击 各位 现在局势大致明了 这触手出手的地方无法判断 但是提高警觉的话 还是能够提前预判的 他们之前应该是被偷袭 导致反应不过来 才中了招 现在我们一起上 抓住这触手 直接把这家伙拔出来 询问刁哥他们的去向 语文老师根据自己的观察 很快制定出了作战计划 大家伙听完 也觉得非常的合理 好 就这样吧 兄弟们 冲 呼呼呼 一道道身影冲向前方 刷刷刷 此时 地面裂开 露出了一个个的大洞 在我面前逞强 找死 一个玩家盯准了这个洞穴 然而洞穴出现之后再无动静 反而是旁边 出现了一个新的洞穴 从里面闪电般伸出了一只触手 将这个玩家抓了进去 卧槽你嘛 这狗比东西耍鹰的 哎呀 大意了呀 一瞬间 不少玩家被抓了进去 后撤 救人 语文老师大惊 急忙冲大家吼道 大家伙正打算撤离 却在此时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还凭整的地面 突然之间裂开了一个接一个的大洞 许多能够逃离的玩家 身形不稳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瞬间被那些触手给抓住 扯入了其中 更多的触手从地下伸了出来 密密麻麻 遮天蔽日 宛如胡须 让光芒都暗淡下来 卧槽 怎么这么多 见到这一幕 玩家们彻底梦了 这是开挂了吗 我们被勾引了 太危险了 玩家们此刻终于反应过来 之前的一切都是假象 目的就是 将他们所有人吸引过去 然后完成团灭 这要是团灭了 那还得了 天庭神潮可就完蛋了 老师 快想想办法 玩家们此刻彻底慌了 就在此时 忽然感受到了一阵炙热的气息 玩家们随即看见空气之中 一朵朵微小的火红色莲花绽放开 花瓣飞速旋转 直接将这些触手给烧断 不少玩家因此得救 被这火红色莲花灼烧的触手 疯狂地回缩 仿佛受惊的小鸟 隐隐中还传来了一阵痛呼声 啊 是小神 小神来救我们了 见到身后赶来的苏小 玩家脸上的惊恐表情 化作虚无 转为星系 此时 苏小手中一只巨大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飞向了地面 在空中的时候 化作了漫天的剑雨落下 直接将那些尚未缩回去的触手给动住 几个闪烁之间 苏小就出现在了触手中央 神力流转化作了一只大手 揪住了这些触手 猛地往外面扯 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 逆魔之躯 恐怖的魔躯再一次出现 大手力量成倍增长 竟然是硬生生地 将地下的东西给扯了出来 众人这才看清楚 这家伙像是一个萝卜 但绝对不是萝卜 而是一种叫做天门冬的植物 咔嚓 无数根须断裂 这颗天门冬疯狂向后爬行 拉开了距离 一脸震惊地盯着苏小 你这是什么火 竟然能够如此轻松地烧断我的根须 名叫丹巴的天门冬中间 裂开了一道口子 蠕动着吐出了一句话 没想到 竟然是三阶的木系妖灵 难怪 三阶木系妖灵 比苏小境界还要高 玩家们吃了大亏不稀奇 怎么回事 苏小没有理会丹巴 而是盯着狼狈不堪的玩家们 皱眉问道 小神 是这样的 语文老师有些羞愧地 把事情说了一遍 若不是他轻敌 恐怕这次不会败得如此惨烈 这和你没有太大关系 是我轻敌了 我若是知道 这里存在三阶木系妖灵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这下可好了 被抓了这么多的玩家 天庭神潮战斗力直线下降 大萝卜 我们小神清零 你不是他的对手 赶紧放了我们的小伙伴 否则嘿嘿 有了苏小 玩家们底气也足了许多 大萝卜 丹巴听了 气得胡须都抖动了几下 我是天门东 我叫丹巴 不叫大萝卜 他最讨厌 有人叫他的大萝卜 我不管 你赶紧放了 我们小伙伴 闯我长生谷 杀了我同胞 还想让我们放人 长生谷不是你们能够进入的 十项点 赶紧滚蛋 否则你们 没有好果子吃 丹巴两根根须插腰 一脸傲气地威胁着 有喝 玩家们不乐意了 正想回怼 却被苏小制止 你放了他们 我们马上离开 如何 我们来此并无恶意 只是为了求助一件事情 目前情况 临近矿脉的事情 只能放一放 先把玩家们救出来再说 若一直被困着 那可真是麻烦了 木系妖灵 大多数都是比较和气的 只要客气一点 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不行 他们攻击了长生谷碑 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你们赶紧滚吧 一个月后 他们自然会回来 丹巴回应道 数族向来热衷于和平 所以没有对雕割他们下手 但也就是因为热衷和平 反而制约了第四天灾 让他们无法动用复活能力 攻击长生谷碑 就是对长生谷的亵渎 若是不小小的惩罚一下 那长生谷的尊严往哪放 攻击长生谷碑 苏小转头看着众人 是雕哥 雕哥他为了装逼 出手打了那块碑 关键是还没打碎 熊二弱弱的 噗 玩家们要吐了 尼玛 又是雕哥这货 该打 实在该打啊 你他妈没事去打别人石碑做毛线 现在好了吧 闯了弥天大祸 我就知道 雕哥不堪大任 算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 这大萝卜不答应 就砍他 小神 干他 玩家们纷纷表示 要砍丹巴这个大萝卜 丹巴更生气了 好好 一群一类 我丹巴不发威 你们当我是病猫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丹巴的厉害吧 三千触须大盗 呼呼 丹巴的身上 一根根的触须 肉眼可见地长了出来 在空中乱捂着 触须之上 电闪雷鸣 缠绕着恐怖的气息 给人非常震撼的视觉 卧槽 这什么技能 好恐怖 三千大盗 我尼玛 这游戏还有三千大盗 这不是玄幻小说里的 玩意恐怖技能吗 难道说 这就是大盗的气息 玩家们都惊呆了 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纷纷朝着后面退去 躲在了苏小的后方 苏小也惊呆了 忍不住退后了一点距离 三千大盗 在这个世界 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大盗这玩意 目前为止它 只在古书上见过 存在于传说中 只要一缕大盗的气息 就能镇压一方世界 区区一个三接木系妖灵 怎么可能领悟大盗 但 苏小的确在这些触须上 感受到了一阵阵 恐怖的气息 感觉不太像是假的 所以这当中 肯定存在古怪 苏小也不愿意 以身犯险 一时之间有点犹豫 卧槽 下一刻 丹巴的操作 直接让苏小 待置在了原地 忍不住吐出一句 就连玩家们 也都无语凝言 这泥马 三千大盗 果然恐怖如斯 丹巴的这些触须 并不是攻击苏小等人 而是化作了 无数只脚 拔腿就跑 那速度 感觉就像是 踩着风火轮一样 像是一阵风 跑 跑了 哎呀 他跑了 他在我们面前装逼 装了逼就跑 玩得好刺激啊 歪日 被一个大萝卜给欺骗了 玩家很快反应过来 这丹巴肯定是打不过苏小 所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演化出幻象 对众人进行威慑 只需要一丁点时间 他就能跑得远远的 脱离危险 这泥马 大萝卜太狗了 耸得一批 从未见过 玩家们吐槽的同时 苏小已经追了上去 丹巴要是跑了 到时候被困住的玩家们 如何营救 丹巴显然不会预料到 苏小能够施展出 五连疑心幻影这种操作 当苏小抵达他身后的时候 差点吓得他一个猎解 不要追我 否则你会后悔的 啊 可恶 你若是没有那种火焰 我是绝对不会怕你的 秀 丹巴即将被苏小追上的时候 脚下的触须伸入泥土 直接钻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嗯 苏小见状 凝聚出了一个 电光毒龙钻跟着追了进去 我 擦 丹巴差点吓尿了 这个人怎么什么都坏 我跑 我跑 我跑跑跑 于是乎 一幅滑稽的追逐画面 出现在玩家们的眼中 丹巴使出了吃奶的镜 还是被苏小 从后面慢慢拉进距离 眼看就要抓住他的时候 一边抖声 一股黑绿色的液体 迎着苏小喷射过来 四散而来 拦住了苏小的去路 苏小急忙 凝聚出了一层火焰屏障 挡在了面前 噗哧噗哧 火焰将液体蒸发 散发出了腥臭的味道 但因为这片刻的阻拦 苏小也被丹巴拉开了距离 刷刷刷 又是树到液体水溅袭来 将苏小拦在了原地 映入眼帘的一幕 让苏小瞳孔微缩 竟然闯入了一片 食人花的领地 这些食人花 和其他的食人花手段 有些不太一样 并不是等食物送入口中 趁其不备将之吞噬 它们拥有了飙射毒液的功能 可以进行远程攻击 关键是 这些毒液 具有腐蚀的特性 让人不得不防 都说了 让你不要追我 你不信 你有援军 我也有援军 最后奉劝你一句 长生骨不是你能想象的地方 你要真有本事 闯入入口处 让我们老大 对你们感兴趣 那我还挺佩服你们的 丹巴走了 拜拜我的朋友 丹巴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转身快速离去 将苏小和玩家们 晾在了原地 苏小望着这片 数量恐怖的食人花领域 陷入了沉思 啊 竟然让他跑了 这下可咋办 小神 难道我们真要让 雕哥他们被关一个月 到时候天庭神潮就没了 玩家们心里充满了紧迫感 不会吧不会吧 我才刚刚玩这个游戏 就要隔屁了 我特么花了一百万买的账号 三测玩家 有种吐血的冲动 苏小看了看远处 气势汹汹的食人花 犹豫了一下开口道 不可能不救他们 但是 我们得先探查一下情况 尤其是长生骨内部的情况 你们在这里 等我一下 半个小时后 苏小再次回到了原地 脸色有些难看 长生骨四面 都有守护的木系妖灵 而且还不止一层守护力量 玩家们一番斗争之后 入口处的守护力量 反而是最弱的 至于长生骨内部 苏小没能进去 电光独龙钻挖洞 挖到一定的距离之后 就会遭遇到一层 特别僵硬的岩石 根本就挖不动 这倒是让苏小更加好奇 长生骨之内 到底有什么玩意 能够让这些木系妖 灵守护得如此严密 小神 如何 语文老师等人走上前 咨询情况 苏小摇了摇头 股内进不去 如果要进去的话 只能攻打 但是 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 这些木系妖灵 虽然耽搁的能力不强 但是数量众多 手段诡异 让人防不胜防 谁知道闯过了 这片食人花领域后 还会遭遇到什么 难道 我们就这样放弃了 那天庭神潮 岂不是完蛋了 玩家们 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苏小摇了摇头 绝不放弃 按照丹巴的话 我们只要攻打到入口处 将股内的主宰 吸引出来 然后和他进行谈判 不管攻得进去 还是攻不进去 我们总得要试试才行 苏小思绪急转 最终做出了决定 营救被困的玩家 很重要 长生股内的灵精矿脉 也很重要 一路行来 苏小和玩家们 经历了一次次的劫难 但还没有哪次 彻底将他们难倒 好 那就战 所有玩家集合 我们随小神 一起征战长生股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语文老师 很快就集合玩家 准备战斗 咚咚咚 无奈 德马西亚 则是拿出了战骨 为了我们的伙伴 出击 在苏小的带领下 一群玩家 朝着峡谷入口处 进发进入了 这片石人花领域之中 扑扑扑 在玩家们进入的刹那 这些石人花 就喷射出了 一串串的毒液袭来 冰盾 火盾 土盾 玩家们纷纷各展神通 施展出防御之盾 将毒液挡下 扑扑扑 然而 这些毒液 落在了力量凝聚的 防御盾之上 恐怖的腐蚀之力 很快就将玩家们的 防御盾消掉 唯有苏小受到的 影响小很多 卧槽 这毒液泥马 这么厉害 这还玩个锤子 这游戏 果然变态 刷 此刻 苏小直接拿出了 猎炎弓 射出了一只 冰火两重天之剑 想要解决远处的石人花 但是 冰火两重天之剑 还没有到跟前 就被树到毒液营上 恐怖的腐蚀之力 抵消大部分威力 落在这石人花身上的时候 已然造成不了 太大的伤害 这 石人花的毒液 腐蚀之力 竟然加强了 这些木系妖灵 竟然还会伴猪吃虎 苏小一颗星 沉到了谷底 这下可真是惨了 连他都很难突破 这石人花防御阵 玩家们 就更加不用说了 该如何办才好 哎呀 这些毒液 为什么可以腐蚀我的灵气啊 卧槽 我的手指差点磨了 兄弟 你脑袋少了半边 你没感觉吗 我左 我右 我旋转走位 老玩家还比较好 三侧萌星就惨不忍睹了 缺胳膊的 缺脑袋的 还有肚子 被腐蚀出一个洞 还在秀操作的 上蹿下跳 一通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绩0-5 苏小看了一眼玩家们 发现火系 兵系 精系的玩家们都很惨 唯有土系玩家的拟甲数 应该可以冲入 对食人花造成 可观伤害的距离之内 但是 实力比较强的 荒天地啊 咩的 等擅长你假数的玩家不在 剩下的人 完全不足以掩护大家伙 达到预想的目的地 荒天地啊 咩地 他们是被抓进去了对吧 苏小看着 宇文老师 想要确认一下自己的想法 嗯 没错 他们是第一批 被抓进去的 如果有他们在的话 那我们 或许能够接近 这些食人花 进入攻击范围之内 宇文老师 此刻也看出了 苏小的想法 若是有十几个人联手 施展出盾甲 就可以形成一个 巨大的屏障 将毒液挡在外面 这样 三测萌新 就不要参加了 留在外面学习经验 老玩家和我一起 我亲自凝聚 土之盾甲 送你们进入攻击范围 你们以最大的能力 斩杀食人花 看看效果 苏小决定 这样尝试一下 目前 也只有这个办法 他需要维系土之盾甲 自然是无法腾出手来攻击 唯有 看玩家们的表现了 刷 苏小手掌之上 神力涌动 光芒闪烁 一面巨大的土之盾甲 就在他的面前凝聚 形成了一座城墙一般的防御臂杖 为了加速 苏小还动用一些风系力量 近百个玩家躲在后面 迅速地朝着食人花领域推劲去 这是 风系和土系的结合 可以加速土之盾甲的凝聚 不远处 ID永远低神 眼光闪烁 仔细地观察着 神哥 风系和土系真的可以结合吗 忽然间 旁边传来了一道好奇的声音 永远低神看过去 发现是一个不太熟悉的面孔 貌似是二侧老玩家 ID 风之我爱小罗罗 你也是二侧老玩家了 在天书学院进修过的 难道不知道 我们第四天灾 可以调动多数性力量吗 永远低神 有些疑惑地盯着这家伙 风之我爱小罗罗 急忙解释 神哥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深层的融合 譬如用风之力 调动土之力 风之力 调动土之力 听见这 永远低神 用震惊的目光 盯着这个家伙 有点想象力啊 但是 这能行吗 风属性 却催动土属性力量 那不是越界了吗 搞不好会自我爆炸的吧 说说你的想法 永远低神 来了兴致 与此同时 苏小已经守护着玩家们 来到了石人花的面前 玩家们找到了攻击的机会 自然不于一力地 对石人花 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可效果不是很好 石人花的数量太多了 这些腐蚀之力 又可以抵消他们的力量 往往需要几个人才能够搞定一朵石人花 若是苏小能够顶住的话 那自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关键是 苏小压力是最大的一个 近百石人花都将攻击目标瞄准了苏小 若不是苏小实力强悍 早就撑不住了 撤 某个时刻 苏小觉得自己必须要休整一下 只能掩护玩家们撤退 撤退的途中 苏小也意识到 这似乎不是办法 这样的消耗 对他而言过于巨大 却收效甚微 如果有谁能够扛住这些毒液攻击 腾出一点时间 让他施展九幽天灾浴火的话 或许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 解决掉这些石人花 难 小神 这样下去 只怕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才能够突破这个石人花领域 语文老师忧心忡忡 这样太过于浪费时间 碰 忽然之间 一阵爆炸声吸引了大家伙的注意 转头望去 就见到一个玩家 竟然自爆了 我擦 什么鬼 难道有鬼吗 他为什么会自爆 兄弟 你别吓我 这附近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 玩家们猛逼 就连苏小也很疑惑 按照他的判断 这附近除了石人花之外 压根就没有其他妖灵 至于阴灵这种东西 几乎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怎么回事 苏小看着旁边的永远低神 问道 小神 别紧张 这家伙在尝试 将风属性之力 和图属性之力彻底融合 利用风属性力量 跳动图属性力量 嗯 众玩家不由一愣 真正融合 风属性力量 这怎么可能 都这个时候了 这位兄弟 竟然还在搞这些超自然研究 各位玩家嗤之以鼻 苏小却是眯起了眼睛 这家伙 竟然已经领悟到了这一层了 属性力量之间的融合 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两种属性 共用 还有更深层次的相互交融 也就是你中我有 我中有你 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借用和催动 图属性之力 擅长防御 但速度方面很差 若是可以真正融合风属性力量的话 那么就不是简单的 力量的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 已经晋升为阉割版的五行原力 即便是阉割版的五行原力 也能使神迹的威力大大提升 若真正的五行原力 那么就可以施展出一些禁忌之术 但想要真正的融合很难 属性融合 力量品质提升 这也是 太初这张卷武中的关键点之一 刷刷 就在大家吐槽 苏小沉思之际 一道身影已经风风火火地跑来 脸上挂着兴奋之色 成了 成了 我成功了 我有办法抵挡这些石人花的毒液了 风之我爱小罗罗 冲大家伙大好道 成了 苏小震惊地望着这个家伙 眼中充满了期待之色 风和土的完美结合 阉割版的五行原力 真的给弄出来了 在玩家们的围观之下 风之我爱小罗罗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土黄色的葫芦 葫芦上面系着一根长长的袋子 上面还刻画着 一个特殊的符号 我去 这家伙是在扮演我爱罗 尼玛 难怪这名字有点熟悉 好家伙 风之国 沙影村的第五代风影吗 难道说他领悟的是我爱罗的沙之盾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是传说中的空沙防壁吧 不少玩家已经看出了一点眉头 听见这些话 苏小心中也有了一些猜测 作为地球穿越过来的人 自然是知道 火影忍者 这个动漫的 这个葫芦的造型 就是该动漫之中封印 我爱罗背在背上的玩意 玩家之中 不乏二次元爱好者 有人扮演我爱罗 也不奇怪 只要他们在不断地变强 苏小就不会阻止 风盾 沙之力 流沙千鸟 风之我爱小罗罗 走到了神花的攻击区域 一声低吓 捏了一个手印 旋即他的身上 出现了一道道的狂风之力 将他包裹 地面的泥土 化作了沙尘盘旋在了 风之我爱小罗罗的四周 化作了一只只的千纸鹤虚影 看着非常的酷炫 好家伙 我们都猜错了 我去 还以为是抄袭 结果是自创 技能效果出来的时候 玩家们就知道 大家伙都猜错了 唯独苏小目光炯炯 闪烁着震惊之色 因为 他竟然在这个技能之上 感受到了一股 属于三品神技的气息 自创三品神技 这是什么概念 一般而言 需要达到灵神境界 才能够自创三品神技 灵神境界 就连天书学院的院长云之天 也未曾达到 玩家们有了 太初之章 眷武 指导 融合真正意义融合的风 土霜属性之力 形成阉割板的五行原力 再加上自身所有用的创造力 和实验能力 这就促成了 风之我爱小罗罗 自创三品神技的条件 虽然只是三品下集 但已经相当厉害 放在外面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可是原力神技 威力至少相当于 单属性神技的两倍 刷刷 挤到毒液 朝着风之我爱小罗罗 标射而来 风之我爱小罗罗 身边的那些牵纸和虚影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飞向了这些毒液 在即将碰撞之前 化作了一个个小小的臂杖 将那些毒液挡下 防御的效果 竟然比之前玩家施展 各种盾甲效果 还要好一些 关键是 这些牵纸和虚影 都是精准定位 定点防御 减少了自身力量的消耗 在效率上 也大大提升 刷 此时 密集的毒液击射而来 风之我爱小罗罗 的牵纸和不停地消耗 但是脚下风之力 源源不断地输送沙尘 一次又一次地补充 几分钟后 风之我爱小罗罗 竟然推进到了 比之前大家伙 推进距离多两倍的地方 才不得已撤回来 刘逼 秀啊 我的小罗罗 太强了 这技能太酷炫 玩家们对 风之我爱小罗罗 疯狂地称赞着 让他异常地高兴 可惜还不够完善 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否则我应该能够达到攻击范围 并且能一边自动防御 一边攻击 风之我爱小罗罗 谦虚地说道 你说的是这个吗 风之我爱小罗罗 的话音落下 一旁的苏小接过了话茬 与此同时 苏小的身上 风之力盘旋 地面的泥土 化作了流沙 飞舞在他的周身 最终化作了一只只 土黄色的千指鹤 犹如蝴蝶在身旁 翩翩起舞 360度无死角防护 风之我爱小罗罗 这千指鹤是虚硬 但是到了苏小的手中 却变成了食物 风之我爱小罗罗 的防御面积 只有180度 苏小的却达到了360度 另外 凝聚速度也提升了许多 这什么鬼 小神怎么会流沙千鸟之术 玩家们猛了 你嘛 这不是刚刚 风之我爱小罗罗 创造的吗 我的流沙千鸟之术 小神是如何学会的 风之我爱小罗罗 表情呆滞 苏小呵呵一笑 什么叫做你的 你们都是我的信徒 你们的就是我的 主神和玩家之间 签订了主神契约 苏小只要稍微感应 就能够知道 玩家们体内力量的运转路线 风之我爱小罗罗 在运转流沙千鸟 防御之术的时候 苏小就已经发现了 他有些运转脉络不太合理 开始了光速调整的过程 所以 苏小能够在短时间里 将流沙千鸟之术改良运用 玩家们之前自创的技能虽多 可这还是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个三品神迹 A2E 狗策划 将抄袭说得如此明目张胆 冠冕堂皇 马德 这逼游戏有毒 官方带头抄袭 玩家们彻底无语了 风之我爱小罗罗 真的想吐血 你抄袭也就算了 抄袭还能这么留别 还要不要点碧莲 各位玩家 现在我将流沙千鸟之术传授给你们 等你们领悟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下一步的进攻 苏小通过系统 将流沙千鸟的运转技巧 公布给了大家 前路已经铺好 对于玩家们而言 只需要短暂的时间熟悉领悟 就能够使用 所以 时间不会头太长了 长生谷往西北方向几十里远的地方 黑气弥漫的密林之中 一个偌大的山谷 被两边的悬崖所包围 在峡谷之中 竟然有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城池建筑轻易色的呈漆黑之色 上面布满了各种骷髅 幽灵等图案 四周还飘荡着血红色的旗帜 此刻 最中央的大殿之中 身形高大 穿着黑色铠甲的幽灵 端坐正中央 下方则是一个半跪在地 同样穿着铠甲的幽灵 亚西主神 刚刚接到了消息 都统大人会在不久之后降临此地 端坐正上方的幽灵 正是天庭神朝 此次最大的敌人 亚西主神 此刻 他正在听取自己的手下回报消息 什么 都统大人亲致 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亚西主神有些惊讶问道 是为了摩月谷的事情 都统大人怕摩月谷出了意外 阻碍了幽灵主神的计划 都统亲自前来 亚西主神眯起了眼睛 那么 这样我就能腾出手来 全力对付那个小渣渣 哼 上次大意了 损失了三个侍卫 这次我亲自出马 等等 亚西主神 还有件事 都统大人希望您在收拾那个小渣渣的同时 先把长生谷的事情给解决掉 把封印在那里 的东西放出来 所有的事情 务必在15日之内完成 不要影响了幽灵主神的大忌 长生谷的上谷封印 亚西主神再一次一愣 好 我知道了 让剩余六侍卫 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极减 等我从长生谷回来 就带领他们 亲自去灭了那个小渣渣 哼 红蓝之色的光芒闪烁 各种拳头 冰火两重天之剑 超级加特林等黄轰乱炸 一个混乱的战场 出现在长生谷的入口处 有了 风之我爱小啰啰的 流沙千鸟之术 玩家们顺利地通过了食人花领域 但抵达入口处的时候 又一次踢在了铁板之上 这次 不再是远程攻击 又或者暗中偷袭 而是遭遇了一群树人 几个巨大的树人 拦在长生谷的入口处 延伸的枝条 直接将入口封锁的死死的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刷 巨大的枝条 化作了劈在了一个玩家的身上 直接将其劈飞 若不是这个玩家刚刚领悟了 风之我爱小啰啰的 流沙千鸟之术 只怕就会被斩成两节 踏马的 这些树人看着境界不高 为啥实力如此强 玩家们有些猛逼 这些树人的境界 大概也就是二阶 六星到九星之间 但是真打起来 发现压根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类 长生谷不欢迎你们 赶紧离开 你们已经犯下了很大的罪恶 若是真的惹怒了我们 别怪我们不客气 站在中间的一个体型较高的树人 不客气地冷哼道 我们本无意冒犯 只是我的信徒 被你们抓走了很多 所以想要救他们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让你们的头目出来 我们谈谈条件 苏小站在玩家后面并未动手 因为他发现这个长生谷 似乎有点不太简单 所以一直在暗中观察 想要找出关键点 头目 我们柳神何等存在 岂是你说见就见的 另外柳神很忙 也没时间见你们 至于被抓的那些人 按照长生谷的规矩 他们要被关押一个月 以示惩戒 赶紧回去吧 再这样纠缠下去 我们真不客气了 领头这个树人树干中间 裂开了一条口子 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踏马的 一个月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就只有逼你们头目出来了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才懒得废话 一步踏出 一拳轰向了究竟的一个树人 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打 打到敌人福气为止 不知好歹 刷 一个树人只敢延伸 化作了拳头和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碰撞到一起 但他显然低估了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的实力 下一刻 直接被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给轰飞出去 卧槽 狠人妹子流鼻 我也来 一旁的一刀999 看着第一狠人大地 发威也忍不住了 二刀流 终极天锁斩月 刷 一刀999 直接劈向中间那个领头的树人 这个树人见状 枝干上长出了一根根的树枝 编织成为了一道道木质网路 将自身守护得严严实实 刀芒落在上方 一刀999 感觉自己的刀仿佛斩在了泡沫上 顿时被卸去了许多力道 嗯 没事 一刀999见状 差点吐血 老子这么强悍的一击 竟然这么轻松就躲过了 卧槽 这B数人这么厉害 三九屁眼哥 竟然成了刮沙 众玩家忍不住惊呼 刮沙 听见这个词 一刀999 差点气得吐血 老子怎么可能成为刮沙的那个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刷刷 刀芒乱斩 空气割裂 气流乱颤 声势浩荡 无数叶子 从这个树人头领身上落下 飘飘扬扬 一刀999 停止攻击 嘴角冷笑 哼哼 这次总不是刮沙了吧 叔父啊 多年的病叶 终于被刮下来了 真叔父 然而 这个树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差点让一刀999 吐血暴毙 病叶 叔父 我踏马 哦 下化线 哦哈哈 三九屁眼哥被嘲笑了 屁眼哥越学越退不了呀 不少玩家趁机羞辱着 再来 一刀999 准备解开刀上缠绕的绷带 但是 这时候却被苏小给阻止了 数人的天赋 自带防御神通 而且 他还是三阶境界 你就别去刮沙丢人了 噗 一刀999 感觉自己内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那为什么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能一拳打爆 说到底就是一个字 菜 实际上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也没有取得太好的战绩 一番战斗下来 只是勉强压着 那个树人打 压根造成不了致命伤 让我来试试 苏小制止了大家 打算亲自动手 观察了许久 他就发现这些树人攻击力不是很强 但是防御力却是变态 而且持久力和恢复能力也不弱 或许只能通过最暴力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逆神之躯 刷 苏小的身上 一道道金色的神盲绽放 他整个人化作了高达三米的金色巨人 宛如天神下凡一般 神圣而端庄 呼 下一刻 他的右手臂上 暗红色的莲花虚影浮现 瞬间燃烧起来 手型变换之下 一朵超大号的火红莲花 朝着这群树人飞了过去 这群树人感受到这火红色莲花的刹那 神色瞬间就变了 这是 这火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呼 火红莲花爆炸开来 化作了一片火海 将树人笼罩在其中 目前为止 这算是苏小最强悍的一击 无尽的火红灼烧之下 这些树人被烧得嗷嗷叫 和苏小预料得差不多 利用强悍的爆发力 压制他们的恢复速度 就可以对他们造成致命的影响 可恶 这个该死的人类竟然如此强 一群树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叫 想要逃离火海 偏偏却无能为力 只能被活生生地灼烧 几分钟后 火海消失 一群树人就只剩下了焦黑的树干 长生谷的入口 也出现在了大家伙的面前 正当众人想要进入的时候 谷内一道青色的光辉 从天而降 落在了这些焦黑的树干之上 这些焦黑的树干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出了嫩涯 在众玩家惊恶的目光之中 迅速蜕变成了之前的树人 竟然是又活过来了 我草 我草草 我草草草 这一刻 就连苏小也梦了 不过苏小却没想到 因为他刚才的一波团灭 却是让长生谷地下某处地方 发生了巨变 某个大佬存在 被苏小放出来了 这位大佬不是别人 正是始作俑者 全身都是雕 漆黑的空间内 雕哥一边吃着随身携带的烤串 一边鸣思苦想 如何逃离 成为拯救大家的超人 没想到想着想着 竟然睡着了 还做了个梦 梦中是天庭神潮 遭遇幽冥神潮二次进攻的场景 大家快要不敌的情况下 他雕哥一声大吼 从天而降 一己之力 逆转了整个局势 最终成为大家眼中的英雄 受到了妹子的爱戴 苏小的嘉奖 雕哥睡着的时候 空间突然剧烈震战起来 困住他们的木质囚龙 疯狂地颤抖 最终裂开了一个缝隙 蜷缩在里面的雕哥 如同一个皮球一样 从里面滚了出来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卧槽 我泥马 谁 谁在偷袭我的菊花 雕哥只感觉局部地区一阵痛疼 情不自禁地怒吼了一声 地面湿答答的感觉 让他猛然惊醒 原来是一块坚硬的石头 给他来了一下 揉了揉眼睛望去 就见到自己竟然脱困了 我去 雕哥 你怎么出去的 歪日 雕哥快救救我们 特么的 雕哥你开挂了吧 一群还困在笼子之中的玩家 此时都是一脸猛逼加震惊地 盯着地上的雕哥 开玩笑 雕哥我可是天命之子 咦 这里怎么还有个人 雕哥正吹嘘着 发现旁边的角落里 还有一个人 农场主 此时 超级农场主 从地上慢悠悠地醒来 发现自己脱困了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卧槽 我脱困了 我终于脱困了 苍天有眼 感谢老天爷 超级农场主 跪在地上对着老天爷 就是一阵感谢 啪 雕哥啪一下拍在他脑门上 都特么21世纪了 还这么迷信 赶紧救人 两人稍微调整了一下 恢复了大部分实力 就开始救人 但是凭借他们的能力 如何能够破得开这些囚龙 卧槽 破不开怎么办 雕哥和农场主傻眼了 那么 他们两个是如何出来的 要么 我们含泪杀了他们 雕哥提议道 只要杀了张大仙他们 就可以利用玩家复活的特性 回到天庭神潮 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卧槽 好主意 超级农场主 拍手叫好 两人来到了一个囚龙面前 准备施展手段 击杀关在里面的张大仙 但是发现 囚龙表面 似乎有一层特殊的力量 将他们的攻击挡了回去 这 找找有没有机关之类的东西 有玩家提醒道 嗯 两人点了点头合计了一下 就打算去寻找机关 咚咚咚 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从旁边的通道之中传来 越来越近 卧槽 完了 敌人来了 怎么办怎么办 超级农场主 顿时就慌了 他和雕哥两人的战斗力 在这里加起来 就是战武诈 死了倒也无所谓 可却救不了身后的小伙伴们 别怕 我有办法了 雕哥灵机一动 对农场主小声说了几句 此刻 通道里 一个大萝卜正在迅速走来 正是之前和苏小他们 战斗一圈后 趁机逃跑的丹巴 丹巴着实没有想到 苏小他们竟然通过了 恐怖的神花领域 真的打到了长生谷的入口处 甚至 就连入口处的几个树人守卫 都差点没守住 如果不是柳神亲自出手 只怕苏小他们 就真的闯入长生谷了 对于此刻内外受敌的长生谷而言 还真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被困住的那些家伙 没逃出来吧 不然还真有点麻烦 丹巴一边向前走 嘴里一边唠叨着 就在他刚刚转了个弯 忽然就听见扑通一声 低头望去 发现两根黄瓜 跪在了他的面前 低头弯腰 语气惊恐 大人 是我们的错 没有看好这群异类 让他们逃跑了两个 雕哥化身的黄瓜妖灵 颤抖着身躯说道 雕哥等人被关押的时候 就有木系妖灵前来查探 当中有大白菜 花 树人 土豆等 总之感觉 这个长生谷 就是一个蔬菜果园 嗯 丹巴愣了一下 急忙朝着远处看去 就看见了两个空着的囚龙 他脸色顿时狂变 绕着四周晃悠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 雕哥他们的行踪 跑了 竟然跑了两个 一定是那群艺人 在战斗的时候 影响了这里 让他们逃出来了 可恶 竟然让他们 给逃出来了 丹巴气急败坏 一时之间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忽然间 他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雕哥 和超级农场主 这两根大黄瓜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这两个家伙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丹巴眯着眼睛问道 卧槽 雕哥和农场主对视了一眼 暗角糟糕 光想着变形了 并没有考虑到 名字身份这些 这可怎么回答 马德 不会就这么穿帮了吧 玩家们见状 也都紧张起来 怎么办 怎么办 黄 黄瓜一号 他是黄瓜二号 雕哥一咬牙 干脆脱口而出 做好战斗的准备 这些家伙的名字 总不可能和人类类似吧 弄个奇怪一点的 不知道能不能糊弄过去 想象中 丹巴识破他 并且对他动手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你这名字很好啊 比我丹巴要好听很多 丹巴捋着自己的根须 沉印道 卧槽 众玩家傻眼 这特别行 实际上 长生谷之中的许多妖灵名字 都是随意取的 树人数量最少 是长生谷的主宰 小草 花 蔬菜 相当于是喽啰 数量很多 没有谁能记住那么多名字 通常 长生谷稍微有身份一点的存在 都会有许多小喽啰跟随 而且这些小喽啰 随时都在更换 丹巴也只是随口一味而已 丹巴大人的名字 在我雕 黄瓜一号看来 绝对是谷内最好听的名字 雕哥赶紧拍马屁 想要拉近丹巴的好感 哈哈 真的吗 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丹巴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这一波吹得让他无比舒服 你们把这里看好了 有什么事赶紧通报 丹巴说完 就准备离去 丹巴大人 请让我们跟随你 雕哥见丹巴要走 急忙开口 这个丹巴看起来还比较好糊弄 想要拯救张大仙等人 或许得从他的身上下手才行 听见雕哥的话 丹巴愣了一下 跟随我 你要随我去见长老 不行不行 你们两个等级太低了 配不上我丹巴的身份 丹巴急忙推辞道 长生骨虽然不大 但是还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他丹巴带什么 也不能带两根黄瓜 他丹巴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押住大萝卜一族 争取带两个萝卜在身旁 这样就没人说他丹巴是大萝卜 他最讨厌别人说他是大萝卜 那些可恶的大萝卜 天天和自己作对 哼哼 欧警号 没资格 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这个理由 踏马的 竟然被一个大萝卜给鄙视了 雕哥 怎么办 我们被拒绝了 超级农场主通过聊天频道 对雕哥说道 别慌 我有办法了 雕哥沉吟了一下 直接跪在地上 丹巴大人英明神武 盖世无双 美貌与智慧并重 英雄与狭义共存 我对大人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而不可收拾 听大人一言 圣读十年寒窗 看古今风流人物 还属大人 能在此间见到大人 真是我皇瓜一号一生之荣幸 以后定要烧香祭祖 丹巴一愣一愣的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家伙就喜欢别人吹捧他 这正好是他雕哥最擅长的地方 我特忙 雕哥这口才 不去说江上可惜了 我雕 雕哥可真能舔 现实世界里 一定是个舔狗 其余玩家都震惊了 这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丹巴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 那是 丹巴大人栗战那些人类的画面 时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是我学习的对象 我皇瓜一号 若是能够成为丹巴大人的随从 以后势必给您端茶倒水 上刀山下火海 即便是要我奉献出我的屁股 我也在所不辞 雕哥将身体转过去 用手拍了拍自己屁股所在的位置 表示你要是愿意 现在就可以享受 哦 下话线 哦哈哈 好好 看来还是你等我丹巴 那我就收了你们两个 当做我的随从 丹巴那些随从之中 还从来没有这么会拍马屁的 雕哥留便 不愧是我雕哥 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在众玩家震惊的目光下 雕哥和农场主 成功地打入了内部 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一路上 雕哥的吹捧大法 产生了他应有的威力 对整个长生谷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丹巴大人 那些被关在笼子的东西 都是啥呀 他们为什么会被关押在哪里 雕哥趁机询问道 你说的是那些异类 是可恶的人族 不知道为什么要闯长生谷 若不是柳神在镇压禁地 他们早就被灭掉了 柳神 禁地 雕哥和农场主对视了一眼 似乎抓住了什么东西 不过 两人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问到如何打开关押玩家的囚龙 只能跟随者丹巴 前往了峡谷中心的一个平地 在这个地方 雕哥和农场主见 到了许多树人 和蔬菜水果小草花等木系妖灵 但是没有见到丹巴嘴里 至高无上的柳神 丹巴 你怎么才来 一道声音响起 原来是一个树人 正盯着丹巴这里 一路上被雕哥吹得晕乎乎的丹巴 猛然想起两个玩家逃跑的事情 赶紧跑到了这个树人面前攻身道 格某大人 我刚刚去了一趟囚牢 发现有两个人类 竟然在格索他们战斗的时候逃跑了 事情虽小 但是按照程序 还是应该要报道一下 逃跑了 你怎么看管呢 格某一听 顿时皱眉 哼 丹巴你是故意的吧 竟然在这个时候 让那些人类逃跑 忽然间 旁边响起了一道责备的声音 雕哥和农场主看过去 就看见一个 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正用 不善的眼神 盯着丹巴 两人路上的时候 已经听丹巴讲过 天门东和萝卜之间的素仇 简单来讲 就是两个等界一样的植物 互相争宠 看对方不顺眼 我们丹巴大人 用鲜血挡住了那些人类 用生命守护长生骨 你个大萝卜 做了什么 有什么资格说 我们丹巴大人 雕哥健壮 立刻上前表现自己 一通狂对 直接将对面的大萝卜 给对得晕头转向 一众妖灵的目光落在了 全身都是雕 和超级农场主的身上 丹巴 你的随从 竟然如此无礼 恃物 我要杀了他们 大萝卜贝塔 忍无可忍了 这是对他身份的挑衅 住手 现在大敌当前 你们在这里内斗 成何体统 隔膜一声怒吼 制止了大萝卜贝塔 正想说话 忽然隔膜的目光 再次在雕哥 和农场主的身上 巡视起来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你们两个叫啥名字 隔膜开口道 隔膜大人 我是黄瓜一号 见过隔膜大人 我是黄瓜二号 雕哥和农场主 黄瓜一族 什么时候有这种名字了 大白萝卜贝塔 疑惑地开口道 雕哥 农场主 没有 丹巴不是都没说什么吗 伯格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黄瓜一族 应该没有这种名字吧 白萝卜贝塔 对一个大黄瓜咨询道 这个叫做 伯格瓜的大黄瓜 满脸疑惑 似乎没有 伯格瓜回答道 歪日 这丹巴这么不靠谱 雕哥和农场主 感觉这些木戏妖 零看他们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搞不好他们就是 贝塔冷冷道 等等 伯格瓜都不确定 证明黄瓜一族 很有可能存在这两个名字 你凭什么诬蔑我的两根 小黄瓜手下 丹巴自然要护着雕哥 和农场主 呵呵 诬蔑 那你让这根小黄瓜证明 一下他们是黄瓜一族的 我就相信 伯格瓜冷笑 证明 这踏马如何证明 你们两个 可知道我们黄瓜一族 最喜欢的东西 是什么吗 伯格瓜这时候 开口问道 一个问题 直接把雕哥 和农场主问猛了 黄瓜踏马最喜欢什么 这他们如何能够知道 他们又不是黄瓜 兄弟们 脑筋急转弯 黄瓜最喜欢的东西 是什么玩意 无奈之下 雕哥只能通过聊天频道 暗中和大家伙联系 收到了消息的玩家们 瞬间就讨论开了 雕哥 你问这个问题干嘛 雕哥 你怎么没死啊 你讨论黄瓜干啥 卧槽 我们在外面工程救你们 你却在里面讨论 黄瓜喜欢什么 我特别要吐了 不少玩家表示 很不理解雕哥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询问这个问题 兄弟们 不好意思 现在只有我和农场主 两人逃了出来 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们 别避避了 只有十秒钟的抢达时间 要是回答不出来 我们就要隔屁了 雕哥简单地 把事情说了一下 听见这个消息 苏小等人 算是松了口气 若是有人在里面 接应的话 那就不用在外面 累死累活地乱打一通 喂 各位女生 黄瓜你们熟悉 黄瓜究竟喜欢什么 有男玩家将话题 抛给了女玩家 什么我们熟悉 我们又不是黄瓜 我觉得 黄瓜最喜欢的是妹子 毕竟也是半个男朋友 阿丁 我觉得 黄瓜可能最喜欢茄子 毕竟这两个东西 是一个季节的 茄子也可以当男朋友 或许是套套吧 毕竟风吹雨打的 皮都要被磨破了 我知道 杀虫技 因为可以帮他们 驱除敌人 哦 下花线 哦哈哈 你们懂得卵子 黄瓜最喜欢阳光 因为它要进行光合作用 一时之间 玩家们七嘴八舌 各种离谱的答案 都想出来了 雕哥表示 你们特么的能靠谱一点吗 套套都来了 这些答案当中 也只有喜欢人要靠谱一些 毕竟要进行光合作用 你们愣着大妈 我们黄瓜一族 最喜欢的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不会是假黄瓜吧 郭格瓜看着发愣的雕哥 和农场主 眉头皱得老高 正好这时候 一旁一个树人 端着一个巨大的盘子 走了过来 被农场主瓢到了 怎么可能 我们黄瓜一族 最喜欢的是太阳 雕哥觉得这个答案靠谱 干脆就用这个答案了 太阳 波格瓜的脸色 瞬间就变了 太阳 虽然是黄瓜一族 需要的东西 但是绝对不是 他们最喜欢的 翔 太阳下的翔 哦 他是如此的闪亮 就在波格瓜等妖灵 准备判定雕哥两人 是假黄瓜的时候 一旁的农场主 双眼放光 嘴里喃喃道 答对了 他们答对了 组长他们 两个就是我们黄瓜一族的人 有黄瓜族的黄瓜 此刻有些激动地说道 这你马 竟然是翔 不过 翔翔也对啊 黄瓜 这玩意是长在土里的 他们的养料来自土壤 翔是一种多元素复合有机物 能够帮助他们成长 就好像玩家们 吃的烤串 火锅这些 这他马很合理啊 农场主刘弼 永远低身 不愧是农场主 竟然对农作物如此的了解 雕哥这次是彻底的服气了 不 我觉得他们是猛的 或者是丹巴提前告诉他们的 大白萝卜贝塔 此刻再次站出来反驳道 不过就在他的质疑抛出来之际 一旁的农场主 已经撒鸭子 朝着刚才那个盘子冲了过去 他找到了呀 就是这个味道 超级多元素 复合有机想 这个黄瓜二号要干什么 众木西妖灵 有点猛逼 这家伙竟然在众多大佬面前发疯 雕哥想要拉农场主一把 可惜没能够拉住 他心里暗叫一声糟糕 本来就被质疑 现在要是搞出点什么事情来 那麻烦就大了 下一秒 超级农场主的动作 让雕哥惊呆了 他竟然扑到了那个盘子面前 狠狠地嗅了一口 然后伸手就去抓 准备往自己的包里装 卧槽 拦住他 赶紧拦住他 不要让他吃完了 不 一坨也不能给他吃 一群木系妖灵此刻慌得一批 这可是送给柳神的东西 怎么能够让区区一个小黄瓜给吃完 超级农场主也疯了 死命的挣扎 差点要动手打人 别拉我 不要拉我 就一坨 我再要一坨 哎呀呀 一时之间 场面显得混乱不堪 碰 好在雕哥比较机灵 直接冲了上前 一脚踹在了超级农场主的身上 看这家伙 已经快要失去理智了 再这样下去 估计就得发飙 你特么疯了 要是暴露了 到时候你就会被打出响了 雕哥小声嘱咐道 超级农场主 这事也终于冷静了许多 目光盯着众木系妖灵守护着的不知名祥 一脸的咬牙切齿 可恶 可恶 我竟然只抢到了一坨 我要是下手再快点 我就能多抢一点 超级农场主心里的那个悔啊 黄瓜二号 你竟然连柳神想用的东西也敢偷吃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树人格末 此刻指着超级农场主的鼻子怒斥道 格末大人 我有话要说 我想我的手下 小黄瓜二号 是为了证明他是黄瓜一族的 冲动之下 才做出了这种事情 此事的责任 还是在贝塔的身上 若不是他疯狂质疑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单巴挺身而出 站在了超级农场主面前 众木系妖灵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这踏马见到想连命都不要的人 怎么可能不是黄瓜一族的族人 树人格末正想开口 忽然之间就发现 山谷的后边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震动 一股黑气冲天气 盘旋在了山谷的上空 不好 出事了 格末脸色大变 想起了不久前柳神交代他的事情 你你你还有你 全部跟在我后面 将入侵者赶走 树人格末一通点名 几乎把所有在场木系妖灵点了个遍 唯独丹巴 雕哥和农场主一漏掉 丹巴 你身上有伤 就不要去了 你负责把东西送到禁地给柳神 不要耽搁 格末接着又吩咐道 本来猛逼的雕哥和农场主 一听这话 眼睛瞬间又亮了 超级农场主 对这盘不知名的响 本来就念念不忘 全身都是雕 则是对长生谷的禁地很好奇 让丹巴护送东西进入禁地 那他们岂不是有机会了 窝草窝草 我雕哥果然是天命之子啊 长生谷里肯定有什么宝贝 到时候要是被我拿到 一飞冲天 嘿嘿嘿 我就去宰了小神 然后抢了主母 和他生几个娃 逍遥自在 美滋滋 雕哥一边一印着 嘴角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口水都快掉到了地上 而超级农场主主的眼睛 放在那盘墙上 一直没有移开过 至于拯救玩家 早特么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丹巴大人 请让我们随您一起进入禁地 瞻仰一下柳神的风采行吗 雕哥眼巴巴地盯着丹巴 丹巴皱了皱眉 有些犹豫 禁地可不是什么瓜都能进去的 丹巴大人 您是长生谷的英雄 身上有伤 身份高贵 怎么可能做这种端盘子的粗活 端盘子 这种活就让我来吧 超级农场主 赶紧一波狂舔 丹巴大人 我小黄瓜一号 愿意为丹巴大人守护者 只要有危险 我一定挡在您的前面 即便是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在雕哥和农场主的双重狂舔之下 丹巴有点飘了 好 那我就破例带你们 去见识一下柳神的风采 丹巴想着 只要有自己在 这两根小黄瓜手下 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破格的事情 在丹巴的带领下 全身都是雕和超级农场主 来到了长生谷的境地 四周都是很高的悬崖 唯独在中间 有一个祭坛一样的台阶 那些恐怖的魔器 就是从台阶的中心散发出来的 不过 雕哥和超级农场主 并没有发现 传说中柳神的身影 也没有发现 莫格等妖灵的影子 握了个槽 这是魔窟通道吗 这效果 这光影 这画面 简直做得完美啊 雕哥和农场主 都忍不住赞叹 啊 没想到柳神 竟然被迫挪动了位置 丹巴脸上充满了震惊 急忙跑上前去 柳神镇守这个祭坛 已经多少年 没有移动过位置了 一旦移动位置 证明局势不容乐观 难怪格末 那么急着带领着大家伙离去 看起来 小的麻烦 丹巴想要上前去探查情况 但是骤然之间 那滚滚魔器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虚影 这虚影是一个巨大的怪物 长着一张巨大的嘴巴 吼 放我出来 你压不住我 一声怒吼 震战整个山谷 你们两根小黄瓜小心 丹巴此时脸色一变 瞬间变成了机密高大 根须蔓延开 当作了雕哥和农场主的面前 形成了一道墙 狂猛的冲击波 宛如海浪一般 将四周的所有东西摧毁 身躯不断地消融 仿佛腐蚀水一般 丹巴瞬间就失去了一小半躯体 哎呀 这家伙太强了 我顶不住了 你们两根小黄瓜 赶紧跑啊 丹巴嘴里发出了怒吼 全身都是雕和超级农场主 此刻也是慌的一批 丹巴大人 你特么别用你的根须缠着我们啊 不然我们怎么跑 就在此时 魔器之中一缕绿色的光辉闪烁 弥漫出 那些四散的魔器瞬间被压制 那些变得灰白的草木 也再一次地焕发生机 碰 丹巴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身上千疮百孔 虽然正在慢慢修复 但是效果却不是很好 至于雕阁和农场主 完全被刚才的战斗画面所震惊了 这什么你来我往 那绿光就是传说中的柳神吗 感觉贼之而强 尤其是那种压迫力 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尼玛 这长生谷真的好危险啊 这里面竟然封印着一个恐怖的魔头 雕阁和农场主 这一刻都犹豫了 直接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探索境地寻宝 老子不完了 还不行吗 丹巴大人 境地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走吧 太可怕了 雕阁看了一眼地上的丹巴 颇有些震惊 这家伙没想到还听蒋义气 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护着了他们两人 否则两人可能早就见了阎王去了 不能走 现在长生谷进入了危险的局面 我们若是走了 谁来守护柳神 柳神一旦倒下 长生谷就没了 丹巴一脸信誓旦旦的表情 我现在不能动 但是你们两个没事 你们赶紧进入境地洞穴之中 把这盘万妖之祥送进去 助柳神一臂之力 丹巴用哀求的眼神 看着雕阁和农场主 两人 可是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我们可能都没进去人就没了 两人还是坚决摇头 别可是了 我传授你一世独一无二 镇压万古的神通 即便是遇到那个魔头 也有一战之力 不过这神通只能传一人 你们谁来 为了忽悠两根小黄瓜进入境地 丹巴使出了浑身解数 一听见独一无二 镇压万古的神通 雕阁眼睛就亮了 丹巴大人 你传授给我吧 我帮你把东西送进去 雕阁想着 自己去里面走几步 把东西放下就跑 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卧槽 农场主用震惊的眼神盯着雕阁 雕阁 你这么节操在哪 踏马的 下嘴那么快 就不能给他一个丧失节操的机会 好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黄瓜一号 丹巴大人 我也去 为了长生骨 我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农场主迫不及待 这盘多元素复合有机万妖之响 他一定要弄到手 好好好 你也很优秀 黄瓜二号 等你们完成任务 我一定向柳神申请大大的奖励 黄瓜一号 你过来 我这就传授你我的大神通之术 三千大道之雷神之怒 哇 很霸气的名字 雕阁心里美滋滋 已经在幻想自己镇压万古 几分钟后 雕阁和农场主两人开始前往禁地洞穴 殊不知 禁地洞穴之中的遭遇和两人的计划 简直踏马的天差地别 小神 你踏马给我放一万的信 雕阁我出手 就只有没有 我现在已经混到了 可以进入长生谷禁地的身份 待会儿就给你们直播长生谷禁地里面的剧情 雕阁和农场主两人前往禁地洞穴的时候 通过聊天频道 把里面发生的事情告知了外面的众人 啊 雕阁刘璧 不愧是我雕阁 挖草 长生谷里面竟然还有个魔头 这踏马什么剧情 狗策划给的惊喜还挺多啊 歪日 不知道另一波进攻长生谷的敌人是谁 外面的玩家们得这消息后 热火朝天的热意起来 雕阁还想装逼几句 突然之间就感觉眼前一黑 然后聊天频道直接断开 卧槽 什么鬼 原来是进入了禁地之中 雕阁 这禁地似乎有屏蔽聊天频道的作用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一旁的农场主 一边说 一边偷偷地将那盘万腰之祥 往自己的包里装 一盘万腰之祥 就只剩下了一小半 草 狗策划 毛病 等等 雕阁 我们踏马的 不是来攻打长生谷的吗 怎么变成了守护长生谷去了 农场主忽然停下脚步 表示很猛逼 你懂个锤子 这叫做已经制动 已不变因万变懂吗 待会儿 我们走得差不多了 就把东西放在地上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出来 这一波千万不能亏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前往洞穴深处 外边 在得知了雕阁的消息后 苏小示意众人停止攻打长生谷 其实在攻打的过程之中 他也看出来了 长生谷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他越发觉得 这个长生谷 充满了神秘而恐怖的气息 那道恢复力极强的绿光 应该就是柳神施展出来的 这样强大的存在 怎么踏马的会在这个地方 这种强大镇压的魔头 又会是怎么样的强大 苏小觉得自己 即便是真的攻进去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万一魔头没镇压住被放了出来 玩家们死也就死了 他要是死了 这游戏就真的结束了 这个边陲荒域 是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 难怪之前云之天一直告诉他 能不离开边陲荒域 就不要离开 看起来 这个地方应该隐藏着一个通天大秘密 长生谷的北方 半山腰的某处地方 四周的树枝上 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布条 布条之上 画满了诡异的符号 在前方不远处 新建了一座全新的祭坛 祭坛之上 此刻放着不少鲜血长流的妖兽尸体 大量的鲜血 顺着祭坛的勾流下 最终汇聚到了中心处的石槽当中 巨大的血池里 浸泡着一根手臂粗的巨大手指 其上散发着黑色的魔气 在祭坛的四周 有数十个身穿黑袍的幽灵 此刻他们双手合十 盘膝而坐 嘴里念念有词 一个个有黑色的符号 从嘴里吐出 没入那根黑色的手指之中 看来需要本神亲自走一趟才行 这时候 旁边一个站着的巨大幽灵 将目光从长生谷方向收回 嘴里喃喃一句 他就是前来长生谷执行任务的亚西主神 任务很简单 就是放出被镇压在长生谷的魔头 搅乱这一方天地 给幽冥神朝制造机会 减轻压力 你们在这里 继续中那魔头一臂之力 我去长生谷看看情况 亚西主神吩咐了一句 就登上了祭坛 身形一阵晃动过后 他便消失不见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竟然出现在了长生谷内部 而且还是禁地的洞穴之中 光线暗淡的洞穴之中 雕哥和农场主一边暗暗交流 一边谨慎地前进着 地穴通到夏青的角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抵达的地方越来越深 差不多了 我们到这里就行 再深入一点 我感觉不详 雕哥停下了脚步 示意农场主将装着万腰之降的盘子放下 原计划行事 但转头一看 盘子空空如也 干净的一批 什么也没有 你他们好歹给别人留点 连盘子都舔干净了 雕哥无语了 这尼玛什么人呢 除了盘子 一点不留对吧 哦 也是 超级农场主 想了想 好像自己做得的确太过分了 于是乎 打算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一些放回去 呼 骤然间 一阵狂暴的气息 突然从洞穴之中袭来 直击两人的面门 两人宛如落叶一般 被这股狂暴的气息卷走 瞬间消失在原地 农场主 踏马让你少偷点 少偷点 这下惹祸了吧 空气之中 只留下了雕哥怒斥的鱼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雕哥只觉得天旋地转 事意都差点给转出来了 落在地上 吃了一屁股灰 抬头望去 就发现 四周闪烁着淡绿色的光芒 宛如一个个的萤火虫一般 颇有些漂亮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洞穴四面八方都是通道 也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 卧槽 我这是到了哪儿 农场主 农哥 雕哥呼喊了几声 什么回应也没有 雕哥尝试用聊天频道 联系农场主 但是发现 也没有啥作用 雕哥一颗星沉到了谷底 检查了一下自身 发现实力还在 不由松了口气 这地方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该咋走 路芒碰上迷宫 真是绝了 雕哥随便挑选了一条通道 然后进入其中 反正也不认识路 瞎几把走就对了 巨大的迷宫洞穴之中 雕哥左窜右窜愣是 连一个活的东西都没有见到 搞得他差点自闭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不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吧 难不成真的要自杀 雕哥无语了 就在此时 一缕诡异的气息 从旁边的通道之中飘来 让雕哥打了个哆嗦 不过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雕哥犹豫了一下 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跑到这个通道口 小心翼翼地向前探去 所见一幕 让他眼珠子瞪得大大的 握了个槽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更大的洞穴 这个洞穴宛如一口中一样 四周的岩壁光滑无比 下方是无尽的黑暗 不知道有多深 在洞穴的中央位置 有一个巨大的石台 仿佛一朵花 从下方无尽黑暗之中长出来 含苞欲放 这不是令雕哥感到最震惊的 让他震惊的东西 平台的中央 竟然插着一把断剑 这把断剑造型非常的诡异 剑手是骷髅和恶鬼缠绕而成 剑格则是一个 长着血盆大口的妖兽形状 四颗尖锐无比的獠牙 死死地扣住剑身 整把剑呈现漆黑之色 不断地吞噬着 从平台下方升起的黑色气息 看着诡异无比 啊 我雕哥不愧是天命之子 竟然真的发现了长生谷里的宝物 这特效 这造型 一看就是非常流鼻的宝贝 我发了 我真的发了 我要去抢竹魔 雕哥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拔腿就朝着那个平台跑去 至于危险什么的 完全被他抛在了脑后方 但 他刚刚冲入洞穴入口处 突然之间 一道黑色的闪电出现 披在了雕哥的身上 雕哥菊花一紧 整个人夹着双腿 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浑身抽搐不止 半上没有回过神来 我 踏马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雕哥终于感觉自己 恢复了自身的控制力 他不死心 这次雕哥变得谨慎了许多 施展出自己的防御技巧 去试探这不知在洞口的黑色闪电 一番尝试过后 他发现自己 竟然无法通过这个洞口 卧槽 卧槽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啊 雕哥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直到一个大山里憋了一年的猛男 突然见到一个没穿衣服的绝世美女 在面前晃动 却碰不到的感觉吗 就是这种感觉 贼之而难受 在雕哥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之下 雕哥也发现一些技巧 这些黑色的雷电 只要进入攻击范围之内就会出现 不过威力 似乎随着释放次数的增加 会逐渐减弱 也就是 能量是一定的 将之消耗完毕 就能进入其中 并且 攻击会产生停顿时间 不会一直连续 我需要帮我 消耗这些雷电的替代品 用手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中 问题来了 哪里去找替代品呢 要是 超级农场主 在这里就好了 雕哥 正苦恼的时候 忽然听见了后方通道之中 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他眼睛一亮 赶紧跑了过去 声音 是从下方通道传来的 雕哥站在边缘处 伸出脑袋 朝着边上探去 就发现一个 身穿黑袍的幽灵 正站在原地发愣 卧槽 幽灵 这里怎么会有幽灵 雕哥震惊了 踏马的 长生谷的禁地洞穴之中 竟然还混入了幽灵 这可是天庭神朝的死敌啊 嘿嘿 踏马的 替代品来了 雕哥嘿嘿一笑 开始思考 如何利用这个幽灵 这时 他发现这个幽灵 不知道使用了什么宝贝 竟然变成了一个庶人 踏马的 这家伙竟然也会变身 有了 雕哥咧嘴一笑 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庶人 而且是一个 更加高级的庶人 亚西主神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已经被 全身都是雕 看在了眼中 若是在外面的话 他一定能够 感知到雕哥的存在 但是长生谷这个禁地洞穴 因为各种力量的交织 从而产生了一种 特殊的压制力 无论是实力 还是神念 都会大大的下降 这也是为何 亚西主神 会化身为一个庶人的缘故 他也是第一次进入这里 对这里并不了解 只希望能够找到 柳神镇压的魔头所在地 助那个魔头一臂之力 完成自己的任务 担心会遭遇到 长生谷的庶人 故而利用 幽冥神朝特殊的神通 或者柳神的注意 这地方 怎么会如此复杂 亚西主神有些无语 他已经走了快半个小时 没想到越深入 路况越复杂 手里虽然有专门 魔气浓郁之地的宝贝 但由于路况过于复杂 还是未能找到 自己的目的地 算了 我再看看 实在不行 就退出 亚西主神心里盘算着 他进入长生谷境地 已经很久了 若是魔头拖不住柳神 让柳神愤出精力对付他 那他下场可能会很惨 正在此时 亚西主神听见身旁 传来一阵脚步声 旋即 一个体型更加高大的树人 出现在了他面前 你他妈的 没事在这里瞎晃悠什么 叫什么名字 嗯 亚西主神愣了一下 有些没反应过来 啪 也就在犹豫的片刻 对面的雕哥 已经一巴掌 扇在了亚西主神的脸上 差点把亚西主神给打猛了 发什么呆 说话啊 老子问你问题呢 雕哥故作蛮横的道 他想要营造一种 自己非常强势的局面 亚西主神眼中喷出怒火 他一个主神 竟然被一个小喽啰抽脸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 偏偏不能动手 万一动手 引来了敌人的援军 又或者惊扰了柳神 那就死翘翘了 啪 你沙比亚 把老子话当耳边风 雕哥又是一巴掌抽了过来 亚西主神更愤怒了 有个 不服气是吧 看看老子这什么 雕哥指着自己的 一根枝条上某处地方 那里有鲜明的三道杠 看见没 三道杠的大佬 你区区一个二道杠的渣渣 还敢不服气 嗯 亚西主神又是一愣 原来这就是 庶人等级的标志吗 我 对不起 我太害怕了 亚西主神找了个借口 但没说自己的名字 因为盘路线 行了 少踏马避避 咦 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 禁地的东西 也敢随便拿 你胆子不小啊 给老子交上来 雕哥忽然瞥见 亚西主神手中那块 探索魔器的宝贝 直接给抢了过去 亚西主神差点吐血 他堂堂亚西主神 君神境界的大佬 被删耳光也就算了 还被抢了宝贝 关键是 踏马的不能出手 太憋屈了 跟我来 我有个任务交给你 如果做好了 带你去见柳神 雕哥扬了扬眉头 转身迈出了 六亲不认的步伐 利用完这个龟儿子 然后一脚 将他踹入那个深渊之中 简直不要太爽 任务没完成 反而被逮了个正正 亚西主神本来正在郁闷当中 听见雕哥要带他去见柳神 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他的目的 可不就是去找柳神吗 只要找到了柳神 就能够找到 魔头被镇压之地 到时候出手帮助魔头一拨 嘿嘿嘿 亚西主神快乐的一批地 跟在了雕哥的后面 一旦完成着 所谓的该死的任务 见到了柳神 那他就出手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很快 两个伪装的假货 就来到了 那把断剑所在的洞穴处 偶尔一散出的魔器 让亚西主神感到震惊 狐疑 这个地方的魔器 竟然如此之浓 难道这里就是 镇压魔头的核心之地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雕哥停下身 转头问道 这 小 小哥吧 亚西主神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 哦 小吉吧 待会儿我有点事 你帮我看着这里 记住 一定不要让任何生灵进入里面 尤其是入侵的生灵 长生谷并不太平 不少人都想来抢我们 长生谷的宝贝 守护长生谷 是我们的责任 雕哥一本正经地 瞎扯了一通 说完之后 拍了拍亚西主神的肩膀 就转身离去 转了个弯 雕哥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块漆黑的石头 成为了一堆乱石之中的一块 毫不起眼 不得不说 这个你假数演变的画形术 还真是好用 亚西主神等了一会儿 发现外边没有了动静 又悄悄溜了出来看了一眼 发现雕哥真的已经离去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转身回到洞穴通道的入口处 他小心翼翼地探头 看了一眼洞穴内部 当看见那把剑的时候 亚西主神整个人瞬间陷入了呆滞之中 三截魔剑 这竟然是三截魔剑的剑手部分 哦 下滑线 哦哈哈 哈哈 我亚西不需此行 有了此剑 我亚西的实力将会产生巨大的提升 三截魔剑是被柳神镇压的 这个魔头的神兵力气之一 拥有非常恐怖的能力 被柳神镇压的魔头肆虐东神域的时候 这把魔剑可是令人闻风丧胆 许多主神倒在了这把魔剑之下 塑造了非常可怕的形象 但是 不知为何三截魔剑后面消失了 万万没想到 剑手的部分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眼前的三截魔剑虽然只有一部分 但是论品阶的话 至少也是五品魔器 五品魔器 对于君神境界的人而言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亚西主神仔细地探查了一番 发现洞穴之中并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他便朝着洞穴里面走去 却不料 在刚刚踏入洞穴入口的时候 黑色的雷电瞬间劈中他的身体 让他产生了巨大的麻痹感 浑身都变得僵硬起来 卧槽 亚西主神当场就想骂娘 好在他是君神境界 虽然此地对实力有压制力 但也不是雕哥那种渣渣货色可以比较的 这黑色雷电虽然看着可怕 他却有办法应付 刷 亚西主神催动自身力量 让自己强行从雷电交织而成的电网之中退出 可没想到刚刚彻底 屁股上就被踹了一脚 一个狗吃屎 再次陷入了冲入了洞穴 轰隆 又是一道黑色雷电落下 直接将亚西主神浑身抹了个遍 我草 亚西主神大怒 转头望去 就看见雕哥所化的树人 从后面走了进来 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 一颤一颤的 实际上 黑色雷电虽然被亚西主神所吸收大部分 但是余威仍旧不可小觑 雕哥这个怪异的走姿就这样来的 哟哼 小喳喳 老子一看你那贼没鼠眼的样子 就知道你会进来 被我逮到了吧 这里的宝贝 岂是你能够染指的 雕哥呵斥道 亚西主神 他哪里能想到这里 竟然还有雷电禁止 否则三节魔剑早特么到手了 不过 雕哥并不打算揭穿亚西主神 雕哥已经看出来了 这家伙的实力比他强 一旦揭穿撕破脸皮的话 搞不好要贵 正好利用亚西主神 不愿意暴露身份的心理 继续装逼 等三节魔剑拿到手 找个借口 将亚西主神叫到深渊边上 然后 一脚踹在了他屁股上 嘿嘿 完美 简直完美啊 雕哥心里越想越美滋滋 亚西主神以为自己 已经暴露了 没想到 雕哥竟然没看出来 这让他抱起的心思 又按捺住 眯着眼睛 寻找下手的机会 你想要见识这魔剑的心思 我也明白 你早跟我说嘛 老子让你看得够 雕哥一边嘴里吹嘘着 一边试探 有没有其他的 禁止防御之类的东西 很开心 除了那雷电禁止之外 其余的什么都没有 雕哥踏过石桥 来到了最中间的 那个平整的石台上 石台并没有什么 出奇的地方 只是分成了许多个圆圈 一圈包围一圈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那些黑色的气息 就是从这些圆圈缝隙之中 冒出来的 这些黑色的气息 虽然是魔器 可对人体并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雕哥也没有过于在意 嘿嘿 老子的宝贝 等我拔了这剑 就一剑斩了你的狗头 三节魔剑 是我的了 雕哥心里一边想着 一边伸手去拔剑 他的手掌触碰到剑柄的刹那 一股阴冷可怕的气息 瞬间将雕哥整个人笼罩 仿佛一瞬间进入了地狱之中 天地变色 狂风乱走 猙獰的魔头游荡天际 吞噬所有的一切 在亚西主神的眼中 雕哥此刻直接不动了 他正纳闷的时候 就发现雕哥的身上 产生了奇怪的变化 树人的形象消失不见 出现了雕哥本身的真正形象 是一个人 很快 人的形象消失不见 又变成了树人的样子 这样反复的交替 不停的变换 亚西主神正纳闷 雕哥为何敢直接伸手 去拔剑的时候 忽然想明白了 这货踏马竟然是个人装的 他堂堂亚西主神 竟然被一个闯进来的人类 抽耳光 踹屁股 草 亚西主神要疯了 你 你竟然是人类 亚西主神发出了愤怒的吼叫 此时 雕哥终于清醒 见到发怒的亚西主神 知道自己这下踏马闯了大祸了 哎呀 兄弟 你别冲动 你听我解释 见到冲过来的亚西主神 雕哥慌乱之下 口不择词 兄弟 我可去你妹的兄弟 愤怒的亚西主神手掌之上 蓝光大放 但忽然间 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瞬间停手 三节魔剑拥有很强的魔性 一般生灵沾染到他 都会被他的魔性所侵蚀 尤其是在此地 不知道吸收了多少魔器的魔剑 旗内的魔性更加恐怖 就连他亲自出手 也不一定能够在第一时间清醒过来吧 雕哥这踏马散发出的气息 比他弱了两倍不止 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只有雕哥自己明白 他即将坠入那恐怖的幻象之中时 他体内的赤眼虎血脉之力 产生了一股暖流 这股暖流 瞬间驱散了所有幻象 让雕哥恢复了原状 毕竟 当初在天书学院考核的事情 雕哥在幻境考核一关 可是创造了记录的大佬 此刻雕哥觉得自己当初 献上自己的身体 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 赤眼虎血脉之力 可真是帮助他解决了不少问题 可谓一招先吃遍天下 伴猪吃虎 亚西主神这一刻 有些犹豫了 刷 与此同时 雕哥已经把插在地面的 三节魔剑拔了出来 根据剑身长度判断 这剑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 遗失在了外面 哈哈 来啊 杀雕 老子魔剑在手 神功护体 刀枪不入 你特白砍我啊 雕哥举着三节魔剑 兴奋的一批 冰冷的触感 还有略显粗糙的质地 以及贴合的手感 让他感觉自己无敌了 只需要一剑斩下 就能够把眼前的亚西主神 斩成两半剑 雕哥已经迫不及待 灰剑朝着亚西主神 一剑斩下 神器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然而 三节魔剑在空中 划过了一道弧线之后 却并没有产生 雕哥想象中 恐怖的剑气和破坏力 毫无波动 没有任何动静 对面的亚西主神 也压根就没有躲避的迹象 反而是冷笑 我踏马 难道我得到了一把假的魔剑 狗策划 踏马又多 雕哥差点吐血 老子好不容易要装逼了 你却一下子 保打回原形 发挥不出威力 那接下来面对亚西主神 如何能够抵挡 呵呵呵 可笑 原来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愣头青 三节魔剑此等魔器 其实你随意就能发挥威力的 亚西主神 此刻忍不住 发出嘲笑声 同时对雕哥越来越好奇 这货一会儿强无敌 一会儿又跟个杀比似的 搞得他都不太确定 这或是真的只是个渣渣 还是在半珠吃虎 打算坑他一波 既然你无福享受 那就给我吧 最终 亚西主神还是决定动手试探一下 以免夜长梦多 一只白骨森然的手掌 猛然出击 将雕哥锁定 感受着这股恐怖的压力 雕哥脸色狂变 一行幻影 刷 下一刻 雕哥施展出了张大仙的成名绝技 雕哥虽然战斗力不是最顶尖的 但是学的东西 却是最多的 只要是刘臂的技能 他基本上都要学习一遍 一行幻影术 这会儿也发挥了应有的威力 雕哥成功地躲开了亚西主神的这一击攻击 只是被余威擦了一下 身形有些不稳 差点跌进了后方的深渊 嗯 原来真的就是个渣渣 亚西主神笑了 就这点实力 必死无疑 慢着 逼我是吧 看来 我必须解开我的封印 施展出最强的那一招了 忽然间 雕哥神色一变 语气充满了叹息 一刀999装逼的时刻一模一样 封印 果然 这话一出口 亚西主神就被唬住了 真就是半猪吃虎 哼哼 我这一招 至今无人见识过 你很幸运 你是第一个 你即便是死 也死而无憾了 雕哥心意横 想起来的时候 单巴交给他那招 三千大道之雷神之怒 三千大道之雷神之怒 噗哧噗哧 雕哥的周身 闪烁着电弧 手臂之上 仿佛被闪电所缠绕 恐怖的气息散发出来 让亚西主神 差点吓尿了 踏马的 三千大道 你在逗我 一个实力比他弱的渣渣 怎么可能领悟大道气息 但 这散发出来的气息 实在给了亚西主神 一股心悸的感觉 让他不敢轻视 给我死 雕哥见到亚西主神的表情 笑得很开心 没想到 单巴竟然如此流鼻 拥有如此强悍的神通 三节魔剑 三千大道之雷神之怒 还有谁 小神那个地儿 欺压老百姓 让他当农民工 回去就一刀斩了他小GG 给他点颜色瞧瞧 恐怖的气势 朝着亚西主神压迫而来 亚西主神神色大海 不得不施展出 自己最强悍的力量 耀眼的光芒爆发 洞穴阵战 地动山摇 仿佛末日一般 我丢 一道震惊的声音响起 亚西主神的攻击 瞬间击破了雕哥的攻势 重重地轰在了对面的墙壁上 轻而易举 仿佛砍瓜切菜 亚西主神猛了 这尼玛叫做三千大刀 思绪停滞了零点几秒 亚西主神终于明白过来 他再一次被骗了 踏马的 他堂堂军神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骗 这脸王哪哥 刷 与此同时 亚西主神感觉到 自己后面的钩子一阵痛疼 原来是雕哥从他身旁逃离的时候 用手中的三节魔剑 对着他局部地区来了一下 哈哈 杀雕 装逼一时爽 一直装逼一直爽 曹尼玛 亚西主神快疯了 把腿就朝着雕哥追了过去 什么任务 什么魔剑 什么柳神之类的事情 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念头 任务可以办 雕哥必须死 兄弟 兄弟 我错了 你别追我 我跟你道歉 全力爆发的亚西主神 速度何其快 雕哥没跑多远就被追上 雕哥吓得魂都没有了 到你马 亚西主神咆哮着 一巴掌朝着雕哥拍来 眼看雕哥必无可避 那放置三节魔剑的洞穴下方 无尽黑暗之中 一股诡异恐怖的气息再次袭来 直接将一人一幽灵扯了回去 坠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当中 之前将雕哥和超级农场主 分开的那股气息 这一刻再次袭来 不过雕哥身旁的超级农场主 换成了幽冥神朝的亚西主神 黑暗的深渊之中 一抹微微的绿光将四周映照 给了黑暗一丝光明 能够让人看清楚四周的环境 雕哥 你在哪 雕哥 你说话呀 你不要跟我捉迷藏 超级农场主 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 一边握紧了手中的盘子 自从和雕哥分开之后 他就一直在洞穴之中瞎晃悠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些绿光 绿得他心中有点发慌 拐了一个弯 超级农场主对眼前豁然开朗 所见一幕 差点将他吓尿 卧槽 超级农场主 忍不住捂住了嘴巴 一个巨大的洞穴 出现在他的眼前 宛如一个巨大的钟 从上而下扣下 他震惊的 不是这个洞穴 而是这个洞穴中央的东西 那些漆黑的石壁上 刻满了各种诡异的符号 在半空之中 有一具棺材 这棺材和房子一样大 通体漆黑如墨 上面的神秘符纹 蜜蜜麻麻 如同蚂蚁一般 散发着令人心计的气息 这棺材的四面八方 被九条血红的铁链拉扯着 所以能保持在空中 这些巨大的铁链 每一根都有一个人那么粗 暗红的色泽 宛如鲜血浸染后 在岁月的沉淀之中遗留的痕迹 此刻散发着微弱的鸿芒 犹如血液降临 我草草 这踏马什么玩意 这难道是隐藏BOSS 是那个被封印的魔头 超级农场主 想起了丹巴对他们的道歉 这场景 这画质 这逼格 除了BOSS 还能是什么 超级农场主不但不紧张 反而兴奋的一批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还没有见过如此调的BOSS 若是能够把他杀死 或许获得的装备 嘿嘿 超级农场主脑海之中浮想连篇 完全忘记了自己就是个小菜鸡 要是苏小在此的话 肯定会当场给他脑门一个暴力 这种级别的 十个天庭神潮都不够打 还妄想着暴装呗 砰砰砰 正在超级农场主 疯狂幻想的时刻 空中的巨大棺材 发出了剧烈的震动 传出刺耳的响声 同时 棺材的四周 散发出了浓烈的魔气 发出了一阵咆哮声 你镇压不住我 放我出来 仙神魔 都要死 谁都逃不过 只有我能活着 活着 说不出的怪异声音 仿佛来自地狱 又仿佛来自天堂 时而乍响在耳边 又时而渐渐远去 宛如顿入时空 马德 Boss的棺材板压不住了 吼吼吼 这Boss一听就很吊 我农场主将会是 第一个直面Boss的人 视频录制起 操作秀起 只要我操作够秀 就能耗死Boss 超级农场主 将手中的盘子 插在了裤腰上 搓了搓手 准备战斗 怕死 不存在的 这是个绝佳的装逼机会 即便是死 也要装逼 刷 此时 一道明亮的绿光 忽然之间 从棺材的上方传出 瞬间将那些 易散开的魔器 给压了回去 那快要翘起来的棺材板 此刻也回归原位 只剩下整具棺材 还在不停地挣扎着 卧槽 还有个Boss 双Boss Boss大战 超级农场主 很快明白过来 他可能是 来到了柳神所在的地方 退后 再退后 超级农场主 找了一个台阶爬了上去 然后就看见了棺材的上方 一株淡绿色的柳树 正飘扬着枝条 随着枝条的飘荡 就会产生 一缕缕绿绿色的柔和光芒 黑色的魔器 和绿色的柔光相互碰撞 消融 此起彼伏 显然是在激烈的对抗之中 兄弟们 我 超级农场主 今天有幸见到 两个超级Boss大战 待会儿 我打算去补刀 谁若是快要撑不住了 我就补谁一刀 超级农场主 一边自拍着视频 一边紧张地关注着战局 我农场主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雕哥算什么狗吧 雕哥你要是不服 你就来打我呀 碰 超级农场主 刚刚说完 头顶上空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瞬间砸了下来 砸在他的身上 直接将他砸趴在地上 哎呦卧槽 疼死我了 这什么破玩意 可得老子生疼 雕哥一边扎唬着 一边打量四周 这尼玛是个什么地方 等等 这是掉进了一个墓穴 雕哥有点猛 雕哥 你赶紧起来 你吱儿出我嘴里了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雕哥 这是农场主的声音 低头一看 自己正齐在农场主的身上 准确地说 是他脖子和嘴巴的位置 你说巧不巧 刚好对在农场主的嘴巴上 我乐个趣 农哥 你怎么在这里啊 啊 先跑再说 雕哥忽然感觉到 一道熟悉的气息接近自己 拉着 超级农场主就往旁边跑 碰 又是一声巨响 亚西主神也从上方坠落下来 混账 你跑不掉 亚西主神依旧对追杀雕哥念念不忘 但是忽然间他就发现了洞穴之中的场景 瞬间被吸引 这是 雕哥 这货谁啊 超级农场主疑惑问道 雕哥很快就事情说了一下 农场主立刻明白过来 草 没想到竟然还有奸行 雕哥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是联手打他 还是杀boss boss 雕哥看向那棺材和上方的柳神 整个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哈哈 天忆 天忆啊 没想到我 竟然意外来到了这里 这是我即将走向辉煌的征兆 亚西主神此刻也不管 全身都是雕和超级农场主 看了一眼之后 迅速地朝着下方走去 他从身上拿出了一样东西 一根漆黑的手指 这根漆黑的手指一出现 棺材瞬间散发出了血红色的光芒 魔气滚滚 好 我感受到了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又回来了 你压不住我 压不住我 结结结 局势瞬间逆转 柳神的气息 直接被压缩大半 光芒摇曳不定 你们两个人类 别愣着了 速来助我 否则一旦这魔头出事 整个边陲 荒域都会毁灭 谁也逃不掉 也就在此时 柳神发出了朦朦胧胧的声音 雕哥和农场主 瞬间就惊呆了 整个边陲荒域都会灭掉 有那么恐怖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天庭神朝也跑不掉啊 天庭神朝完蛋 他们玩家也就跟着完蛋 这个游戏就玩不了了 雕哥和农场主 虽然是两个二伙 但是并不傻 很多东西 还是能看明白的 长生谷 这群木系妖灵并不坏 甚至很友好 否则真要打起来 天庭神朝 不可能是长生谷的对手 雕哥 怎么办 我们答应他吗 超级农场主有些犹豫 因为天庭神朝 毕竟攻打了长生谷 另外还有许多玩家被困 双方存在着恩怨 万一帮了柳神 长生谷反手将他们镇压怎么办 但是 超级农场主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 他有些疑惑地 转头看向旁边的 全身都是雕 差点吓尿 此刻 雕哥双目星红 散发着一股恶气 右手还冒着滚滚魔气 邪恶的目光 仿佛要将它吃掉一般 那滚滚魔气的来源 正是雕哥手中的 那把三节魔剑 之前 雕哥能够依靠自身的 赤眼虎血脉 压制住魔剑的魔性 但是现在在魔头的旁边 那点赤眼虎血脉之力 就完全不够看 刷 雕哥直接一剑斩下 七飞的剑芒 携带着恐怖的威势 攻向超级农场主 卧槽 雕哥你疯了 超级农场主 吓得一个哆嗦 直接施展出了 移形幻影 躲开了这次攻击 好 我的魔剑 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 我曾经战斗的伙伴 此时 那棺材之中 又一次传出了 低沉的吼声 雕哥手中的魔剑魔气 更加的浓郁 尼玛 雕哥竟然入魔了 这踏马剧情有毒吧 劳资一个人怎么打 超级农场主 有种吐血的冲动 光是这魔剑的威力 他就感觉自己 十个都不够打的 旁边还有一个幽灵 爆肝也打不赢啊 刷 超级农场主 正惊疑不定之时 棺材上方的柳神 骤然之间 化作了一棵大树 光芒万丈 神光翼翼 仿佛一轮青涩的太阳 与此同时 一样绿色的东西 没入雕哥的眉心 瞬间雕哥头顶 就冒起了绿光 我助你一臂之力 用你手中的魔剑 阻止这个幽灵 柳神此刻对雕哥嘱咐道 雕哥瞬间 从堕落之中清醒过来 望着手中的三节魔剑 呼吸凝重 踏马的 Boss给我开了挂 你也有我来了 雕哥手持手中的三节魔剑 朝着正在帮助魔头 融合手指的亚西主神 冲了过去 亚西主神见状 差点下妙 之前雕哥无法催动三节魔剑 他一点也不担心 但是现在三节魔剑 到了魔头的身边 触发了其微能 若是被斩中的话 不死也得脱层皮 砰 一只巨大的白骨手 在亚西主神的前方出现 挡下了雕哥这一剑 忍不住退后竖步 雕哥终究还是境界太低 无法发挥出三节魔剑的真正力量 否则这一剑 就能够让亚西主神受伤 不过 现在亚西主神 无法安稳地帮助魔头融合手指 倒是让柳神减少了许多压力 哈哈 我无敌了 农店 你快看 老子无敌了 看我如此手撕这笔 你记得帮我录制视频 雕哥哈哈狂笑 他感受到了 力量所带来的快乐 哼 然而 棺材震动 黄暴的魔气涌出 让柳神再一次被压制 雕哥瞬间感觉自己浑身 似乎失去了控制一般 碰 亚西主神的白骨手爪 瞬间击中雕哥 抓住了 他往地上狠狠摔去 这笔游戏在针对我 雕哥要吐了 这尼玛Boss的Buff不稳定 故意逗他完了吧 于是乎 滑稽的一面出现了 柳神和魔头的对峙 间接影响到了 雕哥和亚西主神的对峙 雕哥和亚西主神 彼此之间的战斗 就好像海浪上的小船 你来我往 你一下我一下 打的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而 超级农场主 则是去阻止那根黑色的手指 进入棺材之中 我拔 我拔 我狠狠地拔 超级农场主 抱住这根巨大的手指 使劲地往外面拽 可压根不能阻止 这根手指前进的步伐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刷 迫不得已 超级农场主 只能开大把手指 但是踏马的开大都无法阻止 这就让他很蛋疼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踏马就是个废物 超级农场主 此刻内心一股无力感 涌上心头 雕哥都成了英雄 他怎么能当废物 对了 翔 万腰之翔 超级农场主 突然之间 想起了万腰之翔 刘神 万腰之翔 我这里有万腰之翔 怎么帮你 超级农场主 满脸肉疼地 从包里掏出了一坨万腰之翔 冲柳神晃了晃 刷 柳神一根枝条伸过来 瞬间将 超级农场主 手中的翔摄取过去 刷刷刷 万腰之翔 在空中化作了点点 晶莹剔透的光辉 没入柳神的身躯 很快 柳神身上的光辉 就变强了一些 但是仅仅只是 一下子就又恢复了原状 晚了 看来现在已经晚了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走吧 你们两个赶紧走 看有没有一线生机 此时 柳神嘴里传出了 落幕无奈的声音 明显能够听得出 他已经开始放弃 肉眼可见 那根手指已经进入棺材 而柳神身上的光芒 也开始收缩暗淡 啊 怎么会 雕哥和农场主 此刻只觉得 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不知为何 听见柳神这话 心里生出了一种 强烈的挫败感和愧疚感 哎呀 若不是我踏马贪图这盘降 或许就不会 沦落到这个境地了 我是罪人 超级农场主 发出了歇斯里蒂的自责声 哄 此时 魔头压制住柳神 雕哥也不再是 亚西主神的对手 直接被亚西主神一巴掌 轰飞 抬脚踩在了他脸上 废物一般的东西 也敢挑衅我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亚西主神黑黑冷笑 啪 此时 一坨翔飞了过来 啪击一下拍在了他脸上 放开雕哥 有本事顺我来 老子和你同归于尽 超级农场主 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啊 亚西主神要抱走了 踏马的 大意之下 竟然被翔拍在脸上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找死 砰砰砰 亚西主神瞬间出现在 超级农场主的上边 然后就开始了一顿暴揍 这次是真被打出翔来了 连包里分格装的那些翔 都散落出来 混在了一堆 待会儿再来收拾你这个废物 呸 亚西主神吐了一口 吐沫在 超级农场主的脸上后 转身朝着雕哥走去 就这么杀了这个两个家伙 真是太便宜他们了 殊不知 亚西主神在转身的刹那 身后的某个地方 开始产生了异变 超级农场主 见到这一幕 都忘记了疼痛 超级农场主 看见了什么 他竟然看见了 那一堆翔在融合 就好像能够产生反应的化学物质 混合到了一起 竟然开始蜕变 怎么会 超级农场主猛了 这些翔 竟然还产生了连锁反应 这好离谱啊 这万腰之翔 如此厉害吗 超级农场主 对自己身上带的各种翔 可是清楚的一批 他也尝试过混合 但绝对没有 产生过如此变化 所以 他肯定是万腰之翔起了作用 不对 这时候 超级农场主 忽然看见了 在这堆翔的上方 有一滴晶莹的水滴掉落下来 刚好落在了这堆翔之中 瞬间这些翔的反应速度更快了 原来是这液体的作用 超级农场主 急忙爬起身看向上方 一个拳头大小的凹槽之中 此刻装着一些淡蓝色的液体 晶莹透亮 看着很漂亮 嗅了嗅 而且还有一股很香很香的味道 不过 此时 超级农场主的心思 已经不在这挖淡蓝色的液体之上 而是在这融合的翔身上 不知道最终会形成什么 反应的速度很快 各种香很快融合到了一起 颜色也从各不相同 最终变成了灰黑色 另外 香的臭味消失 剩下的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 有点类似水果味 啊 这 超级农场主有些震惊 伸手去沾了一点 放在嘴里尝了尝 草 竟然香得一劈 不对 啊 我为什么这么热 哎呀 我感到我体内竟然充斥着 一股庞大的能量 体内产生的变化 让超级农场主无比震惊 他刚刚只是沾了一点而已 竟然就堪比 吃了一颗大理丸 这尼玛融合出顶级料理来了 碰 此时 一声巨响 吸引了超级农场主的注意 转头望去 就看见雕哥正在被亚西主神胖揍 失去了柳神的支持 雕哥终归还是回归了原形 she都快被打出来了 关键是 亚西主神就是单纯地想要虐待他 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这让雕哥感到非常的淡疼 雕哥 张嘴 超级农场主两根手指一捏 一个小小的丸子 雕哥下意识地张嘴 这丸子就飞到了他嘴里 咕弄 入喉急话 农哥 你给我吃的啥玩意 你是看我要死了 想给我一顿好的吗 你倒是把你藏的鳄鱼肉干拿出来啊 你要不要这么口 雕哥完全不知道 超级农场主在干啥 雕哥 好东西啊 万腰之想融合物 卧槽 雕哥差点一下吐了 老子都快死了 你他妈还在给我喂香 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啊 雕哥正想开口骂 忽然之间 那颗丸子已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能量 在他的身体之中扩散开来 卧槽 好撑 农屁 我特么饶不了你 哥 雕哥甚至还打了个宝格 然后 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肚子 正在一点点地胀大 仿佛怀孕了一样 雕哥 别避避了 这已经不再是想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赶紧动手 不然你要被撑爆了 超级农场主在一旁提醒道 他刚才沾了一点点 就感受到了强悍的力量 雕哥吃了玉米粒大一颗 若是不宣泄的话 绝对要暴体而亡 卧槽 我感受到我体内的洪荒之力要爆发了 妖孽 受死 雕哥瞬间反应过来 抓起了旁边掉在地上的三节魔剑 一箭斩出 刷 恐怖的剑芒 划破虚空 仿佛一头恐怖猙獰的巨兽 朝着亚西主神咆哮过去 亚西主神差点没一个裂剑 这他妈 持续了吗 竟然将三节魔剑的威力发挥了出来 哼 下一刻 亚西主神的身形倒飞了出去 摇曳不定 显然受伤不清 阿西吧 是时候该我表演了 雕哥兴奋的一批 农哥 快 农哥 再给我喂一坨 呸 喂一颗 雕哥瞬间改口 一口一个农哥叫得非常亲热 雕哥 我刚才骗你的 这是真正的响啊 超级农场主撇了撇嘴 一脸的不屑 没事没事 这超级无敌 一秒爆炸 提升多元素有机物复合降 这么流鼻 我乐意 我爱吃 雕哥此刻体验到了力量带来的快乐 至于想不想的也不管了 何况 融合之后 已经不再试想 刷 也就在此时 空气阵战 一股强烈的威压袭来 砰砰砰 上空的魔头棺材板 剧烈地跳动 几根漆黑如墨的手指 从棺材里伸了出来 紧紧地抓住棺材的边缘位置 全身都是雕 和超级农场主 只感觉阴冷的气息 瞬间冲入他们的脑海之中 化作了恐怖的魔头 要吞噬他们的意念 好 雕哥因为有吃眼虎血脉 抵抗力稍微强一点 但是 超级农场主 直接双目星红 浑身长出了漆黑色的毛发 有一种兽化变异的趋势 雕哥艰难地抬头望去 就看见魔头 已经将柳神的光辉 压缩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 局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农偏 你是个杀匾 你可不可以先给柳神啊 雕哥艰难地抬头 怒吼了一声 一尊巨大的暗红色老虎虚影 从他的头顶冒了出来 强行顶住了压力 砰砰砰 一根根的血管爆炸开 将雕哥染成了一个血人 我雕哥 天命之子 绝不会输的 啊 我才是拯救世界的人 柳神 接住 雕哥抓起了地上的融合之降 就朝着柳神方向扔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怎么的 刚好落在了柳神的光芒圈子之中 砰 当将地上的融合之降扔完的时候 雕哥的双膝终于承受不住 这种庞大的压力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低头的瞬间 他似乎看见了柳神柔弱的光芒亮了起来 然后 再也撑不住 缓缓闭上了眼睛 苏小等人 正在外面等候雕哥和农场主的消息 但是等了许久 也没有动静 正考虑是否再次进攻的时刻 忽然间就感受到了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这是 整个长生谷一瞬间笼罩在了滚滚魔气之中 半边天空都呈现漆黑之色 一时之间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仿佛世界末日到来 紧接着 滚滚魔气之中 一股绿色的光辉冲天起和黑色的魔气交织在一起 绿色光辉仿佛无孔不入一般 又好似跳动的精灵飘扬在天空之中 两者相互纠缠 抵消 一息 两息 十息 足足好半赏 浓郁的黑色魔气才渐渐地消失不见 只剩下那些淡绿色的点点光辉缓缓缓从空中飘落 仿佛下了一场淡绿色的雨 小神 这是什么情况 卧槽 好屌 好屌啊 这CG做得太屌了 这画面 爱了 这就是令人向往的神迹事件 玩家们此刻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眼中露出了极其震撼的神色 一瞬间世界末日 一瞬间仿佛置身天堂 真特么的刺激啊 关键是这感觉 身临其境 哪里是一般游戏能够体会到的 难怪 神迹事件一个账号都可以拍卖出百万的价格 应该是柳神和魔头的终极大战 一开始 魔头取得了上风 后面柳神绝境爆发反压制了魔头 看样子 这场矿石大战已经结束 苏小从之前雕歌传回来的信息之中 将事情推算得很精准 不过 苏小的心中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里竟然存在着两个恐怖的存在 不知道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 像这种存在 直接一巴掌 就能把天庭神朝给拍灭掉 边陲荒域是否还有类似的境地 苏小完全不知道 边陲荒域究竟是一处什么地方 苏小想起了云之天嘱咐他 不要离开边陲荒域的话 云之天似乎知道一些事情 但是却又不告诉他 这当中到底涉及到一些什么隐秘 又或者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哗啦啦 正在苏小沉思的时候 之前一直封锁长生谷入口的七八个树人 此刻竟然收回了枝条 同时 恭敬地看向苏小等人 各位尊敬的客人 刚才一切都是误会 现在我们柳神邀请你们进入长生谷做客 请随我来 当中那个树人投领此刻 看向苏小 竟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苏小 众玩家 尼玛 竟然打着打着就成为了尊敬的客人 有没有搞错 小神 这些树人NPC 不会是在炸我们吧 假装对我们示好 然后把我引进去 然后在地上扯开衣服 用力地对我们嘿嘿嘿 我不要啊 卧槽 众人无语看着 ID万人迷 尼玛一天到晚 脑袋里想些什么玩意呢 应该不是 我想 或许进入的两个B 应该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苏小倒是看得挺透彻 这些树人 没必要搞这些鬼名呢 哎呀 我们出来了 我特么终于从那个球龙里出来了 阳光正好 空气正好 这时 之前被关押的 张大仙等人 出现在了长生谷的某处地方 这下 苏小等人也确认 长生谷对他们并没有恶意 漆黑的空间之中 啊 好痛 我的身上好痛 感觉淡淡都要撕裂了 雕哥从剧痛之中清醒过来 只感觉浑身仿佛被撕裂 刷 正在此时 一道淡绿色光芒笼罩在他身上 瞬间让他舒服了许多 抬头望去 就看见那熟悉的棺材 棺材上方 一棵闪烁盈阴绿光的柳树 散发着朦朦胧胧的气息 雕哥努力想要看清楚 绿光之中的场景 但是却无论如何努力也看不清楚 雕哥 赢了吗 这时 一道声音在雕哥的耳边响起 原来是 超级农场主也醒来 正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 卧槽 农哥 你还没死呢 雕哥震惊 超级农场主 猛然间 超级农场主想到了什么 跑到了旁边一看 他们的 万妖融合之响呢 那淡蓝色的液体呢 没了 什么都没了 亏大了呀 啊 超级农场主 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 不仅什么没捞着 还搭进去了一包 他精炼的多元素复合响 两个小家伙 你们这次拯救了我 拯救了长生谷 你们是长生谷的恩人 谢谢你们 上方的柳神突然开口 将雕哥和农场主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啊 这 真的赢了 你们 柳神刚想开口 没问题 我已经想好了 我不会太贪心 你给我一把神器 一套神级套装 一套神级功法 一个祖龙坐骑 再来三十六个大美女就行 雕哥直接打断了柳神的话 这腰牛叉的存在 一定不要客气 我我我 我要刚当那种蓝色的液体 不要太多 装满十个洗澡筒就行 另外 万妖之响 给我来试车 超级农场主 生怕落后 完成了隐藏任务 还是这种超级大剧情 肯定会有奖励 柳神 这两个家伙 还真是有点意思 嗨嗨 神器之类的 我没有 万妖之响倒是有些 但静月圣水没了 我或许可以给你点类似的圣水 柳神说道 啊 龙场主感觉自己还能接受 但是雕哥是真的要哭了 老子辛苦这么大半天 拯救了世界 连根毛都没捞着 这泥马狗策划 要不要这么扣 这种大副本 不应该刷刷刷地抱好装备吗 那 那把剑我要了 雕哥忽然瞥见了地上的三节魔剑 兴奋地捡了起来 这剑 我可以送你 但你不一定有机缘 扑 雕哥一听这话 差点要吐了 不管不管 我就是他主人了 先收着再说 先出去吧 你们的族人还在外面等候你们 为了感谢你们这次的援助 我决定送给你们一场造化 柳神声音朦胧地道 造化 雕哥和农场主一听 眼中瞬间充满期待 咦 似乎还有件东西 这时 雕哥眼疾手快 迅速从地上捡了起来 直接藏在了裤裆里 不问 打死也不问了 不然问肯定就是你没有机缘 长生谷 苏小等人 已经抵达了那个宽阔的广场上 大家伙此刻 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千奇百怪的木系妖灵 卧槽 那个黄瓜只儿好大 看见他我感觉有点自卑 难不成你见到那茄子不自卑吗 男性玩家一个个偷偷瞄了一眼自己下面 做了个对比 然后 集体自闭 哎呀 讨厌 这些妖灵 为什么不穿裤子 休死人了 啊 这 这怎么受得了 女性玩家则是捂着嘴巴 发出了尖叫声 苏小 他只感觉自己额头上出现了几道黑线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群二货 关注点都在哪呢 刷 就在这时 一道绿光闪过 那空空如也的祭台之上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节干枯的树桩 唯独顶部区域长着一缕嫩牙 证明他还活着 柳神 见过柳神 此时 那些木系妖灵都 齐刷刷地低头弯腰行礼 苏小和玩家们的目光 也都落在了这所谓的柳神身上 露出了诧异之色 本以为是一棵巨大的柳树 没想到 竟然是一节枯木 究竟什么样的存在 能够以枯木之身 造成那般浩大的声势 这柳神来头 只怕大的吓人 苏小脑海之中闪过一个念头 绝对如果不行的话 灵金矿直接放弃掉 也不能和这柳神作对 不过 两道人影此刻陡然出现 旁边引起了大家伙的注意 不是 全身都是雕和 超级农场主 又是谁 啊 是雕哥和农哥 哈哈 兄弟们 我们终于见面了 超级农场主 开心的一批的朝着大家伙 冲了过来 但是 全身都是雕 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背负双手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仿佛整个世界 和他格格不入 雕哥这是 雕哥在干啥呢 玩家们有些猛逼的盯着雕哥 此刻 只见雕哥缓缓转头盯着苏小 小神 你这个逼经常欺压我 对我使用不平等条约 我现在正式对你发起挑战 希望你给我一百万信仰币和贡献值 我奉劝你不要不知好歹 因为你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赢我的 雕哥自信的一批的 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卧槽 玩家们集体震惊了 你嘛 雕哥这是 秀斗了吧 卧槽 雕哥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刚 进水了 雕哥的脑袋绝对是进水了 竟然敢挑衅小神的尊严 雕哥这个逼装的好啊 不过下场嘛 苏小眯着眼睛看着 全身都是雕 眼中闪过一丝灰暗的光芒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那你就来吧 你当天庭神朝的主人 苏小淡淡道 苏小的话音落下之后 雕哥直接拿出了三节魔剑 朝着苏小冲了过来 玩家们集体呆弱目击 雕哥竟然真的对苏小发起了进攻 反了反了 但是 结果显而易见 啪 苏小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瞬间将雕哥抽趴在了地上 给我出来 刷 与此同时 苏小的手掌之上 神力流转 七彩光辉笼罩在雕哥的头顶 竟然是从中扯出了一缕黑色的气息 一缕魔性气体 啊 这 此刻玩家们见状都惊呆了 卧槽 雕哥的脑袋之中 竟然长了铁线虫 一个三侧萌新 震惊道 铁线虫 这不是一缕黑气吗 在苏小扯出了这缕黑色气息之后 雕哥浑身哆嗦了几下 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 啊 我这是在哪 我在干什么 啊 小山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好想你啊 雕哥刚才自己干了些啥事 其实他很清楚 但是他就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举动 那一刻雕哥想死的心都有了 现在只能装作啥都不知道 想我吗 嗯 还是 想干掉我 霸占我的位置 啊 碰 碰 碰 然后 雕哥就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苏小亲自研发的一套组合拳 哈哈 赶紧给雕哥录下来 这是雕哥的人生巅峰 玩家们迫不及待地帮雕哥记录这高光时刻 一百万一百万 要不是这铝魔性气息 你真是要飞天了 我再给你两百万你要不要 哎呀 小生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是无辜的 啊 我知道你无辜的 但是我就想打你 此刻 雕哥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黑暗 鼻青脸肿的表情似乎在说 这游戏有毒 绝对有毒 为什么踏马的老是针对他一个人 一顿暴揍之后 雕哥终于老实了 苏小看了一眼手中那里黑色的魔性气息 手中七彩神光再次闪烁 直接将其碾压成为了碎末 一点渣也没有留下 请问我的考验过关了吗 苏小看向不远处的柳神 直接了当地开口道 以柳神的强大 这缕入侵雕哥脑海的魔性气息 肯定逃不过他的眼眸 不过 他既然没有出手 其意味就不言而喻 三节魔剑是一把魔性非常强的剑 如果我随便让它流出去 那能够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我想你应该会明白 如果你不够掌控力的话 那么我就会把它收回 柳神一边说着 一道青绿色的光芒 将地上的三节魔剑 拖着送到了苏小的手上 你如果能够征服它 我让你带走 但是 从此你也会沾染一些因果 你考虑清楚 柳神徐徐说道 这个简单 玩家们身上的东西 如何能够逃过苏小的眼眸 苏小早就感知到了 这把剑的非同寻常 因果怕什么 他苏小要破的 就是这一世的因果 既然他遇到了 那就是他的机缘 哪有放弃的道理 刷 苏小握住三节魔剑的刹那 瞬间就察觉到了 三节魔剑身上 那恐怖的魔性气息 但 这魔性气息尚未将它笼罩 苏小身后两道光芒万丈的神环 瞬间出现 九色至尊神格 苏小已经许久 未曾展示出自己的 九色至尊神格 神格光环出现的刹那 天地之间 就多了一丝神妙的气息 这一刻 无论是二侧老玩家 还是三侧蒙星都 惊呆了 甚至 就连懂一些门道的木系妖灵 也都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唯独柳神 感觉不到太大的波动 仿佛已经洞察一切 苏小知道自己 在柳神这等存在面前 几乎是毫无秘密可言 索性把自己的本领展示出来 九色气息流转 化作一条犹龙 将三节魔剑包裹在其中 九色神格 为何称之为至尊 因为 九色已然打通了天地之谷 带着一丝天道的气息 遇到那个魔头苏小 或许没有办法 但是这一把魔剑 凭借这一缕气息它 还是能够将之收服的 果然是九色至尊 好久没见过九色至尊了 多么遥远的回忆啊 难怪 你我能够再次相遇 柳神盯着苏小身后的九色光环 喃喃自语 不过一会儿 苏小手中光芒 渐渐变得暗淡 众人只感觉三节魔剑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具体是哪里发生了变化 又说不上来 虽然 你压制了此剑的魔性 但是以后还是慎用 能不能用的时候 最好不用 人一旦变得贪婪 堕落 那么即便是九色至尊 也难以抵抗魔性的入侵 柳神提醒了一句 三节魔剑的魔性 苏小只能压制 而不能清除 一旦清除 那么三节魔剑 也算是废了 嗯 苏小点头 不过 你的九色至尊没有遮掩 若是被强者看到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便赐你个功法 你修炼之后 可以随意改变神格品阶和境界高低 以及气韵容貌等 若是遇到危险 也可自保 柳神说完 一道淡绿色的光芒 将苏小笼罩在其中 卧槽 一旁雕哥健壮 差点被一口气憋死 他雕哥才是天命之子 才是拯救了世界的超人 为何踏马的好处 全给了苏小 狗策划 狗策划 简直坑的一批 天机遮掩术 多谢柳神 苏小的脑海之中 很快出现了柳神刺他的功法 稍微浏览一下 很快又收回心神开口道谢 柳神 我可否多问一句 那个魔头 苏小其实很好奇 这柳神镇压的魔头 是个什么存在 不要问了 你现在实力太弱 问了没有好处 触碰了天机 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放心 魔头我暂时还能镇压得住 短期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影响 柳神安慰道 实际上他自个心里也在打鼓 如果那魔头的手指没有找回来 他拥有绝对自信 不过 现在魔头的手指被送了回来 那他还真说不准 尼玛 这什么游戏剧情还遮遮掩掩的 搞得我们多想知道似的 哼哼 这种剧情我见得多了 我才不想知道呢 噓 这应该是公司的大剧情 不要避避 玩家们好奇心被吊了起来 偏偏什么都不知道 难受的一批 柳神 你说要自我们一场造化呢 雕哥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 踏马的 要是这次啥都没捞着 真的是亏大了 呵呵 别着急 你们来长生谷 目的是什么 柳神呵呵笑道 当然是挖矿啊 灵金矿 挖了灵金矿 对付幽冥神潮 雕哥毫不犹豫地开口 幽冥神潮吗 哼 可惜了 长生谷的生灵 不能离开这里太远 不过 你们既然卷入了这当中 那就无法逃离 只能迎战了 听见这个名字 柳神轻哼一声 这次因为幽冥神潮 差点将那个魔头给放了出来 他心里正不爽呢 既然如此 那我就施展灵光神域 让你们再次舞蹈三日 享受气韵加成 此外 灵金矿我不阻拦你们 甚至可以 让长生谷 助你们一臂之力 灵光神域 这什么鬼 玩家们一脸猛逼 苏小瞳孔骤然一缩 有些震惊地盯着柳神 只要是设计道道 气韵这些字眼 就不是一般境界能触碰到的 能够让人悟道 享受气韵加成的神域 这尼玛得是什么级别 神域内的道 气韵都是根基 往往需要机缘 或者上万年的积累 才能成型 累积很难 消耗却很快 柳神能够让玩家们 在里面待上三日 这也太大方了 果然是一场大造化 也不知道 玩家们在里面待上三日 会产生什么样的蜕变 丁 神潮任务 奖励 误道成功的玩家 或者领悟特殊能力的玩家 奖励信仰币两万 卧槽 玩家们听到苏小发布这个任务 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他 足足两万信仰币啊 巨款啊 这灵光神域肯开具流弊 否则小神不会给这么丰厚的奖励 妈咽 我是否即将起飞 刷 与此同时 祭台上的柳神 直接化身一棵 足足高达百米的巨大柳树 遮天蔽日 飘飘扬扬 万千枝条垂落 碧绿晶莹 散发着一团团细小的光运 每个光运之中 都传来了诵经之声 宛如存在一方世界 其内诸天神佛在不断吟唱 光辉朦胧 似有无尽神魔 在鼎里膜拜 玩家们直接都看傻了 苏小只觉得 自身某些东西受到了牵引 整个人不由盘膝而坐 进入了顿悟的状态之中 玩家们也似是无视自通 纷纷盘膝坐下 进入了一种旋之又旋的境界之中 长生谷禁地洞穴最底部 两道身影突然出现这里 一道朦朦胧胧散发着绿光 正是柳神 一个身材娇小却火爆 柔弱的面容上带着一丝坚毅 你心中有毅律执念 它可以使你变得很强很强 但也能摧毁你 你想好了吗 柳神盯着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眼光闪烁 缓缓开口 想好了 我愿意只守护她身边 遮风挡雨 不管刀山火海 沧海桑田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愿意承担 第一狠人大地 妹子坚定不移 好 你是我见过执念最深之人 希望你能掌控好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三日时间 很快一画过 某个时刻 苏小的周身 一阵碧绿色的光辉萦绕 化作了游龙针缝 其内有仙乐传出 沁人心脾 与此同时 银绿色的灵光神域顶部区域 一颗晶莹剔透的光团 徐徐出现 开始坠落 最终坠入了苏小的眉心之中 嗯 这是 作为灵光神域主人的柳神 紧紧注视着这一幕 竟然露出了震惊的神态 这个光团 可不是一般玩意 而是一颗种子 一颗来自万古 历经沧海桑田过后 始终未曾磨灭的种子 万千时光之中 这颗种子 未曾选中任何一个生灵 没想到这会儿 竟然把苏小给选中了 看起来 苏小进入长生谷 这一切都是天意 与此同时 苏小也感觉到了 自己的脑海之中 存在 一颗核桃般 拇指大的玩意 这东西 一进入脑海之中 就直接入住 红莲妖火的旁边 作为一伙的红莲妖火 竟然被迫给他 让出了很大一片位置 几乎和苏小的 九色神格 分庭抗礼了 这颗种子 竟然选中了你 说明你和他有缘 柳神的声音 此时传入苏小的脑海之中 是什么 苏小好奇问道 我也说不清楚 只知道 他来自几十万年前 几十万年 苏小深吸一口气 压住心中震撼 突然间 三日的时间已经结束 完了 这就完了 我感觉才过了几分钟 我去 赴本奖励这就结束了吗 我靠 强烈要求狗策划时间 弄长一点 你知道我领悟了什么吗 我他们领悟了个寂寞 吼吼 我竟然升了八星 我竟然也升了两星 一群玩家 也吵吵嚷嚷地转醒过来 不少玩家骂骂咧咧 焦头接耳议论着什么 唯独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等几个玩家若有所思 似乎还在感悟着什么 不过 有个让苏小感到欣喜的现象 那就是 所有的玩家 包括他自己 在境界上都有了大大的提升 从六星神史 晋升到了八星神史 尤其是三侧萌星 原本只是半阶三星左右 居然集体迈入了一阶 和坐火箭没有什么区别 三日已过 长生谷即将壁谷修整 灵精矿脉 已经帮你们挖了出来 柳神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响起 苏小和众玩家 顺着他支条光辉指向的方向看去 就看见了一大堆堆积 如同小山般的灵精 尼玛 这下我终于不用去挖矿了 啊 长生谷真是太热情了 这个副本真急而爽 后面多来几个就好了 很快 苏小就让玩家们收拾东西 准备将灵精矿 搬运回天庭神巢 长生谷这里的事情解决掉 但是幽冥神巢的事情 却还没有落下帷幕 局势依旧非常紧张 漆黑的山谷之中 嗨嗨 一个身穿黑色衣袍的幽灵 此刻正坐在大殿的正上方咳嗽 随着他每一次的咳嗽 就会吐出一团灰白色的液体 仿佛血液一般 眼眸中的鬼火也时而变蓝 摇曳不定 可恶 那两个可恶的人类 下次让我见到他 一定将他们抽筋扒皮 用油锅炼油 受伤不清的亚西主神 此刻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最后的关键时刻 若不是他逃离及时 肯定要被留在长生谷之中 到时候定然永世不得翻身 可恶 任务失败 我如何向上面交代 亚西主神却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大殿之中 闪烁着淡蓝色火焰的幽灵 骤然出现 引起了亚西主神的注意力 嗯 古则主神 你怎么来了 亚西主神看着这个幽灵 有些惊疑不定 亚西主神 你这是任务失败了 古则眯着眼睛问道 我 你不用解释 这是都统大人已经知道了 都统大人对这事非常生气 所以特地让我来通知你 长生谷的事情不用管了 什么 听见这话 亚西主神脸色变得难看 这岂不是说 都统大人已经对他彻底失望 不过 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长生谷的任务难度 本来就比较大 你就手指送到了魔头手中 也能算勉勉强强 完成任务 你得庆幸摩月谷的事情 进展得很顺利 长生谷变得不那么重要 没有影响到 幽灵主神的大忌 否则 古则主神说着 话语微微停顿 嗨嗨 多说无意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需要你去完成 你这次可千万别搞砸了 古则主神 将手中的任务卷轴 递给了亚西主神 另外 作为同僚 我给你一个忠告 幽灵主神预感边垂荒域 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点 所以 你赶紧把之前 毁了神朝据点的 那个主神拿下 剿灭他手中的宝物奉上 万一此次天书学院这事 因为这神朝的存在 产生了事端 后果你肯定比我还清楚 古则主神说完 身形一晃 再次消失不见 只留下 脸色难看的亚西主神 啊 那两个可恶的人类 那可恶的神朝 亚西主神此刻 将所有的怒火全部 倾泻到天庭神朝的身上 他急需一个发泄对象 六大侍卫 还没有到齐吗 亚西主神冲 大殿外面吼了一声 片刻后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主神 西林侍卫大人刚刚赶到 另外古则主神 留下了一个侍卫 希望能够助亚西主神 一臂之力 古则 这样 你去一趟仓库 把东西都取出来 这次 我就不信 还拿不下 亚西主神对手下 吩咐了一句 片刻后 一道道有黑色的光芒 笼罩整个山谷 阴冷的气息 让这里仿佛变成了一个冰窖 上万幽冥军 整整齐齐地站在一起 手持长枪 长剑又或者各种器械 看着密密麻麻 如同一只只黑色的蚂蚁一样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 以最快时间 将那个神朝拿下 否则我绝不饶恕 亚西主神站在上方 任务失败的怒火 已经消耗了他大部分理智 他现在 只想剿灭天庭神朝 挽回一点余地 亚西主神放心 我们绝对完成任务 出发 随着一声令下 浩浩荡荡的幽冥大军 开始前往天庭神朝所在之地 然而 天庭神朝的玩家们 还不知幽冥神朝的二次来袭 将时间提前了一半 天庭神朝 玩家们 经过了三天的悟道回来之后 再一次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 三个一团 五个一堆 搬砖的搬砖 挑愤的挑愤 总之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啊啊 可恶 可恶 我感觉我就差一点就能够领悟了 一个殿堂之中 不少人聚拢在一起 似乎在修炼某种功法 另外一个角落 对对 就这样 姿势要对 动作要标准 注意技巧的使用 注意观察敌人弱点 注意敌人的心理变化 全身都是雕 此刻和七八个玩家 摆出了修人的姿势 啊 雕哥 这样真的能行吗 这个动作太羞耻了 不少玩家 都是满脸的苦逼 全身都是雕 告诉他们 要教他们 修炼一种超强的神迹 他们相信了 结果呢 废话 我雕哥根据 太出之章 卷武亲自创造 你这是在质疑 这本神迹功法吗 雕哥很不满地说道 众玩家 我们踏马的 怎么可能质疑 太出之章 卷武 这踏马分明 是在质疑你啊 灵田旁边 一座小屋里 不对啊 不对啊 柳神这壁 不是在骗我吧 这水不对啊 超级农场主 本来打算 研制出 上次在长生谷禁地之中 融合出的那种药丸 但是发现 这次无论如何 也无法成功 他心态 都快崩了 不行 我不能放弃 还有一个周的时间 我农场主 一定要有发光的那天 超级农场主 心里憋了一口气 很想真正意义上装 一次大笔 报告指挥官 三册小萌星训练结束 效果还行 天庭神朝广场 最宽阔的地方 一个玩家跑到了 宇文老师旁边汇报工作 嗯 不错 让大家休息一下 开始后续的特训 宇文老师吩咐了一句 看向远处的防御设施 也不知道 MC王者负责的防御设施 如何了 按照作战计划 这些防御设施 肯定要在大战之中 发挥很大的作用才行 此刻 MC王者正站在 自己建造的城墙大坝之上 扫射着四周 在他手中小皮便的威慑下 这些三侧萌星干活非常积极 终于在不久前 完成了防御设施的建设 接下来只需要一点时间完善 他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王者哥 快给我来一下 此时 一个玩家搬着一块砖 来到了MC王者的面前 什么 MC王者盯着这个玩家 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什么来一下 快 小皮便啊 给我屁股来一下 这个玩家黑黑笑道 崛起了屁股 我擦 MC王者用震惊的眼神 望着这个家伙 虐出快感了 这家伙变态吧 啪 一皮便抽了上去 哇 真爽 走了 这个玩家抱着砖 很快消失 MC王者总感觉这家伙 看自己眼神怪怪的 不会吧 不会吧 真的不会吧 有那么变态的人 正想着 忽然之间游戏聊天频道之中 传来了一条消息 主神殿发布 所有玩家请注意 监测到大批量敌人入侵 请速速做好战斗准备 嗯 这一刻 所有正在忙碌的玩家们 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 抬头看着远处 轰隆隆 轻微的大地震战声响起 卧槽 这才十天不到 二次神潮入侵就开始了 什么情况 小神不是说好的十五天 我的神迹还没有修炼好呢 操 我也没有准备好 这一刻 所有玩家都猛逼了 此时 刚好将妖火大阵布置完毕的苏小 也得到了提示 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 进攻提前了 而且提前了这么多天 好多东西尚未准备完毕 简直太意外了 丁 系统任务 抵御幽冥神朝的第二次入侵 守护主神殿安全 并摧毁幽冥神朝此地城池 撕破大劫难的一角 任务成功奖励 九品神隐大阵星号一 神朝建设大礼包星号一 九幽天灾欲火 天火天 任务失败 天庭神朝将在劫难中覆灭 系统也在此时发布了任务 系统的提示 让苏小之间猛了 失败就是覆灭 那么这个劫难 是有多恐怖 马德 这次可真是到了真正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天庭神朝 一定要成为这场劫难之中 那个最尖锐的点才行 苏小沉引了片刻 直接通过聊天频道传达了任务 各位玩家 速速准备战斗 真正的生死存亡战 若是失败 天庭神朝将会面临覆灭的下场 哗啦啦 这一刻 几乎是所有玩家 只要能够走开的 都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在天庭神朝的广场上集合 动 动 动 无奈 德马西亚已经敲响了 广场那面巨大的战鼓 兄弟们 考验我们的时刻再次到来 守护天庭神朝 我被义不容辞 主神殿需要我们 小神需要我们 无论你是否疲惫 打起你们的精神 用生命守护我们最好的小神和神朝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让我们征服敌人 征服天堂 BGM 征服天堂 一声声振奋人心的说辞 在广场之上响起 魔灵军团集合完毕 请指示 乍天军团集合完毕 请指示 狠人军团集合完毕 请指示 光之军团集合完毕 请指示 四大军团很快严阵待发 这一幕 看待了三侧的萌新们 卧槽 热血啊 我感觉到 我好像吃了春药一般 受血沸腾 妈蛋 当初就是看了类似的视频 才决定入坑 我现在有种想哭的冲动 我 为了小神和神朝 致死不渝 不会吧 不会吧 失败就不能完了 这什么狗策划想出来的 还要不要赚钱了 三侧萌新们 一个个激动的手掌颤抖 没有一个怕死 反而是渴望战斗 战斗 战斗 刷 出发 一声令下 近五百个玩家 浩浩荡荡 朝着神朝的外围而去 此时 天庭神朝的核心区域 地面上一圈圈的火光冒出 形成了一道避障 将核心区域守护在其中 是苏小发动了 刚刚建立好的妖火大阵 妖火大阵 不仅具有辅助战斗功能 还具有一些防御功能 轰隆隆 距离核心区域几十里的距离外 上万幽冥军在 亚西主神手下六大侍卫 不 七大侍卫的带领下 快速行来 刷刷刷 但就在此时 面前空荡的地面上 一道道的光影出现 近五百玩家出现在前方 拦住了去路 天庭神朝五百玩家 幽冥神朝这边 则是上万幽冥军 巨大的差距 一下子就显露出来 远远望去 好像有点超乎意料啊 马德 不是说最多也就八千吗 这你马得一万多了吧 兄弟 我感觉我要被虐 现在慌得一批 怎么办 玩家们瞄了一眼 来势汹汹的对方 瞬间就梦了 来得早也就罢了 你踏马人数还超纲了 这怎么打 苏小此刻也是双拳紧握 一颗心弦在半空 一二三 七 似乎多了一个主神 难怪幽冥军的数量 超乎他们的预料 这下糟了 多一点信徒 可能问题不是太大 但是多一个主神 就完完全全打乱了 之前制定的计划 除非苏小能够拖住五个主神 这 稍微探查一下 苏小忍不住再次深吸了一口冷气 七个主神 全都是三星小神境界以上 厉害的甚至达到了五星境界 虽说 他现在的境界有所提升 但是想要应付五个主神 难度非常大 即便是他想要这样做 对面可能不会给他这种机会 怎么办 怎么办 苏小内心很焦急 偏偏一时之间 想不出来太好的办法 除非玩家们 能够拖住三个主神 给他足够的时间 但是 太难了 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 各位玩家听令 情况有变 敌人的进攻时间不仅提前了 甚至还多了一个主神 现在我们只能随机应变 苏小通过聊天频道 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大家 大家伙瞬间就哗然一片 知晓了为何人数超出这么多 你嘛 这是bug吧 卧槽 又多了一个主神 还能打吗 玩家们顿时炸了锅 这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 现在 我想办法拖住其中五个 然后你们按照计划 拖住其余两个主神 还有那些信徒 此战 我们唯有拼死一搏 才有机会 苏小最终决定 尽自己最大可能去斩杀五大主神 这是唯一的机会 小神 你能行吗 分一个给我们啊 我们大不了多挨点打 玩家们听见苏小 视死如归的语气 情不自禁急了起来 好了 别说了 先试试看吧 我数一二三 我们开始跑 苏小毫不犹豫拒绝 让玩家们面对三个主神 外加如此众多的信徒 绝对血崩 到时候反而会拖累战局 各位 敌人太强 我们完全无法战斗 能逃几十几个 苏小此刻扯开嗓子吼了一声 然后领头就逃跑 啊 马德 主神都跑了 我们还在这里等死干啥 跑吧 草 我可不想死 要打你们打 你觉得 我们几个百人能打赢上万个 打个吉儿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玩家们早就演练过 在苏小一声令下之后 顿时化作了鸟兽四散开去 当然 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逃跑 而是为了示弱 让敌人放松警惕 引入事先准备好的陷阱当中 如果光是靠玩家们上去硬碰硬 那肯定是不行的 绝对被邪虐 只有依靠智商制定战术 迂回作战 才能够胜利的样子 对面七大主神 直接就梦了 不是说这是一场恶战吗 踏马的 上次三大主神前来 被团灭的事情 难道是假的 哈哈 这些卑鄙无耻的人类信徒 竟然就这样跑了 其中一个主神 发出了狂笑声 没错 人类向来都是自私自利 我看他们这次 是被我们给吓傻了 所以才直接不敢应战 这次倒是便宜了我们 其余几大主神 也都露出了笑容 不过 唯独中间那个五星小神 境界的存在没有参与 他眯着眼睛 看着四散的玩家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各位 我觉得这当中可能有诈 若是要跑的话 他们早就跑了 何必等到现在 待会儿 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这个叫做西灵主神的侍卫 打断了其余主神的笑声 西灵 你这也太谨慎了点 我们七大侍卫前来 还有一万余信徒 你真以为凭借五百人 能够抵抗德了 有主神反驳 不过 也有主神收起了 细耍的心思道 我觉得西灵主神 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应该要小心才是 不然 我们幽冥神朝 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 在这里吃亏 七大侍卫中 有一半都被点醒 别废话了 这样我们五个去追 那个逃跑的主神 以最快速度将之拿下 另外两位主神 就率领信徒大军 冲击这神朝的主神殿 我不幸双管齐下 还能输 因为上次的失利 所以几大侍卫来的时候 就已经制定好了战略 好 就这样办 我们看看 哪一方速度更快 几个侍卫一拍即合 其中西灵主神 带着四个 追向了苏小离去的方向 另外两个主神 则是带领信徒大军 冲向了玩家们 一时之间 天庭神朝的外围 巨大的奔跑声响起 宛如雷鸣一般 整个大的都似乎在震动 只是 当这两个主神 带领着幽明大军 翻过了一个山头之后 就彻底地 失去了玩家们的踪迷 一眼望去 偌大范围 竟然没有一个玩家 感觉跟人间争发了一样 嗯 这两个主神猛逼了 这些家伙到哪去了 不可能跑这么快的 不好 不要追了 我们可能中计了 两个主神对视了一眼 猛然反应过来 但是 此事已经晚了 咔嚓咔嚓 一阵巨大的激扩声 在这些幽明大军的耳边响起 一座土黄色的城墙 竟然从地下缓缓升了起来 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均有一座城墙 足足几十米高 直接将天上的阳光都折挡完 四座城墙无缝衔接 最终形成了一个牢笼一样的东西 将一万多幽明大军困在了其中 而城墙之上 则是站着一个个的玩家 此刻正笑眯眯地盯着这些幽明大军 他们手中 或者抱着超级加特林 又或者抱着火箭筒 拿着弓箭等 MC王者 站在城墙的最中间 看着自己这得意之作 眼中露出了奸诈的笑容 这是他在经历了长生谷战斗之后 根据长生谷地下囚龙之术 研发出来的东西 将张大仙等人困住的那些囚龙 是通过长生谷特有的阵法所催动的 在MC王者 不要避连的要求下 从长生谷 要来了套阵盘的布置之法 和科学家等玩家 日日夜夜的辛苦下 终于完成了这个壮举 简单而言 进入这个范围之后 消耗大量的灵精催动阵法 利用四两拨千斤之术 就启动阵法 让这些城墙从土里钻出来 形成一个困阵 瓮中捉鳖 沙雕 你以为我们是假逃跑 其实我们是真的在逃跑啊 一群玩家忍不住发笑 猜到了幽冥神潮 肯定会比较谨慎 所以玩家们才故意制造逃跑的景象 他们谨慎之下 肯定不敢急追 这就给了玩家们准备的机会 要是真的猛追 那就不会有现在这困境了 玩的就是心理战术 不死神魔之躯逆三转 一群玩家此时齐齐施展自己的底牌 迎来了短暂的爆发 咻咻咻 一颗颗的冰火两重天之弹 疯狂扫射下方的幽冥军 轰轰轰 足足有冬瓜大小的冰火两重天炮弹 落入敌军阵营 一时之间 下方的幽冥军乱做了一团糟 红色 蓝色的光芒交织下 发出了一阵阵咆哮声和震耳欲聋的声音 由于下方的幽冥军比较密集 外加玩家们的攻势凶猛无比 仅仅瞄准一个方向猛攻 一瞬间就造成了大量的死亡 不要乱 不要乱 这些东西威力没有那么大 防御就行 两个主神疯狂呐喊 玩家们的攻势出其不意 让不少信徒慌乱之下 一半的实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直接就被秒杀 哄 就在这时 两个主神已经出手 两道黑色幽光轰击在城墙之上 让城墙瞬间摇晃动荡 宛如湖面上的小船 两个小神境界的主神权力一击 何其恐怖 那坚硬无比城墙 甚至都被轰出了两个大洞 卧槽 这两个家伙实力这么强 王者哥 你这城墙质量似乎不过关啊 不少玩家这会儿下的脸色有些发白 游民护盾 此时 下方的游民大军已经停止骚乱 施展出了自己的防御技巧 一个个黑色的护盾挡在了头顶 构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 玩家们的攻势 瞬间就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骑士 给我冲击 砸乱这枪 两个主神再次下令 刷刷刷 同时 这些游民军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有黑色的弓箭和法术 朝着玩家们射来 密密麻麻 宛如咒语落下 兄弟们 顶不住了 撤 MC王者此时招呼大家赶紧撤 要是再不撤就完了 卧槽 王者哥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建造了这城墙 这就没了 玩家们猛逼了 这尼马 投入和收益 一点都不成正比 巨亏 巨亏无比好吗 不然呢 你还想凭着拦住这群傻缺 小神都没你这么留别 MC王者反驳道 一群玩家一边跑 一边交流着 卧槽 王者哥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崩溃了 轰隆 他们跑了并没有多远 被游民军攻击的那面城墙 已经被轰出了一个大洞 不要让他们跑了 追 此时 两个刚刚出师 就被上了一课的主神 咬牙切齿地 冲身后的游民大军吩咐道 还好 玩家们的数量不多 否则这次 可不就是死几百个信徒的结局 跑 MC王者 这个时候 嘴角忽然露出了一抹笑容 等的就是你们松懈的时候 让你们见识一下 MC玩家的真正恐怖之处 启动第二个阵法 MC王者 黑黑一笑 启动了手中一个阵盘 随即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彻起来 然后 那四面几十米高的城墙 竟然朝着下方的游民大军倒塌 狠狠地砸下 卧槽 尼玛 这才是王者哥的终极杀招吗 王者是真特么的秀啊 刘碧 王者哥 不愧是建筑系的大佬 刚才那些玩家们 此刻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次并不是演戏 而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MC王者 之所以不告诉他们原因 也很简单 让玩家们的感情流露 变得真实一些 好骗过这些游民军的耳目 轰隆隆 几座几十米高的城墙 宛如巨石从天而降 砸在了这些游民军的身上 那一块快堪比小车般大小的巨石 瞬间造成了恐怖的伤害 不少游民军当场被砸死 即便实力强悍一点 没有砸死的 也是奄奄一息 失去了战斗力 这一下 一万游民军 瞬间就少了七八百的战斗力 差不多十分之一 扑 两个主神几乎要吐血 本以为追杀玩家 进攻主神殿 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任务 没想到到目前为止 他们连玩家们一根毛都没碰到 咒术师 给全军加速 两个主神一声令下 一个浑身闪烁着淡蓝色火焰的幽灵施展咒术 给幽冥军加速 一瞬间 两个主神包括所有幽冥军速度 陡然暴涨了一倍 不过一会儿时间就拉近了 和玩家们之间的距离 尤其是两个主神 速度之快 简直合一阵风 差不多 他妈的 他们怎么突然间跑这么快 开挂 开挂了 王者哥 还有没有手段 赶紧施展出来 一些三侧的萌星落在后面 疯狂呼救 MC王者望着近在咫尺的第二道防御城墙 脸色难看 照这个速度下去 玩家们绝对跑不到第二城墙内 就会被追上 他要是在这里死掉 那么第二道防御无人操控 到时候第二道防御被攻入 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刚才那四面墙 只是一时兴起之作 第二道防御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玩家们能否战胜这些大军的关键 操 要是幽冥军没提前进攻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 这二次入侵的幽冥军 比起第一次入侵的幽冥军难度系数 提到了不止两倍 可恶 可恶 刷 前方的两个主神已经追了上来 局势岌岌可危 就在此时 兄弟们 不要跑了 王者哥不能死 我们即便是死 也要为王者哥争取一线生计 此时 MC王者身后的几十个玩家 忽然齐齐停下身来 脸上带着毅然决然的赴死之色 跑不掉了 两个主神的速度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他们死了 也就死了 MC王者要是死了 最关键的第二道防御就成了摆设 可能会丧失最佳时机 所以还不如一死 为MC王者争取逃离此地的机会 哼 一群喳喳 两个主神健壮 脸上露出了残忍的表情 来的时候 压根就没想到 会被一群信徒搞得如此狼狈 这就是奇耻大如 这几十个玩家的这点实力 压根不被他们放在眼中 随手就能图灭 倒是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MC王者 似乎是一个机关阵法师 操控着天庭神朝的一切机关阵法 如果能够将这个MC王者解决掉 那么就能让天庭神朝布置的所有机关失去作用 虽然 他们并不惧怕这些机关 但能减少一点压力 也是不错的 你收拾这群喳喳 我去追那个家伙 两人很快分配好了任务 一人对付蓝路的玩家 一人对付MC王者 分工明确 目标精准 几十个玩家 此刻战成了一排 浑身闪烁着红蓝光芒 兄弟们 拼了 其中不少都是三测玩家 刚刚踏入一阶境界 勉强可以动用属性融合技能 冰火两重天之剑 一只只冰火两重天之剑 朝着幽冥军两大主神射去 感受到这冰火两重天之剑上的威势 两个主神笑了 甚至连躲都懒得躲 抬手一挥 恐怖的黑色气息化作狂风 瞬间将这些红蓝之色的冰剑击碎 玩家们瞬间被击退 东倒西歪 不堪一击 就这点实力 还想和幽冥神朝对抗 不知道苏小是如何想的 鸣合 另外一边 追击 MC王者的主神 演化出幽冥长河 朝着他冲刷而去 有黑的长河 闪烁着阴冷的光泽 充斥着阴冷的气息 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 就接近了MC王者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逆魔之躯 风盾 流沙千鸟 冰火盾 寒冰烈焰拳 此刻 MC王者爆发出了所有的力量 不仅给自己上了一层防御罩 还顺势一拳轰出 刷 黑色的鸣合落下 瞬间将 MC王者的寒冰烈焰拳攻势削减 阴冷气息化作的河水冲刷在他身上 瞬间将之鸡飞 一大口 鲜血喷了出来 MC王者如今也是二阶一星的实力 可是权力爆发之下 即便是面对一星小神 也能够勉强抵抗 但是 还是被无情碾压 这让他瞬间就无语了 可惜 你爱惜我那儿 他们这会儿不在这里 否则倒是可以帮他一把 呵呵 这下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这个主神闲听信部 一般迅速靠近MC王者 王者哥 我们祝你一臂之力 还记得 那儿哥教我们的那招吗 此时 一道嘶哑的声音 从不远处响起 原来是刚刚去拦截 另外一个主神的几十个玩家 此刻 他们也被阴冷的气息所笼罩 剧烈的疼痛 让他们面容扭曲 仿佛丧尸一般 浑身颤抖 没有死 却比死还痛苦 但是有一个信念 让他们忘记了身上的痛疼 那就是让MC王者 进入城池之中 一二三 爆 砰砰砰砰 一半的玩家 此刻集体自爆 在生命的最后 挡住了那个主神必杀的一击 剩余的一半玩家 则是施展了冰火两重天之剑 一只接一只的冰火两重天之剑 整整齐齐 有先有后有序地 朝着MC王者射过去 没错 目标正是MC王者 而不是那个 追击MC王者的主神 兄弟们 等我给你们报仇 MC王者忽然想起 满眼激动的吼道 移形幻影 MC王者施展出移形幻影 躲开了致命的一击 然后轻飘飘地 落在这冰火两重天之剑上 借力加速 没错 冰火两重天之剑的速度 比玩家们逃跑的速度 要快很多 若是操作得当的话 可以借助这冰火两重天之剑 进行位移 增加它的逃跑速度 这是 你爱惜我那儿 天书学院进修过后研发出来的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用上了 刷 MC王者瞬间加速 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追击他的主神 这会儿直接猛逼了 草 还能有这种操作 打死他也想不出来 如此奇妙的技巧运用之法 想跑 此时 他气急败坏地朝着 MC王者追去 有名拳 一拳轰出 化作了雷霆之势 轰向MC王者 呵呵 还想来 寒冰烈焰拳 这次 MC王者感到这一拳 只是速度很快 威势却不如明和那般凶猛 如果能够借力反推的话 哄 震耳欲聋的声音再次响起 扑 一大口鲜血从 MC王者嘴里吐出 他宛如一颗炮弹 加速朝后方飞去 三连疑形幻影 MC王者落地之后 一咬牙急忙施展 疑形幻影 加速靠近城墙 瞬间又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翻过了前方的小山头 这一通骚操作 直接把这个主神再次看猛 竟然没死 那是什么防御神界 竟然能够如此的玄妙 能够挡下我这一劫 这个主神现在满脑子都是 MC王者的流沙千鸟之术 等这个主神冲过山头 想要继续追击的时刻 一个巨型的城池出现在他眼前 远远望去 一圈高达几十米的城墙 宛如一头猙獰的巨兽挡在前方 不过和刚才城墙颜色不同的是 这些城墙颜色是青黑色的 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泽 宛如钢铁一般 此时 MC王者已经抵达城墙的下方 进入城墙之内 终究还是让MC王者从他的手中逃脱 MC王者进入城池之中 自信心一下子就来了 踏马的 这主神果然不是一般货色 太强了 MC王者稍微整理了一下狼狈不堪的自己 从身上拿出了两块直血臭豆腐 塞进了嘴里 魏哥制造的直血臭豆腐 已经经过改良 效果很好 很快就止住了MC王者身上的伤势 此时 天庭神潮核心区域 主神殿之中一道道光芒亮起 正是死去复活的玩家们 兄弟们 我这个炮灰当得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 就是死的时候有点惨 赶紧休息一下 开启炮灰的第二步征程 巨大的城墙前 两大主神和幽冥军停下了脚步 哼 同样的招式还想来第二次 想起刚刚吃过的亏就感到愤怒 绝对不会再吃第二次亏 幽冥拳 哄 一只巨大的拳头轰击在了这城墙之上 使得城墙摇晃不止 但是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被轰出一个大洞 仅仅只是留下了一点痕迹而已 这城墙防御力竟然如此强 两个主神顿时眯起了眼睛 他们可是小神境界 一般的城墙哪里挡得住这样的轰击 殊不知 气着城墙的青黑色石头乃是金铁石 强度可不是刚刚的土黄色砖块能比肩的 呵 一品金铁石建造的城墙 你随便撞 此时 MC王者站在城墙上方的某个位置 一脸冷笑地盯着下方的两大主神和幽冥军 他神色淡然 没有丝毫的害怕 仿佛一切全在掌控 踏马的 一品金铁石矿 你们用来建城墙 要不要这么土豪 两个主神都傻了 他们自个的神潮 现在还有好多信徒 连一把衬手的刀都没有呢 不要撞 可能有诈 此时 其中一个主神提醒道 奸诈的人类 总是喜欢用各种阴谋 如果被牵着鼻子走的话 那后果可能和当才一样 嘚瑟 待会儿看我如何收拾你们 一个主神愤愤不平地盯着上方的 MC王者 忽然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圆盘 哼 幸亏来的时候 亚西主神开放了仓库 让我们带了足够的宝贝 等我去看看 这城墙有没有阵法加持 他手中的圆盘名为 碳阵盘 顾名思义 就只有一种作用 探查是否存在阵法禁止之类的东西 他们刚才已经被倒塌的机关城墙给弄怕了 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问题 王者哥 这货在干什么 他手中是什么玩意 不少玩家藏在城墙的某处 有些静一不定地盯着这一幕 MC王者也是一脸猛逼啊 他知道的锤子 不知道 似乎是探查阵法的宝贝 啊 探查阵法的宝贝 那要是被他们查出了阵法在哪 我们的第二道防御不是要完蛋了 不少玩家闻言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查 让他们随便查 要是能查出来 我火烧雕毛 MC王者却是笑了笑 嗯 玩家们狐疑 因为 这城墙可是实打实的城墙 一点阵法都没有 MC王者设计的时候 本来有这个打算的 没想到幽明军进攻提前了 所以 这只是一堵纯粹的防御之墙 材料不够 时间不够 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没想到 竟然歪打正轴 趁这群杀笔正在探查阵法 我们赶紧准备一下 这次一定要狠狠地杀 杀到他们吐血 MC王者脸上浮现出狠辣之色 很快 这个手持探阵盘的主神 就回到了远处 没有阵法的气息 所以 这只是一面纯粹的城墙 只要攻破这城墙 就能够冲入里面进行屠杀 所有幽明军听练 利用你们的手段 攻破这堵城墙 让它变成废墟 两大主神直接下令 开始发起进攻 攻击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是利用纯粹的力量 硬钢 这一幕 让不少玩家直接看笑了 这个世界武力值倒是挺猛的 不过谋略水平就有点差了 要是让玩家们 来攻打这样的城池 至少能够想到 不下十种办法 上钩了 MC王者 嘿嘿一笑 打吧 就狠狠打吧 这堵墙建造的目的 就是让你们打的 两大主神出手 外加幽明军协助 也足足攻打了近一分钟左右 才让城墙裂开了一道缝隙 可见 这城墙的质量之好 轰隆隆 城墙被轰出了缝隙之后 就催枯拉朽一般 被轰出了一个大洞 最终倒塌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通道 但是两大主神并没有见到 MC玩家等人 放眼望去 是一片开阔的场地 在前方一公里处 又是一面同样的城墙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卧槽你马 见到这 两个主神瞬间傻眼了 老子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第一面城墙轰他 现在又来 崽子们 也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也要走了 拜拜了哟 希望你们能够赶紧轰碎这城墙 追上爷爷我 不然爷爷就要溜了 MC王者站在城墙之上 肩膀上夸着一把包袱 冲着两大主神挥了挥手 随后消失不见 面对这种挑衅 两大主神差点吐血 给我上 打烂他 其中一个主神发出了咆哮声 等等 可能有诈 我先去查一下 另外一个主神阻止道 现在 他们已经被玩家们搞得有些神经大条了 觉得哪里都像是有诈 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 探查的结果和上次一样 城墙下方并没有阵法禁止一类的东西 还是一面纯粹由一品金铁石打造的城墙 别问为什么这么多一品金铁石 问就是 有家里有矿 上上 打烂他 不要让他们把资源带走 这下 另外一个主神急了 尼玛 这么有钱的神仇 若是让玩家们把资源带走 简直血亏 刷刷刷 一个个的幽冥军在 两大主神的召唤下 进攻城墙 殊不知 城墙上方 MC王者 嘴角露出了奸诈的笑容 看见了吗 这就是智商碾压 现在 我要开始真正的杀招了 两个主神的带领下 大量的幽冥军 聚集在了城墙之下 开始对第二面城墙发起进攻 轰隆隆 狂暴的攻击 让城墙颤抖不止 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生怕这强质量不行 瞬间倒塌 要是落入下方敌军的手中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地线 此刻 MC王者拿出了一个阵法启动盘 低贺一声 轰隆隆 与此同时 巨大的击阔之声传出 让正在进攻的幽冥军 忽然停止了攻击 两个主神脸色瞬间就变了 是你嘛 是机关的声音 不对啊 明明没有阵法的 难不成他们的探阵盘失灵了 两大主神对视一眼 彼此看见对方眼中 惊异不定的神情 知道这声音的确是真的 轰隆 也就在这时 城墙前边 幽冥军所站的位置地面 突然裂开 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坑足足有十米深 里面插着不少一瓶 金铁打造的锋利铁刺 这些幽冥军落入其中 瞬间就被尖锐的铁刺贯穿身体 死得不能再死 啊 这里竟然有一个陷阱 幽冥军两大主神此刻目自欲裂 要不是他们速度快的话 只怕也会落入其中 虽然不至于身死 这段时间瞬间就有上千幽冥军 彻底丧射生命 巨大的坑里堆满了尸体 密密麻麻 横七竖八 看着非常震撼 兄弟们 给我杀 此时 MC王者一声令下 近百个玩家从城墙上方出现 施展技能就朝着下方的坑中砸去 加特林疯狂扫射 火箭炮使劲狂轰 冰火两重天之剑 从天而降 整个坑里狼狈不堪 幽冥军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防御 后撤 两大主神疯狂怒吼 拿出幽冥青铜盾 其中一个主神 对远处一个幽冥军统领吼道 这个统领听见 迅速跑到了旁边 拿出了一块黑色的盾牌 不少幽冥军 站在盾牌四周围 成了一个圈 似乎在施展某种联合竖法 一个咒术师来到了盾牌旁边 施展咒术 催动盾牌 与此同时 围成一个圈的幽冥军 将有黑色的气息 注入盾牌之中 一瞬间 这个盾牌 化作了巨大的虚影 挡在了玩家和幽冥军之前 整个盾牌虚影 竟然覆盖方圆几百米的范围 虚影之中不少恶鬼 骷髅虚影在咆哮着 看着就很不凡 盾牌虚影出现的刹那 玩家的攻势 就完全被挡在了外面 卧槽 这宝贝流鼻啊 哎呀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强大的宝贝 我们却没有 兄弟们 是不是我们击败了他们 就能够爆出这个盾 我他们要是有这个盾护身 我感觉小神都打不动我 玩家们此刻脸上 齐齐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同时 眼中也都露出了兴奋和激动 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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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此刻满脑子 都是这两个字 就想着 如何把这个盾给爆出来 有了幽冥青铜盾的守护 这些惊慌失措的幽冥军信徒 也迅速调整过来 纷纷施展了防御技能 将自身护住 不至于被坑里的那些尖刺所伤 与此同时 大军后撤 刷刷刷 一些未曾受伤 或者受伤很轻的幽冥军 此刻从里面跳跃而出 迅速调整阵型 这一幕 让城墙上的玩家 不得不感叹 这些家伙的协同作战能力 还真是强 可恶 可恶 被一笔尖炸的人类 我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抽筋八辟 两大 主神此刻急得暴跳如雷 他们之前就考虑过 是否存在陷阱这些问题 但是由于被 MC王者的第一关卡 那四堵墙给吸引了心神 现在反而完全忘记了这事 低头看了一眼这个巨大的坑 两大主神神色无比难看 又死了近千个幽冥将士 现在也就只剩下不到九千 远程攻击 很显然是不行的 还是得要破开城墙冲杀敌阵 才适合幽冥军的作战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此时 一个统领硬着头皮 上前提醒了一句 嗯 两大主神忽然一震 眼中露出金光 真是急糊涂了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死磕呢 等等 此时 其中一个主神 忽然指着城墙上的玩家 此刻不少玩家 已经朝着两边散去 似乎在准备着什么 你看他们 肯定是在准备着什么 其他地方 说不定还有同样的陷阱 倒是这个地方 反而会比较安全 另外一个主神 皱眉盯着这个巨大的坑 若有所思 人类有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里 失利过一次 而且这个坑差不多都快填满了 我们就从这些尸体上踩过去 嗯 此话一出 不少幽冥军 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话很有道理啊 好 那我们就这样做 不过 在此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拿出一点真本事了 所有幽冥军听令 准备凝聚铠甲 一声令下 所有幽冥军 骑刷刷地坐了下来 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这一幕 让玩家们感到猛逼 此时 六个眼眶之中 闪烁着蓝色光芒的咒术师 出现在了敌军阵营之中 组成了一个圈 嘴里念念有词 手中还有什么东西 正化作浓浓的有黑气息 这些气息化作了飞鸟 直接飞向了在场的每一个幽冥军 进入了他们的身体之中 随后 这些幽冥军的身体表面 一层黑色的铠甲 徐徐浮现 卧槽 这些家伙鬼名堂真他们的多 干 这群体BUFF 也太流鼻了吧 官方不要避脸啊 玩家们都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轰隆隆 开了防御BUFF的幽冥军 此刻气势汹汹地 再一次朝着城墙攻击而去 哄 宛如地震一般 城墙使劲摇晃了几下 摇摇欲坠 兄弟们 城墙快要支撑不住了 我们最后来一波狠的 然后接下来 可能就是一场恶战了 MC王者深吸了一口气 给旁边的玩家们 投过去一个坚定不移的眼神 还有一波 局中局 线中线 开启 随着MC王者的声音落下 让玩家们感到震撼 让幽冥军差点吐血的事情发生了 轰隆隆 又是一阵激阔声响起 刚才那个巨大的坑 此刻再一次地下陷 硬生生出现了一个 深达几十米的大坑 那些踏着自己同伴尸体 前来攻城的幽冥军 瞬间就身形不稳 落入其中 第二个坑的深度 是第一个坑的两倍有余 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一般 这次落入其中的 可不仅仅只是那些尖锐的道刺 甚至就连墙壁四周 都存在着尖锐的刀片 足足两千的幽冥军 瞬间消失在眼前 让其他幽冥军都梦了 我他妈 两个主神也在其中 但是眼疾手快 借力而上 瞬间从里面冲了出来 谁能够想到 这陷阱之中 还有一个陷阱存在 这踏马 完全出乎意料 卑鄙无耻的人类 有本事出来单挑 两大主神直接无能狂怒 不过 好在他们拥有仙剑之名 提前施展出了幽冥铠甲 让跌落其中的幽冥军 损失没有那么惨重 现在 需要想办法 把他们给救上来才行 呼呼呼 然而却在这时 深坑的墙壁四周 突然出现了一道道火苗 火苗喷在了墙壁上 一瞬间墙壁就燃烧起来 产生了浓浓的黑烟 这普通的火 虽然对幽冥军造成的影响很小 可是 这不是杀招 真正的杀招 是墙壁上那些黑色的东西 这些东西被点燃之后 所产生的黑色浓烟 是化学老师 经过一次又一次改良之后 研制出来的剧毒物质 咳咳咳 两千幽冥军被困其中 怎么可能逃过 这无孔不入的毒烟 一阵阵咳嗽声响起 不少幽冥军 当场就口吐白沫 奄奄一息 上方想要救援的幽冥军 被毒烟所沾染 也都头晕目眩 迫不得已地朝着旁边散去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里面的幽冥军承受 一分钟后 深坑之中的幽冥军 已然集体隔屁 目前为止 幽冥军的战绩 也就是斩杀了几十个玩家 而且还是 两个主神搞定的 可是狼狈至极 这要是说出去 绝对让人笑掉大牙 望着剩下 只有六千多的幽冥军 这次两位主神 是真的有点遭不住了 我们要不要继续 其中一个主神 甚至已经生出退役 光有一身武力 找不到地方施展 这就很淡疼啊 继续 当然要继续 我恨不得将他们生吞活泼 另外一个主神 明显有点上头 我来打开一条通道 我就不信 他们还能有什么手段 这个主神一咬牙 仿佛下了某种决心 旁边另外一个主神 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此刻 只见这个主神 拿出了一柄黑色的长枪 一道道有黑色的光芒 出现在了长枪之上 让其光芒大放 恐怖的气势 从长枪之上绽放开 吓得旁边的幽冥军 瑟瑟发抖 给我开 刷 某个时刻 这个主神手中 长枪笔直落下 化作了恐怖的黑芒 冲向了远处的城墙 那黑芒 仿佛大刀切豆腐一般 之前僵硬无比的城墙 直接被切出了 一个巨大的窝口 枪芒锁过的地方 一条足足一米深的沟壑 向着远方延伸而去 看得玩家们口干舌燥 我丢 这什么枪 怎么如此猛 这主神的力量 也太强大了吧 马德 Boss 可真他们流逼啊 城墙的击破 以及视觉的震撼效果 让幽冥军 恢复了一些信心 不过 这施展强大技能的主神 此刻 却是显得有些虚弱 这一击力还是厉害 消耗却非常之大 若不是 被逼得有些急了 他是绝对不会动用的 这样的底牌 一旦施展出来 也就意味着 他接下来的战斗力 将会大幅度锐减 各位大佬 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该消耗的 已经消耗完毕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MC王者 看着这一幕 深吸了一口气 在聊天频道 把战斗画面发送了出去 按照 语文老师 原来我是曹贼 等人商量的作战计划 MC王者 负责的是第一关 主要是利用各种关卡 消耗敌军的实力和能量 等敌军冲破 MC王者的防御后 大量消耗的他们 实力也会变得弱小许多 这样 玩家们的胜算就会大一些 可惜 因为意外 许多东西还没有准备好 否则这第一关 就能将幽冥军灭掉三分之一 早就等候大佬团收到消息 也都深吸了一口气 王者哥辛苦了 王者哥放心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王者哥 你太麻太流逼了 我都快等不及了 你才结束 玩家们纷纷对 MC王者竖起了大拇指 开玩笑 我大MC玩家自然屌的一匹 让这个世界见识见识 我们MC玩家的恐怖实力 王者哥永远敌神 不少MC玩家都激动了一批 此时 两大主神已经带着幽冥军 从那个巨大的通道之中冲了进来 本以为 这个通道之后 就是等候受死的玩家们 没想到 所见到的一幕 让两大主神和幽冥军 差点一个裂解 MC王者站在他们的前方不远处 背负双手 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幽冥军 在他的身后 则是第三道城墙 吐 吐了 两大主神真的要吐了 尼玛 还有 你直接告诉我 到底有多少堵墙 要是太多的话 老子转身就走 欢迎你们 MC王者笑了笑 从背后掏出来了一把琴放在地上 盘膝而坐 一手抚琴 琴声 嗯 不是琴声 就是瞎几把乱弹 因为他根本弹不来琴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想要装逼 我杀了你 那个手持长枪的主神 蠢蠢欲动 但是被旁边主神给拉住 别 别冲动 小心有诈 尼玛 敢一个人在这里弹琴 这不是有诈是什么 卧槽 王者哥这是把逼装到了极致啊 看那群杀笔 吓成了什么样子 学废了 我他们学废了 刘碧 空城计都搬上来了 玩家们此刻简直是目瞪口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MC王者不动 幽冥军也不敢动 双方就这么静静地对峙着 我们为什么要愣着 远程攻击 杀了他 这时候 其中一个主神似乎反应过来了 可以远程攻击 他们在怕什么啊 哄 一记幽光宛如利剑一般射出 射向了MC王者 MC王者不闪不闭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就让我为你们做最后一件事吧 刷 有黑色的利剑瞬间击中了MC王者 也就在他倒下的刹那 MC王者按下了古琴下的 最后一个机关启动装置 轰隆隆 一阵激阔声响起 两大主神以及后面的幽冥军 瞬间被吓了一大跳 几次的失利 已经让他们心中生出了心理阴影 不过 这声音的来源不在于他们的脚下 而是在他们前方的城墙之内 似乎是在布置什么东西 碰 MC王者微笑着倒在了地上 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最终 他选择了优雅的死去 毕竟 之前被其中一个主神追杀 让他身上的伤势 完全压制不住 与其成为残废之躯 还不如死了再来一波 很快 激阔声渐渐归于平静 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让两大主神 和身后的幽冥大军 感觉一脸猛逼 那么 问题来了 现在是进攻 还是不进攻 万一冒冒失失地上去 再一次被打成猪头 那可就亏大了 时间就这样被拖延下去 玩家们也不着急 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帮助苏小拖延时间 等苏小解决了另外几个主神 然后过来灭杀这里 你去前面探查一下 这时 一个主神对旁边一个幽冥君开口道 幽冥君 操 最终没有办法 只能颤颤巍巍地走上前去 进入了城门通道口内 并且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主神 里面空空如也 我已经能看见 那座高耸的主神殿了 这个幽冥君 以比去十块一百倍的速度 跑回来报告道 嗯 空空如也 糟了 这个主神猛然瞳孔一缩 想到了一件事情 他们在故弄玄虚 拖延时间好逃跑 我们又中计了 这个主神愤愤开口 众幽冥君 都是一阵无语 呦 感觉他们完全是被牵着鼻子走 跟壮汉调戏梁家小妹妹一样 特别的憋屈 列阵 顿甲兵在前 冲 两个主神一番探查 确定应该没有地线等陷阱之后 便对幽冥君下令 轰隆隆 数百拿着盾牌和长枪的幽冥君 朝着城墙的通道跑去 没有任何阻拦地通过了第三道城墙 随后 两大主神和其余幽冥君跟上 可惜了 要是给我足够的时间 这第三关 我就能让他们再少两千人 主神殿之中复活的MC王者 此刻正在休息 进行灵魂恢复 不过 根据现在的战据来看 目前取得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后续只要操作得当的话 应该能够完成任务 此时 幽冥君两大主神正纳闷玩家们 是否真的逃跑 忽然发现哪里不太对劲 这尼玛 似乎眼前存在着一个简易的幻阵 草 幻阵 两大主神何等实力 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之处 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绕了半天 还是中计了 欢迎进入MC迷宫大阵 接下来是猫和老鼠的游戏 这时候 幻阵消失 一个由巨大高墙组成的 迷宫大阵 出现在这些幽冥君的面前 科学家站在其中一面墙上 笑眯眯地望着这些幽冥君 天书学院的苦心修炼 终于派上用场了 除了传送阵 他还弄出了幻阵 动力阵等等 这也是为何 MC王者能够如此轻松顺利布置 这些陷阱的缘故 刚才的激活声 就是幻阵发出了的声音 为了干扰幽冥君的判断 迷宫 想要分散我们 逐个击破 你这是在做梦 两大主神这时候 也明白了玩家们的意图 凭借这些玩家的智谋 若是将幽冥君分散之后 还真有可能完成这个壮举 不过 他们可没有那么傻 会分散追击 只要集合力量将这些墙推倒 那么所谓的迷宫大政不堪一击 做梦 谁跟你们说我在做梦 从制定方案可行性计划开始 我就做了全面调研 经过了严密的论证推理之后 又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最终开始验证性试验 通过了验证性试验 我又进行了实战演练 科学家一通逻辑分析 直接把对面的两大主神和幽冥君 搞得非常猛逼 玩家们 尼玛 不愧是科学家 这逻辑思维简直严密的一撇 叽叽歪歪 我先送你去见阎王 其中一个主神已经受不了了 直接动手想要击杀科学家 然而却在此时 他感觉到自己的脚下 似乎亮起了一阵光芒 低头看去 传颂阵 两个主神瞬间猛逼 下一刻他们消失在了原地 压根就来不及反应 不仅仅只是两个主神 幽冥君脚下 也亮起了一道道传颂阵独有的光芒 玩家们当然考虑到了幽冥君会 把城墙轰到的事情 所以特意安排了这些传颂阵 而这些传颂阵是 科学家研发出来的随机传颂阵 这种传颂阵的功能 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短距离随机传颂 也就是说 启动这个传颂阵后 这些数量庞大的幽冥君 便会分散开来 遭受到了早就准备好的玩家们的阻击 而这也是玩家们这些天 构建的最后一道防御屏障 如果这道防御屏障被打破的话 那么天庭神朝的核心区域 就会真正暴露在这些幽冥君的面前 那时候将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冲击 一堆堆的幽冥君消失在了原地 数量庞大的幽冥君直接被分散开 不过 玩家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这些传颂阵亮起的刹那 在这幽冥君的最后面位置 有一个幽灵比较特殊 他的瞳孔是紫色的 身形也很小 看着弱不经风 自始至终 这个幽灵并没有出手过一次 只是静静地 注视着前方的幽冥大军和玩家们 一步步地较量 也就在传颂阵亮起的刹那 这个幽灵反应的速度 显然比其他幽灵快了许多 轻而易举地 就躲开了脚下的传颂阵 与此同时 这个幽灵的身形 渐渐隐匿在了虚空之中 进入了隐身状态 消失在了原地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又是大麻去了 刷 巨大的迷宫阵之中 上百个幽冥军出现在了这里 一脸茫然地望着四周 不知道这里是哪 反正两面都是高高的墙壁 只有前后是连通的地方 队长 怎么办 我们现在往那走 其中一个幽灵 盯着身材比较高大的骑士询问道 凭借他们的力量 想要将这里的墙轰塌 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还有力量 绝对是不划算的事情 一旦他们力量耗尽 玩家们跳出来 那绝对是死翘翘 我们集合在一起 不要分开 他们应该奈何不了我们 这个队长眯着眼睛 很快做出决定 如今也只有一个办法 若是运气好 遇到了别的幽冥军 组成更加庞大的队伍 那么联合在一起 就更不用惧怕 咚咚咚 一群幽冥军向前走去 在迷宫之中七拐八拐 没走多远 就遭遇了第一群玩家 这群玩家数量 只有八个人 手中或者拿着一品灵刀 或者长枪 此刻正鬼鬼祟祟地向前 表情非常的严肃谨慎 卧槽 怎么这么多 踏马的 科学家大佬不是说分散之后 每个地方也就三五个幽冥军吗 这踏马怎么打 双方遭遇的刹那 幽冥军吓了一跳 玩家们也是吓了一跳 玩家们的话 落入幽冥军的耳朵之中 瞬间打消了 他们心中的狐疑 原来如此 杀 当中的幽冥军队长 毫不客气 率先冲向前方 尼玛 冰火两冲天之剑 寒冰烈焰拳 一刀流 天锁斩月 这群玩家 各自施展自己擅长的神迹 一通抵抗之后 就向后逃去 压根就没有打的意思 几个碰上上百个 这踏马怎么打 呵呵 不堪一击 不要让他们跑了 这个幽冥军队长 呵呵冷笑 玩家的数量也就几百 只要多杀一个 那么后面压力 就会减小一分 哎呀 他为什么跑那么快 毫无疑问 这群三侧萌星 压根就跑不过 后方的幽冥军 很快 就被这些幽冥军追上 一个个的斩杀 垃圾 临死之前 这个幽冥军队长 还不忘羞辱一番 以泄心头之恨 不过 话落去见 这个玩家的嘴角 露出得意冷笑 完了 哈哈 你们完了 说完 头一歪 直接隔屁掉 嗯 什么意思 就在这些幽冥军 纳闷的时候 就听见前方通道 传来了一阵阵 巨大的响动 旋即 一个高达十几米的 巨大圆球 迅速地朝着他们滚来 我尼马 卧槽 啊 这一瞬间 这些幽冥军魂 都被吓没了 转身想跑 偏偏通道拥挤 反而造成了混乱 巨大的土黄色球体 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 不少当场成为肉泥 即便没死的 也被跟在土球后方的 玩家们斩杀 哦耶 搞定 一开始我以为 你甲树没什么卵用 现在我发现 这个基础神迹 真他们流鼻 这个土球 自然是玩家们 在天书学院特训之后 获得的新技能之一 土盾 土之巨球 在这个地形之中 简直好用的一品 另外一边 同样的上百个幽冥军 此刻出现了一条通道之中 他们的选择 也是集合一起不分开 很不幸 被几个三测玩家 所吸引到了一片 宽阔的空地之中 这里是 领头的幽冥军队长 眼中露出狐疑之色 突然出现一片 宽阔的空地 这就非常不合常理 关键是 追击的几个玩家 突然间消失了 让他们心中 产生了一丝不安 猛然间 这些幽冥军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抬头望去 忽然发生的一幕 让这些幽冥军 瞳孔皱缩 四面的城墙上 竟然出现了 一个个的炮台 巨大的炮台上 驾着闪烁着冰冷光泽 看着非常霸气威猛的 超级加特林 和火箭炮 每个炮台的后方 都站着几个三侧萌星 兄弟们 给我杀 请教我鲁班 看着自己升级版的 得意之作 一声令下 黑乎乎的巨大洞口 对准了这些幽冥军 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闪烁着红蓝光泽的能量 弹冲向了这些幽冥军 闪避 防御 然而 这些幽冥军 似乎早有预料一般 在攻击到来之际 身形闪烁 竟然是以飞快的速度 避了开去 他们身上的那层 幽冥铠甲 也挡下了这些玩家的攻击 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就这 这些幽冥军 此刻脸上露出了 惊喜的表情 看着挺吓人 但是力量太弱了 还不够吗 我们又不是靠力量 击杀你们 请教我鲁班 呵呵一笑 三侧萌星 即便有这些改良升级版的 加特林灵气辅助 也无法击杀这些幽冥军 什么意思 噗 这些幽冥军正纳闷之际 忽然见一个幽灵 捏着自己的脖子 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脸上 带着瞳孔扭曲之色 竟然是中毒了 没错 刚才的一通扫射 只是虚晃一招 每个能量弹都附带了剧毒物质 炸裂开来 形成毒气 进入幽冥军的口中 自然让他们失去战斗之力 兄弟们 杀 狠狠地杀 见着这些幽冥军倒下 一群玩家 直接踢着大刀跳了下去 这样的一幕幕 在迷宫各出上演 当然 也有运气不好 一次性遭遇 几百个幽冥军的团队 直接被这些幽冥军 杀得屁滚尿流 某个空地 和别的地方略有不同 这里由八个玩家组成 他们并没有在战斗 而是围在一起吃着火锅 卧槽 这个时候吃火锅 真是刺激的一批 好吃 真特么好吃 为首的艺人 正是全身都是雕 雕哥作为天庭神朝的元老 实力自然不俗 准备杀几个幽冥军 彰显下自己的厉害 不过 目前为止 他负责的这个地方 竟然一个幽冥军也没有出现 索性 踏马吃起了火锅 雕哥 要不我们出去帮忙 一个玩家尝试着问道 去茅县 这个迷宫 你走得出去 老子试得路忙 就更不用说迷宫了 雕哥表示 还是安安心心吃火锅吧 时间太短 玩家们都没有做培训 好多不知道 迷宫大阵该如何走 只能老老实实 待在自己所在之地 等候敌人上门 刷 就在此时 光芒闪烁 有敌人出现在了不远处 卧槽 雕哥来敌人了 我们干掉他 踏马的 终于来敌人了 一群玩家兴奋的一匹 兄弟们 你们先别出手 看雕哥我如何一人占千锥 雕哥放下筷子 嘴角一歪 露出冷酷的微笑 转头望去 下一秒 雕哥差点魂飞魄散 尼玛 这什么鬼 雕哥瞬间就觉得 火锅不香了 来这里的敌人 只有两个 啊 那两个主神 冰冷的眼眸 强悍的气息 以及高大的身躯 让雕哥等人喉咙滚动 狂吞唾沫 雕哥 不是说好的 我们这里是小怪吗 怎么会来了两个boss 几个玩家脸色 苍白地盯着雕哥 雕哥艰难地 转动自己的脑袋 那表情显然是在说 老子怎么会知道 这逼游戏有毒 一直就在针对他 什么意思 他们费尽心力 把我们弄来这里 就是对付这几个弱鸡 两个主神 此刻也是猛逼的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见到雕哥等人 已经开始逃跑 于是更加猛逼了 那个 这是把他们两人 弄来这里看表演吗 哄 其中一个主神大手一挥 雕哥等人前方凝聚出了 一只巨大的手掌拍下 瞬间将几人拍在了地上 来了个狗吃屎 二接三星的实力 竟然这么弱 这个主神盯着雕哥 淡淡吐出一句 过了一个长生骨副本 等级提升至二接二星 踏马的 敢说老子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 哄 雕哥正想发威 一只白骨手 已经捏着他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小渣渣 我渣你妹 你才是渣渣 你全家都是渣渣 雕哥没等这家伙话说完 直接一口老血喷在了他脸上 找死 愤怒的主神猛地一扔 雕哥整个人不受控制 朝着城墙飞去 重重撞在上面 哄 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 好在他还会点流沙千鸟之术 所以扛下来了 果然是三品防御神技 而且还是三品高级 看来 这次我们发达了 两个主神眼眸中 露出了贪婪之色 他们虽是小神境界 但是却没有这样牛叉的防御神技 若是获得 那以后保命能力 直线提升几个档次 不过 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 流沙千鸟 是真正意义的五行神技 虽说是阉割版的 但也只有阉割版的五行原力 才能够施展 单一属性的力量 即便是拥有该神技 也无法施展 卧槽 传送阵没配置 好像出问题了 雕哥 大家伙都没有问题 你怎么如此倒霉 此时 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幕 赶紧传信给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等人 将他们送过去 老子要杀了这狗策划 哎呀 我雕哥可是天命之子 怎么会死 雕哥看了下 已经隔屁的几个小伙伴 很不服气 老子就吃了火锅 又没有招惹你 上来就是一通组合拳 吃你家饭了 呼 正在此时 一只白骨森然的手掌 朝着雕哥飞了过去 很显然是想要 给予他最后一击 卧槽 雕哥 我们来救你了 雕哥 快跑 雕哥完了 一群高端玩家 刚刚抵达目的地 就见到了雕哥 被狂虐的一幕 一群人都不忍再看 不死也是残废 哄 然而 却在此时 雕哥的身上 亮起了一道暗黄色的光芒 这个光芒化作了一头犀牛 替雕哥挡住了这必杀一击 前来的玩家大佬们 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就连这个主神 也都再次傻眼 雕哥这是又研发出了 什么全新的神技 竟然比流沙千鸟还要猛 嗨嗨 雕哥从地上爬起来 从怀里掏出了一块 暗黄色的玉佩 操 胖妹给我的护身玉佩 就这么没了 你竟然打爆了胖妹 给我的护身符 雕哥顿时眼眶红了 等等 你们踏马的别误会 我们就是纯洁的友谊关系 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说漏嘴了 急忙解释着 一秒表情恢复原状 胖妹 玩家们忽然想起了 天书学院雕哥说了一百遍 我爱你的那个胖胖的主神妹子 雕哥果然和胖妹有一腿 雕哥 别避避了 按F键进入坦克 只是微坦而已 简直爽歪歪 雕哥 你们踏马的是来戏耍我的 还是来对付敌人呢 哼 又是一记攻击袭来 之前那个主神还不死心 想要趁机将雕哥斩杀 但 陡然间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雕哥面前 一拳轰出 红蓝之色闪烁 挡下了这一击 现在 你们的对手是我们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被轰退几步 稳住身形后 冷漠地盯着两个主神 这个出手的主神脸上 再一次露出了惊怡之色 这个小姑娘 怎么会拥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同样是二阶三星 你为什么这么强 而她连颗大白菜都不如 她有些情不自禁地开口问道 破 雕哥差点一口老险 你码的 这样也能开到老子 这踏码 是在说她菜吗 菜怎么了 菜就应该被羞辱吗 B游戏 专门针对老子是吧 你错了 我们同样很强 此时 旁边的几个玩家 也一一排列在了雕哥的面前 一刀999 正缓缓地解开 绑在长刀上的绷带 你爱惜我那儿 四周漂浮着白色的雪花 张大仙 身边游荡着一个个 小型的龙卷风 荒天地牙捏地 手中则是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钻头 正快速地旋转着 目前来说 天庭神朝最高端的 五大战力军在此列 此外 还多了一个 比较新的面孔 ID 火炎燕翼 浑身闪烁着 暗红色的火光 天庭神朝六大战神 迎战两个主神 只要拖住 就算是完成任务 等等 踏码的 你怎么混进去的 见到火炎燕翼 雕哥有些猛逼 他天庭神朝堂堂第一元老 第一个进入游戏的存在 竟然连一个新面孔 都比不上 这踏码是为什么 雕哥 小弟我小神轻点 让你见笑了 火炎燕翼 还算是客气 雕哥只觉得 自己内心深受打击 不行 他一定要让大家 对他刮目相看 他 一定要挤进 天庭神朝的第一阶梯之中 成为众人仰物的存在 雕哥握紧拳头 盯着揍他的那个主神 眼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雕哥是能被白打的吗 雕哥想着 转身就朝着后方跑去 再也不管身后的众人 哄 此时 后面已经传来了 几大玩家大战 两大主神的战斗上 某个迷宫大阵之中 一个眼中 闪烁着紫色火光的幽灵 手中拿着一个 黑色罗盘一样的东西 黑色的罗盘上 闪烁着无数暗红色的光点 而这些光点 正在迅速地消失 代表着一个个 死去的幽灵军 速度极快 让他感到胆寒 只有不到五千了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如今之际 只能付出点代价 破掉这一切才行 为了胜利 也在所不惜了 这个幽灵片刻后 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这个幽灵 摆出了一个奇特的姿势 然后不知从何处 拿出了一个暗红色的木雕 和上次的木雕不太一样 这次的木雕 是一个盒子 盒子的四周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蜈蚣 随着这个幽灵 打开了盒子 就看见了盒子当中 出现了一条暗红色的 巨大蜈蚣 这蜈蚣一动不动 似乎死去一般 幽灵将蜈蚣拿出来 放在了地上 捏了一个手印 一缕灰色的气息 进入蜈蚣的身体之中 这蜈蚣顿时睁开了眼睛 活了过来 身上闪烁着暗红色的光泽 一支支的脚 也微微颤抖着 以幽冥之名 召唤子明 以幽灵之魂 献祭幽冥 随着这个幽灵嘴里的咒语响起 一个个的有黑色符号 蹲入虚空之中 仿佛黑色的雨滴 从天降落 降落的地点 正是每一个被困幽灵所在之地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不少幽冥军见到这一幕 一瞬间 脸上的神情就发生了变化 迷茫 呆滞 静养 下一刻 行尸走肉一般 朝着这黑色的符号走去 当黑色的符号落下之时 这些幽冥军 就化作了一道有黑色的气息 朝着天空飘去 飘向的目的地 正是那个幽灵祭师所在之地 一个 两个 三个 随着这些幽灵化作的气息 进入那暗红色蜈蚣的体内 这暗红色蜈蚣 也渐渐地变大 身上的气息 变得越来越恐怖 宛如一头绝世猛兽 在渐渐复苏 怎么回事啊 我们遭遇幽冥军的频率 似乎在减少 不少玩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不过身处迷宫之中 他们也发现不了事情的变化 两大主神 和六大高端玩家 所在战场处 此刻打得一片火热 其中一个是高达三米的骷髅 手里拿着一把白骨刀 另外一个则是武将 手持一柄黑色的长枪 也就是一枪 批出了一条巨大沟壑 震惊玩家的那位 两个主神 其中骷髅主神速度较快 身形灵活 更加擅长技巧 手持长枪的则擅长力量 不过因为之前的消耗 让他此刻实力 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倒是给六大玩家 减轻了不少压力 战场分成了两个 其中第一狠人大帝 你爱惜我那儿 一刀999 为一个战场 对付那个骷髅主神 剩余的三人 荒天地牙捏地 张大仙 火炎燕翼 则是对付手持长枪的主神 六大玩家 此刻都不留余地 开启了不死神魔之躯 极限状态 让自己处于最大战力状态 远远望去 就仿佛两个幽灵 在和六大神魔再战斗一般 冰火两重天之剑五连射 刷 五只冰火箭 快速射向骷髅主神 二刀流 终极天锁斩月 一刀999 则是找准了机会顺势披下 烈焰缭绕的刀芒 散发着炙热的气息 寒冰烈焰拳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还是这一招 因为 她一直钻研的是 不死神魔之躯的进阶之道 对于神迹并无过多研究 三个玩家 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嗯 这几个信徒的战斗力 似乎有点强 感受到几个 玩家气势 骷髅主神的脸色微微变化 十字血泼斩 刷 这个骷髅主神冷哼一声 手中的大刀一刀劈下 两道有黑刀芒 竟然是组成了一个十字形 影响玩家们的攻势 双方碰撞的刹那 空气发出了震爆声 璀璨的光芒 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碰 下一秒 骷髅主神倒退了数步 才稳住身形 而三大玩家也不太好受 直接几乎都退到了城墙所在处 高下立判 三大高端玩家联手之下 力量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草 刮沙了 一刀999 健壮 忍不住撇嘴 上次攻打长生谷 被人嘲笑刮沙 回来苦练几天之后 没想到还是在刮沙 哄 此时 旁边也传来了强劲的震爆声 几个玩家看去 就看见 张大仙 几人有些狼狈不堪地被击退 竟然是两个战场 都落于下风 关键是 大家伙都是最强一波爆发 不行 我们不能这样硬碰硬 必须要依靠技巧 你爱惜我那儿 觉得必须要改变策略 玩家们的力量雄魂城 会被直接耗死 复义 我也意识到了 张大仙本人表示赞成 突破二阶 又在长生谷悟到三日 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 现在看来 还是一个字 菜 蝼蚁一般的东西 力量的差距 岂能是技巧能够弥补的 骷髅主神笑了 一个加速 猛然发力 一个飞扑 直接冲了过来 这次 三大玩家并没有应接 骷髅主神的攻击 而是不停地闪避 找机会进攻 你爱惜我那儿 控场减速 第一狠人大帝 负责对轰 一刀999 则是负责协助 玩家们的战斗经验 也算非常丰富了 尤其是 你爱惜我那儿 的控场 简直出神入化 毕竟经历了 长生谷的培训 以及苏小的专门教导 不仅冰火两重天之剑 越来越娴熟 爆发出的威力 也越来越大 几乎是将这个技能 修炼到了极致 往往在骷髅主神 即将对另外两人 造成伤害的时候 对其造成减速效果 让他非常头疼 双方你来我往 很快就交战了 十几分钟 玩家们力量 都消耗了大半 也浑身挂彩 被打得狼狈不堪 差不多了 你爱惜我那儿 此时和几人对视一眼 暗暗交换了意见 刷 抬手射出了一支兵剑 还来 骷髅主神笑了 技巧 就这 就这 一个空中转体 想要避开这一剑 然而却在此时 天女散花 这支兵剑直接散开 化作了数十支兵剑 覆盖骷髅主神前方 让他避无可避 下一刻 兵剑击中骷髅主神 其中的寒冰之力 直接将其冻成了冰雕 藏招 你爱惜我那儿 一直在藏着自己控场 最流鼻的这招 降低骷髅主神的警惕 终于在这个时候 找到了机会 然而 却在玩家们 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的时候 一变抖声 骷髅主神的身上 竟然发出了一层 暗红色的光芒 光芒宛如烈火一般 瞬间将他身上的 冰绒化掉 恢复了自由 你以为这点小阴谋 就能够控制住我了吗 我说了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技巧不堪一击 骷髅主神不忘嘲讽一番 他早就察觉到 你爱惜我那儿 眼眸中的那一丝 灰暗气息 有所防备 果然 让他猜对了 人类总是自诩智商最高 今日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幽灵的智商 也是可以碾压人类的 那儿哥 糟糕 一旁的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和 一刀999 见状都傻了 这可是最后的底牌 就等着这个骷髅主神 被控制住 然后两人一套组合 全给带走 现在 瞬间被化解掉 这还怎么打 况且 现在他们已经接近 强弩之末 再继续这样打下去 很快就会拖不住 扑 你爱惜我那儿 的控制被破开 自己也遭受到了 一股反噬之力 瞬间手中的灵弓 都被震飞 自己也吐出了一口鲜血 但他并没有慌张 嘴角反而是挂着一丝冷笑 阴谋 最大的阴谋在这里 冰盾 冰龙 起 你爱惜我那儿 此时双手合十 手型不停地变换 嘴里念念有词 猛然间 一头闪烁着淡蓝色光芒 散发着阵阵寒气的冰龙 突然在空气之中凝聚 斜着冲向骷髅主神 狠狠地撞击在他的身上 哄 寒冰之力 再次将骷髅主神覆盖 这次显然比刚才要厉害很多 这是 第一狠人大帝 一刀999 剑状都露出震惊之色 没想到 你爱惜我那儿 竟然还有这一招 有点吊炸天啊 哼 这才是 我的最强底牌 也是我不久前悟出来 冰盾 冰龙冲击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不会以为我 必须要用弓才行吧 你爱惜我那儿 得意一笑 狠人妹子 我破防御 你给他致命一击 一刀999 此刻已经高高跃起 将手中的刀举过头顶 一刀斩下 打了这么久 他们自然也是找准了 这骷髅主神的弱点之处 就是他头顶那块 暗红色的骨头 不可能 三品高级神技 这个神潮 怎么会拥有 如此多的三品神技 土盾 流沙千鸟之术 冰盾 冰龙冲击 还有什么 他尝试着 想要化解 束缚自己的冰雕 可是发现 冰寒之力透骨而入 竟然影响到了 他的力量运转 哼 恐怖的火焰刀芒 已经落在了 他的头顶之处 骷髅主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下一秒 刀芒劈开了冰层 轰击在他的头顶 早就准备好的 第一狠人大帝 也猛然出击 寒冰烈焰拳疯狂地出击 轰击在其头顶处 碰 下一刻 这个主神被轰飞出去 撞在了城墙壁上 散成了一堆碎骨 终于搞定 你爱惜我那儿 第一狠人大帝 一刀999 相视一笑 脸上露出了 如是重负的表情 苏小的要求 是让他们拖住就行 但他们的想法 怎么可能只是拖住 这也太没有挑战性了 哼 此时 转头望去 就看见手持长枪的主神 一枪轰击在了 荒天地牙捏地的盾甲之上 流沙千鸟配合之前 他使用出的大地之盾 两者强强连合 硬生生地挡住了 这个幽灵主神的一击 趁着这个空档期 张大仙高高跃起 直接施展出了 疑形幻影 闪到该武将主神的身后 双刀狠狠刺入他的身体 向下一滑 卡在了骨头之中 啊 这个武将幽灵主神 发出了一阵惨嚎 回身一枪捅入了 张大仙的身体之中 动手 给予他致命一击 张大仙心意狠 直接抓住了长枪 歇斯底里地冲 火焰焰意 吼道 火盾 火龙冲击 此刻 火焰焰意 学长 你爱惜我那儿 那般摆出了造型 念动法觉 刷 瞬间 一条火龙被他凝聚出来 朝着幽灵武将主神冲击过去 啊呀 下一刻 惨烈的叫声响起 哼 此时 荒天地牙咪的施展出了电光毒龙钻 再一次击中他 砰 强悍的力量下 这个幽灵武将也被击飞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大仙 没事吧 结束了战斗 几人都松了口气 赶紧上前去查探张大仙的情况 张大仙摇了摇头 不是致命伤 还行 兄弟们 好样的 我们终于把他们两个解决掉了 几人相视一笑 看向旁边的第一狠人大帝妹子 兄弟们 奥利给 永不言弃 六人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情况如何 你爱惜我那儿 此时却是欣喜其他战场 众人还没有说话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怪异的声音 轰隆隆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地下快速地行进着 一时之间 大地都震战起来 砰砰砰 与此同时 迷宫城墙倒塌的声音 一连串地响起 大地震战得更加厉害 还能够看见 灰土从地面飘扬起来 刚才让幽明军吃了大亏 一品金铁石建造的城墙 此刻竟然成片成片地倒塌 玩家们彻底暴露在幽明军的面前 大家伙彼此坦诚相见 谁也不用捉迷藏 卧槽 怎么回事 天哪 为什么这城墙会成片倒塌 哎呀 游戏出bug崩坏了吗 一群玩家直接傻眼 没人发现 发生了怎么一回事 大家伙正当纳闷的时候 就看见一只巨大的暗红色蜈蚣 从土里钻了出来 庞大的身躯 足足达到了上百米长 那一只只的脚 仿佛利刃一般 那坚硬的城墙 就是被这家伙所弄倒的 这踏码是什么玩意 哪里来的 为什么地下会钻出如此恐怖的家伙 玩家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 这只血红色的蜈蚣 已经来到了两大主神倒下的地方 他的身体之中 奋出了两条体型稍小的蜈蚣 进入了两大主神的躯体中 此刻 玩家们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对眼前发生的事情 完全不知所措 一点也反应不过来 打仗打得好好的 突然冒出了一条血红色的蜈蚣 这踏码算怎么一回事 这城墙在这条蜈蚣面前 跟指弧的一样 这蜈蚣有多猛 就不用说了吧 快看 他的气息在减弱 体型在减小 不对 他似乎在拯救那两个主神 玩家们此刻注意到了 暗红色蜈蚣的举动 眼皮狠狠地跳动了几下 咔嚓咔嚓 骷髅主神的骨头缓缓一动 聚集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骷髅 另外一边 武将也睁开眸子 暗红色光泽 闪烁着射入心魄的气息 暗红色蜈蚣 消耗自己的力量 让两个主神复活了 而且 两者的气息都更加强大 看起来比之前还要猛一些 傻了 玩家们都傻了 他们越打越弱 敌人越打越强 这尼玛还打个毛线啊 哥哥哥 感谢幽敏主神赐予我们力量 那个骷髅主神 眼眸中闪烁着暗红色的光泽 发出了阴冷的笑声 暗红色蜈蚣 曾经是一只高阶妖兽 不过 炼制成为阴魂 放入了特殊的容器之中保存 只要有阴灵献祭自己的生命 就能够发挥他之前的力量 献祭越多 力量越强大 一万多幽冥君 被玩家们涂入了大半 剩余的幽冥君全部献祭 可想而知 这蜈蚣的强悍程度 这也是为何城墙倒塌之后 玩家们几乎见不到一个幽灵的缘故 能够逼迫我们 动用亚西主神最强底牌 你们已经足以自傲 这蜈蚣英魂 是幽冥主神赐予亚西主神的最强宝物 只能使用一次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会动用 毕竟条件太苛刻 不仅仅要消耗蜈蚣英魂 还要消耗大量的主神信徒 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损失 能够被逼使用这压箱敌宝贝 可见玩家们的厉害程度 若这只是一场鄙视 玩家们已经赢得不能再赢 可是 这是一场生死搏杀 底牌的碰撞 败者只有输 玩家们这一次 终于体会到了苏小发布任务时 那凝重的心情 真的就是生死劫难啊 幽冥神朝是不可战胜的 接下来 就是你们的末日到来 武将主神手持长枪 挥洒自如 划过的轨迹 掀起了一阵阵的狂风 兄弟们 此时 语文老师站在制高点 站在主神殿所在的入口方向 柔弱的身躯挺得笔直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 自杀也好 自残也罢 又或同归于尽 我只有一个要求 拖住敌人 等小神回来救援 如今之际 唯有苏小战胜了那五大主神 回来率领玩家们 对付这些家伙 才有机会取得胜利 不然如此强悍的敌人 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办 没错 我们一定要 拖到小神回来救援 小神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玩家们纷纷附和 这暗红色蜈蚣 虽然为了复活两个主神 消耗了大半力量 可剩余力量 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 几大高端玩家 所有底牌都用完 每个人身上 还存在不同伤势 力量更是消耗得差不多了 对上更强的两个主神 简直是毫无胜算 哄 一阵巨大的震荡声 从远处袭来 吸引了大家伙的注意力 众人转头望去 就发现 远方红光漫天的战场之中 一道身影急速倒退 一口鲜血喷洒出来 在空中带出了一条血线 是苏小 苏小被五大主神联手给轰飞了 这 小神也要败了 天呐 小神也扛不住了 我们是不是要完蛋了 本来还有点自信的玩家们 这会儿直接破防了 苏小乃是天庭神朝的最强战力 如果连他都败了 那这场战争还有什么希望 此刻 苏小也关注着这边的战局 从暗红色蜈蚣出现摧毁城墙的刹那 苏小就发现了这边的问题 突然改变的局势 让他出乎意料 一个不留神就被击破防御 受了不轻的伤势 所有玩家听令 无论如何 不要放弃 我们天庭神朝的宗旨 是永不言切 我苏小 除非死 不然一定会带你们走向辉煌 你们坚持住 给我一点时间 我能解决他们 我们能赢 我会带你们去炮学院小姐姐 小哥哥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尽情燃烧 苏小知道 此刻自己不发声 军心就会溃败 所以 通过系统聊天频道 通知了所有玩家 玩家们镇住了 一瞬间 不少玩家眼眶红红的 别说了 小神 我们不会放弃 小神 我爱你 如果有一天 这个游戏结束了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兄弟们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请相信小神 永不延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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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 每一个玩家都在心里 给自己鼓劲加油 消失的气势 再一次重现在他们的身上 这一幕 直接震撼了几大主神 让他们内心掀起了滔天骇浪 信念 是一个神潮最重要的东西 有了信念 所有信徒才能凝成一股神 所向披靡 呵呵 笑话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气氛调动的确不错 但是可惜 现在的你们 只是一支支的弱鸡罢了 你们的主神 会被五大主神 撕裂的渣都不剩 而你们 则会被我们和蜈蚣 阴魂绞杀的体无完肤 之前都打不赢 现在你们还想打赢 是什么 给了你们自信 骷髅主神嘴里 发出了冷笑 这话 宛如一盆冷水 泼在了玩家们的心中 让内心的火热 被浇灭不少 是啊 凭什么呢 凭我们不怕死 凭我们是第四天灾 张大仙 胡乱地将自己身上的伤口 包扎了一下 一把推开了扶着他的 火炎燕翼 身体占的笔直 纷纷握紧双拳 错 唯一的希望不是小神 而是我 忽然间 一道声音从旁边冒了出来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大家看去 竟然是雕哥 此时的雕哥 脸上并没有往日的斗逼之色 而是少见的严肃 覆手而立 居高临下 微风吹来 衣袍烈烈 看着一副高人风范 看着是那么回事 但是对于了解他的玩家们而言 感觉那么的不真实 虽说雕哥的境界 是天庭神潮最高的 可是战斗力大家都懂 一般水准 主要是他什么都学 贪多嚼不烂 这种水准 说是唯一的希望 这让人如何相信 雕哥在说什么 雕哥没发烧吧 他怎么会把 自己当作救世主 卧槽 雕哥临死之前 还想装逼吗 玩家们表示 雕哥这绝对是想 趁机装逼一波 雕哥却不以为然 而是盯着对面的骷髅主神 我 杰克雕 待会儿要单杀这个boss怪 我不仅要单杀这个boss怪 我还要帮小神吸引仇恨 将一个boss怪拉出来 帮小神减轻压力 话 话落 又是哗然一片 疯了 雕哥真的疯了 这种玩家猜想 雕哥或许是之前身受打击 现在又自暴自弃 最终开始胡言乱语 兄弟们 我没疯 如果不解决掉一个boss怪 你们能够扛得住 他们三联手攻击吗 如果我不帮助小神 小神就无法脱身 甚至可能惨败 雕哥两句话 让玩家们沉默了 这是实话 相信我 我杰克雕说到做到 我只是希望 我要是拯救了你们 你们以后对我下手的时候轻一点 你们不要在偷牢子的内裤 去竹竿上挂着 你们也不要在 我的饭里家降料 雕哥流露出 誓死如归的表情 雕哥 我相信你 杨绵绵第一个走了出来 握紧了拳头 雕哥 对不起 上次是我踢了你的蛋 我错了 雕哥 我不应该在你内裤里放辣椒粉 雕哥 你要是做到了 我花花给你留着 好 雕哥 说到做到 多么朴实无华的愿望 玩家们纷纷站出来 表示支持 绵绵 让我吸口奶 我先杀那个屁话最多的杀雕骷髅 雕哥冲杨咩咩招了招手 杨咩咩 雕哥 你说话能正经点吗 刷 一盒咩咩排酸奶 扔给了雕哥 雕哥拆开盒子喝了一口 竖起了终止这个国际通用手势 对着那骷髅主神勾了勾 这个骷髅主神如果有毛的话 此刻已经气得炸毛了 眼前这个逼 弱的一批 当初被他吊起来打得小渣渣 此刻竟然妄言要单杀他 这尼玛做什么青天白日梦 看见雕哥这货 那气定神闲的样子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既然你要找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这个骷髅主神身形一闪 就朝着雕哥冲了过去 速度极快 宛若闪电一般 把旁边的玩家们都吓了一跳 之前和骷髅主神战斗过的 一刀999等人则是瞳孔骤缩 心中大害 这逼骷髅复活之后 实力上涨了至少五成 这要是在狱上 只怕会把他们虐得连扎都补上 雕哥分析很有道理 但是雕哥要如何 才能够杀掉这个骷髅呢 所有玩家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雕哥的身上 想要见识一下 雕哥究竟能不能行 又是如何干掉这个骷髅的 甚至就连那条蜈蜈 和那个幽灵武将 也都将目光聚焦在了两者身上 十米 八米 六米 骷髅主神和雕哥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几乎是眨眼极致 雕哥依旧站在不动 神色依旧淡然 嘴里依旧吸着酸奶 仿佛在享受人生最后的时光 雕哥在干什么 雕哥为什么不出手 玩家们一颗心 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哄 下一刻 这骷髅主神手中的刀 已经捅在了雕哥的肚子里 雕哥依旧没有闪避 反而是一只手握住了刀 一只手将手中的酸奶 朝着这个骷髅主神砸去 力道轻飘飘 完全就不像是在战斗 犹如孩童将手中的东西 扔出去一般 酸奶砸在了骷髅主神的身上 弄得他一身都是 哦 下化线 哦哈哈 老子终于单杀你了 杀比骷髅 雕哥临死之际 嘴里吐出了两句话 众人 敌人 单杀 这泥马 哪样和单杀沾上了关系 一盒酸奶砸过去 就能完成单杀的话 杨咩咩不是天庭神潮最强大佬 别问 问就是雕哥想要笑死敌人 哎呀这 雕哥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和爱 我们还是继续偷雕哥的内裤 放辣椒粉 报打他吧 玩家们这一刻 集体无语了 骷髅主神直接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单杀我 就这 小喳喳终究只是小喳喳 演得再像 也就是个蝼蚁 一刀就能解决掉的事情 冷冷的话语 宛如一根针 扎进了玩家们的内心之中 兄弟们 雕哥不靠谱 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来 语文老师 振臂一呼 彻底放弃了所有的幻想 杀 玩家们叙事待发 狠人妹子 那二哥 我们三个不管如何 也要拖住这个骷髅一段时间 一刀999冲 第一狠人大地 你爱惜我那儿 投过去一个询问的眼神 两人回之以坚定的目光 找死 骷髅主神举着手中的大刀 朝着三人冲了过来 想要第一时间解决掉他们 以报刚才被击败的那口恶气 可就在此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这个骷髅 感觉自己的力量竟然在消失 仿佛被什么东西吞噬一样 而他的身上 一窜银绿色的火苗冒出来 霹里啪啦地燃烧着 散发着一股恶臭的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我感觉我的力量在消失 为什么 我的躯体在消失 骷髅主神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脑子嗡嗡一片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银绿色的火苗越烧越旺 还没等他冲到几个玩家面前 就倒在了地上 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突然发生了一幕 让刚要发生的战斗再一次停止 所有目光聚焦在这个死去的骷髅主神身上 露出狐疑之色 嘶嘶嘶 那暗红色的蜈蚣更是咆哮起来 显得有些急促不安 他不能言语 但能够切身感受到 骷髅主神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毕竟骷髅主神是借他知魂复活 或者是就是他自己的分身 雕哥 难道是雕哥 玩家们猛然反应过来 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雕哥真的单杀了骷髅主神 这踏马是如何做到的 真就一盒酸奶 把这个恐怖的存在给砸死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我有理由相信 雕哥这逼一定是发现了游戏的Bog 卡了Bog秒杀了这个骷髅 没错 雕哥肯定是发现了Bog 要不然 他那点实力绝对不可能单杀骷髅 我要举报 雕哥开挂 你举报你妹 官方都让我们差点玩不下去了 开个挂怎么了 玩家们此刻一致认为 是雕哥卡了游戏Bog 刷刷 也就在此时 雕哥的身形 再一次出现在大家伙的面前 脸色看着很苍白 很是虚弱的样子 但却带着一股傲然之色 如何 雕哥我说到做到 但杀他没上了 雕哥呵呵一笑 卧槽 雕哥你怎么做到的 玩家们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你们猜 雕哥卖了的关子 猜你妹 别问了 如果天庭神朝还在的话 大家不仅要偷雕哥的内裤放辣椒粉 还要在他的饭里放八豆 玩家们七嘴八舌 把雕哥吓了一跳 踏马的 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不讲诚信啊 不怕君子 就怕小人 兄弟们 我说 我说 雕哥慌了 食人花腐蚀之毒知道吗 一桶食人花提炼出来的一滴毒液 是弄出来的 听到这 玩家们集体炸锅 化学老师流变 卧槽 难怪 想当初 玩家们可是被食人花的腐蚀剧毒 弄得头痛不已 最终还是 风之我爱小罗罗 领悟了流沙千鸟之术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桶毒液 提炼成一滴毒液 那毒性多强 不用说了吧 不对啊 雕哥这毒性这么强 还有狠烈的难闻气味 骷髅主神肯定会发现的 有玩家提出了质疑 雕哥呵呵一笑 发现 他能发现个吉尔 提炼出的毒液 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的 需要和另外一种物质混合 才能够激发起毒性 而另外一种物质 之前这伙在打我的时候 我已经故作吐血 吐在了他的身上 他还真以为菜 就会白给呢 雕哥解释道 死 玩家们这一刻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表示恐怖如斯 刘碧 雕哥针他们的狗 这谁能想到 哄 就在这时 远处再次传来一阵 剧烈的打斗声 苏小和五大主神的大战 苏小节节败退 五大主神也好不到哪去 甚至有一个手臂都断了一条 五大主神联手的战斗力太恐怖 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境界 已经达到了五星小神 还拥有不俗的底牌 雕哥 赶紧去帮助小神 小神快要撑不住了 玩家们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 好 兄弟们 我去了 七大护卫何在 随我一起 为小神分忧 雕哥怒吼一声 之前那七个被他特训的三侧玩家 纷纷出现在他的身旁 朝着苏小方向而去 帖子们 现在还剩下两个 高端玩家对付武将主神 我们对付蜈蚣 有要嗑药 有命送命 务必拖到小神胜利 有恩老师迅速主持战局 刷刷 第一狠人大帝等六个高端玩家 这一刻 齐齐排在了 拦住了武将主神的去路 骷髅主神还在的话 肯定是打不赢的 但是只剩下一个 打不赢拖住应该没有问题 暗红色蜈蚣和武将主神这时候 才反应过来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 让他们脑子里嗡嗡嗡的 差点没摔倒 屌哥竟然复活了 要是这群人类信徒都能复活的话 那简直不敢想象 不过 此刻已经不容他们多想 因为玩家们的攻击已然到来 另外一出战场 呼呼呼 苏小又一次找准了机会 施展九幽天灾浴火低火 恐怖的火帘散发出了炙热的气息 配合着妖火大阵 整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炼狱 明河 之前吃过一次亏的武大主神 这次早有防备 瞬间施展明河 护住自己的周身 炙热的气息和阴冷之气对抗 彼此消融 明河消失的速度更快 显然落于下风 但苏小的脸上 却没有露出欣喜的表情 而是凝重 妖火大阵 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之逆神之躯 红莲妖火 再配合九幽天灾浴火地火篇 已经是他最强悍的底牌 威力虽然强大 对他的消耗也非常巨大 效果较 若是平时已经非常不错 但危急关头 杀不死人 甚至连令敌人重伤失去战斗力都做不到 可以说没什么效果 难不成 我真的要动用那东西 苏小眉头微皱 长生谷获得的三节魔剑 虽然压制了其魔性 可苏小对其压根不熟悉 另外 三节魔剑内含能量不足 要发挥此魔剑的威力 必须给它足够的能量 充能的办法 就一个 嗜血 魔剑嗜血会增强其魔性和力量 让其产生质变 此时此刻 苏小为有利用自己的鲜血 去给三节魔剑充能 可一旦这样做 激发了魔剑魔性 它很有可能压制不住魔剑的魔性 最终被魔性侵蚀 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 到时候 可能不需要敌人 自个就完蛋了 故而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它不想动用此剑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苏小眉着眼睛考虑了一会儿 一咬牙下定了决心 维京之计 也唯有如此了 小神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忽然间 雕哥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引起了苏小和五大主神的注意力 苏小和五大主神战斗的时候 并不能分神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 另外一边战局的情况 雕哥的出现 让激烈的战局 稍微缓和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这里不是 苏小正想呵斥 忽然发现不对劲 此时 五大主神也齐齐 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暗红色的蜈蚣之魂 改变战局的事情 他们之前关注到了 复活后的两大主神 外加一只蜈蚣 阴魂实力多么强悍 明眼一看就能知道 现在骷髅主神竟然死了 这怎能不令他们感到震撼 这才过了多久时间 骷髅主神死了 你们怎么做到的 苏小忽然觉得 心中生出了一股热流 让他压力减少了许多 废话 当然是我杰克雕亲自出马 一刀斩掉他的狗头 雕哥忍不住吹起牛逼来 苏小 你们几个渣渣 谁敢下来与我一战 我把他屎都给打出来 雕哥指着五个主神 嘴角挂着邪魅的笑 苏小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阻止 而是通过系统聊天频道 给雕哥发了一则消息 你真的能做到 苏小问道 小神 放心 我有把握 雕哥回应道 好 你若是真的能够拖住一个主神 给我创造机会 那战斗结束 我奖励你一个终身荣誉 卧槽 一听见这个 雕哥立刻跟打了鸡血似的 小神 你个地儿放心 这是包在我身上了 马德 终身荣誉 这尼马 以后可以无限在 那些家伙面前装逼了 嗯 一切全靠你了 苏小生怕这逼不靠谱 特意地采用激励大法 让雕哥感觉他才是救世主 哎呀呀 我得到了小神的认可 我雕哥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雕哥内心狂吼 来啊 杀雕 对 就是那个拿剑的蠢货 爷爷让你一只手 雕哥指着其中一个拿剑的主神 五大主神听见雕哥 要把他们打出屎来这种话 一个个差点废都气炸 但是很显然 这是激将法 他们五个战斗了如此久 都没能搞定苏小 若是再少一个的话 局面很有可能逆转过来 你莫要嚣张 手持大剑的主神气鼓鼓地道 什么 一只手也不答应 那双手好了 雕哥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你 你什么你 要不要再加上双脚 干脆我脑袋让给你看 雕哥直接把脖子伸了出来 但是这个主神始终不为所动 这让苏小和不时关注这边的玩家 都无语了 雕哥这货 不会想要凭借三言两句 就让一个主神脱离战场吧 这些主神又不是杀笔 若是这样的话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卧槽 这么坚挺 看来我要放大招了 雕哥眯着眼睛 轻哼了一声 大家伙都很猛逼 雕哥这事又准备了什么大招 七大护卫何在 雕哥冷喝一声 只见被他交出来的七个小伙伴 一瞬间出现在他的身旁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羞怯之色 看着有些难为情 兄弟们 别紧张 为了神潮 豁出去了 几人相互打气 兄弟们 让他见识一下 我们最新研发的超级神迹 一边转身背对着五个主神 同时七个小伙伴 也转身对准了他们 让大家伙感到更加疑惑了 听我口令 开拖 刷 站成一排的八人一瞬间 直接把裤子脱了 然后弯腰用菊花 对准了几个主神 运转大道之气 气顿 爱心之剑 扑扑扑 一瞬间 八个人集体放屁 发出了很有节奏的响声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些个家伙放出的屁 竟然犹如实质 宛如白色的雾气一般 会成了一股 然后组成了一支剑间 是爱心的剑 射向了五大主神 速度很快 眨眼极致 碰 一阵清响 气剑骤然燃烧 扩散开来 瞬间将几个主神笼罩在其中 咳咳咳 剧烈的咳嗽声传来 洋葱 大蒜 韭菜味 混合在了一起 那味道独一无二 杀伤力很强 卧槽 这一幕 直接惊呆了苏小和玩家们 雕哥这是干啥啥不行 搞这些名堂第一名 这尼玛拉仇恨的效果一绝啊 五大主神纷纷干呕 一脸气急败坏之色 挑衅 这是非常严重的挑衅 我蹬不住了 我要去宰了这混账东西 一个主神哇哇大叫 但理智告诉他 不要冲动 找死 另外一个主神 抬手射出了八支光剑 对准了每个人的小花花部位 但 直到半途被苏小给拦截下来 苏小忍不住得意 雕哥这招数 或许不能成功 但成功地恶心了这些家伙 倒是能对他们心境 造成一定的影响 战场上 心境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稍微产生波动 就很有可能被对手抓住把柄击杀 行了 赶紧穿上裤子跑 雕哥吩咐道 八个玩家 此刻齐刷刷地穿上了裤子 一溜烟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害怕 雕哥没有跑 因为他发现这些主神 最终还是绷住了 没有追击他 这都不行 雕哥着实被这群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给震惊了一下下 你们这都不来追我吗 雕哥弱弱地问了一句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雕哥此时可能已经无马分尸 连一点扎都不剩下 追你 解决了你们主神 我们想如何蹂躏 你就如何蹂躏你 你将会是最后一个死的 几个主神咬牙切齿 不想再和这家伙废话 因为拖下去 怕节外生枝 雕哥一听 顿时就笑了 啊 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呀 可惜你们要失算了 雕哥嘿嘿笑道 不会吧不会吧 你们不会认为 我这气顿之剑 只是用来恶心人的吧 你们小心地探查一下 是不是觉得身体有限 不太舒服 恶心想吐 头与脑胀 雕哥提醒道 几个主神愣了一下 按照雕哥所说的探查了一番 然后脸色就变了 尼玛伊 这一批有毒 没错 这一批有毒 雕哥想起了之前 在万妖盛会上 自己一批杀五大妖王的事情 想要顾忌重施 故而 找到了化学老师 和大卫王等人商量 最终 研发出了一种特殊的毒药丸 简称屁丸 这个屁丸 本身是没有害的 只是服用之后会胀肚子 容易放屁 和吃了八豆效果有点类似 不过 若是把这些屁给憋住 达到了一定的浓度 就会形成一种危险气体 这些气体如果不燃烧的话 也不会释放出毒气 一旦燃烧 那么就会形成毒物 气盾之剑上 附带一点火属性力量 遭遇到外力 迫使火属性力量 燃烧点燃气体 就会造成范围性的杀伤 不过 这毒烟的毒性不是太强 和之前用石人花尸体 炼制出的那滴毒液 差远了 但在这种关键的战局之中 却是能够起到 决定性战局走势的作用 小神 这是解药 你慢慢打 我先走了 他们中毒了 你应该能打赢 我去帮另外一遍 不然我怕他们打不赢 此时 雕哥将手中一颗黑色的东西 扔给了苏小 转身准备离去 哪里走 解药拿来 那个手持大剑的主神 二话不说 直接纵身一跃 朝着雕哥追了过去 速度仿佛一阵风似的 竟然是带起了一串残影 之前 他们可以不在乎 雕哥在一旁的挑衅 但是现在不行啊 中了毒 若是没有解药的话 接下来的战斗结局 可想而知 几人商量之下 不得已派出一人追击 全身都是雕 另外四人 先拖住苏小等 解药拿回来 再合力击溃苏小 因为是私下交流 故而雕哥完全没有意识 刹那之间 危险已然临近 操 想欺负我 你当老子好欺负吗 三千大盗之雷神之怒 轰隆隆 此刻 雕哥的周身 一道道的雷光电弧 闪烁着 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其中 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出 将手持大剑的主神 给吓了一大跳 就差没一屁股跌坐在地 这气息 怎会如此强悍 刷 面对雕哥的气息压来 这个主神猛然抽身后退 生怕自己被镇压 然而 等气息消散 再抬头看去 雕哥已经跑了上百米远 比风还快 雕哥再一次通过单巴 教他的神级神迹成功威慑住了对方 曹尼玛 上当了 这个主神瞬间察觉到事情真相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二话不说 提剑追了上去 而苏小此刻也是 收回心神 目光冷冷地盯着对面几人 雕哥成功地迎走了其中一个主神 现在 该是他反击的时刻了 天庭神朝数十里外的一座大山之上 此刻站着一道身影 这座山 是天庭神朝范围内 唯一的一座大山 足足一千米高 几乎可以眺望整个天庭神朝 全境面貌 嗯 这种局势竟然都被扭转过来了 这苏小的信徒果然有些本事啊 此人是一个老者 若是苏小在此的话 定然能够认出来 他就是 曾在天书学院见过的 闫莫林身边的那个老者 闫莫林在离开的时候 让自己的护道者 前来守护苏小 他就一直在暗中关注着这一切 不过 凌云并没有轻易出手 在他看来 这是他对苏小的一次考验 按照他的标准 苏小和他的神朝 至少也要撑住两个时辰 才算是合格 苏小若是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的话 以后想要和闫莫林在一起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何止才两个时辰 有一刹那 凌云甚至都觉得 幽冥神朝的这次进攻 快要完蛋了 直到那暗红色的蜈蚣出现 他觉得自己 必须要伸出援助之手 但 接下来 雕哥的两个操作 扭转局势的操作 直接让他刮目相看 目瞪口呆 自此 凌云承认 是自己小看了苏小 凌云打算继续看下去 只要苏小不出生命危险 那么就不出手 下一秒 他却猛然转头 看向身后的方向 眉头皱得老高 这是 哼 这些家伙 真是不要脸 这次天庭神朝 可是真的麻烦了 刷 凌云冷冷吐出了一句 随后身形消失不见 朝着远处奔袭而去 而那个方向 一道恐怖的气息 正向着天庭神朝靠近 哼 巨大的暗红色蜈蚣 此刻和玩家们站成了一团 冰火两重天之剑 寒冰烈焰拳 一刀流 各种技能不要命地朝着这只蜈蚣砸下 但是效果却不是那么的好 每次攻击落在了这只蜈蚣的身上 就会出现一道暗红色的光芒 让玩家们的攻击威力减少许多 即便是击中了它 也见不到什么效果 仿佛开了一个免疫伤害的挂一板 你甲队 防御 注意防御 一定要拉住仇恨值 寒冰队 控场 减速 不要它冲过来 大刀队 火球队 弓箭队 负责输出 语文老师 在站在一个至高点处 指挥着玩家们和暗红色的蜈蚣战斗 刷 暗红色的蜈蚣一个甩尾 直接将十几个玩家 蓝腰轰成了几节 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甚至就连开了盾甲 和流沙千鸟之术的玩家 也扛不住 卧槽 这逼开挂开得太厉害了吧 玩家们真的要吐了 BOSS一个比个强 玩毛线啊 老师 这我们怎么打得赢 感觉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这家伙的弱点到底在哪 有玩家看着语文老师咨询道 若是找不到弱点的话 简直没有战斗的欲望 弱点 语文老师表示自己也想找到弱点 但是以他丰富的战斗经验来看 还真没有找到弱点在哪 唯一能有点作用的技能 就是寒冰之剑 可以让其减缓移动速度 我知道弱点在哪 兄弟们 万物皆有弱点 不能不存在弱点 我经过长时间的潜伏观察 终于发现了其弱点所在之处 一道声音忽然从旁边传出 让眉头不斩的玩家们 充满了欣喜之色 说话的人 正是之前在幽冥神朝 第一次入侵之中 开启了全新职业的英语老师 大战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英语老师一直没有出场的原因 主要是还是因为变化 实在跟不上计划 本来他是打算 幽冥军冲破迷宫大阵的时候 玩家们和幽冥军硬刚的时候出场的 没想到 幽冥军全部际线 弄出了一条这么无敌的蜈蚣 他那点咒术师的能力 对上这只蜈蚣 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英语老师也没有闲着 而是暗中观察着蜈蚣的构成 这蜈蚣出现实在太意外了 看着虽然挺真实的 可动作偶尔会产生停顿 仿佛断电了一样 他猜测 这蜈蚣可能是背后有幽灵在操纵 一番搜索之下 果然让他发现了真相 一个眼神闪烁着紫芒的幽灵 正坐在后方一个角落之中 操控着这只蜈蜣 冲拳 英语老师怒吼一声 一个字符从他的嘴里吐出 在空气之中 化作了一只金色的拳头 重重轰击在一面残缺的墙壁上 墙壁被推翻 露出了后面的场景 某火式紫色的幽灵 出现了大家的眼前 卧槽 这个幽灵竟然是紫色的 尼玛 这又是什么品种 玩家们有些猛 兄弟们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咒术师 只要我们击溃他 那么这蜈蚣 或许就会自己隔屁掉 英语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卧槽 原来是这样子的 难怪 我吐不得要吐了 打了半天就没有找到关键点 玩家们一瞬间就明白 英语老师的想法 现在 由我来对付他 你们负责牵制这条大蜈蚣 等我破了他 我们就能胜利 英语老师一步步向前走去 随着他的行动 嘴里念念有词 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将他笼罩 看着圣洁无比 这是一场咒术师之间的对战 此时 这个某火式紫色的幽灵 也意识到了向他而来的英语老师 脸上表情微微变换一下 一团紫色的火焰 从他的身上飞出 化作了两个蓝色魔火的幽灵 挡在了前方 这两个幽灵 英语老师很熟悉 就是之前和他对战过的那种咒术师 这家伙竟然还能分身 这要牛叉的吗 英语老师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殊不知 这个紫色的幽灵 融合了之前那六个咒术师 算是一个融合体 分出来的这两道身影 只是其中两个而已 那就让我监视一下你们的厉害吧 英语老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盘膝而坐 冲拳 随着他声音落下 一个金色的拳头 飞向了这两个幽灵咒术师 迎上的是两只黑色的鬼爪 但经过了长生谷特训后的 英语老师实力早已经暴涨 以一敌二轻轻松松 哄 对面的两个幽灵被击退 那暗红色的蜈蚣 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产生了一些变化 大大减轻了玩家们的压力 英语老师留便 英语老师 再跌点链 玩家们的话语刚落 英语老师还未来得及高兴 就见到第二团火焰 从紫色幽灵的身体之中飞出 化作了两个幽灵 呃多恩啊 再三 四个幽灵咒术师 手拉着手 嘴里念念有词 一个个有黑色符号 从他们嘴里飞了出来 在空中化作了公式 冲向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见状 瞳孔一缩 般若波罗蜜心惊 金色的符号 从英语老师的口中飞出 同样演化成为公式 双方竟然是站成了一个平手 不死神魔之躯 逆四转之逆神之躯 刷 英语老师这一刻 直接施展出自己的最大底牌 一瞬间金光万丈 仿佛一个诵经的佛陀 充满了圣洁的气息 英语老师 宛若一个网络上的喷子 一秒时喷 速度越来越快 随着速度加快 演化的公式也越来越猛 嗯 那个谋火紫色的幽灵此刻 感受到了压力 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能够感受到英语老师的境界不是很高 但是演化出来的公式却非常强横 这是天赋高所带来的附加值 犹豫了一下 这个紫色幽灵身体之中 再次飞出了一团火化作了两个幽灵 六个咒术师 尽数出场 但暗红色的蜈蚣 此刻却变得弱了许多 玩家们已经能够初步对其形成压制效果 哄 下一刻 英语老师整个人倒飞出去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啊 竟然还有两个 这家伙身体之中 究竟藏着多少个咒术师 英语老师要吐了 这你嘛 无限分裂 隐分身之术吗 砰砰砰 英语老师被压制住 玩家们获得的优势荡然无存 几十个玩家一不留神 被突然变强的暗红色蜈蚣 直接抽飞 当场惨死 英语老师 你怎么样 不少玩家 投过来关切的目光 我 没事 我还能站起身来 嗨嗨 咳嗽两声之后 英语老师毅然决然地走向前方 他不能输 他要是输了 后方的兄弟们就会被大蜈蚣击溃 观自在菩萨 金色的经纹再一次飞出 和有黑色符号碰撞在一起 虚空之中 金色和黑色交织光芒乱颤 但显然受了伤的英语老师不再是对手 被逼得节节后退 砰砰砰 甚至 因为承受的压力太大 浑身上下都在飙血 很快成为了一个血人 不 我不能倒下 颤颤巍巍的身影再一次站了起来 可恶可恶 若是再丢我一点时间 让我变强一些 我一定能够施展出那招来 哼 可 这次直接被击飞 差不多得了 你已经足够让我刮目相看 对面的紫色幽灵第一次开口 露出了嘲讽的语气 英语老师 够了 别冲了 再冲你就没了 还记得我们演练过的那一招吗 虽然一百次只成功过一次 但是只要成功这一次 我们或许就能够赢下来 这时 五个玩家冲到了英语老师的灯面前 深吸一口气开口道 英语老师愣了一下 猛然想起 这一招 有玩家用过 但是一直未能推广 因为难度太大了 还不能受到过多干扰 现在 这或许是唯一获胜希望 只要上天眷顾的话 这一招 其实不是神技 而是一种技巧 多人传功 力量融合 乾坤借力之术 这也就是之前天书学院考核的事情 你爱惜我那儿 第一狠人大帝 还有一刀999 使用过 回来之后 三人将技巧告知了大家 但是传功融合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些阻碍 一旦力量不顺畅 就很容易对伙伴的经脉 造成巨大的损伤 即便是 你爱惜我那儿 三人 成功率也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不然在刚才的战斗之中 他们早就使用了 刷刷 五个人来到了 英语老师的后方 盘膝而坐 各自将手放在前面一人的肩头 兄弟们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成功啊 不成功变成人 玩家们的溃败 直接会影响到苏小那边的战局 现在苏小可是处于上风 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就能够搞定对手 回来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大挪移之术 一股股力量灌输到了 英语老师的体内 让英语老师感觉自己越发强盛 然而 却在某个时刻 一阵阵刺痛 忽然出现在了每个人的经脉之中 让他们中断了力量挪移 扑 几人相继吐出了一口老血 失败了 再来 几人不服气 再次尝试 兄弟们 牵制住敌人 给他们创造机会 其余玩家此刻也没有闲着 而是进攻暗红色蜈蚣 和那个魔火紫色的幽灵 英语老师等人争取时间 碰 英语老师等人又一次惨败收场 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血迹 再来 然而 没有人放弃 而是咬牙坚持 因为过于用力 额头上青筋都鼓胀出来 不是我们方法不对 是我们的节奏和控制度掌控不好 蛇物 我怎么那么笨 哎呀 老天爷 我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碰 六人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最前方的英语老师已经倒下了 因为他伤势过重 又被失败的乾坤借力之术 造成巨大的冲击 雪上加霜 兄弟们 对不住了 是我无能 我先走一步 英语老师脸上露出不甘之色 轰轰轰 此时 少了英语老师次的牵制 暗红色蜈蚣再次发挥 一个个的玩家身躯 宛如炮弹一般朝着远处飞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惨不忍睹 有的玩家 直接被蜈蚣那脚割裂成为两半 有的 当场被踩成了肉酱 啊 难道天听神潮就这么玩了吗 无奈 德马西亚 站在大谷面前 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泪水止不住从眼中流出来 他已经完全不认为自己在一个游戏中 而是在现实中 为了守护家园 不被敌人夺取和践踏 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前赴后继 用血肉堆积长城 这就是德马西亚的精神 哈 无奈 德马西亚 抹干净眼泪 举起了手中的棒锤 朝着大鼓重重敲下去 兄弟们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我们一定要撑住 永不言弃 撑住 动 一声声的鼓鸣 夹杂着 无奈 德马西亚 歇斯底里 充满了无助的呐喊 他想要给伙伴们打气 不能溃败 千万不能溃败 无奈 德马西亚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手掌之上 此刻竟然散发着一股银绿色的光辉 随着他手中的棒锤敲下 那鼓声之中 似乎也多了一丝莫名的力量 鼓声进入玩家们的耳朵之中 仿佛一道道震聋发聩的天音 突然之间激发了他们体内的某些东西 等等 我似乎有点迷雾了 我好像找到我们刚才失败的关键节点了 五个相助 英语老师的玩家之中 其中一人忽然开口 正正望着旁边小伙伴 我也是 我感觉突然通透了一样 我好像也是 这是怎么回事 几个玩家顺着鼓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就见到了 双手散发着银绿色光芒 含泪敲鼓的 无奈 德马西亚 随着鼓声震荡 那银绿色的气息也随之 扩散开 卧槽 这是 来自德马西亚的力量 德马西亚哥 似乎在长生鼓 悟出了了不得的东西 玩家们骤然明白过来 这一定是领悟出了什么东西 才会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让他们这一刻 思维变得通透起来 兄弟们 山虫水 富一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上 英语老师 颤抖着从地上爬起来 往嘴里塞了几块臭豆腐 狼吞虎咽下去 眼中燃烧着希望之火 六人再一次坐在了一处 运转力量进行挪移之术 几人只感觉 这次比任何一次都要顺畅 甚至就连之前成功那次 也无法比较 随着英语老师身上的光芒亮起 其余几人 竟然也亮起了金色的光芒 这是 几个玩家都震惊地 看着自己身上的变化 金色的光芒 传宫并没有金色的光芒 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因为 无奈 德马西亚的那神奇鼓声 毛色顿开 直接成为了罕见的咒术师 本身 这五人就是 英语老师专门挑选出来 可能会培养成咒术师的人选 而 无奈 德马西亚的鼓声 成为了这一块敲门砖 劈开了这道紧闭的大门 让他们成功地迈入进去 咒术师 我们成为咒术师 五人眼中露出狂喜之色 谢谢德马西亚哥的顿悟之力 现在 该是我们发威的时候了 六个咒术师联手 而且还使用了力量大挪移之术 这威力肯定非比寻常 现在 我终于能够施展出 我梦寐以求的那招了 天龙八音诀 好 漠然间 一声震荡山河的龙吼之声 从英语老师的嘴里传出 响彻整个天庭神潮 不仅仅影响了玩家们这边的战局 也影响了苏小那边的战局 所有战斗者 此刻都被这道龙吼之声所吸引 看了过来 就看见 虚空之中 金色的巨龙虚影腾飞 朝着那个谋火紫色的幽灵 轰击而去 一条 两条 足足四条 四品神迹 那漫天的气势 直接惊呆了和苏小战斗的四大主神 让他们脸色煞白 马德 苏小的信徒 竟然能够施展出四品神迹 疯了 这个世界肿磨了 为什么他们 看不懂了 就连苏小也是目光震撼 忍不住长长吐了一口气 这些家伙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那个谋火紫色的幽灵 瞥见着漫天的攻势 这一刻几乎傻掉了 紫言 他嘴里冷喝一声 骤然间 那六个咒术师 直接化作了三团子火 游荡在他的身旁 最终化作了一个猙獰的紫色恶鬼 张开了大口 朝着这金色的神龙吞噬而去 哄 第一条 哄 第二条 哄 第三条 当第三条金色神龙落下的时候 这紫色火焰构成的恶鬼 直接溃败 消失在空气中 第四条金龙重重地撞击 在这个谋火紫色的幽灵身上 瞬间透体而过 这幽灵身体颤抖了几下 不甘地看了一眼远处的 英语老师 几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死了 随着他的倒下 那暗红的蜈蜈蚣突然溃散开 消失不见 赢了 浑身负伤的玩家们 看着这一幕 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赢了 我们赢了 哎呀 终于赢了 兄弟们 坚持就是胜利 英语老师留弊 咒术师留弊 一瞬间 黑黑地笑了两声 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然后重重倒在地上 望着一望无影 湛蓝无比的天空 此刻他感觉心中是那么的舒服 不由缓缓闭上了眼睛 另外一边 兄弟们 乾坤借力之术搞起来 我主控制 你爱惜我那儿 此刻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 看向旁边的几个小伙伴吼了一声 瞬间 三人一组 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一条长达几十米的冰龙 出现在 你爱惜我那儿的身前 咆哮着朝着对面的幽灵武将冲了过去 而另外一边 火炎燕翼同样演化出了一条咆哮的火龙 以稍慢的速度跟在了后方 幽灵武将此刻整个身体都抹了 甚至还没有能够从刚才 英语老师天龙八音爵 带给他的震撼之中回过神来 加上济师的溃败 对他造成了巨大影响 让他实力大减 这一刻 他如何是几个联合在一起的玩家的对手 刷 冰龙的冲击下 直接将幽灵武将冻住不得动弹 随后的火龙爆发化作了熊熊火焰 直接将他包裹其中 噼里啪啦一阵响动之后 这个幽灵武将也彻底地消散在天地间 刷 一道身影 此刻正急速地在逃跑之中 在他的身后 一个手持大剑的幽灵主神风狂地追击 卧槽 卧槽 为什么这玩意没有作用 我还以为这是宝贝 老子看走眼了呀 被追击的人正是全身都是雕 也不是雕个能跑 而是他的宝贝多 天书学院他可是从胖妹身上捞了不少宝贝 现在都拍上了用场 若不是这些宝贝的话 雕哥是绝对撑不到现在的 而手中这件黑色的物品 也是他最后一件物品 是从长生谷禁地洞穴之中离开的时候 拿棺材下方捡到的 本以为是个不亚于三节魔剑的宝贝 可没想到是破铜烂铁 我可去你妹的 害死我了 雕哥一气之下 直接将手中的东西 朝着后方手持大剑的幽灵主神扔了过去 想要一泄心头之恨 而这个幽灵主神也没注意这是什么玩意 见到东西飞过来 打算一剑将其劈开 当他手中的大剑劈在了 这块黑色的铁片上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铁片竟然直接将他的大剑 砸出了一道祸口 卧槽 这个幽灵主神当场就吓尿了 他这剑可是三品灵器 是上好的金铁打造 开山猎石不在话下 这块铁片竟然轻飘飘地 就将大剑砸出了一个缺口 这尼玛也太离谱了吧 这到底啥玩意呢 卧槽 雕哥此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草 这是好东西啊 雕哥顿时后悔不已 可是铁片现在不知道飞哪去了 这尼玛要是丢了 他肯定三天都吃不下饭 这个手持大剑的幽灵主神 此刻也没有打算去找那块铁片 因为只要击杀这沙笔 回来找也是一样的 等等 忽然间 这个幽灵主神感觉到了 哪里不太对劲 似乎自己追击这段时间 体内的不是敢消失了 中的毒没了 草 被骗了 突然间 这个幽灵主神反应过来 这毒只是给他们造成一点不适感 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他们却以为这毒很厉害 这样就中了雕哥的吊虎离山之计 转头望去 就发现那边四大主神 已经再被苏小暴打 这一刻 这个手持大剑的幽灵主神 感觉一阵阵透心凉 我饶不了你 怒了 这次是真的怒了 命都可以不要 雕哥必须死 不然难谢他心中止恨 刷 恐怖的剑盲劈下 雕哥急忙施展 移形幻影 知数躲避 然而 剑盲的鱼威 还是刮到了他的身躯 雕哥直接吐血倒飞 身上出现了一道恐怖的伤口 加上他之前断裂的骨头 雕哥这下连逃跑的能力都丧失掉 臭豆腐没了 药丸没了 护身符也没了 眼下 或许只有等死 哦 下花线 哦哈哈 来吧 狗日的杀笔 来杀我吧 老子不怕了 反正我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死就死 又不是没死过 雕哥彻底放弃希望 这话让手持大剑的幽灵主神 充满了狐疑之色 不过 他并没有多想 然而 就在他举剑准备披下的时候 一只闪烁着红蓝光泽的冰火 两重天之剑 却是从远处飞来 将其击退 杀我雕哥 问过我们没有 刷 一道道身影 出现在雕哥的旁边 你爱惜我那儿 一刀999 张大仙 第一狠人大帝 等人一个个地出现 虽然大家伙都浑身带伤 但是脸上却是洋溢着喜悦之情 雕哥不要怕 我们来支援你了 雕哥 你待会儿 就在我们胯下输出就行 雕哥 兄弟们来了 随后 玩家们也一个个地到来 站成了一排 一脸笑容地 盯着对面的幽灵主神 阳光下的脸上 笑容是那么的纯净 字里行间 燃烧着一股兄弟间的热血 这 幽灵武将见到这一幕 直接就傻眼了 怎么回事 转头望去 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那边的战局已经搞定 自己的同伴 早已经不知所踪 不可能 你们只是一群信徒 是如何做到的 幽灵武将 发出了歇斯里地的狂吼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质疑 亚西主神给了 那么多的底牌 都用完了 但是玩家们的数量 却是一个都没有减守 这简直太离谱了 就凭你们 想要拦住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手持大剑的幽灵主神 此刻也看明白了 局势已然溃败 唯有逃离 才是唯一的选择 但就在这时 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旁边响起 随即 一道有些狼狈的身影 暴视而出 来到了玩家们的面前 他们拦不住你 那么我呢 苏小咧嘴一笑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天庭神潮无敌 小神无敌 天庭神潮一场大战之后 再次合体 充满了昂扬斗志 气势冲消 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灿烂的笑意 剩下的唯一一个幽灵主神 直接愣在了地上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最终 憋出了一句没用的屁话 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的委屈 你告诉我们 你们在边陲荒域的目的 我可以饶你不死 苏小忽然眯起了眼睛 停止了即刻动手的冲动 幽冥神潮 竟然大肆出现在边陲荒域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 若是能够知晓他们的意图 或许能够掌握一些惊天大秘 也说不一定 天书学院的劫难 或许和他们有直接关系 真的 这个主神有些震惊 又有些狐疑地盯着苏小 你我可以以心魔发誓 一旦以此发誓 若是违背誓言的话 就会遭受到神秘的力量惩罚 心魔誓言 这个靠谱 好 你我之间立下心魔誓言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这个幽灵主神略有些兴奋的道 很快 两者就立下了心魔誓言 幽灵主神告知苏小 想要知道的一切 而苏小则是放他离去 幽冥神朝统治者幽冥主神想要复苏 早已在东神域南边这片地方 布置下了大量的据点 只要这些据点布置完毕 统筹起来就能够让他从封印之中复苏 彻底自由 边垂荒域是幽冥神朝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如果不是你之前破坏了星空神朝那个据点 这片地方已经构建完毕 你阻碍了幽冥神朝的脚步 所以引来了主神的愤怒 想要将你剿灭 另外 你手中拥有镇压幽冥之物 是幽冥神朝所不容的 幽灵主神按照誓言告知了一些 苏小并不知晓的秘密 一层看不见的面纱正在缓缓揭开 苏小也被吓了一跳 这个幽冥神朝如此掉 自己这世闯了弥天大祸 后面日子恐怕不是特别好过 卧槽 这个大boss设计得这么牛逼的吗 尼玛 这次入侵副本都搞得这么困难 后面那个大boss将会多厉害 完全不敢想象 不少玩家们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但更多的却是兴奋和刺激 游戏 没有难度的话 玩个锤子 他们很期待和这个大boss对决的那一天 按照你的说法 这里如此重要 为何不干脆点 直接来一个强者将我抹杀 对于这点 苏小非常疑惑 磨磨蹭蹭的 每次都失败 那不是很影响这个幽冥主神的大忌 按道理 也应该派一个强者 前来一巴掌抹去 你以为幽冥主神不想吗 边陲荒域看似简单 是一块废墟之地 但实则存在许多隐秘 一点都不简单 幽冥神朝的强者 若是降临此地 太过于显眼 或许首先遭遇的 就是一场大战 幽冥神朝被东神欲所不容 到时候引起了北境神王族的注意 后果会更加严重 综合考虑之下 派弱小一点的主神 前来灭杀你是最好的选择 可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厉害 完全超乎了预料 这个主神说着 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苦笑 星空神朝被灭 可以说星空神朝是渣渣 但是亚西主神可不是渣渣 而且苏小的天庭神朝 当初才什么实力 这次出击 包含了亚西主神的六大侍卫 以及古则主神的一大侍卫元首 外加上万游民军 和亚西主神给予的底牌 这已经是非常看重天庭神朝 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 可没想到 还是说了 这让来之前信誓旦旦的他们 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 原来如此 苏小陷入了沉思之中 那你们亚西主神呢 他为何没来 苏小又问 哼 这个你必须得为自己庆幸 亚西主神若不是临时接到了任务 凭他的实力 这次你必败无疑 这个幽灵不由感慨 一切都是天意 任务 什么任务 苏小很好奇 不知道 大概是策划这次边垂荒域之乱的 一些重要任务吧 说句实在话 你这次即便是赢了 想要彻底生存下来 还是不太可能 边垂荒域这边 已经被幽冥神朝所封锁 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到时候大乱起 你这点实力 和大海之中的扶贫 没什么区别 你要知道 这次的大乱 会颠覆这片区域 任何身处 这里的生灵都不能独善其身 幽灵主神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眼中颇有些得意之色 那么 你应该知道 如何突破幽冥神朝的封锁 离开边垂荒域这个地方 这是重中之重 也是苏小现在最关注的问题 亚西主神手中拥有一件物品 可以知晓 离开的点在哪 不过 我想现在亚西主神应该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你们或许接下来面临的将会是死亡 哈哈 这个幽灵主神说着 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 亚西主神可是军神境界 天庭神朝无论再如何厉害 也是几巴掌的事情 什么 然而 下一秒 这个幽灵主神的脸上 浮现出骇然之色 苏小和玩家们 对于这个幽灵主神的突然变化 感到非常的疑惑 他是发现了什么 只见此时 天庭神朝的边缘处 天空之中 一阵气效卷起 宛如长龙溪水一般 爆发出了震耳欲龙的声响 四周出现了几道龙卷风 还有滔天的重重鬼影 给人一种极为震撼的视觉 啊 那是什么 天哪 发生了什么天地异象 玩家们没见过这一幕 只感觉和世界末日差不多 苏小却是眯起了眼睛 他二话不说 直接调用主神殿的监控功能 查看那里的场景 一个浑身燃烧着绿色火焰的巨大幽灵 此刻正在和一个老者大战 这个老者 身上萦绕着蓝白色的光芒 抬手之间 一层层水气 化作了凶猛的攻势 竟然压得那个幽灵节节败退 苏小只感觉这个老者很熟悉 再一看 这不是之前在天书学院提醒过他 不要太靠近闫莫灵的老头吗 莫灵 苏小一瞬间明白过来 内心不由流露出一丝感动之色 原来他一直在暗中关心着自己 这个老者 应该是闫莫灵的护道者 不过闫莫灵邀请苏小前往神木城失败后 就让他留在苏小身旁守护他 把自己的护身符给苏小 可见他对苏小的心意 至于那个幽灵 应该就是赶来的亚西主神 苏小此刻心有余悸 所有的胜利 原来都是假象 若是没有灵云暗中出手阻拦 或许他们都无法获得眼下的胜利 还是太弱了呀 亚西主神 竟然被拦住了 这里还有高人 这个幽灵 此刻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苏小 只见苏小此刻 也用怪异的目光盯着他 你想杀我 你不能杀我 你立下了心魔誓言 这个幽灵主神神色紧张一阵后 忽然又开心起来 苏小皱了皱眉 哦 有吗 我刚才立下誓言的时候 用谁的名字来着 似乎是全身都是雕 心魔誓言 和灵魂 有关 是通过灵魂和天道 建立某种联系 苏小的信徒 和一般的信徒不同 本身就是 通过灵魂绑定了系统 进入这个世界 玩家们的魂灵苏小 可以通过系统掌控 自然也能够利用他们的灵魂 立下心魔誓言 幽灵主神 全身都是雕 你妈 现在就连小神都要针对我了吗 我雕哥天命之子 真就这么遭人嫉妒 哄 下一刻 苏小已然出手 现在的他 对付一个区区三阶 小神境界的幽灵 几乎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小神 我们来助你 玩家们自然也不想 放弃这个机会 直接动手 不过 因为每个人的力量 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伙都是联手 施展了乾坤借力之术 少得五六个人 组成一个小团体 多得有十几个人 最厉害的当属 第一狠人大帝 妹子 身后足足有五十个人 当然 有大部分都是实力较低的 三侧玩家 若是一侧二侧玩家的 他也就最多能够承受十几个的样子 乾坤借力之术 也不是人越多越好 因为要考虑最终承受那人的极限 实力越强 身体承受极限越高 能容纳的力量 也就越强 若是超出了极限 那么就会让最终承受者身体爆炸 得不偿失 另外 人数越多 力量挪移的时候 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越大 一旦其中谁不小心出现问题 大家伙都会跟着遭殃 乾坤借力之术 只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用 也算是一把双刃剑 刷刷 冰龙 火龙 地龙 金龙 这一刻 数条颜色不同的巨龙虚影腾空而起 冲向了那个幽灵主神 见到这一幕 这个幽灵主神 甚至连战斗的心思都生不出来 三五两下 就被苏小和玩家们联手搞定 哄 天庭神朝的边缘处 凌云和亚西主神的战斗 也在这一刻终止 漫天的鬼影消失 往天际逃顿而去 最终惨败收场 刷 很快 一道光影闪烁 出现在了苏小的面前 凌云仍旧云淡风轻 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看着苏小脸上露出了柔和和赞许的光芒 卧槽 这是谁 又来了一个NPC 传说中戒指里的老爷爷吗 兄弟们 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汁 玩家们没见过凌云 对他非常好奇 上下打量着 一点也不害怕 凌云没有理会玩家们的无理 而是看向苏小 我是凌云 你应该对我印象深刻 一个不小心 让那个家伙逃了 这里的事态非常严重 我必须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你要不要我带你离开这里 那个逃离的幽灵 很有可能再杀回来 到时候 你们无力阻拦 凌云用询问的语气看着苏小 态度和之前几乎是两个人 这也证明了 他内心对苏小的认可 谢谢凌老 不过我不打算离开 苏小直接拒绝 凌云皱眉 你确定 你要知道 你面临的 可不仅仅只是逃离的那个幽灵主神 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这样的灾难 对于现在的你而言 是致命性的 凌云对苏小这个决定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我知道 我有自己的打算 苏小再次拒绝 嗯 凌云点头 没有再多说 你好自为之 有机会下次再见 凌云说完 转身离去 忽然又转身回来 如果这里待不下去了 记得去神木城 小姐在那等你 很快 凌云就离开 叮 恭喜宿主完成了系统任务 抵御驻幽冥神朝二次入侵 获得奖励 九品神隐大阵星号一 神朝建设大礼包星号一 九幽天灾欲火 天火天 丁 系统任务 追杀逃离的亚西主神 防止其发起反攻 并获得其手中的幽冥神杖碎片 为即将到来的大节做准备 奖励 未知 此时 系统的声音 突然在苏小的脑海之中响起 苏小知道 这次入侵算是结束 胜利来之不易 但 天庭神朝 终于挺过了此次灾难 苏小看向狼狈不堪的玩家们 沉吟了片刻 各位玩家 这次幽冥神朝入侵已经结束 我们算是圆满成功 抵抗住了这次进攻 所有玩家在这场战斗之中 都功不可没 大家休息一天 明日我将会论功行赏 给大家颁发奖励 苏小扯开嗓子 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了大家 玩家们听了之后 一个个都兴奋地手舞足蹈 欢呼雀跃起来 哦哦耶耶耶 胜利了 我们终于攻略了这个副本 兄弟们 奥利给 今晚烧烤 火锅 铁板烧一条龙符 你知道吗 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我一次玩到如此热血的工程战 这可比市面上那些游戏箱太多了 不少玩家纷纷拍照留念 或者录制视频 准备上传官网论坛炫耀一波 Ide用心创造快乐 站在原地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本来打算亲自体验一番 看看这个游戏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然后抄一波 用盗版打败正版 没想到 他沦陷了 工程战开始的那一刻 他从未那么想要赢下这场战斗 你懂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还能燃烧起心中热血的那种感觉吗 就好比 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头 见到一个美女 忽然觉得自己又能行了 小神 说好的 带我们去泡小姐姐呢 熊二从人群中跳了出来 脸上充满了猥琐的表情 大家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虽然我们这次战斗赢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你们刚才也看见了 是你们祖母身旁的护道之人 帮我们赶走了最大的boss 现在我们必须要乘胜追击 将boss拿下 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心去做其他事情 亚西主神现在肯定是身受重伤 苏小可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卧槽 我差点忘记这个boss了 妈蛋 兄弟们 打了半天 我们只是推掉了小boss 还有个大boss没搞定 还是听小神的 先休整一下 接着我们去把boss推掉再说 玩家们纷纷赞成苏小的话 危机尚未解除 不能过于放松警惕 小神 我们能先搜刮战利品吗 不少玩家都跃跃于是 可以 声音落下 一道身影已经冲了出去 速度比火车还快 卧槽 叼哥这b不要脸 苏小回到了主神殿 开始给自己疗伤 数个小时过去后 他感觉自己恢复了大半 于是才开始研究系统给的奖励 九品神影大阵 等皆达到九品 是什么概念 神木城都没有九品大阵 东神域也不一定找得到 系统能够奖励这种级别的大阵 说明了边陲荒域的危机感 真的很强烈 顾名思义 这大阵应该是隐秘类型的大阵 苏小看了一会儿之后 越看越得意 果然如他所料 这大阵乃是隐秘类型的大阵 只要将此大阵 布置在天庭神巢的区域内 就能够让天庭神巢 彻底隐秘起来 到时候 恐怕唯有柳神那样的存在 才能够轻易看出来 有了这大阵 天庭神巢就免去了被进攻的烦恼 不仅能够在混乱之中存活下来 还相当于在这片混乱的地域 之中有了一处绝对的安身之所 九品大阵 换别人来 可能要穷尽所有资源和精力 才能够布置下来 这神隐大阵是系统奖励 苏小完全可以利用系统 瞬间完成布置 简直不要太爽 刷 随着苏小心念所动 一道淡蓝色的光芒冲天起 以主神殿为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开去 无数蓝色的符文阵盘 仿佛有意识一般 朝着天庭神巢的四面八方 飞射而去 没入地下消失不见 神隐大阵布置完毕 天庭神巢方圆五百里范围 也被一层朦胧的气息所笼罩 若是从外面看去 这里就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大山 什么东西也没有 即便是进入其中 也会被运转的阵法给迷惑 带着远离天庭神巢这处核心区域 苏小并不知晓 在神隐大阵布置完毕的刹那 某处地方 数艘精致的非洲从天空掠过 正好靠近天庭神巢所在区域 站在船头的中年人 手持一个圆盘 目光炯炯地盯着圆盘上的一条 金鱼虚影 金鱼虚影头指着的方向 正是天庭神巢所在位置 却在此时 金鱼虚影骤然消失 嗯 怎么会这样 中年人猛然一惊 看着自己手中的圆盘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怎么了 这时候 后方不少人围了上来 见到圆盘的变化 直接傻眼 定位罗盘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干扰 失效了 现在我们失去了 苏小神巢所在的位置信息 中年人眯着眼睛道 怎么会突然失效呢 不少人眼中露出疑惑 不知道 或许是这地方存在着诡异 又或者这小子背后有人 我觉得 前者可能性大一些 毕竟边陲荒域 本来就是一处不祥之地 中年人眯着眼睛 看向了远方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能拿下这小子 到时候如何交代 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再找找看 若是能找到的话 那就原计划行事 若是找不到 找不到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计划 我就不幸到了天书学院 还问不出来 中年人很快做出了决定 他们此行合纵连横 目标很大 苏小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可以暂时不用管 主要是天书学院 这事不能出问题 苏小可不知道 因为刚刚得到的 九品神隐大阵 直接规避掉了一场 必死之局 此刻他已经研究起 神朝建设大礼包 丁 您打开了 神朝建设大礼包 获得了 矿石提炼大殿 及配套设施 星号一 武器防具炼制大殿 及配套设施 星号一 富翁阵法炼制大殿 及配套设施 星号一 基本上对得起 神朝建设大礼包 这几个字 都是一些辅助配套设施 比如 武器防具炼制大殿之中 已经布置好各种打造器具 炼制炉 金铁切割器具等 有了这些 玩家们就可以彻底展开 自己的复制液 大大提升自己的效率 举个例子 MC王者之前切割金铁时 布置防御城池 需要半个月 现在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让苏小最惊喜的 不是这些建造器具 而是最后一件物品 简直完美地解决了它将要面临的巨大的难题 灵魂刻印石 这件东西 顾名思义和灵魂有关 也是系统专门给玩家们准备的 玩家们可以选择 将一缕灵魂刻印在灵魂刻印石之中 死亡之后 除了选择复活在主神殿 也可以选择复活在刻印灵魂的灵魂刻印石所在地 简而言之 这是一个简易的主神殿 可以让玩家复活在该据点 在天庭神朝所在范围内 这灵魂刻印石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是一旦出远门作用就非常巨大 神迹世界土地广袤 许多地方必须通过传颂阵才能够达到 拿天书学院和天庭神朝的距离来讲 相隔足足五万公里 要是靠玩家们跑路的话 那至少得一年吧 即便是有传颂阵 也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够抵达 这个距离 在神迹世界只能算是小不点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传颂的距离越远 对传颂阵的要求越高 超级传颂阵 可不是每个势力都能够拥有的 而且每一次启动消耗不菲 压根就用不起 目前 天庭神朝传颂阵的研发水平 就是渣渣水准 想要让玩家们到处跑 那不可能 有了灵魂刻印石这东西 就好办多了 玩家们出门的时候 把这玩意带上 找个隐蔽的地方 将灵魂刻印石放好 就相当于一个复活据点 每块灵魂刻印石 只能承载50个灵魂 复活次数才200次 有点少了 唯一让苏小不满意的 是灵魂刻印石的数量太少 刚好十块 玩家们复活次数过多的话 完全不够用 另外 复活之后 灵魂的虚弱程度 也比主神殿复活 要更强烈一些 苏小也不贪 这东西有着不错了 还要什么费接 接下来 就是令苏小最振奋的 九幽天灾御火 天火片 妥妥的四品极品神技 配合红莲妖火使用的话 可以跨入五品神技行列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简直是一大杀器 苏小浏览了一遍 然后开始尝试 难度较大 不是一两天的事 就好比不死神魔之躯第二层 这么久了 也未能突破 当务之急 苏小要先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次战斗 击杀了数量不菲的幽冥军 不仅玩家们的境界提升 他也获得了海量的信仰原力 外加几大主神的神格 绝对能够让苏小 成功迈入小神境界 一日后 丁 您的境界成功迈入五星小神 苏小的身后 一道道神光浮现 让整个主神殿都被笼罩其中 看着神秘至极 在苏小的背后 那九色神光的中间 一尊虚影盘息而坐 一只眼眸黑光闪烁 一只眼眸金光弥漫 看着诡异却又神圣 神像虚影 这是踏入小神境界的特殊标志 这神像虚影 现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不过随着境界的提升 神像虚影的能力 会渐渐出现 不仅拥有专属特性 甚至能将其具现 算是一张底牌 轰隆隆 此时 天空之中 黑云骤然出现 一道道水桶粗大的雷电 朝着主神殿方向劈下 突破小神境界 会降临神节 这次苏小信心十足 直接硬刚这些雷电 苏小一个闪烁 出现在了主神殿的上空 抬手一拳 朝着天空中的雷电轰去 进入小神境界后 无论施展神迹的速度 还是威力 都大大提升 此刻 苏小的右臂 被暗红色的火莲花所缠绕 一拳轰出 膨胀十倍 宛如一柱晴天 全影和雷电碰撞 瞬间扩散 成为漫天火莲花 形成了一道避障 苏小境界提升 能够发挥出的 红莲妖火能量也越多 红莲妖火 开始初步显现出 它的威力 嘶嘶嘶 一道道的雷电落下 和苏小的红莲妖火 此消彼掌 苏小仿佛一个能量装置 源源不断地 给那暗红色的避障 输送能量 卧槽 尼玛 小神这是化身雷神了呀 好家伙 和老天爷对着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命由我不由天 小神这个对儿 看起来有大地之姿 不少玩家被吸引 看着这一幕 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太过于震撼 在玩家们震惊的目光之中 神结很快消失 苏小收回了拳头 感觉自己还挺充实 这就是小神境界的力量吗 真爽 苏小感叹一句 居高临下 俯视着战争过后 一片混乱的天庭神潮 心面一动 一道道浩瀚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以我魔灵不死之小之名 点花万物 随着苏小一声令下 那些破碎的神潮区域开始修复 死去的花草恢复生机 从地下长出 四处飘香 天庭神潮再次变得生机勃勃 丁 您的神域二次点化 神潮气韵提升一倍 呼 一缕无形的气韵 笼罩在天庭神潮所在范围内 让玩家们的命运和轨迹 发生了一些变化 气韵是一种非常玄妙的东西 神潮每一次的提升 都会增加神潮气韵 气韵提升之后 信徒的成长潜力 资质等都会随之提升 一个庞大的神潮 肯定是拥有庞大的气韵加持 这样可以规避掉许多厄运 成长性也高许多 不过 这点化所带来的气韵 少得可怜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若是有机会 可以弄到一条龙脉 小神不愧是神啊 太流鼻了 这力量 竟然可以令万物复苏 吊炸天 玩家们望着四周发生的变化 仿佛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苏小一个纵月 从主神殿上方落下 来到了大家伙的面前 各位玩家 现在开始给大家分配奖励 按照大家的贡献值 排名第一的 可以率先挑选奖励物品 苏小淡淡地 将分配规则说了一下 玩家们就彻底躁动起来 这次幽冥神潮入侵 留下了不少好东西 这些东西 现在都存放在 天庭神潮的仓库之中 不少武器防具 比玩家们现在所佩戴的要好很多 奖励给他们 可以让天庭神潮的实力提升一个档次 等这次完毕 就可以追缴逃离的亚西主神 现在苏小觉得自己对上他 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 看了一眼系统记录的 本次贡献值排名 苏小直接猛逼了 系统记录的贡献值排名 第一名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全身都是雕 不过 很快苏小就反应过来 全身都是雕 虽然杀敌的数量很少 战斗力也弱的一批 但是骚操作非常多 关键是 他单杀了一个骷髅主神 又拖住了另外一个主神非常之久 这是两笔非常巨大的贡献值 玩家们击杀的优明君虽多 这么多人平分下来 也占不了多少 本次贡献值排名第一 全身都是雕 第二名 MC王者 第三名 英语老师 第四名 苏小很快将贡献值排名 通报给玩家们 玩家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用各种震惊家狐一的眼神 盯着全身都是雕 马德 雕哥竟然是第一 我不服 雕哥这祸 怎么可能第一 王者哥才应该是第一 雕哥这笔肯定利用了游戏bug 玩家们对于雕哥这伙能拿第一 感到非常郁闷 在他们看来 雕哥这就是投机取巧 滚滚滚 什么叫做 我不可能第一 我特么单杀boss 你们做得到吗 为了拖延时间 你们知道 我受了多少苦吗 雕哥立刻对了回去 行了 系统计算贡献值 是根据击杀敌人的数量 强度 以及对局势的影响综合计算 不会有什么问题 奖励一 幽冥主神的七剑灵器 你可以挑选其中一剑 奖励二 本神的亲自教导 奖励三 放弃本次机会 下次使用 奖励四 本神亲自牵线 勾搭NPC小姐姐的机会一次 奖励五 信仰必翻倍 奖励六 邀请本神亲自出手一次 苏小说了一连串奖励 拿出了七个主神使用的武器 这些武器 最低品阶是三品下级 最高是三品高级 对于现在的苏小而言 作用已经不大 卧槽 NPC妹子 主神亲自牵线 雕哥一听见这个奖励 眼睛都直了 我选 等等 雕哥 选那把枪给我留着 我花十万给你买 雕哥 我出二十万 有土豪玩家当场竞价 雕哥 我特么没听错吧 一把武器 可以额外赚几十万 这对于他一个学生而言 简直香的一批啊 那还要什么妹子 赚钱他不香吗 好嘞 怎么联系 要不叫我去魔灵高校吧 雕哥毅然决然地选了这把枪 开始交流起来 苏小健壮 也没有阻止他们 只要有钱 他们私下交易随便交易 如果可以的话 苏小还想上线交易系统 让玩家们各自交易物品 让神潮的货币体系流转起来 第二个 MC王者 此时 苏小又宣布道 我选择下次使用 这些东西 并没有他特别想要的 接下来 一个个玩家上前 选择了奖励 玩家们大多都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 并没有贪心 第一狠人大帝的拳套 张大仙的匕首 不少玩家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都非常的兴奋 接下来 是特别奖励 苏小又开口道 雕哥这次拖住了一个主神 为我们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现在奖励终身荣誉成就奖励 神潮征战者 刷 一道光芒落在了 全身都是雕的身上 雕哥的ID旁边 多了一行金色的小字 卧槽 专属头衔 刘碧啊 我酸了 贼这儿酸 哎呀 我也好想要啊 对于玩家们而言 这个专属头衔 比灵气吸引力可大多了 英语老师 德马西亚 你们过来 此时 苏小又看向英语老师 和无奈 德马西亚 这里是六个咒术师的咒果 拿回去好好研究 苏小手掌一番 拿出了几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是咒术师脑海之中 凝结的一颗天赋之果 称之为咒果 咒果包含了咒术师必生结晶 练化之后 能够让咒术师大幅度提升 啊 这 谢谢小神 谢谢谢谢 您就是我再生父母 英语老师激动的一批 随后 苏小又看向 无奈 德马西亚 全身都是雕 而是无奈 德马西亚 这或竟然成为了 比咒术师还要罕见的祭师 什么是祭师 祭师就是主持祭祀仪式的特殊职业 每个神朝 只要有信仰的地方 就需要祭师 祭师可以给神朝的信徒 附加一些特殊的属性 比如 气韵提升 又或者 天赋提升 再者 力量融合 而无奈 德马西亚在大战的时候 突然成为祭师 发挥出了属于祭师的力量 直接让玩家们 能够施展乾坤戒力之术 也算是扭转了战局 当然 祭师通常是不参与战斗的 而是辅助 就好比幽冥神朝 那个魔火紫色的幽灵 通过特殊的手段 控制六个咒术师 然后操控那无公之魂 差点给天庭神朝 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这就是祭师的恐怖之处 这个你拿着 这是祭师的忌果 苏小 把祭师这个职业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玩家们看着 无奈 德马西亚 露出了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妈呀 祭师 这不就是相当于 幕后操控者 卧槽 这职业逼个满满啊 可惜 祭师也是天赋型职业 并不是谁都能当的 谢谢笑声 我一定会努力的 德马西亚 永远低身 无奈 德马西亚 也是激动的一批 苏小点了点头 无奈 德马西亚 现在领悟的能力有两种 能够帮助玩家们 进行力量融合 天赋提升 若是放在外面 绝对是被争抢的存在 他自然会好好培养 行了 大家伙各自先修整两天 两日后我们出发 剿灭最后的boss 苏小一声令下 玩家们兴奋离去 而他也前往主神殿 开始修炼 九幽天灾浴火 天火偏 也就在苏小和玩家们 修炼的时候 边陲荒域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边陲荒域 西边的无尽荒谷之中 烈日炎炎 四周寂静一片 感受不到一丝的生命气息 天际某个角落 虚空似乎被撕裂开 一道黑色的影子 从里面钻了出来 这个地方 已经许久没来了 结结结 黑色身影嘴里 发出了一阵嘶哑的宁笑 无尽封印之地 嘿嘿 不知道还有没有当初的威力呢 黑色身影自顾地说了几句 随后身形向着前方掠去 竟然是欲空而行 若是苏小在此 定然大吃一惊 因为欲空而行 至少也是灵神境界 才能够办得到 也有特殊情况 拥有非常罕见的飞行神迹 也可以在灵神境界之下 长时间地飞行 略过散发着 炙热气息的荒漠 这黑色的身影 很快来到了一处残破的废墟 四周都是残破的宫殿残骸 不少柱子立在虚空之中 千疮百孔 上面还有一些 土灰色的奇怪虫子在爬行 看着很是恶心 宫殿残骸的后方 是一座山 一条弯弯曲曲的大道 向上延伸 一路上也存在不少宫殿残骸 在这条大道的另外一侧 是万丈深渊 下面黑曲曲的一片 深不见底 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黑色影子顺着这山儿上 最终来到了一座残破的宫殿前 古老的气息弥漫出 散发着一股沧海桑田的味道 还在吗 还在的话 就指一声 这次我放你出来 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黑色身影站在宫殿前 扯开嗓子说了一句 空气寂静 没有回应 直到很久后 才传来了一声怪异的声响 仿佛老人在咳嗽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我还有重见天日的这一天 我差点都忘记 我还活着 这声音仿佛来自虚空 又好像来自地下 令人迷惑 这次你我联手 我北境神王族覆灭 边垂荒域归你 如何 黑色影子再次开口 和这声音的主人谈条件 长生谷那家伙呢 这声音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可惜了 差一点点 不过 他的手指已经送过去 那棵柳树 怕是也镇压不了多久 这次我等不了了 黑色身影回答道 哦 那棵柳树还没死呢 这声音悠悠一叹 算了 我的实力已经不足万分之一 帮不了你 声音的主人 似乎是在忌惮着什么 一瓶生命神水 黑色影子并不气馁 手掌一翻 一个透明瓶子 出现在了他手中 瓶子之中 装着碧绿色的液体 看着就给人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生命神水 你竟然弄到了这东西 声音的主人 突然变得震惊起来 语气都显得有些激动 这次 不需要你亲自出动 你下面那么多子子孙孙 让他们出去历练一下 也是好的 我只需要你 帮我拿下天书学院就行 其他的一概不管 毕竟我 还有其他的对手 天书学院那东西 这次我必须拿到手 黑色身影 循循善诱 好 这个没有问题 这声音 主人黑黑笑道 刷 两人谈妥之后 黑色身影身上 刹那之间 散发出了一阵阵阴冷的气息 这气息化作了一只 黑色的鸟 飞向四周 构成了一片黑色的领域 与此同时 整个山体也爆发出了 一阵阵金色的光芒 和这片黑色的领域对抗 片刻过后 金色光芒减弱 黑色的领域 占据了上风 残破的宫殿之中 一抹血色光芒涌出 直接冲天起 仿佛一阵血红色的烟雾散开 布满了整颗天际 天穷之上 红色的雷电闪烁 血色烟雾化作重重鬼影 争鸣咆哮 张牙舞爪 仿佛末日一般 轰隆隆 大地开炼 一只只暗红色的巨大虫子 从地下爬了出来 这些虫子小的 有卡车一般大小 大的则有几层楼房子那么大 嘴里长着一排排细密的牙齿 前方还有两只大钳子一般的熬 看着非常的猙獰恐怖 一只 两只 三只 足足达到了几万只 密密麻麻 看着如同蚂蚁一般 令人头皮发麻 一处沼泽之中 一座规模不小的神巢 建立在了此地 年轻的男子 正在给自己的沼泽毒风传经讲道 提升他们的悟性 他身穿的服饰 上面刻着天书学院的标识 就在此时 天空一声震荡 一艘非洲闯入了这片区域 谁 大胆 竟然敢闯入我天书学院学院的神巢领地 这个天书学院的学员 眉头一皱 开口大喝 但看见是一艘非洲之后 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 天书学院 找的就是你们天书学院学员 哼 站在非洲前端的一个老者 直接一掌拍下 巨大的手掌化作山巻 瞬间将下方的数百信徒 拍成了肉酱 而这个天书学院的学员 也被擎拿带走 这样的一幕幕 不停地上演 天书学院的学员 或多或少都遭遇毒手 暗中似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在催动着这一切 天书学院 刷 一道身影 从最最高峰的禁地洞穴之中 快速掠去 来到了下方的广场之上 目视着远处天际 眉头紧锁 正是天书学院的院长云之天 同一时刻 天书学院的高层 也近数赶来 围在了云之天的面前 此时 一只摇摇欲坠的大鸟飞来 扑通一声落在广场上空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青鸟死了 这只大鸟 可是天书学院豢养的妖兽 平日里通风报信用的 院长 大事不好了 无尽荒漠那边 血色映照长空 南边蛮荒森林之中 妖兽暴动 发疯一般 东边万丈峡谷 魔气滔天 不知发生何事 一连几个消息 直接让云之天脸色一白 退后树部 心神摇曳 另外 六大学院刚刚传来的消息 说要借用我们学院当根据地 平息这方妖魔或乱 六大学院 云之天的眼眸之中 又露出一丝疑惑 五大学院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赶来这里 怎么那么巧 传令下去 所有天书学院弟子 立即赶回学院 我有钥匙通知大家 云之天叹了口气 眯着眼睛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对了 你们两个 把我准备的东西带上 去一趟边陲荒域找到苏小 让他赶紧离开 无论发生什么事 院长 一群老师听见这话 神色顿时惶恐 瞪大眼睛盯着他 云之天笑了笑 又摇了摇头 命该如此 该来的 躲不掉 两日时间很快过去 因为忌惮亚西主神 会卷土重来的缘故 所以苏小并没有给玩家们 太多的休息时间 两日刚过 他就带领着玩家 开始进军亚西主神所在的城池 他已经从击杀的幽灵主神神格之中 获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知晓了亚西主神可能存在之地 各位玩家注意 地图标记的地方 就是亚西主神城池所在的位置 这两日 苏小找了一个机会 将周边的地图 弄了一份 发送给了玩家们 这地图 不仅仅包括 此次亚西主神 那个城池所在的位置 还有乾坤太极图上那些宝物 遗迹存在点 苏小的想法是 若是可以的话 顺道弄点宝贝 提升实力 哦 又要开新地图了 兄弟们 此次击杀boss 我将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奥利给 一群人 洋洋洒洒地 踏上了传送阵 前往早已经布置好的据点 若是光靠走的话 那距离也太远了 巨大的山谷之中 亚西主神 此刻 正端坐在大殿当中 气急败坏 他的六大侍卫没了 他的底牌没了 甚至 就连自己也被半途拦截 身受重伤 实力大跌 这伤没个十天半月 是绝对好不了的 哼 等我把手中的 幽冥神杖碎片送出去 稳住伤势 就是你个小喳喳的死气 亚西主神 想要狂吼发泄一通 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 也从未想过 苏小这家伙身后 竟然还有人 不过 几大侍卫死了也就死了 他还不至于伤了根基 因为他的信徒 还在他神朝之中 并没有动用 忽然间 亚西主神眉头一动 看向城池之外 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 这么快就来了 不行我得先拦住他们一下 想着 亚西主神来到了某处地方 启动了法阵 轰隆隆 城池唯一的入口 缓缓地封闭 只剩下一堵 高达数十米的墙 片刻后 玩家们抵达这里 望着眼前拔地而起的 巨大城池 满是震惊 谁也没想到 在这种地方 竟然还有一座 有黑的城池 卧槽 没想到这群家伙 竟然还在这里建立了城池 兄弟们 发了发了 这城墙 竟然是二品黑钥匙 化学老师看了一下 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 卧槽 二品黑钥匙吗 这太特么富有了 二品黑钥匙 用处很广 尤其是各种防具器具 需要量很大 三次玩家现在好多 还没有适合的武器装备 有了这些黑钥匙 那么几乎可以人手 配备一把适合的武器 二哈大队 上 MC王者 喊了一声 数个玩家迅速跑了出来 开始拆墙 众人 尼玛 拆迁大队都整出来了 不愧是MC沙雕玩家 但是 问题来了 太硬了 完全拆不动 费了半天劲 才有一点点松动的迹象 不要浪费时间 先解决亚西主神 后面随便你们拆 苏小提醒道 当务之急 是解决亚西主神 完成系统给的任务 妈爷 这城墙这么高 竟然没有门 奇怪的城池 居然没有门 不知道那些幽灵 是如何出入的 兄弟们 不要慌 这就是小事情而已 忽然间 荒天地牙咩地 呵呵一笑 带着几个人 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土盾云之梯 只见他们 站在城墙下面 轻贺一声 做出了一个奇怪的手艺 旋即 大地轰隆隆作响 一阶又一阶的梯子 缓缓凝聚 朝着城墙上方延伸 最终组成了一座 通往城墙上方的台阶 卧槽 天地隔流变 天地竟然还有这招 永远低神 苏小眯着眼睛 看着荒天地牙捏地等玩家 暗自点头 这些家伙 对土之力的运用 已经达到了非常顺滑的境界 呵呵 这算什么 冰盾生云梯 尼艾西伍纳尔 却是不屑一笑 双手合十 不停变换 旋即 一根冰柱在他脚下滋生 迅速长高 将他拖起抵达城墙上方 风盾 狂风卷 张大仙也不服输 抬手一挥 一道狂风之力聚集在他脚下 他一个纵月 轻飘飘地上了墙 火盾 飞鸟 火炎燕翼 却是凝聚出了一只只火鸟 踏步而上 各个派系的玩家 都不甘落寞 施展出了自己的技巧 登上了城墙 尼玛 看来都有绝技啊 雕哥 我们的绝技是什么 熊二挠了脑脑袋 憨憨地盯着雕哥 雕哥拍了拍他肩膀 放心 跟着雕哥混 绝对不会差 你站过去 雕哥示意 熊二站到他指定的位置 然而转身弯腰 撅起屁股对准了他 气顿 爱心之剑 不 一股气流冲向熊二 瞬间将熊二给射上了城墙 熊二 苏小看着实在拉眼睛 赶紧拉开距离 并有些好奇 雕哥他自己要怎么上去 只见 雕哥扎了个马步 大吼一声 气顿 火箭发射 刷 一瞬间 雕哥就像是一个冲天炮 飞上了天空 化作了一个黑点 小神 救我 我用力过度 远远地 传来了雕哥悲催的声音 苏小无奈摇了摇头 懒得理会这货 心念一动 一朵朵红蓝色的冰帘 组成了台阶 他踏步而上 顺利上墙 越过了城墙 整个城池的场景 呈现在了苏小的眼前 非常宽阔的大峡谷 在众玩家们的正前方 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什么也没有 空空荡荡的 在广场的后方 存在一些有黑色的建筑物 当中是一座大殿 卧槽 没怪 敌人的大本营 竟然连一个幽灵都没有 Boss呢 给老子出来 我要单杀你 玩家们四处张望 一脸猛逼 空城界 正当苏小纳闷的时候 忽然发现 四周的天空 变成了有黑之色 同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足足四米高大的巨大的幽灵 手中提着一个人 缓缓走来 而这个人 正是刚刚升空的雕哥 亚西主神 苏小和玩家们愣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过来 来者是谁 哎呀 小神救我 救我呀 之前还流鼻哄哄的雕哥 此刻在亚西主神的手中 就仿佛一只小技一样 不停地挣扎 众人震惊 雕哥在苏小的 一通奖励之下 已经晋升二阶六星境界 但是现在在亚西主神的手中 竟然毫无抵抗之力 可见 亚西主神的力量 有多么的强大 一群蝼蚁 还敢亲自送上门来 他本来还打算拖延一点时间 把某些重要的东西放好 但是没想到 他的城池 竟然没困住这些家伙 这让亚西主神非常震惊 不知道玩家们 是如何做到的 要知道 没有飞行能力 想要突破这城墙 难如登天 还没有等到苏小开口 亚西主神 那只由黑气组成的手掌 就直接将雕哥捏爆 成为了一片血雾 这一幕 让刚刚还自信满满的玩家们 一瞬间变得紧张惶恐起来 卧槽 这BOSS 好这儿厉害 尼玛 这我们能打吗 感觉有点恐怖的 兄弟们 玩家们瑟瑟发抖 四大军团听令 三秒进入战斗状态 按照来的时候 演练的方案攻击 MT 抗伤害职业 已就位 DPS 输出职业 已就位 刷刷 一瞬间 玩家们各自施展自己的强悍技能 朝着亚西主神攻击过去 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冰火两重天之剑 寒冰烈焰拳 二刀流 冰龙冲击 火龙冲击 几百个玩家一起出手 那场面极为壮观 且非常绚丽 他们就只有一个想法 趁亚西主神不注意的时候 直接将其秒杀掉 想法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操作起来 就不一样了 亚西主神所在之地 俨然成为了一片混乱的场所 各种技能爆炸开 化作了一片绚烂的区域 足足好一会儿动静 才完全消失 呵呵 就这 正当玩家们纳闷 亚西主神为何不出手的时候 一阵鄙夷的笑声传出 此刻看去 亚西主神仍旧站在原地 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玩家们的攻击 仿佛打在空处 我擦 这么强 这尼玛防御力太变态了吧 玩家们要吐了 打了半天 竟然是集体刮杀 这游戏 还能愉快地玩下去吗 苏小也是眉头紧皱 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一幕 他之所以并没有出手的缘故 是想要让玩家们试探一下 亚西主神还有多少实力 现在看来 亚西主神的实力减少了许多 至少没有跌下军神境界 一群蝼蚁 全都死吧 亚西主神发出冷笑 随即抬手一挥 瞬间 一阵阴冷的气息 汇聚成为无数暗黑色的锋刃 朝着玩家们飞了过来 防御 宇文老师大吼一声 但玩家们还没有来得及出手的时候 一道身影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抬手一挥之间 数百朵细小的火帘出现在前方 挡下了这些密密麻麻的黑色锋刃 苏小出手了 你们不是对手 还是让我来吧 玩家们和亚西主神打 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唯有他亲自上场 才有机会斩杀这家伙 之所以带玩家们来 主要是担心有其他游民军 现在看来暂且不用 你 亚西主神目光落在苏小身上 骤然瞳孔猛缩 你竟然拥有了小神境界的力量 因为苏小动用了天机遮掩术 所以亚西主神看不透苏小的具体境界 但能猜得大概 这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 这尼玛什么提升速度 简直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不过 只是小神境界的话 小神境界 就想要来杀我 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 亚西主神倒不是忌惮苏小 而是忌惮之前出手阻拦他的那位 刚才他暗中探查了一番 发现并没有其他强悍的气息 所以他顿时放下心来 苏小呵呵一笑 如果只是现在的境界话 当然是不行的 刷 苏小话音落下 直接运转不死神魔之躯逆四转 一尊高达两米多的黑金色虚影 将苏小笼罩其中 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刚才苏小气息只是五星小神的话 那么现在至少提升至八星小神境 这是什么功法 亚西主神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强悍的功法 难怪苏小能够屡屡击败他派去的对手 但是 苏小却懒得回应 身形一闪 施展五连一形幻影 出现在了亚西主神的面前 一拳砸下 哄 亚西主神右掌探出 拍出一只有黑大手 瞬间和苏小战斗到了一起 一时之间 广场之上 空气声炸裂 两道身影 闪来闪去 飘忽不定 四周都是绚烂的战斗光辉 玩家们被迫退得远远的 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幕 苏小并没有能够占据上风 反而是处于下风 让玩家们看得心惊胆战 若是苏小都打不赢的话 那这boss就没法解决了 小神 加油啊 一颗颗颤抖的心脏 默默地为苏小加油 大战了几百个回合之后 苏小猛然将身形往后一拉 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刚才这番攻击 只是试探而已 并没有全力出手 现在 他已经大概摸清楚了 亚西主神的战斗方式 知道该如何对付他 可恶 你区区一个小神 怎么可能这么强 你不能留 苏小的强大 让亚西主神感到恐惧 他虽然受伤 但仍旧保存着 一星军神境界的实力 竟然没耐够把苏小给拿下 这对于他而言 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逆神之躯 苏小轻贺一声 直接开启了逆神之躯 一瞬间 金光万丈 手中猎炎弓浮现 猛然一拉 十只冰火两重天之剑 迅速射出 其中五只 直接在空中炸开 化作了无数冰晶 瞬间将亚西主神冻住 卧槽 小神竟然可以 五连天女散花顺发 你爱惜我那儿 呆立当场 这尼玛 得多么强悍的力量和控制力 才能达到这个水准 哼 雕虫小剑 亚西主神冷笑一声 张嘴一声狂吼 无数黑色的影子 从她的嘴里飞出 缠绕在周身 那些将她冻住的冰晶 此刻也被震碎 另外五只冰箭已然临近 亚西主神打算 一巴掌拍飞的时候 一变抖声 这首语 是 可怜的 这首语 词 词